中年油腻大叔穿越到修仙界,成为了一名少年散修,就在他为房租发愁时,发现自己居然有熟练度系统,而且每年还可签到奖励。 主角每杀一头妖兽或修士,就能增加一年寿缘,从此长生不再是梦想。 早期主角与多名道旅建立家族、宗门。 家人与好友陨落之后,他开始了孤寂长生行。 红尘中浪荡,仙城间飘游。 时而前居山野,时而熏醉凡俗。 看遍人情冷暖,也见证仙朝更迭。 第一章,风雨夜归来。 深秋的傍晚,细雨,斜风。 四般雨水被秋风一卷,便向针斑扎入屋顶,很快就聚成了小雨滴,顺着屋顶的破瓦片滴到了房子里。 咚,咚,咚。 滴下的雨水正好落在屋中央,最终掉入一个铁盆里,发出淬亮的响声。 铁盆旁,一名少年正神情呆然地摊坐在一张主板凳上,看着盆中的雨水。 她叫宁峰,原是蓝星球的一个自媒体人,都已经三十大几岁了,没妹没娃,没车没房,微薄的收入也仅仅够维持生活。 原本还想着带点款转行去做点小生意,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让她的生命截然终止。 再次睁眼,便已到了这个世界。 雨滴夹杂着的那一丝寒意,让宁峰莫名地感到一阵头疼。 此时只感觉脑海里,有一些陌生零碎的记忆正在融入。 我活过来了。 前世偶尔看网文,结合这些陌生记忆,宁峰确定自己是穿越了。 穿到了一个同名同姓的异界少年身上。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有武道繁俗人,也有仙道修行者。 修仙强者能遇见非常天,也能一掌惊雷霆。 更有甚者,退返羽化登仙,坐享长生久世。 但这些,都是筑基金丹以上的强者,是修仙界金字塔最高处的存在。 而原身,修为仅仅炼器三层。 练器三层在这方世界,几乎可说是垫底阶层。 虽说境界低,但好在还年轻。 宁峰深吸一口气,站起身子,活动活动了筋骨。 他对现在,这具身体很满意。 花有重开日,人无在少年。 前世三十多岁,如今十六岁,雪赚二十年青春,怎么看都不亏。 但很快,在打量了一番自身所在的环境后,宁峰觉得,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这间房子,破,旧,小,可谓简陋至极。 狭小的房间内,紧摆放着最基本的家具。 一张单人床,一把竹椅,和一张老吊漆的破木桌。 墙壁更是斑驳不堪,不满裂痕。 抬头望向屋顶,甚至可以直视天空。 但那不是天窗,而是漏洞。 许是年久失修,屋顶有些瓦片已被风刮走了。 每逢雨天,外面的雨水就会随着风飘进来。 面前的铁盆,正是袁深情急之下,用来接雨的。 说是铁盆,但其实是一把夜壶。 因为原主租的,这间房子,是不带厕所的单间。 有夜壶,无疑会方便许多。 人有三级时,可直接就地解决。 宁峰目光触及墙边的破木桌子,零碎记忆翻涌浮现。 想起来了,这张桌子是袁深的办公桌。 袁深是一名符录绘制爱好者。 是的,只能算是爱好者。 因为只有成功绘制出一张完整可用的符录,才有资格成为服尸。 而袁深有始至终,都没有成功绘制出一张符录。 哪怕是最简单,最基本的烂大街入门符录,清洁服都没有绘制成功。 袁深的梦想,一直是成为一位合格的服尸。 因为在这个世界,服尸算是比较吃香的职业。 若能成为一名服尸,可以绘制各种级别的服录,到方式售卖,增加收入,获得更多的修为资源。 袁深的死因很简单,在生活贫困潦倒走投无路之时,他决定豪赌一把,耗尽所有的积蓄,买了一本二手的制服书籍,希望能自学成才,从此改变人生轨迹。 可惜事与愿违,因长期熬夜伤神,加上多次会服失败的打击,袁深再是会清洁服再一次失败后,终于承受不住,悲愤交加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才让宁峰穿越而来,接盘他的人生。 宁峰绕过滴雨水的铁盆,侧着身子走到破幕桌前,留意到桌上正放着一本泛黄的书籍。 封皮上的书名写得扭扭歪歪,一看就不太正经。 入门俘路制作响解。 刚想伸手翻开,心头突然一领,宁峰赶紧又把手缩了回来。 不可造次。 袁深恢复身死的场景记忆犹新,这玩意能不碰尽量不碰。 缩回手,又后退了两步,缓缓地坐回主椅子上,宁峰才松了一口气。 人生地不熟,万事虚甚重。 此时雨更小了一些,滴入夜湖的间隔时间也更长了。 坐在椅子上发了一回呆,宁峰察觉到周围晕暗了许多。 仰头望了望屋顶,漏洞外已是无量色。 入夜了,宁峰站起身,很利索地在木桌上摸到一个火折子,点亮了一旁的煤油灯。 嗦,嗦嗦。 灯刚亮起,突然听到墙角传来一阵异响。 诡异。 宁峰心里割了一下,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原生身体被自己占据,灵魂呢? 有没有什么残魂之类? 会不会是残魂引来了一些脏东西? 念头紧一闪而过,没有多想,手指条件反射地快速捏了一个法觉。 开山术! 只见一道流光自手指急速射出,席向墙角。 然后就感觉到,好像击中了什么东西,流光消失不见。 借着晕暗飘摆的灯光,宁峰宁目一望,这才发现墙角躺着一只老鼠。 老鼠头颅似乎已经被砸稀烂了,一动不动,死得不能再死了。 宁峰看着这只死老鼠,愣了好半天。 方才这一波操作如行云流水,无比丝滑,自己反应非常快。 几乎没有任何肢体上的障碍。 应该是原生潜意识里的日常行为,来自肌肉记忆。 这就是修仙者的力量。 实实在在地亲身体验了一把隔空杀鼠后,宁峰终于有了些欣喜。 开山术熟练度加一。 而就在此时,面前出现一块流银般飞动着的文字。 文字隐约似半透明,但却清晰可见。 姓名,宁峰。 寿命,三十五分之十六岁。 境界,练气三层,三七一百。 功法,采灵弓,入门,二十五斜杠一百。 技能,制服,清洁服,未入门,零,一,开山术,入门,九九一百。 方才的字幕飞动闪示,很快又出现一个更大一点的虚拟面板,凭空出现在宁峰的面前。 准确地说,是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就算他不仔细看,也能很清楚地洞悉这个虚拟面板上面的所有内容。 这个面板就如同植入了他的体内,成为了他意识的其中一部分。 金手指,宁峰双眼一亮,内心更加雀跃。 第二章,成为制服师。 紧绷着的神经,终于逐渐放松了下来,露出了穿越以来的第一次微笑。 有了系统,心里无疑会安稳许多。 静下心,宁峰开始一条条地参详这个面板上面的信息。 但只看第一条,宁峰就皱起眉头了。 寿命,三十五分之十六岁。 是巧合吗? 三十五,正是他穿越前的年龄。 修仙者寿元三十五,几乎可以断定是早妖,横死之局。 因为从记忆中得知,练气期的修饰,一般寿命近百岁,多数人都能活到八九十岁。 如果突破练气,筑击成功,又没有中途陨落的话,寿元两百出头是很常见的事情。 咦? 技能,制服,清洁服,未入门,零,一。 宁峰留意到,这条信息有些扎眼。 虽然自身还不是一名服尸,但面板上居然有制服技能这一项。 是清洁服。 而且,进度总量只有一。 现在是零? 要不,我再试一次。 宁峰有些期待,感觉要完成这个进度应该不太难。 方才用开山术灭属的时候,就增加一个熟练度了。 如果按照这个规律,那是不是只要画一次清洁服,增加一个熟练度,就能完成进度,直接达到入门级别。 当然,也有可能与开山术玩法不一样,也许要画一百次服,才会增加一个熟练度。 试一试就知道了,大不了画一百次。 宁峰很毅然地站起身子,再一次走到破幕桌前。 那本《入门服录制作响解》旁,有原主留下的一支伏笔,只是毛尖处有些参差不齐。 另外还有一小叠深红色的浮沫,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腥味。 除此之外,桌上还铺着三张符纸,只是看上去有些褶皱,不够笔挺。 宁峰没看那本书,他根本不需要去碰,因为书中关于清洁符的画法及内容,他都掌握。 深深地吸一口气,宁峰开始调整思绪,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 口中刀刀有词,念起清心咒。 符诗在画符时,心境很重要。 一旦带着情绪或者心乱神扰,画符的失败率会大幅增加。 就算运气好成功了,符禄的品质也会差强人意。 感受到自身心绪平和下来后,宁峰很娴熟地举起了伏笔。 沾墨,左手按着符纸,开始下笔。 笔时轻时重,时急时缓。 红墨如刃,渗入符纸中。 半分钟后画笔,收笔。 宁峰表常常吐了一口气,只见方才下墨处泛起一波符纹,微微发着红光,最终汇入符纸的最中央处。 制笔,熟练度加一。 制笔,清洁笔,熟练度加一。 成了? 宁峰还没来得及仔细看突然出现的光幕信息,就感受到了脑海里涌出一阵通透。 这股通透,如醍醐灌顶。 似乎经历了一场罚就迎新后,宁峰的记忆又增加了。 凭空多出了一些符录绘制的常识和经验。 再翻开面板。 技能,制笔,清洁笔,已入门,零一百。 哈哈,成了。 宁峰欣喜若狂,要不是房间太小,他都差点手舞足蹈起来。 其实他内心并没有这么激动,毕竟有系统的存在,画幅成功应是意料之中。 激动情绪,更多是来自原生的那股执念。 成为一名合格的浮尸,就等于完成了原生的梦想。 一阵情绪波动后,宁峰能清晰感觉到,那股执念正在挣脱某种羁绊,即将离开他的脑海。 很快,一丝黑影从他体内一出,凝集成一个影子,悬浮在半空。 那黑影似人非人,容貌模糊看不太清楚,却能直接和宁峰传译,意志如言达。 感谢道友大恩,及时摘断了宁某执念,否则久托之下,必受其苦。 请受宁某一败,了常在此界的因果。 黑影随后向宁峰深深一居,正欲消散而去,又似突然想到了什么。 又传译道,宁某本家是凡俗中的云林州宁家,虽说先凡有别,目前早已无牵扯。 但道友蓄我躯体,日后万一与宁家产生羁绊,其中的俘获取舍,道友可自行决断,自是与宁某无关。 很快,不带宁峰反应过来,黑影便消散不见。 修仙果然玄幻,若在地球,这恐怕是遇到鬼了。 宁峰惊呆了许久,方回过神来,同时感觉自身的脑海轻松了许多,之前融合的零碎记忆似乎也更完整清晰了。 桌上还剩下两张符纸,宁峰决定一鼓作气,画完剩下的两张。 这两张清洁符画的时候,宁峰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进步了许多。 也清楚意识到,第一张清洁符有很多败笔之处可以改进。 这大概就是入门与未入门的区别吧。 很快,两张清洁符就画好,速度也比第一张快了许多。 宁峰轻轻将符上的墨吹干,和之前第一张符一起叠放好,藏在枕头下面。 原生的先天条件不算太差,资源若能跟上,修为速度有望更上一层楼。 躺在床上,宁峰一脸轻松,再次查阅自身信息。 境界,炼器三层,三七一百。 原生八岁发现身距零根后开始修炼,现在十六岁,八年期间修至炼器七三层。 这个修炼速度,谈不上天才,但也不算废物。 在一些资源充沛的宗门家族,八年时间,已经足以让许多弟子修炼至炼器中期了。 原生还卡在炼器三层,很大原因是因为修炼资源的匮乏。 毕竟是一名繁俗出身的小散修。 没有背景,缺乏宗门或家族的支持。 弓法目前只能继续修炼彩灵弓,没有别的选择。 外面买一门弓法,价格不菲。 磅身自保的技能法掘也只有开山术。 制服,不是战斗技能,无法直接与人对战。 宁峰很快就做出了判断,无论从长期来看,最大的问题,还是钱。 好像还有些私房钱。 宁峰翻身下床,他记得床底还有私密小仓库。 谈点一下手头资源,很有必要。 在床底翻了好久,终于在床脚下发现有个小小的地洞。 地洞上面还铺盖了一层黄土伪装。 若不是有记忆提供的认知先诀,外人还真的未必能找得出这个小地洞。 看来原生是个谨慎之人。 地洞里只有一个小兽皮包袱,摊开将里面的所有物资逐一摆开。 家当不多,几乎一眼就能数得清。 看着地上寥寥无几的物资,冥峰再一次皱起眉头。 第三章 仙界零通米 零米,一斤四两。 腌制腰瘦肉块,七两。 下品零食,两块。 零十岁,若干,约折合半块下品零食。 散修身份木牌,一张。 租房契约,一份。 符纸,五十张。 符墨,两小瓶。 静心丹,八粒。 基础刀法,半卷。 现在是月底,还有三天就到了交房租的日子。 原生这间小房子是租来的,房东是林家。 林家是一个住基家族。 几百年前,有一位老祖在这里建立家族,经过不断发展扩大,已占据了附近百余里的地盘。 为了促进方式商贸,增加营收,林家在主城区的外围建了许多房子,希望借此吸引更多的散修来这里落地生根。 所以,相对其他地方,房租开得较低。 房子按月出租,根据地段不同,租金也有所差异。 原生一直四处漂泊,偶尔一次经过这里,发现这里房租居然这么便宜,便和众多散修一样,选择留了下来。 因为手头一直拮据,当出租的时候,原生直接挑了房租最便宜的房子。 每月房租,仅需两块下品零食。 目光扫过地上那两块零食,宁峰陷入了沉思。 这两块零食,三天后就是别人的了。 零食岁,如果购买伙食,加上零米和腌肉,倒是还能撑个七八日。 但这是一天只吃一顿的前提下。 咕,咕,咕。 此时,宁峰听见自己腹中响起一阵轰鸣。 刚才一直在忙活没察觉,现在才发现此具身子。 早已饿坏了。 这么快又饿了。 怎么可能? 宁峰明明记得昨天才吃过饭。 咦? 不对。 难道今天还没吃? 细细回忆了一下后,宁峰很无语。 两个月前,原生为了省钱买制福祉,居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决定一天只吃一顿饭。 这让来自21世纪的宁峰完全不能接受。 不管了,先吃饱再说。 身体是急,不,是修仙的本钱。 此时大概就是晚上七八点的样子。 饮食习惯,让宁峰决定还是先吃饭,填饱肚子。 他从桌底取出一个小砂锅。 放入二两左右的零米,用木勺在储水桶里打了点水倒入, 便直接搁在墙角落那两块板砖搭建的简易灶台上。 生火。 做饭。 磨多酒,锅盖冒烟。 锅内开始咕噜咕噜地响了起来。 瞄准时机又扔进了几片夭兽烟肉片。 很快,一股特殊的香味渐渐弥漫在整个房间之内。 真香。 饭煮好了,宁峰用木碗成了满满一大碗, 就着晶莹无比,如润玉般的妖兽肉片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米香,肉嫩。 这一顿饭,让宁峰感觉比前世吃过的任何一顿饭都要来的美味。 虽然记忆中有着灵米和妖兽肉的味道, 但那只是原生的认知, 原生只是将灵米和妖兽肉饰为修仙的资源。 宁峰亲身品尝,感觉另有一番风味。 就连一旁的死老鼠尸体都没有影响到他的食欲。 吃完锅里的米肉后,宁峰满足地打了个宝格。 随后惊讶地发现体内多了一股暖流, 缓缓游在身体各个部位。 他知道,这是灵米中蕴含的灵力。 灵米是修仙界的专属食材, 和凡人吃的普通大米是不一样的。 修仙者如果常食用灵米会增加体内的灵气, 修为速度也会更快一些。 妖兽肉更是如此。 但灵米和妖兽肉并不便宜, 所以才如是珍宝般被藏在床底。 其实原生平日里, 也只是吃一些普通的大米和菜食。 逢年过节, 才偶尔很下心来吃一次灵米。 有些败家了。 宁峰看着锅里没吃完的灵米饭, 心疼不已。 方才这一顿几乎消耗了原生近三天的伙食量。 第一次煮没有经验, 没想到灵米的果腹感比一般大米要来得强。 按平时自己煮饭量放入锅的灵米, 煮好以后根本吃不完。 算了, 现在天气凉, 放在锅里应该不会变松, 明天还可以当早餐。 很快就释然不纠结这些。 眼下要处理的麻烦并不是锅里的米, 而是那只老鼠尸体。 老鼠尸体留在屋内, 始终会有一些心理隔音。 按照正常思路, 一只死老鼠随便拿出房子外扔掉就可以了。 只是现在已经入夜, 冥峰是不可能再出门的。 潜意识告诉他, 外面的治安真的很不好, 白天还勉强, 晚上就太乱了。 外围出租区域虽然也是灵家的产业, 配备有保卫队巡逻, 但灵家的重点还是放在主城区中心。 斗殴商人甚至谋财害命, 在这里是很常见的事情。 在住宅出租区, 很多管理工作, 灵家只是向征信地抓一下大局, 多数情况下任其自生自灭。 只要不直接影响到灵家的利益, 不影响房租的顺利收取, 很多治安类的事件灵家不会过问。 前几天夜里, 隔壁街道有一个炼气七五层的道友, 外出回来晚了, 在自家门口被杀了。 那位道友虽然不熟, 但也算是街坊。 宁峰在第二天白天路过他们家时, 亲眼看见那名道友的妻女, 哭得死去活来的样子, 至今仍记忆犹新。 炼气五层都被人一刀秒了, 据说被刀直接劈开成两半, 气脏肠子什么的, 洒了满地都是, 想想都觉得可怕。 而灵家的护卫队事后, 仅仅是派人到现场询问了一下, 然后就按仇杀案件记录了。 之后, 就再没下文, 冒着生命风险外出扔一个死老鼠, 宁峰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还是白天再去扔算了, 大不了忍一晚上, 不就是个死老鼠吗? 其实若有窗户, 倒是可以从窗直接扔出去。 可是望着被木板封死了的窗户, 宁峰有些无奈。 原神出于安全考虑, 把窗直接给封死了。 这个木板还是薄了些, 明天出去捡多些木板补一下, 提高安全系数。 宁峰仔细在窗边敲摸了半响后, 发现窗户其实还可以封得更牢固一些。 他觉得明天有必要出一趟门, 一来是扔掉那只死老鼠, 二来要捡一些封窗用的木板条。 第三个是购备一些日常生活物资, 不能只吃灵米和腰瘦肉, 消耗不起。 第四个是需要了解一下房市里的 服录价格等行情, 恢复成功入门。 如无意外这可能是未来短期内, 唯一可以获得回报的渠道。 当然,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穿越成修仙人, 宁峰自己也想清零其境地 见识一下这个修仙世界, 心中多少有一些XXX到此一游的闷骚念头。 毕竟, 他迟早都需要融入这方世界。 像原神这般闭门造车, 对修行不利。 第四章, 倒游请留步。 大概是有了一些对未来展望的缘故, 又或许是因为换了具年轻的身体。 这一夜宁峰睡得还挺好, 没有被床上残留着的原神 那股若有若无的体味给影响到。 一日, 屋顶露入了一丝光亮, 将宁峰从熟睡当中唤醒。 但他并不着急下床, 而是盘坐起来开始修炼彩灵弓。 这也是原神的作息习惯, 因为清晨是一天中天地灵气最充盈的时段。 这个时候修炼彩灵弓比其他时段更合适。 彩灵弓是一门烂大街的基础弓法。 但凡有能力搞到些资源的, 都不会选择此类弓法。 因为它的修炼速度实在是太慢。 也正因此, 导致彩灵弓的价格几乎接近免费, 反而成了散修大众的首选启蒙弓法。 虽然不是什么高级弓法, 但也可以一直修炼至炼气后期, 很多人穷极一生都修炼不了炼气后期, 所以, 足够了。 随着缓缓的吐气那气, 宁峰也第一次感受到了修仙之奇妙。 天地见隐隐约约的那股灵力, 慢慢被他吸入, 随经脉行走, 最终流入丹田。 如此周而复始, 差不多一个小时后, 宁峰感觉丹田里那股真气, 似乎不可察觉地厚重了一点点。 彩灵弓熟炼度加一。 翻开面板。 姓名, 宁峰。 寿命, 三十五分之十六岁。 境界, 炼气三层, 三七一百。 弓法, 彩灵弓, 入门, 二十六斜杠一百。 技能, 制服, 清洁服, 入门, 二一百。 开山术, 入门, 九九一百。 修炼一个小时, 彩灵弓才增加一个熟练度。 若要完成入门级进度, 需要八十个小时左右, 不可操之过急。 宁峰计划每天坚持修炼两个小时, 花一个多月来晋级彩灵弓的进度条。 至于炼气三层的境界进度条, 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境界的提升肯定没有那么容易, 急不来。 现在是时候练开山术了。 宁峰昨晚就有心将开山术练至晋级的。 因为开山术只差一个熟练度, 出门前若能完成晋级, 绝对能提高自保能力。 但宁峰昨晚不敢尝试。 开山术弄出的动静不小, 他担心会招来麻烦。 开山术? 宁峰捏着手绝瞄准墙壁, 一道流光自首, 指蹦发而出。 啪! 一声响, 黄泥墙壁扬起了一片尘土。 开山术数练度加一。 开山术, 精通, 一五百。 从入门晋级到精通级别了。 不过, 精通级别的进度数值也变成了五百。 下次升级恐怕难度不小。 宁峰双眼微亮, 吹干净墙壁上的沙尘, 墙面上现出一个一厘米左右, 深度的小凹痕。 不知道精通级别的开山术威力如何。 这次宁峰不敢用墙壁试验, 墙壁看上下不是那么厚实, 如果威力太大, 很可能被打穿或者开练。 半年前隔壁搬来了一名单身女修, 听说是个寡妇, 平时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看上去并不像善语之辈。 上次封窗户弄出了些噪音, 那几日出入的时候, 宁峰总感觉那寡妇在盯着她看。 只不过, 当时宁峰故意装傻, 低着头快速走过, 并没有和她目光接触。 开山术! 这次声音大了许多, 地面赫然出现了一个 差不多有拳头般大, 手掌般深的凹洞。 如果拿着一条茄子往这个洞里塞, 可以整条都塞入, 直没根部。 这种威力, 若是连续撸个三四次, 宁峰有把握将黄泥墙给击穿。 宁峰眼中充满着笑意, 精通级别的开山术威力, 她很满意。 自保之力, 从此又增加了一分。 收拾东西, 准备出门! 其实没有多少东西需要收拾, 无非就是那两块下品零食和那些零食碎。 为了稳妥起见, 两块零食的分开, 放在内衫不同的兜里。 零食碎则放在外面的兜中, 方便取拿。 散修木牌相当于修仙界的身份证, 出门也需带上, 以免发生意外的麻烦。 一切准备妥当, 宁峰便披上原身挂在门后的浅灰色盗袍。 刚披上盗袍, 就闻到一股熟悉的酸臭汗味, 差点把宁峰给呛到了。 这股味道和床上的味道相似, 想来也是原身的体味。 宁峰低头想看, 发现这件道袍又破又脏。 这件道袍看来很久没有洗过, 从颜色上分辨原本可能是白色的, 现在居然已变成了灰色。 秀领处也有两个补丁, 不过真功过关, 不细看, 倒是不容易发现。 算了, 等日后有钱, 再买多几件就是。 宁峰叹息一声, 他知道这是唯一的一件道袍, 扔是不可能扔的。 修仙者可以没有衬手的法器, 但不能没有一身合体的道袍。 这是最基本的脸面。 从枕头下摸出那三张清洁符, 两张放入袖中。 一张往身上一拍, 一光微泛, 符即燃起。 一阵符文炫光从符中溢出, 如雾气般落到道袍表面。 待雾气散去, 符也燃尽成灰, 整件道袍立即光鲜了许多。 清洁符在修仙世界, 根本不值钱, 其用途和洗洁精差不多, 专用于清洁各种衣物或家具。 至于其价值, 大致等同于后世的一包纸巾。 清晰地察觉到身上那股意味消失以后, 宁峰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找了根小竹棍, 准备挑起那只死老鼠, 但竹棍居然承受不住这只老鼠的重量, 咔嚓一声, 直接断开了。 宁峰这才留意到, 这只老鼠比一般的老鼠体型更大一些。 修仙世界的老鼠, 都是吃零米长大的吗? 这么肥? 宁峰暗暗吃惊, 将死老鼠给挑了起来。 好沉! 走到门后, 竖起耳朵贴在门板上, 凭着呼吸仔细听。 片刻后, 确认门外没有任何异常情况, 宁峰才缓缓打开三道门栓, 推开了木门。 一阵新鲜的空气立即迎面扑来。 微微低扭头左右观察一番, 发现这里有些类似前世的平民区。 周围一排小房子, 都是单层半间。 房子清一色是土泥建造, 一眼望去密密麻麻。 许多房钱都晾晒着各式道袍, 甚至连肚兜, 短插的都有, 看上去很凌乱。 幸好此时天色还算早, 周围没发现有人。 宁峰赶紧转身把铜锁给锁上, 扯了几下, 确认已锁紧便准备指望方式。 道友请留步! 还没迈开两步, 却听到右边传起一道冷漠清寒的声音。 第五章 邻居的肚肚 谁? 宁峰吃了一惊, 死老鼠差点从木棍上掉了下来。 刚才可没发现, 附近有人! 莫非穿越的事情被发现了? 穿越这种事, 在修仙界有个相似的说法, 叫夺赦。 夺赦是魔道中人才干的事, 夺人之体, 舍人之魂。 这种伤天害理的行为, 人神共愤, 人人皆可举刀诸之。 宁峰感觉后脊备一阵发凉, 颤抖着手, 暗中捏了个硬绝。 幸好开山术已经晋级, 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 他心里已做好准备, 随时拼了。 万一打不过, 就只能跑路了。 遗憾的是, 原神并没有学过逃跑的技能。 捏着手指, 强忍下心头的震惊, 扭头望去。 只见说话者是名女修士。 一名容貌娇美, 身材超好的女修士, 竟不知道何时已在了隔壁房门的住边, 面带寒意地盯着她。 女修士样子应该有二十来岁, 容貌虽谈不上清澄清国, 但皮肤白皙, 双腿紧圆修长, 浑身上下都洋溢着成熟女人的魅力。 尤其是身材, 绝了, 站那里一动不动, 都觉得妩媚动人, 看上一眼都能令人遐想无限。 饶是宁峰三十多年的人生跃片经历, 这一刻也有些眼呆, 捏着硬绝的手指不由一松, 忍不住有些心神荡然。 女修士胸前那片黄土岭, 浑然不输岛国某片女主角, 撑的那一身淡青色的道袍, 极其饱满。 目光在快速扫过女修胸前的那一瞬间, 宁峰似有感应, 记忆里关于此女的身份来历, 已然浮现。 周寡妇, 隔壁邻居, 目前独居。 修为比宁峰高, 炼气四层。 宁峰的警惕心顿时降低了不少, 印象中, 这位周寡妇平日里和原神一样低调, 甚少同其他邻居打交道, 看上去不像好相处的人, 但也不像是那种蛮不讲理的人。 邻里邻居的, 除非苦大仇慎的恩怨, 否则不太可能光天化日之下, 直接生死局。 周导友, 走。 宁峰赶紧将死老鼠遮挡在身后, 脸上强行挂上一丝笑容, 尽量地维持着表情自然, 微微地欠身道。 修仙世界尔虞我诈, 他不打算和任何人深交, 但也不想交恶任何人, 但是既然邻居, 基本礼貌还是要有, 礼数得做足。 哼, 灯徒子。 周寡妇感受到宁峰眼神扫来的瞬间, 面色却更为冰寒, 道友不必多礼。 道友之前拿我的东西, 可否还于我? 宁峰闻言一愣, 我拿了你的东西。 什么东西? 他不记得袁深与周寡妇有过什么交集, 莫非袁深曾向他借过钱? 嗯, 不是没可能。 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 袁深或许走投无路之下, 欠了邻居些少钱。 都怪这该死的零碎记忆, 宁峰一拍脑门, 感觉颇为头疼, 也不知道欠了多少。 宁道友何必装傻? 大家都是街坊, 低头不见抬头见。 周寡妇看着宁峰愣神又若有所思的表情, 料想他应该是心虚了。 接着便冷笑道, 前几日我晾在竹竿上的那条肚兜。 你若肯还与我, 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偷肚兜? 宁峰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抬头看了看, 周寡妇的门前和其他人一样, 也有一条晒亮衣物的竹竿, 上面倒是挂着几件衣物。 很多修行者日常清洁衣物都习惯用水清洗, 在自然风干晾晒。 清洁服虽然方便, 但一般都是出门在外采会临时使用。 但凭什么就说自己偷了他的肚兜? 偷女人衣物可不是正常人的思路, 原生应该不是这样的人。 这其中要么是有什么误会, 要么就是周寡妇想讹才。 想到这个可能, 宁峰脸色顿时有些难看下来。 郑瑟道, 道友请慎言, 你的肚兜怎么可能会在我这里? 说吧他忍不住用目光的余光瞄了一眼周围, 再次看看周围有没有人。 毕竟周寡妇这番话, 若让别人听见, 那可不得了。 第一次出门就射死的话, 以后还要怎么换? 周寡妇面上露出一丝鄙夷的神情, 冷然道, 敢做还不敢承认。 那天我刚把衣服晾上, 刚进屋听见外面似乎有声响, 便出门一看, 正好望见你鬼鬼祟祟地从窗户爬进去。 我当时就觉得奇怪, 有大门不走为何要爬窗户, 就检查了一下周围, 发现我刚晾晒上的那条翠雀桃红肚兜不见了, 平时看你为人也颇老实, 未曾想到是这种人。 周寡妇美目狠狠地瞪了宁峰一眼, 眼中似夹着万千冰霜, 无比凌厉。 宁峰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明白这是对方境界高带来的威压, 在窗户爬来爬去, 那不是袁深在封窗户吗? 宁峰想起来了, 那几天袁深为了切割封窗的木板条, 需要亮准窗框的长度, 才爬进爬出。 之所以爬窗, 还不是因为当时门是上着好几道门栓, 开门出入有些麻烦。 何况, 窗也就一米多高。 袁深笔划好尺寸时, 压根就没有离开过窗户。 他抬头看了看周寡妇门前的亮衣竹杆, 确实挺近的, 若是站在宁峰屋子的窗台上, 伸手就够得着。 他急忙道, 周道友, 你误会了, 那天我爬窗是因为需要封窗户, 可没有拿到你的什么肚兜。 周寡妇似乎笃定是宁峰所为, 胸前有些起伏, 声音也忍不住提升了两个音调, 若不是你拿了, 那为何前后不到十夕, 我的肚兜就不翼而飞了呢? 当时外面可是一个人都没有, 十夕就是十次呼吸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有这妖巧吗? 宁峰有些慌, 早晨比较安静, 周寡妇的声音似乎惊动了一些邻居, 宁峰隐约察觉四周似乎有一些目光落在自己身上了。 离得近的一些房子, 都不知何时露出一条门缝。 门缝后, 似有目光闪烁游离, 不停往这边扫尸。 宁峰低声道, 道友, 凡是须讲个证据, 敢问你是如何断定是我偷了你的肚兜? 莫非你亲眼所见? 周寡妇看似怒气更甚, 完全不担心被旁人听见的样子, 大声道,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我还有好几条泄衣也不见了。 第六章, 才是身外物。 还有, 当天晚上, 你还把窗户都给封死, 可是躲在房里干什么龌龊事, 怕被我撞见? 你看看这周围街坊, 哪个没有正经道理, 不是你偷的。 那是何人所偷? 周寡妇的事不饶人, 宁峰感觉四周落到身上的目光更多了, 有些甚至带着一丝细血之意。 这, 这, 宁峰感觉解释不清楚, 把挑着死老鼠的木棍一扔, 走到自己房门前道, 那我现在开门, 你进去搜, 如果在我屋子内搜到你的衣物, 你大可报给护卫队。 他也是豁出去了, 只能如此证明自己。 谁料周寡妇冷笑道, 都过去好几日了, 谁知道, 你是不是将我肚都耍完, 再拿去外面, 扔了? 不然, 你还敢让我进屋? 咦? 正说着, 他语气骤停, 目光落在了地上, 乃只死老鼠上。 接着周寡妇, 似乎忘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神色变化不停, 指着宁峰咬牙切齿道, 你, 你, 怎么了? 一只死老鼠而已。 你, 居然还偷了我的兽宠鼠, 你还把他杀了? 宁峰只感到一阵 威压自周寡妇身上升起, 压得自己差点透不过气, 惊魂失措地后退两步, 惊道, 兽宠鼠, 道友何出此言? 很多修士都养兽宠, 不足为奇。 可是这个老鼠, 是在自家房里发现的啊, 怎么变成了周寡妇的受宠? 可周寡妇那痛不欲生, 咬牙切齿的表情, 不似作假。 你若不信, 可以看看鼠腹, 是不是有三条经文? 周寡妇胸前一阵乱颤, 似乎已经压制不住心中的怒意。 宁峰深吸一口气, 右手悄悄捏了一个硬绝。 他担心周寡妇随时会袭来, 侧着身子举起木棍, 将老鼠腹部翻了过来。 随即倒吸了一口气, 果然, 老鼠腹部有三条寸多长的斑纹。 宁峰眼皮跳动, 嘴角一抽。 这只老鼠, 竟真是周寡妇的受宠兽。 你还有何话可说? 周寡妇喝道, 一张翘脸已然因怒气而战红。 他手中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把剑, 剑身隐隐泛起光芒。 剑尖一挑, 静直指向宁峰。 道友, 你听我解释, 这个受宠鼠是在我屋里发现的。 宁峰有些惊慌, 周寡妇虽然只比他进阶高了一层, 但练气中期与前期的实力差距非常大。 如果周寡妇真的有心杀他, 他肯定撑不了几招。 眼下这种情况, 就算林家的护卫队在场, 只怕也会选择相信周寡妇。 毕竟周寡妇的说辞有根有据, 自己很难解释得清楚。 周仙子, 大不必如此。 就在此时, 旁边另外一间屋子之一声门开了, 走出一个中年修士。 这修士三十来岁, 看上去一脸和蔼, 微笑缓缓朝两人走来, 给周寡妇拱了拱手。 然后又朝着宁峰拱手道, 宁道友别来无恙, 倒是好多日未曾见你出门了。 记忆瞬间闪浮。 唐古, 炼器五层, 也是邻居, 住在周寡妇隔壁。 唐古和他的道旅以杀妖兽为生, 他们经常与其他修士组团到东面的大森林捕捉妖兽, 再到方式里售卖妖兽的兽血和骨肉。 这种谋生方式自然收益可观, 但危险也很大。 稍微运气不好, 遇到高阶妖兽, 随时都可能落地成河。 宁峰搬来这里已经一年多了, 但和他交集也不多。 见过唐前辈, 宁峰自然是姿态做足。 修仙界以实力为尊, 唐古无论是年龄资历或实力, 都比他强太多, 称一生前辈合情合理。 更何况, 唐古这时候冒头叫指周寡妇, 似乎有点做和事佬的意思。 果然, 唐古笑着对周寡妇道, 周仙子, 你们方才所争之事, 我也听得明白。 不过大家都是灵力, 时, 无需打打杀杀来解决问题。 何况就算杀了宁道友, 仙子又有何好处? 不如由我做个忠, 给你们调解一下如何。 周寡妇哼得发出一声冷笑。 狼一声, 软剑如蛇, 直入腰壳, 用怀疑的眼神看着唐古, 问道, 调解。 不知唐道友打算如何调解。 宁峰这才留意到, 周寡妇这把剑居然是一柄软剑, 还真不容易发现。 这娘们居然有法器, 哪怕是低阶法器, 若是动起手来, 恐怕我撑不到三招。 唐古道, 此事, 在我看来, 始终是宁道友失了些礼。 我看不如这样, 宁道友给周仙子一些赔偿, 此事, 就到此为止。 两位道友意下如何? 说吧他看了看宁峰, 又征求周寡妇的意见。 赔偿? 我愿意赔偿一块, 临时给周仙子。 宁峰稍作思虑, 就点头答道。 打肯定是打不过周寡妇了, 至于讲理, 那更不可能了。 宁峰明白, 谁拳头大谁, 就有道理的规则。 与其强行辩解, 还不如直接花点钱稀释宁人。 不行, 至少要两块零食。 周寡妇态度很坚决, 我那肚多和谢一虽说不值钱, 但这只寿虫鼠, 我是花了两块零食在方式买的。 宁峰苦笑道, 周道友, 我最近手头非常拮据, 最多只能拿出一块零食。 周寡妇倒是没有故意抬价, 这种不入阶的寿虫鼠, 价格也就差不多两块零食左右。 若是入了阶的, 至少得几十块零食起步。 不行, 两个。 周寡妇不肯松口。 最后争辩不下, 宁峰不得已翻开一兜, 证明自己确实只有一个零食。 再加上堂鼓在一旁帮着说话, 周寡妇才勉强接受了一个半零食的调解结果。 接过了宁峰递过来的一块零食和一百零食碎。 以后, 莫让我发现你在偷拿我衣物。 他盯了一眼宁峰, 一副这次算你走运了的表情。 随后便转身入屋, 还狠狠地摔了一下门。 宁峰深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朝着堂鼓抱拳。 感谢堂前辈相助, 否则今日之前怕难散了。 堂鼓摆摆手, 客气了, 宁到有日后若打算在这里长居, 还需注意一下影响啊。 说吧他朝宁峰眨了眨眼, 神情有些严余, 转身走开了。 注意一下影响, 宁峰一震, 再次感受到周围那些细血的目光, 很快就明白堂鼓的意思了。 这偷女人杜兜的名声, 恐怕以后都摘不到了。 要尽早搬离这鬼地方。 宁峰不禁苦笑, 心中暗下决心。 接着偷偷伸手摸了摸到袍内, 另外一个衣兜, 又生出一丝庆幸。 另外一块零食还在,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第七章, 凤瑶成方式。 现在全部家当, 只剩下一块零食, 两天后又要交房租。 还差一块, 资金缺口有些大。 如果两天后, 凑不够两块零食, 那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这两天必须想办法, 挣一块零食。 宁峰心中焦虑, 顾不上细想方才发生的事情, 眼下自然是先解决安身的问题。 收拾心情, 低头几步往方式走去。 这一片出租区也有小型方式, 一般是附近的修饰, 相互交易一些资源, 品种并不多。 思索再三, 宁峰决定还是去城内那个大方式。 毕竟方才发生的事, 让宁峰本能地对这个地方有些抗拒。 他现在有点怕遇到熟人。 城内那个大型方式虽然远一些, 但规模上大了许多, 对于宁峰这种刚穿越来的人而言, 无论是增长见识, 还是低价简陋, 都会更友好一些。 林家所在的这个主城区, 叫凤瑶城。 宁峰顺着记忆中的方向, 经过一大片树林, 又提心吊胆地走过林田区, 终于看见了城门。 亮出了散修身份木牌, 心里也终于踏实了一些。 以后有钱, 第一件事就是搬到城内住。 城内的繁华景象, 让宁峰心生羡慕。 满大街都是商号酒馆, 时不时巡逻经过的护卫队, 还有路上那些修士们 一脸的淡定轻松表情。 都证明, 城内比城外, 安全许多。 毕竟, 城内是林家自己的根据地, 安全原则不容挑衅。 在城内, 如果不是自己作死, 应该不用太担心安全问题。 也正因此, 许多拖家带口, 想过安稳日子的修士, 都千方百计, 想搬入城内居住。 而且, 城内的灵气比城外充沛了许多, 因为凤瑶城地底下, 有一处二阶灵脉所在。 谁几个修士, 不想在灵气充沛的地方修炼。 所以导致到城内定居的修士越来越多, 房租越来越贵, 前身之前也曾打听过, 城内普普通通的单间房子, 居然要八个零食。 足足比城外贵了四倍。 许多有一技之长的炼气中期修士, 恐怕一个月也未必能挣八个零食。 进城绕过几条街道, 就到了方市。 虽然原神曾来过多次, 但清零其境还是极大的满足了宁峰的烈气心。 这里几乎什么都有, 灵米、 妖兽肉、 功法秘籍、 法袍法器, 能在修仙界经常用到的东西, 这里都能买到。 在这里售卖东西, 和在城外的小方式不同, 在这里, 售卖是需要费用的。 地摊费, 走摊费, 店铺费。 所以, 方市内既有固定的店铺, 也有地摊区, 还有在人流中四处穿梭的流动贩子摊。 道友, 要不要聚零丹? 一个流动摊贩子看到宁峰在一家丹药铺门口驻足, 双眼一亮, 谄媚笑着走向前搭讪。 其实, 宁峰站在这家丹药铺前并非是打算购买丹药, 他是在欣赏自己。 因为丹药铺前放着一面铜镜, 宁峰路过铜镜前便忍不住驻足停下。 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的自己。 尽管有一种与陌生人对视的感觉, 但他还是被铜镜里的那个翩翩美少年给帅到了。 这不正是传说中的盛世花样美男吗? 朴素又打着补丁的道袍, 布满灰尘, 还有破洞的鞋子, 甚至一脸的眷色, 都这挡不住这张脸的帅气。 见眉心目只是标配, 气质贵然却是灵魂。 前世他相貌普通, 泯然众人, 没想到, 如今, 这副皮囊这般出众。 呆了好久, 心里五味沉杂, 才回过神。 聚灵丹? 怎么慢? 宁峰顺口一问, 他兜里那一块零食是翻身的唯一资本, 可不会轻易花在丹药上面。 但多了解一下, 没有坏处。 聚灵丹是练气前期的常见修炼资源, 如果每天服用, 修炼速度会快一些。 效果虽不是很大, 但聊胜于无, 所以, 价格也贵不到哪里去。 不过磕要贵在坚持, 别人天天磕你不磕, 修炼进度上就输了一小步。 贩子笑道, 一块零食三瓶。 你要是去店里买, 一块零食最多只能买到两瓶半。 哦, 道友的丹药可是有瑕疵? 没有, 怎么可能有瑕疵? 贩子脸色一正, 摇头地说, 我们流动摊的品质不比固定商铺的差, 只是摊位租金这里省下了些成本罢了。 我看道友是练气二层吧, 聚灵丹正合适啊。 道友你听我说, 千万不可小看聚气丹, 短期内虽然看不出什么效果, 但如果长期服用坚持以恒的话, 必然会有所回报的。 而且, 若能经常找我买, 我还能便宜点给你。 这个贩子一脸笑容, 还懂得察言观色, 倒是个会做生意的, 连下次交易都盘级上了。 若找对买家, 说不定真的能细水长流。 可惜我没钱。 宁峰笑道, 道友好眼力, 我正式练气二层, 不过聚灵丹之前, 家里备了不少, 还没服用完。 下次来方时若遇到你, 有些失望, 但还是冲宁峰抱了抱拳, 继而转身去寻找下一个目标。 宁峰也继续在方式里逛了起来, 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 了解服录的行情, 才是他这次出行的最重要目的。 这两天唯一能赚钱的门路, 只可能是服录了。 尽管这个可能性也不大, 清洁服几乎不值钱, 除非是极大批量的交易, 否则几乎没有盈利的可能。 得尽快找到突破口。 走到一个卖服录的地摊前, 蹲下来细看了起来。 这服录摊只售两种服, 隔音服、传讯服。 隔音服使用很普遍, 可以在交谈的时候使用相当一个节界, 隔绝外界, 根据服的品质高低, 让不同范围外的人听不见交谈声音。 传讯服有些类似语音流言, 不过只能以文字方式呈现, 使用者以自己神念注入, 留下印记, 再将传讯服送与他人, 可互通消息。 但传讯服距离也有限, 如果品级不高, 很难超出几百里范围。 都是低级服录重, 比较普通的服录, 怎么说呢? 都是垃圾。 一些修饰如厕时, 如果没有带清洁服, 通常都会用这两种服来擦屁股。 擦完还也不会觉得心疼, 但是价值上依然比纸巾贵一点。 而且, 这摊位的服多数都是中品等级, 还值点钱。 第八章, 服录的行情。 服录等级分为初级、 中级、 高级。 每一级的品级又分上、 中、 下品。 看来摊主虽然修为不高, 只能绘制初级服录里比较普通的服录, 但胜在精益求精, 品质上拿得出手手。 摊主是个中年人, 正坐在地上看书, 见有人来到摊前。 抬起眼, 只看了宁峰一眼, 便又低下头, 继续看书。 这么不懂招呼人, 难怪生意不好。 宁峰也没理会, 想拿起一张传讯符, 仔细观摩一下。 传讯符的绘制方法他记忆里没有, 但记得家里那本入门符录制作详解, 上面倒是有记载。 如果能观摩一下现成的符, 对他自己绘制时会有一些帮助。 至少下笔回笔时的轻重可以提前掌握。 可就在他刚刚伸出手时, 却听见摊主淡淡道。 既是同详, 看看可以, 请勿动手。 眼睛这么多。 宁峰手盾在半空, 这都能看得出我也是浮尸。 缓缓把手伸了回来, 陪上笑脸道, 道友, 这个传讯符怎么卖? 你要多少? 十张? 不, 十五张。 宁峰有心买几张回去仔细观摩一下。 百张起卖。 一百张怎么卖? 道友确定要买? 我。 最终, 在摊主有些恼怒的眼神攻击下, 宁峰信心地站起身子。 修仙百意, 岂能随意给童想展示, 这个世界竞争太激烈。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在这里, 都是小事, 学会后反杀师傅的, 大有人在。 宁峰离开时, 终究还是忍不住回头问了句。 敢问道友, 是如何知道我是浮尸的? 摊主头都不抬, 淡淡回到, 来买传讯符的人根本无需仔细看。 道友看了这么久, 不是浮尸是什么? 受教了。 宁峰一脸的福气。 无所谓, 这种烂大街的福禄, 不怕搞不到手。 又在方式内逛了一圈, 宁峰总算基本搞清了福禄的大概行情。 普通的福纸, 一块零食, 可以买一千张左右, 是福纸的材质而定。 普通妖兽血制成的福墨, 半块零食, 三瓶。 三瓶福墨正常的话, 可以画一千多张福。 下瓶的传讯符, 一块零食, 三百张左右。 下瓶的隔音符, 一块零食, 两百张左右。 至于清洁符, 在方式内基本属于附带的小赠品。 宁峰亲眼看到有人买了几瓶丹药, 店家就送了一叠厚厚的清洁符, 看样子至少有上百来张。 偶尔有一些商铺, 也有清洁符零售, 但最低都要买一捆起步, 一捆也就是一千二百张。 一千张多张清洁符, 价格不过半块零食。 乍一看, 似乎清洁符的售价比成本还高, 但经过各种打听, 宁峰才明白其中的门道。 而且他们有批量生产清洁符的绘制方法。 这些门宗虽然在其他地方, 但商贸势力渗透到各地, 凤瑶城里的清洁符也是由这些渠道供给。 城内根本就没人绘制清洁符。 原来如此。 宁峰有些心疼, 昨晚浪费了两张符纸。 他心里默默盘算了一下, 如果按照三成的画符成功率, 传讯符和隔音符也是仅仅够本。 除非成符率达到五成以上, 才有转头。 符墨家里还有两瓶, 身上这最后一块零食,买一千张符纸回去。 就算有五成的城符率,城符五百张, 回来方式卖掉,最多也只能换回两个零食。 这还没算上摆摊费。 而且交了房租以后, 连制符的材料都消耗完毕, 符墨符纸都没有。 烂大街的符路挣不了快钱。 宁峰将目光放到高级一点的符路上。 炼器三层的修为, 可以绘制的制符、布置、清洁符、 隔音符、传讯符这三种。 清洁符式炼器一层就可以绘制, 隔音符、传讯符则对应着炼器二层。 炼器三层则有两种比较常用的符路, 泄力符、预风符。 泄力符是一种有轻微防御能力的符路, 以符泄力,减少伤害。 预风符,以符戒风,减少风力的阻挡, 赶路或者逃生时使用可以跑快一点点。 防御、逃生、救命类的符路在修仙界备受追棒。 毕竟与昂贵的法器相比,符路实惠太多。 法器可不是普通修士有实力能拥有之。 这两种符路防御护身类的符路, 哪怕效果与救命法器相比,微乎其微, 但起码能在作战中减少一些伤害, 逃跑的时候更是能快上一点。 伤轻一些,又跑快一点, 或许就不会身于命亡。 此两种符在方式内价格兼挺。 谢力符,50张,1块0时。 预风符更贵一些,30张,1块0时。 在方式内,这两种符基本就是主流符路了, 属于硬通货。 在网上,又属于一个分水岭, 炼器中期才可以绘制。 例如储物符,轻身符, 虽然方式内也有卖,但不多。 这些,不是烂大街的货。 一圈转下来, 领风觉得,那本入门符路制作详解, 应该没有问题。 上面记录的几种符路恰好就是到炼器三层, 也有预风符与谢力符的绘制方法。 他甚至在方式里发现几家地摊都有售卖此书, 两块零食一本。 终极水平的符路书籍, 几乎没有见到。 或许大一点的专卖功法秘籍的店铺有, 但领风也没有去问。 对比了一下店铺和地摊的价格, 领风还是觉得地摊的价格更加实惠, 看到前面有一家卖符址的摊位, 便打算过去入手一些符址。 还没走近, 却发现摊主很面熟。 来不及在脑海里搜刮记忆此人是谁, 领风下意识就想转身离开。 没必要和熟人过多接触, 容易出问题。 万一前身与人有什么牵扯, 自己想不起来, 岂不是自寻麻烦? 咦, 道友, 好些时日未见, 你到方式来了。 女摊主眼间早就发现凝峰, 远远就热情打招呼。 凝峰善笑一声, 前段时间有些忙, 这两日有空便出来转转罢了。 女摊主笑道, 上次买的符址可用完了, 要不要再买一些备用? 看着女摊主热情的笑容, 凝峰顿时想起来了, 之前与她交易过几次。 符址扶墨, 还有入门符录制作响解, 也是在这里买的。 第九章, 道友来玩玩。 当下心中淡定许多, 点头道, 符址虽然还没用完, 但若价格合适, 背上一些也无妨。 她弯下腰, 仔细拿了一张符址, 端在手上细细扶摸, 品质不比那些专卖符址的大店铺差。 甚至任性, 还有过支。 价格, 就按上次价格给道友, 够实惠了吧。 若是道友买多点, 还能更便宜些, 一块零食, 我给道友一千二百张。 再送道友三张隔音符, 如何? 女摊主笑道, 她看一眼宁峰的脸色, 自是已知道她对符址品质满意。 宁峰不多说, 直接掏出兜里最后一块零食递了过去。 确实够实惠了, 其他摊位一块零食最多只能买到一千一百张, 还没有赠品。 包好一叠符址后, 女摊主面上笑容更甚, 掏出四张符录递了过来, 下次需要买什么, 可以直接传讯。 谢道友了, 宁峰接过符址, 满意地点了点头, 但她并没有离开, 而是蹲下来继续看摊上的其他东西。 这家摊子除了卖符址墨, 还卖一些与符录相关的其他东西。 摊上的货加起来, 价值至少都差不多百来块零食。 宁峰暗暗则舌, 女摊主看上去比她大不了多少, 可身家却如此丰厚, 不由有些羡慕。 道友可是看中这只符笔。 女摊主留意道, 宁峰暗光落在一只符笔上, 便开始狂发推销术。 道友可真是好眼光, 这只符笔名为苍丸根, 虽然不是法器, 但材料特别罕见。 持此笔画符, 能增加半成的成符率。 若道友看中, 八块零食取走便是。 宁峰文言不由有些心动, 八块零食, 若能增加半成的成符率, 倒是不算贵。 等以后有钱了, 可以考虑买一只。 心中虽如此想, 表面却还是摇头, 目前我画的都是低阶符符, 此笔对我无甚价值。 接着宁峰又问道, 道友, 我之前在你这里买的那本入门符符制作详解, 不知能否回收? 女摊主毫不犹豫回道。 可以, 道友随时肯拿回来换零食。 不过, 规矩道友也应该懂吧, 不可能是原价回收的, 我最多给你五成的价。 而且, 风皮不能有损坏, 里面字迹务必完整清晰, 不然就很难再次受除了。 那是自然。 宁峰心中欣喜, 告辞贪主转身离去。 入门符符制作详解, 可以随时变现, 就等于手头多出半块零食的周转资金。 若这两天画符计划不理想, 这半块零食说不定就是救命稻草。 走出方式, 宁峰直奔两米店用三张隔音符和自己手上的两张清洁符, 和店主磨了半天才换了一斤普通大米。 隔音符对于它作用不大, 还不如换成米。 这两天手头实在是太紧, 家里那一斤多的零米, 宁峰也决定不再动, 留着。 说不定哪天落魄, 走投无路了, 还能换一些零十岁, 不至于落得身无分文。 唉, 如今已是落魄之时, 宁峰摇头暗叹, 振作起精神, 拎着符纸和米, 准备出城。 要尽早回去画符, 争取这两日搞到房座。 经过一条不慎繁华的街道时, 宁峰正心事重重, 低头走着, 突然感觉一阵香气传来。 似有双光滑之手, 拉住自己的手臂, 忍不住回头一望。 只见一名淡妆娇妹, 衣着清凉的女子, 正扯着自己, 不由大吃了一惊。 道友! 悟慌, 小女子有礼了。 娇妹女子放开宁峰手臂, 湿了一礼, 露出白兮兮的预警。 宁峰顺着视线, 几乎能看到, 大部分不应该看到的东西。 嘘, 倒吸一口气, 心跳骤然快速起来。 她强装镇定, 后退半步, 这位道友, 不知道有何指教。 娇妹女子往前走了一步, 凑近宁峰耳边, 低声笑道, 道友, 我们万宏阁今日成熙的新变开张, 所有消费一律六折结算, 道友可有兴趣过去逾越一番。 消费逾越一番? 万宏阁很大气的名字, 虽不知道是什么场所, 但想来消费不会低。 宁峰不打算凑这种热闹, 别说六折, 一折他都没有。 宁峰抱拳摇头道, 不必了道友, 改日吧, 我尚有事处理。 娇妹女子却不死心, 继续缠了上来, 娇声嘎道, 道友就来玩玩嘛, 又耽误不了多久。 今天好多新姑娘, 很乖很听话的, 道友万万不能错过, 如此良机。 这一家子音, 宁峰突然明白了, 休仙界的青楼女子, 告辞告辞, 宁峰转身就走。 凭娇妹女子在身后又缠了一回, 看到宁峰确实无意, 这才换了其他目标。 一路上又见到许多衣着清凉的女子, 三五成群的四处拉扯行人。 路边行人见怪不怪, 似乎这种行为是很正当的营生, 不过这也很正常。 笑评不笑娼, 哪里都一样, 休仙界也是如此。 宁峰一路上也特意地暗中观察, 毕竟来都来了, 多了解一下城内的生活, 绝非坏事。 她发现这些女子身材容貌都极好, 举止优雅, 甚至可以说是媚而不俗。 其中一部分身上气息波动, 能感觉到她们的修为境界似乎并不低。 而且这些女子的衣裳, 知识非常统一, 一看就知道是万红阁的工作服务。 饶我道歇。 可恶。 出了城后, 不知为何, 宁峰脑海里总不由自主地 浮现那些女子懒客的场景。 忍不住心里, 一路怒骂。 完全没有留意到, 在她出城后, 有人在隐藏气息, 若即若离地摇摇跟在她后面。 直到走过那片林田, 行至一条林旁小道, 宁峰才有所察觉。 谁? 手中捏了硬绝, 宁峰突然转身, 望向身后空荡荡的路面。 想不到这样, 都被道友发现了。 林间现出一道身影, 表情有些吃惊地望着宁峰。 你是何人? 宁峰皱眉。 这个人身材瘦靴, 身上的道袍脏脏兮兮, 居然比宁峰的还破烂。 手上拿着一把刀, 看样子也像是路边摊的火。 印象中没有任何此人的信息。 那修士, 脸色露出宁笑, 将身上所有东西拿出来, 放在地上, 你便可离去。 第十章, 第一个对手, 打劫? 我若不肯呢? 宁峰有些慌, 属性面板上不是显示寿命三十五吗? 这么快就直面生死, 那就是找死。 修士一脸凶狠, 突然举刀袭了过来。 刀起风声, 势大力沉, 宁峰只感觉一阵压力从天而降。 他心里本能的疯狂预警, 感觉若不做点什么, 下一刻必然会死在刀下。 开山术! 手里捏的硬诀已经蓄力许久, 不容宁峰在此时考虑, 直接激发。 电光火势之间, 开山术朝那修士射出。 许是惊慌, 准心有些偏移, 击中修士腹部。 碰! 一声闷响过后, 只见血光似箭如雾, 修士袭来的身子顿了一顿。 腹部多了一个, 拳头大的血窟窿。 狂浪! 刀已落地。 你, 修士满脸不可思议。 你不是恋气二层。 宁峰见对方还能说话, 惊魂未定之余没有多想, 手指又捏出一道硬诀。 开山术! 再次激发。 哄! 血雾再次弥漫在风中。 修士的双腿如被巨石碾压过一般, 瞬间变得血肉模糊。 啊! 修士痛不欲生, 只剩双手乱舞, 道友求求你, 别杀我。 我错了。 开山术熟练度加一。 开山术熟练度加一。 方才一切发生太快, 面板现在才给出了反应。 宁峰也被自己的一波操作震惊到了。 精通级别的开山术, 威力不小啊。 姓名, 宁峰。 寿命, 三十五分之十六岁。 境界, 练气三层, 三七一百。 功法, 采灵弓, 入门, 二十六斜杠一百。 技能, 制服, 清洁服, 入门, 百分之一。 开山术, 精通, 三五百。 没空细看面板信息, 宁峰平缓一下气息, 但手里, 仍不敢松懈, 捏准硬绝冷声道, 你的其他同伙在哪里? 他不确定对方是否还有同伙。 修士挣扎着痛苦道, 前辈, 我就一个人, 没有同伙。 没有同伙? 你以为我不知道? 宁峰虚张声势, 仰起手, 准备再次激发开山术。 修士忙道, 前, 前辈饶命, 真的没有同伙。 我是在房市里, 就开始跟着您的。 我见您逛了这么久, 还向别人打听清洁服的价格, 我就猜想您是个, 还没入门的服饰。 所以我就打算跟着您, 见您又买福纸又买米的。 料想您身上带着不少零食, 便打算跟到城外, 找个时机劫的道。 没想到, 您修为这么高。 宁峰很无语, 你没看见我道袍都打着补丁吗? 劫我的道? 再说, 米也是换来的。 而且就只有一斤, 这都要抢。 现在的修士都穷到这种地步了吗? 宁峰四周望了望, 此时路上并无其他人。 这个修士对我不利, 须斩草除根。 修士见宁峰眼睛充满杀气, 吓得差点晕了, 痛哭求饶。 前辈, 求求你, 别杀了我。 我也是被迫无奈。 被迫无奈? 我原本在城外住的, 上个月因为零食花完了脚不起房租, 被赶了出来, 只能在城外东墙脚边暂时露宿着。 这些天都靠抢一些零食才能维持至今。 修士身上流血似乎更多, 说话开始断断续续。 哦? 你的家人也在城外东墙脚边住着? 宁峰试探着问。 修士见宁峰口气, 松了一些, 有些欣喜望外。 前辈, 晚辈是一个人, 并无家人。 家人二字还未说完, 一道流光掠过。 击中修士头部, 他哼都没哼一声, 便以身死盗销。 开山术术练度加一。 宁峰快速捡起刀, 插在腰间, 又把尸体拖到林子深处, 再回到路边, 捧着泥土覆盖在有血迹的地方遮挡。 然后飞身潜入林中, 浮在地上。 死死盯着路边, 路上偶尔有行人来往。 如此过了将近半个时辰, 确定没有其他异常, 也无人来寻找之后, 宁峰才回到修士的尸首旁。 一屁股瘫坐下来, 只觉得恶心无比, 想呕吐。 对方要杀他劫财, 宁峰杀了, 他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但毕竟第一次杀人, 没有经验。 做了好一会才缓过神。 修行路上,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矫情了。 宁峰心里警告自己, 不能在此过多停留, 尸体血气, 很容易招惹野兽。 宁峰快速又仔细地摸索起修士尸体, 袖子, 内兜, 外衣兜, 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位置。 穷鬼, 晦气。 忍着恶心, 反复摸索了好几遍, 宁峰傻眼了, 居然什么都没有。 不过想来也正常, 这修士瘦得皮包骨, 恐怕身上稍微值钱的东西, 都拿去换米了。 难怪宁峰手里拎着的这一斤米, 他也要抢, 额疯了。 无奈之下, 重新拎着米和符纸, 在林中穿行了一会。 宁峰才从另外一侧, 重新绕回到路上。 手里紧紧握着鞋插在道袍上的刀, 差不多全程小跑, 一路不时提心吊胆的张望。 直到视野里出现陌生又有些熟悉的自家小土屋子, 宁峰才松了一口气。 到家了。 低头穿过四周, 邻居有些异样的目光, 开锁开门, 迅速闪人进屋, 反手连插上三道门栓。 这才发现后背已经湿了, 脱下道袍。 坐在竹椅上望着夜壶, 独自愣了好一会。 咚,咚,咚。 有人敲门。 宁峰从竹椅上跳了起来, 刚放下来的心再次提到喉咙上。 谁? 提着刀走进门边, 低声问道。 宁小哥, 是我, 正婆子, 开下门。 破门其实有些漏风, 门外声音清楚地传了进来。 正婆子? 有印象? 说是婆子, 其实也就四十多岁而已。 徐娘半老的那种。 印象中正婆子经常与其他邻居扯家常, 人缘不错。 平时和宁峰接触不多, 偶尔路上遇见点个头。 这次敲门不知是为何事, 宁峰满脑狐疑, 但还是决定开门。 正前辈, 有事吗? 开门后, 宁峰很有礼貌地问道。 他不知道正婆子是什么修为, 喊一声前辈应该没错, 年龄百在哪呢? 正婆子穿了一身, 很喜庆地暗红色道袍, 往屋里瞧了几眼, 便笑着道, 宁小哥不请我进屋坐坐。 是宁某失礼了, 前辈, 请。 宁峰赶紧侧身, 请了正婆子进屋。 四十多了, 还保养得挺好。 看到正婆子眼角只有一丝淡淡的鱼尾纹, 皮肤甚至还挺温水, 宁峰心里嘀咕了声。 第十一章 媒婆郑大娘 正婆子也不可客气, 静止在主意上坐了下来, 然后目光又落在宁峰脸上, 笑眯眯看了半天。 之前倒没发现, 宁小哥竟这般俊俏。 真是太好了。 正婆子眼睛放光, 脸上笑意更浓, 似乎发现了什么宝藏一般。 莫非他看上我了? 宁峰心里突然生起一个古怪的念头。 许多长得帅的男修为了谋求修炼资源, 而出卖自己色相, 在这个世界是很正常的事。 说实话, 今早在丹药铺同镜前, 他都被自己帅呆了, 像自身这种盛世美男, 对大妈级别的妇女最具杀伤力。 若是对方提出包下自己, 该如何不施礼貌的婉拒呢? 哎, 怎么说呢, 对方的年龄始终大了一些。 心里那关, 恐怕过不了。 宁峰脑子飞快旋转, 寻求最佳的解决词汇方案。 转念间, 又想到, 万一被对方强行包下, 似乎也没有很大的损失。 其他的不说, 单是房租, 应该立马得到解决。 嗨嗨, 想得有些远了。 宁峰收回心神, 谦虚地笑了笑道, 前辈过奖了, 破皮囊一句, 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 言语间很无奈地摆了摆手, 又问正婆子, 不知前辈找我, 有何指教? 我是媒婆, 你说我找你, 还能有什么事? 媒婆? 原来她是媒婆, 宁峰这次倒觉得不意外了。 正是。 正婆子一脸喜气笑道, 宁小哥, 我想给你说门亲事。 哦, 原来如此。 宁峰突然为方才的念头, 正婆子看到宁峰有些面造耳红, 安慰道, 宁小哥不必这般害羞, 找个道理成家立业, 又不是见不得光的事。 更何况, 你也不晓了, 身体各方面又正好展开了, 精力过于满盈, 总得要有处可谢不是? 宁峰张大嘴巴巴搭了两下, 想着要说些什么, 但最后发现自己竟无言以对。 正婆子压低声音, 露出一点神秘的表情, 接着给宁峰说道, 宁小哥可觉得我说的有无道理, 寡妇的肚兜, 有什么好? 找个正经道理, 不比那好耍多了, 百分号, 百分号, 宁峰脸上的肌肉再控制不住, 轻微乱颤着, 前辈, 此事是个误会, 不是你想的这般。 行了行了, 我知道是个误会。 哥哥哥, 正婆子好像想到了什么, 色眯眯的双眼, 放肆地描向宁峰两脚之间, 竟然有些猥琐地笑了起来。 宁小哥可千万要节制, 若是伤了身子损疾本源, 恐怕对修行不利。 宁峰嘴角一抽, 心中暗叹一声, 沉吟了下, 方道, 前辈想谁做美? 不妨说来听听。 宁峰也不好扶了邻居的面子, 想听他说完, 再找个由头, 打发他走人。 有史之中, 宁峰都没有考虑过结婚的事情。 就算在前世, 三十五岁高龄都仍然保持单身, 也是基于同样的想法。 他觉得, 如果自身经济能力不够强大, 贸然找对象, 会为双方带来很多后续麻烦。 在这里, 如果没有实力, 就不仅仅是麻烦了, 很可能连家人生命安全都保护不了。 自己练弃三层的修为, 别说成家立业, 能活到寿源正常终结时, 已经是奇迹。 若是不能护家人周全, 何必成家, 一个人不相吗? 青老李, 我来去如虎, 勾篮外, 我进出如龙, 不必吊死在一棵树上来的墙。 好, 你听我说, 郑婆子没有忘记这里来的正事, 牢牢叨叨给宁峰说了起来。 宁峰发现, 郑婆子虽然一把年纪, 但真的很会保养, 连身材都未曾走样太多, 就算近距离细看, 也不比周寡妇差太多。 听了半天, 宁峰也终于搞明白了 她要介绍的对象是谁。 居然也是一位寡妇。 正是前几日晚上, 在自家门口, 被一刀劈成两劫的那位修士的遗双。 遗双姓唐, 叫唐英如, 三十岁不到, 练气二层的修为。 两人还有个女儿, 十一岁, 年前刚引灵入体成功, 迈入练气一层。 听完, 宁峰不敢置信, 猛了好一会。 郑道友, 你不是耍我吧? 你觉得我们合适? 宁峰连前辈都不喊了, 脸色已然黑了下来。 简直是欺人太甚。 我一个十六岁的花样美男, 你给我介绍一个寡妇? 宁某目前修为太低, 不想拖累唐仙子, 还请道友另寻他人说梅。 要不是顾忌邻居情面, 宁峰都想直接翻脸, 把郑婆子赶出屋子了。 莫急, 莫急, 宁小哥先听我说完。 郑婆子苦口婆心继续劝道, 我可不是乱点鸳鸯谱的, 是唐仙子让我来问你的。 哦? 唐仙子委托你来说梅的? 正是, 而且他特意交代我, 只来和你说清, 不许与他人提起此事。 郑婆子郑重其事点了点头, 表情不似有诈。 父亲还没有道理的难修, 可不止我一个, 唐仙子为何唯独选我? 宁峰有些愕然, 忍不住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如此说来, 唐英如也垂涎自己的美色。 因为除了美色, 宁峰真想不出自己还有其他 可以拿得出手的优点。 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唐英如的模样。 他见过好几次, 隔壁街的可以说是天生丽质, 姿色超群。 就姿色身材而言, 丝毫不比周寡妇差。 平心而论, 如果有个这样的道理, 经常聚一下, 宁峰觉得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但带着一个脱油瓶, 宁峰就接受不了。 多一张嘴, 可不是多一双筷子那么简单。 郑婆子点头, 用只有宁峰听得见的声调。 神秘道, 唐仙子说, 他是看中你的心性。 他啊, 其实也是个命苦人, 他之前的道理未死之前, 经常去勾兰夜不归宿, 有时喝多了, 还打他们母女俩。 郑婆子长叹一声, 他整天与街坊们八卦聊天, 对这些情况自然很清楚。 看中我的心性。 宁峰皱起眉头, 摇头道, 道友有所不知, 唐仙子与我都未曾说过话, 他如何能知道我心性如何。 郑婆子白了宁峰一眼, 还不是早上那件事。 唐仙子听闻了你偷, 娶了周寡妇杜兜的事之后, 就让我来找你说清了。 他说你孤家寡人的, 宁愿偷杜兜, 也不愿意去勾兰那种脏地方。 一定是个洁身自爱的男人。 你心性不好, 还有谁心性好? 你没看那些单身的修士, 二章,心中无女人。 唐仙子说像宁小哥这样的男人, 若结为道旅, 一定会非常顾家的道旅, 不会像之前那个道旅般, 整天欺负他们娘俩。 唐仙如隔着几条街呢, 这么快就传到那边去了。 宁峰嘴角又抽动起来, 目光如刃, 双手也忍不住地莫名颤抖, 紧紧地握成了拳头。 道友不必多说, 我和唐仙子不合适。 不说别的, 年龄就差相差太多。 终究忍下, 冷着脸说了一句。 老牛吃嫩草他不反对, 但若自己是那个嫩草, 却难以自处。 转而宁峰又觉得这么说话, 过于直接了, 很伤人。 若是因这点小事得罪人, 太不明智。 于是接着道, 而且我修为太低, 有什么事我都自身难保, 恐怕难护他们母女俩的周全。 果然。 郑婆子笑道, 唐仙子早就猜到你会如此拒绝。 他让我转告你, 如果你愿意和他结成道旅, 他愿意承诺三件事。 第一, 他会和你一起搬到城里定居, 以后一起安稳过日子, 费用他说, 你不必操心。 第二, 他会支持你修炼, 保证你在住基前的所有修炼资源都充足。 第三, 他女儿, 也就是那个女娲, 可以改跟你姓。 城内定居, 资源供给。 宁峰抬了一下眼皮, 仰头望着屋顶, 陷入了深思。 郑婆子见宁峰的表情便知他以心动。 接着给宁峰灌输修仙界的男女常识。 至于你说的年龄差距, 算个屁问题。 你自己看看, 周围街放多少这样的道理。 修行路上, 十几年岁月不过弹指尖光景, 他日唐仙子若先筑击成功, 寿源增长青春常驻, 恐怕那时已是年鱼茂蝶, 十日不多。 你看看住我对面, 那个高老头, 都换多少个道理了。 看顺了眼, 大家就搭伙过日子, 圆镜时自然各奔东西。 仙徒虽有伴, 岁月却无情啊。 正婆子突然一番感慨, 眼角尽有些微微湿润, 双目遥空, 似乎想起一些往事。 宁峰文言, 忍不住心头跟着一紧。 仙徒有伴, 岁月无情。 不能老用前世那种观念, 来看待这里的男女关系。 修仙者之间, 道理之间并不是单纯的只论感情, 更多是合作关系。 有两百多岁的助基修士, 纳了十八岁的小姑娘, 女方还大摆宴席, 视为荣耀。 也有七八十岁老玉, 完守二十来岁的美公子, 遨游云林之上, 隐居山野之间。 道理, 仙徒道上的粮食亦有, 护取所需罢了。 一时间, 宁峰有些心乱。 正婆子长叹短须一番后, 站起身, 拍拍身上的衣裳, 挺着凶笑道, 宁小哥不必急着回复, 不妨先考虑一段时日, 过几日我再来找你。 如何? 如此甚好。 过几日再答复前辈。 宁峰送走正婆子, 这突如其来的说媒, 让她的计划多出了一个选项。 但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先画符。 宁峰没有忘记金手指, 靠富婆不如靠系统。 若能尽快在符路一道上找到突破点, 他日正得临时堆山, 天下何处去不得? 何愁仙界无方草? 区区一个寡妇, 就想羁绊住我。 整理思绪, 宁峰端立在破目桌前, 翻开那本入门符路制作详解, 认真参详起来。 书中一共记载了六种符路的制法。 清洁符, 隔音符, 传讯符, 谢力符, 御风符, 回春符。 清洁符已经入门。 隔音符, 传讯符利润不高。 回春符绘制要求有些高, 自身修为有限, 短期内想掌握有些好高无远了。 宁峰心思还是放在了谢力符, 御风符这两种符路上。 谢力符的绘制比清洁符难度大了许多。 宁峰取出符纸, 用拳头压在桌子上, 狠狠地把符纸掳平, 举符粘墨。 闭目定神, 三吸后, 提气, 下笔。 丹田中一道真气涌出, 顺着筋脉流向右掌, 注入笔尖。 笔尖微微冒着清光时, 以气运笔, 宁峰全神贯注地按照书上记载的方法运化了起来。 红墨快速渗入符纸内, 符纸开始泛出微红色的符纹。 这些符纹跟随着笔尖运转而不停流动, 并愈发明亮了起来。 眼看即将收笔, 宁峰不知道为何心神一动, 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万红阁那些女子的画面。 不, 符纹消逝, 红光暗淡。 失败了, 成败兵家常事。 宁峰自然不在意, 若能一次化成谢力符, 那才不正常。 他如今相当于越阶画符, 成符率能有三层, 就很不错了。 十张符指, 若有七张失败, 都是合理范围内。 再次沾墨下笔, 符纹呈现, 红光微绕。 不, 又失败。 宁峰感觉有些肉疼, 咬咬牙, 再来。 如此反复下笔数次, 都是最后一笔收起的时候失败了。 原因无他, 每次收笔之时, 他情绪都有些波动。 脑海四中了魔似的, 时不时想起唐仙子, 要么冒出万红阁群女的画面出来。 还有一次, 竟然想起周寡妇的那件肚兜, 尽管宁峰压根就没见过, 那肚兜长什么样子。 看着桌面上那七八张废品, 宁峰将笔一摔。 哎, 女子物无甚深。 拿着书, 坐在主椅上想了好一会。 宁峰才明白, 今天发生的这些事, 扰乱了自己的心神, 情绪不稳, 画幅自然失败。 真是一群可恶的女人, 心中美女, 下笔自然神。 宁峰记得, 床底有几粒静心丹, 挪开床, 翻出地洞里的包袱。 拿起一枚静心丹, 毫不犹豫地直接吞下。 果然很快就感觉到, 一股清凉落入体内, 缓缓四散开来。 这股清凉沿着经脉四处流淌, 最后汇集在头顶, 灵台清零, 一片虚空。 体内那份躁动不安, 立即顿逃不见了踪影。 宁峰半闭眼, 缓缓地呼气吸气, 只觉得此时心绪平静如水, 身外万物皆空。 走到桌前, 再次举笔, 沾墨, 画符。 符文再次泛起, 红光随影随形。 几夕过后, 符文如入漩涡, 会流入符中, 红光瞬间如日, 要找屋内。 第一章谢力符, 大功告成。 制符, 熟练度加一。 制符, 谢力符, 熟练度加一。 第十三章, 画符自然神。 宁峰拿起这张谢力符, 嘴角上扬。 由于符用了静心丹的缘故, 没有过于激动。 趁着药效还在, 宁峰继续符案画了起来。 制符, 熟练度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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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足足过了几个小时后, 听到腹部传来轰鸣声, 感觉到有些饿了的时候, 宁峰才终于停了下来。 这次, 他的双眼发亮更甚。 应该至少有三成半的成功率。 宁峰迫不及待地整理画好的谢力符, 轻点了起来。 共消耗符指475张, 成功183张, 失败292张。 成符率, 接近四成。 与自己的判断相差无几。 要是有四成的成符率就好了。 宁峰兴奋地想到, 但很快又摇了摇头。 这种想法要不得太急功近利了, 影响心境。 维持好心境, 才有可能提高成符率。 宁峰手指粘起一张谢力符, 有心想试试效果, 毕竟橙色如何, 他自己不太懂分辨。 纠结一会, 还是回去了。 都是自己的血汗, 来之不易, 岂能如此浪费。 抬头看了看屋顶漏洞, 天色竟然有些微微暗。 差不多又是傍晚时分, 午饭居然忘记吃了。 也好, 省下一顿。 烧火做饭, 这次煮的是普通大米。 为了庆祝谢力符入门, 宁峰还特意取出几片妖兽肉, 扔进锅一起煮。 趁着饭还没煮好的时间, 翻开面板。 姓名,宁峰。 寿命, 三十六分之十六岁。 境界, 炼器三层, 三七一百。 功法, 彩灵弓。 入门, 二十六斜杠一百。 技能, 制服, 清洁服。 入门, 二一百。 制服, 谢力服。 入门, 二十二斜杠一百。 开山术, 精通, 四五百。 寿命怎么增加了? 看到寿命一篮三十五, 变成三十六, 宁峰吓了一跳。 其他信息都很清楚, 直接干一波, 熟悉度就会增加。 寿命他一直搞不清楚, 怎么提升。 现在突然增加了一年, 让宁峰很是惊喜。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其实是一个寿元签到系统, 每天自动签到, 奖励一年寿元。 宁峰左想右想, 希望能破解这次寿元增加的奥秘。 若能按照规律去操作, 或者自己寿元会一直增加。 增至百岁, 千岁, 万岁, 甚至万寿无疆, 这是长生不老局。 增加的一年寿元, 如果不是签到奖励, 那必定是与今天的行为有关联了。 宁峰苦思良久, 觉得最有可能就是杀人夺命。 他今天杀了那个抢劫的修士, 会不会是夺取了对方的寿元? 又或者每杀一个人, 寿命就增加一年。 宁峰后背发凉, 自己这岂不是向柜子手的方向发展? 制服, 谢力服, 入门, 22斜杠100。 谢力服的进度量虽说也是100, 但画了183张服, 熟悉度才增加22, 看来和清洁服的进度质有些不同。 服录难度不同, 熟悉度增加也难了一些。 宁峰暗自点头, 按照这个进度, 将谢力服从入门进击至精通级别, 至少还要画几千张谢力服。 183张谢力服, 按照今天在方式探到的行情, 50张1块零食就是差不多4块零食。 宁峰反复计算多次, 这些谢力服就算卖不到市场的行情价, 扣除百摊成本, 换回3块零食应该不成问题。 房租的问题一下解决了, 而且还有剩余。 剩余的零食用来买一些伙食物资, 应该能小幅度改善当前的生活质量。 未来可期, 寿源增加, 活得久。 谢力服成, 来钱快。 宁峰此时心情大好, 结果开饭, 这一顿虽是普通大米, 滋味却更胜昨晚那顿。 吃完饭, 宁峰又开始画符, 没想到刚画了十多张, 发现成功率有些低。 丹田似乎有些罚控, 灵力疲劳了。 拒绝加班, 预防猝死。 画符需要修为的支撑, 本就是越界画符, 灵力自然消耗极快。 若是灵力消耗殆尽, 很有可能像原身那样过度劳累, 猝死。 灵力需要时间恢复, 没有灵力傍身, 对于一个修士而言, 是非常可怕的事。 开山术! 宁峰捏印绝, 发出一记开山术, 果然, 一道流光像蚯蚓一样, 扭扭歪歪自首只弹出, 中途如粘了的瓜一样, 软绵绵落在地上, 无声无息。 和白天击杀截道的修士时 发出的开山术, 简直是天渊之别。 看到这一幕, 宁峰心惊不已。 连盲盘坐在床上, 运转起彩灵弓。 经过半小时的吐纳运气, 灵气总算恢复了一些, 但熟悉度并没有增加。 晚上修炼此功, 远不如清晨修炼来的划算。 左右无视, 宁峰又坐在主椅上, 看着夜壶发呆。 入夜后, 外面已然静悄悄, 甚至隔着窗户, 都能听见隔壁周寡妇的晾衣杆上, 那些衣服被风刮起, 摔打发出的声音。 这里没有什么夜生活, 百般寄聊。 宁峰心意一动, 想起了今天捡到的那把黑刀, 找了片抹布, 拿起刀仔细擦拭了起来。 刀很普通, 刀柄是整块很简陋的黑幕, 已经有些裂痕了。 刀柄上残留着一些血迹, 密密麻麻, 几乎成了黑红色的斑点, 想来那个修饰, 手上沾的鞋也不少。 刀身是普通的铁片, 刀刃倒是磨得挺锋利, 有几个小缺口, 应该是与人对战士留下的。 穷到连一斤普通大米都要抢的份上, 自己去方式买一把这样的刀, 可能也要二三十克零十岁。 举起刀, 情不自禁地左右挥了几下。 基础刀法, 熟练度加一, 面板光幕闪出一段文字。 凝峰震了一下, 基础刀法。 原生是留下一本刀法书籍, 不过只有半卷, 凝峰压根没有仔细看。 因为光是听名字, 凝峰就觉得这基础刀法, 至多是广播操级别。 没想到, 也能增加熟悉度。 若是再努力练习一下, 说不定能成为护身技能。 不能只吃老本, 刀法技能消耗的灵力, 比激发开杉术所需的灵力要小得多。 而且, 像今天和那修士交战时, 若开杉术和刀法相互辅助, 攻击力应该能提高许多。 翻出那本基础刀法, 看目录应该供实施, 但后面半册缺失了。 第十四章, 小学生刀法。 只有前面的武士对于凝峰来讲, 足够了。 他今天再方式也看到这本刀法书籍, 想找下半部分太简单了。 不过, 目前不需要, 先练着前面五招吧。 基础刀法, 果然属如其名, 小学生看一遍都能学会。 前面五招, 两招防御, 三招攻击。 名字听上去气势磅礴, 龙卧南山, 雁流秋江, 猛虎归山, 清河戒州, 风卷秋叶。 但实际也就是那么一回事。 简单点说, 就是挡, 调, 砍, 劈, 削。 借着煤油灯, 晕暗的光亮, 宁峰照着书中画的人儿, 挥刀比划了起来。 基础刀法, 熟练度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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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个小时后, 宁峰大汗淋漓, 不停喘气。 翻开面板。 基础刀法, 入门, 23100。 宁峰算了一下, 熟悉度增加的规律有些怪异, 有时挥舞八九次就增加一个熟练度, 但有时挥舞十多次都没有增加。 虽然有信息面板延迟的原因, 但宁峰估计还是自己的问题。 因为他有时感觉到, 每个刀法招数都有着严谨的运力标准, 挥刀的路线也有明确的流程判定, 一旦他有所偏差, 系统就无法判定为熟细度。 但纵是如此, 宁峰还是觉得要晋升到精通级别, 并不难。 不停挥刀就行。 太简单了。 宁峰摇头, 心想等有钱, 一定要买一些高大上的刀法链。 不过随着刀法入门, 他能感觉到后面挥动刀法愈发的纯熟。 而且挥刀时, 竟然有一股钢气生出, 有几次差点还把煤油灯给扑灭。 只不过这刀法链洗起来颇消耗体力, 宁峰居然感觉又饿了。 穷文富武, 古人成不恶欺, 无奈之下又抓了两把米, 扔进锅里煮了起来, 但这次没舍得再放妖兽肉。 就在宁峰等米熟时, 突然听到窗户外传来动静。 窗板子薄, 外面传来的, 宁峰隐约能听出是敲门声。 咚, 咚, 咚咚咚咚。 敲得还挺带节奏, 似是某种暗语。 不过, 不是敲他的门, 而是敲隔壁周寡妇的。 宁峰一脸吃瓜的表情, 走到窗前, 竖起耳朵, 开始静静聆听。 深夜私会, 偷偷摸摸。 如无意外, 来者极有可能是周寡妇的拼头。 没有想到, 周寡妇看起来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心中却如此火热难耐。 宁峰暗暗一笑, 他完全能理解。 前世三十五年, 加上这辈子的十六年, 一共五十一年的单身狗经验。 自然明白, 其中的孤寂苦读, 自无虚多言。 知, 能听出门开了。 两人似乎用眼神沟通, 没有听见任何语言交流。 紧接着, 右官传来关门声, 估计敲门者已闪身入屋。 宁峰做回主意上, 脸上露出一丝羡慕, 脑海里不由自主浮现出唐音儒的样子。 上床睡吧, 梦里啥都有。 宁峰喃喃自语, 决定上床睡觉。 明日一大早赶去方式。 许事练习刀法产生的疲惫, 又或者是因为房租得到解决。 宁峰上床没多久, 便进入梦乡。 但很快他又醒来, 是被一阵隐隐约约的撞击声音给吵醒。 宁峰睁开眼, 平住呼吸, 听了一回。 他很确定, 这应该是床与墙壁之间的那种声音。 宁峰扭头, 是周寡妇屋里的方向, 通过墙壁传来。 这种时而快, 时而加速, 又偶尔停下来的撞击声音, 再加上偶尔夹杂着的隐匿之声。 宁峰可以断定, 隔壁绝对是在扑克。 为了确认一下自己的判断, 宁峰下床, 鞋子都没穿, 捏手捏脚走到墙壁前。 用手摸了一下墙壁, 找到昨晚, 他练习开山树实际处的那个小孔。 用而紧紧贴在小孔上听了好一会, 发出隐匿声音的, 果然是周寡妇。 联想一下周寡妇的身材, 宁峰忍不住咽了一口水。 周寡妇和白天的形象简直是判若两人, 实在太热情了, 充满放肆与羔羊的声音, 让一强之隔的宁峰热血膨胀, 鼻子都隐隐觉得有些堵塞, 但其实他心里是挺气愤, 这种噪音很明显影响了他这个邻居, 如果在前世, 他完全可以去投诉。 但如今, 哎, 还是算了。 提前了解一下双修之术, 说不定对修行有益。 充满画面感的声音, 让宁峰完全没有了睡意, 闭上眼默默地聆听。 但可惜, 很快, 在突然一阵高频快速地撞墙声后, 隔壁静了下来。 前后不到四分钟, 宁峰嘴角微抽动, 刚想离墙去继续睡觉, 隔壁却又传来一声叹息。 是男人声音? 哎, 老赵的声扬单品质最近下降了许多。 明日, 我去找他退钱。 唐鼓? 宁峰张大嘴巴, 又赶紧自己捂住。 这声音居然是唐鼓的。 唐鼓是他在这个世界接触的为数不多者中之一, 声音绝不会认错。 好家伙。 哼, 一声冷冰冰的哼声。 宁峰确认是周寡妇的声音无疑, 白天被周寡妇指着鼻子骂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这么快就恢复冷冰冰的仙子形象了。 宁峰很吃惊, 一分钟前他还觉得周寡妇热情似火, 莫非他修炼的是兵戏的功法吧。 修饰和凡人不同, 深具灵根方可修炼。 而每个修饰的灵根都不同。 灵根不同, 天赋就不同, 灵根越纯粹, 天赋就越高。 五灵根是最差的, 修炼很慢, 但灵根则最好, 修炼可谓一御千里。 而灵根是带着五行属性分为金土火木水, 若某一种属下的灵根比较突出, 选择与之同样属性的功法修炼会更为契合。 长期修炼某种属性的功法之后, 修饰自身的性格与行为也会受到潜移默化, 发生变化。 只听周寡妇冷道, 废物和丹药有什么关系? 每次都熬不过百息, 唐古似乎也有些不服气, 这么会没关系, 上次我在方式灵家丹药铺买的生羊丹, 效果就好很多。 上次, 差不多有120系。 哼, 废物。 宁峰一边听着二人在埋怨, 一边却在想白日里和两人相见的情景。 这两个人在白天的时候, 完全看不出有一腿啊。 白天他们人设可不是这样的, 看来应该是地下鸳鸯, 唐古是有道理的, 他道理很可能不知道他搭上了周寡妇。 则则则, 这种男欢, 爱的事, 怎么看, 都和前世差不多。 第十五章, 寡妇的秘密。 宁峰摇了摇头, 说实话, 这两个人在他心中形象急剧下降, 掉分很多。 唐古当时出来调解的时候, 他还心存感激, 觉得此人作风正派, 日后或许可以结交一二。 一阵埋怨过后, 隔壁两人似乎安静下来。 几夕之后, 又听到嗦嗦嗦的声音, 应该是穿衣服的声音。 接着唐古的声音又传来, 有了那个傻小子的一块零食, 你这个月房租应该凑够了吧? 够是够了。 周寡妇美好气地答道, 她言语中, 仍有一丝未曾尽性的怨气。 我感觉那小子还有钱, 你不应该帮着他说太多, 如果我们坚持要两个零食, 他肯定也会乖乖给他。 反正, 你房租也凑够了, 做人还是不要太贪心。 韭菜也不能一次割完, 先养着, 下个月再割。 知门开的声音传来, 走了, 这瓶聚集单留给你。 滚。 隔壁的宁峰, 耳朵依旧保持贴在墙壁上。 嘴巴张得极大, 一动不动站着, 就像个石化了的沙雕。 唯有双眼, 有一些变化。 她的眼神, 由恶然到惊讶, 再到疑虑。 疑虑过后, 转为悔恨, 接着是愤怒, 但最终恢复平静。 她的双手, 也由微微颤抖, 转为剧烈颤抖, 然后变成握着拳头颤抖, 最后缓缓摊开, 剥纸浪平。 过了许久许久, 她耳朵才缓缓离开墙面。 鞋子都没时间穿上, 摸黑找出那把黑刀, 站在床边挥舞了起来。 基础刀法, 熟练度加一。 基础刀法, 熟练度加一。 直至天明。 一日, 翻开面板。 姓名, 宁峰。 寿命, 三十六分之十六岁。 境界, 练器三层, 三七一百。 弓法, 采灵弓, 入门, 二十六斜杠一百。 制服, 清洁服, 入门, 二一百。 制服, 泄力服, 入门, 六一一百。 开山术, 精通, 四五百。 基础刀法, 入门, 五六一百。 太慢了。 宁峰摇头, 按这个速度, 起码还要两天, 基础刀法才能晋级。 不过准而她又自嘲, 因为严格地说起来, 她修炼此刀法, 上满六个时辰。 过于心急了。 宁峰根本不知道, 若没有金手指, 一般的练器前期修士, 想把基础刀法修炼至精通, 少说也要三两年。 停止下来, 才觉得浑身疲惫不堪, 腹中更是饥饿。 但终究顶不住困意, 宁峰往床上一躺, 直接呼呼大睡。 睡到自然醒, 望屋顶漏光处, 宁峰估计已经到了下午。 彩灵宫没时间练了, 匆匆煮饭吃饱, 收拾好谢力服, 把黑刀鞋挂在腰间, 宁峰便出门。 其他事先放放, 宁道友,出门啊。 刚出门没多久, 就在路口遇到唐谷和他的道旅, 正迎面走来。 唐峰看到宁峰, 有些意外。 他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 手中还提着两只野兔。 宁峰拱手笑道, 正是, 前辈这是捕妖兽回来吗? 收获可好。 唐谷摆了摆手, 表情颇有些无奈道, 哪有什么收获。 最近不知道为何, 林中的妖兽少了许多, 今天就抓到两只野兔而已。 蚊子再小也是肉, 兔子若烤起来, 味道甚美。 见对方心情不美, 宁峰自是不说杀风景的话。 那是, 那是。 唐谷笑着回道, 静止和道旅回家了。 怎么了? 走出了很远后, 唐谷看到道旅不说话, 皱起眉头问道。 他道旅道, 这小子看上去挺斯文的, 怎么去偷女人的肚兜? 唉。 唐谷沉吟了一下, 道, 人不可貌相。 他都赔了钱给周仙子了, 以后你莫再提这事。 他道旅点点头, 蚊子再小也是肉。 这小子说话, 倒是挺有意思。 而那边的宁峰, 目送二人走远后, 这才转身举步。 暗藏在衣袖下的右手, 方才一直在紧紧握着刀柄, 直至现在才缓缓地松开。 唐谷修为师炼器五层, 又经常和其他人组团补妖兽, 实战经验非常充足。 只能日后图知。 宁峰暗道, 唐谷, 昨夜已经上了他的死亡名单。 但目前实力太悬殊, 必须尽快提升实力。 他刚才也看到了唐谷的道旅, 基本做出判断, 唐谷的道旅应该不知道唐谷和周寡妇有一腿。 因为唐谷道旅身上的气息丝毫不比唐谷弱, 料想实力不会差太远, 他绝不可能忍受唐谷在外面拈花惹草。 唐谷的道旅之前宁峰也见过, 相貌普通, 看上去也不太聪明的样子。 一路上宁峰脚步匆匆, 经过昨天那个树林边更是加快速度, 不敢有任何停留。 很快就到了凤瑶城方市。 有了昨日遇到那个节道修饰的经验, 宁峰分外地警惕, 时刻留意身边有无异常。 故意转了几圈, 在几家摊位前看了一会后, 趁着人多瞄准时机闪身入了保龄堂。 保龄堂专门售卖各种修炼资源, 相当于一个百货小超市。 这位道友, 下午好, 需要买点什么? 一位靓丽的女修饰笑容可居, 亲切地向宁峰打招呼。 宁峰背负着手, 平静道, 我先看看。 好, 您先看着, 有什么在唤我? 不愧是大商铺, 女修应该是店里的销售员, 没有因为宁峰一身皱道袍而招呼不周。 宁峰暗中点头, 这个保龄堂他昨天留意过, 给他的印象不错, 谢力福若是卖给他们, 应该比较安全。 关键是这个店规模适中, 大店宁峰担心卖不出心仪的价格, 小店又担心对方起了什么歪心思, 万一交易完转头又结到怎么办? 不过, 谢力福卖给这种店铺, 肯定没有自己摆摊划算, 宁峰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安全第一, 摆摊的话可能会被有心人盯上, 而且消耗的时间太多, 把时间浪费在这里, 还不如回家挥刀。 保龄堂也卖福禄, 店里专门设了显眼的位置摆放各种福禄, 售卖的品种不少, 甚至连清洁福都有。 而一些高级的福禄, 宁峰在地摊上甚至都没有见过。 买福禄的修饰也挺多, 宁峰在旁边观察了一会, 发现售价也比较合理, 没有比外面的地摊区贵太多。 假装在店里闲逛, 等到没有其他客人时, 宁峰才悄悄问刚才的女修, 这位道友, 请问贵堂收不收福禄? 第十六章, 成交谢力福。 收啦! 怎么不收? 我们长期收! 女修有些惊讶, 眼睛内更是有一些惊喜, 道友是福尸。 福尸, 无论在哪, 数量都有限, 但能卖福禄的店铺, 却遍地都是。 福禄和丹药都是修饰必备物资, 需求量甚至超越功法秘籍。 不过制福并不是一看就会的手艺, 需要天赋和资源的支撑。 尤其是资源, 前期投入甚大, 资源充足才有可能发掘出制福天赋。 许多修饰经过大量的学习, 浪费无数的福祉与浮墨。 反复无数次的试验, 最终却发现自己没有制福天赋。 没有天赋, 注定在制福路上走不远。 还不知道结果, 就需先放下修炼, 花大量的时间去验证自己有没有制福天赋, 很明显得不偿失。 这就是福尸比较稀少的原因。 物以稀为贵, 所以福尸在这个世界颇受器重。 许多家族和宗门甚至重金招揽附近的福尸, 一来是自身需求, 二来也希望借此垄断势力范围内的福禄市场。 正是, 宁峰点头道, 基于在这个世界有限的记忆和阅历, 他并不清楚里面的弯弯道道。 女修连忙道, 不知道有手头都有些什么福打算出售。 宁峰淡淡道, 只有一种, 谢力福。 谢力福? 女修墓中的惊喜减少了一丝, 大概有多少数量。 百来张, 不知贵堂收福价格如何。 百来张, 女修目光再次微微发亮, 方便先看看道友的福吗? 自无不可。 宁峰掏出一张谢力福, 递了过去。 同一批, 同样等级的福禄, 哪怕是由同一个福尸绘制, 品质可能完全不同。 这其中涉及各种因素, 福尸情绪波动, 灵气输送, 福纸浮墨的材料品质, 甚至连天气环境, 都会影响最终成福后的品质。 哪怕同样都是夏品谢力福, 品质也各有参差。 品质不同, 福禄的威力就不同, 价格自然不一样。 女修用修长的玉纸夹起福禄, 仔细看了一会, 道, 品质倒是达到我们店的收获标准。 她放下福禄, 望着宁峰笑道, 不过谢力福是硬通货, 价格比较稳定, 想来道友也清楚。 宁峰点点头, 面无表情, 她昨天自然也知道, 当然明白对方是想压价。 女修接着放低声音道, 不过道友看着眼声, 想必是第一次来我们店, 我们愿意给高于行情价的价格, 来收这批福和道友结个缘。 每六十张谢力福, 折一块零食, 道友意下如何? 她眼中满是期待, 直勾勾地望着宁峰, 等她回答。 宁峰沉映了下, 直接道, 好, 成交。 行情她也了解过, 除非自己摆摊, 否则这些谢力福差不多也就是这个价格。 至于对方说比心情价高一些, 好话而已, 听听就算了, 不能当真。 道友, 交易是账房负责, 请随我来。 女修凑过来低声道。 宁峰点头, 她也不想直接再次交易, 能避开人眼自然最好。 因为这个保龄堂生意还不错, 时不时会有客人进来。 女修带着宁峰到了后堂账房, 简单交接后, 宁峰兜里就多了三块零食。 谢力福自己留下三张, 其余的全卖了。 道友慢走, 下次卖福记得还找我哦。 女修很客气地送宁峰到门口, 她的笑容几乎没停过, 这次成交她自然也有分成。 那是自然。 宁峰也笑道, 零食到手, 她对这次交易也很满意。 女修递过一张符, 这是我的传讯符, 我叫吴朱。 道友若有什么事, 可以传讯给我。 好。 宁峰接过传讯符后, 便挤入了人流。 三块零食, 两块是房租, 能用的其实只有一块。 这一块零食, 宁峰早有安排, 到裁缝店买了一件现成的黑色大斗篷。 斗篷很宽大, 还连着一个面罩, 穿上后只露出一双眼睛。 由于不是法袍, 只是普通的夜行布料, 所以价格很低廉, 成交以后店主找回了一堆零食碎。 剩下的零食碎, 刀让宁峰意识到练习基础刀法是个体力活, 饭量明显大了, 营养必须得跟上。 浮纸浮沫还有存货, 不必急着囤。 最终在方式里找了一家比较大的凉肉店, 买了十多斤大米, 五大包咸菜干, 四斤腌好的腰瘦肉干。 将剩下的零食碎交给店家后, 望着近二十斤的物资, 宁峰有些发愁。 二十斤对于修仙者而言, 倒不重, 但体积上有些大。 提在手中多少有些扎眼。 还是要多画幅, 尽快买个储物袋。 储物袋有大小品质之分, 最小的储物袋也需四五个零食, 但只能放得下几十厘米长宽的物品。 宁峰现在还消费不起, 无奈地扛着米肉往城外走去。 在路上自然又遇到那些懒刻的望红阁女修, 宁峰有心放慢脚步, 等待那些女修和她搭讪。 但望见宁峰肩上扛着个大袋子, 这次却无意人上前撩她。 出了凤窑城门,一路急奔, 回到家正是傍晚时分。 哼,刚到家门口, 还没来得及把袋子放在地上, 听到一旁传来清朗声音。 袋子方才正好挡住她的视线, 放下袋子, 发现是周寡妇。 只见她面色潮红湿润, 似乎是刚洗完澡。 裤脚衣袖全卷起, 露出一大截白嫩嫩的肌肤, 正在将一件粉红色的杜兜往门前的竹竿上挂。 周仙子,再晒杜兜呀。 凝峰还是忍不住打了个招呼。 你…… 周仙子一记白眼飘来, 恶狠狠盯了她一眼。 但随即又转过头, 一副不愿和登徒子搭理的样子。 哼, 嘖嘖嘖, 凝峰心下都忍不住佩服。 这炉火纯青的演技, 绝了。 周寡妇那副高冷, 兵力又翩翩娇柔, 传情的姿态, 真的很撩人。 若非昨夜凝峰偷听墙角, 知道来龙去脉, 恐怕真的会中招, 以为周寡妇是高贵亲历的仙子人物。 周寡妇也在她的死亡名单上。 有仇不报, 绝非凝峰所为。 但目前, 急不来。 让你多活些时日吧。 凝峰暗暗想到, 但嘴里却不出声。 第十七章, 周寡妇抢肉。 开锁进屋, 进屋后一边煮饭, 一边安排着未来几日的修炼计划。 今天买的伙食, 大概可以顶半个月。 她打算未来几日, 暂时不出门了, 我在家里修炼。 开山术和基础刀法, 有太多的提升空间。 采灵宫也要坚持, 毕竟和境界息息相关。 画符更不能停, 事关生计。 吃过饭休息了一会, 冥峰便准备画符。 这次, 她没有吃尽心丹, 可要多肯定没有好处。 画符前静坐片刻, 调整思绪, 然后念了一会清心咒。 但感觉到时机差不多了, 举笔沾默下笔, 一气呵成。 制符, 熟练度加一。 制符, 熟练度加一。 制符, 熟练度加一。 避免因灵力耗尽给自身带来的风险。 宁峰只画了不到一个时辰, 就停下来。 消耗了两百多张符纸, 乘符77张。 宁峰估算了一下, 乘符率与昨晚差不多。 看来不是静心丹的缘故, 更多是心境问题。 或乘符率会随着熟悉度, 增加而增加。 宁峰想到另外一种可能。 紧接着, 房内又响起来刀声。 基础刀法, 几个时辰后, 眼看已是深夜, 宁峰中泪滩, 躺在床上。 睡之前, 他还特意将床移了一个位置, 搬到靠着与周寡妇相邻的那面墙。 而且, 他也不敢睡太熟, 因为时刻要留意隔壁的动静。 第二天仍是窝在家里, 开始按部就班地实施修炼计划。 早上修炼彩灵弓, 但之前计划的两个时辰改成三个时辰了。 其余时间就是修炼开山术和基础刀法。 画附加在在中间, 发现这样安排,画幅的成功率反而更高了一点, 几乎超过四层的成福率。 咚咚咚。 到了第三天, 在宁峰修炼彩灵弓的时候, 有人敲门了。 接着, 门外有个男人声音传来, 开门。 收租的。 语气凌厉, 没有丝毫客气。 来了。 宁峰感觉气归丹田, 岂是收工。 从床底地洞里摸出两块零食, 深吸一口气, 整理道袍, 准备妥当后, 打开门。 按照记忆, 请见一次面, 对方应该不会察觉出这具身体换了个人。 但还是有些担心对方有什么感应气息的功法, 或者能探查精神层面的法器。 陈执氏, 好久不见, 年轻许多了。 宁峰面不改色, 开门就是一波马屁缝上。 这位陈执氏, 五十多岁的样子, 白白胖胖, 手中还拎着一个储物袋。 他修为不高, 练气二层。 按理说这样的修为, 在林家连护卫都当不上。 但据说, 他与林家的主母陈月灵是远方亲戚, 才挂了个执氏的身份, 专门负责在外城收租。 听到宁峰这么一说, 陈执氏语气稍微缓和了一分, 但言辞还是不留情, 废话少说。 两块零食快点拿出来, 开个门都磨叽半天, 也不知道你小子整天躲屋里干啥。 宁峰连忙把两块零食递过去道, 这是下个月的房租, 陈执氏拿好。 陈执氏接过零食看了看橙色, 也没有多废话, 接着走去隔壁。 隔壁的周寡妇倒早就听到这边的动静, 老早拿着零食站在门口等着了。 陈执氏一过来, 周寡妇零食就递出。 陈执氏, 慢走。 陈执氏接过零食, 还顺手在周寡妇手上摸了一下。 周寡妇居然不生气, 还笑了笑。 陈执氏神色一喜, 顺手把四块零食扔进储物袋, 然后接着敲下一家的房门。 宁峰看到他手中这个储物袋, 眼睛不由一热。 这一带的租户区起码上千家, 就算按两块零食一家光房租, 邻家一个月都净收两三千块零食。 何况有的房屋大, 地段好, 租金也许要三四块零食。 但这些只是一些不起眼的收入, 邻家的主要银盛手段还是在城内。 一个住基家族, 几百里势力, 各种商贸, 各种门道, 收入远不是宁峰这种小散修可以想象的。 寄人篱下, 终非常久之际。 宁峰心里, 第一次生起了自己建立一个家族的心思。 哼! 正在宁峰胡思乱想时, 周寡妇的一声冷哼, 打断了她的思绪。 碰! 还没等她回过神, 周寡妇已摔门入屋。 宁峰面如止水, 入屋, 继续修炼彩灵弓。 还没开始运气, 门外又传来敲门声。 不, 是拍门声。 碰碰碰。 谁? 宁峰有些紧张, 莫不是陈职师发现什么不对, 回头找麻烦了。 惊慌开门后, 却看到一张高冷微怒的翘脸。 是周寡妇。 宁峰很是意外, 周仙子, 有事吗? 周寡妇冷笑道, 你居然还有钱交房租? 欠我的那块零食, 快还我。 前日不是已经谈好了吗? 一块零食当时已经赔给你了。 宁峰手忍不住想摸刀。 周寡妇怒道, 那是我被你骗了。 我早就说, 至少要赔偿我两块零食, 你却骗我说, 只有一块。 我那只瘦虫鼠, 可是花了两块零食买来的。 你现在还我一块零食, 否则。 哼, 到底谁骗谁? 那晚偷听到唐古与周寡妇的对话, 宁峰就猜到了, 对方迟早还会继续找他的麻烦。 但没想到居然会这么快, 都还没过两天。 割韭菜, 都没见过这么割法的。 对方得寸进尺, 似乎不怕逼他上绝路。 此时, 周寡妇身上升起一股威压, 锁定在宁峰身上, 一句话, 你给不给。 宁峰面无表情, 道, 周仙子若不幸, 我也没办法, 刚交房租的那两块零食, 还是我找城内的朋友借来的。 仙子若不幸, 大可随便进屋搜, 若能找到一块零食, 拿走便是。 哼, 搜就搜。 周寡妇气息降减, 玉腿一脉, 直接挺胸入屋。 黑锅灰墙, 夹图四壁, 一目了然。 周寡妇目光落在那把黑刀上, 吃笑声道, 救你, 也耍刀。 不过他看了一眼就转移视线, 这把刀, 只要不眼瞎, 都能看得出不值钱。 一番搜刮后, 周寡妇提着几斤妖兽肉, 三十多张谢力符, 狠狠盯着宁峰道, 这次就两清了。 若有下次, 就不是两块零食能轻易解决了。 好, 两清。 宁峰很平静地道, 周寡妇取走的东西, 差不多就是价值一块零食左右, 桌上还有谢力符, 但他没有多拿。 宁峰自然是知道他的心思, 韭菜, 周寡妇回到屋, 放下妖兽肉喃喃道, 没想到这小子, 居然还是个服侍。 一张俏脸上, 时而担忧, 时而很绝, 似有所思。 片刻后, 周寡妇取出一张传讯符, 说了几句话, 只见符文顿去, 坟尽成灰。 他完全不知道隔墙有耳, 他说的话一字不漏被隔壁的宁峰听到。 第十八章, 刀斩周寡妇。 今晚老时间, 过来一趟, 有事商量。 老时间? 隔壁的宁峰双眼, 如夜空中的萤火虫, 凸得亮了起来。 但很快恢复平静, 这次没有修炼彩灵功法, 而是再次举起刀。 又到傍晚时分, 宁峰突然感觉挥刀时, 一股灵气不由自主地从丹田升起, 灌入到手中。 似乎只要他稍作一年, 便可直接将这股灵气注入刀内。 但宁峰却没有轻易尝试, 而是放下黑刀, 翻开面板。 姓名,宁峰。 寿命, 三十六分之十六岁。 境界, 炼器三层, 三九一百。 弓法, 彩灵弓, 入门, 三十一斜杠一百。 技能, 制服, 清洁服, 入门, 二一百。 制服, 谢力服, 入门, 七六一百。 开山术, 精通, 三四五百。 基础刀法, 精通, 一五百。 进阶了。 刚才宁峰就察觉到灰刀时的变化, 意料之中。 不过要完成精通级别的进度条, 只怕没有之前那么容易了。 旺旺天窗漏洞, 天快黑了。 宁峰走到窗户边, 将封窗的木板撬松, 用手试了几次, 确定可以不费力气就能推开后, 才满意地去煮饭。 吃饱后, 宁峰没有修炼, 而是开始绘制隔音符。 有了谢力服熟悉度的加持, 隔音符倒是挺容易上手, 画了几张过后, 浮成。 接着又画了几张清洁符。 制服, 熟练度加一。 制服, 隔音符, 入门, 百分之一。 制服, 清洁符, 入门, 五一百。 接着, 宁峰又画了十来张, 成符绿与谢力符差不多, 画成了六张。 不过这些符宁峰并不打算出售, 他是打算留给自己用。 基础刀法晋级后, 挥刀声音大了许多, 动静着实有些大了。 尤其是夜晚。 接下来, 宁峰并没有继续画符, 而是躺在床上, 闭着眼睛。 但他没有睡着, 也没有睡意。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宁峰眼睛突然睁开。 弹跳起床, 披上今天在方氏买的那件黑大斗篷, 黑刀藏在斗篷下。 戴上几张隔音符和清洁符, 轻轻拖开窗户的木板, 悄悄爬了出去, 再无声无息地放下木条板子。 深夜。 周寡妇刚泡完脚, 半眯着眼, 躺在床上。 微弱的没有灯光, 照应着那张俏脸, 面色潮红艳丽。 刚泡完脚, 让她觉得身上有些微热, 不由揭开半边被子, 露出一双玉腿。 正在此时, 熟悉的敲门声响起了。 敲门声很轻微, 但很带节奏。 咚,咚,咚咚咚, 唐鼓来了。 周寡妇微哼一声, 喃喃称道, 这死鬼, 来这么早。 也不怕她道理发现。 揭开被子, 都懒得穿衣服, 直接披着宽大的屑衣去开门。 门打开, 露出一尺多宽的缝, 足够了, 然后周寡妇就侧身, 等唐鼓进屋。 门缝一开, 只见一道披着黑大斗篷的身影一闪, 快速进入屋内, 背对着周寡妇。 周寡妇立即关门, 前后几乎不到一息。 不。 一道微弱符文泛起, 隔音符已被激发, 瞬间隔绝了整间屋子。 你, 你是谁? 周寡妇惊恐起来, 身上气息快速提升, 此人绝对不是唐鼓。 他下意识想抽出腰间的软件, 但此时剑却在床边, 周寡妇反应极快。 左手一边捏招法爵, 魂冰术。 直接往那身影击出, 同时身子跃起, 伸出右手, 想到床边拔剑。 但可惜, 法爵还没寄出, 就见到眼前一道白光突闪而过, 卷动屋内的空气, 发出沉闷的风声。 是刀声? 周寡妇只觉得脖子一凉, 眼前画面模糊了起来。 他似乎看到了自己的身子, 开始缓缓倒在了地上, 那伸出的右手也停在了半空。 然后, 他一时开始模糊, 只觉得头颅似乎在空中旋转着, 还撞到了墙壁上, 反弹回来。 反弹的时候, 他看到了那把刀, 是一把黑刀。 他还看到了斗篷下的那双明亮的眼睛, 似曾相识。 你, 原来, 是你这个小子。 这是周寡妇最后说的话。 但事实上, 他根本说不出来, 嘴巴皮子甚至都无力动一下。 这些, 只是他一时最后的知觉而已。 宁峰冷冷看着他的头颅落在地上, 他感受得到周寡妇的生机正在飞快流逝。 从周寡妇开门, 到他头颅落地, 也是前后不到三膝而已。 周寡妇死得非常彻底, 他没有看到宁峰此时的表情。 宁峰此时的表情很是意外。 他没有想到, 精通级的刀法威力远远超乎他的预期。 一刀消首, 尽管是偷袭。 原本宁峰的计划是等突破到练弃中期, 再找二人算账。 但是周寡妇今天逼了他一把, 他不得不提前实施计划。 宁峰甚至做好了, 打不过就跑路的准备。 他知道练弃三层, 就算是偷袭练弃四层, 成功的几率也是极小。 练弃三层和四层之间的实力差异, 并不是只差一层境界那么简单。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阶层间的差距。 看着周寡妇的头颅, 宁峰握紧刀柄, 他心中突然有了更大胆的想法。 行动之前, 他推演了各种可能, 如果击杀周寡妇得手, 他就打算前回自己屋子。 然后, 将后面的烂摊子, 全推给唐古。 唐古来了以后, 发现周寡妇被杀, 按道理应该不敢声张。 毕竟唐古还没傻到会, 自己曝光他和周寡妇之间的苟且之事。 事后, 若护卫队盘问起来, 宁峰甚至能给他们暗示一下, 引导他们怀疑到唐古的身上。 凭着他练弃三层的微弱实力, 宁峰自己想在这件事里脱身, 并不难。 但这样做, 有一个很大的弊端, 就是万一唐古被护卫队盯上, 而护卫队又敷衍办事的话, 最后此事很可能会不了了之。 若真如此, 唐古恐怕迟早会顺着护卫队这条线, 最终猜出是宁峰设的局。 一旦唐古对宁峰起疑, 肯定会杀他灭口。 与其让自己身陷危境, 不如先下守围墙。 最靠谱的办法, 还是今晚就把唐古也给解决掉。 体验到精通及刀法的威力后, 让宁峰决定再赌上一把。 目前, 唐古什么都不知道, 至少自己还占据着先知优势。 地名, 我暗, 并非没有机会。 宁峰双眼一亮, 目光毅然, 抬手激发出几张清洁符。 一阵符文泛出。 第十九章, 冒险杀唐古。 附近, 地上血迹和墙壁上顿时干干净净净, 再也看不出一丝痕迹。 接着快速地将周寡妇身子搬到床上, 头颅也摆正, 然后一拉被子, 盖好整个尸体, 紧露出额头部分。 看了一下还觉得不满意, 又直接扯下尸体上的裤子, 被子揭开一半, 露出两条大长腿。 乍一看, 周寡妇就像个带斋的桃子, 躺在床上等待着情人的到来。 做完这一切, 宁峰便打开门轻轻在河上, 但没有锁紧, 仅仅是虚掩着。 接着深吸一口气, 收紧斗篷, 左手捏幅, 右手握刀钻入了床底, 静静等待唐谷的到来。 没过多久, 敲门声如期响起, 咚,咚,咚咚咚咚。 自然没人开门。 门外似乎犹豫了几息, 然后宁峰就看到门被推开了一条缝。 一条身影闪了进来, 一看身形, 宁峰就确认是唐谷无疑。 唐谷似乎轻轻疑了一声, 语气还加带着些许的调侃与兴奋。 他应该是发现躺在床上的周寡妇了。 宁峰凭着呼吸, 不敢发出一点动静。 唐谷喜不胜收, 三步并坐两步走到床边, 色眯眯地道, 小心肝, 难怪故意留了门, 原来是已经躺好了。 他迫不及待脱掉外袍, 往床尾一扔, 直接揭开背, 就准备往里面钻, 嘴里一边说道, 我今天特意还去找老赵换了一瓶。 话尚未说完, 却哑然而止。 就在此时, 宁峰不再犹豫, 这是最好的出手机会。 错过就很可能拿命来补。 他左手快速激发一张隔音符, 右手黑刀也挥出。 不, 卡安。 几乎是一瞬间, 扶起刀过, 卷起一阵刚风, 如暴风狂呼, 没有一点脱泥带水。 隔音符犯出的符文将大半个屋子笼罩住, 一道白色皮练, 如流星挂银河, 直奔向唐谷双腿。 刀声响起时, 唐谷正好在揭开被子, 刚好看到周寡妇的头颅从枕头上滚了下来。 惊恐, 畏惧, 失魂, 心悸, 各种情绪集中在唐谷心中, 此时正是他精神高度集中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一点的防备, 从他进屋起, 注意力就一直在床上。 压根就没想过床底会有人。 鲜血并没有四溅, 而是随着那道白色皮练会成一道红色水线, 射向门边那堵墙上, 其水平高度竟然丝毫未降, 墙壁与门煞间多了一道红线。 唐谷只觉得脚脖子一酸。 情不自禁往后退了一步, 却发现自己立刻矮了一截。 脚骨还在, 脚掌却未跟着后退过来。 这一刀, 近其根将他两条小腿砍断。 剧痛让唐谷来不及做出反应, 宁峰又回出一刀。 这一刀是基础刀法里的挑。 挑刀! 刀刃反转, 自下往上, 挑向唐谷下身。 如无意外, 这一刀过后, 唐谷的身体将从淡淡这里为中心, 整个身子会被挑成两半。 宁峰偷袭得手已经有些暗息, 他觉得这一条, 唐谷十有八九, 是逃不掉。 可惜, 宁峰低估了练气七五层的实力。 爆血术! 一声嘀吓, 唐谷终究反应过来, 右手掌寄出一道红光, 整间房子立刻变得红彤彤。 他手掌往下一挡, 直接封住了宁峰那刀室。 啪! 黑刀竟然断裂成两截。 宁峰傻眼了, 不禁呆了半戏。 而就在这半戏间, 唐谷血红色般的手掌突然变得大了一倍, 一掌往床底拍了下来。 宁峰只觉得一阵强大的威压, 死死地压在他身上, 几乎动弹不得。 情急之下左手一扬, 击出两张谢力符。 威压稍减, 宁峰不敢迟疑, 身子往身边一滚。 开山术! 硬爵一捏, 直接寄出。 刘光飞向唐谷, 唐谷双腿齐断已无法闪避, 静止击打在他的右眼上。 啊! 唐谷痛哭喊了一声, 只见他手掌捂着右眼, 血花却依然从指缝间飞溅出来。 原来是你! 找死! 竟是你杀了周仙子! 唐谷怒道, 他仅剩的一只左眼, 总算是看清楚了谁偷袭他。 宁峰刚才一滚, 也滚出了床下, 黑色斗篷的面罩都掉下来, 极其狼狈。 来不及回答唐峰, 也没那个必要。 很多死人都是败在画桌上。 宁峰自然不是那种人, 继续捏硬绝连续祭出几道开山术。 不得不说, 唐谷不愧是炼气五层的修士, 丰富的作战经验这个时候, 就凸显优势了。 抱血术! 尽管身上多处重伤, 唐谷依然逐渐稳了下来, 不慌不乱地连挡了宁峰的好几剂杀招。 甚至有一掌还拍到了宁峰的腰部, 索性他及时甩出几张谢力符, 减轻了对方的一些攻势, 否则只怕腰都断了。 饶是如此, 宁峰仍是觉得腰部无法再受力, 挖一声, 连吐出好几口血。 看到宁峰受伤, 无法继续进攻, 唐谷节节笑了起来, 炼气三层也来找死, 是谁给你的胆子? 今天, 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方才两人攻势猛烈, 消耗格音符的福利甚快。 唐谷也似乎察觉到, 格音符效果有些不稳了, 随手寄出几张格音符。 他其实和宁峰一样, 只能有一个人活着出去。 只见唐谷手掌一番, 手中赫然多出一把刀。 我让你看看, 什么叫真正的刀法? 云刚落下, 刀光如水如波, 直接向宁峰脑袋削来。 宁峰大惊, 因为他感觉到唐谷挥刀时, 竟有一股莫名的气息将他牢牢锁死, 身子根本动弹不得。 好在手还能动, 宁峰几乎甩出了身上所有的谢力福。 那股气息顿时就减轻了不手。 宁峰又一滚, 总算躲开了这一刀。 唐谷这一刀竟直接劈在床上, 床一分为二, 周寡妇的头颅再次滚到地上, 双眼正对着唐谷。 唐谷看到周寡妇的头颅正了一阵, 等他再次回过神, 只觉得一道流光正面袭来。 开山术! 这一记开山术, 几乎是宁峰拼着腰断的风险, 强行发出。 直取唐谷的太阳穴, 轰一声闷响。 唐谷脑袋多了一个窟窿, 身子也摇摇晃晃, 像一具木架子般瘫倒在地。 狂浪! 手中的刀也落在地上。 宁峰爬过去捡起刀, 直接给唐谷来了个穿心筒。 未了, 还怕他没死透, 接连捅了十几下, 这才盘坐在地上, 大口喘着气。 此地不可久留。 第二十章, 首收战利品。 来不及后怕, 宁峰挣扎着盘坐起来, 调整了一下呼吸, 运转了好一会采灵弓, 才缓过气来。 一番调整后, 腰部虽勉强, 可轻微动弹, 但伤势过于严重, 只能用手拖着腰慢慢行动。 收拾现场, 需要时间。 宁峰首先在屋内 找到白天周寡妇抢去的 那几斤妖兽肉和解力服, 这些能和他扯上关系的物品, 绝不可留。 然后, 开始摸, 失环节。 没摸, 周寡妇, 因为他穿的是解衣, 没有兜的那种。 宁峰摸的是他那件盗袍, 很快, 在周寡妇的盗袍里 找到一个储物袋, 来不及细看, 直接放入兜中。 然后抽走周寡妇盗袍腰间 那把软剑。 此剑宁峰见识过, 不知道值多少钱, 不过可以肯定 比他的黑刀贵。 可惜他的黑刀 被唐谷拍断了。 不过, 断刀也要带走。 唐谷身上自然不能放过, 那把刀绝对不是大路货。 刀身寄出的那股气息 差点让宁峰交代在这里。 另外还在唐谷身上 搜到一个储物袋, 还有兜里的七块零食, 宁峰都小心收了起来, 放入自己兜中。 屋内, 仔细翻找一遍, 在周寡妇床底 找到一个放衣物的木箱子。 木箱子里, 居然有个隔层。 这应该是周寡妇的小金库了, 宁峰心跳加快, 几乎是颤抖着手, 打开这个隔层。 然而, 和宁峰的小金库一样, 里面就只有几斤灵米 和几块妖兽肉。 穷逼! 宁峰狠狠骂了句, 直接盖上推入床底。 灵米和妖兽肉他没拿, 不值钱。 而且他需要将凶杀案 伪装成抓, 兼现场。 确定没有找到 什么值钱的东西后, 宁峰将两人的尸首 拖到床上, 大被子一盖。 甩出一张清洁服, 清除了自己留下的气息, 现场恢复如旧。 拖着腰走到门边, 在门板聆听了一会, 便悄悄出屋, 轻轻锁紧门。 目光快速扫了, 一下周围, 四处都正常, 在门边再一次 甩出一张清洁服, 转身拖起自家窗户木板, 爬了进去, 再缓缓放下木板。 这次命好, 以后绝不冒这灯险。 坐在竹椅上, 宁峰有一种 劫后余生的感觉。 说实话, 面对唐古的时候, 宁峰好几次 都嗅到了一丝死亡的味道。 当时, 情形不容他多想, 那时候根本也没有退路。 这是他穿越到此界 最接近死亡的一次。 宁峰高估了自己, 也低估了别人。 以为精通级别的刀法 可以在偷袭的优势上 击杀对方, 但事实并非如此。 那把凡起黑刀 根本撑不起 这种级别的战斗, 刀法再强, 武器跟不上也没有用。 修士之间的对决, 可以决定 成败的细节因素太多。 宁峰按按下定决心, 以后绝不主动越阶 挑战别人。 这次, 虽然侥幸成为最后赢家, 但若是再来一次, 他宁愿选择当韭菜。 眼看天色渐明, 宁峰开始处理收尾。 脱下了黑色斗篷, 将所有的战利品 以及那把断刀 都塞入床底那个地洞内。 外面仔细用黄泥覆盖好, 填瓶再用手反复擦摸鼠变, 直至肉眼看不出痕迹。 这些东西 其实不应该藏在屋内, 风险太大。 但若是夜行外出, 还要找地方挖坑埋放, 宁峰同样觉得不安全。 即使如此, 何必舍尽求远? 风景已是清晨。 宁峰深吸一口气, 盘坐在床上, 开始修炼彩灵弓。 两个时辰后, 宁峰睁开眼, 翻开面板。 昨晚, 其实面板一直有刷新滚动, 但他根本来不及看。 姓名, 宁峰。 寿命, 三十八分之十六岁。 境界, 炼器三层, 四零一百。 功法, 彩灵弓, 入门, 三五一百。 技能, 制服, 清洁服, 入门, 二一百。 制服, 卸力服, 入门, 七六一百。 开山术, 精通, 四五五百。 基础刀法, 精通, 四五百。 寿命竟然又增长两年。 看来之前的猜测, 没有错误, 杀人夺寿, 寿命增长。 宁峰有些无语, 看来系统, 真是在引导他向杀戮的方向走。 不过这两天杀的, 都是该杀之人, 不是要取他性命, 就是要谋他的财。 宁峰不是圣母, 自然没有负罪感。 修仙路上, 本来就是打打杀杀, 为资源打, 为临时杀。 这里没有法律的概念。 只论实力, 实力未尊的世界, 没有人会同情弱者。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金手指的增售方式, 宁峰不在乎。 现在隔壁屋里床上, 还躺着两个死人。 宁峰当下关心的是, 这件事会怎么发展? 若是自己暴露了, 又应该如何面对? 他不是, 没有想过跑路, 换个地方隐姓埋名, 重新生活。 若是跑路, 以邻家护卫队的尿性, 极大概率不会浪费资源来追杀他。 毕竟, 死的是两个租客而已, 还是散修。 但跑路只是最后的选择, 他如果现在跑了, 就等于告诉别人他有嫌疑。 目前, 远远没到这一步。 事实上, 跑到哪里都一样, 以强弃弱的事到处都在发生。 实力不够, 跑路都很容易死在路上。 只有提高实力, 便强大了, 才能拿捏别人, 从根本上解决所有的问题。 宁峰静下心, 细细推演着各种可能。 实力不足目前无法改变, 唯有多动点脑子, 尽量让自己摘身事外。 周寡妇极少与人打交道, 在附近似乎没有熟络有人, 半年多来也从没见过有人找他。 所以, 短期内有人察觉出周寡妇不对劲的可能性, 不大。 因为平时周寡妇和他一样, 也是很少出门。 偶尔出来晒亮一下衣物, 也甚少和其他人打招呼。 修仙者闭关多日, 甚至几个月不出门, 是极为正常的事情。 至于唐谷, 最先发现唐谷失踪的, 应该是他的道律。 至多一两日, 他道律就会发现唐谷失踪。 唐谷与周寡妇私会, 肯定瞒着他的道律, 很有可能编排他道律说是去捕妖兽。 宁峰知道, 很多狩猎团队专爱夜间行动, 因为有的妖兽在夜里反应会迟钝, 比白天捕杀容易得多。 所以, 唐谷道律发现唐谷失踪, 在判断他是否死亡。 最终找到周寡妇这里, 需要很多时间, 要尽快恢复腰伤。 宁峰希望在唐谷道旅找到这里, 或者有人发现隔壁尸体之前, 自己腰伤已痊愈, 否则容易让别人起疑, 而且真的有什么意外的话, 就只能束手就擒了。 方氏倒是有疗伤的丹药脉, 但眼下这种情况, 宁峰不可能拖着腰像孕妇一样出门。 先苟几日再说。 接下来的几日, 宁峰时不时趴在门边, 听外面的动静。 幸好, 一切如常, 腰部受伤行动不便, 刀法和开山术都练不了, 连画符也影响成符律。 所以宁峰几乎将所有时间都用来修炼彩灵弓。 这一日下午, 宁峰正修炼彩灵弓。 有人敲门, 咚,咚,咚。 第21章, 再聚郑媒婆。 宁小哥在家吗? 郑婆子的声音传来。 这么快啊? 应该是来问宁峰 关于唐英如那件事考虑得怎么样了。 来了。 宁峰收宫下床, 披上道袍。 他其实也没打算考虑, 当时不直接拒绝郑婆子是出于礼貌, 同时也想留一条后路。 毕竟当时房租问题还未解决。 但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房租解决了, 宁峰还成功汇制出谢利福, 以后有了这门技艺, 短期内并不担心收入的问题。 何况, 他现在手中还有唐谷身上搜来的七块零食, 时无必要放下身段去绑个富婆。 宁峰本就是个放不下脸皮的人, 前世也正是因此, 才三十多岁了, 人混不开。 开门后, 只见郑婆子笑容满面地站在外面。 见过郑道友, 宁峰抱拳行礼, 他没打算让郑婆子再进屋, 直接三言两语在门口说清便是。 郑婆子看到宁峰, 笑意更甚, 哟, 几日不见, 宁小哥又俊朗了许多。 宁峰也客气地笑道, 道友莫说笑了。 接着他脸上适当地露出一丝歉疚表情, 哦, 对了, 唐仙子那时, 我这几日里思来想去, 觉得我们着实不太合适。 郑婆子听到宁峰如此直接, 居然笑容不减, 似乎早猜到了宁峰会拒绝此事。 进屋再说, 进屋再说。 郑婆子一边说着, 一边又自来熟地要走进屋内。 宁峰无奈, 只得顺势做了个请的手势, 侧身让郑婆子进了屋。 咦? 你要怎么了? 郑婆子眼间, 一眼就看到宁峰行动的姿势, 有些古怪。 他盯着宁峰的腰部看了一会, 似乎在思索什么, 然后突然恍然大悟的样子。 接着又皱起眉头, 有些遗憾地道, 哎, 少年人惊火过盛, 但又何至于此? 宁峰很无语。 他觉得郑婆子是故意想带骗他, 就到, 我前几日修炼动作大了些, 闪到腰了, 小事小事。 郑婆子很是遗憾地摇了摇头, 看着宁峰眼中满是关怀。 宁峰哥, 你还真是不懂节制啊。 这般平凡最是伤腰。 长期如此, 你就不怕登进游干。 郑婆子一边往主意坐上去, 一边痛心地劝戒着宁峰, 脸上竟是一副怒气不争的表情。 宁峰不敢和他继续扯, 连忙转移了话题。 之前说的是, 我却是心意已决, 还劳烦道友回去替我向唐仙子赔个不是。 听到宁峰这么认真, 郑婆子也叹了口气。 哎呀, 强扭得瓜也不甜呀。 宁峰哥放心好了, 我回去再说与唐仙子之。 但他仍有些不死心, 凑过脸, 看着宁峰道, 不过宁峰哥, 你有见过唐仙子吧? 我跟你说, 他虽然之前有道理, 但是保养地极好, 皮白肉嫩的, 要不要先见上一面, 再做决定。 郑婆子目光阴阴, 满是期待望着宁峰, 要不我改日再介绍一个年轻点的给你, 你看如何? 不必了。 宁峰摆了摆手, 打断了他的话。 宁某修为太低, 目前实在不宜成家, 若日后有成家打算时, 自会麻烦郑道友。 说吧, 宁峰掏出几张谢力符, 递过郑婆子, 道友一番辛苦, 宁某却帮不上忙, 实在有愧啊。 小小心翼, 还请道友收下。 前世相亲次数不少, 人情事故宁峰自然懂, 媒婆可不是做善事, 专门靠这堂吃饭的。 虽说唐英如那边肯定给了郑婆子不少好处, 但自己也不能破了规矩。 给点好处, 郑婆子到时也许会帮着说几句场面话, 不至于让唐英如记恨他。 几张谢力符不算多, 正好符合宁峰这种小散修的家底。 好事没成, 这里也算是送得恰到好处。 郑婆子也不客气, 结果谢力符, 笑了起来, 既然宁小哥没有成家的心思, 那我也不多说什么了。 不过话说回来, 宁小哥现在年纪还小, 等你再年长一些, 这种想法或许就会转变了。 咱们毕竟是散修, 家底比不上那些宗门天骄或者家族的核心弟子。 若是资源不到位, 等到年纪大一点的时候, 就想成家开支散业了。 宁峰点了点头, 郑婆子这番话他很认同。 大多数修士都是因为灵根不佳, 入不了宗门拜师, 也无法得到家族重视, 导致修炼资源根不上, 最后不得已沦为散修。 受灵根所限, 散修的修炼速度极其缓慢, 许多散修, 终其一生不过炼气后期, 也就是炼气九层, 再想往上突破至助基境界, 希望就很渺茫了。 因为炼气九层修炼圆满之后, 突破助基气之时, 会遇到一个很大的瓶颈。 仅靠修士自身的灵气, 想突破这个瓶颈, 难度非常大。 除非有能辅助突破, 这个境界的机缘支持, 突破的成功率才会提升。 例如助基丹, 但一颗助基丹不仅价值不菲, 而且可遇不可求。 而且, 突破助基时, 对肉体和经脉的极限要求非常高。 如果50岁之前还不能尝试突破, 希望就更渺茫了。 所以大部分散修, 在三四十岁的时候, 就会意识到自己没有把握 在50岁之前到达炼气七九层。 又或者清除自己在50岁之前, 没有能力买一颗助基丹。 既然助基无望, 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修炼? 毕竟炼气七的寿源那么短。 与其自己修炼, 还不如找几个道理好好享受余生, 多生育一些后代, 把希望放在后代身上。 因为两个有灵根的修饰结合, 后代有灵根的几率非常高。 而如果和凡人结合, 那后代出生就据灵根的可能性 就会小很多。 多找几个道理多生娃, 万一生个灵根上家的孩子出来, 可以败入大宗门, 若是成为核心弟子, 那自己的养老问题和安全问题 就有保障了。 开枝散叶是大多数散修的想法。 郑婆子见宁峰寺有所思, 便道, 哪个散修年轻时不是血气方刚的, 可是等到了三四十岁, 一个个都忙着找道理, 有实力的还找了好多个。 那些没有实力的也没闲着, 找不到道理, 他们就找凡人, 大不了多生蟹娃便是。 有灵根的娃多了, 以后家族修饰就多, 等过个几十年家族壮大, 再寻个地方盘踞下来, 不就是一方势力了吗? 郑婆子笑着说, 到那个时候啊, 你就不是散修了, 是老祖。 郑婆子说了一番, 就起身告辞了, 宁峰送他到门口, 道友慢走。 郑婆子好似想到什么, 又转身道, 宁小哥, 最近晚上可不太平, 你没事别晚上四处逛。 宁峰心里割了一下, 哦, 不是一直都不太平吗? 为何如此说? 第二十二章, 灵兽的等级。 唐谷你知道吧? 郑婆子四周了环顾一遍后, 才盯着宁峰的眼睛道。 宁峰被他看得有点发慌, 但面不改色, 很淡定地点点头。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啊。 郑婆子脸上少有的认真, 压低了声音神秘道, 唐谷失踪好几天了, 人到现在都没找到。 不会吧? 宁峰脸色露出有些吃惊的表情, 怎么会失踪了? 我前几日出门, 还遇到他。 郑婆子摇摇头道, 听说是前几日晚上出去狩猎, 之后就一直没回来。 他道理现在可及了, 四处找人。 他又叹了口气, 这么多日找不到人, 如果不是被人杀了, 那估计十有八九, 是被妖兽吃了。 宁峰赞同道, 狩猎确实风险太大, 不过正灵石也快。 郑婆子白了他一眼, 有灵石也得有命花。 宁小哥不会, 也想着去狩猎正灵石吧? 宁峰自然不会主动提前。 宁峰回道, 宁某上有自知之明, 感谢道友告知。 郑婆子摇了摇头离去。 临走时他, 还给宁峰对过来一瓶药丸, 好心提醒宁峰, 对了宁小哥, 你该节制一下了, 男人的妖夺命的刀。 妖损了以后, 你后悔都来不及。 这个丹丸对妖伤有疗效, 拿去服用吧。 治妖的。 宁峰有些怀疑, 不是什么正经药丸。 看着郑婆子离去的背影, 宁峰有些好奇, 他不知道郑婆子是什么修为, 但估计也是练起中期, 反正比宁峰要高。 修士可以探查境界比自己低的人, 但探查不了比自己境界高的人。 回到屋内, 宁峰想起郑婆子说的话, 唐谷失踪的事果然被发现了, 他道旅现在四处找他。 看来之前的猜测是对的, 唐谷道旅并不知道唐谷那晚出来是和周寡妇私会, 所以最后找到周寡妇家里的可能性不大。 宁峰考虑要不要趁着这个时间差, 再次潜入隔壁里将两人尸体处理掉。 因为若是把两人尸体处理掉, 那就不会有人知道他们两个是在周寡妇家里被杀。 宁峰基本没有后顾之忧, 如果能把尸体埋到外面, 那这件事就可以过去了。 将两人尸体埋到远一些的地方, 肯定更好一些。 这样就算被发现了, 别人也只会认为唐谷与周寡妇再也外私会被人杀了。 莫人能怀疑到宁峰头上来。 但是, 两具尸体搬运目标太大, 而且这事也只能晚上做, 不安全。 宁峰摇了摇头, 否决了这个方案。 如果不处理隔壁, 两人尸体迟早会散发出异尾, 到时肯定会有人顺着异尾找到隔壁屋子里。 那个时候, 护卫队万一盘问起来, 自己在隔壁怎么没闻到, 就不好回答了。 可若要自己, 先去找护卫队说闻到异尾, 似乎又不妥。 思索一会, 宁峰觉得还不如就地处理, 去方市买一些化尸粉, 将那两具尸体原地处理掉。 不过从记忆得知, 化尸粉并不便宜。 而且现在腰伤虽然好了一些, 但出门还是有些风险。 万一路上遇到节修, 宁峰的战斗力发挥不出五成。 宁峰拿起郑婆子送的那瓶药丸, 犹豫了一下打开瓶塞, 凑到鼻子前闻了一下。 郑婆子误会她的腰伤是纵于过度, 给她的多半是撞扬补腰之类的药丸, 对她的伤势应该没帮助。 瓶子里一股熟悉的药味一出。 咦? 这味道, 宁峰有印象。 这就是修饰常备的跌打止痛丸, 很普通, 价格不贵。 只不过之前原生不常出门, 并没有备着这些常用的药丸。 当下不再犹豫, 倒出两颗药物直接吞下, 很快就感觉一股热量汇集在腰间, 伤势缓解了许多。 有效果? 宁峰决定下次去方市, 顺便买一些常用的疗伤药物。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的? 哪怕用不着, 也要背着, 以防万一。 又在家里宅了两天, 有药丸的辅助。 宁峰腰部的伤势, 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这天清晨, 修炼了一会彩灵弓后, 宁峰打开面板。 姓名, 宁峰。 寿命, 三十八分之十六岁。 境界, 炼器三层, 四六一百。 功法, 彩灵弓, 入门, 五六一百。 技能, 制服, 清洁服, 入门, 五一百。 制服, 泄力服, 入门, 八二一百。 开山术, 精通, 四七五百。 基础刀法, 精通, 四五百。 这两天宁峰虽然宅家里, 但一直留意外面的动静, 一切都很正常。 他决定抓紧时间去一趟房市, 买化尸粉, 顺便清理一下那些脏物。 从小弟洞里, 掏出那些战利品, 用黑斗篷夹着断刀, 早餐也没吃, 直接就往蜂窑城走去。 要是有个能骑行的兽宠, 就方便多了。 腰伤还未完全痊愈, 凝峰在快步走的时候, 隐隐感觉有些不自在。 看到路上不时有人骑着兽, 宠扬起灰尘从身边经过, 凝峰自然心里无比羡慕。 之所以称为兽宠, 是因为灵智未开, 如果开了灵智, 便可称为灵兽了。 骑着昂贵的高阶, 灵兽预风飞行, 一袭一树里, 几乎是每个修士的梦想, 但也仅是想想而已。 因为那些都是金丹七以上的专属福利, 实力在这个世界上, 基本决定了财力。 助击器的修士, 能拥有各会飞行的兽宠, 就绝对撑得上佼佼者了。 更别提炼七七的修士, 若是能买上一个能骑的兽宠, 或者有一只能辅助自己战斗的兽宠, 都算是修仙界里的有钱人。 灵风之前杀死的那只兽宠鼠, 没有经过最基本的训练, 也没有什么特殊功能, 纯粹属于养着丸的小兽宠, 在房室里都卖两块零食。 若是买一匹能骑的兽宠, 少说都要数十个零食, 别说宁风就是在凤窑城内, 骑着兽宠慌的修士也不多见。 宁道友! 保龄堂里, 乌珠看到宁风静电, 双眼一亮, 连忙热情起身招呼道。 宁风进方室后, 第一站就是直接来保龄堂, 不过这次不是卖福。 那晚和唐古大战, 差不多消耗完所有的谢力福, 现在宁风手头不过三两张。 第23章 法器的等级 之所以来保龄堂, 是因为宁风想处理一下那些战利品, 与其放在家里提心吊胆, 还不如在方氏里售出换成零食, 哪怕价格低点宁风也能接受。 这些东西实在太烫手, 唐风那把刀和周寡妇的软件, 一旦被人知道在他手里, 后果不堪设想。 若是像卖福禄那样, 直接卖给方氏里的商铺, 肯定很容易出手, 但宁风担心会留下什么线索, 若是事后有人追查起来的话, 对自己不利。 所以, 宁风想先寻人打听一下, 有没有其他更安全的出手渠道。 无珠和卖给他福祉的那个女摊主, 算是他在方氏里为数不多的熟人。 不过相比之下, 宁风还是觉得, 无珠个人释放出来的善意更大一些。 而且, 无珠身份简单许多, 只是一个小店员, 按理是不会对他起什么心思。 见过无道友, 宁风拱手回道, 顺便描了一下店里, 没有其他修饰。 无珠问道, 宁道友这是又来受谢力福了? 这么快, 宁风能再次出现在保龄堂, 说明他上次给宁风的价格还算公道, 宁风愿意和保龄堂继续打交道。 那些来探价, 成交了一次就完失踪的服饰多了去。 若是周宁能长期和保龄堂交易, 对无珠而言, 哪怕是谢力福, 也是一份细水长流的收益。 宁风摇了摇了头, 道, 宁某修为不高, 画幅速度缓慢, 哪能这么快, 又有存货。 无珠点了点头, 服饰画幅需要灵力供应, 修为不高, 不但影响画幅成功率, 也会影响画幅速度。 那, 宁道友这次来, 莫非是专门来探望我的? 无珠秋波一送, 故作媚态道。 宁风心中暗暗好笑, 无珠以为自己真是16岁的虫儿, 还想着调戏一下自己, 进而拉近关系。 不过从事售货行业, 这种逢场作戏的沟通方式, 宁风自然是见怪不怪, 毕竟他也是过来人。 于是也故意叹了口气, 一副心事重重地道。 哎, 无道友果然聪慧过人, 这都能猜得出来。 哦? 无珠表情一顿, 目中魅意如丝。 宁风特意将脸凑近无珠, 实不相瞒, 自从那日见了无道友后, 宁某回家后便茶饭不思, 心里总觉得有些发堵, 老想着何时能再堵家人风采。 对了, 不知无道友可有道理。 若是没有。 无珠闻言双颊不禁飞红, 他没想到宁风外表看起来年少不更事, 但实际上却比他还能聊, 问出这么敏感的问题。 他道, 道理吗? 现在还没有。 宁风看到无珠被他对得结结巴巴的样子, 心中更觉好笑。 故意装出一副色迷腻的样子, 上下打量着无珠。 不得不说, 无珠的姿色还真不差, 上次宁风没留意, 这一仔细看才发现, 无珠挺符合前世那种大众审美。 身材修长, 大长腿, 外貌靓丽, 气质也不落俗。 看到宁风盯着自己上下打量, 无珠心里发慌。 他平时与客人互相地打去说笑, 是因为职业需要, 但面对其他客人却没有这般拘谨。 眼前这个服尸实在太俊俏, 距离自己如此之近, 无珠只觉得一股男子气息扑面而来, 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 宁风却后退了半步, 副手笑道, 嗨嗨, 无道友, 方才说笑了, 请勿放在心上, 其实宁某今日来找你, 是想打听一些事。 哦, 原来如此。 无珠文言立即淡定了不少, 脸上又现出轻松的笑容。 宁道友想打听什么呢? 若是方氏内之事, 我倒是略知一二。 宁风左右看了看四周, 见没有人留意到这边, 便低声问道。 我有个朋友前几日捡到两把刀, 委托我帮他换成零食, 不知道无道友有没有这方面的门路。 无珠惊艳老道, 听宁风这么一说, 他立即就明白过来, 这些东西可能见不得光, 宁风不想走正常渠道, 直接卖给保龄堂。 他笑道, 宁道友, 那两把刀是什么等级? 灵气以上? 灵气? 宁风一脸猛, 他记忆里, 似乎正好缺少了这部分常识。 经过无珠的简单点拨, 他才记了起来。 这个世界的武器装备等级, 分为普通凡气, 法气, 灵气, 仙气, 神气。 而每种等级的武器, 又按品质分为, 下品, 中品, 上品, 极品。 灵气之所以也算武器, 是因为这个世界许多散修都买不起法气, 还用着普通的灵气战斗。 宁风那把断了的黑刀, 就是普通灵气, 和方式里卖的菜刀没有任何区别。 真正的修饰武器, 其实是从法气开始划分的, 修饰往法气里打上自己的神识印记, 才等于拥有了一件自己的法气。 与人战斗时, 注入灵力催动法气, 战斗力大大增强。 而且, 法气也有五行属性, 若是与修饰的灵根属性香气和威力就发挥得更大, 反之, 则互相抵削威力减小。 炼气气修饰能拥有一把法气已经很难得, 更别提那些灵气仙气了。 神气更是可遇不可求, 只出现在传说中却没有人见过。 原来如此, 宁风想起唐古那把刀上散发的那种可怕气息, 看来应该不是普通反气。 五珠接着笑道, 宁道友, 你多虑了。 他明白宁风的担心, 但在他看来实在是无必要。 法气在铸造的时候都是大批量出炉, 市面上款式一样的法气比比皆是, 无需担心交易后会带来麻烦。 这个方式内一天都不知道回收多少件法气, 我们昨天一天就收了十多件, 交易后法气上原主的神识印记都会被清除干净。 除非你要售卖的是灵气以上等级, 又是量身定制的私人款式, 才担心原主差来历, 否则大可不必担心。 宁风听了无珠的话将信将疑, 心里摇摆不定。 他问道, 法气的回收价格如何? 无珠回道, 那就要看法气的品质了, 如果是下品法气, 顶多也就是十多块零食, 好点的二三十块。 就这点钱您道友, 还需要担心有人盯上。 就这点钱, 宁风忍不住瞄了一眼无珠, 他可是见过为了一斤大米捷到的。 你管十几块零食, 叫这点钱。 不过回头一想, 应该是他和无珠接触的圈子层次不一样, 导致认知有差异。 无珠天天店里接触的都是几十块零食的生意, 眼界自然和他这个小散修不同。 唉, 是自己格局小了。 或许那两把武器在正常人眼里, 还真不算什么。 宁风不再犹豫, 对无珠道, 这两把武器, 不知无道友可否帮我长一长眼。 自然可以, 名道友请跟我到内室。 第24章, 售出落龙斩。 请。 到了内室, 无珠有些高兴, 若这次能和宁风成交, 他们之间的合作肯定更深了一层。 以后, 宁风八成会供应福禄给保龄堂。 所以, 不但要帮宁风长眼, 还要给他开一个比市场回收价高一点的价位, 赚少点无所谓, 全当投资。 宁风从道袍下取出唐谷那把刀, 和周寡妇的软件, 搁在桌面上。 他自己那把断了的黑刀根本不值钱, 当废铁卖估计都没人要。 所以, 在来时的路上, 宁风就趁着无人注意, 扔进了路边的小树林中。 无猪拿起周寡妇那柄软件, 只看了一眼, 就道, 这是烦气, 方氏西面那几家炼气店都有卖, 一模一样款式, 只售一个零食。 要拿去唐谷那把刀, 仔细端向后道, 这把刀是法器, 品质下品, 很一般。 很一般。 宁风有些惊道, 他相信无猪的眼力, 无猪没有必要对他撒谎。 刀身那股杀气看似很强, 没想到无猪居然评价很一般。 无猪放下刀, 看着宁风道, 宁道友, 这把刀叫落龙斩, 出自御兽门, 一年销量高达五万把。 御兽门专门建了一个炉, 用来锻造落龙斩。 锻造之时, 往炉内脆入一丝真龙魂念, 持刀脆入灵气后, 激发这股魂念, 可以镇压普通的低阶妖兽。 所以这把刀疾瘦底层的补兽修士喜欢, 这个方式内很多卖法器的店铺都有兽。 宁风一听无猪这番话, 便觉得之前自己确实多虑了。 问道, 那这两件东西能换多少零食? 无猪沉吟了一下道, 这把落龙斩太一般了, 所以市场售价一般是12块零食, 回收价也就是6-7块零食。 不过若是和我们保龄堂成交, 我们可以给宁道友个友情价, 7块半零食。 宁风心中一喜, 又问道, 那这柄软件呢? 看到那柄软件, 无猪忍不住扑斥笑了声, 道, 宁道友有所不知, 保龄堂是不收烦气的, 不过为了方便宁道友, 我们可以破例收一次, 免得宁道友还要另寻别人出手。 不过这柄软件没有太多回收的价值, 我们最多只能给30个零食碎。 好, 成交。 宁风没有纠结, 这次的主要目的就是来处理这些东西, 与其卖给别人, 不如就在保龄堂和无猪交易。 当然, 宁风也没有忘记其他的事情。 另外, 我还想购买一些化石粉, 和被一些常用的疗伤药物, 不知道贵糖有没有。 有, 这些都是必备物资, 怎么会没有? 无猪点了点头, 虽然这些不值几个钱, 但宁风刚卖法器, 又顺便买东西的做派, 很是伤到。 宁风道, 那劳烦无道友帮我准备妥当, 在一起结账。 最终, 扣除药物和化石粉的费用, 保龄堂最后还付给了宁风五块零食。 出了保龄堂, 宁风感到全身轻松了许多, 战利品换成零食的感觉真好。 现在他身上一共有十二块零食了。 不能飘。 宁风强压心头的雀跃欢喜, 他知道十二块零食看似多, 但这是自己认知层次问题。 十二块零食, 在方式, 最多也只能买一支伏笔, 下瓶法器都买不了。 之前那两个储物袋, 宁风不敢继续在保龄堂里, 处理那两个储物袋, 太扎眼。 那两个储物袋宁风修为不够, 根本打不开。 因为周寡妇的储物袋, 要炼弃四层的实力, 才能抹出他的印记。 而唐古的储物袋, 则要炼弃五层。 打开储物袋, 只有两个方法, 要么让修为足够的人打开, 要么自己提升修为打开。 宁风选择了后者, 一路经过几家法器店, 宁风装作闲逛进去看了下, 发现落龙斩确实是很普通的下瓶法器, 几乎每个店都有售, 而且, 价格也和无珠说得相差无几。 他还故意问了一家, 回收落龙斩的价格, 对方却只给了五块半的零食。 唉, 欠下人情了。 宁风也终于确认, 无珠并没有坑他, 给他的价格确实是有情价。 无珠的意图他也懂, 希望他的服录以后都能卖给保龄堂。 这是一种拉拢的小手段, 对宁风没有坏处, 更何况他也需要一个培养一个合作伙伴。 保龄堂本来就是他为了卖服精挑细选的店铺, 但目前只是尝试接触的阶段。 这次卖法器也是宁风刻意为之的一个试探, 虽然有些冒险, 但宁风也有收获。 他交接的无珠,让他很满意。 宁风转身, 又走回之前看过的法器店, 他要买一柄凡器。 保龄堂没有凡器出售, 但宁风又买不起法器, 现在断刀都没了, 想着先买一把凡器防身。 何况修炼基础刀法, 没有刀怎么行? 掌柜, 这把刀多少钱? 宁风直接挑了一把刀背比较宽, 拿在手中有些重量的凡刀。 随着宁风基础刀数入门, 他需要重一点的刀。 之前他把黑刀太轻了, 拿着轻飘飘的手感不佳。 一块零食。 一番奖价后, 八十个零食岁成交, 递给掌柜一个零食, 找零二十。 零食岁和零食兑换比例, 也是一比一百。 宁风把刀大大方方地别在腰间, 这次没有再藏在道袍下, 自从杀死唐谷后, 他有了一定的自信。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杀人。 宁风总感觉被金手指带偏, 杀心好像有些重啊。 绕了两圈, 打算买些符纸符墨回去备用。 可惜那女摊主今天不在, 找了一家顺眼的摊位, 买了一千多张符纸, 和几瓶品质更高的符墨, 花了两个零食。 然后花了一个多零食, 买了一些大米和腌肉, 还有菜干, 三十多斤的物资扛在肩上, 腰部竟有些隐隐疼。 不过宁风还是没舍得买个储物袋, 这些物资应该都吃一个来月, 到时如果能突破炼器四层, 或者就可以直接用周寡妇那个储物袋了。 没必要花钱专门买一个。 一路忍着腰疼, 快步走出城, 路上风平浪静, 很快就回到出租区。 远远望去, 就觉得不对劲, 自己屋子前似乎围了许多人。 护卫队? 宁风心头一沉。 第25章 林家护卫队 人群里有十数人特别扎眼, 他们身材高大, 衣着统一。 宁风知道那是林家的护卫队。 多名护卫队员到现场,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处理治安事件。 宁风很慌,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事情曝光了。 他想转身就跑, 不过最终还是强忍住, 先看看情况再说。 以目前他的实力, 加上腰部还没痊愈, 成功跑掉的机会真不大。 林家的护卫队员每个人的修为都比他高, 加入护卫队门槛可不低, 练棋中期才能加入, 毕竟是属于完命的工作。 宁风不敢走得太近, 决定远远地观察, 看了好一会, 他才发现, 护卫队并不是围着他屋子, 而是在周寡妇家门口。 不过周围吃瓜群众比较多, 有一些挤不近的就站在宁风家门口, 导致宁风刚才以为他们是围着自己家, 应该是尸体被人发现了。 宁风松了一口气, 不过也有些遗憾, 若是晚一天被发现就好了。 他原本打算今晚前到隔壁, 用钢买化石粉处理了那两具尸体。 现在尸体提前被发现, 变数又陡增许多。 放慢脚步, 悄悄又走近了一些, 宁风终于看清, 周寡妇门已经打开了, 几名护卫队员正在里面做一些勘察工作。 有人在地上搜刮这些什么, 也有人在墙上仔细查看。 而床上的两具尸体, 也以备就被一道门外空地上, 用白布覆盖着。 不过从尸体的身形上看, 宁风能分辨得出那句是唐鼓, 那句是周寡妇。 哦! 你这个没良心的。 痛哭声传来, 唐鼓的尸体旁边, 一个女修哭得死去活来。 是唐鼓的道理。 她坐在地上不停地垂胸顿手, 口中竟是大骂。 死有余辜? 我十二岁就跟着你吃尽苦头, 日子好不容易安稳了一点。 你又背着我找女人? 你这个没良心的。 死有余辜? 哦! 旁边围观的邻居中有人走近劝她, 想拉她起来, 但都被她甩开胳膊。 唐鼓在此定居时间也不短了, 认识她两夫妇的人不熟, 看到此般情景都唏嘘不已。 唐鼓人员其实还不错, 这次被发现和周寡妇一起死在床上, 众人自然是非常意外。 在他们眼里, 凶手不可能在其他地方杀了唐鼓, 再把尸体运到周寡妇这里一起摆放。 很明显, 这次案件是一次现场抓奸, 凶手一怒之下杀了唐鼓和周寡妇。 有几个机智的邻居甚至直接怀疑到了唐鼓道理身上, 觉得他在那里嗷嗷哭是在演戏。 宁峰悄悄挤入人群中, 脸上顾露出些少惊恐与不安, 装出一副围观的样子。 末多久, 他就在围观邻居的各种议论中搞清楚情况了。 原来是早上他去方室的时候, 有个邻居来找周寡妇, 敲了半天门觉得不对劲。 这个邻居便直接撞开门, 之后就发现床上的尸体。 宁峰很无语, 他一直以为周寡妇和其他邻居没有什么交往。 不过, 当他听到那个邻居是找周寡妇讨债的, 他便释然了。 他知道周寡妇也是个穷逼, 身上几乎没有值钱的东西。 来讨债的那个邻居见周寡妇闭门不应, 以为周寡妇故意躲着, 自然也不客气, 否则一般人也不会直接破门而入。 在屋内发现了两个人的尸体后, 那个邻居第一时间就报给了护卫队。 这些事发生的时候, 宁峰还在保龄堂和无珠聊着价格。 宁峰估算了下时间, 从他早上出门到现在差不多三个多时辰了。 也就是护卫队来到现场也已经一个多时辰。 宁峰有些慌, 不知道盘问环节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他的屋子离岸发地仅仅一墙之隔, 若是盘问, 第一个肯定是他。 若是盘问的时候, 护卫队发现他不在家, 而是去方式买化尸粉。 修士身上带着化尸粉很正常, 但宁峰的人设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卖的, 这个时间点上去买化尸粉就显得有些不正常。 想到这里, 宁峰只觉后背冒冷汗, 伸手进兜里准备摸出化尸粉, 刚准备偷偷扔在地上。 这房子谁的? 突然一声喊声传来, 吓了宁峰一跳。 抬头一看, 只见一名护卫队站着自家门前, 指着房门大声喊道。 连忙缩回兜里的手, 小跑往前, 一路挥着手。 是我, 是我的。 开门, 我们要立行检查一下。 好脸。 宁峰放下物资, 很利索地找出钥匙, 把门打开。 那名护卫队员手里拿着纸笔, 进屋后左看右看, 不时在纸上记录着。 检查了一番, 便打量了宁峰几眼, 道友练弃三层。 是。 宁峰知道对方探查过了他的修为境界, 对方比他修为要高, 方才感觉到对方的神识扫了过来。 那护卫队员接着问道, 道友可曾知隔壁周云和什么人有过节? 周寡妇的名字叫周云。 宁峰摇了摇头, 我不知。 若非要他指出一个和周寡妇有过节的人, 那只有他自己了。 道友这几天可发现周云接触过什么人, 或者他的表现有什么异常之处。 宁峰故作沉吟一会道摇了摇头, 未曾发现。 护卫队员在问道, 那道友可曾知道唐谷和周云的关系? 宁峰直接摇头, 不知。 不过, 很快又皱起眉头, 欲言又止, 不过。 不过什么? 护卫队员双眼发亮。 宁峰假装回忆了片刻接着道, 不过有时到了夜晚, 周仙子那边似乎传来一些声音。 什么声音? 就是, 听起来有点像是床板撞击墙壁的那种响声。 哦? 护卫队员双眼更亮了, 一副吃瓜的表情。 接着他又检查了一下宁峰的散修身份牌, 将宁峰的名字和方才的盘问内容记录在纸上, 便对宁峰抱拳道, 道友必进驻的离凶杀现场最近, 若是想起什么异常之事, 可随时来护卫队报给我们。 自因如此, 宁峰回礼后送护卫队员出门。 出到门口, 宁峰便看到附近还有几名护卫队员在和周围的一些邻居说话, 估计是在盘问有用的信息。 很快盘问就结束了, 两具尸体被护卫队用一部马车给运走了。 唐古的道理不知道是否被认定为嫌疑, 护卫队也一并带走了。 围观的众邻居的议论了几句, 便零零散散散去。 宁峰拎着方式买的东西进屋, 关上门, 仔细回想方才的盘问自己有无出现什么纰漏。 第26章, 邻家添娇子。 咚咚咚。 午间, 宁峰刚揭开锅准备吃饭, 有人敲门。 正婆子? 宁峰皱眉, 放下碗筷起身开门。 开门后, 站在外面的居然不是正婆子, 是一位少年。 年龄看上去和宁峰差不多, 白衣如雪, 莫发披肩, 论容颜风采, 竟丝毫不输宁峰。 他身后还站着两个护卫队员, 其中一个正是早上盘问宁峰那个。 我姓林, 林朝元, 护卫队代理队长。 少年神色自然, 说话语气给人一种长居高位的感觉。 见过林队长, 宁峰神情自若。 刚开门的一瞬间, 他就察觉到这位林队长的神识已经在他身上扫视了一遍。 对方的神识远比后面那位护卫队员高出许多, 想必修为很高, 怪不得年纪轻轻就是护卫队队长。 林朝元微微点了点头, 道, 我们这次来是需要收集多一些凶杀案的线索。 宁峰侧身, 林队长请。 林朝元背负手缓缓走入屋, 四周扫视, 很快目光就落在宁峰的床尾。 床尾柱子上挂着的, 是宁峰今天在方氏买的那把刀。 你是刀修? 林朝元淡淡问道。 宁峰回道, 宁某是扶尸, 并非刀修, 配刀只是防身而已。 防身? 林朝元伸手拿刀拔出窍, 嘴角微弯, 道, 今日才想到买刀防身。 刀太新。 宁峰不慌不忙道, 宁某之前囊中羞涩, 幸好最近近身浮尸, 卖了些浮患的零食, 今日才去方氏买了点米肉, 顺便买了把凡刀。 林朝元默默点了点头, 看了看地面的一大袋大米和烟肉。 狼一声, 插刀入鞘。 没再理会, 烦气而已, 但凡有点零食都不至于买这种切菜刀。 宁峰心里顿时石头落地。 大意了, 今天不该买刀的, 隔壁两具尸体没处理掉。 他们身上的伤, 只要眼不瞎都能看出是刀伤。 不过, 实力差距摆在哪, 宁峰并不是很担心林朝元起义。 但是, 林朝元接下来问了一句让他更心惊的话, 道友身上的腰伤是怎么来的? 宁峰几乎顿了两膝, 才回到, 前几日去方氏, 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一个节道的修士, 一番争执下, 被他击伤, 所以这几日都在家养着。 宁某担心腰伤会留下隐患, 今日专程去方氏买了药。 说吧, 宁峰掏出在宝林堂买的药物。 林朝元看了一眼, 点点头, 又问道, 听说你和周云有过节。 过节? 宁峰愣了一下, 很快就反应过来, 那日周寡妇坑他偷渡兜, 不少邻居都亲眼目睹整个经过。 今天护卫队盘问时, 恐怕会有人提及。 宁峰道, 过节倒算不上, 只是一些小误会, 后来我也给周仙子赔偿了。 林朝元又点点头, 宁峰赔了一零食给周云的事, 护卫队今天自然也知道了。 道友为何一直站在这里? 林朝元突然看着宁峰的脚问道, 糟了, 宁峰心道。 他进屋后一直下意识地站在那个地洞上, 想遮挡一下, 总是担心被人看到上面的黄泥不够自然。 林朝元不愧是护卫队的队长, 只看了几眼就发现地面有蹊跷。 来人, 把这里挖开。 方才跟着林朝元来的那两位护卫队员一直站在门外等着, 听到队长这么一叫, 立刻进屋, 掏出身上的法器, 直接开挖。 一尺多宽的小地洞, 不到二十膝就被挖开了。 可惜, 里面只有鸡瓶浮沫, 一千多张符纸, 几颗静心丹, 外加一斤左右的零米和几条妖兽肉。 加起来也就几个零食, 就这也要藏到地洞里。 林朝元觉得没有那么简单, 蹲下来翻了下, 找到两本书。 入门俘禄制作响简和基础刀法。 道友学的是这个刀法。 林朝元拿起基础刀法, 翻了几页, 脸上表情似乎有些无法置信。 这, 也算刀法啊。 他们林家八岁的孩童修炼的启蒙刀法, 都比这个墙上十倍。 不, 是百倍。 宁峰眼皮子一跳, 道, 不然呢? 林朝元放下书, 站起身拍了拍手, 示意那个护卫队队员把地洞恢复原样。 他今日从护卫队报上来的各种线索, 发现宁峰才是这起凶杀案最大的嫌疑犯。 但是现在, 林朝元才确认, 宁峰与凶杀案没有任何关系。 炼器三层的修为, 烂大街的地摊刀法, 地洞小金库还没有一件摆得上桌面的东西。 这样的人, 能一刀秒了炼器四层的周云? 能跃两截杀了炼器五层的唐骨? 绝对不可能。 林朝元看过周寡妇的尸体, 一刀削手, 头颅位置被切得整整齐齐。 这样的伤口, 林朝元可以肯定, 就算给一把灵器给宁峰, 宁峰也做不到。 带队员掩盖好宁峰的小地洞后, 林朝元才对宁峰道, 道友是浮尸, 为何不去报备? 报备? 宁峰不知道浮尸还要去报什么备? 记忆里并没有这个说法。 林朝元道, 浮尸到了凤瑶城周边, 可到城内邻家报备, 可按照等级享受一些邻家提供的便利罢了。 若是道友嫌麻烦, 不报备也可。 还有这种好事啊, 宁峰心领神会, 猜到了这应该是林家拉拢服饰的一种手段。 有空是要去瞧瞧, 说不定真有什么福利, 错过就可惜了。 林朝元和两个护卫队队员来去匆匆, 临走时, 那个队员还向宁峰拱了拱手, 算是赔了个礼。 宁峰转身入屋, 沉思许久后, 脸上终于露出笑容。 他认为这件事到此为止, 后面发生的应该牵扯不到他身上, 因为他已经成功地把自己摘了出来。 林朝元匆匆来找他, 肯定是有所怀疑, 认为他有作案动机和嫌疑。 但经过各种试探, 又查清宁峰的修为境界后, 林朝元最后应该将宁峰的名字 从嫌疑犯名单上画掉了。 索性那两只储物带宁峰一直随身携带, 若是留在地洞里, 或者对方强行搜身的话, 说不定就漏线。 此人好强。 宁峰脑海里浮起林朝元的影子。 林朝元一眼就看出他的腰部有伤, 让宁峰很吃惊。 而且他年纪轻轻却身居高位。 姓林, 莫非是林家的人? 不过, 是不是林家人和自己关系不大? 宁峰没有多想端起碗筷, 大口吃饭。 虽然米饭都已经冻了, 但胜在心情好, 吃起来格外香。 第27章, 炼器漆四层。 接下来的大半个月, 宁峰稳稳地狗在家中。 每天按部就班修炼, 腰伤也完全恢复好了。 当然, 他也不是门都不出, 偶尔也需要倒一下夜壶里的存货。 另外, 他吃的普通大米, 五股烟火总会化成黄金香土, 几乎每天都要去百多米外的公用茅房解决。 附近房子许多都是像宁峰这样的单间, 不带独立茅房, 导致有时进茅房还需要排队。 好几次宁峰在蹲坑的时候, 都听到外面的女修在不停地催她。 有时甚至还没等到她出来, 就直接一边拖到袍一边冲了进来。 味道大, 脏乱差, 人又杂, 让宁峰很不习惯。 尽快换房, 租个有独立茅房的。 这天宁峰提着裤子走出茅房, 心中暗暗下决心。 她手头现在有七块零食, 还有几把零食碎, 这段时间又花了不少福禄, 若卖出去, 身价至少高达十几块零食了。 换房, 对宁峰来说, 已经不再是难以实现的设想。 但她想一步到位, 直接搬到城里, 不过城里房价太贵, 十几块零食可能有点不够看。 还需继续再攒点。 而且, 随着刀法修炼的进度, 宁峰感觉饭量越来越大了, 以前一天吃五六两大米就行。 现在才半个月不到, 她一天就得吃一斤五左右的大米才饱。 翻了两倍多。 但同时宁峰也感觉自己身体 刚穿越来的时候, 强壮了很多, 人也精神, 浑身有劲。 饭量大带来好处, 但也有坏处, 增大了。 宁峰算过, 按现在的饭量, 估计差不多每个月要四个零食。 这还是吃普通大米和腌肉的情况下。 若是吃好一些, 而且饭量还会继续增大下去的话。 后果将不堪设想, 至少短期内, 无法换房。 回到屋, 宁峰继续化肤。 这半个月, 她除了正常修炼, 其余时间就是在狂化谢力福。 谢力福如今已经晋级精通级别了, 成功率几乎接近了五成, 其中还出了一些中品。 不过, 手头还有不少符纸, 宁峰决定先将手头的存货用完, 再出门去方式里, 买。 又过了半月。 这天清晨, 宁峰正在修炼彩灵弓。 突然面板文字闪过。 彩灵弓, 熟悉度。 加一。 这一霎间, 宁峰突然感觉丹田涌动, 灵力爆起。 天地间的灵力似乎也突然受到牵引, 飞速纳入宁峰体内, 不断地与他丹田的灵气相互融合。 片刻后, 体内灵气如牛, 一涌而出, 顺着宁峰的经脉急速奔走。 普通练气前期修士在突破练气中期都会遇到的那个瓶颈, 居然丝毫不费力地被宁峰冲破。 彩灵弓, 精通, 一五百。 宁峰自然看到了面板提示, 但他没有狂喜, 现在正是关键时刻, 继续保持着平和的情绪, 引导体内灵气凝聚。 很快, 黄万不安的灵气在宁峰的引导下, 逐渐稳静下来, 开始缓缓地汇入丹田。 而此刻宁峰的丹田, 比炼气前期扩大了几乎一倍, 能容纳的灵气也更多了。 周而复始, 宁峰不断地引导灵气行走经脉, 十多个周天之后, 便感觉灵气恢复到之前那样的平和。 压手收工, 睁开眼, 打开面板。 姓名, 宁峰。 寿命, 三十八分之十六岁。 境界, 炼气四层, 百分之一。 功法, 采灵弓, 精通, 一五百。 四二一百。 制服, 谢力服, 精通, 三二七五百。 制服, 格音服, 入门, 七八一百。 开山术, 精通, 一二九五百。 基础刀法, 精通, 一八四五百。 终于踏入炼气中期了。 宁峰脸上一喜, 等着天等了好久。 他现在也清楚地感受到了炼气中期与前期的区别, 简直是碾压性的差距。 丹田空间扩大了这么多, 可储蓄的灵力就越多。 灵力越多, 可支撑的激发法术自然更持久久, 自保能力几乎翻了一倍。 甚至, 画幅的时间长度和劳动强度都能大幅度提高。 不过刚突破炼气四层, 丹田如今还是空荡荡的。 需要不停地修炼彩灵弓, 引导灵力继续充营丹田。 以后更要勤加修炼。 宁峰起身, 决定今天去一趟方式。 上次买的物资原本计划吃上一个多月, 但随着饭量增大, 米桶前两天已经见底了。 这两日, 宁峰在出租区的小集市里凑合买了两天伙食, 价格有些小贵。 所以, 有必要去凤瑶城方式补充一批。 另外, 他一直惦记着林朝元说的福尸福利。 是该去看看了。 不过出门之前, 宁峰没有忘记一件重要事情。 周寡妇的储物袋, 是时候打开了。 取出储物袋, 催动灵力抹除周寡妇的神识印记, 一开始还是没反应。 但是多了好几次后, 终于抹除成功了。 宁峰眼睛发亮, 忍不住马上注入一丝自己的神识, 给储物袋打上印记。 他认定周寡妇不是有钱人, 储物袋里绝对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但是这个储物袋, 本身却只几个零食。 立即, 这个储物袋, 就似乎和他产生了某种联系。 神念异动即可随时翻看, 并可将物品随意取出放入。 将神识王储物袋里一探查, 宁峰目瞪口呆。 袋里的空间, 一丈长, 一丈宽, 四尺高。 这样的储物袋, 算是超大号的了, 在方式售价至少四五十块零食。 宁峰在这一瞬间, 心中突生一个念头, 要不要拿这个储物袋到房室里卖掉? 哪怕是二手已经用过的, 但卖二三十个零食绝对没有问题。 毕竟这个储物袋, 还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使用寿命。 格局小了。 宁峰很快摇了摇头, 一个修士如果穷太久, 无论看到什么都想着兑换成零食。 查探一番, 他发现了储物袋中间, 有一堆东西。 另外角落里, 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物品。 翻了一下, 那堆东西居然全部是衣物, 光是杜兜就有二十多件。 几乎各种款式颜色都齐了。 宁峰无语, 难道周寡妇是杜兜收极狂? 另外还有十三件道袍, 清一色的女款。 宁峰觉得可惜, 若是有一两件男款道袍, 他或许还能用来换洗一下。 他来到这个世界差不多一个月, 身上穿的一直是原身那件。 除了衣服之外, 角落里那些零散的物品, 应该都不值钱。 几瓶很普通的炼奇奇丹药, 价值一两块零食。 还有一些化妆品之类的东西, 几乎没有价值。 修饰常备疗伤药包, 也用去了一半, 不值钱。 唯一能吸引宁峰的是几本书。 第28章 中品谢立福 苍浪玉女心经 聚灵宫 焚悉术 聚灵宫? 这宫法宁峰知道, 是采灵宫的加强版。 采灵宫是底层散修, 启蒙宫法, 因为便宜烂大街, 不过修炼极其缓慢。 修饰的修为不仅和灵根有关, 和宫法更是息息相关。 如果有衬手的宫法, 哪怕是资质平庸的修饰, 也有望住基。 而聚灵宫就要高级许多, 只有那些修仙家族或者宗门礼, 才会提供此宫给弟子修炼。 聚灵宫很少在市面上出售, 毕竟拥有这些高级宫法的修饰, 并不差这点零食。 最大原因还是法不外传的心理作祟, 不同阶层, 怎可能轻易互相分享。 宁峰拿着这本《聚灵宫》, 内心激动无比, 他现在刚晋级练气中期, 如果还是修炼采灵宫的话, 虽然有金手指扶持, 但算下来还是差不多要一年多, 才能突破到练气五层。 但有了这本《聚灵宫》, 宁峰有把握, 最多七八个月就能达到突破五层境界的程度。 事实上, 在练气前期彩灵宫还勉强可修炼, 突破中期以后, 彩灵宫就显得很鸡肋了。 若是不能随着境界提升更换高级功法, 修为就如逆水推舟, 进展缓慢。 这本《聚灵宫》简直是雪中送炭, 瞌睡送枕头。 宁峰也没急着马上开练, 把书放好, 等到有空细细研究, 确认无问题再开始修炼。 接着翻开那本《苍浪玉女心经》, 但没看两页, 宁峰就轻轻和尚。 这书, 不正经。 双修之术。 不是宁峰假正经不想修炼, 现在孤家寡人, 炼了没好处。 双修术讲究的是, 阴阳调和, 互辅互长。 若是一个人炼, 阳志圣极, 必死无疑。 待他日道履成群, 自可领略此书美妙。 宁峰暗暗道。 接着端起那本《焚熙术》, 翻了几页, 宁峰又把书和尚。 焚熙入体, 深如寒冰, 这是冰系功法。 这应该是周寡妇修炼的功法, 难怪内心灼热似火, 外表却寒若冰霜。 周寡妇应该是冰系灵根, 战比较重, 这功法合适他。 但不合适宁峰。 宁峰早在记忆中, 找到了自己的天赋信息。 三灵根, 土系比重多显。 资质其实不算太差, 不过土系功法比较稀有。 若是能修炼土系的功法, 宁峰的战斗力, 绝对会提升一个档次。 将随身物品全部扔进储物袋, 贴身藏好。 宁峰出门, 准备去方式。 宁道友, 出门溜达啊。 见到宁峰开门出来, 坐在隔壁门口, 竹椅上躺着晒太阳的张老头, 斜着眼打了个招呼。 张道友走! 宁峰笑着打了个招呼。 张老头是新搬到隔壁的, 也是孤家寡人一个。 周寡妇那件事, 被护卫队查询了一番后, 就定为外来凶杀案, 凶手抓不到, 草草结案了。 屋子空了出来, 就被张老头租去。 张老头自然知道屋里死过人, 可能是因为年纪大看得开, 张老头竟一点都不忌讳这些。 宁峰自问做不到。 经过林田前面那片树林的时候, 宁峰看前后无人, 便假如捂着肚子跑到林子中, 打开储物袋, 用刀挖了个坑, 将周寡妇那些衣物、化妆品全部买了。 到了方氏, 直奔保龄堂。 宁导友, 眼中静又静又洗。 洗得自然是宁峰又来保龄堂, 不是买东西, 就是卖东西, 他的提成少不了。 惊得是, 宁峰看起来像换了一个人, 以前一副病公子的模样, 丝丝闻闻。 现在看上去, 却又高又大, 眉宇间也多了一股阴气。 而气息波动比之前也强了一些。 咦? 练气四层了? 你练体修? 乌珠忍不住问道。 只有体修功法, 才会让人变化如此大, 一个月不到, 就变得身强力壮。 没练体修, 只是最近多动了些罢了。 宁峰笑笑道, 他也探查一下对方的气息, 但依然感应不到什么。 乌珠的修为很可能是练气五层。 乌珠又上下打量了一番宁峰, 他怀疑宁峰得到了些什么改变体质的机缘。 否则变化不可能这般大。 怎么? 看够没有? 看够的话, 帮我看看这些服的品质。 一句话就撩抖乌珠脸红了起来。 两人进了内室, 宁峰掏出两大踏谢力符。 这段时间他画了不少服录, 谢力符和格音符都有, 但谢力符占了相当大一部分。 咦? 中品? 乌珠眼间, 一下发现这两大踏服录里, 有不少是中品的品质。 他诧异地看着宁峰, 这些服录是你画的。 是啊。 宁峰不明白, 乌珠为何这样问。 乌珠怀疑自己看错了, 又拿起服录仔细看了一遍, 忍不住叹道。 宁峰如果之前没有藏桌的话, 那你可是画服的天才。 才短短一个月, 服录的品质就提升这么高。 宁峰闻言心头一惊, 他不知道其他的服录师什么情况, 但听乌珠这么说, 似乎自己有些优秀了。 优秀可不是什么好事。 木秀于灵, 封闭摧之。 应该是金手指的功劳, 画服成功率提高了, 品质也提高了。 看来以后要低调点, 否则太过惹眼, 一折。 宁峰赶紧回到, 这次浪费不少福纸了, 还有一部分是以前压箱底的货, 干脆一起拿来卖算了。 原来如此。 吴珠恍然大悟, 不过仍用手斧摸着那几张福录, 微叹不已。 经过一番清点, 夏品谢力福472张, 中品谢力福49张, 格音福85张。 您道友, 这里一共是15块零食。 很快, 都不需要宁峰自己过去, 隔壁帐房就送来了一小袋零食, 宫宫静静地道。 能画出中品福录的福尸, 自然值得宝灵堂如此接待。 这原本就是规矩。 这么多。 宁峰惊道, 可话刚出口, 心中又悔了。 格局还是太小。 十几块零食, 大呼小叫, 成何体统。 吴珠笑道, 中品谢力福一共有49张, 一块零食7张, 这是行情。 其实, 他心中多少也有些意外。 宁峰来, 宝灵堂只卖过两次福录, 第一次仅仅卖了三块零食, 是隔不到一个月, 第二次就翻了五倍。 第29章, 林家外物堂, 这在福尸中, 是极为罕见的。 因为一般的福尸, 受自身修为所限, 画福的水平, 极难在短期内, 得到迅速提高。 但宁峰却明显与他人不同, 这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宁峰会福天赋超高, 要么就是, 他获得了什么机缘。 不过这些, 吴珠自然不会和宁峰说, 他更不会告诉旁人, 若是事实真如他所猜, 他要做的, 就是极力拉拢这位天才福尸。 原来如此。 宁峰又刷新了认知。 宁峰其实在画福成功时, 自己知道哪些是中品级别的, 但他不知道价格, 所以根本没留意自己画了多少张中品。 他知道, 中品的谢利福是贵一些, 但没想到, 回收价居然是一块零十七张, 是夏品谢利福的八倍。 差距太大, 但同时也说明, 自己的赚钱能力提高了。 宁峰手头一下就高达22块零十, 就算是城内租个房子, 也未必不敢想一番。 告别无珠, 离开保龄堂。 在地摊区找到经常交易的那位女摊主, 买了一些福纸福墨。 又去粮油店买了100斤的普通大米, 然后根据后世的营养菜谱, 备上足够的腰瘦肉、菜肝, 甚至一些水果。 买完这些, 花了足足八块零食, 原本去计划去盗袍店买一件新的盗袍, 但最终宁峰决定不去了, 身上这件盗袍穿久了, 也穿习惯了。 说到底, 其实还是不舍得花零食。 将伙食物资放入储物袋, 宁峰就直接出了方式。 经过方式旁边的街道, 看见一排雅行, 清一色都是提供房屋租赁或者售卖交易的, 门口都摆着一块大木板, 上面写满一些带交易信息。 宁峰走进看了一会, 基本都是某某路某屋售价几何, 面积几何, 或者租金几何。 这勾起宁峰强烈的性质, 他下个目标正式搬到城里定居, 正好可以录一波行情。 城东仙永街139号屋, 长宽各三丈, 寒院子, 单层, 每月租金17块零食。 贵了。 再看, 城西云西小宅区, 单间长一丈二尺, 宽一丈, 公共茅房, 二层, 总高四层, 每月租金15块零食。 齐了, 面积环境一个天, 一个地, 价格却差不多。 宁峰又看了几条租房信息, 有些摸不清楚规律, 这里的房屋租金似乎和面积大小没有关系。 这位道友, 可是想租房。 一个牙型伙计看到宁峰在门口看了半天, 走出来笑嘻嘻问道。 宁峰指着方才那两条租房信息, 问道, 我看这两个屋子, 面积相差甚大, 为何价格却相差无几? 牙型伙计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 笑道, 道友是外来的吧? 你有所不知, 这里城内的房屋贵贱并非以大小区分, 而是以灵器来划分。 灵器? 对。 牙型伙计接着解释, 城中心的地底有条二阶灵脉, 离城心越近, 灵器自然越高。 来这里租房或者买房的道友, 基本都是冲着灵器来的。 您说是不是应该以灵器来定价呢? 宁峰恍然大悟, 点头赞同, 自然应以灵器高低来定价格。 他指着云西小宅那条租房信息问道, 那看来此屋是比较靠近城中心了。 牙型伙计笑道, 正是, 道友若有新租下, 还可以便宜一点点, 但是不多。 宁峰皱眉, 刚才看了一些租房信息, 许多都要三月起租, 他目前的财力, 别说三个月, 一个月都兜不住。 牙型伙计察言观色, 立刻明白宁峰嫌弃房价贵了, 便小心地道, 道友, 小店手里有一套屋子, 租金比较实惠, 不过位置不太好, 灵器不是特别充沛。 宁峰来了点兴致, 哦, 这套房屋莫非也是在城东? 经伙计方才解释, 他也算摸出规律了, 城东灵器没有成熙的浓郁, 房租低了许多。 正是, 牙型伙计接着道, 所以房主好几个月都没租出去, 前几日来通知我们将租金降低一点, 争取早日租出。 月租多少? 十块零食, 压一负一。 那就是要二十块零食, 宁峰依然租不起。 看宁峰没有继续问下去的意思, 又准备离去。 牙型伙计面上笑容不改, 道友慢走, 若以后需要租买房屋, 传音一声, 其余交给我。 牙型伙计经验丰富, 自然不会以医取人, 热情地上两张传讯符给宁峰。 很多时候, 交易机会就是这样来的, 一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人物。 某一天某一刻, 突然就来成交了一笔, 用金就来了。 宁峰接过符一看, 上面还有几个小字, 中正牙型。 告辞伙计, 宁峰便朝着凤窑城中央走去。 凤窑城中央, 是整个城内地势最高的地方。 也是这方圆数百里范围的主人, 凌家的足地所在。 越接近城中心, 宁峰就感觉灵气越发的充沛。 城底, 据说有一条二阶的灵脉, 看来是真的。 凌家足地相当于城中城, 高高的围墙包围着, 一眼望不到尽头。 修仙者当如是。 走到城墙下, 宁峰颇为感慨。 仙族势大, 威舍八方。 哪个修仙者不渴望达到这种高度? 我是浮尸, 过来报备的。 宁峰掏出散修身份牌, 递给拦住他的护卫。 护卫听到来人是浮尸后, 脸色平和不少, 接过木牌检查无意后道, 浮尸报备须去外务堂, 入门直走左拐, 若找不到再寻人问便是。 谢。 宁峰副手举步, 昂首飘然入城。 这些天的经历, 让他隐隐感觉到浮尸在这个世界, 是有一定地位的。 哪怕是刚入门的浮尸, 也颇受人器重, 难怪原生拼死一条老命, 都想挤入这个行当。 宁峰从来不是路芒, 很快就到了一座楼阁前, 上面排扁三的大字, 外务堂。 林家的外务堂似乎很繁忙, 来往人络绎不绝, 宁峰站在楼前看了好一会。 深吸了一口充沛的灵气, 宁峰决定进去问问情况。 其实来之前, 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林家不会无缘无故给所有浮尸赠送福利, 一定是希望福尸有所回报。 若是你拿了人家的福利, 却提供不上相应的回报, 你就会得罪人。 还有, 一旦和林家有了牵扯, 日后林家需要的时候, 这份福利就会变成了羁绊, 甚至锁命绳。 宁峰身怀系统, 他明白, 这个秘密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让别人发现。 思索一番, 宁峰进入外务堂, 发现这里类似后世的办事中心, 来办事的人都在排队。 你好, 我是来报备福尸的。 轮到宁峰, 没敢查探他的境界。 他感觉这里每个人的修为都比自己高。 身份木牌呢? 女修面无表情地问道。 态度如后世的银行职员, 一天接几百个客, 人如朽木, 行如走失。 宁峰掏出散修身份木牌, 递了过去, 问道, 报备后有什么好处? 第30章, 三接福禄师。 这个身份木牌, 其实也是林家制的, 亦在监管自己势力范围内的每一个人。 若是没有身份木牌, 就等于是外来人员, 在城中行走, 如果惹上是非, 就会遇到麻烦。 女修却没有搭理宁峰, 拿着她的木牌照着登记一番后, 便站起身道了一句。 随我来。 宁峰指的跟着她走, 进了一处近视, 室内有桌, 桌上有符墨符纸。 画出你最拿手的符落。 女修指着桌子道。 宁峰了然, 这应该是职业平级了, 有点看成绩打分的意思。 走到桌前一看, 宁峰发现, 这里提供的纸笔墨, 比自己用的好了几个档次不止。 默念清心咒, 闭眼三息。 运气, 举笔, 沾墨, 下笔。 画的是谢力符, 既然决定了领符令, 宁峰决定全力以赴。 随着她笔风行走, 曲折勾纳。 熟悉后, 一阵金色符纹泛起后, 如潮起雾散。 最终落入符中, 这张谢力符成符后, 竟隐隐留意出金色光芒。 金色的符纹。 宁峰心头一惊, 她自己还是第一次见到金色符纹的谢力符。 符成的时候, 她就感觉这张谢力符的品质, 比卖给保龄堂那些中品的品质还要更好。 上品谢力符? 女修在一旁惊道, 她比宁峰更震惊。 没想到, 这个炼气四层的小符师, 居然能画出上品的符录。 尽管这张谢力符是入门级符录, 但品质如果达到上品, 就几乎能抵挡助击的一击之力。 一张符录可以抵挡助击全力一击, 可想而知, 这其中的意义。 上品? 宁峰听了也呆了, 上品谢力符在方式里并不是没有出售, 只是棘手。 能抵挡助击一击, 这样的符录早已经功不应求。 就是出售, 也是价格极高, 一张至少十五个临时开外。 所以, 绝大多数修为低的穷散修根本买不起。 宁峰愕然就这么随手一画, 就是上品了。 不过她并没有沾沾自喜, 低调到侥幸而已。 决定品质的是贵堂的笔墨纸, 非宁某之功。 女修恩了一声, 这是自然。 林家的这支符录笔, 可以提高足足三成的成符率, 价值都近百块零时。 更别说那些纸墨了, 符纸是用筑基期境界的妖兽皮制成。 而这个符墨就更贵, 是筑基境界的妖兽心头血熬制而成。 一小瓶这样的符墨, 价值数十零时。 宁峰画这一张谢力符, 成本都用去几块零时了。 索性画出的是上品符录, 否则还要贴钱。 不过, 林家自然不在乎这点小钱, 这些东西在林家不过是标配罢了。 林家自己刚入门的符尸, 都是用此规格的纸笔墨。 宁峰, 炼器四层, 大赵仙国, 三接符尸。 女修递过宁峰一块翠绿通壁的玉牌, 道, 这是仙国玉牌, 持此玉牌可自由出入大赵仙国各地主城 和一些特殊场所。 宁峰尸最好将此牌佩戴在身上, 能减免许多麻烦。 接着, 他又取出一张纸递给宁峰道, 在凤瑶城, 林家还给符尸额外增加了一些福利, 这上面都有详解。 你回去自己看, 我就不一一解说与你听了。 宁峰接过放入怀中, 又将玉牌挂在腰间, 然后长须短叹地离开了林家主城。 十多块零食, 整整十五块零食, 那张谢力符, 无论宁峰明示暗示, 那位外务堂女修愣是没还给他。 宁峰也不敢动手抢, 对方修为绝对比他高, 还是主场。 唉,算了, 以后若是人钱画符, 出五成功力就好。 宁峰无奈看着新的身份玉牌, 叹了口气。 这个玉牌明显比之前的木牌高档许多, 无论是材质上或设计上。 原来的身份木牌是林家制的, 但这个符尸玉牌, 可是这儿八经的国家级职业证书。 林家只有此玉牌的派发权, 连回收权和扣押权都没有。 玉牌上的大兆先国四个荧光一闪的字, 勾起宁峰的一些记忆。 他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大兆先国, 这个世界被好几个大修仙国家瓜分掌握着, 大兆先国正是其中一个。 大兆先国是有几万年传承家底的皇朝势力, 既管修仙者也才红尘人。 但修仙界一些实力强大, 传承远久的大宗门势力不愿意受皇朝的管辖, 他们和皇朝势力早已相互约定, 互不干扰。 而像凤瑶城林家这种势力, 在这个世界里仅仅是属于沧海遗塑般的小家族, 自然要接收皇朝的派遣和管辖。 林家在此地落地生根以后, 需要上报势力范围给皇朝, 经过了皇朝认定同意, 才算是这一方区域的掌权人。 说白了, 就是相当一个县令官。 每天皇朝要换人了, 也就一句话的是。 凤瑶城这个位置极偏僻, 在整个世界版图中毫不起眼, 皇朝从来未放在心上, 也从不过问。 但林家自己懂得摆正位置, 遵守皇朝的各项行政规定。 一个小家族, 根本无法和巨大的皇朝先族对抗。 凝峰这个服饰玉牌, 正是皇朝的官方身份牌。 等于通过考试, 属于国家承认的服饰。 大兆先国的官方规定, 服饰按水平划分为九个等级, 一阶, 二阶, 九阶。 外面的世界, 很广, 很大。 凝峰赞叹, 心里有些向往, 总有一天, 他要走出去看看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 他画的那张上品谢力福, 在凤瑶城方式里, 虽然谈不上可以充当店铺镇店之宝, 但无论放在哪个店铺, 都绝对是极耀眼的存在。 就这样一张上品福录, 居然只能凭个三阶福尸, 说明凤瑶城的牌面, 还是太小了。 凤瑶城以外的地方, 一定更高也更强。 不过福纸浮墨和福笔的加成效果, 让凝峰印象深刻。 凝峰决定, 下次如果买福纸浮墨, 一定要挑更好一点品质的买。 有好的笔墨纸, 成福率和品质应该能再上一层楼。 地摊买的浮纸浮墨虽然便宜, 但如果成福品质与成福率不高的话, 算下来其实更不划算。 左右无视, 临时在手, 时间且尚早。 凤峰决定今天好好逛一逛这个凤瑶城。 穿越过来一个月了, 每天都活得提心吊胆, 现在成为仙国浮尸, 虽然等级不高, 但总算在这个世界站稳了脚跟。 生产队的驴都有休息, 凤峰给自己放假一天, 无可厚非。 第31章 承熙人牙子 辨别了一下方向后, 宁峰朝西面走去。 西面正是与方氏相反的方向, 方氏在城南。 承熙, 城北, 城东宁峰都没有去过。 宁峰觉得有必要熟悉一下凤瑶城, 感受一下各处灵气的浓溪差距。 以后租房子心里也有个底, 不至于给牙形给坑了。 一路闲逛, 宁峰发现, 承熙的人流量远没有城南大, 可能是因为方氏集中在城南的缘故。 米店, 炼气店, 道袍店, 雅行店这些基础配套的商铺, 只是也没城南多。 城西更像是高档住宅区, 建筑大多比城南的要来的精致。 宁峰觉得很合理, 因为他感受到这里的灵气比城南要充沛许多。 没有方式, 人流量少, 街道也宁静, 灵气更充沛, 居住环境然好。 有钱的修士, 自然会选这种地方定居。 难怪这边房租怪。 宁峰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看见前面有家商铺招牌打着牙型二字, 料想是租售房屋的牙行便晃晃悠悠走了过去。 走近才发现, 这家牙行和城南那边的牙行不同, 门口并没有摆放着租售房屋的文字信息。 不过店内有个女修在坐着, 应该是电火箭。 宁峰直接走了进去。 道友, 欢迎光临。 女修见有人进店, 连忙起身笑迎。 宁峰朝女修点了点头, 打量了一番店里, 发现店里也没有关于租售房屋的信息。 便其道, 贵店既是牙行, 为何不见有租房的牌子? 租房的牌子? 女修皱皱眉头, 随后哑然失笑。 道友, 小店可不是房屋牙行。 宁峰很快就反应过来, 牙行就是中介所, 可不仅仅是房产行业独有。 许多行业都有中介。 婚姻中介, 招聘中介, 物流中介, 服务中介, 家政中介, 什么行业都有。 哦? 那贵店是什么牙行? 女修媚眼如丝, 笑回道, 是凡人牙行。 凡人牙行? 宁峰愣住了几夕, 才想起, 这个世界确实有这么个行当。 这个世界, 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天地灵气的。 修仙者都聚集在灵气旺盛的地方, 而凡人则居住在灵气稀薄, 甚至毫无灵气的凡俗。 两者实力相差太大, 为了维护凡人的正常发展, 修仙界的大宗势力和皇朝势力早有约定, 修仙者不得善入凡俗中伤害无辜, 如有为者, 人人可诛之。 这么做的目的, 其实也是保护修仙者的根源, 因为有灵根的修饰, 都是从凡人中选出的。 如果被修仙者, 胡乱跑到凡俗中, 杀戮一通, 凡人灭绝后, 修仙者自然也后继无人。 先凡有别, 各行其道。 正常的修仙者, 一般不会去凡俗, 没有灵气的地方, 根本无法修炼。 如果长期待在凡俗, 修为不尽反退。 但凡人, 却很渴望来到先见。 毕竟这里有太多凡俗中没有的机缘和机会, 随便得到一样, 都能再回到凡俗中称霸一方。 而修仙界, 也很需要凡人。 毕竟许多无需修为的琐事, 凡人去做, 成本更低。 这就催生了人牙子这个行当, 将需要凡人的修仙者, 和渴望到先见的凡人, 撮合到一起。 只是想削尖脑袋挤入先见的凡人太多, 以至于功过于求。 所以, 最终能被牙形带到先见来的凡人, 几乎都是人中龙凤, 万里挑衣的人。 女修看着凡峰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便低声笑道, 前几日正好送过来了两个凡女, 十来岁, 身体都长开了, 人也懂事。 道友有没有兴趣见上一见? 身体都张开了。 听到女修这番言语, 凡峰静不住打了个哆嗦。 她连忙摇头, 谢道友, 我没有兴趣, 我是想来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屋子出租, 先告辞了。 说完她就想转身往外走, 女修却一把拉住她的道袍, 道友误急着走。 她目中露出哀求之色, 语气中几乎带着恳求, 道友您先看看吧, 买不买无妨的。 小店好几日未曾开张了, 您就看一看, 全当天点人气。 若是不喜欢, 绝不敢要求您买。 看一看又何妨。 女修眼光极准, 她料定凝峰是个有钱人。 目前赶到承熙找牙型看房子。 承熙哪座房子住进来, 不得要个百十块临时起步。 至于凝峰身上发旧的道袍, 她则完全忽视掉。 人牙子这行, 什么有钱人没见过。 怎么可能轻易凭一件衣衫, 去判断一个人的财富。 而且, 她又不瞎, 早就看到凝峰腰间那个玉牌, 她当然懂这意味着什么。 大赵仙国的服尸身份证明。 这位道友, 是服尸。 服尸, 丹尸, 阵法尸, 都是人上人心中险。 凤瑶城内, 最不缺钱的, 就是这帮人。 凝峰说什么也不肯, 我话慢说, 请勿动手, 我今日是真的有事, 下次过来再看, 如何? 道友, 女修一声嗲叫, 如美酒下肚, 酥麻入骨。 您都打算, 在城西找房子了, 买几个凡人, 打理家里的事情, 是迟早的事啊。 这, 凝峰文言犹豫了一下, 忍不住心头一动。 对啊, 对方这话, 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 女修见她, 不再正拖着出门, 拽着凝峰往里面走去。 凝峰无奈之下, 半推半就, 反正不要钱, 任你吹破天, 宁某绝不掏钱买。 那是光线晕暗, 依稀看到, 两人躺在床上。 女修朝里面喊道, 都起床吧, 出来让这位仙爷过过眼, 运气好的话, 你们今天, 就有地方落脚了。 是, 两声骄音硬道, 生猴清亮, 一年便知是年轻女子。 借着里面人影急动, 很快两位貌美的年轻女子, 就走了出来。 见过仙爷, 他们齐齐朝着, 宁峰湿了一里。 大概都是十四五岁的年龄, 若只论容颜, 别说凡俗, 就是放在仙界, 也是属于极品的水准。 宁峰有些看呆眼, 他感觉很意外。 这两位女子, 如此美貌, 若在凡俗中, 做个大户人家的小妾是, 极异的事情, 一生不愁吃, 不愁穿, 完全可以, 做个富贵贤人。 可如今竟然愿意来仙界, 为奴作弊, 真是令人费解。 要知道凡人来到仙界后, 认你在凡俗的身份如何高贵, 到了这里永远敌人异等。 凡人不能修炼, 寿源注定有限, 青春意识, 谈指数十年人生匆匆, 根本无法与修仙者同等对比。 在仙界的凡人, 可以说是如蝼蚁一般低贱。 运气好的, 做个修士家族的奴仆, 为修仙者做个门面管事, 外人多少给些面子, 日子倒是过得不算差, 加上有月份, 人生也有些自由。 但如果运气不好, 遇到那些不太正经的修士, 则可能沦为玩物, 日夜被磕虐, 随时都会丢了性命。 在仙界, 修士之间原本就是以实力为尊, 凡人的实力决定了他们的生死, 根本无人过问。 凡峰感应了一下, 此二女并无任何气息波动, 很明显确实是凡人。 第32章, 请先爷收留。 道友, 怎么样? 女修一直在留意凡峰的表情。 方才二女出来的时候, 她能明显看到凡峰霜眼吐的一下发亮, 尽管很快就恢复平静, 但女修可以肯定, 凡峰绝对是有兴趣的。 交易机会就在眼前, 哪怕对方不需要, 但有兴趣就代表有成交机会。 如果合演员六个零食就可以带他们一起带走。 女修毫不犹豫, 直接摆出价格, 低声对凡峰道。 最近生意不好, 需要凡人的修士少了许多, 再不成交, 恐怕就要喝西北风了。 六块零食? 这么少啊? 凡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过, 随着记忆翻涌, 凡峰记得好像确实是差不多这个价。 底层修士一个月都未必赚一两块零食, 更何况是没有零根的凡人。 在凡俗中, 零食就是鲜物, 可遇不可求。 许多凡人为了圆自己的修仙梦想, 散尽家财只为求的一块零食。 凡俗中, 一块零食足以换千两黄金, 而一千两黄金足够在凡间那一百房如花似玉的小妾了。 女修一问凡峰贤, 又道,最少五块零食,再少就得问他们自己同意不同意了。 接着,她又向那二女使了个眼色。 你们,愿不愿意跟着这位仙爷? 两位凡女连忙道, 江掌柜, 我愿意。 我也愿意。 请江掌柜做主。 二女走, 就看到凡峰了。 事实上, 他们自打出来, 眼光就一直落在这位仙爷身上。 这位仙爷身上的衣衫, 虽然不像江掌柜身上的那么华丽。 但年轻英俊, 相貌不凡, 浑身透着一股贵公子的气质。 凡峰面向周正, 一看就不是那些阴狠恶毒之人。 就算他们跟着凡峰为奴作弊, 被打死或者虐死的机会, 也少了许多。 能在众多想挤入仙界的凡人中, 被牙形经过重重挑选出来的人, 无论容貌、心智和眼光, 绝对都是人上人。 而凝峰佩戴在腰间的玉牌, 他们自然也早就看到了。 既然有一道大赵仙国来, 他们早就做好了各种准备, 学习过许多家族为他们准备了的仙界知识。 尤其是有关大赵仙国的一些重要常识。 他们明白面前, 这位仙爷是一位服尸。 是大赵仙国官方认定的服尸。 此二女怎么会不知道, 若能跟着宁峰远比跟着那些年老猥琐修士 或者嗜血摩修之类的修士, 要好上太多呢。 他们都是凡俗豪族中的嫡系子弟, 家主为了长远大忌, 动用无数财力和资源和人牙子搭上关系。 为了就是让他们博一个先缘机会, 日后也好照付凡俗家族。 说穿了这就是一种投资, 只是成功机会太小。 多数情况下, 这种投资都会打水漂, 白忙活一场。 二女其实自己也心知肚明, 凡人到了先见, 多半会夭折。 现在看到宁峰, 他们自然觉得自己的未来未必没有希望。 宁峰斜眼瞄了一眼女修, 没想到他居然不是电火镜, 而是掌柜。 否演了。 他有些怀疑二女和江掌柜再唱双簧, 搞不好还可能是个仙人跳。 这样的坑, 宁峰可不会往下跳, 他又不是那种出入社会的热血少年。 他摇摇头道, 江掌柜, 此二女倒是很不错。 不过, 我最近拘无定所, 此时不宜添加人口。 又朝江掌柜抱了抱拳, 还请江掌柜见谅。 等我日后稳定了些, 再来关顾你生意如何。 求仙爷收留我, 我, 我。 还默等江掌柜答话, 其中一女便急了, 扑倒在地上抱着宁峰的大腿。 友谊说点什么, 但不知道是太紧张还是不善言辞, 最后别得脸色通红才说道。 我, 我绝不会给仙爷带来任何麻烦。 我, 仙爷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另外一女也慌了, 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也抱着宁峰的另一条大腿。 仙爷, 我也是, 我可以打地铺, 求仙爷收留我。 二女一人抱住一条腿, 死死不松手。 他们知道无论如何, 自己都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宁峰傻眼了, 只感觉双腿上似乎贴着两只小兔子, 蹦蹦跳跳的摩擦着她的腿有些发热。 目睹此景将掌柜双目逐渐露出笑意。 道友, 凡是讲个缘, 我看您和此二女似乎有些缘分。 不如您先带她们回去, 其他一切顺其自然即可。 以后她们生死来去, 得失贵贱都是她们自己的选择。 与您无干, 您不必承担其中的因果。 圆个屁, 我这是担心承担因果。 我是担心城外小土屋单间。 三个人怎么做? 宁峰心里无比吐糟, 但嘴上却说将掌柜, 实不相瞒。 今天早上在方市买了不少物资。 现在身上, 嗨嗨, 其实零食不够。 脸上故意露出一丝尴尬之色, 恰到好处。 目前, 可没辙了吧? 总不可能将两个美女白送给宁峰不收钱。 谁料将掌柜还没答话, 那二女又抢着说话了。 她们目中满怀七记, 仙爷, 您还差多少? 我们也有一点零食。 她们心中无比高兴, 原来仙爷并非是出于其他原因不收留她们, 而只是因为零食不够。 这就好办多了。 她们临行之前, 家族都将多年来四处搜集来的零食交给她们, 叮嘱她们务必在最关键的时刻才能动用。 在她们看来, 眼下就是最关键的时刻。 手上的几块零食既然投资, 就要投资在此时。 此时或许就是这位仙爷的威莫之时。 若等到对方飞黄腾达时再投资, 不过锦上添花。 江掌柜听到二女自愿出零食补仅凝峰, 也感到很意外。 你们居然还有零食? 一块零食, 千两繁俗黄金。 零食在繁俗中可遇不可求。 此二女的家族居然愿意拿出这么贵重的东西, 交给她们, 薄一份几率极低的飘渺仙缘。 单论这份魄力, 就很不简单。 宁峰也是很吃惊, 忍不住嘴角微微抽动。 还能这样操作? 是不太像仙人跳啊。 这个, 宁峰犹豫了一下, 不知道怎么打话。 莫地方住, 对方说可以打地铺。 莫灵食, 对方说能自己垫灵食。 江掌柜细腰一扭, 转过身为称道。 道友您都看到了, 何必在巨人千里之外。 道友难道忍心让一些好色修士带走他们, 日夜凌辱? 还是, 忍心让一些修士将他们荡成顶炉, 最后血干肉枯, 魂飞魄散。 宁峰闭眼, 沉默不语。 第33章 主仆的契约, 江掌柜无非是想唤起他的同情心。 但宁峰怎么可能轻易去同情别人? 在这个世界, 同情心根本就一分不值。 或者说, 宁峰自己自问连同情的资格都没有。 一个炼器似曾的小散修, 生存在这个世界都是步步为营, 如履薄冰。 还有时间同情别人。 不过江掌柜这一番话, 虽没有糊弄到宁峰, 但却吓到二位凡女了。 二女抬头瞄了一眼宁峰的脸色, 见她面无所动。 顿时芳心大乱, 双眼里尽是泪水在打转。 二女相视一望, 皆同时看出了对方目中的坚毅。 也瞬间明白了对方的心思, 几乎同时微微地点了点头。 一起豁出去。 他们伸手入怀, 掏出随身的钱囊, 各自取出三块零食递给了江掌柜。 钱囊他们没有再放入怀内, 而是恭恭敬敬地举过头顶, 呈给了宁峰。 我们愿追随仙爷, 生死由命, 绝不拖累仙爷, 恳请仙爷种下契约。 宁峰没有伸手接, 接了就是因果。 但二女直接将钱囊塞入了他手中, 根本不容推却。 钱囊手感沉甸甸, 每个钱囊里, 应该至少有四五个零食。 将掌柜那边, 早已美美地将六块零食割入了储物袋, 眼眉含翘含腰, 面上已是喜不胜收。 他挑了挑眉, 朝宁峰眨了眨眼, 摆手做了的请的手势。 道友, 事已至此, 多说无意, 快种下主仆契约吧。 二女微微闭眼, 仰起头, 深深呼吸一口气。 放松十海, 准备迎接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 宁峰皱眉, 主仆契约。 主仆契约, 一方为主, 另外一方为仆, 一旦种下, 主人对仆人掌握生死自由。 只需一个念头, 仆方即可随时死去, 毫无摆脱之力。 这种契约对宁峰毫无影响, 但对此二女就事关重大了。 二女就等于失去了自由, 不仅是身体, 几乎连精神方面的自由都没有了。 可以说是, 他们将自己的命运, 生死, 身体, 都完全交给宁峰这个主人。 你们是认真的? 宁峰其实很拒绝主仆契约这种合作方式, 这种契约用后世眼光看可以说是惨无人道。 但在修仙者的世界, 却是再平常不过。 实力强弱的不平等, 决定了每个人的阶级所在。 宁峰一时间都觉得难以接受。 但二女却不以为然, 他们毫不犹豫点了点头。 甚至目光中有浓厚的期待。 任这位一脸正派模样的仙爷做主, 不比任那些龌龊修士来得好。 在有选择的情况下, 为何不选面前这位仙爷? 零食都收了, 若是道友再反悔, 大家可都不好办了。 此时, 连将掌柜都看不过眼了。 二位凡女虽说是凡人, 但无论是容颜, 身材, 气质, 皆不俗。 若是换了其他修士, 只怕早就买走了。 这位小服尸竟然还在这里磨磨叽叽, 生怕吃了大亏似的。 不过让江掌柜很意外的是, 二女魄力居然如此大, 情愿自己掏钱买单。 宁峰手里那两个钱囊, 江掌柜偷偷瞄了一眼, 以他的经验, 里面不下十个零食。 这是拿整个家族数十年的心血, 孤注一掷, 赌一份锦绣前程。 还需要犹豫。 江掌柜目光惊异地看着宁峰, 那张脸真的很帅。 但江掌柜恨不得一巴掌甩过去, 拍醒他。 宁峰心里纠结了一会, 方达道, 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契约不中也罢, 以后你们就跟在我身边吧, 帮忙处理一些俗事也未曾不可。 二女一听宁峰这样说, 心中更坚信自己的选择, 启声道, 请仙爷务必种下契约。 没有契约, 他们其实更担心。 和这位服侍仙爷的羁绊, 越深越厚, 因果越大, 对自己更有利。 所以无论如何, 一定要求他种下契约。 宁峰见二女执意如此, 陈寅吓道, 罢了, 我先给你二人种下契约, 日后若你们想离去, 大可再解除。 主仆契约一旦签订, 就只有宁峰能解除。 宁峰手一挥, 一道神石打入二女体内, 在他们尸海里, 种下了一份主仆契约。 很快, 他便感受到自己脑海中, 似乎多了一些和二女的精神牵扯。 似乎他只要动一下念头, 随时就能控制对方的生死。 二女长松了一口气, 相使奄然一笑, 庆幸总算是抓住这次机会了。 契约仲下, 他们心中自然是高兴。 将掌柜转了零时, 也笑盈盈道, 恭喜道友喜得两位美币。 唯有宁峰一人, 全然没有兴致。 在他眼中, 无端端地多了两个累赘。 自己只是个练气漆小散修, 带着两个累赘诸多不便。 但正如二女所言, 他们是自愿为婢为奴。 生尽死退, 后续的因果缘法与宁峰无关。 若真遇到生死大事, 力所能及之下, 宁峰会护他们安全。 但如果是不可为, 宁峰不打算冒着自己丢命的危险去相救。 任何时候, 自己的安全都是最重要的。 其他事, 尽力而为。 将掌柜送三人出门, 又问道, 我叫江雨倩, 不知道道友如何称呼。 宁。 宁峰没好气回道, 他也不打算说名字。 说个姓氏已是不错, 他对江雨倩无甚好感, 总有种感觉, 被对方吓套坑了。 江雨倩脸上的笑容却未减半分, 道。 宁道友, 日后若空闲, 可以多来小店做一做。 如果需要多一些凡人婢女, 我尽量给宁道友友情价。 就算是女修士, 我们店也有很多门路的。 宁道友若是需要, 以后再说吧。 宁峰手一挥, 打断了江雨倩的话。 他以后也不打算再来这个店了。 邪门。 进来的时候, 是看租房信息的。 走的时候, 却是带上两个拖油瓶。 不过江雨倩话里话外意思都很明显, 恐怕他和城外的正婆子是一个路数。 都是做同一种行当。 宁道友慢走, 慢走啊。 江雨倩很热情, 这种热情绝非止于表面。 在凤瑶城里谋生多年, 他早学会了看人。 宁峰看上去才十六七岁光景, 却已经是大赵先国的官方认证服尸。 这样的人, 未来潜力极大。 方才宁峰还在城里找房子, 如今又带着两位凡人婢女。 江雨倩估计, 宁峰以后多数都会在附近定居。 若是他日后长期在凤瑶城里发展, 那极有可能是江雨倩的金主。 江雨倩怎么可能放弃结缘的机会? 盲地上几张自己的传讯符, 目送三人离开。 宁峰自然没接, 倒是两个凡女心领神会主动接了过来。 江雨倩人品其实不差, 这几日在他这里待的时候, 不但没有受到为难, 甚至还可以说有些关照他们。 宁峰一脸无奈, 附着手漫无目的走着。 二女在宁峰后面两米左右的距离, 小心翼翼地跟着。 头也不敢抬太高, 更不敢问宁峰现在准备去哪里。 看来还是得在城里租个房子。 宁峰想来想去, 找不到更好安置二女的方法。 第34章 租房凤瑶城 城外小土屋, 容纳不下三人。 就算能容纳, 二女凡人之身又如此貌美, 住在城外如羊入狼穴。 搞不好还会拖累宁峰。 只有城内, 才有凡人的一席之地, 凤瑶城各行各业的凡人不少。 宁峰方才看了一下二女交上来的钱囊, 两个钱囊里居然共有11块零食。 两个凡人身家差不多赶上宁峰这个修仙者了。 宁峰自己手头本有14块零食, 加起来就有了25块零食。 若是目光放在一些地段差, 灵气稀薄一些的地方, 租个小点的房子应该不是问题。 只是这样, 宁峰心心念念的伏笔可能又要暂时割下。 这14块零食他原本计划先买个伏笔, 提高半成的成福率。 想不上变化, 还是先处理眼前的问题。 带着两个凡女, 风险大幅提高, 宁峰也没有了闲逛的兴致。 思索一番, 便从怀里掏出中正亚行那个伙计的传讯笔。 他记得那个亚行伙计说, 成东那套房子只需10块零食的租金, 而且还能压一负一。 压一负一就是20块零食, 正好符合宁峰的预算, 只是不知道环境如何。 喂, 中正亚行事吗? 我想去看看成东那套屋子。 宁峰对着传讯笔直言来意, 这传讯笔就类似前世的电话, 只不过只能文字呈现。 很快, 牙行伙计就从传讯笔里发了那套房屋的具体位置, 让宁峰先行过去。 他随后从牙行出发, 到场后双方再谈具体事宜。 宁峰带着二女从承西走到承东, 差不多一个多时辰后才到达地点。 这处屋子所在的街道, 其实也算不上街道, 只是一条巷子。 巷口的路牌上居然写着长生巷三个字。 宁峰看了直摇头, 这名字起得真草率。 长生巷离凤尿城的主干道颇远, 甚至还说得上有些偏僻,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地段才会这么便宜。 城东范围其实很大, 而长生巷更是远离城中心。 一走入巷子, 宁峰就觉得灵气确实比其他地方稀薄了一些。 36号屋子, 咦? 就是这里了。 等找到牙行伙计所说的房屋后, 宁峰发现这间屋子居然是巷子最里面, 隔壁就是一堵墙。 难怪这么便宜。 宁峰皱眉。 住宅如果修建在死胡同最近处, 从玄学角度上看, 很不好或是不断。 牙行伙计早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正拎着钥匙站在屋子门口。 他从城南方市靠近城中心的位置出发, 路程比宁峰少了近一半。 原来是道友宁。 当他看到宁峰有些意外, 几个时辰之前宁峰才在牙行和他见过, 没想到随手给了一张传讯符, 这么快宁峰就找他了。 就是这套。 宁峰问道, 正是, 道友随我进来看看。 牙行伙计急忙开了锁, 请三人进门。 抛开风水说法和灵气稀薄这两样, 这间屋子无论布局, 面积, 隐蔽性都可以说是非常理想的屋子。 进门就是一个小院子, 宁峰比划了一下, 院子面积大概有40平方这样, 练基础刀法就没有什么顾忌了。 他在城外那个小土屋子, 练刀法也只能简单挥一下, 不敢敞开着练。 若能有这个院子这样的地方修炼, 宁峰觉得刀法可能会提升得更快一些。 院子的东北角有一棵树, 夏天可遮阴那凉。 树下还有一口小井, 宁峰暗暗点头, 表面却不露声色。 院子右边有两个小厢房, 不大, 但其中一个做厨房足够了。 另外一个似乎原来的房主, 用来放置杂物的。 正面这边共四间房, 中间那间房最大, 两边的耳房小了一些。 在右侧尔房边, 还有一个独立的茅房。 看到这个茅房, 宁峰就更坚定了信心。 他可不想再闻到城外那个公共茅房里的腥臭味了。 而且, 屋子里一切家具齐全, 虽然算不上狠心, 但也不破烂。 若是打扫清理一番, 绝不比方式里那些家具店的差多少。 放在前室, 就相当于城中村的一套自建别墅。 宁峰心下其实很满意, 这栋屋子比他城外小土屋, 好了何止上百倍。 灵气虽然是稀薄一些, 但只是相对城内的其他地方而言。 若是和城外的灵气相比较, 宁峰觉得这个位置的灵气充沛度, 大概是城外的三倍多有余。 道友, 如何? 可还满意。 牙形伙鸡一直在为三人解说着, 眼看时机也成熟, 便出言询问一下对方的意想。 之前的租户, 因为跑商赚了零食, 现在跑到城西那边租大院子去了。 所以, 死屋空了好几个月, 也就是灵气差了些而已, 价格却是十分划算。 牙形伙鸡嘴里滔滔不绝, 一边暗中留意宁峰的表情, 但完全看不出宁峰的想法。 宁峰心里虽满意, 但表面却露出一丝丝遗憾之色。 叹道, 可惜了, 屋子倒不差, 只是可惜了, 是个作困围城之局啊。 他用手一指门外两侧, 你看, 右边这堵墙是一条绝境之路, 此处极易晦击煞气和晦气, 阴气, 弱住的时间长了, 天灾人祸, 一样接着一样地来, 跑都跑不掉。 他横了一眼牙行伙计, 我看之前的租客不是发财换屋子了吧, 而是惹了什么祸事, 避难去了吧。 牙形伙计脸色的笑容顿时停住, 半想才松弛下来, 苦笑道道友是风水师, 这都能测得出来。 他确实为了成交撒了一点谎言, 但宁峰居然一语中地, 他连声告罪。 又接着试探, 道友, 要不我再给您一块零食的额外优惠, 月租九块零食, 如何? 宁峰沉映了一会, 死胡同风水不好, 这个问题其实有解决方法, 他在方式里见过一些卖阵法的地摊, 有许多阵法都有改善风水的功能。 若能买个阵法布置在房屋外, 倒是不受那些阴煞之气影响, 只不过那些阵法也不便宜, 一般都在五六块零食以上。 七块零食, 宁峰回道, 我还要找合适的阵法, 请人来布置, 也要零食。 牙形伙计苦着脸想了许久, 一口价,八块零食,不能再少了。 目的达到, 宁峰的心理价位其实正是八块零食, 特意压了一块零食让对方自己还价。 成交! 第35章 入住新宅居。 很快, 牙形伙计掏出一份契约, 双方化压, 交割零食, 完美达成了交易。 牙形伙计临走时, 也终于发现到宁峰腰间的那块扶持玉牌, 连忙告罪己身, 又恭恭敬敬地再送上几张传讯符, 叮嘱宁峰如果有事帮忙, 一定要传讯给他。 送走牙行伙计, 宁峰摸了摸除物袋, 还剩下九块零食, 勉强能撑一段时间, 不至于太拮据。 不过居住环境和以后的生活质量, 和之前相比, 就完全不一样了。 独立茅房, 独立院子, 甚至还可以单独化出一间房作为化妇工作室。 除此之外, 还有两位貌美婢女服饰。 人生巅峰, 莫过于此。 你们, 过来。 二女子宁峰和牙行伙计, 在签订契约时, 就开始勤奋地搞起了屋子卫生。 此时听到宁峰喊他们, 连忙放下手头东西, 恭恭敬敬地走过来。 主人! 他们低眉, 其身回道。 有史至终, 他们都很精准地给自己定位, 身段放得极低, 举止没有丝毫余举。 在凡俗, 他们是豪足添娇, 但在这里, 他们只是地位低下的婢女。 面前的这位仙爷, 掌控着他们的一切, 身体, 兽缘, 机缘, 和命运。 宁峰抬眼, 第一次正眼看清楚二女的模样。 两人虽说都是倾国倾城的角色, 都是十五左右的年龄, 但细分之下, 还是有些不同。 一位身材风鱼, 却又恰到好处, 面部端庄, 似欲生香。 另一位身材瘦挑一些, 娇柔婉转之间, 媚态威声。 你们叫什么名字? 回主人, 我叫秦雪。 身材丰满一些地回道。 身材高挑那个则回道, 回主人, 我叫叶盈。 宁峰点了点头, 这间屋子能租下来, 你们也有功劳, 毕竟你们都出了零食。 所以, 你们也算是这个家的半个主人, 以后不必称我为主人。 他组织了一下语言, 接着道, 你们的零食就当入骨, 我不会让你们亏本的。 入骨, 秦雪和叶盈满脸疑惑, 不明白什么意思。 但宁峰说, 他们以后也是这个家的主人, 这就不能接受了。 他们自然深知, 没有实力地平起平坐, 远没有强尊弱卑来的安全的道理。 既然签订了主仆契约, 那就应该遵守契约的精神, 若是出而反而。 宁峰虽是无所谓, 但是他们却不一样。 就如利剑悬顶, 心里极不踏实, 稍微有些神差念错, 就可能触发契约, 立即魂飞魄散。 所以宁峰的要求, 两女拒不接受。 宁峰也不强求, 他明白, 这个世界的固有思维就是这样。 若将自己的思维强压给别人, 那就是自己唐突了。 既然和二女结下了因果, 宁峰只能顺其自然。 该做的他都做了, 日后若有什么其他意外, 他自问不会导心受损。 修饰修炼到一定境界后, 会随着经历过的因果, 产生一定的心魔。 心魔若不能除, 导心必然受损, 修为再难有寸境。 等二女打扫屋子卫生完毕后, 整栋屋子内焕然一新, 家具都擦得闪闪发亮。 就连毛坑都刷得干干净净。 宁峰自己住在最中间那个大房间, 让二女分别住在两侧的耳房。 但二女接摇头。 秦雪道, 主人, 侧房一般是主母或者妾母居住, 我们两个一起住在东面的小厢房就行了。 东面的小厢房, 就是厨房旁边那个储物间。 空间比较小, 两个人住会显得有些窄了。 宁峰皱眉摆手道, 不必如此拘泥。 最后, 二人见宁峰有些不耐烦, 便不敢再多言, 一起搬入靠近毛房的那间房间, 而另外一间则空着。 按他们的说法, 根本不必一人一间房, 二人一起住也有个半, 况且这房间挺大的。 住两个人绰绰有余。 宁峰见状, 点头赞同。 他原本是想将东面的小厢房作为化服饰, 但离他房间有些远, 始终不太方便。 而现在这样安排, 就可以将他房间隔壁的那个侧房作为工作室, 以后作息方便了许多。 一切安排妥当, 宁峰掏出储物袋里的一些物资交于二人。 大米, 腰兽肉, 菜单等。 接着又递给他们一人两块零食, 自己则留下五块。 如果缺少什么用品, 你们自行去买便是。 以后家里一切杂食, 你们两个商量着办。 宁峰决定做个甩手掌柜, 他需要更多时间去提升修为和专攻服录。 城里定居, 月租是城外小土屋的四倍。 若再被这些琐事扰身, 抽不出时间画多几张符。 宁峰真担心下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凑齐, 要花钱的地方还很多。 三个人的伙食开销和其他开支, 肯定和宁峰一个人住的时候不一样。 原来被购的一个多月伙食物资, 宁峰怀疑吃不到一个月。 以后花在伙食上的开支, 很可能每月需要五六块零食或更高。 另外, 屋子挡煞的风水阵法, 也不能拖太久。 宁峰计划尽快要办好此事。 风水说在前世悬之又悬, 但在这个世界, 宁可幸其有也不可幸其无。 否则, 方氏为何有这么多此类阵法出售? 而且卖得还挺好。 零食缺口不小, 放眼三个月来算的话, 至少需要二十五块零食才够开销。 宁峰交代完二女, 便一人独自出了凤瑶城, 他要回城外的小土屋收拾东西。 主要收拾伏笔符墨, 这东西他并没有随身放在储物袋里。 除此之外, 土屋子那边没有其他值钱的物品。 他出门的时候, 根本没有想到今天会在城内租房, 所以符纸符墨还留在小土屋那边。 其他东西, 例如夜壶和饭锅什么的, 直接购置新的便可, 完全没有必要带到城里用。 一路匆匆, 很快就回到了小土屋。 陈直氏, 早呀。 小土屋前, 宁峰发现陈直氏居然站在自家门口, 这才想起, 今天正好是交租的日子。 早个屁, 天都要黑了。 陈直氏刚收完了隔壁张老头的房租, 正在敲宁峰的屋门, 半天没人反应, 正憋着一肚子火。 看到宁峰, 他忍不住就骂了起来。 你小子死哪里去了? 不知道今天是交租的日子。 你可知我在这里等了多久? 浪费多少时间? 陈直氏一脸鄙夷, 说话丝毫不客气, 他不需要给面子这些小散修租户。 宁峰也不和他计较, 淡淡道, 下个月开始我不租了, 还交什么租? 倒是之前租房时缴纳的两块零食押金, 陈直氏还要退还给我吧。 第36章, 霍奇小破屋。 说吧, 掏出铜钥匙开了屋门, 随后把钥匙扔给了陈直氏。 哦? 不租了? 陈直氏闻言有些意外, 随后眼珠子一转, 黑着脸冷笑道, 哼, 我什么时候收过你押金了? 宁峰直接翻开地洞, 将里面的兽皮租房契约取了出来, 在陈直氏眼前晃了晃。 兽皮黑字说得清清楚楚, 押一负一, 两块零食, 房租先付, 随时可以退房, 退房时退还押金。 前身租这间小土屋的时候, 和林家外务堂签订过契约, 这两块零食押金如果退还, 宁峰手头又可再宽裕一些。 有租房契约在手, 林家家大业大, 宁峰不担心, 林家会吃掉这区区两块零食。 谁料陈直氏看都不看这份契约, 冷哼一声道, 谁收了你押金你, 找谁退零食去? 我只负责收取房租, 退押金非我职责。 说吧, 他竟拂袖转身就想离去。 宁峰皱眉, 城外所有的房租事宜, 包括房租, 押金或违约费用, 都是陈直氏一手经办。 他就是林家在城外房产业务的代言人。 更何况, 宁峰清楚地记得当初原生租房时, 押金和房租也是一起交给陈直氏。 这押金不找他退, 还能找谁? 看来, 陈直氏是故意刁难自己, 存心想赖掉这笔押金, 落入自己口袋。 马善备齐, 人善备齐。 陈直氏若无其事地继续往下一家走去, 说实话, 尽管他只有练乞二期的修为, 但丝毫没有将宁峰放在眼里。 宁峰的情况, 陈直氏很清楚。 宁峰在这城外租户中毫不起眼, 不过是一位炼器三层, 一天到晚宅在家里的废物。 有时缴房租甚至都拿不出整块的零食, 而是夹着几把零食碎来凑数。 现在不打算继续租房了, 料想应该是手头缺钱, 缴不起房租, 干脆直接退房。 这种废物, 就算贪没他的零食, 陈直氏也断定宁峰不敢怎么样。 更何况, 这种事, 他已不知道做过多少次, 城外租户哪个敢吭声。 活得不耐烦了? 陈直氏走到下一家门口, 郑宇敲门, 突然赶到身后一阵强大的威压扑来, 陈直氏身体失去了平衡, 一个猎且直接摔倒在地上。 随后他听见一道冷冷的声音身后响起, 陈直氏最好再仔细想想, 当初我租房时的押金到底是谁受的? 是宁峰的声音。 陈直氏心里惊慌, 他境界虽是炼器二层, 但也不至于扛不住被炼器三层的威压, 一下摔倒在地。 这不是炼器三层的威压? 莫非这小子突破炼器中期了? 陈直氏摇摇晃晃站起身, 脸部涨红, 目光充满了不可置信, 转过身, 用手指着宁峰。 你, 你是吃了豹子胆了? 宁峰给他的印象一直就是唯唯诺诺, 连缴房租的时候说话都不利索, 如今竟然如此大胆。 自己好歹也是这一片城外租区的化石人, 居然被一个小租户施放威压, 在众目睽睽下让自己难堪, 以后威信何在? 毕竟周围不少租户在等着角租, 都看在眼里呢。 可当陈直氏正眼看清凌峰的时候, 总觉得有些古怪, 这小子和之前似乎有些不太一样。 不对, 不是有些不一样, 根本就是判若两人。 之前他记得凌峰很瘦, 双目无神, 有些弱不禁风的样子, 看上去似乎没吃过饱饭。 可是现在, 面前的凌峰, 身高体壮, 面部的轮廓比之前更为俊朗, 正在平静地和他对视, 但双目异常有神, 还似乎隐隐带着一丝杀气。 来人, 把他给我拿下。 陈直氏怒不可遏, 大喊一声。 他今天要好好整治一下, 这群低层散修, 杀鸡儆猴。 是, 远远站在旁边, 直留意事态发展的两名林家客亲, 连忙急步走了过来。 陈直氏每次到城外收租, 林家都给他配了两名客亲陪同, 以防有人恶意拖欠租金或者自私闹事。 远远其名是保护陈直氏, 维护治安, 但其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保护陈直氏身上的零食。 以便租金收下来, 陈直氏身上至少带着几千块零食, 而他修为太低, 回城的路上又未必安全。 两名客亲都是练气期后期, 一个是练气8层, 一个是练气7层, 论实力足以镇压城外租户的一众低级散修。 毕竟, 城外的租户多数是练气前期, 偶尔有些练气中期也顶多是四五层的境界。 若是达到了练气期后期, 实力和赚钱能力都大大增强, 也不可能留在城外居住了。 两名客亲在一旁其实早就看清事情来龙去脉, 这件事肯定是陈直氏不对。 但又怎么样? 两名客亲早就和陈直氏同流合污了, 这些年, 他们的零食可没少分。 私吞租户押金, 擅自提升房租, 偶尔所拿好处, 甚至威胁独居的女修陪酒同欢。 这样的事情, 他们可没少干。 许多实力低下的散修敢怒不敢言, 打又打不过, 只得忍气吞声被他们剥削。 像宁峰这样敢直接施放威压, 冲击陈直氏的倒是第一次见。 某种意义上, 这叫动手挑衅了。 以往两名客亲在场是起个震慑的作用, 表面的交涉都是陈直氏处理, 他们几乎从来未曾出过手。 但这次, 不出手一次说不过去了, 否则以后还怎么在这一片族去换? 兵遁圈! 炼气漆七层的那名客亲叫何松, 修炼的是兵系功法。 他直接一拳朝宁峰横推过来。 死! 一声! 权势如兵剑破江, 寒风怒吼, 拳出时连空气都似乎被凝固。 何松出手及权力, 他根本就没有留守, 也没有必要留守。 宁峰已经明言要退租了, 从此他和林家不再有任何牵连关系, 在何松眼里, 杀了宁峰和才死一只蝼蚁无翼。 这一拳何松其实也有一些心思, 他力求一拳能击毙宁峰, 这样对其他租户而言, 就可以达到最高的威慑效应。 以后若再有人想挑衅他们的威信, 就得好好掂量一下。 而宁峰终于第一次见识到了 炼气后期的实力。 他第一个感觉, 就是这一拳的实力, 比唐古那晚表现出的实力高上了数倍不止。 第37章 一拳含西风 唐古炼气五层, 何松是炼气七层, 中期和后期的差距, 竟如此之大, 让宁峰吃惊。 不过想来也正常, 他自己从炼气前期突破到中期, 都明显感觉到实力翻了两倍不止。 说来迟, 那十块。 宁峰的所有想法, 其实只是一闪而过, 但这一瞬间, 他已然觉得呼吸不受控制, 仿如突然窒息一般。 拳头还没到, 但拳风带来的兵器已至。 一拳风吸, 百寒先来。 宁峰立即察觉到身体已经发生变化, 全身血气开始降温, 灵气的流动速度也慢了下来, 就连四肢经脉也有些发麻, 动作已经出现了延迟。 不好。 若是宁峰再无动作, 接下来整个人就会被寒气冻住, 然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拳头打来。 这一拳, 若是打在身上, 宁峰可以肯定自己势必会粉身碎骨, 血肉皆化为茫茫冰屑。 谢力福。 宁峰抛出五六张中品谢力福, 这些福他自然会留一些在身上, 每次去保龄堂交易并不是全部卖完。 任何情况下, 自己的安全都是放在首位。 和松练气七七层的拳速太快, 从出拳到谢力福抛出, 也仅仅不到一息时间。 这是宁峰第一次使用中品的谢力福, 使用之前, 他自己心里也没有底。 中品谢力福抗得住 练气七七层的拳力一击吗? 砰。 谢力福刚抛出, 就被拳风击中, 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大响声。 五六张中品谢力福, 几乎价值一块零食了。 符文狂舞, 很快浮燃化为灰烬, 但没有完全扛住。 和松这一拳还是继续袭来, 好在威力减少了许多, 正好击中在宁峰甩服后, 还没来得及收回去的的左肩部上。 一阵麻痹感传入大脑, 接着又是一阵剧痛, 宁峰被这一拳打得在空中旋起半圈, 重重落在地上。 他感觉运气底肩, 检查了一下, 没有大碍。 就是受了点骨伤而已, 问题不大。 宁峰又回又洗。 洗的是, 中品的谢力福防御威力很强, 回的是, 自己扔少了, 没舍得多扔几张, 否则就不会受伤了。 他兜里, 其实还有好几张中品谢力福, 若是加多一两张, 没准就能抵消这一拳最后的余式。 咦? 中品谢力福? 何松眼皮一跳, 这样的小散修居然有中品的谢力福, 还随手就甩出好几张。 这小子, 难道平时与人打架都是靠烧零食? 哼, 我看你还有多少张福。 何松宁气准备再出一拳时, 却被旁边的姜卫给拉住了。 姜卫, 就是另外一名炼气七八层的邻家客亲, 只见他怒了奴嘴, 给何松使了个眼神。 何松顺着他示意的方向望去, 冥峰正躺倒在地上, 腰间露出一个小玉牌子。 仙国服侍牌。 何松皱皱眉, 拳头不由顿住。 这就不好再出手了。 如果对方只是一个小散修, 杀了也就杀了, 屁大的事。 在这个实力未尊的世界, 杀死比自己实力弱的人, 根本不会触犯什么法律, 因为这里根本没有这种约束。 唯一需要担心的是别人复仇。 不过, 仙国服侍却不算是寻常的小散修。 按照皇朝官方的说法, 服侍是仙国人才资源, 不仅享受仙国的一些特定福利, 还受到一定保护。 而且, 玉牌也是皇朝授权给凌家进行认证考核的, 何松是凌家的客亲, 自然要考虑其中的一些利弊。 若是无缘无故击杀一名仙国服侍, 后续可能会有些麻烦。 毕竟追根到底, 这事宁峰并没有过错, 而是他们三人理亏。 仅仅为了出一口恶气, 暴露自己在出租区做的那些尚不得明面的事情, 不值得。 何松很快就做出决定, 收权而立, 给陈直氏也甩了个眼色, 就不再理会宁峰。 哼, 这次算你走运, 下次若再遇见, 绝不饶你。 陈直氏自然也看到玉牌了, 他本就是凌家的人, 若真的杀了仙国服侍, 时候万一凌家追问起来, 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 因为凤瑶城的仙国服侍, 每隔一段时间都需要到凌家外务堂进行进阶认证的。 三人拍拍屁股走了, 没有在看宁峰一样。 当然, 那两块零食也没有退给宁峰。 不杀你已经你走运了, 两块零食买条命, 你小子赚了。 这自然是三人的想法。 宁峰揉了揉肩布, 确认胳背没有什么问题, 才从地上爬起来, 也不顾周围街放的各种羡慕或者吃惊的眼光, 进屋里收拾东西。 也没有什么好收拾, 无非就是地洞里的一些存货, 还有符纸符墨和符笔。 早知不回来了, 亏了。 这些东西, 加起来恐怕都没有一块零食。 想起那几张中品谢力符, 宁峰都觉得肉疼。 不过, 想到陈直氏居然吞了他那两块零食, 宁峰又目爆凶光。 这事, 宁某记下了, 没有完。 收拾好东西, 刚出门, 宁峰就听到隔壁张老头发出的胆盖。 恭喜宁道友, 不险山不险水的, 居然已经是仙国浮尸了。 宁峰里冒笑着回道, 侥幸而已。 说吧, 未等对方再说话, 宁峰便快步离去, 门, 没关, 也没有回头。 这一片城外租户区, 没有值得他留恋的东西。 自己与他人, 只不过是过客, 他人与自己, 也是如此。 现在要尽快回到城内, 因为天很快就要黑了。 一路上, 宁峰一边警惕着路上的每个修饰, 一边仔细回想方才发生的事。 何松那一拳是下了杀心的, 而且他一击失手后, 还想继续击杀宁峰。 不过, 似乎因为这块仙国浴牌, 最终何松放弃了杀他的想法。 他庆幸听从邻家外务堂 那个女修的建议, 把浴牌佩戴在身上。 若是放在储物袋里, 他今天很可能死在何松的拳下。 宁峰忍不住摸了摸腰间的浴牌, 这次, 他欠这个浴牌一个人情。 同时, 宁峰也觉得自己今天有些鲁莽了, 要求陈执氏退还押金, 没错, 但自己施放威压, 是直接导致事态升级的导火线。 今天有些飘了, 宁峰摇了摇头, 对自己今天的表现很不满意。 早上认证服侍后, 自己就真的有些飘了, 居然买下两位凡人女子, 又直接在城里租了房, 然后对上陈执氏。 一切都没有按照原先的计划进行, 城里租房比计划提前了几个月。 今天陈执氏那事, 绝对是货事。 莫非, 和新租的屋子有关, 真的有风水一说。 一时间, 宁峰觉得有必要将购置镇法的计划提前。 先把新租屋子的风水问题给解决了, 挡一挡死胡同的煞气。 本是绝境之局, 煞气又不挡的话, 很可能会祸事连连。 第38章, 请叫我公子。 回到城内长生相, 远远望见自家门居然开着, 二女正站在门口, 左右眺望, 表情焦急。 主人, 您回来了。 看到宁峰, 他们似乎放下心了, 表情一下, 开朗不少。 宁峰很无语, 他觉得有必要找时间给二女上个课, 灌输一点安全防范意识。 虽然城里很安全, 但毕竟是两个凡人, 又如此美貌。 两个美貌女子站街, 莫说那些心怀叵测的修士, 就连宁峰这样的正牌人士, 一眼看过去, 都有些把持不住自己的心魔。 进去再说, 快把门反锁好。 走到了院子, 宁峰才发现多了张十桌。 上面居然摆满了大大小小, 十几个菜肴, 满满一桌。 三个人而已, 弄个海添圣言。 吃得完吗? 给你们几块零食, 这是打算一天花完。 宁峰心头滴血, 拜家娘嘛。 二女似乎看到宁峰的不快, 连忙解释, 因为我们今天第一次做菜, 怕不合主人胃口, 所以就做多了几样, 以后就可以按主人喜欢的菜式做了。 罢了, 无妨。 宁峰摆了摆手, 今天奔波一天, 他也饿坏了。 坐下来就开吃, 却发现, 二女视了一旁, 一动不动。 你们怎么不坐下来? 二女答道, 回主人, 我们自然是, 应该服侍主人用饭。 宁峰有些美好气的道, 坐下吧, 都坐下, 一起吃。 二女摇头, 宁峰带着不耐烦的语气道, 我命令你们坐下, 一起吃。 说实话, 他实在不喜这些烦结入闻。 是, 主人。 二女见宁峰面生不快, 对事犹豫一番, 终于挨着石凳边, 点着屁股, 坐了下来。 宁峰道, 以后, 你们不必称我为主人, 称公子即可。 是, 吃饭, 快吃饭。 宁峰举块加了一块烧肉, 放到嘴里, 立刻爽呼了起来。 手艺不错, 味道赶得上前世, 那些夜宵, 大排档了。 二女见宁峰吃得开心, 心里自然也欢喜, 也端起碗筷, 吃了起来, 只是依然不是很放得开。 宁峰自穿越此方世界, 还是第一次, 吃到这么美味的繁俗菜肴。 修仙界的酒馆, 也有美食, 但她还没去尝试过。 听说, 有些零食不仅好吃, 还能对修炼有益。 以后条件好了, 倒是可以买些此类食材, 让二女在家里做。 吃完饭, 天色已黑。 宁峰回到屋里, 从储物袋里取出爹打药, 抹上左肩。 主人, 您受伤了? 二女闻到药味, 花容失色, 走到宁峰屋前惊道。 宁峰现在是他们的唯一依靠, 如果宁峰有什么三长两短, 估计他们也难在此存活下去。 没事, 就是一点小伤。 宁峰漫不经心回到, 二女心慌之下, 更不敢怠慢, 一人上前涂药擦抹, 一人按压穴位, 给宁峰疏通经脉血迹。 婢女该做的他们都做得了, 而且也做得很自然。 倒是宁峰, 被两双玉葱般的柔衣, 贴身临接触俯处着, 反而有些不自然了, 浑身热轰轰的。 水烧好了, 公子, 谁来服侍宁沐浴? 秦雪给宁峰擦完药后, 小心翼翼地问道, 沐浴? 宁峰一愣, 道, 沐什么浴? 我有清洁服? 来此届一个月有余, 宁峰还真没有洗过一次走, 平时都是用清洁服对付, 不是他不想洗, 而是之前一直没有那个条件。 城外那个小土屋, 连煮饭的水, 都要去打回来, 处在木桶里, 太麻烦。 现在这屋子院子角落, 有一口小井, 满足日常的生活用水需求, 绰绰有余, 以后用水倒是方便了许多。 宁峰转念一想, 既然水都烧了, 不如体验一把泡澡乐趣, 便道, 算了, 不用你们服侍, 我自己来就行。 二女心下也窃喜, 若是宁峰真的让他们服侍沐浴,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毕竟, 他们实在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还是泡澡舒服多了。 在一个大木桶里, 泡了差不多半个多时辰, 宁峰觉得浑身温润舒爽。 清洁服虽然也能使身体恢复干净, 但很难满足这种心理层面的需求。 有许多事, 讲究的是享受过程, 而非结果。 入夜了, 宁峰叮嘱二女, 锁好门, 自行回屋睡觉。 她自己却劈起了道袍, 准备挑灯熬夜画符。 幸好白天受伤的不是右臂, 否则画符和修炼刀法, 绝对会受到影响。 默念清心咒, 调整呼吸, 凝神, 举笔, 制符, 泄力符, 熟练度加一, 制符, 预风符, 熟练度加一。 这一夜, 宁峰连续画到半夜, 直至感觉灵力几乎耗尽, 方停下来, 她自己也不知道画了多少张符。 她忍不住长叹一声, 原本想着今天放假一天的。 但发生了这么多事, 让她直接化身生产队的驴, 竟然忙到深夜才停。 事事如其。 躺在床上虽然是陌生的环境, 但宁峰几乎秒入睡。 次日, 自然醒来, 已进中午, 宁峰翻开面板。 姓名, 宁峰。 寿命, 三十八分之十六岁。 境界, 炼器四层, 百分之一。 功法, 采灵弓, 精通, 一五百。 技能, 制符, 清洁符, 入门, 四二一百。 制符, 谢力符, 精通, 三八二五百。 制符, 格音符, 入门, 八三一百。 制符, 预风符, 入门, 十三斜杠一百。 开山术, 精通, 一二九五百。 基础刀法, 精通, 一八四五百。 他昨晚也尝试一下话语封符了, 有金手指的存在, 自然上手快, 一晚上完成, 入门级别的近七分之一。 他之前不是, 没有想过话语封符, 但那时手上的零食有限, 而谢力符的成符率比较低, 浪费的符纸符莫多, 万一控制不好, 很可能没钱, 继续砸进去试验。 现在, 则没有了这一层顾虑, 至少有买, 足够符纸的零食。 御封符的价格比谢力符高, 一块零食三十张。 不过宁峰没问过无珠, 回收价是多少。 但如果, 从售价上对比的话, 御封符的利润, 至少比谢力符高出一半。 只是绘制御封符, 难度比谢力符大了许多。 不过有金手指, 宁峰只要不停画符, 就会一直有进步, 直至突破晋级。 而其他符师, 就只能靠自己不断地摸索了。 反复试验消耗大把大把的符纸符墨, 制符水平才可能有所提升。 如果没有金手指的帮助, 宁峰怀疑自己连玉封符入门都难。 第39章, 聚灵宫入门。 趁着还没到中午, 宁峰取出那本聚灵宫反复细读多遍。 仔细研究每一个步骤的细节, 最终确认自己嫌熟所有的步骤以后, 便尝试修炼了起来。 很快, 聚灵宫已入门。 聚灵宫, 熟练度加一。 聚灵宫, 熟练度加一。 大半个时辰后, 宁峰收工, 缓缓睁开眼, 目中静视惊喜。 昨夜画符几乎消耗殆尽的灵气, 经过聚灵宫的修炼, 半个时辰就差不多全部恢复了。 就连受伤的胳膊都感觉完好录出了。 聚灵宫, 看来远不只是彩灵宫的加强版那么简单。 因为宁峰清晰感受到, 哪怕是入门及聚灵宫, 对境界的提升多远超精通阶级的彩灵宫法。 面板上的信息, 聚灵宫, 入门, 三一百。 半个时辰, 居然增加了三个熟悉点。 而之前入门阶级的彩灵宫, 半个时辰, 最多增加一个熟悉点。 差距太大了。 更何况, 宁峰已经是炼气中期, 按理说修为应该提升更慢才合理。 这么一算起来, 修炼聚灵宫的提升速度差不多等于彩灵宫的六七倍。 当然, 这其中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来自城内的灵器。 虽然这所屋子的位置不太理想, 但城内灵器的充沛程度又岂是城外可比。 除此之外, 更多是来自聚灵宫法的高级。 那些仙族宗门的弟子, 修炼比散修的速度快很多, 其实说到底, 除了丹药之外, 就是宫法带来的差距。 有了聚灵宫, 宁峰相信自己离突破炼气五层, 不会很遥远。 不能飘。 宁峰发现自己似乎又飘了, 连忙整理思绪, 心中提醒自己。 刚突破炼气四层, 这么快就想着图片五层, 还是有点好高无远了。 披上道袍, 打开门, 发现已是正午了。 公子, 请洗漱。 二女见到宁峰出来, 急忙端来热水毛巾。 其实他们天亮就已经起床了, 一直站在院子里等待宁峰出来。 宁峰不出来, 他们也不敢擅自敲门。 这一等, 居然就是好几个时辰。 宁峰见他们站在院子里, 手里拿着毛巾端着脸盆, 也觉得意外。 道, 以后不必专门照顾我生活起居, 平日里, 你们自便即可。 有事我自会换你们。 是。 洗漱完毕, 宁峰招呼二女坐下一起用饭。 你们都来自什么地方? 宁峰看见二女坐在石桌前显得很拘束, 只管闷头吃饭便决定打开话匣子。 回公子, 牡必来自青阳州秦家。 秦雪道。 回公子, 牡必来自云林州夜家。 夜迎道。 云林州。 似曾相识的地方。 宁峰想起了, 袁慎的残念散去之时, 好像对宁峰说过, 他就是出自云林州的宁家。 不过, 宁峰不打算去接触, 这些事情在他记忆中似乎根本不存在。 袁慎的那些因果, 他也没有兴趣去沾。 加了一块五花肉片入口, 便接着问叶盈。 云林州? 云林州也是属于大兆先国管辖吧。 叶盈点头道, 正是, 云林州在先国的北面, 凤瑶城在先国东面, 都是最偏僻的地方了。 宁峰好奇道, 那岂不是很远? 你是怎么来到凤瑶城的? 云林州到凤瑶城至少十多万里路程, 奴婢自然是随牙行乘坐非洲过来的。 宁峰吃惊, 十多万里。 这个距离差不多绕地球两三圈了。 大兆先国的版图这么大, 他转头望向勤选, 那你呢? 青阳州离凤瑶城应该没那么远吧? 宁峰对这个世界的地理没有太多印象, 也没有其他可以获取这方面知识的渠道。 但他觉得很有必要, 了解一下这些常识。 秦雪放下筷子, 回道, 回公子, 青阳州市属于大秦先国管辖, 离凤瑶城更远一点。 他歪着头想了想, 又道, 不过青阳州和云林州虽然属于不同的先国, 但这两个州却是相互挨着。 所以, 我们俩就被分到了一块。 还有大秦先国? 宁峰点点头, 又继续引导着二女天南地北聊了起来, 还时不时加上几条小段子。 二女渐渐地也没有之前那么拘束了, 毕竟都是年轻人, 聊到开心处还哈哈大笑。 他们心中原本对宁峰的畏惧感和其他方面的担忧减轻了许多。 主要是他们发现了宁峰和他们在凡俗里听到的那些传言中的修仙者形象大有不同。 在他们的认知里, 仙界是个高深莫测的地方, 修士们相互之间以实力说话, 没有凡俗中的那种法律约束。 有很多凡人来到仙界后, 就再也没有阴性了。 只有极少数人在仙界获得了资源, 才能幸运地回到凡俗中称霸一方。 而那些消失了没有阴性的人, 他们相信都是被仙界的修士杀了。 仙界修士给凡俗中人的印象就是, 高高在上,喜怒无常, 视凡人如蝼蚁, 可以随意杀虐凡人。 其实事实也是如此, 但是宁峰却完全不一样。 宁峰虽然是他们的主人, 但从来没有骂过他们一句, 更没有打过他们。 宁峰更像是, 把他们当成朋友, 或者准确地说, 把他们当成合作伙伴。 吃完饭,宁峰又回房里。 而秦雪和叶莹在收拾碗筷时, 目光互相对视, 都发现对方的眼眶都微微红润。 他们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庆幸。 若是换个主人, 恐怕随时会有很多可怕的事情发生。 宁峰回到房, 坐在椅子上, 消化方材餐桌上的聊天内容。 他从二女口中得知, 大赵仙国远比他印象中的要大得多, 横跨大赵仙国至少十多万里。 除了大赵仙国, 还有大楚仙国, 大秦仙国, 大汉仙国, 大唐仙国。 这些都是这个世界顶级的大国。 其他的各种小国家和凡俗人聚集的区域数不胜数。 这个世界大道让宁峰有些吃惊。 每个国家都有许多仙城, 这些仙城的选址都是在灵脉之上。 而修仙者基本都聚集在仙城内外, 因为修炼需要灵气。 凤瑶城其实就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小仙城, 和其他势力占据的仙城没有任何关系。 甚至仙城之间, 只要不恶意伤及凡人, 都可以名正言顺地交战。 谁的实力强, 谁就能占据别人的仙城, 名正言顺地统治这一片区域。 这世界永远已成败乱英雄。 当然, 这些需要报备到仙国皇朝, 得到仙国的承认, 才能拥有合法的仙城管理身份。 建立家族, 占据仙城, 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合法赚取零食, 才是这个世界最溜的生存方式。 宁峰不由又羡慕起凌家, 凌家开方式, 建出租区, 然后什么都不用做, 只需维持一下治安, 便可收取税收和租金, 还时不时剥削一把城内修饰。 还有什么方式? 能比这样来零食快? 唉, 又想多了。 宁峰摇了摇头, 道袍一拖, 继续画符。 只有不停地画符, 才符合他当下的处境。 第四十章, 繁器练刀法。 制符, 御风符, 熟练度加一。 制符, 御风符, 入门, 二十一斜杠一百。 画了许久, 感觉到丹田的灵力 差不得剩下三分之一的光景。 宁峰才停了下来, 打开面板发现 增加了九个御风符的熟悉度。 接着继续修炼聚灵弓, 很快, 丹田的灵气又渐渐迎冲了起来。 这样搭配着劳逸结合, 比以前好太多。 而且宁峰发现, 虽然现在已是下午, 但聚灵弓修炼并没有受到影响。 这说明聚灵弓没有时段上的限制。 而彩灵弓只能在清晨修炼, 光是这一点, 孰高孰低, 一目了然。 而且, 这样会让宁峰心里踏实了许多。 之前他除了熬夜画符, 别无选择。 因为需要等到第二天清晨, 再修炼彩灵弓, 来恢复画符消耗的灵气。 灵力如果因为画符消耗完了, 自行恢复是要很长时间的。 如果这期间遇到什么情况, 他连开杉术都激发不出来, 处境就会很危险。 而现在, 完全可以在任何时段画符, 画完以后稍微打坐一下。 距灵弓恢复灵气的时间很快, 有灵力在身, 自然安全了许多。 灵力对于修饰而言, 就是力量和精神器, 没有灵力的修饰与凡人无异。 感觉灵力恢复得差不多了, 宁峰觉得精神了不少, 又提起刀, 走到院子里。 虽然是凡刀, 但宁峰觉得这把刀的手感还算好。 不过, 是凡气中的小垃圾。 宁峰自从在房室里买下这把刀以后, 还没有时间真正练过。 他稍微热身之后, 便开始挥刀。 风卷秋叶, 清河戒州, 基础刀数, 熟练度加一。 呼, 呼, 呼。 随着一刀刀挥出, 钢气随之卷起, 破空之声也鸣响起来。 二女正在厨房里忙着, 被突然传来的声音给惊到, 连忙跑出厨房。 只见宁峰正拎着一把钢刀, 在院子中不停挥动, 刀出声鸣, 甚至还有一股钢风伴随着刀刃, 卷向四周。 院子里顿时咒风如狂, 卷起一片沙尘, 连二女的裙子都差点被刀锋掀了起来。 二女顾不得捂住自己的裙板, 继续目瞪口呆, 看向院子中央。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修仙者, 修炼武技。 先加法界, 岂是凡俗武术, 可别。 他们看着宁峰就这么简简单单地 横着挥出了一刀后, 若是搁在凡间, 恐怕能轻轻松松劈死一堆凡人。 宁峰练刀时早已脱下了道袍, 只穿一件破烂的内衫, 还卷起了袖子。 一身充满美感的肌肉暴露无疑, 挥刀运气更是消耗体力。 看到宁峰面上红通通, 汗如雨下, 二女眼睛直发愣。 基础刀数, 熟练度加一。 不知道是由于晋升到练气四层的缘故, 还是因为院子空间大, 刀数得以更好的发挥。 总之宁峰觉得刀数熟悉度的增加比之前快了一些。 虽然基础刀数还是精通级别, 但熟悉度增加, 宁峰自己也发现了一些变化。 挥刀时, 他的灵力响应速度提高了一些。 以前出刀之时, 灵力总感觉慢了半拍踩刀, 但现在基本可以做到挥刀气质。 刀身有了灵力的及时贯注, 威力无疑增大了。 继续挥了大半个时辰后, 宁峰开始感觉到发生新的状况了, 熟悉度增长开始变得缓慢了。 每次挥出刀时, 他的灵力可以直接跟着刀刃劈出去, 但会有一点拖泥带水的感觉。 宁峰皱眉, 停止挥刀, 立在院子中思索良久。 刀跟不上了。 很久他就想通了, 他的刀数已经提升到了一个灵界点。 灵界点之下, 烦气还能勉强跟得上刀数。 但灵界点之上, 烦气就成了刀数威力施展的障碍。 宁峰举起刀, 看了半想。 这把烦刀, 今天第一次用, 就已经开始拖后腿了。 若要继续进步, 让刀法发挥更大的威力, 必须换刀, 别无他法。 至少要下瓶法器, 才配得上他如今的刀数水平。 下瓶法器, 十多块临时起步。 宁峰默默收起刀, 不练了。 再练下去, 熟悉度增加不了多少, 白费力气。 转过身子, 宁峰便看到二女直愣愣地站在厨房门口。 心下有些纳闷, 便开口问道, 他绝恶得不行了。 二女回过神了, 道, 马上, 马上就好。 一转身, 又钻入厨房忙活去了。 修炼基础刀数, 及其消耗体力。 而且院子空间大, 宁峰这次几乎是敞开了姿势挥刀。 每一刀的刀势与位置都去到了极致, 所以体力消耗更甚从前。 要不怎么说穷文负武呢? 很快饭菜做好。 端上石桌, 二女在一旁四立, 默默看着宁峰扒饭。 你们真不吃啊。 宁峰察觉到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 抬头问道, 二女摇头, 他们是真不饿, 何况现在都没到吃饭的点。 嗯。 宁峰继续扒饭, 道, 一会我要去方氏那边卖些服, 你们需要买什么吗? 我顺便买吧。 他打算卖掉昨晚化的那些服, 顺便看看有没有能压制煞气的风水阵法。 秦雪眼睛一亮, 道, 公子, 这种事何必您亲自去, 我和叶莹妹妹去便可。 叶莹也在一旁连连点头, 期望地看着宁峰。 秦雪比叶莹大上几个月, 两人熟络后已是姐妹相称。 你们是想顺便逛街吧? 宁峰一眼就看出他们的小心思。 秦雪低头没回话, 叶莹却兴奋地狂点头。 他们整天在家里憋着, 宁峰也感觉不自在。 而且, 他们难得从凡俗中出来, 见识一下修仙界也无可厚非。 让他们出去走动走动也好。 虽说凡人在这里命如草剑, 但如果不是主动惹是生非, 大白天的其实城内还算比较安全。 宁峰唯一担心的其实还是二女的美貌。 这个世界, 关系有些混乱, 和前世不太一样, 没有太多的道德约束。 不过凤瑶城里美貌女修饰也不少, 在街上随便一抓一大把。 美女在这里不是西游品, 万红阁美女们都在街上大大方方满客, 似乎毫无顾忌, 路上行人也见怪不怪。 想来应该没有人会因为二女美貌, 直接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名女吧。 经过三思后, 宁峰点头道, 也好, 那就交给你们去办吧。 吃过饭, 宁峰从屋里取出一大塌画好的符, 交给二女。 交代好方式的方向和保龄堂的具体位置, 又着重叮嘱了一番安全问题。 一切准备妥当, 二女便面带喜色地出门。 看着他们的背影都似乎透着一股兴奋劲, 宁峰直摇头。 她背负着手, 也走出了门, 在自家门前打亮了起来。 第41章, 对门审丹师。 自己门前右侧的那堵墙, 就是这条长生巷的尽头, 死胡同的最里面所在。 墙后面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宁峰站在墙角下静静聆听了一会, 没有听到什么吵闹声。 有可能是私人的场所。 自家对面也没有屋子, 这个位置一般也不会有人来。 所以宁峰觉得门口这一片位置几乎属于自己的。 以后布置下风水阵法后, 这里或许可以利用一下。 要是自己在自己墙上开个小窗的话, 完全可以将这里当做一个临街的小店铺。 用来开福禄小店的话, 利润绝对会比卖给保龄堂要高一些。 而且, 看店的人手不愁, 二女轮流看足够。 唯一的缺点就是长生巷太偏僻, 就算开个小福禄店, 店也是在巷子的最深处。 不利于宣传, 只能做一些熟客。 酒香不怕巷子善。 宁峰左右打量了一遍, 觉得可以规划一下。 毕竟自己是一名福尸, 有地方有场所, 自己画福自己卖。 难道不香? 而且, 宁峰修炼巨灵功法以后, 灵力恢复得更快, 以后的出福量会越来越多。 卖给保龄堂, 保龄堂多少吃了点中间的差价? 那点差价看似虽不多, 但胜在细水长流。 等时间久了, 客源稳定了, 也就无所谓偏僻不偏僻了。 不过经营这种店铺, 是要缴纳零食的。 至于缴纳多少, 宁峰也不知道。 在凤瑶城里, 开个店看似简单, 但其中有很多门道, 宁峰还不清楚。 开店和画幅是两码事, 隔行如隔山, 局外人很难了解其中的水深之处。 自己开店卖幅利润是会高一些, 但肯定没有直接卖给保龄堂安全。 宁峰很清楚这一点。 只要是做买卖, 都会有风险和利润。 两者既并存, 却又相互抵长短。 利润高了, 风险就大, 风险小了, 利润自然高。 以后去打听清楚再说, 宁峰不着急。 吃。 就在这时, 听到旁边有响声。 拧头扭头望去, 自家斜对面的那户人家, 门被推开。 但只开了一半, 就停住了。 接着一个脑袋伸出门来, 看样子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修士, 他神色拘谨地四处张望着。 那副模样, 正如刚穿越过来时候的宁峰。 似乎在确认外门没有人后, 中年修士正欲抬脚跨过门槛走出来。 却突然感觉巷子镜头有人, 扭头一看, 他便发现了宁峰。 中年修士的脸上顿时有些纠结, 伸出的脚立马缩了回去。 但犹豫了半息后, 脚再次伸出, 终究还是走出来。 沈平见过道友, 中年修士关好门后, 给宁峰拱手道。 他一脸憔悴, 满脸的胡渣, 仿佛很久没有修整过。 脸色也有些苍白, 但人长得还算周正。 中年修士看上去戒心颇大, 和宁峰说话的时候, 眼睛都没和宁峰对视。 宁峰连忙回礼, 原来是沈道友, 在下宁峰。 接着指了指自己家门, 对修士道, 宁某就住在沈道友对面, 还望日后多多关照。 对方既然从邪对面出来, 宁峰猜想他是那间屋子主人了。 谁料沈平面色多了一丝惶恐, 再次行李抱拳, 原来是邻居, 沈某刚搬来不到半年, 一直在家中休养, 未能及时拜门造访, 还请宁道友恕罪。 半年? 宁峰心里纳闷, 难道这伙半年都没出过门? 否则怎么连邻居都不认识? 沈平一边说着, 手掌一番, 递过来一瓶丹药。 这瓶容灵丹, 就当拜门之礼, 还望宁道友笑呢。 宁峰不敢怠慢, 连忙给沈平还了一礼。 沈道友客气了, 宁某也是昨日才搬来, 正琢磨着过几日安稳下来了, 再给各位邻居拜门呢。 结果容灵丹, 宁峰有些诧异。 容灵丹和聚灵丹, 都属于辅助修炼的丹药。 不过, 容灵丹药效比聚灵丹强了许多, 属于炼器中期的常用丹药, 方式里售价差不多一块零食两瓶。 不回礼不行, 宁峰手掌也一反, 从储物袋中摸出三张符录, 笑道, 择日不如撞日, 今日即遇到沈道友, 这三张符拳当拜门小礼, 还望道友不嫌弃。 沈平接过符录一看, 眼中闪过一丝惊喜, 道, 没想到, 宁道友居然是符师, 年少有为啊。 宁峰给的是中品谢利福, 价值上和容灵丹差不多, 两者都属于硬通货。 宁峰笑道, 宁某也是刚刚入门而已, 沈道友是丹师, 一般赠礼都是拿自己的看家记忆物品, 成本低, 面子大。 对方既然送上丹药, 宁峰料想他是个丹师。 果然, 沈平点头笑道, 惭愧, 沈某不才, 至今还是二阶丹师。 宁峰留意了一下他的腰间, 沈平, 大赵仙国, 炼器四层, 二阶丹师。 二阶的丹师, 炼丹技术在凤瑶城内, 也就是普普通通的水准。 难怪住在城东, 看来对方的处境未必比自己好太多。 也许发现了宁峰只是个新搬来的邻居, 沈平借心少了许多。 二人在巷子里闲聊了几句, 沈平才拱手告辞, 匆匆走出长生巷。 拜门? 望着沈平背影消失在向外后, 宁峰若有所思, 难难自语。 沈平一看, 就是很少出门的那种宅男, 都在长生巷里住半年了, 居然都没见过对门邻居。 但他还是存着拜门的心思, 认为没有及时拜门是件很失利的事情。 而且, 第一次见面就给邻居赠送出价值半块零食的拜门礼物。 看来拜门, 很可能是城内的风俗礼仪。 宁峰考虑着要不要准备一些谢礼服, 这几天给周围的几户邻居拜个门。 城外的低层散修没有这么多讲究, 租户变动也比较频繁, 很多房子三两个月就换了人。 但城内的修饰一般都是购房多, 就算是租房的修饰也少有因为缺钱退租的。 所以, 城内修饰居住稳定, 邻居关系会比较持久。 宁峰之前在城外不想和太多人发生牵扯, 主要是原生在城外的熟人多, 宁峰担心别人发现他穿越身份。 但在城内, 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 宁峰也少了些顾忌。 虽说他不打算刻意教好别人, 但也不想因为少了礼数, 把邻居给得罪了。 礼多人不怪, 败门这事要琢磨一下。 回到院子里, 宁峰从怀中掏出一张纸, 坐在石桌边看了起来。 第四十二章, 邻家的福利。 这张纸是昨天去邻家外务堂报备时, 那位接待女修给他的。 邻家额外给服侍的福利, 上面都有详细的说明。 宁峰一直没有时间看, 现在打开, 仔细看了一遍后, 心里忍不住再次对邻家竖起大拇指。 这个邻家, 难怪能称雄一方, 独占奉摇成资源。 笼络人心的事情, 几乎都被他们玩出花了。 直上一条条的福尸福利, 实在是太吸引人。 就算是宁峰这种被后世无数营销套路 洗过脑子的人, 也不由心动。 尽管在宁峰的角度看来, 这些所谓的福利, 更像是一种交易。 但这种交易, 对绝大多数福尸而言, 并没有什么坏处。 首先第一个福利, 所有得到先国认证的福尸, 均可以按月在邻家领取零食。 这就相当于免费月份了, 完全不限制福尸的自由。 根据福尸阶级的不同, 领取的零食数量也不一样。 像宁峰这样的三阶福尸, 一个月就能领三块零食。 关键是, 没有任何附带的要求。 只要每月去邻家外务堂, 就能凭玉牌直接领取。 这条福利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希望拴住福尸, 留在凤瑶城发展。 单是这条福利, 宁峰觉得99%的福尸, 都拒绝不了。 毕竟, 每个月可以白拿三块零食, 谁能拒绝? 三块零食, 在城外, 足够一名底层散修维持, 最基本的生活了。 宁峰住在城外小土屋, 一个月房租仅仅两块零食, 伙食开销也就一块零食左右。 若是前身当时, 每月能领三块零食, 温饱无忧。 三阶福尸如果只靠自己, 可能要累死累活, 每个月才挣得来三块零食。 若是水准差一点, 或许都挣不到三块零食。 毕竟, 画幅也是需要零力供给的, 没有哪个福尸能一直画个不停。 其他的三阶福尸, 可不像宁峰这样有金手指。 福尘率太低的话, 很可能一个月下来, 也就赚五六块零食。 而那些高阶福尸能领取的零食更多。 四阶福尸每个月, 可领取五块零食, 五阶福尸每个月八块零食。 每个阶级的福尸, 对应的零食数目, 都是恰到好处。 实在是让福尸很难拒绝, 因为去哪修行不是修行。 凤摇成灵气充沛, 物价稳定, 还有零食白拿。 白拿的零食, 去换取一些修炼资源, 不是能更近一层。 领取更多的零食。 宁峰想法也是如此。 他原本觉得自己有金手指, 没必要和别人产生什么牵扯。 但现在他觉得有必要, 重新考虑一下了。 三块零食, 可以买两千张品质好一些的福尸了。 这些福尸, 再画成余丰福, 按三成半的乘福率算。 至少是六百张预风符, 六百张预风符多少钱? 整整二十块零食。 算到这里, 宁峰不由心惊, 林家花这么多零食, 恐怕不仅仅是为了留下福尸。 留下大量的福尸, 这些福尸自然会拿着林家给的零食 购买绘服材料, 制出大量的福禄。 市面上出现大量的福禄, 在凤摇城里, 恐怕早已经供过于求了。 那么多的福禄, 去哪里了呢? 难道是林家收购了? 拿去其他地方赚取差价? 还是林家自己要囤积福禄? 宁峰摇了摇头, 否定了这种猜想。 一个凤摇城的福禄再多, 也只是小钱。 林家若只是为了赚差价, 根本不必投入这么多零食, 更何况后面还布置这么一个福利。 例如有个福利, 就是福尸达到五届认证以后, 且在凤摇城定居满一年, 可以申请一套院子, 免费居住, 享有永久使用权。 但是有个附加条件, 每年需要给林家上交一些福禄。 当然, 笔纸墨都是林家公益。 这个就值钱了, 不说永久居住, 哪怕就住个十年都能省下近千块零食。 摆来块零食是什么概念? 足够买一把中品的法器了。 根据宁峰看过的牙型房屋信息, 凤摇城里的带院子的屋子可不便宜。 像他现在租的这一套, 尽管地段不好, 但售价至少两百块零食以上。 至于靠近城中心或者城西那些零气充沛的地段, 则高达五六百零食都有。 在这个世界买房, 难度丝毫不比宁峰的钱是小。 一个散修, 要想在凤摇城定居, 多数都是租房, 能买得起房屋的人少之又少。 除非一些高阶的炼气师或者丹药师。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一些福利都很让人心动。 例如绘制出的福禄优先卖给林家, 达到一定数量后, 可以获得进阶福禄的功法。 还有一条让宁峰都感觉亮瞎眼的福利。 福尸如果达到六阶的水平, 可以直接搬入林家的族地里居住。 林家族地, 是整个凤摇城灵气最充沛的地方。 昨天宁峰仅仅在林家外务堂待了一会, 出来都差点醉了, 被灵气熏醉的。 可想而知, 长期住在林家的族地中, 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 别的不说, 至少修炼一事, 事半功倍。 不过这个也有个条件, 就是福尸区与林家族内的一名女修, 结成道理。 这不是入坠吗? 宁峰第一个念头便是如此, 住在林家和林家女结合不是入坠是什么? 林家这一手, 玩得溜。 种种福利都表明, 林家更想留的是福尸的人, 而不仅仅是福禄, 大量福尸留在凤摇城, 自然能就产生绵绵不断的福禄。 要那么多福禄干什么? 很明显, 只有一个可能, 开战。 林家所图, 恐怕不小。 宁峰借心大起, 不管是林家对别人开战, 还是别人来对林家开战, 宁峰身居凤摇城都会被其所累。 底层小散修在这种大战中, 就如楼一般, 稍受到一点波及就会遭大殃。 林家的福利其实相当于温水煮青蛙, 欲将所有凤摇城的服饰人才, 牢牢地绑在林家战车上。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宁峰揉了揉太阳穴, 天上掉馅饼的雀跃感顿时消失了大半。 他担心拿了别人的好处, 总有一天会吐出来。 与其为他人做嫁衣, 不如投资自己, 自身强大才是王道。 回到房间, 仔细看了起来。 这本书上记载的六种服录, 有两种宁峰还没画过成功。 一种是传讯符, 宁峰压根没有去画, 没必要, 这玩意实在不值钱。 如果自己真的需要用传讯符, 直接买似乎更划算, 浪费灵力实属不至。 另外一种是回春符。 第43章 初画回春符 其实在练弃三层的时候, 宁峰尝试过绘制回春符。 不过由于绘制回春符的难度大, 绘制过程需消耗更多的灵力, 练弃三层的修为 绘制回春符有些捉襟见肘。 所以, 在失败几次之后, 宁峰有些心疼符指, 就自动放弃了。 如今练弃四层, 可以再尝试一下 绘制回春符。 回春符 属治疗类浮禄。 修饰在语人战斗后, 灵力竭尽僵枯。 使用回春符 可以快速恢复部分灵力。 灵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取决回春符的品质。 品质越高, 恢复灵力量自然更多。 不过, 这是基于同一层境界而言。 普通的下品回春符 可以恢复练弃七修式 大约三分之一的灵力。 至于中品回春符 则恢复七成左右的灵力。 修式对决, 尤其是境界接近的修式之间, 一旦对战起来, 除了法器和法术之外, 能决定胜负的 往往是灵力的持久性。 大家都是练弃四层, 丹田灵力都差不多, 打到最后, 大家都没有灵力了, 连最基本的法术 都激发不出来。 这个时候, 你突然来一张回春符, 立马恢复三分之一的灵力, 可以说, 基本就赢定了。 所以, 这类特殊的符录, 关键时刻, 几乎可以当救命秘法来用。 有钱的修士, 不惜重金屯货, 以备不时之需。 没钱的穷修士, 也会想方设法, 给自己备上几张。 这就导致了, 回春符在方式里, 有些功不应求。 所以回春符, 在方式里, 价格一直有些偏高。 不但价格高, 还很抢手。 宁峰之前在几个店铺里, 亲眼见过几次回春符的成交。 夏品的回春符, 零售价是一块零时十五张, 价格几乎是谢利福的三倍。 宁峰调整了一下思绪, 放松心情, 闭目仰了一会神。 再次睁开眼, 铺好符纸。 然后默念清心咒, 双目放空, 凝神。 运起一股灵力, 直达右指, 灌入伏笔尖。 抬笔, 沾末, 下笔, 开始绘制回春符。 第一笔刚收封, 符纸就开始躁动了起来。 符纹飞快四范, 布满在符纸的上方, 开始疯狂地吸收宁峰运到笔尖上的灵力。 随即, 宁峰只感到丹田的灵力完全不受控制, 灵力在丹田内如狂潮倒海, 四处冲击。 最终长蹄失手, 灵力一泻千里, 涌向了笔尖, 全部被符纹吸取。 无奈, 宁峰只得继续绘制下去。 之前他绘制回春符的时候, 也是遇到这种情况, 奈何灵力跟不上, 中间卡顿了一下。 导致符纹最终没有凝聚落入到符纸中, 所以才绘制失败。 看看这次如何。 宁峰咬紧牙关, 其实他的思绪此时也有些波动了。 毕竟, 灵力不受自己控制, 换作谁, 都很难做到心指如水。 灵力不断狂奔, 笔尖也开始微微颤抖。 宁峰额头已经冒汗, 继续这一笔一画, 不敢有一点差错。 符纹开始往符纸上凝聚, 符纹发出的红光也越来越强盛。 马上就到最后一笔了, 宁峰心情终于有些轻松, 顶住, 马上就成了。 可惜, 就在最后收笔时, 灵力偏偏赫然而止, 差不多凝聚好的符纹再次泛散开来。 红光渐渐暗淡, 符纸也停止了躁动, 静静地躺在木桌上。 失败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 宁峰嘴角一抽, 把笔往桌上一扔。 可惜了, 就差那么一点, 金手指居然没帮上忙。 不过也不能怪金手指, 还是修为的问题。 算了, 练多几天据灵弓再说。 宁峰思绪不稳, 也不想继续画符了。 推开房门, 准备到院子里透透气。 刚推开门, 就看到二女从外门进来。 公子, 我们回来了。 他们手里各自拎着大袋小袋, 面露喜色。 那种表情, 怎么看, 都有些像前世那些 从超市疯狂购物回来的女人。 买这么多东西。 宁峰一阵眼皮狂跳, 这两货, 莫不是把卖符的零食 都拿去货货了吧。 他交给二女的福录, 有一百多张夏品谢力符, 十多张中品谢力符, 还有御风符三十多张。 卖给保龄堂, 至少能带回来五块零食。 这五块零食, 宁峰计划用来布置屋子阵法的。 叶英把手中的几个袋子 搁在石桌上, 长叙了一口气, 揉了揉胳膊道。 公子, 我们买了一件道袍和内衫给您。 秦雪一边喘着气, 一般也将手中的袋子放到桌上。 公子, 我们今天看你练刀的时候, 穿的那件内衫都破了, 所以没问过, 您便私下做主买了。 道袍毕竟不是法袍, 也就几十个零十岁。 宁峰之前确实有打算 买一件新的道袍, 但一直都没舍得花那个钱。 总感觉身上这件虽然旧了些, 但还能应付一段时间。 现在身上这件道袍, 宁峰已经穿了一个多月, 原身的那股体味似乎一直都没有消散, 不过他也习惯了。 既然二女给他买了, 多一条换洗, 也不是坏事。 宁峰摆了摆手, 无妨。 你们还买了什么? 这么多袋子。 不过看着石桌上大大小小十多个袋子, 宁峰还是忍不住问。 秦雪回道, 回公子, 这些袋子是我们买的一些伙食物资。 宁峰皱眉, 昨日我不是给了一些米肉给你们吗? 怎么今天又买? 公子, 昨日你给我们的米肉, 也就只能吃了三四天。 所以就顺便买了一些回来。 宁峰打开袋子看了一下, 无非就是一些普通大米和肉干, 最多半个月的量。 他点了点头, 我忘记告诉你们, 我储物袋里还有米肉, 昨天没全部给你们而已。 以后这些东西我去买便可, 你们提不动。 凡人没有灵力, 无法使用储物袋。 食物类的东西放入储物袋内, 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至于空气中则很快没变。 秦雪从怀中掏出五块零食, 递给了宁峰。 公子, 我们按照您的吩咐, 在宝灵堂卖了那些福禄, 宝灵堂给了五块零食, 外加一把零食碎, 和您估算的一样。 零食碎我们已经花了, 这是剩下的五块零食。 宁峰接过零食点头道, 下次若是出门, 你们也给自己买几套道袍吧, 别再穿着这些凡俗的裙子了。 第四十四章, 零米最凡人。 二女无法使用储物袋, 自牙行李出来, 也没见他们带着包袱, 所以宁峰料想, 他们没有什么换洗衣物。 他们身上穿的是凡俗中的裙子, 行走在外, 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 他们是凡人。 不安全。 但是如果穿上道袍, 除非有心探查, 否则别人就不知道他们是凡人。 凤瑶城内外, 哪怕是女修士, 有钱穿法袍, 没钱穿道袍。 裙子, 居家时或许会穿, 但甚少人出门在外穿裙子。 因为裙子在战斗时急不变, 风阻大, 影响速度, 更影响安全。 夜银睁大眼睛, 喜到, 真的? 公子, 我们也可以买一衫。 秦雪眼中也有欣喜之意。 二八年华, 娇饶少女, 哪个无碍美之心? 方氏里那些女士道袍, 花花绿绿的什么款式都有, 看着都比裙子漂亮许多。 他们今日看中了几件衣物, 不过没敢买下。 宁峰之前给了他们每人两块零食, 但明确交代过那些, 是用来购买生活用品的。 自然可以。 宁峰答道, 二女得到宁峰的允许, 自然喜出望外。 他们离开家里的时候, 有带着换洗的衣衫, 但跟随乘坐非洲之前, 被要求将多余东西都弃掉。 所以, 来修仙界这几日, 他们一直是穿同一件裙子, 早就感觉有些味道了。 宁峰又从储物袋, 掏出一袋子零米, 吩咐二女, 今晚煮这个米吧, 很久没有吃零米了。 今天卖服有了点收入, 加上这两日华服太多, 灵气消耗有些过度。 宁峰打算吃一次零米, 补补身子, 然后晚上试试, 修炼具灵工效果如何。 是。 秦雪接过宁峰递过来的米袋子, 立即闻到一股清香透彻的气息。 什么味儿? 叶莹也感觉到不对, 凑过来好奇地问道。 秦雪打开袋子, 两人伸头望向袋子内。 秦雪低头, 浅浅吸了一口, 目光立即迷离, 面色也微微潮红了起来。 零米? 狠狠吸了两口, 啪, 袋子从她手中脱落。 零米如蹦跳的水珠, 四散一地。 叶莹整个身子也开始摇摇晃晃, 双手乱舞了起来。 接着, 她双眼一闭, 竟然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糟糕! 宁峰心道不好, 她忘记这茶室了。 零米中蕴含的零力净, 比酒净要大得多。 她自己也只是吃过几次零米, 每次吃完, 零米都觉得像喝了酒。 凡人虽然无灵根, 丹田无法吸收米中蕴含的零力, 转化成自身零力。 但若是食用或者嗅纹, 零力依然会被吸入凡人的体内, 冲击身体各处经脉, 反应会比修仙者大得多。 秦雪虽然也闻了一口, 但情况比叶莹好多了, 她蹲下来想把叶莹扶起来。 不过自己身子也是软绵绵的, 有力也使不出。 我来吧。 宁峰健壮, 直接过去把叶莹抱了起来, 放在石桌上。 手掌按着叶莹的天灵盖, 缓缓堵入一丝灵力。 有了宁峰这一丝灵力的引导, 叶莹体内的灵力很快就疏倒一道体外。 没多久, 叶莹就醒过来。 缓缓睁开眼, 看到散落一地的灵力, 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扑通一声, 她爬下石桌, 直接就跪了下来。 公子, 奴婢该死。 在凡俗中, 灵力和灵石一样, 可遇不可求。 两者皆因蕴含仙界灵力, 千两黄金, 一粒灵米, 百两黄金。 黄金常有, 鲜物却太难得。 一粒灵米, 足以改变一个凡人的命运。 纵使修仙界的底层修士, 都难有财力日日进食, 何况凡人? 不碍事, 几把灵米而言。 宁峰虽然也很心疼, 但还是装作若无其事地道, 今晚就煮普通大米吧, 快点, 我肚子饿了。 是, 公子。 秦雪赶紧给了叶莹一个眼色, 叶莹心领神会站起来, 便跟着秦雪, 钻入了厨房忙活起来。 宁峰威摇头, 转身进屋。 轻点了一下符纸, 还有七百多张。 如果全部化谢力符, 估计能出三百张左右。 按照他目前的成符率, 三百张谢力符, 一般都会出二十张左右的中品。 满打满算, 卖给保龄堂, 也就换回七块零食。 加上他目前手中的十块零食, 到时一共就有十七块零食了。 除去基本的符纸符墨被留资金, 再买个风水阵法和寝人布置, 应该还有一点剩余。 规划虽然是这样, 但宁峰今晚不打算继续化符。 原因无他, 他影响了修为。 修仙百亿, 如符禄、 担药、 炼气、 御寿这些技艺, 某种程度上与修炼之道相悲而行。 正常的修炼, 如置木桶于地上, 不停往里倒水, 日积月累, 总会有水满之时。 但修仙百亿, 却如体统奔走, 走得再稳, 也总会有水外见识。 奔走越多, 谁也见得多。 所以, 符诗, 丹诗中, 少有修为极高之人。 每次会符或练丹, 都需要灵力攻击。 虽说事后休息可恢复, 但常年累月如此, 必有些亏损。 亏多则难隐满, 境界提升自然满。 更有甚者, 为了记忆更上一层楼, 常常耗尽灵力, 又强行刻要回填, 造成本源损伤, 修为难再尽寸。 宁峰深知, 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他有金手指, 只要多干就能晋级, 但连续操劳, 肯定也抗不住。 没必要为了画符而影响了本源, 造成修为制停, 那样得不偿失。 画符, 只是谋生之举。 修为, 才是历史根本。 下次要买好一点的符纸符墨。 宁峰又想到, 被林家剥削的那一张上品, 谢力符。 上品啊, 石头块零石。 在林家外物堂画的那张符纸, 可不是现在宁峰用的这些地摊货。 严格说起来, 那种不叫符纸了, 而是名副其实的符皮。 真正是用妖兽皮制成的。 林家那张符皮是比较高阶的妖兽皮。 宁峰寻思着, 下次也买点符皮试试。 哪怕用次一点品质的符皮, 应该都对福禄出品的品质有提升效果。 整理好东西, 看外面光景似乎有些天黑。 宁峰推门出屋, 石桌上一摆着饭菜, 可以开饭了。 但二女却蹲在地上, 正在小心翼翼地, 一粒一粒地, 捡起方材散落的那些灵米。 第四十五章 筑基夜席城 望见此景, 宁峰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有这个必要吗? 这地面又不是瓷砖木板, 而是黄泥沙。 灵米混在泥沙中, 就算捡起来洗干净, 宁峰也吃不下去。 他宁愿吃普通大米。 二女见宁峰出屋, 忙道, 公子, 饭菜做好了, 您吃吧。 我们先收拾好灵米。 宁峰点点头, 他早已饿得有些慌了。 顾不上二女, 一个人坐在石桌边吃了起来。 死, 死。 刚扒了几口饭, 突然听见天空传来一些异响声。 怎么回事啊? 宁峰赶紧站起身, 二女更是吓了一跳, 慌张寻声望去。 很快就发现, 东面的天空 有一只巨大的白色飞禽, 正往凤鸯城中飞过来。 再飞得近一些, 便能看出 原来是一只巨大的白色蝙蝠。 这只白色蝙蝠张开双翅, 差不多有七八丈宽, 嘴里还吐着白气, 发出巨大的嘶嘶声。 妖兽席城? 快! 进屋里! 宁峰第一个反应, 就是先躲起来。 他闪身入屋, 同时挥手示意, 二女也回屋。 二女乃见过这等场面, 腿早就下软了, 刚收拾的灵米也顾不上拿, 相互扶着跑进屋内。 其实宁峰也没见过这种场面, 他牢牢抓着屋门, 仰头望着那只蝙蝠。 只要有一点不对劲, 他就立即关门。 不过随着白蝙蝠飞进, 宁峰发现蝙蝠背上居然还有一个人。 不过由于距离过远, 蝙蝠背上之人的样子看不清楚, 只能隐约分辨出是一位老者, 身着青色道袍。 难道是灵兽? 看到蝙蝠背上有修饰, 宁峰估计多半不是妖兽戏城了。 野兽、妖兽、灵兽, 其实都是动物。 灵兽未开的动物就是普通野兽。 如果野兽被人制服, 签订了契约, 认了主人, 那就是兽宠。 而野兽如果开了灵兽, 就会变成妖兽。 妖兽有自己的思维, 智慧与人无异。 但如果妖兽被人制服, 签订了契约, 认了主人, 那就称为灵兽。 妖兽、 兽宠和灵兽都有高低阶级之分。 白色蝙蝠能飞行, 体型巨大, 口中的白气似乎也似乎颇有威力。 符合这种特征的, 只能是灵兽。 此时, 长生向外也传来人声和脚步声, 开始喧闹了起来。 可能是街坊们都看到这只白蝙蝠了, 许多人都跑出屋子, 到巷子中看热闹。 毕竟在各家院子里, 视野没有外面的好。 但宁峰可不是这样想, 他觉得还是在屋子内比较安全。 这个白蝙蝠从东面飞过来, 似乎是朝着城中心飞去。 城中心是什么地方? 是灵家的足跌。 白蝙蝠看起来气势汹汹, 多半不是灵家自己人。 更多像是来滋事的。 因为在修仙界, 骑着受宠或者灵兽 直接闯入别人的领空, 是一种很严重的挑衅行为。 果然, 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从城中传了出来。 张通! 你传我奉摇城, 意欲何为? 声音听着不大, 但渗透力十足, 宁峰在屋内居然都听得清清楚楚。 随即, 一道红光突然自城中央升起, 拦住了白蝙蝠的去路。 是灵家家主? 灵平! 隐隐约约听到巷子外有人惊呼, 宁峰赶紧抬头一看。 灵家家主? 可不得了, 助击修士。 灵平是凤凰城内修为最高的存在, 也是灵家的掌舵人。 只见那道红光恰恰停, 在城东的上空, 差不多就是长生巷的上方位置。 方才飞行速度过快, 让人只看见一道红光, 现在停了下来, 宁峰才发现, 其实是一只巨大的暗红色老鹰。 这只老鹰, 体型比白蝙蝠还要更大一些, 通体羽毛暗红色, 不过额头处却是白色。 白头鹰的双眼似同灵, 目光皆透着凶煞之气, 利爪则锋利如刀刃, 隔着老远都能看到, 一股黑气萦绕在爪尖。 阴背上, 一位中年修士身穿黑色道袍, 副手而立, 正是灵家当家家主灵平。 这么年轻, 宁峰第一次见到灵平本人, 多少有些意外。 虽然他的义里, 有灵平的一些听闻印象。 灵平似乎差不多180多岁了, 驻姬修士的寿员是250年, 180岁大概也就是等于中老年的阶段。 外表倒是符合这个阶段。 不过张通, 宁峰就没有什么印象了, 只是隐约觉得这个名字有些熟悉。 张通停下白蝙蝠, 一脸怒气地和灵平在争论着什么。 凤凰城内的修士都安静下来, 竖起耳朵, 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可惜, 什么都听不见。 空中的二人似是用了隔音符, 居然没有一点声音再传出来。 此时天已经黑了, 宁峰抬头望向空中, 白头鹰和白蝙蝠居然散发出光芒, 一红一白, 照亮半边天空。 灵平和张通聊了没几句, 双方脸色都大变, 怒夜明显升级。 要打起来了, 宁峰暗道声不好。 注击级别以上的修士对战, 战斗余波都不是他这种 练齐四层的小伞修抗得住的。 扭头看见二女居然也打开屋门, 仰着脖子看热闹, 连忙手一挥, 进去进去, 躲起来。 是。 二女回过神, 赶紧关门又躲进屋了。 果然, 很快空中的二人两兽就直接开战了。 灵平坐下的白头鹰突然喷出一道火焰, 直袭张通。 火焰如长虹, 焚烧数十丈, 夜空顿时被映照的一片通红色。 而灵平手里突然多出一把刀, 横空一刀朝张通斩出。 他的目的很明显, 想将张通逼出数十丈, 把战场慢慢移到远离城中心的地方。 灵平手中的刀是一把中平法器, 是灵平的随时法器, 在凤瑶城内也是大大的有名。 狂焰刀。 一刀如焰, 焚人如狂。 狂焰刀横空斩出又是一道红色火焰, 裹挟着它坐下那只白头鹰吐出的火焰, 飞速旋转着朝张通焰烧去。 两道火焰如两条火龙, 互相缠绵交织在一起, 体积立即增大了许多。 宁峰在城中都觉得面部有些微微余热, 那股火焰的热量这么远距离都能感受得到, 不知道静在空中的张通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宁峰看得满脸愕然, 这就是助击修饰的能量。 若是他在半空中, 他怀疑自己直接被火化成灰, 落地成河。 第46章 凤瑶城镇法 灵平本身就是火灵根, 修炼火系功法, 使用火系法器, 坐下的白头鹰更是火系灵兽。 火灵根加上其他火系加成, 一起攻击, 威力简直大了数倍不止。 但张通既然感到凤瑶城挑衅, 又怎么可能轻易被击中? 想逼我出城? 张通看透了灵平的心思, 冷笑一声, 手中多出一把剑, 直接就是一次。 剑尖刺出, 一道银色的兵器随即发出, 如银河狂泼急坠, 封住那道焰火的攻势。 白蝙蝠看见主人出手, 也不甘示弱, 两翅一扑, 脊背高高隆起。 接着蝙蝠头一甩, 面部极客变得极其猙獰, 然后张大嘴吐出一波白色云雾。 死死! 白蝙蝠口中那团云雾, 近似在给张通的剑气提供, 源源不断的灵力。 张通那道剑花受到白蝙蝠的辅助加持后, 突然加速迎向灵平的焰火。 碰! 一白一红, 两道巨大的气流相撞, 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响。 凤瑶城内煞间, 亮如白昼, 要瞎人眼。 凝峰远在极里外, 竟然也被强光照耀地睁不开眼, 感觉就像一道闪电在他眼前披股。 等他再次睁眼时, 发现灵平不但没有将张通逼退, 反而还被张通的剑气震退了数十丈远。 而且, 张通丝毫未停止剑视, 而是继续挑起剑花, 一剑接着一剑地刺向灵平。 嗨! 灵平一声大喝, 左手反掌一拍, 寄出数张浮露。 浮纹如花, 旋风般飞向张通。 与此同时, 灵平右手连续劈出鸡刀, 刀光直取张通。 宁峰借着空中的光亮看得分明, 灵平寄出那几张浮的时候, 张通的移动速度骤然降慢了许多。 难道是定身浮哦? 宁峰有些疑惑, 能让一名驻鸡修士的身形慢下来的, 都是高级浮露了。 太高层的东西, 已经超出了宁峰这位新晋小浮师的认知范围。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观战能力, 他还是能分得出谁强谁弱。 很明显, 灵平比起张通还是略输一筹。 二人开始在空中交战, 坐下灵兽也没有闲着, 张牙舞爪斗得不停。 白头鹰这边不时喷出红色燕笼, 偶尔利爪也帮忙助攻。 白蝙蝠那边也是不停吐出白色冰雾, 双翅还不时曝出一阵阵刚风。 但张通这边始终占了上风, 一件件地不停刺过来, 灵平虽说都挡了下来, 但多少有些狼狈。 好在灵平似乎有始不完的浮路, 不停地祭出各种眼花缭乱的浮路, 张通也没有办法将他直接拿下。 两边有来有去, 一时间虽见高下, 但也难奋出胜负。 快! 开启护城阵法! 灵平突然朝城内大喊了一声, 然后甩手又扔出数十张浮路, 封住张通的攻势。 凤瑶城作为仙城, 灵家自然布置了护城的阵法。 只不过催动阵法所, 消耗临时数量甚为巨大。 平时无众大战士时, 皆不轻易开启。 现在对手有些强悍, 灵平不得已传令下去启动阵法。 有了阵法的相助, 灵平有把握扭转战局, 将对方留下来。 一个先祖的主城, 岂能让外人单人匹马, 可以来去自如的。 纵使付出代价, 也在所不惜。 张通的身形顿时又慢了许多, 剑花次来带出的重影骤然减少。 轰轰轰, 一阵沉闷的声音似乎从地底传来, 紧接着刚光凝聚, 城中心发出阵阵的淡青色光芒。 显得感觉到阵法启动的时候, 地面似乎轻微晃了一下。 不好。 张通速度变缓慢, 眼见阵法启动, 知道再不走就会有大麻烦。 去! 张通一声赤叫, 坐下白蝙蝠连喷树团兵雾, 双翅一阵, 掉头就准备飞离城内。 灵平健壮怒吓, 哪里逃? 接着又拍出数十张符路, 这次不是席向张通, 而是朝着白蝙蝠拍去。 只见那数十张符路在空中组成一个阵形, 同时发出耀眼的光芒。 金色的符纹漫天飞舞, 同时阵形也在不停地变换, 最后居然换成了一个巨大的球字。 城中, 无数的修士都在这天空的大战。 看到这一刻, 不少人都失声惊喊, 上品囚劳符。 囚劳符, 高级攻击型符路, 这种符路不是论章的, 而是论套。 一套由九张符路组成, 符师在画此符的时候, 需要融入阵法, 在其中, 环环相扣, 激发的时候才能爆发出阵法的威力。 阵法加符路, 两者结合, 威力大大增强。 只需激出一套, 即可直接束缚, 注意明珠激修士时期的时间。 时期内, 动弹不得, 失去战斗能力, 足以被斩杀数十次了。 一套上品的囚劳符, 价格至少在150零食以上。 凤瑶城里根本就没有门道可以买得到。 林平实在是狠, 他这一出手就是四套囚劳符, 价值600块零食。 目的很明确, 无论如何, 都要把张通给弄死在凤瑶城内。 城内阳守望着夜空的修士们, 无不心中感叹, 这种级别的战斗简直与烧钱无益。 林平这一招就花了数百零食, 而之前, 他已经甩出不少的高级服录。 总的算下来, 这一战还没结束, 林平至少已经消耗了两三千块零食。 这就是助击的裁裂。 夜空中金色的球字愈发的明亮, 镇法符文不断聚集, 直接奔向张通。 而在林平拍出四套囚劳服的同时, 城中几道身影也冲天而起, 直接封堵张通的后路。 张通此时已经被囚劳服镇法符文锁定, 他面色大变, 撤退已经来不及了。 完全没有想到, 林平手中居然有四套囚劳服。 张通惊慌之余, 心中也快速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已存必死之心, 但是要拉上几个垫背的。 爆! 张通反手就是一剑, 朝作下白蝙蝠颈部抹去。 白蝙蝠哀嚎一声, 立即失手分离, 颈部血喷如柱。 城中观战的无数修士顿时惊呼不断。 林平见状也是大惊, 呼道, 退! 他要自爆。 接着身形暴退, 封堵在张通背后的几名凌家修士, 也惊慌后退。 但为时已晚, 说时时那时快, 张通反手又是一剑。 这次抹的是自己的颈部。 爆! 一股鲜血喷燃而出, 在灵力的爆发加持下。 张通身边四周数十丈范围内, 立即出现了一个血色欲见。 林平此时暴退不过十来丈, 仍在张通的自爆范围内。 他大喝一声, 再次提速, 整个人快速后退。 脸上露出一丝惊恐之色, 他也万万没有想到张通会来的同归于尽。 碰! 一声巨响! 城中众多观战的修士, 只看见天空被一片血雾覆盖, 其他什么都看不见。 但宁峰看见了。 因为张通最后挥剑自抹脖子后, 见识未止, 余波浩浩荡荡, 威力丝毫不减。 那一剑的剑气余波, 去世凶猛, 不偏不倚, 正好打到宁峰的院子里。 人在屋中站, 或从天上来。 第四十七章, 或从天上来。 碰! 一声巨响, 院子里尘土飞扬。 那张石桌, 顿时瓦解心扉, 化成粉雾。 桌上摆着的那些饭菜, 煞间被那一剑的剑气卷起, 搅碎, 四剑, 变成了菜渣肉末。 宁峰屋子站在屋门后, 从这个角度, 正看得很清楚。 他看见了林平在张通自爆前, 扔出了些什么东西。 有可能是俘虏。 而在他也似乎使用了什么秘书。 漫天血雾中, 隐约能看见林平的身体暴涨, 气血自体内积出, 形成一道气血屏障。 静硬生生扛住了那股自爆的威力。 但最终, 林平整个人还是被炸飞了。 像断了线的风筝般, 落入城中, 生死不明。 至于林家那几名修士, 则直接被爆成了肉渣。 这些肉渣, 混在漫天的血雾中, 随风飘散, 弥漫在凤窑城上空。 而那些血雾, 正是张通本人的。 他自爆后, 整个人爆成了一片血雾, 连肉渣都没剩。 剑气威力, 何尝止步于此。 巨大的冲击波, 迅速向四周扩散。 宁风赶紧运起凌厉护住身体, 但仍感觉一阵狂风刮来, 直接推向他。 身子重重往后摔出, 砸在屋内的床边。 啪, 一声响, 床框开裂。 屋门, 木窗, 都被冲击得左右乱晃, 响得不停。 宁风还没来得及起身, 就听见二女的惊呼声。 然后又传来一阵东西掉地的声响。 宁风感觉运气查探自身, 还好, 没有受到什么伤。 就是摔在床边的时候, 撞了下腰, 微微有些疼。 爬起来, 走出院子, 听到凤窑城内以人声鼎沸, 四处都传来吵闹声。 长声向外, 也是脚步声不停。 宁风没有顾得上这么多, 一个剑步略向二女的房间。 方才二女的尖叫声, 他怀疑二女已死于剑气之下。 这种鱼波, 他炼气四层都被直接被卷到, 凡人又如何抵挡得了。 好在, 二女虽然倒在了地上, 表情痛苦, 但却无大碍。 只是屋内各种家具东倒西歪, 有些放在高处的东西, 也掉落地上。 宁风问道, 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二女接摇了摇头, 他们和宁风一样, 被剑气鱼波的冲击力推倒, 但只是受了一些皮外伤。 这得意他们这间房, 离院子更远一些。 宁风的主房正对着院子, 受到的冲击力要大很多。 没事就好, 待在屋里不要乱走。 宁风吩咐一声, 就匆匆走到院子。 一看, 院子中央已经多了一个一丈方圆的大坑。 厨房旁边的那个储物房, 北面的土墙也倒塌了一小部分。 有一些乌瓦散落在地上, 不过好在房梁还完好, 承受力应该没有问题。 石桌没有了, 成了一堆石头粉。 院子东北面那棵树, 枝叶落满地, 但主干完整无碍。 又走入自己屋内, 仔细检查了一番。 房中的家具不多, 倒没有什么损失, 不过床要修补一下才能用。 想起方才的一幕, 宁峰紧紧握起拳头。 助击对战, 威力竟如此之大。 炼气漆, 果然只是此方世界的蝼蚁。 一道剑气而已, 相隔树里, 就让自己如此狼狈不堪。 索性距离有些远, 要是张通自爆的位置再近一些的话, 宁峰都很怀疑自己刚租的这间屋子, 整个化为废墟。 现在不少家具受损, 还有储物房倒下的那些墙体, 修缮起来是要花零食的。 张通就算活着, 也不会赔偿。 只能明天找牙型伙计商量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处理方案。 搞不好很可能要自己掏零食。 倒霉。 宁峰庆幸之余又有些无奈。 说来也奇怪, 剑气渔波竟然来得如此准确, 正好击中宁峰的院子。 长生像这么多户人家, 怎么就他一个人倒霉? 不对, 看来还是风水的问题。 宁峰又想到这个问题。 张通一剑劈下来, 整个凤摇城, 唯有他一户被波及。 不是风水是什么? 死胡同互行, 或是连绵啊。 先是在城外差点被杀, 现在城内又差点冤死见下。 两次危机都离死亡很接近。 杀身之祸, 不容轻视。 明天无论如何, 都一定要去买个阵法。 宁峰暗自下决心, 否则再来一波祸事的话, 都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若不是考虑到安全问题, 宁峰都想连夜出去购置阵法了。 其实凤摇城平日里晚上也很热闹, 街道上和方市都有开门营业。 不过今晚肯定有些混乱了, 凌家被袭, 家主生死不明。 凌平就算没有陨落, 肯定也受了伤, 否则不会那样自由落体从天上掉下来。 凌平是凌家唯一的助击修士, 可以说是凌家乃至凤摇城的主心骨。 主心骨出世, 后果可想而知。 宁峰就不幸城内没有其他势力, 想趁水摸鱼, 或者外来的一些仙族, 想取而代之。 这一波变故, 凤摇城的未来, 很可能会混乱无比。 凌峰甚至有些担心, 今晚可能还会有人来习城。 独自待在院子前, 望着天空观察了许久, 并没有发现一样。 凤摇城的阵法开启后, 就一直没有关, 凌峰感觉到灵气仿佛更充沛了一些。 有些护城阵法也有聚集灵气的功能。 此时入夜已久, 凌峰感觉负饿无比。 之前饭都没吃完, 或就从天降, 二女中午过后就一直没吃过东西。 估计她们也饿坏了, 如今也坐在自己屋内, 眼巴巴望着凌峰。 凌峰吩咐他们待在屋内, 他们也不敢出来。 院子里一片凌乱, 他们在屋中自然看见, 内心自视无比惊恶。 这种住基级别的生死大斗, 在修仙界都难以经常看到, 更何况是繁俗中人。 做饭吧, 我饿了。 凌峰吩咐道, 方才她检查过厨房, 厨房没有受到损坏, 剑气余波的攻击 让隔壁的厨房给挡住了。 日常下厨没有问题。 二女听到, 便钻入厨房烧菜做饭。 凌峰继续抬头看着天空, 警惕心丝毫未将。 饭菜做好后, 由于没有了饭桌, 三人只能蹲在院子前, 大口扒起饭来。 公子, 方才天上打架的是什么人? 叶莹忍不住问道。 凌峰想了半天, 憋出一句, 是仙人。 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张通是什么人。 这样的回答, 让二女无语。 他们虽然在屋内, 但透过窗户也看到天空中 对战的整个过程。 那可是真正的仙人啊。 看样子, 比公子还要厉害。 一件树里, 隔了这么远, 都能将石头做的桌子给劈开。 不对, 不是劈开, 是整个劈成粉末。 还有那两个飞兽, 一白, 一红, 在天上熬游, 如蝶片舞。 可惜了那只白蝙蝠, 被主人一剑给抹了脖子, 身子竟然化成一团血雾。 但临时前, 似乎他没有任何怨言。 或许他的心理, 早就为了主人准备好这一刻了吧。 主人在则我在, 主人亡我先亡, 随时可殉主。 二女想起那只白蝙蝠, 目光不尽其欺然。 第四十八章, 奉摇成洗牌。 扒完饭, 和二女简单收拾了一下院子。 宁峰让二女回屋休息, 自己则开始化符。 原本宁峰今晚计划专修聚灵宫, 没有安排化符的。 但人算不如天算, 行事逼人。 抹干净桌上的沙尘, 铺好符纸。 默念清心咒, 宁神, 沾默, 运气, 下笔。 制服, 御风符, 熟练度加一。 制服, 谢力符, 熟练度加一。 制服, 格阴符, 熟练度加一。 直至天色微亮。 翻开面板看了一下。 技能。 制服, 清洁符, 入门, 四二一百。 制服, 谢力符, 精通, 四二五五百。 制服, 格阴符, 入门, 九五一百。 制服, 御风符, 入门, 四六一百。 清点了一下符路成品后, 宁风有些意外。 承服率提高了, 接近六成。 应该是谢力符即将晋级的原因。 合计会符, 483张, 初符, 287张。 谢力符占了大半, 共215张。 其中中品谢力符23张, 夏品谢力符192张。 中品谢力符成功率也高了一些。 宁风有些唏嘘, 他本想加一把劲再画多一些的, 奈何灵力感觉不太够。 然后, 清点了一下御风符, 全部是夏品。 毕竟御风符还是入门阶段, 初中品的概率低乎其低。 夏品御风符共62张, 另外隔音符画了10张, 这个留着自用。 整理好符路后, 宁风脱下道袍, 上床盘腿打坐, 修炼聚灵弓。 聚灵弓, 熟练度加一。 很快, 灵力迅速恢复。 宁风感觉丹田充盈了许多, 便披上道袍, 带上符路和零食, 匆匆出门。 灵力迅速皱眉, 想了一下, 还是忍不住掏出一张传讯符。 直接发了一条消息给梁高。 梁道友, 昨晚那场打斗你知道吧? 梁高就是中正崖型的那个伙计, 租房子给宁风时, 他留下了几张个人传讯符。 很快梁高就回复了。 知道, 怎么可能不知道。 梁高的语气颇带兴致, 他在凤瑶城居住多年, 这种就级别的打斗实属罕见。 从昨晚到现在, 几乎整个凤瑶城都在八卦这件事, 只要耳朵不聋, 都知道这事。 宁风道, 打斗的余波把我那间屋子的墙给震倒了, 还有一些家具都破损。 这件事怎么说? 你们是不是应该找人来修缮一下? 梁高在那边显得很惊讶, 竟有如此之事? 凤瑶城这么多户院子, 没听谁说有发生这种歧视啊? 宁风扬怒, 不幸你大可以来看看。 当初租的时候, 说好是直接入住, 不需要我进行修缮, 现在发生这种事情。 修缮一下, 否则我如何住得安心? 梁高犹豫了一会, 回信息, 宁道友, 宁签合约的时候, 也看过里面的戏条了。 若真的是发生这种事, 塔, 是属于不可抗力的范围, 我们雅行无法承担这个责任啊。 怎么不可抗? 这种不是属于人力范围吗? 你们还是想办法解决一下。 这样吧, 宁道友, 我先和掌柜商量一下, 到时再给您答复, 如何? 行吧。 符文散尽, 宁峰搓了搓手中的鱼镜, 直奔方式, 让雅行来修缮屋子和家具, 他也知道不大可能。 和梁高发下牢骚, 只是存着一些能白嫖尽量白嫖的习惯性心理。 利益, 很多时候都是靠争取来的, 凡事都最大利益化, 尽量减轻未来的负担。 而眼下, 宁峰就认为是一个能扩大自己利益的机会, 他想搏一搏把握住这个机会。 宁峰昨晚通宵画幅, 是想手头尽量多一些零食, 他需要在方式的各类物品涨价之前, 尽可能多囤一点画幅的原材料。 宁峰认为, 如无意外, 未来一段时间俘虏很可能涨价。 经昨夜一战, 凤凰城内很可能会迎来一波动荡。 就算林平没有陨落, 也必然受了伤。 这将直接导致凤瑶城的格局面临着洗牌。 城内各种势力将叠更, 邻家与外来者的争斗也有可能继续升级。 战事估计免不了。 而且就算没有战事, 这种局面引发的心理效应也会间接导致许多物资陆续涨价。 丹药, 服录, 法器, 法袍, 阵法, 所有与修饰战斗的物资, 原材料, 消耗品, 都可能会涨价。 宁峰想抓住涨价前的这一个关节点, 囤上一些符纸符墨。 日后原材料若真的涨价, 他就稳赚。 就算没有出现预期涨价, 他也不亏。 怎么看, 都没有什么风险。 所以, 这样的机会, 怎么可以错过。 不过, 宁峰能遇见这样的机会, 别人一样能遇见。 房室里的人明显比以往多了。 许多修饰形色匆匆, 有的还拎着袋子。 宁峰加快脚步, 直接往保龄堂。 见过吴道友。 宁道友。 您请稍等一下。 保龄堂内, 吴珠正在和一名修饰交易。 宁峰点点头, 自行走到店内摆放符纸符墨的地方, 仔细看了起来。 保龄堂在房室里, 属于那种一家中型规模的店铺。 符禄原材料的品种, 几乎覆盖了高中低端路线。 贵的, 便宜的, 都有售卖。 最便宜的就是宁峰目前在用的那种低端符纸, 是用粗布制成的。 再好一点的, 就是做工比较精细一些的布制成。 宁峰只看了一眼, 就知道如果用这种细布料的符纸, 绘制符禄, 成功率和品质都直接提高一个水平。 因为, 这种符纸走线的间隙与纹理, 比它目前用的细致了许多。 这样下笔的时候, 浮沫能流动得更流畅, 失败率绝对会减少。 材料果然影响很大。 宁峰更加坚定了这次要购买高品质符纸的决心。 比细布料符纸要更好一些的, 是用普通瘦皮制作的。 猪皮, 牛皮, 羊皮, 什么皮料的都有, 甚至还有老鼠皮制造而成的符纸。 这些皮质的符纸, 自然都经过多重的加工, 表面非常平整, 品质完全比细布料符纸高了一个档次。 再往上一点, 就是用人造的加工皮制成的高级符纸。 从这里开始, 就属于中端货了, 也不称为符纸了, 而是为之符皮。 人造加工皮料, 加入了一定比例的妖兽皮革, 品质远远高于普通的瘦皮符纸。 这种加工难度有些大, 损耗也多, 所以价格比低端的符纸高不少。 至于高端货, 全部是纯高阶妖兽皮制成的, 宁峰目前没有能力买。 所以,压根就没细看。 您倒有, 久等了。 第49章 保龄堂预测 无珠忙完, 看到宁峰站在这边, 连忙走了过来, 面带歉意。 今天客人有些多, 不好意思。 宁峰目光离开了那些符皮, 妄想无珠, 摆了摆手笑道。 无妨, 我今日过来, 是想出一些符。 哦? 这么快? 无珠有些诧异, 昨天才让婢女过来卖符, 今天你手头又有符录了。 她是真的很意外, 昨日宁峰两个婢女过来卖符的时候, 她就有些纳闷了。 虽然出的符录不是很多, 但前两日宁峰才过来出了一下。 宁峰前两日拿了500多张符录过来卖, 然后隔了才一天, 她的婢女又拿了近200张符录来卖。 这里就已经是700张了。 700张符录, 寻常练弃七中七的符诗, 哪怕是只画谢力符, 正常的话都要近半个月。 这还算是数手的。 若是水平差些, 灵力跟不上的话, 700张谢力符, 只说不定需要画一个月。 而今日宁峰又过来卖符, 三天居然出了三次符录, 不知道今天她要出多少符录。 宁峰留意到无珠表情变化, 多少猜到她心里在想什么。 笑道, 我之前其实囤着不少符录, 最近需要临时周转, 所以才拿来卖。 说吧手掌一番, 取出两叠符录递给无珠。 赶紧清点吧, 我还有事要办。 无珠抽出一张谢力符, 放在鼻尖, 轻轻地嗅了一小口。 然后白了宁峰一眼, 都没有超过十二个时辰。 她生气的原因自然是宁峰说了谎话, 显然对她有些见外了。 无珠经手交易的符录无数, 宁峰这点小心思能瞒得过她。 她只要闻一下, 都能推断出这张符录是什么时候画的。 宁峰的符录, 游墨上的腥臭味, 特别新鲜, 很明显就是昨晚才画出来的。 而且, 墨迹明艳亮透, 稍微有些惊艳的都能看得出来这全部是心符。 宁峰善笑, 她知道大概率是瞒不住无珠。 不过心中暗暗警戒, 方才看无珠的眼神, 似乎自己表现的还是过于优秀了。 嗯, 很可能是出符太平凡了。 以后要找多一家商号合作, 不能只卖给保龄堂一家。 否则, 自己身怀金手指的秘密, 很容易暴露。 无珠拿着符录, 轻贬了一番, 整个人也陷入沉思。 前面出了七百张, 今日出符近三百张。 三天时间, 画了一千张谢力符。 其中还有一些中品。 另外, 还有部分会服难度大一些的御风符。 这个符尸, 远不止这么简单。 无珠心头也远比上次更震惊。 上次无非就是出了一些中品谢力符, 技术提升有些快, 让无珠觉得惊奇罢了。 这一次, 是符录的绘制量和频率, 让无珠震惊。 宁峰三天内, 连续每天都出新符, 说明他每天都在画符。 一般的符尸, 由于灵力难续, 根本没有办法像宁峰这样, 连续三天都画符。 除非刻要。 但是谢力符又不是很值钱的符录, 不可能有符尸刻要去画这种符录。 无珠越想越心惊。 他不知道宁峰身怀系统, 宁峰画符虽然也需要消耗灵力, 但远没有寻常符尸那般入不敷出啊。 而且, 宁峰的诚符率高于寻常符尸太多, 已经近六成。 一般炼气中气的符尸, 能有四成的诚符率, 已经极难得。 无珠低眉, 目光清扫一下周围, 没有太多人留意这边。 便低声道, 宁道友, 今日这批符, 我建议先留着。 他有些犹豫, 要不要直接告诉宁峰, 这样出符频率太高, 容易摊上市。 无珠也不想宁峰出事, 稳稳定定的细水长流, 岂不是更好? 先留着? 宁峰眼珠子一转, 瞬间明白了, 无珠画中之意。 自己出符频率太高了。 无珠想保护他, 同时也想保护保龄堂和他的长远合作关系。 宁峰其实自己也知道, 自己三天出三次服录, 肯定不对劲。 他昨夜都不打算画幅的, 但形势逼人。 昨夜的大战不知道会引发什么后果, 他需要提前筹谋。 无珠点了点头, 声音更低了, 福禄可能很快就涨价了。 你若留着等过些十日再卖, 或许回收价会更高。 宁峰惊道, 福禄涨价? 这么快啊? 难道自己还是来晚一步了? 宁道友, 我也是为你好。 昨夜天上的打斗你, 应该也看见了吧? 难度没有发现, 今天方式内的人都比往日多了许多。 根据我们宝灵堂的预测, 城内的福禄行情毕生无降。 最迟明日午时, 必然迎来第一波涨价。 无珠给宁峰递了一个, 你应该懂的眼色。 有些善意的话不便说明, 说太明, 或者说太多, 反而会弄巧成拙, 显得自己的善意过于虚伪。 宁峰点头, 果然, 我懂, 我都懂, 所以我才要急着出这些福禄啊。 他深吸一口气, 问道, 那福指福墨这些呢? 会不会涨价? 无珠其道, 你说呢? 说着边将那些福禄轻轻推回给宁峰。 嗯, 不用说, 自然也会水涨船高, 跟着涨起来。 任何一起对修饰有用的东西, 都会涨。 若是乱起了, 就连灵米, 腰瘦肉, 甚至普通大米, 这些基本生活物资都会涨价。 盛世, 物价稳定, 百叶繁荣。 乱世, 一套房, 也许只能换三金米。 宁峰又将这叠福禄再次递过去, 指着店里的那些人造兽皮制成的福瓶, 也就是店里的终端货。 问道, 这些福瓶怎么骂? 无珠挣了一挣, 道, 宁道友要买福瓶。 半息后, 无珠就恍然大悟, 他明白过来了, 再次望向宁峰的目光, 毫无疑问多了一些敬佩。 行呀。 原来宁道友也想着趁乱摸鱼, 囤上一批原材料。 难怪急着出福, 他需要变现, 囤上更多的福瓶。 然后等涨价后再出手, 收益必然更高。 这么一来, 无珠就理解宁峰的做法了。 但凡任何一位能判断出福瓶长价的福尸, 自然都会这般选择。 无珠从那些福瓶样品中, 取出一张深黄色的福瓶, 递给宁峰。 这种福瓶你看下, 材料用了七成的普通瓶皮, 另外加了低阶妖兽皮, 混质而成。 第五十章, 人造兽福瓶。 妖兽皮来自赵国与秦国交界处大森林里的低阶妖兽。 那个位置的灵气特别充沛, 加上水源的水质上加, 虽然只是低阶妖兽, 但皮质几乎可以媲美其他地方的中级妖兽。 但是供货皮料的商家, 却一直将这种皮料列为低阶妖兽皮的范围内。 所以, 我们店里性价比最高的福瓶, 就是这种。 无珠滔滔不绝, 给宁峰介绍他手中的这张福瓶样品。 宁峰看了一下, 做工和布料确实与其他的终端福瓶不太一样。 若不是细心观看, 很难发现其中的区别。 这种怎么骂? 宁峰直接问价格, 他相信无珠的推荐。 毕竟, 他出服的成功率高, 品质高, 保龄堂与无珠自然也同时受贿。 没有道理, 在俘虏员材料上坑自己一把。 但凡坑一次, 就会永久失去一名顾客, 也会失去一名供货服尸。 得不偿失。 无珠沉吟吓道, 正常对外的价格是一块零食一百张, 但我的权限最高可以给命到有一百一十张。 这么贵? 宁峰愕然, 比之前用的符纸贵了整整十倍。 无珠四看出宁峰纠结, 更加坚定了宁峰是天才服饰的猜想。 宁峰表情很明显, 根本没有用过此类服皮画符, 完全不清楚这些服皮的价格。 就用普通的布料符纸, 还能三天出服进千张。 无珠决定提醒一下宁峰, 宁道友, 一分钱, 一分货。 好的材料, 成本虽然高, 但出服的时候, 回报更高。 说不定还能翻几倍。 看到宁峰默默点头, 无珠又笑, 他决定给宁峰上一课。 一般情况下, 用便宜符纸画一千张, 历时半月, 消耗灵力数十次, 乘符三百张, 利润仅有两三块零时。 但若是用这种符皮, 去达到三块零时的利润, 也许只需几百张, 便能出不少中品符录了, 也无需半个月。 最多几日, 灵气消耗次数, 必然少了许多。 所以, 好的材料, 会减少画幅的次数, 其实等于节省灵力的消耗 和恢复次数。 这难度不对吗? 宁道友。 对。 太对了。 宁峰审然。 他之前没有想过这一层, 与其将灵力消耗在 近千张垃圾符纸上, 还不如消耗在高级一些的符皮上, 利润绝对多得多。 用高级一些的符皮, 完全可以在保持同样利润的情况下, 消耗最少的灵力。 灵力消耗和恢复, 占用了许多时间, 若能将多余的时间用来修炼, 提升境界, 岂不是更美? 宁峰连连点头, 这些符路都出了, 换成符皮。 两人去到后室内, 很快保龄堂的帐房就过来交接。 出符所回收, 需给宁峰零十八块半, 换成符皮后, 合计九百多张。 宁峰收好符皮, 告辞无珠。 临走时, 无珠低声道, 下次若要出符, 宁道友可以直接传讯我, 我上门去拿。 回交的时候, 我大可说是其他地方收来的。 宁峰双眼一亮, 连连点头, 但心里却不以为然, 开什么玩笑。 和你对接次数多了, 岂不是什么都让你知道了。 无珠交易是没问题, 对自己善意也足够。 但身怀系统, 万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出符频率如此之高, 也不能让人知道。 他第一个要防的人, 恰恰正是无珠。 无珠方才那番话, 明显是点拔了他, 告诉他其他服饰的正常出符周期。 一般情况下, 用便宜符纸画一千张, 历时半月, 消耗灵力数十次, 乘符三百张, 利润仅有两三块零食。 这才是一位炼器四层服饰, 应该有的水平。 宁峰自此, 终于对正常的服饰水平, 有了一个大概认识。 自己以后, 绝不能表现得过于另类了。 来日有空, 还需寻多几家合作店铺。 不能老在一个窝里下蛋。 下得太多, 迟早入汤锅。 刚才在保龄堂里, 宁峰也留意到有阵法出售。 原本还打算问一下无珠的, 但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保龄堂, 最近接触得过多了。 跟着方氏人流走了小半圈, 宁峰闪身入了一家阵法店。 今天务必要买个风水阵法, 宁峰现在身上只有十个零食, 应该够了。 宁峰身上还有几十张中品谢利福, 若是零食实在不够, 倒是可以拿谢利福底零食。 这家阵法店是很小的一个店铺, 直售阵法不卖别的东西。 在后市, 这种店往往就是性价比最高的。 东西不贵, 又够专业。 不过, 可能后续维护服务什么的, 要差一些。 阵法是一种消耗性产品, 是需要定期维护的。 有人吗? 小店里没有人, 宁峰习惯性喊了声, 然后转身就想离开, 去下一家阵法店。 但听见一个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 稍等一下, 马上就出来。 是女声。 宁峰往里面一瞧, 里面还有个门。 应该是茅房。 这个方式内, 无论大小店铺都配备了茅房, 算是最基本的配套设施。 听到女声这么说, 宁峰决定进店等一下。 店内的墙壁上挂着一个黄布。 其实就是一个价目标, 各种阵法分类, 后面都标上价格。 宁峰暗暗点头, 她就喜欢这样的店铺。 简单直接, 明码标价, 不玩心眼。 敢明码标价的店铺, 一般都是那种对自己的货极有信心。 敢标价, 就意味着不怕你货比三家。 这种店铺往往质量过关, 价格实在, 极具性价比。 很快, 宁峰就在黄布上找到风水阵法这一类。 风水阵法有大小中三种规模, 像家族人多的, 占地面积大的, 需要比较大的阵法。 但是像邻家族地这种超大面积的, 方式内自然没有卖, 需要请人上门勘测设计, 最后单独布置方可。 而中型的风水阵法, 则适用于大户人家。 大户人家往往有几十个人口, 房间也至少数十间。 像宁峰这样的小院子, 三个房间, 一道死胡同。 买个超小型风水阵足矣。 宁峰直接越过中大型阵法, 从小型风水阵开始看。 但没想到, 小型风水阵都有近百个之多。 七星风水阵, 45块零时。 彩陵岩寿阵, 36块零时。 三仙流煞阵, 28块零时。 天刚化兄阵, 28块零时。 烈焰熔灵阵, 25块零时。 牛眼双极阵, 25块零时。 白鬼台关阵, 25块零时。 金木旺财阵, 15块零时。 土戏党煞阵, 9块零时。 宁峰看得眼花缭乱。 这时, 门之一声响。 一位风姿错约, 举止无比优雅的美貌女修。 一边整理着道袍, 一般推开了门。 她不仅美貌, 气质也是超然。 身材比城外的周寡妇, 有过之而无不及。 皮肤更是白里透红, 吹破可谈。 女修整理好衣裳。 一抬头, 正好遇到宁峰, 转身望过来。 两人皆是一愣。 第五十一章。 巧遇唐仙子。 唐仙子? 你, 道友。 宁峰万分意外, 居然是唐英如。 唐英如双甲已经微微泛红起来。 神色慌忙地, 重新整理了一下自身的道袍。 她又何尝不意外? 两人相视, 一时无言, 场面尴尬无比。 唐仙子怎么会在这里? 宁峰率先打破冷场。 唐英如拖正婆子来找她说清后, 她一直没见过唐英如。 没想到今日在方式里遇见她。 若她知道唐英如在这里, 绝不会冒失静点。 甚至还会绕道走。 城外的邻居, 宁峰一个都不想再见。 不仅仅是唐英如, 其他人也一样。 唐英如脸色很快也恢复了自然, 笑道, 我本就是镇法师, 不过这个小店也是前几日才开张。 哦? 宁峰目光一向墙上的镇法加目标, 心内却在飞快思索着。 郑媒婆来给唐英如说清的时候, 曾提过若宁峰答应和唐英如结为道理。 唐英如可以在城里租个房子和宁峰一起生活, 而且还可以供给修炼的资源, 保证宁峰住击之前资源充足。 要想完成这些条件, 需要大量大量的零食。 宁峰一直想不明白唐英如哪来这么多零食。 原来她是位镇法师, 那就难怪了。 店内的这些镇法, 每一种都是妥妥的摇钱术。 镇法和福禄一样, 都需要成本。 不过宁峰还是有些纳闷, 既然有这样的资源, 当初为何一直在城外租房? 当然宁峰没开口问, 唐英如提亲的是, 她早已经明确拒绝过了。 再提起这些, 与捅刀子无异。 唐英如看到宁峰望着墙上的镇法价格, 不禁好奇问道, 宁到有想寻一套镇法。 宁峰只好点了点头, 恩了一声。 方才都等了许久, 现在总不能直接转身走人。 宁峰打算敷衍一会, 等下找个由头直接告辞, 方氏里镇法垫多的是, 没必要再与唐英如产生什么瓜葛。 唐英如微笑道, 宁到有需要什么镇法? 这方面, 我倒是略知一二。 接着, 她再次仔细打量了一番宁峰, 表情竟有些惊异地道。 我看宁到有似有凶器绕身, 莫非是冲了刑煞之局? 刑煞? 宁峰心头一动, 转过身问道, 唐英如点头道, 只是简单地忘弃官人罢了, 祖上传下来的一点小把戏, 倒让宁到有见笑了。 不过如果没猜错, 宁到有事需要一套风水镇法。 听到唐英如这都能看出来, 宁峰顿时来了兴致。 这个世界上的风水玄学, 可不像前世那般飘渺难处, 而是一门实实在在的修仙技艺。 官人、 忘弃、 亏魂、 布阵, 都是正经本事, 不少家族甚至有着远远流长的此类传承。 宁峰笑道, 你方才说我冲了行煞之局, 那可可详细分析一下, 我到底是怎么冲了这个行煞? 风水镇法对我可有用。 唐英如又仔细观察了一下宁峰的面部, 峨眉微醋。 行煞之局一般与地势、 住所位置、 强院方位这些有关, 不过宁到有住的屋子应该没有此类问题。 他皱着眉头似乎大为不解。 宁峰住在城外的小土屋, 他自然见过。 那一片出租屋是林家统一修建的, 若有风水方面的缺陷, 林家也早就请人改良过了。 那附近的风水格局, 唐英如根本不觉得有任何问题。 宁峰在城内租房, 不过两日前的事情, 他自然不知道此事。 莫非您倒有搬家了? 但很快, 唐英如就反应了过来, 既然宁峰的小土屋没毛病, 那只有一个可能, 他换了屋子。 新的屋子才会产生凶煞之气。 宁峰心头有些震惊, 他本来没打算将搬家的事情告诉唐英如。 没想到, 这样都能被他看出来, 细思极恐。 看来以后遇到阵法师和风水师, 都要小心一点。 这个世界上太多未知之物。 对, 我搬进城内住了。 宁峰有些不情愿地点点头, 然后问道, 我确实是想购置一套风水阵法, 不知唐仙子有何介绍。 他心里也敲着小算盘, 先让唐英如介绍一番阵法, 唐英如肯定是往高价的阵法来给他推荐, 到时临时不够, 自然无法成交。 然后回头再找其他阵法店, 验证一下唐英如所说的刑煞, 到底是不是那么一回事。 若两者说法一致, 那就简单多了。 直接买个此籍阵法就行。 可没想到, 唐英如直接御手一番, 取出一套阵法, 递给宁峰。 宁峰有, 这个是荣煞化灵阵, 非常合适你, 就送给你, 就当恭喜你新居之礼。 阵法有大小等级之分, 等级分为一阶, 二阶, 九阶, 一阶最小, 最高等级为九阶。 宁峰顿时呆然, 唐英如这样, 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了。 他连忙推唐, 这怎么行? 万万不可。 不能要, 绝对不能要。 宁峰不愿意为了一个阵法, 拿人的手短。 唐英如面颊又范微红, 宁峰心里想什么, 他大概都能猜出来。 急忙道, 这个只是一阶阵法, 不值钱, 是我上次帮人布置夺出来的, 你就拿着便好。 宁峰有, 你身上的煞气颇为轻微, 此阵虽然是一阶阵法, 完全可以化解你新居的刑煞之局。 这么草率, 一个阵法, 又不是大白菜, 说送就送。 宁峰犹豫了一下, 但没有接过阵法。 唐仙子, 此阵法既然有效, 你还不如直接卖给我, 不知此阵价格几何。 一接的阵法, 大概也就是几个零食左右。 宁峰不是那种不知好歹的人, 唐英如既然说得如此真诚, 还不如和他交易。 若价格承担得起, 干脆直接买下算了。 反正, 找谁买不是买。 唐英如还是坚持不收零食, 两人互推一番。 看到宁峰如此坚决, 唐英如最终只好到, 此阵暗方式里的价格也就是五块零食, 上面布置阵法的工钱一般是四块零食。 宁道友, 我们怎么说都是邻居一场, 我免费帮你布置, 不收工钱, 你就给阵法的钱, 如何? 如此甚好。 宁峰也很高兴, 阵法等于正常价买下来, 工钱和他原本打听的价格也差不多。 唐英如也说得合情合理, 帮邻居一个小忙, 免费布置各阵法, 完全说得过去。 这样一来, 宁峰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 他决定也不白毫唐英如的羊毛, 等布置好后送他几张符录, 不正好两全其美吗? 唐仙子, 那何时方便去布置阵法? 宁峰有些迫不及待, 他巴不得现在就可以去布置。 早点不好阵法, 他心里就早点踏实。 否则不知何时或是再降临。 毕竟买完这个阵法后, 他身上就剩下五块零食了。 屋子那边修缮还需要一点钱, 真的再经不起折腾了。 唐英如道, 现在就方便, 宁峰若是着急的话, 现在就带我去你家里布置便可。 如此甚好, 不知宁峰有心居在何处? 城东长生巷。 什么? 长生巷? 唐英如听到长生巷, 面色突变。 第五十二章, 布置风水镇。 宁峰大惊, 长生巷有问题。 他看见唐英如脸色变化, 有惊讶, 但似乎又有些兴奋。 搞不懂。 唐英如看风水应该是有一手的, 宁峰很怀疑长生巷有大问题。 不然, 唐英如不可能是这等表情。 这下挺麻烦, 才租下两天, 牙行肯定不给退租。 退租是要给违约金的。 而手中零食又不够另外租房, 宁峰一时间有些懊恼。 租房之前, 真的应该找个风水师瞧瞧长生巷的格局, 还是少了些经验。 谁料, 唐英如却道, 这要巧, 我也是刚搬进城, 租的屋子也在长生巷。 宁峰心头时顿时落地, 但不知道为何又生起一股不祥的念头。 真的有只要巧。 唐英如又问道, 命道有的新居莫非是36号? 宁峰点点头, 唐英如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笑道, 那间屋子我也去看过, 其他都好, 就是有些煞气。 我住你隔壁, 34号。 宁峰嘴角莫名一抽, 长生巷一共就36座院子。 34号就是沈平的对面, 沈平是35号。 宁峰自己是36号。 34号和36号仅一墙之隔。 她现在看懂了, 方才唐英如脸上的表情, 更多的是惊喜之意。 既惊, 也喜。 而且, 欢喜似乎占得多一些。 唐英如满脸春风, 检查了一下不知阵法所需的物品, 走吧。 命道有。 好, 走。 宁峰无奈抢笑, 点头称好。 关上店铺大门, 两人就直奔长生巷。 路上, 宁峰忍不住问道, 唐仙子, 既然也在长生巷里租房, 那你租房前有没有看过, 长生巷的风水到底如何? 唐英如自己熟悉阵法风水, 暗里不会给自己选太差的地方。 可是长生巷明明是一条死胡同, 若真有煞气局, 唐英如应该不会挑这种地段才合理。 唐英如摇头道, 长生巷的风水其实并不差, 仅是你那间屋子比较冲而已, 其他屋倒是没有影响。 你没看到周围的屋子, 全都租出去了, 就剩下36号一直空中。 宁峰摇头探道, 果然, 看来还是被牙型坑了。 这倒不至于。 唐英如笑道, 宁道友租下来的时候, 恐怕也知道, 这间屋子比其他的便宜不少吧。 宁峰点点头, 当时在牙型看到这个屋子的信息时, 却是比其他屋子便宜一些。 唐英如又道, 宁道友不必担心, 不好阵法以后, 和其他屋子并没有区别。 那就好, 两人很快就到了长生巷, 宁峰的屋前。 宁道友, 这个容煞化灵阵, 其实有两种运行方式。 不知道你想要哪一种? 唐英如从储物袋, 重取出一些物品, 朝宁峰道。 宁峰见他取出来的, 有镇旗, 小剑, 小石块, 还有另外一些宁峰未见过的东西。 不禁好奇问道, 两种运行方式有何区别? 我的要求很简单, 只要能挡住这煞气, 保我人物安全便可。 唐英如解释道, 容煞化灵, 一乃容煞, 二乃化灵。 不管哪种方式, 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但是, 两者有很大的区别。 第一种方式, 就是直接将胡同里的行煞之菊化解掉, 消耗的灵石比较少。 宁峰点了点头, 他知道, 维护镇法的运行, 仅仅靠天地间的灵气, 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人为摆放, 灵石到镇法中。 而且, 灵石里的灵力, 若是被镇法消耗尽, 镇法就无法继续运作了。 说穿了, 这就相当一个无底洞。 唐英如接着道, 第二种方式, 是将行煞之气化成灵气, 引入你屋内, 这样, 你屋内灵气就会更加充沛。 不过这种方式, 镇法运转起来, 颇费灵石。 宁峰文言双目一亮, 这个方式好太多啊, 灵气越充沛越好。 便问道, 两种方式消耗灵石差多少。 唐英如仔细打量了一下, 胡同和宁峰的屋子, 陈寅依会道。 像这般大小的屋子, 若是第一种方式, 每个月此阵只需消耗一块灵石。 第二种方式, 每个月则消耗两块至三块灵石。 不过这个取决于行煞之气的强弱, 因为行煞之气并非一成不变的, 实强实弱。 宁道友, 我建议你, 还是选第二种。 虽然多一两块灵石, 但灵气会充沛许多, 两块灵石买一个月的灵气。 难道你觉得不划算? 宁峰双目再次亮起。 对啊, 同样的屋子, 成熙房租就比成东贵了一倍不值。 他这间屋子放在成熙出租的话, 雅行里的标价, 少说都要十多个灵石起步。 布下阵法之后, 只要灵气赶得上成熙的三分之一, 就不算亏。 宁峰不再犹豫, 朝唐一如抱拳道, 既是如此, 那就劳烦唐仙子帮我不知第二种。 唐一如点头微笑道, 好, 请把屋门打开, 因为屋内也需安置正齐。 宁峰敲门, 他出门后, 只能让二女在里面反锁。 二女其实早就听见外面有人声, 立在门边聆听了许久, 自然认出是宁峰的声音。 赶紧把门打开, 公子回来了。 见到两位美貌女子, 自里面开门, 唐一如很是意外。 这两位是, 我们是公子的侍女。 叶银答道。 侍女? 修仙界金屋藏交的是多了去, 很多名义上说是侍女, 服侍主人生活起居。 但其实, 暗地里都是暖床丫头。 唐一如用一副我都懂我都明白的眼神望向宁峰。 宁峰无奈, 只好点点头。 她也知道其中的弯弯道道, 但没必要向唐一如解释。 况且, 这东西也解释不清楚。 唐一如往二女身后一看, 院子那一个大坑, 忍不住摇了摇头。 宁道友, 你真是福大命大。 方才路上, 宁峰和她提起昨晚发生的事, 唐一如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行煞之气若不化解, 此类事情还会发生。 要不我怎么急着要布置一个风水阵法呢? 唐仙子, 请。 宁峰横手道。 唐一如立在门口, 玉手轻甩。 只见八只青色小镇旗, 凌空飘出。 四只小镇旗飘向长生巷里的死胡同, 插在四个角落上。 另外, 四只飘向院子里。 两只插在院子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处。 另外的两只则横越过院子, 落在宁峰房间门前两端。 唐一如盘腿坐下, 美目微闭, 桃唇烧动, 口中念念有词。 接着玉纸轻弹, 连掐几个法诀。 八道青光从指尖射出, 分别奔向八面小镇旗。 青光融入小镇旗中, 缩。 一声。 小镇旗发出一阵闪光, 隐约间有符文闪耀即逝。 闪光过后, 小镇旗居然不见了。 二女在一旁看得俏脸微变, 神情惊讶。 仙法啊! 这就是仙家法术! 第53章 望气数观人。 唐英如继续又甩出八面小镇旗, 如此反复了几次, 供不下32面小镇旗。 小镇旗布置好以后, 唐英如又如花间蝴蝶般, 穿梭于各镇旗间。 每到一面镇旗的位置前, 便掐一道法掘。 她身形呼地闪身到院子外, 呼地闪入屋子前, 仿佛再给这些镇旗穿针影线。 宁峰与二女看得眼花缭乱。 过了许久, 唐英如终于缓缓停了下来, 又检查了一番镇法的牢固程度。 这才长吐一口气, 拍了拍手。 宁道友, 镇法布置好了。 宁峰这才留意到, 唐英如的脸色比起之前更显苍白了一些。 布置这个镇法, 似乎消耗了她极多的灵力。 应该是练弃二层的修为, 灵力有些跟不上。 宁峰暗自心想, 果然镇法师和服饰一样, 都是消耗灵力的记忆。 从某种意义上说, 属于体力活。 再次望向唐英如那张俏脸, 宁峰不禁有些失神。 唐英如不但脸色苍白, 整个人也虚弱了许多。 这让她无端端平添了一分病态美, 看上去还颇惧仙气。 若是论相貌身材, 唐英如不输给万红阁那些女修。 但她这份初臣般的仙子气质, 万红阁那些女修, 却远远无法与之媲美。 宁道友,宁道友。 唐英如以为宁峰没听见, 连喊了几声。 带宁峰回过神来, 唐英如便将这个容煞化灵阵 给宁峰仔细讲解了一遍。 随后又把启动阵法的方法和口诀 传授给宁峰, 并叮嘱了一些日常需留意的细节, 然后唐英如便告辞了。 宁峰知道她要休息恢复灵力。 她亲自送唐英如出了院子, 抱拳道, 唐仙子今日辛苦了。 掏出五块零食递给唐英如, 这是购买阵法的费用。 接着又从除袋里翻出十张谢力符。 这几张符录还请仙子收下, 算是宁某的小小谢意。 唐英如接过谢力符, 脸色多了些欢喜, 中品谢力符。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还想着这两天买些中品的谢力符方身呢。 昨夜一场空中大战, 稍微有点安全意识的修饰, 都会提前囤上一些此类防身符录。 送走了唐英如, 宁峰回到院子中准备启动阵法。 阵法中心布置在西北角处, 需要放置入两块零食才能启动。 按照唐英如的说法, 放入两块零食之后, 阵法会吸收零食内的灵气, 维持阵法的运行。 当零食内的灵力消耗尽之前, 可以继续投入两块零食, 如此便能保持阵法持续运作。 宁峰掏出两块零食,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置入了阵法中心。 接着便开始口中念起唐英如传授的催阵口诀。 这个口诀有点长, 唐英如方才教了两遍, 宁峰勉强记住。 唐英如当时其实挺惊讶, 这么长的口诀宁峰居然两次就记下来。 他不自己当初学这个阵法的时候, 可是背了一整天, 才能完整记下这个口诀。 主要因为这口诀念起来有些绕口。 宁峰中途也卡了两次, 阵法没有启动成功。 直到第三次, 宁峰才顺利念完这段启动口诀。 哐, 一声微响。 零食化成了一道光芒, 四倍吸入阵法中心, 马上就消失不见了影踪。 宁峰松了一口气, 不敢迟疑。 立即掐起法掘, 手指一弹。 一道青色光芒自指尖击出, 直射入阵法中心。 轰隆隆。 几声沉闷响声自院子中心传来。 这个容煞化灵阵被成功催动了。 接着宁峰就感觉到一阵刚风刮入院子内, 院子里的空气似乎被搅动了起来。 好大方。 二女一直在旁看着, 此时也知道是阵法已经启动了。 宁峰站在房门前, 微闭眼睛, 平息静力, 细细感受。 很明显, 察觉到天地间的灵力, 似乎受到一些神秘力量的牵引。 缓慢地汇集在长生巷的死胡同内, 然后缓缓流入院子。 院子里的灵力, 越来越充沛。 大约百息之后, 阵法的启动过程终于结束。 灵力开始缓缓停止了惯影与流动。 此时, 便是进入了阵法正常运行式的状态。 宁峰深呼吸一口气, 再次仔细感受灵力。 解析后, 宁峰睁开眼, 目中尽是欣喜。 灵气充沛许多, 就算与程兮相比, 也不遑多让。 他很明显感觉到院中的灵力, 和程兮那边的充沛程度相比, 几乎没有太大差别。 就算有些差距, 在房租对比面前, 这种差距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几块灵石, 花得太值。 虽然布置完阵法, 宁峰身上仅剩下两块灵石。 但他认为这个阵法, 非常划算。 说实话, 宁峰都有些怀疑, 唐英如是不是见卖了这个阵法。 几块灵石的阵法, 居然能改变住宅的灵气, 充沛程度。 区区几只小旗子, 竟能屈及避凶, 修命改运。 宁峰再次刷新了对阵法师的认知, 也多了一些敬重。 他忍不住在心里, 给唐英如竖起大拇指。 但宁峰却浑然不知。 那边的唐英如, 此时心头也是极为震撼。 数日不见, 他竟已能画出中品谢力符。 唐英如额眉微微促起, 想起今日在殿里见到宁峰的情形。 唐英如虽是阵法师, 但却更擅长风水旺气。 观人, 旺气, 查吉凶, 探前程, 亏运倒。 自从丈夫死后, 唐英如就一直想为女儿找个靠山。 他练气二气的修为, 若是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道旅, 凭自己的力量, 很难在这个强者遍地的世界保护女儿。 甚至, 就连自己都能安稳地生存下去。 唐英如对道旅的要求很简单, 仅两点, 人品过关, 虔诚宽广。 修为高低, 年龄大小, 他全然不在意。 前夫经常在外门赌钱饮酒, 惹下不少仇家, 回家后还对他和女儿尝试家暴。 唐英如不愿意再跟着这样的人, 所以他这次要找个人品过关, 会顾家的道理。 前夫虽然修为是炼气五层, 具有一定实力, 奈何先途暗淡。 就算中途不横死, 也难突破助击。 为此, 唐英如用望气数窥探过城外无数的修士, 希望能找到一个靠谱的道理, 让自己母女二人余生有个依靠。 可惜, 城外的修士要么就是已有道理, 要么就是心术不正, 要么就是寿源将尽, 修为难再有提高。 而宁峰, 几乎是唯一能符合他要求的人。 唐英如第一次看见宁峰的时候, 是在他前夫被杀当晚的第二日清晨。 他和女儿正在门口拜祭王夫, 宁峰正好路过, 看到他们母女的时候, 眼神露出一些怜悯之色。 这就让唐英如在众多围观者的无情漠视中, 找到了那么一点点欣慰。 第五十四章, 先到昌龙韵。 所以, 唐英如忍不住用望气数探亏了一番宁峰。 同为城外邻居, 他自然见过宁峰, 但从未曾仔细地留意过宁峰。 宁峰给他的印象和城外其他少年修士无异, 人比较瘦削, 整天一副吃不饱饭的颓样。 但是这次窥探之后, 唐英如却惊讶地发现这个住隔壁街道身居检出的少年面生死气。 竟然只剩下几日的寿员, 早要横死的命格。 所以, 唐英如只叹了一眼, 就没有再将宁峰放在心上。 可是过了几日后, 当唐英如再次见到宁峰的时, 发现他竟然没死。 当时宁峰在他的小土屋前和周寡妇争变杜兜的时, 唐英如正好路过, 在一旁观看了一回, 忍不住用望气数再窥探了一番。 这一窥探, 让唐英如大为震撼。 他发现这个少年不仅寿员增长了, 就连原先暗淡隐晦的蕴城都变得无限光明。 蕴城四季, 仙道昌龙, 这叫逆天换命? 绝不可能。 唐英如第一个念头, 就是这个少年被人夺舍了, 或者身上有什么秘密机缘。 但是, 被夺舍, 蕴城可能会改变, 寿员却无法短时间内大幅增加。 所以, 唐英如断定, 冥峰身上有大机缘。 人品过关, 仙徒昌龙, 蕴城如锦。 这完全符合唐英如的择偶要求。 尽管宁峰目前的修为不高, 但如此高的蕴城, 只怕不需两年时间便能超过唐英如之前的道理。 所以, 唐英如花了三块零食, 请郑媒婆去说清。 本来两人的年龄差距这种事, 在修仙界, 根本就不是问题。 但宁峰还是拒绝了。 落花有意, 流水却无情。 唐英如无奈之下, 独自带着女儿在城内定居。 毕竟她一个练弃二层的女修, 带着个女娃住在城外, 很不安全。 而今日, 在方式见到宁峰, 唐英如用望气数再次窥探宁峰。 先到更上, 运程更高了。 仅仅一个月不到, 宁峰就从城外搬入了城内, 不再是之前那个贫穷小散修。 而且, 宁峰的体型强壮了许多, 一扫之前瘦弱的颓废样子。 整个人的气质也完全不一样了。 这让唐英如很震惊。 她回到自家屋前, 推开院子门, 再也忍不住。 哇! 一声, 吐出一口鲜血。 娘! 你怎么了? 女儿光慧正在院子里修炼, 看到母亲摇摇晃晃走进来, 嘴角一出现血, 连忙惊呼跑了过来。 唐英如白日在房, 室里看店, 就将女儿独自留在家中。 家里布置了护院阵法, 一般的练妻后妻想闯入都颇费力气, 比人缘混杂的方式要安全许多。 看到唐英如脸色苍白, 官慧立即就知道什么回事了。 不用说, 娘亲肯定又施法布置了难度极高的阵法, 否则绝不会这般模样。 官慧怒气嘴, 有些生气地埋怨道, 娘, 我都和您说了, 如果太高级的阵法, 就别接了。 以您练七二七的修为, 就算能勉强布置, 也急易伤了身子。 真是活该。 我都说了, 等我修为再高一些, 再接这些高级的阵法。 偏不听劝。 唐英如摇了摇手, 道, 没事, 扶我进屋。 进了屋, 唐英如盘腿坐在床上, 修炼了近一个时辰, 才稍微缓和过来, 长松了一口气。 没有十天八天, 恐怕灵力都很难恢复回来。 唐英如喃喃自语道, 练气二层的修为, 强行布置四阶的阵法, 如蝼蚁扛数, 难度太大。 若是经常如此, 怕会伤了本源。 隔壁。 宁峰正在吩咐二女, 这几日我在家修炼, 你们也少点出门, 若是出门就尽量快去快回。 宁峰原本想给几张传讯服给二女的, 但凡人没有灵力, 给他们也用不了。 而且, 以宁峰现在的修为, 二女就是在外面摊上事, 她恐怕也无能为力。 所以, 还不如直接让他们少出门。 实力不够, 就只能苟活,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交代完二女, 宁峰便关门进屋。 盘坐床上, 手掌一番, 多了一个小瓶子。 审平昨日送的容灵丹, 取出一枚, 扔入口中。 容灵丹入口即化, 凝成一股灵力, 煞间渗透至经脉各处。 宁峰开始修炼聚灵弓, 引导灵力行走周天, 渡脉归田。 聚灵弓, 熟练度加一。 聚灵弓, 熟练度加一。 聚灵弓, 熟练度加一。 熟练度增加的速度, 明显快了数倍。 容灵丹, 镇法灵力, 两者的同时加持, 妙不可言。 宁峰心中欣喜, 差点分了心走火入魔。 感觉收拾思绪, 稳住。 灵力缓缓, 被引导吸收, 越来越凝实。 一个大周天, 两个大周天。 这次差不多修炼了两个时辰的聚灵弓。 受益颇多。 宁峰开掌收工, 估算了一下。 这两个时辰的修炼成果, 差不多抵得上之前修炼八个时辰。 不过, 主要还是容灵丹的效果。 若是没有容灵丹, 仅仅靠镇法划煞的灵力, 估计效果减大半。 看来还是要经常磕点药才行。 在实实在在地体验到磕药, 带来的好处后, 宁峰决定等下次手头有充裕灵食了, 就找审萍买几瓶容灵丹。 效果太好了。 磕药是要灵食的, 一块灵食三瓶容灵丹, 一瓶十六枚。 如果一天可以没, 一个月只需要两瓶, 不到一个灵食。 宁峰觉得这个开销完全可以接受, 提升修为绝对是头等大事。 丹田灵力几乎满直, 不画符就浪白瞎球练了。 今天在宝灵堂买的符皮, 还没试过。 画几张看看质量。 宁峰铺开符皮, 沾墨, 下笔如灰道。 笔尖刚接触符皮, 宁峰就感觉和之前的布料符纸完全不一样。 他画的是最娴熟的泄力符。 这种符皮吸收符墨更快, 墨的流向变得完全可控起来。 之前的布料符纸, 在转笔之时多少些墨汁会抑制四周, 这样会影响符禄的最终品质。 很快, 一阵潮起, 雾绕间, 缓缓泛起一些金色光芒。 金色光芒? 宁峰激动, 手中的符笔差点掉了下来, 赶紧稳压心静, 继续运笔。 锦衣西间, 光芒四射, 符纹泛起, 果然是金色符纹。 这和上次宁峰在林家外物谈话的那张谢力符一样。 金色符纹, 上品谢力符的标识。 潮雾散去, 符纹最终流入符中, 整张谢力符流溢出一阵金色光芒。 第55章, 又见上品符。 上品谢力符? 宁峰欣喜若狂, 拿起这张谢力符放在掌心抚摸, 细细的品鉴, 简直爱不释手。 这哪是符录? 分明是零食。 整整十几块零食啊。 之前的猜想是正确的, 好的原材料果然盈利更多。 仅这一张上品谢力符, 利润就超过之前画一千张的布料符纸。 这次在保龄堂买了九百多张符笔。 若是全部画完, 假设有一成是上品谢力符, 那就是九十张。 九十张上品谢力符, 每张按十三块零食算, 就是上千块零食。 这还没包括近期服务涨价的增幅。 若是涨到二十块零食一张。 那得多少零食? 不能飘。 飘容易出事。 宁峰很快冷静下来, 心中不停告诫自己。 趁着这股热情劲儿, 宁峰接着画符, 期待着能画出多几张上品。 可惜, 得失乃常事, 万事皆有概率。 宁峰连续画了八张, 居然没再画出一张上品符。 但是, 中品的成符率明显提高了许多。 八张符, 失败一张, 中品三张, 下品四张。 若是按这个比例, 成符率已然高达八成。 但宁峰知道不能这样算, 技术太少。 至少得画两百张后, 算出来的成符率才准确。 出到院子外用餐, 发现二女不在家, 应该是出门买道袍了。 宁峰打开饭锅, 发现居然是零米饭。 忍不住摇了摇头, 这两个丫头。 她没想到二女居然真的将地上散落的零米 一粒粒捡起来, 再次煮饭。 不过, 二女很细心, 这锅零米饭洗得非常干净。 宁峰没发现一粒小沙子, 吃起来不隔硬。 吃过饭, 在院子里练了一会基础刀法。 奈何凡刀不给力, 让宁峰总有一些穿着西装泡澡的感觉。 练了一会就觉得索然无味, 难以惊心。 把刀一扔, 枪! 一声, 刀身直插入树干, 紧露出刀柄。 宁转身, 开始练起了开山术。 锁! 一道道流光往院子中央的剑坑里射去, 激起无数沙尘。 开山术, 熟练度加一。 开山术, 熟练度加一。 境界提升, 灵力储存量增大了。 现在宁峰激发的开山术, 比起当初刚晋升精通级别时的开山术, 要强上了一大截。 不仅激发时的破空声音小了许多, 激发的威力也更大。 像地板这样硬度的黄泥土地, 一个开山术, 就差不到能激出人头颅那么大的洞。 至于深度, 则有一个成人, 手臂那么深。 而且, 消耗的灵力也少了, 不过这个宁峰的感官误解。 事实上, 是他丹田的灵力大幅增加了, 所以显得激发一次开山术的用量就小了。 而且, 不知是不是在阵法灵力的帮助下, 熟悉度增加也快了。 索! 宁峰开始尝试左右同时开弓, 渐渐地, 左指也能时不时发出流光。 只是没有右手那么娴熟, 之前他一直是用右手激发。 若是左右可以相互交叉激发, 那攻击速度便能直接提高一倍。 索! 索! 宁峰正练地起劲, 听到有人敲门。 谁啊? 是我, 梁高! 宁道友在家吗? 是牙型伙计来了。 宁峰开门, 梁高看到院子这个大坑, 也吓了一跳。 张大着嘴巴, 半想说不出来话。 宁峰拍了拍他肩部, 梁道友啊, 你们牙型居然敢将这种屋子放出来租, 就不怕害死人吗? 幸好我昨夜躲在屋里, 但凡站出一丈, 只怕就变成肉泥了。 梁高缓过神, 面露歉意, 可能宁道友之前很少租房, 一般别人如果租房子, 入住前都会请人看看风水, 然后布置一个阵法什么的。 宁峰扬怒道, 你们多少也有一些责任, 至少签合约之前, 要把房屋的隐患问题给我说清楚, 否则要是别人租了这个屋子, 又没有我那么好运气, 岂不是死了? 人都死了, 下个月, 你们找谁收租去? 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宁峰的礼不饶人, 如果我现在退租, 你不也一样要修缮一番, 才能租出去? 不然这么破烂, 还有人敢租这个屋子? 他料定梁高既然来这里查看, 应该是得到牙刑掌柜的允许, 估计多少都会有点赔偿。 自己先抢了礼, 说严重些, 说不定还能挣多一些益处。 果然, 梁高苦笑道, 这一点确实是小店考虑欠周, 我们掌柜说了, 修缮你可以自己修缮, 或者雇人先行修缮。 接着他竖起一根手指, 道, 下个月的房租, 少收你一块零食。 宁道友, 你觉得如何? 可…… 宁风点头, 屋内外这些受损的地方, 若是简单修缮一下, 大概也就一块零食不到。 这笔账, 他早就算过了。 梁高文言心里石头也落地了。 拱手道, 那就这样说好了, 宁道友我先告辞了。 慢走不送。 梁高走到院子外, 突然又退了回来, 平息静静, 吸了一口气。 宁风见他举止怪异, 皱了皱没问道, 怎么? 梁道友莫非还有事? 只见梁高面露羡慕之色, 嘴里却道, 没事, 没事, 宁道友不必相送。 赶紧举步再次跨出了院子, 替宁风顺手, 拉上了远门。 这才轻叹一声道, 宁道友真的是大手笔啊。 梁高挠了脑挠壳, 又微微摇了摇头, 然后才离去。 他想不明白, 宁风既然花那么多零食, 布置一个四街的护院阵法, 足以证明他财力雄厚。 可为何在修缮房屋的一块零食上, 如此斤斤计较呢? 毕竟发生这种事情, 纯属租户自己倒霉, 细究起来的话, 其实和牙型没有什么关系。 梁高走后, 宁风又狂练了半个时辰的开山术。 迟迟看见二女回来, 香焊淋漓地拎着数十个袋子, 居然比上次买的东西还多。 另外, 还有两个竹边的篮子。 公子, 我们回来了。 秦雪解释道, 公子, 我们去买稻袍。 听掌柜的说房市里, 很多东西不要涨价, 就干脆买多一些米菜。 所以回来晚了。 宁风点了点头, 无妨。 不过, 你们买竹篮干什么?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买这种东西有何用。 零食根本没必要花在这种地方。 叶莹道, 公子, 这两个竹篮不用钱。 我们在粮油店买了这么多东西, 就让掌柜送的。 送的? 那没事了。 叶莹笑道, 厨房里有根扁蛋, 我们看到长生巷后面有很多黄泥土, 就想着拿竹篮聚成一些回来补上这个坑。 他用手一纸院子中的大建坑, 又道, 这样就不必花零食去请人来填这个坑了。 宁风文言沉思, 填这个建坑, 恐怕要挑上百个竹篮都不够吧? 好, 非常好。 很久就反应过来, 现在两个免费的劳力, 不用白不用。 怎么之前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又省下一点零食。 至于储物间, 那小块崩塌的墙面, 大不了自己修缮一下, 实在不行, 就让它保持现状也无伤大雅。 反正对日常生活没有大影响。 你们自己看着办就好。 宁风交代完, 进屋继续画符。 第五十六章, 画符中小城。 接下来的数日, 宁风狗如老狗。 每日两点一线, 吃饭, 修行, 院子, 屋子。 除了基础刀法, 其他各项技艺的修炼都排得满满。 依然是具灵工修炼为主, 间隔着画符, 下午则是修炼开山树比较多一些。 当然, 偶尔也挥一挥那把小凡刀, 虽说此刀已经严重影响了它的速度。 但熟悉度还勉强跟得上, 暂时能撸上一段时日。 每次走出院子, 宁风都觉得那个坑又小了一些。 二女也忙活了几天, 轮流挑着两个竹篮。 如同鱼躬移山, 不停地进进出出。 大剑坑肉眼可见第一日日平了起来。 三人各自忙忙碌碌, 只有几次吃饭的时候才偶尔聚在一起。 二女这些时日经常出入长生巷, 渐渐地对周围邻居也大体有了一些了解。 长生巷里三十多户人家, 其中也有不少修士在此定居已久, 有些甚至已经住了近百年。 许多户仙家修士都买了凡人做下人, 处理家里的事务。 二女看到长生巷里这么多凡人, 不仅仅是他们两个胆子也大了很多。 出来时出门的那种担忧感, 也渐渐减少了。 他们经常遇见邻居的那些凡俗下人, 大家身份地位一样, 偶尔也聊上几句, 一来二去自然熟, 落了起来。 所以每次遇到一起吃饭时, 凝峰总能时不时地听到一些周围的八卦事。 公子, 十五号那户人家, 前日生了一个女娃, 三菱根。 他们派下人送来一些妖兽肉, 我们放置在厨房的木箱里了。 嗯。 公子, 二十二号的家主, 昨晚突破到恋气后期了, 他们计划下个月搬到城溪那边。 哦。 公子, 您知道吗? 七号那户屋子, 原来是牙刑名下的。 那户人家的南修半年前跟着商队去其他仙城做买卖, 回来才发现他的道旅竟然把家里所有的零食卷走, 连屋子都已经卖给了牙刑了。 宁峰。 公子, 三号人家跑丢了一只兽宠, 是一只白狐, 他们已经报给城内护卫队, 不知道还能不能找点回来。 听说值十多块零食呢。 公子, 如此又过了数日, 这日起床, 宁峰修炼了一会聚灵工。 收工后缓缓起身, 铺开服皮。 昨天他准备化服之前, 翻开面板, 发现谢力福即将要晋级了。 制服谢力福, 精通499500。 还有预风服也即将完成入门级别的熟悉度。 制服预风服, 入门99100。 所以, 昨晚宁峰没有化服, 特意留到今日清晨在晋级。 原因无他, 他感觉自己在清晨的时候状态似乎好一些。 这段时日每天都化服, 在保龄堂买的七百多张服皮差不多用完。 手头现在只有三十多张服皮了, 所以宁峰想用最好的状态来进行晋级。 今天算是他化服记忆生涯的一个重要日子。 打开一瓶新的浮沫, 倒出一些在碟子内。 默念清新咒, 宁神, 内饰, 然后举笔, 沾墨, 下笔。 他第一张画的不是谢力福, 而是预风符。 因为预风符目前是从入门级别, 晋升到精通级别。 这种玩法宁峰有经验。 而谢力福是准备突破精通级别, 晋级到更高的级别。 这个宁峰还没有经历过, 他担心万一谢力福突破难度大的话, 会浪费浮皮。 更会影响心情, 导致预风符都不好晋级成功。 说说说! 运笔如流, 莫犯似水。 仅画完第一张预风符, 提示就来了。 制符, 预风符, 熟练度加一。 制符, 预风符, 精通, 一五百。 宁峰没有停, 他打算继续画多几张。 和修炼一个道理, 刚晋级多画几张, 有点稳固境界的意思。 第一张, 居然直接失败了。 但丝毫未影响到宁峰的心情, 知道失败是必然的, 只是个概率而已。 而第二张, 第三张, 居然都是中品的预风符。 宁峰暗喜, 一连又画了七八张, 最后一张预风符, 竟然直接泛起了金色符纹。 上品! 宁峰强忍心头的雀跃, 加大凌厉韵质笔尖, 稳稳地画完这张预风符。 金色符纹如雾如潮, 缓缓流入浮中心。 这张预风符里, 即发出一阵金色的光芒, 静静地躺在木桌上。 木中充满着暗意。 他伸手, 用指尖轻轻抚摸着符露表面, 感受里面蕴含着的力量。 上品预风符, 无珠给他透露过回收价格。 房室里的回收价, 一张二十块零食。 若是零售价, 一张二十三块零食。 整整二十块零食。 宁峰轻点了一下, 一共画了十二张预风符。 上品一张, 中品三张, 下品七张。 失败一张。 将成功画好的符露放到一旁。 宁峰找来抹布, 仔细把桌子抹了一遍。 再次铺开符皮, 准备攻谢力符了。 默念清心咒, 宁神, 内饰, 然后举笔, 沾墨, 下笔, 笔尖如蝶舞动, 墨之四龙奔欢。 说说说! 金色符文泛起, 很快随着最后一笔的收拾, 落入符中央。 上品谢力符! 宁峰还没来得及高兴。 光目已然浮动, 信息耀眼。 制符, 御风符, 熟练度加一。 制符, 御风符, 小城, 千分之一。 宁峰呆了一下, 随机了然。 原来精通级别的下一个等级, 是小城级别。 那这个系统的级别, 划定宁峰基本能推断出来了。 入门, 精通, 小城, 大城, 圆满, 应该八九不离十了。 看来自己目前的小城境界, 在系统的眼里, 也只不过是中等水平而已。 还需努力画幅啊。 不过好在, 来日方长, 宁峰不着急。 试试小城级别的御风符水平。 看着桌上还有二十张符笔, 宁峰决定全部画谢力符。 铺开符笔, 紧半息, 宁峰就直接下笔。 说说说。 笔尖刚刚触及符笔, 宁峰就觉得无比满意。 仅是落笔的位置, 都看成上架。 小城境界, 挥毫即来, 已经全然没有之前的那种瞻前顾后的心理障碍了。 一切可随意, 随心, 随心。 几乎落笔即浮成。 符文不停泛起, 不断融入。 房间内忽明忽暗。 红色, 金色。 三十戏过后, 桌面躺着二十张谢力符。 没有一张拜符。 第五十七张, 林家的道士。 二十张谢力符。 上品三张, 中品十一张, 下品七张。 二十张谢力符, 几乎价值五十块零食。 宁峰深吸一口气, 很冷静地收拾好桌子。 将各类符录都重新整理了一遍, 进行归类, 放入储物袋内。 三张上品谢力符和一张上品玉封符, 放在最方便拿取的位置。 这几张上品符录暂时不打算出售。 他要留给自己防身。 然后翻开面板。 姓名, 宁峰。 寿命, 三十八分之十六岁。 境界, 炼器四层, 武器一百。 功法, 采灵弓, 精通, 一五百, 聚灵弓, 入门, 十五斜杠一百。 技能, 制服, 清洁符, 入门, 六二一百。 制服, 谢力符, 小乘, 十五斜杠一千。 制服, 格阴符, 精通, 三五五百。 制服, 御封符, 精通, 七五百。 开山术, 精通, 四二九五百。 基础刀法, 精通, 三五七五百。 格阴符也进入精通阶段了。 这几日宁峰时不时也画一些格阴符。 他不打算用格阴符去正灵石。 有了中品谢力符的盈利能力, 即便是精通的格阴符, 宁峰也已经瞧不上。 但总要画上一些, 给自己备用。 所以, 偶尔还是要画一下, 不求迅速晋级, 慢慢来, 顺其自然就好。 另外, 有了熔灵丹和阵法提供的灵气, 宁峰这段时日进步可谓神速。 聚灵宫。 入门, 二七五五百。 若是天天服用熔灵丹, 有充裕的时间修炼, 突破之炼气五层, 指日可待。 宁峰没有忘记唐谷那个储物袋, 等他到了炼气五层, 就能打开储物袋了。 唐谷作为一名狩猎修士, 身家按理说应该多少有一点的。 想多无意。 宁峰有些腹饿了, 推开门, 正好看见二女端好饭菜摆在树下的小木桌上。 原来那张石桌被溅气的鱼波击碎, 二女便将他们房中的桌子搬了出来。 不过这个桌子有些小, 没有之前石桌那般舒服宽敞。 巧了, 公子, 正好可以开饭了。 夜迎喜到。 平时宁峰在屋里修炼, 他们只能自己先吃, 但毕竟作为奴婢, 他们不敢坐在桌子旁吃。 只能在先行打一些饭菜, 也不敢打多, 怕宁峰一个人吃不饱。 因为他们早就发现, 宁峰的饭量很大。 每日经常要吃五六顿, 所以, 他们自己打饭菜, 也是仅仅够自己吃。 这几日挑黄泥来填坑, 体力消耗有些大, 常常饿肚子。 现在看到宁峰出来, 可以一起吃饭, 夜迎自然开心。 一起吃吧。 宁峰也有几日, 未曾遇到二女一起吃饭了, 便让二女一起坐下吃。 最近可有发生什么趣事? 宁峰今日俘虏水平晋级, 而且看到院子里的坑基本填平了, 心情大好, 便主动八卦了一回。 秦雪回道, 公子, 还真有几件事, 和咱们有关系。 第一件事就是, 林家昨日在城内所有的重要路口, 都贴了告示, 说是得到先国认证的服师、 丹药师、 阵法师、 炼器师, 今明二日内可以到外务堂, 提前领取未来半年的月份, 逾期不后。 说把他美眸情不自禁地瞄了一眼宁峰腰间那个小玉牌子, 目中闪亮。 宁峰虽然从来不说, 但他们知道这就是先国认证的服师证明。 也就是说, 林家公告说得领取半年月份, 宁峰肯定有份。 接着秦雪又到。 第二件事, 凤瑶城内许多东西都涨价了, 之前咱们买的普通大米, 已经升了两倍有余。 我这两日到方式看了一下, 感觉短期内还会继续涨。 第三件事情就是, 那天隔壁的小燕和我说过, 我们新近搬来长生巷也有些时日了, 按照这边的习惯, 要去给邻居们拜个门。 这样日后, 大家才好相处。 说完他便看着宁峰, 道, 公子若不想出面, 这件事交给我们来办便可, 其实说到底, 有个门面小礼送到就行了。 只是, 宁峰点头笑道, 只是你担心咱们拿不出什么礼物, 对吗? 秦雪犹豫了一下, 点点头。 他们天生聪慧, 跟着宁峰也好多日了。 难道还看不出宁峰是个穷得一清二白的小散修? 否则, 怎么可能自告奋勇去挑黄泥土来填平院子里的这个大坑? 这些粗活, 是女孩子做的吗? 哪怕他们只是一位凡俗下人。 宁峰却道, 此事我知道了, 一会就过去给他们拜门吧。 他觉得, 还是要亲自去, 竟让二位凡人过去拜门, 自己这个主人家不露脸, 站在邻居的角度看, 多少有些失礼了。 后世有句话说得好, 您做富人区的穷人, 不做穷人区的富人。 从一个小小的拜门礼仪, 就能看出城外城内的区别。 城外的散修都是底层人物, 格局事业太小, 相互间根本不会抱团, 私下里还名夺暗强, 根本就不存在拜门这种事。 而城内的修士明显就高出了几个档次, 懂抱团, 讲合作, 格局足够大。 拜门诀不仅是为了讨好别人, 而是让双方在一个相互释放善意的环境下, 相互结交认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一旦善意释放, 以后双方相处就容易多了。 所以这个拜门, 凝峰是肯定要去, 他很庆幸自己搬入了城内。 和强者病例, 自身的格局也会打开。 如此甚好。 二女相视一笑, 其实他们也认为有凝峰出面更好, 对邻居也显得尊重一些。 他们身份有些不合适, 若是为这些小细节得罪了邻居, 实属不至。 何况这些天, 他们对邻居的了解也更多了。 修仙者和凡人一样, 什么脾气的人都有。 若是礼节不够, 还真有可能把人得罪。 尤其是那些长期定居此地的小先族, 落地生根久矣, 无论是人脉或实力, 各方面都更出众一些。 这些小先族在面对其他外来租户的散修时, 自然天生有些优越感。 公子, 这个礼物仪式, 其实, 我们可以先去邻家领了那半年月份。 秦雪最担心的还是礼物问题。 若是凝峰拿出的礼物摆不上台面, 那就有些杀风景了。 凝峰虽然什么都没说, 但秦雪甚至连流程都替宁峰想好了。 先利用服饰身份去邻家外务堂领了半年的月份, 然后用月份买点过得去的礼品, 再去拜门。 宁峰心中微微一动, 忍不住高看秦雪一眼。 第58章, 一品灵茶香。 这个妹子可以啊, 有点脑子, 会琢磨小心色。 秦雪和叶盈, 年龄都差不多, 但一动一进, 性情决然不同。 叶盈生性活泼, 很多时候大大咧咧的, 没有什么心机。 但秦雪就不一样了, 这次极其紧密, 各类的人际关系方面问题都能看得比较清楚。 若是以后有机会见个小家族, 说不定还真的需要秦雪这类人来帮他处理一些琐碎事物。 我自有安排, 吃饭吧。 宁峰没有直接回应秦雪的话, 他心中早就有了决断。 这些时日, 宁峰把宝灵堂的900多张浮皮都画完了。 现在他的储物袋里, 除去留给自己用的几张上品符录和一些中品符录。 能出手的符录共有600张左右。 乘符率超过六成。 隔音符25张。 夏品谢力符172张。 中品谢力符139张。 夏品玉峰符255张。 宁峰打算将中品谢力符作为拜门礼物。 36户人家, 沈平和唐英如无须在拜门。 剩下33户, 每家若给三张中品谢力符就是102张。 手头这139张中品谢力符, 足够。 从沈平给的容灵丹就知道, 三张谢力符应该情面上已经过得去了。 完全拿得出手, 甚至还给多了。 毕竟宁峰只是个炼器四层的小散修。 搬来长生巷也有半个月了。 拜门一试, 逃避不了。 择日不如撞日。 吃过饭, 宁峰就独自一人出了院子。 走到长生巷路口, 从第一户开始, 挨家挨户拜门。 这个时间正是午饭时间, 料想应该都有人在家。 果然, 拍门后, 第一户人家很快就开门了。 宁峰见过道友。 宁峰笑着抱拳道, 见识陌生人, 对方有些警惕。 请问道友找哪位? 我是36号屋子, 新搬过来的, 今日特来拜门。 哦, 原来如此。 在下红如有, 道友请进。 对方是个30多岁的男修, 一眼就看到宁峰腰间的服饰玉牌, 很客气地请了宁峰进院。 宁峰进了院子一看, 这间屋子比自己大许多, 院子差不多是自己院子面积的两倍。 不过, 院子只留了中间一条过道, 左右两边都围了起来, 种上了不少灵药植物。 许多灵植差不多长到一个人高, 走近便能闻到一股浓郁的药材味。 宁峰好奇问道, 红道友莫非是灵植师? 这和服饰差不多是一种职业, 专门种植药材或者灵田, 以灵力护养植物。 不过, 灵植师的地位身份, 比不上炼器炼丹化符, 称不上师。 田种的再好, 还是一名农夫。 灵植夫一般都是修炼天赋不高的修士, 才会从事的职业。 这部分人往往是武林根, 修为很难有进展, 但又断绝不了修仙念想, 不愿意回去繁俗, 便留在仙界, 为了谋生, 不得不帮人种植灵田灵药。 偶尔有一些种得出彩的, 也会专修其他门道。 因为灵植夫受场地的限制, 大部分时间都要守护在灵植周围。 天赋本就不好, 再加上修炼时间有限, 所以宁峰前身都快饿死了, 也不愿当一名灵植师。 不过, 这位红道友能在城内定居, 应该是有两下子。 在长生巷内, 宁峰绝不会傻到去, 侵蚀任何人。 洪如有笑着白手道, 让宁道友见笑了, 快请过来坐。 屋前一张茶桌, 两人坐下, 洪如有给宁峰倒了一杯茶, 请。 宁峰端起茶杯, 还没沾唇, 便发现浓郁的灵香 从茶杯涌动而出。 在茶杯的上方, 形成了一层淡淡的绿色灵雾。 一股浓郁的茶香 很快扑鼻而来, 仅仅是闻着, 就让它感觉一下 神清气爽起来。 随后, 茶香中蕴含的灵气 顺着它的呼吸 直接被吸入体内。 那股清新灵韵, 煞间便顺着体内血液流淌, 缓缓渗透至 身体各处的经脉。 宁峰整个人都精神了起来。 灵茶? 宁峰惊奇道。 房室里也有灵茶卖, 最便宜的灵茶 都要三四块零食一小包。 那点分量, 宁峰估计不到三两。 哪怕是最普通的灵茶, 修饰若经常饮用, 对修行都非常有益。 若是高等灵茶, 据说还能修补魂魄的先天缺陷, 孕育神魂精气, 加强神识方面的强度。 就算是凡人, 虽然无法吸收 茶内蕴含的灵气, 但若饮用灵茶, 也有轻神剑体, 有延年益寿的功效。 不过, 灵茶有高低品质分, 品级不同, 价格自视不同。 洪如有笑着看着宁峰, 这是洪某自种的灵茶, 宁到有品一品, 看看可还入的口。 宁峰饮了一小口, 只感觉灵茶入口, 如灵泉狂泻, 直流入丹田。 丹田立即如今世起狂风, 夜空挂明月, 开始躁动了起来。 宁峰不敢怠慢, 赶紧运气引导, 将灵茶内的灵气压下, 稳稳与自身丹田灵力, 融合在一起。 只一小口, 灵力明显增强了半分。 宁峰目入金光, 难怪啊。 那些大仙族或宗门的子弟, 天天饮用灵茶, 修为自然日益速增, 与穷散修拉开距离。 真是好东西, 这哪是茶, 分明是修炼资源。 好茶。 宁峰赞叹一声, 设起大拇指。 洪如有见宁峰此般表情, 也有些得意。 宁到有过誉了, 这只不过是醉刺的灵茶而已, 洪某不才, 还无法种植那种高品阶的茶树。 灵茶需要灵力滋养灌溉, 种植的地方灵气越浓郁, 采摘的茶叶品质就更好。 宁峰方才走入院子的时候, 发现这里灵气远比长生向外门要充沛许多, 甚至比自己院子还要充沛一些。 难怪可以在这里种植灵药灵茶。 两人又聊了一会, 宁峰便递上三张中品谢利福, 拱手行礼, 准备告辞。 洪如有, 接过三张中品谢利福, 面色惊喜, 手掌一番, 递给宁峰一包物品, 作为回礼。 宁道友, 谢了, 日后闲暇时, 随时可以过来我这里饮茶。 宁峰接过这包东西, 指纹味道便知是灵茶。 心中一喜, 表面却不张扬, 今日多有叨扰了, 洪道友不必相送。 出了长生相, 宁峰往第二户人家走去。 第二户人家似乎没有人在家。 宁峰敲了一会门, 箭没有反应。 郑宇转身离去, 门却打开了。 第59章 邻居的回礼。 一位女子探出头, 打量了一下宁峰, 问道, 请问道友找谁? 宁峰抱拳笑道, 三十六号屋, 宁峰, 搬过来也有些时日了, 今日才来拜门, 还望海涵。 女子道, 哦, 我家主人不在。 主人? 宁峰明白了, 这位女子只是名下人, 她悄悄释放神识, 往女子身上探查了一下。 果然, 和秦雪夜莺一样, 是个凡人。 那请问你家主人何时回来? 宁峰很有耐心地笑着问道, 不在家, 那就等在家再来拜门便是。 不过三十多户人家, 数量不少, 若是大部分都不在的话, 来烦几次也颇费时间。 谁料女子却面无表情道, 我也不知道, 道友不必再来, 留下拜门里即可。 宁峰犹豫了一下, 这么直接的吗? 不过她还是立刻翻出 三张中品谢力符, 递了过去。 直接也好, 懒得应酬太多, 宁峰前世也不惜这些。 只要对方回礼, 直接点有什么不好, 时间不能浪费太多 在这种没有意义的社交上。 谁料女子接过谢力符, 碰, 一声, 直接关门进屋了。 留下宁峰独自站在门外。 宁峰笑容顿住, 有些不知所措。 这么没礼吗? 你家主人没教你礼尚往来? 回礼呢? 宁峰郁闷至极。 长生相, 二号屋, 先记下了。 无奈转身, 继续前往下一家拜门。 足足大半个时辰, 宁峰才松了一口气。 三十三户人家, 十二户主人不在家, 剩下的能见面的, 宁峰都见了。 主人不在家的, 多数都有下人在, 宁峰都是直接留下三张中品谢力符, 但基本都没收到回礼。 不过宁峰也想通了, 下人未必敢擅自回礼, 余举了。 回礼的事, 可能还是得主人拿主意。 有三家没有人在, 其他十九户人家, 家主都在家。 其中有比较大户的小仙族, 一个院子住了好几十号人。 当然, 他们的院子也比宁峰大了许多。 这些大仙族四代同堂, 有林根的修士都将近十个, 其他的都是凡人下人, 或者是没有林根的家庭成员。 另外, 还有几户都是小家庭。 这些都是在此定居了几十年, 甚至近百年的本地土住。 长生像像宁峰这样外来的散修租客, 其实并不多, 满打满算也就十来户。 散修租户里, 宁峰、 唐英如、沈平三人是最新班来的。 其他几名托家带口的散修, 也早就在长生像里定居了好几年。 向洪如有, 虽然是散修, 但也在此定居了近十年。 一轮拜门下来, 宁峰也算是明白了拜门的意义。 说穿了, 就是新人见旧人, 新人给旧人奉上一杯茶的事情。 不过从场面上看的话, 抱团的意思还是多少有一点的。 面对宁峰这个新人, 众邻居还算客气, 每一户都给了回礼。 邻居里有剑修、 药膳师、 玉兽师、 炼器师、 灵职师。 也有狩猎者, 甚至连专门制作法袍的裁缝都有。 所以, 回礼也是五花八门。 至于回礼的价值, 底不底得上三张中品谢立福, 宁峰不知道。 因为他也不方便当场查看别人的回礼。 接过礼物的时候, 多数都是在说些场面话, 回礼匆匆塞入储物袋。 这次拜门, 他其实已经做好了倒贴的准备。 新人嘛, 散点才买的情面, 很正常。 不过有一户人家给的回礼, 让宁峰哭笑不得。 那户人家是御寿师, 看到宁峰给的拜门礼是中品福禄, 态度一下子都变热情了。 回礼的时候, 这位女御寿师居然让下人从后院的寿篮里, 爆出一只羽毛都还没张齐的小鸭子给宁峰。 宁道有, 此鸭虽灵志未开, 但却算是鸭宠寿中难得一见的极品。 宁峰还能说什么, 只能笑着道谢。 灵志未开的鸭中极品, 忽悠谁? 受宠的灵志是那么好开的。 宁峰决定回去, 就把这个鸭子炖了。 抱着小鸭子, 宁峰直接回家, 看到二女正在院子里, 便将小鸭子递给他们。 而女看到, 居然是只小鸭子, 又惊又喜。 公子, 这是不是十六号那户人家给的回礼? 宁峰一愣, 十六号, 他真没仔细记住哪户人家, 只记住敲门没反应的那三户邻居。 拜门的事, 对于他来说, 已经完事了。 三户没有人在家的邻居, 宁峰打算改日再去拜门门。 叶银道, 对啊, 我们巷子就只有十六号一家是预售师, 听说他们家的兽宠可好卖了。 邻家一些兽宠都是他们供货的。 宁峰敷衍地点了点头, 一句都没听进去, 这些说实话, 关他屁事。 他坐在树下椅子上摸出储物袋, 翻出邻居们给的回礼, 仔细盘算了起来。 这一波, 也不知道自己要倒贴多少零食。 红乳友给的果然是灵茶, 大概二两左右, 如果按照方式里最便宜的那种茶来算, 就是两块零食不到。 不过并非所有邻居都像红乳友这样, 可以直接拿自己现成东西送礼, 多数都是随便回个比较常用的小礼物。 比如说丹药, 就有十多瓶, 宁峰发现有五六瓶是熔灵丹。 他之前还打算找沈平买一些熔灵丹, 看来没有那个必要了。 另外, 有个灵膳师送了一小袋零食。 那个炼器师送了两把小匕首, 虽然是繁品, 但做工极其精美。 宁峰估计放到方式里卖, 都只一块零食。 其他杂七杂八的回礼, 有疗伤丸, 烂大街的功法秘籍。 这些东西说是直接零食, 但根本无法变现, 不可能换成零食。 但若是去买的话, 却需要付出零食, 别人才肯卖。 索性宁峰看到有一本基本刀法, 翻开一看, 没有残缺, 是完整的刀法。 他现在修炼的基础刀法只有半卷, 后面的半卷压根就没有。 这本秘籍还算用得上, 至少不用去方式里买了。 宁峰大致轻贬了一下, 发现每家的回礼, 基本都在一块零食出头。 这些回礼的价值加起来, 比他送出去的中品谢利福, 价值还要高。 这不太不合理。 他的三张中品谢利福, 价值也就是半块零食多点。 这些邻居又不是傻子, 和他们聊天的时候, 宁峰觉得他们几乎都是人精, 没道理在回礼上吃亏给宁峰的。 莫非福禄已经涨价两倍多了? 宁峰很快想到这个可能, 邻居们肯定比他还清楚 三张中品谢利福的价值。 公子, 这个小鸭子, 您打算怎么处置? 耳边传来勤雪的声音。 宁峰回过神, 将礼物收了起来, 顺口道了一句, 今晚顿了吧。 顿了? 二女齐声惊呼。 他们见到小鸭子那么可爱, 不禁起了去心, 一直蹲在地上, 逗着小鸭子玩耍。 要不, 勤征? 宁峰再次看向那只小鸭子, 羽毛都没长起, 红红的皮豆露在外面。 应该是刚出生没多久, 八长大的体型, 炖了也不够三人喝。 他皱眉沉吟, 然后道, 子鸭着实小了些, 没多少肉, 养大一点再炖。 二女, 第六十章, 又年天幽雀。 夜莹文言有些不开心, 他把小鸭子抱了起来道, 公子, 这个小鸭子这么可爱, 怎么能忍心给炖了? 若是把他养大, 等他以后生出许多小鸭子, 我们可以拿去方式卖钱啊。 生小鸭子? 宁峰很无语地望着夜莹, 这个丫头一点常识都没有的吗? 一只鸭子就能繁殖。 秦雪听到这么幼稚的话, 也忍不住眼唇偷笑。 不过很快, 秦雪似乎想到什么, 正色对宁峰道, 公子, 既然是那位御寿师送的回礼, 想来这只小鸭子, 绝不会是太差的受宠。 我们不如先养着, 带他长大一些看看再说, 反正一只小鸭子也吃不了多少东西。 宁峰只能点了点头。 你们看着办吧, 别让他在院子里到处拉粉。 他经常在院子里修炼开山术和刀法, 可不想踩到鸭子粪便。 秦雪和叶莹得到允许, 开心地抱着小鸭子到院门旁, 放在厨房前面那一小片空地上。 又找来几根小竹子, 搭了一个简易的围栏。 叶莹把小鸭子轻轻赶入围栏内, 笑道, 小鸭子,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秦雪笑道, 也不能总是叫小鸭子, 小鸭你得给他起个名字。 叶莹歪着头想了好一会, 徒弟双眼发亮, 他一直都没出声叫过, 不如咱们叫他嘎嘎如何。 秦雪也点了点头, 然后转头问宁峰, 公子, 这个名字如何? 你们随意。 宁峰懒得搭理他们, 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难道还需要他来做主? 不过听到叶莹这么一说, 宁峰觉得这只小鸭子是有点奇怪。 他方才抱着小鸭子在怀里, 却是没听见小鸭子没叫过一声。 而且回到院子里, 小鸭子和二女也玩了许久, 也未喊叫过。 难道是个哑巴? 叶莹看见宁峰点头同意, 便开心地冲着小鸭子喊道, 小鸭子, 小鸭子, 那以后我们就叫你嘎嘎, 好不好呀? 打, 打。 围栏里的小鸭子似乎听懂了叶莹的话, 居然立即叫了两声。 他不停地拍动着, 还没完全伸直的小翅膀, 声音有些沙哑, 但却很有穿透力。 二女相视一笑, 更开心了。 他们也一直以为这只小鸭子是个哑巴, 现在看来, 小鸭子应该是没毛病的。 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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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 有人敲门了。 叶莹走到门边喊了声, 谁呀? 门外传来声音, 在下沈平, 有事来寻宁道友, 不知道宁道友可在家中。 是沈平。 叶莹回头用询问的眼神看着宁峰, 得到宁峰的点头默许后, 便打开院子的门。 沈平进院后, 还没看见宁峰, 就直接看到面前站着两位美轮美奂的年轻女子。 她不禁有些意外, 一时间瞧得有些呆。 这个, 沈平想着说句场面话, 但半天都憋不出一句话来。 宁峰看到沈平这般模样, 暗暗皱眉。 这货莫非常年宅在家, 没见过女子。 不由喊了一声, 沈道友。 沈平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唐突, 连忙拱手道歉。 是沈平失礼了, 还望宁峰海寒。 修仙者常以道友互称, 非生死之交, 绝少称兄道弟。 兄弟二字, 一旦出口, 只有两种可能。 一者, 是视对方为亲近之人。 或者, 是有事相求, 故作伏地作小之态。 宁峰连忙摆了摆手, 道, 不必如此, 沈兄请坐。 沈平坐下, 神色恢复了自然, 这两位仙子, 是宁峰道旅。 无缘无故探查别人的境界, 是不礼貌的事。 沈平布置院子里的二位女子是凡人, 故而疑问。 若二位女子真是宁峰的道理, 那她方才那样盯着人家看, 就不只是失礼那么简单了。 宁峰警惕心大声, 藏在桌下的左手, 悄悄捏了一个法掘。 剑已在弦上。 但凡, 对方有任何一点不对劲, 开山术随时可以激发。 眉头微皱, 没有回答沈平的话, 开门见山问道, 不知道沈兄找我有何事。 沈平完全没有察觉, 自己已经被宁峰的开山术锁定, 见宁峰不打反问, 面有歉意。 连忙说道, 林家在路口贴的那个公告, 不知宁峰看过没有。 宁峰点了点头, 此事他已经听秦雪说过。 他不禁描向沈平腰间那个小玉牌子, 对方是二阶单师, 想必也在公告人员的范围内。 沈平也看了一眼宁峰的小玉牌子, 上次他就发现, 宁峰的牌子比他的高上一阶, 面带诚恳地问道, 不知宁峰去林家领了岳峰没有。 宁峰摇了摇头, 上位。 莫非沈道友已经去领了岳峰? 若是沈平已经领了林家的岳峰, 倒是可以向对方打听一下具体的情况。 沈平听到宁峰还没去领, 面色居然有一些欢喜, 急问道, 我也未曾去领, 所以来找宁峰, 不知道宁峰打算什么时候去林家外务堂? 我, 我想跟宁峰一起出发。 宁峰有些意外, 一起出发。 为何? 莫非沈道友不识路? 他怀疑沈不常出门, 有可能是个路芒。 林家外务堂虽说距离城东有些远, 但在凤瑶城只要眼不瞎, 都知道该往哪走。 沈平一脸无奈地道, 不是, 我最近炼丹有些平反, 林立还会缓过来, 觉得一个人出门有些危险。 那为何不等明日再去? 林家公告里虽然有限期, 但可不是一天, 今明二日皆可。 沈平闻言似乎有些惊讶道, 沈兄也是服尸, 难道你会治服录, 两日便可恢复灵气。 宁峰明白过来, 沉音不语, 片刻后才点头, 我这几日未曾化过符, 灵力倒不曾消耗多少。 这货自己没灵力了, 想着找个免费保镖。 搭伙出门, 这不是等于白蹭吗? 他看着沈平一脸憔悴的样子, 脸色一片苍白, 眼周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 想来所言不虚, 直至此时, 宁峰藏在桌下的手指, 才缓缓松了一些。 沈平炼气四层地, 修为静见, 二杰丹师, 按理来说情况和自己差不多。 他炼丹平凡, 灵力还未缓过来。 如果自己没有金手指, 恐怕情况比沈平好不要多少。 自己最近每天都化符, 一样平凡。 可是化符后, 修炼一汇聚灵功, 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灵力。 沈平见宁峰不语, 面色似乎有一丝纠结, 手掌一番, 一瓶熔灵丹摆在桌上。 还望宁峰看在邻居的份上, 帮助依二。 第61章, 直接将那瓶熔灵丹推了回来。 道, 这有何不可? 我正打算去林家领月峰。 沈道友若是有意, 一起去便是。 宁峰现在不是很缺熔灵丹, 储物代理还有好几瓶吗? 他不打算拿了沈平这瓶熔灵丹, 一起去倒是无妨。 路上真要出什么事, 宁峰相信自己会跑得比沈平快一些。 若是没事, 就等于让对方就欠自己一个人情。 人情总要比一瓶熔灵丹来得值钱。 沈平文言字是惊喜无比, 连忙道, 方便, 方便。 沈平摇头笑叹道, 凤摇城内光天化日之下, 还不至于有人拦路打劫。 沈道友, 没想到你竟然谨慎到如此地步。 沈平苦笑道, 二阶丹师每个月可以领二块零食, 邻家半年的月份就是十二块零食。 实不相瞒, 宁兄, 我原本生活在几万里外的仙城, 见过为一块零食接到的, 也见过为一斤零米大打出手的。 何况十多块零食? 宁峰点了点头, 深以为然。 他自己何尝没经历过这等事。 一斤大米, 都有人打劫。 沈平接着道, 当初听商队的人说, 凤摇城的丹师每个月都可以领月份。 我便随着十多名丹师, 从其他地方一起来凤摇城。 几万里的路程, 一路上风险不断, 各种妖兽, 摩修, 劫匪, 最终活着到凤摇城的只剩下我一个人。 修仙路上太多的难预料, 今日不知明日事。 能苟活, 沈平已很知足了。 凌峰文言沉默, 看来对方也是狗到中人。 凌厉耗尽, 但又舍不得凌家的半年月份, 只能求人结伴出行, 这样至少安全一些。 若是我因话福, 凌厉耗尽, 又不能及时恢复, 会独自出门去凌家外务堂吗? 凌峰忍不住门心自问, 陷入深思。 沈平见凌峰表情变幻, 赶紧把那瓶熔灵丹一推, 问道, 凌兄, 不知何时可以出发? 现在, 现在就出发。 凌峰不再客气, 手掌一晃, 熔灵丹已入处雾带。 沈平大喜, 如此甚好。 吩咐二女在家, 凌峰便和沈平出门, 往凌家走去。 凌家的月份, 沈道友领过了不少了吧? 凌峰路上无聊, 顺口疑问。 沈平表情有一丝惊慌, 他和凌峰也只是见过一次面, 恳求凌峰带上他, 他自己心里也担心, 也算是赌一把。 他其实更想独自去领凌家的月份, 奈何凌历尚未恢复, 而领取期限又有时间限制。 万一凌峰也打他零食的主意呢? 这不, 一开口就问道, 零食这是上来。 直至乌了半天, 沈平才回到, 沈平目前只是二阶单师, 每月仅能领取两块零食, 也是攒了近一年, 才在长生巷租了房子。 哦? 凌峰好奇, 那搬进长生巷之前, 沈道有在何处居住? 沈平道, 自是城外。 凌峰点了点头, 这是凤瑶城爵大部分散修的历程。 一路上, 凌峰向沈平咨询了许多凤瑶城内, 及修仙界的事情。 凌峰在此街认识的人不多, 有些问题不方便问无珠, 这次正好带着机会。 从沈平的回答中得知, 凌家给单师和炼器师的福利和服师大同小异。 虽然并没有强制单师, 炼器师和服师需要做什么, 但其实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优先售卖给凌家。 例如沈平这类单师, 去领月缝的时候, 都比较时趣地卖一些单药给凌家。 不过凌家并不是所有单药都收, 像沈平这种二阶单师, 有时炼出来的单药成色不佳的话, 凌家甚至会拒收。 但若是四五阶以上的单师, 出来的单药品级更高, 凌家就几乎全部收购。 而且收购价并不比方势力的低。 至于服师, 也是如此。 像凌兄这种三阶服师, 若是画出品质好一些的服录, 不妨卖给凌家。 凌家会将每次交易被录在案, 若达到一定要求, 便可换取资源。 什么资源? 例如凌兄卖给凌家的, 服录达到一定数量后, 便可以换取更高级的服录制法秘籍, 或者是一些服录大师的心得, 这自然是大大有益啊。 服录制法? 凌峰听着一阵心动, 手头那本入门服录制作响解, 很快就将被它吃透了。 若是以后突破炼器五层, 或许需要研制更高级的服录。 资源当诱饵, 吸引人才聚拢。 凌峰猜测凌家这么做, 可能是一种长期战略, 留住低端人才在城内发展, 然后控制高层资源。 难怪方式里, 高级一点的服录, 几乎没有哪家店铺出售。 就连保龄堂这种有点规模的店铺, 很多高级服录都是从外地入货, 甚至凌峰现在买的那批服彼, 都是从赵国和秦国边境那里采购。 这就能理解无珠对凌峰释放的各种善意, 获取更多各种百亿人才的供货, 自然可以降低他们的远程运作成本。 如此看来, 凌峰觉得凌家月凤这把羊毛, 还是能薅一波的。 二人加快脚步, 一路上岛也平安无事, 只是城内的人似乎比以往多了些。 凌家的城内护卫队也四处可见。 凌峰留意到, 每每在城内护卫队出现的地方, 沈平的表情似乎就放松了一些。 凌峰心中暗笑, 知道沈平对他心有提防。 但凌峰又何尝不是? 沈平和十多个丹师万里瑶摇来到凤瑶城, 一路上经历各种妖兽、摩修、劫匪, 最后居然只有他一个人成功活下来。 这期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个练器四层的二阶丹师, 凭啥能活下来? 总之, 耐人寻味。 凌峰自从出了院子就没有一刻敢大意, 道袍袖子中的手指一直掐着法绝。 甚至两人并肩而行, 他都刻意离沈平几步远。 任何时候, 都不可小觑任何人。 很快到了凌家族地。 对护卫出示预牌后, 两人来到凌家外务堂。 外务堂外面空地上, 闲站着不少人, 比凌峰上次来的时候, 要热闹很多, 应该都是来领岳峰的人。 而且居然还有几个人, 在旁边摆起了地摊, 远远望去有卖阵法的, 卖丹药的, 总之非常零散, 感觉就像是摊主, 把家底都掏出来摆摊了。 最让凌峰纳闷的是, 有人在凌家外务堂外摆地摊, 居然没有人来管。 难道是凌家默许的? 而外务堂的大堂里, 则排了好几条队, 走进大厅凌峰一眼扫过去, 每条队至少都有十几人以上。 沈平朝凌峰一拱手, 低声道, 凌兄, 扶尸排这一条队, 我去那边排, 咱们办完事以后, 在外务堂外门空地上碰头。 如何? 凌峰点了点头, 他也看到了服尸的队伍了。 四条队伍里, 服尸排队的人数是最少的, 只有七八个人, 最多的是练骑师, 差不多二十多个。 沈平刚走开没两步, 似乎不放心, 又跑回来对凌峰道, 凌兄, 若是你先出来, 劳烦在外门等等我。 他发现, 单狮这条队人数比较多, 担心凌峰这边排队比他快。 万一凌峰不等他就走了, 那就麻烦了, 因为回去路上, 才是沈平最担忧的, 毕竟身上的灵石多了。 好, 凌峰再次点头, 便排到了服尸队伍最后面。 第六十二章, 五街服录尸。 凌峰点了点头, 沈平刚走开没两步, 似乎不放心, 又跑回头对凌峰道, 凌兄, 若是你先出来, 劳烦在外门等等我。 他担心凌峰这边排队比他快, 万一凌峰不等他就走了, 那就相当麻烦。 因为回去的路上, 才是沈平最担忧的, 毕竟身上的灵石比来是更多。 好, 凌峰再次点头, 便排到了服尸队伍最后面。 队伍看着挺长, 但实际上并不是排队直接领取月份, 而是简单登记来者的信息。 下一个, 很快就轮到凌峰了, 凌峰将预排递了过去。 外务堂女修快速地抄入预排上的信息, 然后头也不太问道, 住址。 凌峰犹豫了一下, 还要登记住址。 上次来报被服尸时, 并不需要报住址的。 不过, 凌峰很快就想到, 既然是领凌家的月份, 给对方留个地址很正常, 总不能空手、白、嫖。 就像后事一样, 去厂里打工浑工资, 人平时不来报到也就算了, 每个月只来领工资, 若连个联系方式都不留, 实在说不过去。 于是便回答道, 成东, 长生巷, 36号。 登记完后, 女修往后面一纸, 道, 请到后堂。 凌峰早就发现了, 前面排队的服尸都往外务堂的后堂走去, 便也跟了上去。 后堂里有数间房子, 炼器师, 阵法师, 丹药师, 服录师, 各聚一堂。 凌峰跟着重服尸进入了服尸那间房内, 房子很大, 里面有近百个座位, 稀稀拉拉的已经做了不少服尸。 各位, 先稍后片刻, 请坐。 房门的接待修士对凌峰等人道。 谢过。 凌峰便自己寻了的左右, 没有人的空位坐下, 心中暗暗提高警惕。 这次提前领取月份, 凌家必会有要求。 环顾房内, 心中暗自点了一下, 包含他在内, 一共坐着三十二位服尸。 这些服尸有的在娇耳低谈, 有的则闭目正坐。 每位服尸都有小玉牌子, 多数是配在腰间, 也有些直接悬挂在脖子上, 似乎这样更显眼一些。 不过, 距离有些远, 凌峰看不清楚别人玉牌上的等阶。 陆陆续续有人进来, 各自寻位坐下。 有个中年服尸, 看上去四十多岁, 一副面目和蔼的模样。 进来后, 目光微微打亮了一周, 看到凌峰这边有空位, 便直接走了过来。 燕九, 见过道友。 中年服尸微笑点头, 凌峰也微微拱手点头。 凌峰, 道友请。 算是回来的招呼。 燕九挨着凌峰坐下, 问道, 命道友再次等多久了? 有半个时辰了。 凌峰趁着燕九坐下的时候, 扫了一眼他腰间的玉牌。 燕九, 炼气六层。 大赵仙国, 五阶服尸。 五阶服尸, 每月可以领八块零食, 半年的月份就是四十八块零食。 凌峰不由心生羡慕, 四十八块零食, 就算凌家让这些服尸去杀人放火, 只怕也有许多人愿意。 从玉牌上来看, 燕九是炼气六层, 但凌峰觉得这个未必准确。 相比修为而言, 服尸的等级更难晋级, 如果一直没有进行服尸的等级提高认证, 那玉牌上就会一直显示, 服尸上一次认证时候的进阶信息。 说不定, 人家在这期间, 已经突破到炼气后期了呢。 这么久了? 燕九面色如常, 不过叹了一声道, 难不成要等坐满人才开席? 这次月份, 恐怕不好拿了。 此时房内差不多有六十多位服尸了, 凌峰大概估算了一下, 一个下午就有六十多位服尸, 若是包括上午和明天来报到的, 凤瑶城内的服尸, 即可能超过三百位。 当然有一些服尸, 未必看得上林家这点月封, 但凌峰相信, 这类人肯定不对。 为了验证一下自己的猜想, 凌峰问道, 燕道友, 你可知凤瑶城内有多少服录尸吗? 在侧登记的, 据说是三百一十五位。 燕九想了想, 回答道, 与此同时, 他的目光掠过凌峰腰间的玉牌, 发现凌峰居然是三阶服尸, 忍不住叹道, 少年可畏, 想不到宁道友居然是三阶服尸。 哪里哪里, 侥幸而已。 凌峰表面谦虚地回答, 心里却有些吐槽, 燕九自己五阶, 这样说话, 有些欠揍了。 燕九却笑道, 服尸一道, 何有侥幸一说? 燕九不禁微微摇头。 侥幸? 不存在的。 服尸不禁要先天天赋为基, 后天努力为助, 没有天赋, 根本无从入门。 就算有天赋, 也许大量资源堆砌, 否则难以进阶。 是一阶二阶的。 六阶以上不过寥寥数人而已。 剩下的四五阶服尸, 大多过了不惑之年。 若想再服到再进一步, 谈何容易? 凌峰外貌不过十六七岁, 却哀已经晋级三阶。 仅此一点, 在凤窑城内, 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 大赵先国的服尸认证, 可不是草率糊弄的, 三阶服尸的认证标准, 并不低。 要想通过三阶认证, 需要绘制出中品的中级服录, 或者绘制出上品的初级服录。 凌峰的预牌上显示, 他是炼器四层, 说实话, 这个修为境界, 要想画出任何一条, 难度都非常大。 别说中级服录, 就是初级的一些服录, 炼器四层都很难画得出中品。 想到此, 燕九忍不住问道, 不知宁道友当时晋升三阶服尸, 画的是何种服录? 凌峰不知燕九问此话是何用意, 沉吟了下还是回道, 谢力服, 初级服录而已。 谢力服? 正是, 燕九愣了许久, 叹道, 宁道友奇才。 炼器四层画上品服录, 哪怕是最不入流的清洁服, 都足以担得起一声奇才。 燕九递过一张传讯服, 这是我的传讯服, 宁道友闲暇时可来必居饮茶。 凌峰接过, 一看, 中品传讯服, 背后还有一行小字。 燕九, 承熙留波录, 141号, 想必这是燕九的住宅地址了。 宁峰点了点头, 道, 多谢, 改日必登门拜访。 出于礼貌, 他也掏出一张传讯符递给燕九。 燕九接过小心放入袋中, 又和宁峰聊了一回, 两人也熟了不少。 燕九出自凤瑶城土生土长的福禄氏族, 祖上曾出过一位高阶福禄师。 可惜, 后人一代不如一代, 家族日间衰败。 到了燕九这一代, 更是族人凋零, 仅靠燕九一人支撑着家族门面。 当听到宁峰市第一次来领凌家的月份时, 燕九有些意外, 低声道。 宁峰文言忍不住瞄了一眼燕九, 看他神情不似说谎, 便道谢过燕道友, 我身上还有一些俘虏, 应该还够。 此事, 审平给他说过, 其实就算不说, 宁峰也多少能猜得出 凌家这里面的意思。 如此甚好, 两人正在低声交谈, 突然听到房内安静了许多。 抬头一看, 几名修士已经走入房内, 看样子应该是凌家人。 各位大师, 久等了。 一名三十多岁的修士拱手向在座的扶持道, 然后坐到了防守的桌前。 跟随着他来的有两名女修, 一名男修, 也在一侧坐了下来。 他身材瘦靴, 鼻高唇薄, 一看就是口齿凌厉之人。 此人名林德, 外务堂总执事。 只见林德面露歉意, 向众人道, 外务堂人守守, 这几日事情却其多, 因此, 耽误了各位大师的时间, 还望各位海寒。 他声音并不大, 却很清楚地传到众扶师耳中, 连坐在角落的凌峰都听得清清楚楚。 此人想必修为不低, 林德话音刚落。 扶师里就有人喊道, 林道友, 耽误些少时间无妨, 只是这次月奉如何领法, 可否告知? 凤窑城内的扶师, 长期领取月奉, 也是首次遇到一次性领半年月奉这种事。 众扶师也知道, 这次月奉必然有一些要求, 自然也最关心这个问题, 目光全部期待地看向林德。 林德微笑道, 此次月奉, 却是与往日不同。 他目光清扫过在场的人, 道, 各位大师, 实不相瞒, 林家最近遇到些麻烦, 需要大量的俘虏。 此次借月奉之名邀请各位前来, 是希望大师们能助林家一臂之力。 借月奉之名? 这不是骗众人来词吗? 难道半年月奉是假的? 顿时, 下面一阵哗然, 扶师们反应激烈, 神情激昂。 不过, 也有不少扶师沉默不语, 扶师们各有各的圈子, 有些人认识早上来领过月奉的其他扶师, 自然早就知道, 此事而有所准备了。 此时, 扶师中有人说话了, 声音竟盖过了其他人的嘈杂声, 直传至众人而理。 林德, 你们这样搞, 不是以月奉为耳, 故意给我们下套吗? 众人寻声望去, 说话的是一名须发揭白的老头, 原来是黄服师。 这位黄服师一发话, 众人就安静了不少, 但个个都点头赞同, 望向林德的眼神都有些不善。 林德举起右掌, 微微往下压了一压, 道, 各位, 黄大师, 请稍安勿躁, 听林某把话说完。 半年的月奉, 林家绝不会食言, 而且, 此事属于自愿, 若各位大师不愿意, 可以随时离开, 我们绝不会为难各位。 只是希望各位大师, 能够出手相助, 受一些俘虏给我们应急。 听到林德这一番话, 场面顿时鸦雀无声。 本来就是白拿零食, 林家无非就是想交易一些俘虏而已, 又不是抢买抢卖。 若是不愿意交易, 自然随时可以离开, 但恐怕半年月奉的事就没份了。 林德虽然没有把话挑明, 但话里话外, 就是这个意思。 想要好处, 总得付出一些什么。 方才说话的那位黄服师, 接着又问道, 那你们到底, 需要多少服录才够? 若是我们带的服录不够, 那又如何说? 他语气也似乎缓和线, 没有方才那么咄咄逼人了。 林德笑道, 各位大师放心, 我们绝不会让你们难做。 服录数量按等级分配, 至于服录不够, 我们也早已安排了进士。 各位大师现场会之便可, 如何? 你先说说, 如何按等级分配? 众服师七嘴八舌问道。 林德手一挥, 一旁的外务堂修士便利起身, 大声念读出此次换取岳奉的要求。 一阶服师, 一百张初级服录。 二阶服师, 两百张初级服录。 三阶服师, 三百张初级服录。 四阶服师, 一百张中级服录。 五阶服师, 两百张中级服录。 六阶服师, 三百张中级服录。 七阶服师, 一百张高级服录。 八阶和九阶的服师, 要求没有公布。 因为凤瑶城在册登记的, 根本就没有八九阶的服师。 所有的服录都按下品服录计算, 同时也可以用更高级的服录或者品质更高的服录置换。 另外, 隔音服、 传讯服和清洁服这三种低级服录临家不收。 例如宁峰这种三阶服师需要售卖三百张初级服录。 这三百张初级服录只需下品的品质。 若是拿中品的服录置换, 则按照市场价折算。 外务堂修士还没公布完规则, 底下重服师已经想起一片抱怨声。 要这么多服录, 我怎么拿得出? 我身上的服录都不足一百张了。 就是, 这几天方式里的服录涨价, 我昨日已经售出不少。 一百张终极服录, 我一个月也划不出来啊。 规则公布时, 宁峰还感觉凌家的这些要求有些低了。 三阶服师三百张初级服录。 对宁峰来说, 也就是一晚上的事情。 但看着其他服师愁眉苦脸的样子, 在听他们的吐槽议论, 便知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三百张初级服录, 对于其他三阶服师而言, 也许要折腾好几天。 最较苦连天的是一阶服师, 凌家的这个规则有些变相地将他们拒之门外。 因为隔音服, 传讯服和清洁服这三种入门服录, 是一阶服师最擅长的。 如果要他们交出一百张谢力服, 那难度挺大。 他们只能用零食去向其他高阶一点的服师购买了。 宁峰还顾房内, 发现居然没有一个服师自行离开。 半年月份的诱惑, 太大了。 燕萍! 坐在一旁的燕酒, 刚听完公布规则, 立即从怀中抓出一张传讯符, 对着符低声道。 再派多些人, 继续去房市里, 收购终极服录, 能收多少收多少? 浮然灰烬。 燕酒微叹一声, 自顾自摇了摇头。 随后看向宁峰, 表情有些尴尬, 道, 让宁道友见笑了。 宁道友笑道, 怎么会见笑? 燕道友洞察先机, 仙人一步, 今日必赚的盆满钵满。 他心里, 还是有些佩服燕酒的。 林家这一规则公布出来, 整个凤摇城的福禄市场, 必然会风云涌动。 自此, 福师们便直接卷了起来。 第六十四章, 为林家画福。 福师若想换取月凤, 手头有没有福禄的, 就只能在林家现场画福。 但会有多少人这样做? 最好的办法, 自然是收购别人的福禄, 凑够数量, 再来换取月凤。 这几天, 福禄的价格, 原本就在一直上涨。 林家在这么一推, 整个凤摇城的福禄将大幅涨价。 甚至很可能出现一副难求的情况。 燕酒有点眼光, 但凝峰认为他还是迟了一步。 还有那些来得更早一些的福尸, 说不定此时就在方式里四处采购。 不仅是福禄, 丹药, 法器, 阵法这些都会受到冲击。 燕酒听到凝峰如此说, 却摇了摇头, 岂有那么好转? 实不相瞒, 其实昨日我看到公事后, 就派人四处收了。 但能遇见这一次福禄涨价的, 又岂会是我一个? 宁峰点了点头, 他很赞同, 林家或许早就提前去方式里, 收购好几波了。 燕道友, 林家收购这么多福禄, 所欲为何? 宁峰觉得, 燕酒既然住在城西, 应该能接触更高一些的圈子, 或许知道一些内幕。 所以, 他想探探燕酒口风。 燕酒低声道, 宁道友竟然还不知道。 前几日夜里, 林家偷袭了张家的矿场。 据说张家陨落了不少人, 双方随时会开战。 哦? 宁峰心头一领。 这么快? 燕酒接着叹了一声, 又道, 张灵两家有隔阂酒矣, 之前只是小打小闹, 这一次极有可能要全面大战。 这些事不宜再仔细说, 改日宁道友来我家, 其中的来剧因果, 咱们再慢慢聊。 燕酒给宁峰打了个你懂的眼色。 道, 宁道友身上的福禄够吧。 道友有心了, 我这里还够。 燕酒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其身拱手道, 那我先去办理岳缝了。 说吧, 匆匆走去。 宁峰举目望向前面, 差点震惊。 只见许多福尸已经排队开始受福禄了, 灵德身边的两位外务堂女修几乎有些应接不暇。 福尸们的表情甚至可以用争先恐后来形容。 这群家伙, 方才还在吐槽灵家出的规则过于苟客, 现在却各个屈之若鹜。 他们嘴里虽然是抱怨, 但事实上, 对于重福尸而言并非无法接受。 毕竟福禄卖给谁, 不是卖。 半年岳缝的巨大诱惑, 有几人能抵抗得住。 身为福尸, 谁身上不常被折祸? 大不了清仓一次, 哪怕数量不够, 往身旁同行购买几张便是了。 为这岳缝操作上一波, 就算辛苦一点也值了。 宁峰也不敢怠慢, 站起身, 一眼判断出两条队伍长短, 直接排到较短的那条队伍后面。 现在宁峰储物代理除了留给自己防身用的福禄之外, 能出售的福禄包括25张隔音符, 172张夏品谢力符。 中品的谢力符则有46张, 夏品御封符255张, 300张出击福禄。 宁峰打算直接用172张夏品谢力符充术, 不够的就用中品谢力符底。 排了一会队伍, 宁峰发现大部分福尸都有足够的福禄来领取月份。 只有一些低阶福尸在愁眉苦脸四处与人凑借购买。 有的福尸手头临时不够, 就用法器, 单药等物资与其他福尸置换。 宁峰这才明白之前在外务堂空地上, 那些人为什么要摆摊了, 无非是凑零食或者置换物品。 好不容易轮到宁峰, 玉牌城上, 女修接过来准备登记。 宁峰? 是的。 你先到内室去等一下。 女修拿起一张纸, 仔细核对了一下宁峰的名字后, 然后指向身后的的内室对宁峰道。 宁峰看了一眼女修手上那张纸, 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十来个人的名字。 心中顿时提高警惕, 问道, 为什么? 我是来领零食的, 去那室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只管去便是了。 女修忙碌半天, 也没有空打理宁峰太多, 莫好气地喊道, 下一个。 一旁的林德留意到这边的情况, 走了过来, 向女修询问了几句。 然后转身, 脸上堆起笑容, 朝宁峰拱手道, 宁大师, 请随我到内室。 他看见宁峰有些疑惑, 便凑过来低声道, 此事被大事没有坏处, 请放心。 宁峰沉吟, 很快点了点头。 无缘无故为难一个小服尸, 林家应该还不至于。 到了内室, 宁峰一眼望去, 这个所谓的内室, 居然差不多有外面一半大小了。 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二三十张桌子。 七八名服尸, 站在桌前, 正在目不斜视, 运笔画符。 符文阵阵, 突明突暗。 林德拍了张隔音符, 隔绝了他和宁峰, 怕交谈声音影响到正在画符的服饰。 宁大师, 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林德说话非常直接, 一点都不拐弯抹角。 宁峰文言自然不解, 交易? 交易什么? 他脑海里飞快运转, 回想自己是不是做过什么, 让林家给留意上了。 林德道, 林大师, 无论你今天打算说出多少服录, 我们林家都愿意出 高于市场价的两成购买。 若是上品符录, 我们可以出 高于市场价的三成直接购买。 而且, 半年的月份分文不少。 听到林德这番话, 宁峰皱眉。 难道身上的上品符录, 被对方探查知道了? 三成, 20块零食一张的上品玉封符, 加三成, 就是等于加了7块零食了。 上品谢利福, 宁峰也有三张, 若是一加三成, 就是接近15块零食。 若是将身上这四张上品符录 卖给林家, 至少可以多盈利, 20块零食。 但这些上品符录, 宁峰是要留着防身的, 绝不可能轻易出售。 林德似乎是看出宁峰的担忧, 笑道, 宁大师上次来认证符诗时, 可有画出上品的符录。 原来如此, 宁峰点了点头。 上次他来外务堂认证符诗时, 只画了一张谢利福, 得益于林家的符皮品质和符墨符笔, 居然直接画出上品。 林德见他点头, 目光不禁露出一丝羡慕, 又道, 三阶符诗, 画上品符录, 宁大师真是少年奇才。 林德年少时, 也曾想踏入符诗一道, 奈何天赋欠佳。 见到宁峰如此年少, 自然心生羡慕。 第65章, 高级制符皮, 侥幸而已。 宁峰连忙迁道, 只是宁某身上的符录不多, 更没有上品符录, 恐腹林之事厚望。 林德道, 宁大师放心, 若是符录不够, 现场画即可。 你看他们几位, 也是如此。 他用手指指向室内几位符尸, 符指符墨, 借由林家来出, 宁大师只管画符便可。 无论画出多少符, 我们建案方才说的价格收购。 有这等好事, 宁峰文言有些心动。 林家的符笔, 符墨, 符皮可都是高端货, 甩宁峰手头的地摊货, 几条街。 若是用这些原材料画符, 宁峰相信画出的符录品即更高。 如果能画够三百张初级符录, 直接卖给林家, 自己身上的符录就可以留着。 拿到方式里, 卖还能挣一笔。 想起来似乎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林得见宁峰犹豫, 以为他是担忧灵力消耗的问题。 宁大师, 尽管放心, 我们全程免费供应赴灵丹, 每两个时辰供应一瓶。 既然如此, 宁某恭敬不如从命了。 宁峰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赴灵丹可以快速地恢复灵力, 而且身体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丹药一共分为九阶。 每阶又分为上、 中、 下三种品质。 宁峰之前吃的熔灵丹, 是二阶丹药。 而赴灵丹属于四阶丹药, 平时一瓶的价格也需三四块零食。 其实宁峰画两个时辰的符录, 最多只会消耗四成左右的零力。 若是吃一枚赴灵丹, 基本就能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一瓶赴灵丹, 共有十六枚。 若是在这里, 画两个时辰的符录, 就等于赚了一瓶赴灵丹。 这个工价怎么算都不低, 宁峰自然乐意。 灵德见宁峰阴郁, 也很高兴。 那宁大师自行寻一张桌子便可, 我就不多赔了。 宁峰点头, 等宁德离去后, 宁峰便挑了一张视野比较好的位置, 立于桌前开始调整情绪, 放松心神。 不过他没有马上开始画符, 而是将目光扫向其余几位符尸。 这是宁峰第一次亲眼看到别人画符。 若不趁机观摩一下, 他都觉得对不起自己。 竟是除了他, 还有八位符尸正在聚精会神的画符。 画符对心境要求极高, 泰山崩于身前, 脸色都不能变, 泥露崩于眼前, 眼睛都不能眨。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留意到 灵德和宁峰进入室内。 宁峰选的这个位置, 可以非常清楚地看见八位符尸的动作。 他发现, 燕九居然也在其中。 燕九排队比宁峰还要早一些, 估计近来近视也没多久。 不过燕九的桌前, 已经有七八张画好的符录了。 宁峰仔细看了一下那几张符录, 完全没见过。 看来燕九画的不是初级的常见符录。 又一张符画成, 燕九将这张符录轻轻放在一边, 然后摊开一张新的符皮, 粘墨, 下笔。 宁峰平住呼吸, 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张符皮。 只见燕九运笔转风, 灵力直打笔风, 风出如刃, 在笔皮上来回划过。 说说说! 灵力拖着笔风, 游走如蛇。 四十息后, 一阵红色的符纹在桌前泛起, 再落入符中, 最后收笔。 符成! 五阶符师竟如此不凡。 宁峰看了心头, 暗暗震惊。 燕九画的这张符, 笔画非常复杂。 而且要贯注的灵力, 远比于符符多得多。 宁峰自问, 以目前自己的水平, 恐怕画不到一半, 灵力就会跟不上, 导致最后腐败。 燕九又铺开一张新的符笔, 继续画符。 宁峰平住呼吸, 仔细观摩整个过程。 燕九下笔的时机, 运笔的角度和力度, 还有落笔的位置。 每个步骤都不愿意错过。 一张, 两张, 三张。 燕九的乘符率大概四成左右, 十来张符录成了五张, 仅有一张中笔。 看了好一会, 宁峰这才将桌上的那叠符笔打开, 取出一张放在手中。 上次认证符师时没有留意, 这次宁峰有新艳一艳。 林家的符笔到底是什么档子? 符笔长四寸鱼, 宽二寸。 色泽稍暗, 看上去古色古香。 宁峰用手指的指腹轻轻抚摸符笔表面, 触感极其柔软, 但又极具韧性。 仅凭这份手感都比保龄堂的上等符笔好许多。 其材质应该是高阶妖兽的瘦皮。 瘦皮其实分很多种, 每种妖兽的皮质都完全不一样, 例如兔皮和虎皮, 制出的浮皮品质都有很大差异。 而且, 就算是同一种妖兽, 不同部位的皮, 质量和手感也有很大区别。 不同的符笔, 因为走笔力度与笔画长短不一样, 对浮皮也有一些适应感。 例如回春雪这种符笔, 走笔需要更大力, 转笔折纳时一旦用力过猛, 浮皮承受不住浮尸的灵力, 就即可能破损或者有瑕疵。 所以, 高阶的浮尸, 画不同的符笔, 都挑选与之相配的浮皮。 同一种妖兽, 背上的瘦皮和腹部的瘦皮, 在功能上, 品质上也有区别。 宁峰将符笔凑到鼻子前, 轻轻闻了一闻, 一股淡淡的灵药气味扑鼻而入。 符笔的制作过程中, 需要用灵药浸泡一定时间, 泡软符笔后, 再进行分层与切割。 一张妖兽皮, 切割分层后, 可以分成三层。 头层皮, 二层皮, 三层皮。 林家的这种符皮, 正是用质量最好的头层皮切成。 铺好符笔, 宁峰缓缓闭上眼, 开始凝神。 又默念一段清新咒。 沾墨, 准备下笔。 落笔。 画得正是回春符。 之前从来都没有, 画成回春符, 灵力终究差了些。 但既然有免费的上加符笔符墨, 还有高端符笔, 宁峰不介意再尝试一次。 第一张符, 原本期待就不高, 宁峰甚至做好了失败的准备。 回春符的第一个笔画, 是一条蛇形的竖条, 从符笔左上方走到左下方, 有一点切斜的角度。 前后的粗细要均匀, 不过最后收笔要提起, 尾要稍细一些。 这一笔, 讲究形神兼具, 走笔时, 笔封须左右稍微倾斜。 而且运笔的过程中, 需要调整倾斜的角度。 但笔封灌注了灵力, 灵力也需要画符者, 控制着方向。 这一来, 就相当地讲究火候。 如厨子下言, 多下了一分, 就咸了, 但若少下一分, 又淡了。 运笔 第66章 尚品回春符 灵力不停地调整收放。 宁峰控制着灵力, 运行笔锋, 快速从左上方划过。 此时, 笔皮四升起一股雄厚的兽膝, 开始躁动了起来。 符文四处洋溢, 不结在笔皮上方, 开始疯狂地 吸收宁峰运到笔尖上的灵力。 继续运笔。 这次笔皮反馈给宁峰的感觉, 比之前好太多了。 他能感觉到笔皮和笔笔 似乎都异常地稳重, 甚至有些主动配合他的走笔。 宁峰自己都能感觉, 这次画回春符, 压力一定会小很多。 很快, 又出现了之前画 回春符石的那个瓶颈。 丹田的灵力 开始不受控制了。 灵力在丹田内 如狂潮倒海, 四处冲击。 不过, 方才看燕九画符石, 宁峰有些感悟。 他发现, 燕九画那张符里也有 类似情况, 但燕九就能控得很好。 主要的差距, 其实是在手法这里。 宁峰学着燕九那种手法, 将符笔稍压下, 让符皮与笔签的接触面 更宽一点。 而且持笔的手臂也抬高, 动作虽然看上去 有些怪异, 但却能更好地 增加了灵力的可控程度。 这次, 丹田灵力失守的情况 没有再出现。 贯注到笔锋的灵力 如拳游扇剑, 缓缓溢出笔尖, 全部被符纹吸取。 笔尖虽然有些微微颤抖, 但没有出现上次的偏移。 符纹开始往符纸上凝聚, 符纹发出的光也越来越强盛。 马上就到最后一笔了, 凝峰心情终于有些轻松, 顶住。 笔是指, 符纹剧。 一阵金色光芒狂动, 闪耀室内, 升起, 又聚集, 落入符中。 符纸也停止了躁动, 静静地躺在木桌上。 制符, 回春符, 熟练度加一。 制符, 成功了。 上品。 凝峰目瞪口呆。 很意外, 预期中的失败没有出现, 直接成符。 上品回春符。 凝峰很快就反应过来, 目光扫向四周, 幸好无人发现, 其余的符尸都在埋头画符。 赶紧手掌一捞, 将这张上品回春符放入储物袋。 大意了。 之前, 在外务堂认证符尸时, 凝峰就觉得不该在这种场合全力画符。 但, 画符流程讲究的是精细, 容不得半点失误与偏差。 凝峰目前的灵力水平, 实在难以控制到收放自如的地步。 就如同过独木桥, 要么全神灌注成功度过, 要么心有旁骛跌入河中。 笔墨一旦落入符皮, 唯有全力以赴, 才能成符。 庆幸的是, 没有人发现凝峰画出上品符录。 凝峰深吸一口气, 再次铺开一张新的符皮。 粘墨落笔, 笔形如龙。 符纹泛散, 光芒骤起。 符承, 这次出来的是中品回春符。 制符回春符。 熟练度加一。 凝峰没有停下, 一张接一张, 连续画了十来张回春符。 符纹四散, 金色光芒生起。 又是一张上品。 赶紧捞入除物袋, 点了一下, 共十七张回春符, 只费了三张。 乘符率超八层。 太眨眼了。 凝峰刚才看燕酒画了十来张符录, 乘符率也只有四成。 赶紧又把六七张回春符, 放入储物袋。 不过这样符皮的数量就对不上了, 若是凌家轻点符皮的总数目, 可能就会被发现其中蹊跷。 不过凝峰觉得, 凌家应该没有这么闲, 轻点这些花费的符皮数量。 凌德方才说了, 这几天外务堂特别忙, 要接待无数符师、 单师、 炼器师和阵法师。 人手应该严重不足, 不可能任何工作都做得如此细致。 符皮数目对不对得上, 应该不会有人留意。 而且凝峰发现, 自己画符比其他符师快一些, 像燕九这样的五阶符师, 画一张符路都需要五十息左右的光景。 而自己画一张回春符, 大概是三十息。 干脆停一下, 本来乘符率就高, 画符速度再比别人快太多的话, 那就太灵类了。 趁着这个时间, 凌峰又把目光投向其他符师。 那个五十多岁的黄符师, 也在室内。 离得不远, 凌峰勉强能看清他的玉牌。 黄谷, 炼器八层, 大赵仙国, 六阶符师。 六阶符师, 差不多就是凤瑶城中最顶尖的那一群符师了。 六阶数量绝对不多, 七阶更是凤毛麟角。 黄谷画符, 比燕九显得更稳重。 运笔看似缓慢, 但速度却一点都不慢, 仅用三十息便画出一张中品符路。 金甲符! 凌峰见过这种符路。 金甲符是中级符路, 是防御类的符路, 修饰对战。 若在受到无法避免的攻击时, 寄出此符能防御肉身。 一旦寄出金甲符, 此符就会凝聚成一件盔甲形状的符纹, 护住修饰的周身。 如同穿了一件坚固的盔甲, 抵抗三五次助击前妻的权力攻击根本不在话下。 金甲符无论是防御能力, 防御时间都远比谢力符强上数倍。 这种符路, 是练期后期和助击前妻的修饰常备用的符路。 凌峰不知道方式里的价格, 但肯定这种符路远比谢力符要贵上许多。 毕竟他自己虽然在方式里见过, 但根本没问价格。 凌峰看着黄谷接连画了十几张, 城符率比燕酒高多了, 估计有五成以上的城符率。 大概是因为黄谷修为高, 画完一张金甲符后, 居然察觉到有目光投在自己身上。 猛然一抬头, 便发现凌峰正望着他手中的符路。 顿时脸一黑, 沉闷哼了一声, 目光凌厉地瞪了凌峰一眼。 记得左右活动一下脖子, 然后低头。 重新整平桌上的符皮, 摊开, 刮屏。 宁神, 沾默, 下笔, 接着画符。 制符, 回春符, 熟练度加一。 制符, 回春符, 熟练度加一。 制符, 回春符, 熟练度加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凌峰抬起头, 发现室内又多了几名符师。 一个个都在埋头画符, 又看向燕酒, 燕酒脸色有些颓了, 也不知道他画的是什么符路。 凌峰感觉燕酒画的符路 似乎特别消耗灵力。 而黄谷那边则是稳如老狗, 脸色平静, 落笔自然, 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 黄谷桌子前堆了不少金甲符, 废符似乎也不是很多。 第67章, 高价卖符路, 恐怕超过六成。 凌峰暗暗计算了一下, 发现黄谷的乘符率还真不低, 这应该是等阶高带来的好处。 六阶符路诗, 绘制中级的常用符路, 成功率肯定比三四阶的符诗高一点。 就如凌峰画隔音符传讯符这些符路, 成功率也比画回春符要高出许多。 然后他发现, 之前在外面接待的外务堂女修, 此时在室内, 给符诗们更换符墨, 补充新的符皮都需要人来做。 当然, 也可能有些监督的用意。 看到凌峰望过来, 女修直接走了过来, 将三瓶丹药放在凌峰桌子上。 这是附灵丹, 先放你这里, 多退少补。 两个时辰供应一瓶, 三瓶就是六个时辰。 凌峰点了点头, 这个时长对于他来说问题不大。 大不了凌厉耗尽了, 就刻上一两枚。 女修又将一叠新的符皮放在桌上, 最后将凌峰桌上画好的那些符路带走。 现在距离凌峰近此近世, 已经差不多过了一个多时辰了。 沈平那边很可能领完月丰就回家了, 肯定是等不到一块走了。 无所谓, 凌峰也不关心这些。 难得有这样的白女票机会, 万万不能错过。 等女修离开后, 凌峰将附灵丹收入袋中, 摊开符皮。 凌神, 下笔。 刷刷刷。 符文弥漫, 光芒忽闪。 制符, 御风符, 熟练度加一。 制符, 回春符, 熟练度加一。 没感到乏力时, 便停下来休息一会, 顺便观摩一下其他的符诗画符。 一连画了几个时辰。 期间, 凌峰感觉到自身灵力只剩下四分之一时, 曾服用过一枚附灵丹。 几乎立马见效。 附灵丹落入口中的同时, 丹田如惊雷暴起。 紧紧时息, 灵力便恢复隐满状态。 而周围的符诗似乎换了一批, 有的桌前甚至换了两次陌生的面孔了。 不过燕九和那个黄符诗一直未离去, 燕九的面色接近苍白, 额头已微微冒汗。 黄符诗要比燕九好一些, 但脸上多少也有了憔悴之色。 又过近一个时辰, 放下伏笔, 宁峰缓缓吐出一口气。 抬头再望去, 连燕九和黄符诗的桌前都已经换了人。 看来自己也是离开了。 整理了一下桌子上的符路, 之前宁峰心里一直都掐算着诚符率, 每隔数十张便取一些放入储物袋, 让诚符率始终保持在四成左右。 外务堂的女修也会时不时走进来查看, 收走各符诗桌上的符路成品。 现在最后这一批符路, 全部是回春符。 有中品, 也有夏品, 宁峰也懒得清点, 取出一些放入自己袋中, 便直接往外面走去。 那名女修出了近室内打点外, 都在近室门口的桌子前坐着, 专门为近室内的符诗办理授符手续。 宁峰直接将手中的符路递给这名女修, 劳烦帮我算一下, 这是刚画好的符路。 女修接过符路, 仔细清点了一遍, 又拿出之前的出符记录, 重新核对了一番。 御峰符, 中品, 二十八张。 夏品, 一百五十四张。 回春符, 中品, 一十三张。 夏品, 七十六张。 一张谢力符都没有, 因为宁峰不敢画。 现在谢力符已然小成境界, 上品出符率极高, 再加上林家的优质原材料, 宁峰担心被人发现。 太扎眼了, 他看其他符诗画的符, 中品都少有。 即便是黄符诗这种六阶符诗, 画金甲符, 中品似乎也没出多少。 按照方式昨日的符禄行情, 这些符禄一共可售四十四块零食。 宁峰反复计算了几遍, 方对宁峰道, 溢价三成, 便一共为五十八块零食。 宁峰点了点头, 没有多计较, 那半年月份。 加上半年月份的十八块零食, 宁峰最后从桌下取出七十六块零食递给宁峰。 宁峰诗, 这两日可以随时来这里画符, 价格, 符皮, 付灵丹, 都照就结算。 看到宁峰拿着零食就走, 宁峰连忙在后面喊道, 再说吧。 宁峰回道, 宁峰说的三成加价, 其实也是个套路。 宁峰画的这些符禄, 是按昨日方式里的行情结算的, 但今日的行情, 岂是昨日行情可比? 一夜惊变, 行情必然狂涨。 宁峰加价三成, 实际就是等于补回一些行情差价而已。 不过考虑到免费的符皮符墨, 算起来, 符尸本身并不亏什么。 安排到进室内画幅的符尸, 满打满算, 也就是二十来个。 这二十来个符尸, 除了消耗零力, 几乎是零成本的, 直接就赚取数十零食。 林家这笔投资可不小, 花高价收集高品质的战斗符录。 不过在战争面前, 这点零食实在不算什么。 穿过外务堂大厅时, 宁峰发现已经有许多人在排队领取月份了, 只不过外务堂还没开始接待。 出了外务堂门口, 看到天井微微亮, 竟然又画了一夜的符。 他和沈平是昨日下午四五点的光景过来的。 而现在, 大概已是早上五六点的样子。 算起来, 昨夜正好画了六个多时辰。 宁峰深吸一口气, 在室内闷了许久, 感觉外面的空气很新鲜。 宁峰, 你终于出来了。 听到有人唤自己, 宁峰扭头一看, 只见沈平顶着两只熊猫眼, 从外务堂门前的树底下朝这边小跑过来。 宁峰吃了一惊, 沈道友居然还在这里。 你昨日没有回长生巷。 他以为宁峰领完月凤, 就自行回家了, 没想到还在外务堂。 宁峰一副熬夜憔悴的样子, 苦笑道, 不是说好了在外门碰头吗? 所以我一直在这里等你。 我昨日也问过外修堂的人, 他们说你要留下来画符。 他用手一纸外面, 所以我昨夜便在此过了一夜。 宁峰心中暗暗称奇, 这沈平能苟成这样, 绝不简单。 若是换作是他, 宁峰无论如何是无法在这里露宿一夜的。 宁峰, 我们走吧。 沈平此时自然欣喜, 困不困其实他倒不在乎, 找个同行的人确保安全回家, 才是最重要的。 宁峰活动了一下妖鼓, 画符不仅耗灵力, 也消耗精神, 他也想回去睡一觉, 便道, 那边一起回吧。 两人走到外务堂那片空地, 却发现空地上竟然还有许多摆摊。 第68章 法器竹拳断, 林家的月凤领取规则不仅让浮尸卷起来, 丹药, 炼器, 阵法, 也同样如此。 不少摊主都在极力吆喝, 而买东西的人更多。 宁峰, 幸好有这些小摊, 昨日领取月凤时, 我身上的丹药不够, 后来也是跑出来在这里买了一些, 才勉强够数量。 沈平探道, 没想到这次领取月凤竟如此苟客。 宁峰看向那些摊位, 密密麻麻, 竟然有数十的摊位, 有的甚至躺在地上, 摊钱物品棘手, 想必都是摊主的家当。 那些不够资源, 换取领取月凤资格的, 就把自己的家当处理了, 换来零食, 然后去凑买缺少的东西。 又或者, 有资源多的, 就拿出来高价兜售, 卖给那些资源不足以领取月凤的人, 趁机捞一笔。 宁峰心中一动, 副手走向那些摊位。 哦? 宁峰可是要买些什么? 宁峰看到宁峰走向地摊, 也快步跟了上来。 宁峰道, 先看看。 昨夜通宵, 他私下藏了不少福禄, 若是遇到有高性价比的东西, 或许可以拿出来置换。 摆摊的看样子全部是散修, 可能熬夜在此守了一夜, 许多都罚困了, 懒得与人唠叨, 直接写了一张牌子摆在摊位前。 内容一简言该, 直接摊开需求, 力求精准寻找目标客户。 高价收购四接丹药, 出售五接阵法。 下平法器大清仓, 雾美价廉。 出售几件法袍, 或换三接以上丹药, 其余误扰。 大量低价出售二接丹药。 求购中平法器三把, 攻击换阵法, 攻击换阵法。 两位道友, 可是要买法器。 一位身材高大壮实的中年大汉, 正躺在地上, 头枕在一把大锤子上, 双目半眯着, 似乎刚睡醒。 看到宁峰两人走近, 大汉连忙爬起来, 目光无比的期待。 宁峰看了看他身旁的牌子, 很简单, 法器专卖。 摊位就是在地上铺开一块脏兮兮的破布, 不过上面只放了一把剑。 宁峰顺口一问, 道友, 你就只卖一把剑? 大汉笑道, 我储物袋里多着呢, 不可能全部摆出来。 宁峰点了点头, 不再说话。 虽然没看到大汉身上有玉牌子, 但他猜这个大汉, 很可能是一名炼器师。 大赵先国的认证炼器师, 也是分为一道九尖。 蹲下来, 仔细看着那柄剑, 黑柄, 黑鞘, 外观极其简朴, 没有任何的花哨。 大汉看到宁峰有兴趣, 便道, 此剑是下平法器, 虽然外貌缺了些雅致, 但绝非粗质滥造, 用得真材实料, 倒有大可拔剑一事。 宁峰闻言, 拿起剑, 当! 剑离翘出, 如龙出冤, 一声沉闷的浅银传出。 宁峰只觉得, 一阵热浪自剑身散出, 直接扑了起来。 剑柄隐隐意动, 似乎在等着他灌入灵力。 好剑。 沈平在一旁, 忍不住呼了出声。 宁峰扭头问道, 哦, 没想到沈道友对剑道, 也有研究。 他把剑递了过去, 要不沈道友试试手。 沈平接过剑, 脸上的颓废竟少去大半, 他眼中洋溢起少有的兴奋, 道, 不瞒宁兄, 我虽炼丹, 也肩修剑道。 他后退几步, 挥舞了几下, 便递回给宁峰, 羡慕道, 可惜我目前不宜使用灵力, 此剑尚可, 火系法器, 若符合宁兄的灵根属性, 倒是不错。 接着他又有点遗憾的道, 可惜, 此剑还是重了一些。 宁峰微笑摇头, 当, 一声, 刺剑入鞘, 放回了地摊上。 他一个玩刀的, 剑再好, 也不合适。 不过这把剑手感倒是合适, 宁峰自从修炼刀法之后, 力气大了许多, 这把剑, 够重够分量。 中年大汉在旁听到沈平如此说, 笑道, 这位道友修为低了些, 所以觉得此剑重, 若是你到了炼器六七层, 再握此剑, 自不会如此认为了。 沈平点头, 不由善笑道, 道友所言甚是, 却是如此。 炼器四层, 虽然是剑修, 但常年炼丹, 沈平自然落下了一些修为。 此剑虽然是下平法器, 但重量上却是为炼器后七打造, 售卖目标根本不是炼器三四层的人群, 因为这个境界的人群, 多数都没有财力购买法器。 但沈平还是忍不住问, 道友, 这把剑卖多少钱? 中年大汉却摇头道, 你若无心买, 聊价格也没意思, 浪费彼此时间, 我还等着凑够零食去买中品法器, 去换取月缝吗? 借着他手掌一番, 掏出一把武器, 对宁峰笑道, 道友, 你看看这把法器, 衬不衬手, 也是下瓶, 不过价格就实惠多了。 刀? 宁峰一惊, 警惕起来, 道友如何知道我用刀的? 中年大汉笑道, 我本是炼器师, 道友身上刀器颇重, 想必平时也是有修刀的。 这把刀乃下瓶法器, 出炉已三十多年, 至今未遇主, 道友不防一关, 看看是否契合。 宁峰不语, 炼器师常年与武器接触, 由此直觉不足为奇。 有的法器在主人手中酝酿久了, 甚至会影响主人的外在气质。 剑修冷直, 刀修罢蛮。 有的剑修, 剑到修炼到一定境界后, 整个人浑身都散发着剑意。 站在哪里, 哪怕不动, 都如同一柄利剑, 让人避之不及。 宁峰接过那把刀, 掂量了一下, 重量和方材那把剑差不多, 似乎更沉一些。 整刀含翘长二尺六, 刀翘是悬木制成, 上了墨绿色的漆水。 上面没有过多的装饰, 只是简单地勾勒出一些云纹。 刀饼是含铁锻造, 手一握上去, 漆冷无比, 洞彻异常。 此刀, 是我当年为高云宗打造的。 在大楚仙国的含月泉边, 刀饼与刃皆是用全底的千年含玄铁锻造的, 冰系土系灵根的都试用。 刀翘你如果以为是用普通悬木制的, 那就错了。 这刀翘的内里, 加了一层五百多年份的灵木片, 运养起来, 速度要比其他一般的下屏法器来得快。 法器需主人常年孕养, 经过一定时间的孕养之后, 法器的品质会有所提升, 无论是攻击力和耐用性都能得到提高。 中年大汉在一旁解释道, 枪! 宁锋右手拔刀出鞘。 摊位前, 立即刮起一阵风, 吹得几人道跑摆动。 竹拳断? 宁锋诧异, 拔刀出鞘的煞间, 他几乎直接感应到这把刀的名字。 难道, 就是这把刀的名字。 竹拳断三字一出口, 这把下屏法器竟开始微微颤抖, 而且还伴随着一阵水流叮咚声, 远听四泉水流过竹林, 溪水奔越山剑。 第69章, 与此刀有缘。 这是宁锋第一次接触法器。 握着法器和握着凡器, 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体验。 他的第一个感觉, 就是这件下屏法器, 似乎迷迷糊糊带着一丝意识。 仅这一丝意识, 足以让法器拥有了一点自主意念之力。 宁锋隐约感觉到, 手中握着的不是一件单纯的武器, 而是一个可以并肩作战的伙伴。 只要他愿意, 随时可以与这位伙伴立下生死盟约。 道妖, 恭喜! 此器与你有大缘。 一旁的中年大汉看到宁锋口出三字后, 法器居然颤动了起来, 脸色又惊又喜。 这把压了仓底三十多年的老库存, 今日很可能有机会出手。 这把刀, 早年他不知道多受多少次, 都一直没卖出去, 并不是没人看上这把刀, 而是这把刀极其挑剔, 实难与人契合。 每当遇到有心买刀之人, 这把刀就似死绝了一般, 毫无任何反应。 无反应就难以契合认主, 若强行买之, 绝非服侍。 所有看中这把刀的人, 最终不得不摇头弃之。 尝试过多次这种情况后, 中年大汉就再也没有将此刀拿出来都受过了, 一直搁在储物袋的角落里。 可是今天, 他居然神识鬼诧地 更没有想到, 此刀与面前这个年少的道友, 如此投缘。 有大缘? 宁峰瞥了一眼中年大汉, 将信将疑。 我信你个老头子, 你确定不是在坑我? 这些商家伎俩, 宁峰不是不懂, 无非是遇人说人话, 遇鬼说鬼话。 听点也就算了。 但一旁的沈平, 却无比地羡慕, 凑过来低声道。 恭喜宁兄, 此刀确实与你投缘。 只要你愿意认主, 它绝对不会不配合, 十拿九稳。 这把刀, 被宁峰握在手中, 自行颤抖了好一会, 才慢慢安静了下来。 此时宁峰只觉得, 手臂与刀柄似乎形成了某种沟通, 只要他意念烧动, 便可灌入灵力, 随意舞动。 若是再对此刀完成认主的话, 那就可以更加随心所欲了。 刀出刀回随心, 灵力尽出自如, 人刀行神合一。 不错, 宁峰对其他的没有太多概念, 但这把刀给他的第一印象非常好。 手感佳, 握着非常顺手, 尺寸也很满意, 提在手上不会很笨重, 而刀的重量上却完全够沉稳。 说实话, 难得。 哐! 一声, 插刀入鞘, 刀刃竟然左右微微摇摆, 似具欲抗。 好不容易对准刀鞘插入了刀身, 宁峰这才抬头问道, 道友, 此刀若是认主, 该如何操作? 如何操作? 中年大汉一愣, 这不是人尽皆知的事吗? 他不明白, 宁峰这样问是什么意思, 不过还是回到, 道友往刀刃滴入一滴血即可。 宁峰点了点头, 他记忆里并没有关于法器认主的这类事。 随后, 表情淡然道, 此刀价格几何? 中年大汉, 闻言皱起眉头, 仰头望着天, 嘴唇微微冻着, 似乎在计算成本和利润。 算了好一会, 又挠了挠头, 才对宁峰道, 此刀用料上加, 百年不得一遇, 乃夏萍法器中的极品。 既然此刀与道友如此有缘。 说个实价, 宁峰将刀往中年大汉手中一塞, 故作不耐烦道。 中年大汉连忙堆满笑容, 道, 五十块夏萍零食, 道友, 五十块零食即可拿走。 宁峰直接吃了一惊, 什么? 五十块夏萍零食? 行情都涨到了这种地步。 方氏里, 像保龄堂这样的正规店铺, 一柄夏萍法器也就是十多块零食, 用料好一些的最多二三十块零食。 这个练习师居然开价五十块零食。 看来夏萍法器价格也涨了不少。 算了, 我先转一圈看看。 宁峰给沈萍打了个眼色, 两人就准备离开。 五十块夏萍零食, 开什么玩笑? 哪怕这把刀再好, 宁峰都觉得没必要花这个冤枉钱。 说实话, 这个时候买这些东西, 纯粹属于高位接盘。 万一哪天, 林家张家的矛盾化解, 方氏里各种商品都回落到正常价位, 那就会被套得死死的。 那个时候哭都来不及。 这个时期其实不适合购买这些修行资源, 除非遇到对方为了救急无奈出手, 极具性价比的, 那还差不多。 中年大汉看到宁峰准备离去, 着急了, 这把刀若是错过这一次机会, 极有可能继续压在舱底数十年。 道友, 我们再商量商量, 四十五块零食如何? 道友, 一番客套, 宁峰还是和沈萍甩托中年大汉, 继续走向其他摊位去了。 怎么? 宁峰没看上那把刀? 沈萍忍不住问道, 他实在不能理解。 法器与修士在战斗中如何一体, 最讲究的就是契合度。 有的修士境界虽然高, 但如果他的法器与他有契合上的间隙, 就搭配起来威力就会大大降低。 如果法器与修士契合度高, 哪怕是握在境界较低的修士手中, 也能激发出极限的威力。 方才那把刀, 虽然是下平法器,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 那把刀和宁峰的契合度极高, 若是审凭自己, 他就算砸锅卖铁, 也会买下来。 他觉得宁峰有可能年少, 不太清楚这方面, 正犹豫着要不要劝一劝宁峰。 先看看再说吧。 宁峰摇了摇头, 前世的购物经验让他深知, 货币三家是最基本的购物原则。 先不论此时买法器划算与否, 就算真要买也需比较一番再说。 这里摊位这么多, 保不准还有其他更合适的呢? 再说了, 大战随时来临, 城内大幅涨价的其实主要是丹药和福禄这些一次性消耗品。 法器和阵法有时间上的耐用属性更换周期比较长。 这个炼器匠想将法器的价位拉到和福禄同等涨幅价位上出售。 说实话, 宁峰觉得他有些趁火打劫了。 这也是宁峰不愿意与中年大汉继续纠缠的原因。 高价收购低接丹药。 一个摊位前立着一张纸牌子。 宁峰看了一眼, 扭头问沈平, 沈道友, 这里有收购丹药的, 你不出售一些。 沈平摇头道, 不瞒宁兄, 我身上此时已是一枚丹药都没有了。 说吧, 沈平苦笑不已。 二阶丹师, 按照领取月份的规则, 需要售出两百枚一阶丹药。 我自己都还要买六瓶聚气丹才凑够。 聚气丹是一阶丹药, 宁峰记得一块零食三瓶。 六瓶聚气丹, 若是按照以前的正常价格, 最多就是两块零食。 六瓶聚气丹, 花了多少零食? 七块零食。 宁峰文言哑口无言, 聚气丹这种低阶丹药, 价格都翻了三倍多。 至于其他高阶丹药, 高阶符路, 恐怕长得更离谱。 道友, 有符路要出售吗? 一个摊主眼间, 一眼就看到宁峰身上的玉牌子, 连忙换了一声。 第七十章, 祖传玉符笔。 宁峰停下, 低头一看, 这家摊上也有一块木牌。 镇法, 零食, 法袍, 求换符路。 宁峰沉音片刻, 问道, 不知道有需要换何种符路。 他也看到了对方腰间的玉牌。 官衔, 炼器四层。 大兆仙国, 三阶符师。 境界, 符师等阶, 都和宁峰一模一样。 官衔讨好的笑着指向摊位上的物品道。 我看到有如此悠闲, 想必已经领了岳奉。 我也是三阶符师, 现在上差一百多张符路, 道友若有多, 可否与我换? 他一脸的苦涩, 语气中既有恳求, 又有无奈。 不过我没有零食了, 只有这些物资。 宁峰望向摊位上的物资, 仔细看了一遍, 忍不住皱起眉头。 三阶符师, 居然穷到这个份上。 摊位上, 摆着两只符笔, 可能用的时间长了, 有些残疚。 还有两包符皮, 和三小瓶符墨。 这些, 是一名符师最基本的家当。 是生财的工具。 若不是走投无路, 恐怕没有哪个符师 会拿这些出来换零食。 除此之外, 还有一把银色的匕首, 长不足一尺, 看样子是下瓶法器。 另外, 有一件灰色的法袍, 不过看上去应该用了很久。 崭新程度, 还不如宁峰身上这件普通道袍。 宁峰摇了摇头, 匕首和法袍他完全提不起兴致。 此人居然想拿这些东西换取符录, 看来多少存了一些 投机取巧的小心思。 这摊位上对他有用的, 也就只有伏皮伏墨和伏笔了。 蹲下身, 拿起伏笔, 两支伏笔, 一支是木质, 一支是御质。 木质的伏笔身上刻着几个字, 被符师掌年画符磨得有些模糊了。 但依稀能分辨出是大楚王符四个字。 而御质的那支伏笔则崭新一些, 但握指的部位也有些泛黄, 笔身刻着松鹤祥云的图案。 这支御质笔笔身还留意着一丝微弱的荧光, 环绕着笔身, 开门剑山解说, 木笔可增半成的成笔率, 环笔可增进一成的成笔率。 半成的成笔率听起来不多, 但细算下来效益惊人, 不可小觑。 画上一百张笔录, 半成就是五张, 宁峰两天可以画六七百张笔录, 那就会多出三十多张成品。 就算是下品的谢力笔, 三十张, 目前恐怕也值一两块零食。 宁峰心里暗暗算了一下, 觉得笔笔确实应该升级了, 就算不升级, 也需要被多一支笔笔。 之前用的那支普通笔笔, 经过这段时间的狂撸, 灵力反复冲刷之下, 笔锋的毫毛都有些掉落。 再继续使用下去的话, 应该很快就要报废。 而且这些能增加成笔率的东西, 表面看是花了钱买下, 但实际上, 多出的成功笔录, 也许不到一个月就能回本。 尤其是那支预制笔笔, 或许半个月就能挣回来。 宁峰将两支笔端在手上, 再仔细比较了一下, 觉得还是面不改色地问道。 我手头倒是有一些下品笔笔, 不知道这支预制笔笔, 道友打算怎么个换法? 宁峰觉得语气提高半成, 不如直接提高至一层。 赢在未来? 官弦听到宁峰这样问, 觉得有戏, 连忙回道, 这个自然要看到有拿什么笔笔来换了。 道友也是笔尸, 昨晚笔笔大掌, 想必道友也知道, 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 他眼巴巴看着宁峰, 昨日购笔笔领取月奉的, 可不仅仅是他一人。 凤瑶城笔尸本就不多, 笔笔在此时又紧缺, 就算有多余笔笔的笔尸, 也不愿意拿出来置换物品。 谁不想囤一些在手中? 说不定行情还会继续涨吗? 所以, 官弦昨晚再次守了一晚, 虽然收了一些笔笔, 但数量却远远未够。 宁峰沉音道, 我有夏品谢力笔, 夏品御笔, 中品也有几张。 他现在身上包括之前的笔笔, 和昨晚薅下来的那部分, 夏品谢力笔就有100多张, 夏品御笔笔更是高达255张。 不过中品就少了一些, 中品谢力笔只有30多张, 因为昨日拜门用掉了百来张。 至于中品御笔笔, 他昨晚只取出20来张在储物带。 回春笔夏品也有50多张, 中品有19张。 官弦眼睛发亮, 喜道, 道友, 夏品的谢力笔现在涨到一块零食13张了, 御笔笔则是10张一块零食。 这支御笔, 来我祖传之物, 道友若想置换, 需180张夏品谢力笔, 或者140张夏品御笔笔。 贵了, 我愿意出50张夏品御笔笔。 未等他说完, 宁峰便放下伏笔, 站起身子, 直接打断他的话。 官弦的焦虑几乎都写在脸上了, 宁峰看得出他是非常的急需笔笔。 毕竟此时已经是早上, 再过一会, 又有大量的笔师涌进来外务堂报道。 一旦知道领取岳峰的规则, 就算有服侍愿意军出笔录给其他人, 恐怕也轮不到官弦。 官弦没钱, 看他摊位上的这点存货便知, 这正是宁峰压架的原因。 哪怕官弦不肯, 宁峰也无所谓, 大不了不满。 反正不着急。 官弦文言愣了一下, 双目无奈中又微露怒意, 牙关咬得一松一紧。 面部表情挣扎了起来, 显得很怪异, 就似左脸再和右脸打架, 他的心中更是无比的纠结。 怎么样? 不换我走了。 宁峰看着官弦的表情, 忍不住笑道。 官弦挣扎了一会, 长出一口气, 苦笑道, 道友, 五十张御风符, 是不是太少了? 此笔是我祖传之物, 若非迫不得已。 面前这个与自己同接, 但又比自己年轻十来岁的符尸, 太狠了。 天上开架, 地上还架。 一百四十张下品御风符, 直接砍去九十张。 而且, 自己还不得不考虑对方的还架, 反复纠结其中的得失。 宁峰摆了摆手, 不必多言, 换? 还是不换? 官弦咬了咬牙, 似做出了决定, 狠下心道。 宁道友, 你们皆是符尸, 你这次就当帮我一个忙, 再给多五十张御风符, 这些符皮符没, 你全部拿走, 如何? 第七十一章, 冷门符录书。 他看到宁峰的御牌子, 知道了这位少年, 符尸姓名。 符皮? 符没? 宁峰心头一动, 再次蹲下, 取出一张符皮, 放在掌心符没。 官弦即道, 这是正宗妖兽符皮, 品质上, 宁道友大可放心。 符皮自然比不上林家的高档符皮, 但比宁峰在宝灵堂买的, 似乎还好一些。 两包符皮, 共三百多张, 宁峰估算了一下, 最多三块零食。 三小瓶符没, 品质极佳, 都快赶上林家的符没了。 宁峰暗暗点头, 算了一下这笔交易, 可以接受。 宝灵堂买的符皮, 已经全部化完, 符墨也要备上一些, 顺手买而已。 这些都是符尸常年必备物资。 官道友身上还有什么好东西, 干脆拿出来看看嘛。 不然到了其他县城, 恐怕就更不好出手了。 连家底都要掏出来卖。 宁峰估计, 官弦极有可能是要离开凤瑶城。 在奥林家张家这两座巨山面前, 凤瑶城的低级修士, 皆如蝼蚁。 一旦开战, 覆巢之下, 安有顽卵。 生死难自卧, 最安全的办法, 自然是避开战乱, 去寻一处安全的先程定居。 官弦现在这个样子, 极有可能就是想领半年的岳峰做盘缠。 这是要跑路的节奏。 果然, 官弦文言一呆, 稷儿苦笑。 能去哪里, 其实哪里不都一样。 说吧, 他似乎想到什么, 手掌一翻, 多了一本书。 冷门符录摘要。 此乃官某祖传秘籍, 记载着一些比较冷门的符录。 不过, 这本是手抄本, 宁道有可有兴趣? 冷门符录。 宁峰心一动, 问道, 可否一关? 官弦道, 二十膝只能关翻二十膝。 见宁峰点头同意, 官弦这才递过这本冷门符录摘要。 二十膝不可能学得会书上讲解的画符流程, 但足够一名符师, 判断一本书的价值了。 宁峰快速翻动, 走马观花斑大致看了一遍。 此书有用。 里面确实记载了一些很冷门的符录制作方法。 不过要炼器五层, 才可能绘制成功。 有几种符录甚至闻所未闻, 但宁峰觉得上面标注的制符流程并非虚言。 哪怕只学成一种符录, 都大有用处。 越冷门的符录, 知道的人就越少, 关键时刻说不准就能发挥奇效。 多少零食? 嗯, 十块零食如何? 官弦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只是手抄本, 不是原本。 原本自然不可能出售, 毕竟是祖传之物。 法不外传, 一般符诗绝少出售自己的看家秘籍, 教会徒弟。 饿死师傅, 市场竞争增大了, 对符诗本身没有任何好处。 仅为了一点眼前利益, 最终将会得不偿诗。 但这本《冷门符录摘要》, 实在是太骗门。 官弦自己都觉得没有什么市场, 有些鸡肋。 最关键的是, 官弦自己都还没学会里面的符录。 正常的符诗学艺, 不是祖传就是拜师, 仅靠个人悟性学会画符的符诗少之又少。 更何况是这种冷门符录。 所以, 官弦觉得还不如卖了这本《冷门符录摘要》, 换点零食或者符录来的食剂。 他满眼期待等待宁峰的回答, 有些担心自己开架是不是太高了。 但宁峰毫不犹豫, 直接砍掉三分之二。 三块零食, 或者二十七张预风符。 这次官弦没有纠结太久, 紧过二膝便一拍大腿, 三十张预风符。 我不要零食, 您倒有就给我三十张预风符吧, 真的不能再少了。 宁峰也没有和他计较, 从储物袋中取出一百三十张下品预风符, 递给官弦。 官弦将符皮符墨, 还有那只预符笔, 包好后递给宁峰。 然后就收拾摊子, 匆匆跑去外务堂里排队了。 一百三十张预风符, 加上他原本收购的符录, 足以够条件领取月份了。 沈平在一旁全程看着, 羡慕之色更是浓了几分。 宁峰竟能一下, 拿出如此多符录。 宁峰叹了一口气, 摇头道, 沈道友有所不知, 这些符录都是我这半年攒下来的库存。 此时不出, 更待何时? 沈平一脸佩服, 又问道, 若宁峰手头还有多余的符录, 可否为我留下十张, 我也想买点防身。 行, 一会回去再说。 宁峰点头, 十张符录而已, 卖给邻居防身也无妨。 沈平性格没有那么跳脱, 还算比较好相处, 宁峰看沈平还算顺眼。 大家都是对门邻居, 万一沈平死了, 他的屋子被牙刑租给其他人。 万一新邻居和宁峰不对付, 也是件头疼的事。 但这并不意味着宁峰对沈平放低了警惕, 他一直都刻意地保持着和沈平的身体距离。 两人又看了十来个摊位, 宁峰基本摸清楚目前的行情。 丹药、 俘禄、 涨价已于三倍。 法器、 阵法、 涨价近两倍。 法袍、 受宠、 功法秘籍这些也张了一些, 但不多。 不过有防御功能或者隐秘功能的法袍 和那些速度极快的受宠, 涨价幅度就很大。 因为这些涉及到安全和保密。 宁峰, 我们过去那边看看阵法。 如何? 沈平突然指向前方道, 目光看向宁峰, 征求宁峰的意见。 宁峰顺着他的指向望去。 一个字迹清秀, 典雅素单的小木牌子便落入木中。 阵法大清仓。 摊主是位女修, 看样子二十来岁, 长得温婉咸静。 虽说不上国色天香, 但却落落大方, 安详四先来, 眉眼描绘如画般精致。 气质上, 也是卓尔不凡, 立在一群散修地摊中, 显得极其的扎眼。 宁峰忍不住鄙视地看向沈平, 沈道友, 恐怕不是看阵法吧。 不知为何, 宁峰总觉得沈平像个好色之徒, 但是他并没有证据。 不过此时沈平的脸色, 还真的没有色迷迷的样子, 一脸沉重道, 宁峰, 最近不太平, 我想买个护院的阵法。 即使如此, 那就看看吧。 沈平说得如此慎重, 宁峰也不好拒绝。 眼水秋, 炼七六层, 大赵仙国, 四阶阵法师。 走到摊位前, 宁峰看到女修妖间的仙国玉牌, 立即对这位女摊主刮目相看。 炼七七六层, 在凤瑶城, 算是精英阶层了。 两位道友, 可是需要购买阵法。 女修摊主见有人上前, 美眸顿时流转, 扫过了二人。 声音如涓涓细水, 流过清清墨田, 但有百般说不出, 言不清的美妙。 实在是沁人神魂, 令人不禁向往。 第七十二章 四阶女阵诗。 道,道道道道友, 这个,这个,我, 这个,那个,我。 沈平的喉咙, 就好像突然被一坨屎 给封印住了一般。 说话结结巴巴, 极不利索。 宁峰愣了, 这祸竟如此奇葩。 昨日见到秦雪二女, 也是如此。 他发现沈平每次见到美女, 似乎都是这副鬼模样。 莫非是心魔? 他很怀疑, 沈平是一个好色之徒。 女修见沈平如此, 目光稍冷, 不再说话。 宁峰连忙推开沈平, 接话道, 言道友, 他想买个护院阵法。 言水秋见宁峰直呼其姓氏, 美眸微精, 低头瞄了一眼宁峰的玉牌子, 然后伸手, 将自己的玉牌子 塞到道袍袋子里。 然后仰起头, 挤出一丝礼貌的笑容问道, 不知道有需要 何种功能的护院阵法。 宁峰朝沈平使了个眼色, 沈平点点头, 闭眼深吸一口气, 然后睁开眼, 脸色也比方才自然了许多, 这朝才言水秋拱手道。 我, 这个, 不知道有, 有没有那种 既带防御, 又有巨灵功能的阵法? 因为我是单师, 修为不高, 又是一个人柱。 宁峰打断他的话, 你是不是一个人柱, 和颜道友有什么关系? 你需要什么阵法, 直接说便可。 沈平连忙解释道, 我一个人柱, 有时炼丹消耗灵力过剩, 又无人为我护法, 所以我才需要有防御功能 和聚灵功能的阵法。 防御功能可以预警, 抵挡外来者的突袭和攻击。 聚灵功能可以增加灵气的浓郁程度。 单师炼丹时, 如果身处灵气浓郁的场所, 承担率也会提升。 而且炼丹后, 同样需要恢复灵力, 如果阵法带有聚灵的功能, 自然事半功倍。 炼丹丘美眸一转, 望向沈平道, 既要防御, 又要聚灵, 同时具备着两种功能的护院阵法, 五阶以下, 只有三个可选择。 沈平文言连忙道, 哪三种? 不知炎仙子可否详细一说? 炼丹丘道, 这三种阵法分别为悬峰会灵阵, 五行七灵阵和融煞化灵阵。 宁峰听到, 居然有融煞化灵阵时, 有些意外。 忍不住打断炼水丘的话问道, 炼道有, 融煞化灵阵也有防御功能。 他一直以为, 融煞化灵阵就是挡煞器和聚灵两种功能。 唐一如来帮他布置阵法的时候, 没有提及融煞化灵阵还有防御的功能。 炼水丘点了点头, 道, 自然有, 这三种阵法都有防御功能。 不过, 三种阵法的等级和功能差异各有不同。 旋风会灵阵是二阶阵法, 五行七灵阵则是三阵阵法, 这个阵法专为防御而设计的, 主要功能就是防御, 可以连续抵挡炼器中期的全力攻击, 六个时辰内绝对不会被攻破。 不过此阵的距离功能就低了一些, 大约占三成左右。 沈平听到可以连续六个时辰炼器中期的攻击, 神色欣喜, 但一想到此阵是三阵阵法, 又不禁皱起眉头。 三阵阵法, 不便宜, 未必消费得起。 那第三个, 什么化灵阵, 又如何? 沈平想尽量多一些选择。 严水秋回道, 第三个就是容煞化灵阵, 此阵为四阵风水阵法, 同时具备三种功能, 不仅可以防御, 聚灵, 还能挡煞气。 四阵? 宁峰和沈平几乎同时惊道。 宁峰吃了一惊, 唐阴如麦阵法给他的时候, 说容煞化灵阵是一阵小阵, 仅值几个零食而已。 甚至还想直接送给他, 分文不收。 可颜水秋却说容煞化灵阵是四阵阵法, 他是四阵阵法师, 唐阴如只是二阵阵法师, 宁峰还是更愿意相信颜水秋的说法。 颜道友, 还有没有其他阵法和容煞化灵阵是同样名字的? 宁峰觉得有必要问清楚, 万一是崇明的阵法, 也不至于以后百乌龙。 颜水秋摇了摇头, 轻吃笑道, 崇明? 怎么可能, 阵法一道, 名字可不是随意乱起的, 每个阵法都有来历传承。 不过, 容煞化灵阵并不属于很常用的阵法, 因为此阵最主要的功能还是挡煞, 其次才是防御和聚灵。 聚三种功能又是四阵, 价格比较贵, 所以用的人不多算是比较小众的阵法。 宁峰心里割了一下, 四阵阵法, 价格贵, 功能多。 如无意外, 他欠了唐阴如意的大大的人情。 宁峰不喜欢欠人情, 陈生问道, 颜道友, 容煞化灵阵售价几何? 颜水秋苗了一样宁峰的玉牌子, 美眸微垂, 陈生道, 此阵售价95块零食, 不过若是道友拿福禄与我兑换的话, 可以算优惠点给你。 宁峰默默摇了摇头, 宁峰则大力地摇头。 四阵我暂时不考虑, 颜仙子, 玄峰会灵阵售价如何? 宁峰连和五行七灵阵都不问, 目标基本锁定在二阵的阵法上。 四阵阵法都接近百块零食, 三阵想必也要好几十块零食, 超出预算了, 都莫必要问。 颜水秋看到, 宁峰却有购买之意, 态度不免好了几分, 微笑着回道。 玄峰会灵阵, 三十五块零食包不治好, 另外送半年维护。 道友意下如何? 不过,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皱了皱眉头。 不过如果道友特别重视防御功能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选, 三阵的护院阵法, 五行七灵阵售价, 才五十块零食, 巨灵能力不亚于玄峰会灵阵, 但防御能力胜之甚多。 沈平沉阴不语, 五行七灵阵可以连续抵挡, 练起中期的权力攻击, 自然是最理想了。 而且巨灵能力比起二阵的阵法, 也不遑多让, 毕竟高了一阵, 就是价格有些贵。 但是, 无论是宁峰还是沈平, 都不得不承认, 颜水秋的价格比其他卖阵法贪主, 要实惠很多。 沈平咬了咬牙, 狠下心, 决定拉下脸皮砍一砍架。 颜, 颜, 仙子, 不知为何, 他又开始结巴起来了。 这个, 五行七灵阵, 四十块零食包布置, 和半年维护, 如何? 四十块零食? 不可能。 颜水秋文颜, 眉头紧簇, 翘脸上露出一丝不快, 直接拒绝。 第七十三章, 法器出任主。 沈平被拒后, 自觉有些窘迫, 老脸微胀红, 无奈道, 我身上零食实在不够, 算了, 我还是买那个玄风会灵阵。 你零食若是不够, 大可拿丹药来底。 颜水秋早就发现, 这家伙是个丹尸, 目前的情况, 还有什么比丹药更安全。 沈平低头苦笑, 他哪里还有什么丹药, 昨日领取月份, 几乎将他全部的存货, 都掏空了。 两人接着又砍了一会价, 沈平极其吝啬, 死活咬定二十八块, 零食这个价位, 一点都不松口。 颜水秋也着急着将阵法脱手, 最后拗不过沈平, 这个玄风会灵阵最终以二十八块零食成交。 不过颜水秋只管布置阵法, 半年的阵法维护服务就不肯提供给沈平了。 我要下午才能过去帮你布置阵法。 颜水秋问清楚了沈平的住址, 便掏出一些震气配件给沈平, 又收了沈平几块零食的定金。 两人交换了传讯符, 再次约好时间, 宁峰二人这才告辞离去。 地摊不少, 卖法器的还真不少。 不过, 许多炼气师的摊位, 都是受剑气为主。 相对于刀来说, 剑在铸造流程上更简便一些, 适合低阶的炼气师。 都是打铁, 锤剑比锤刀, 更省时。 而且许多大宗门的主修技法就是剑刀。 再加上市面上的剑修秘籍也更多。 这就让剑气更容易得到炼气器低阶修饰的青睐。 宁峰逛了几个法器摊, 也试过几把刀, 都不是很合心意。 要么价格虚高, 要么品质稍逊, 要么就是手感差了。 看来那柄竹全断, 值得入手。 宁峰心意已决, 便和审平往回走, 寻找方才那位中年炼气师。 宁峰主要是考虑到张灵两家开战, 城内有可能会受到战火波及, 就算法器的行情居高不下, 恐怕也要买一柄了。 法器一旦入手, 战力大大提高。 昨夜答应林德的条件, 花了一页符, 也带着这个目的, 尽快筹到一笔买法器的费用。 零食留在身上没有用, 得花在关键的地方, 才是正道。 否则人没了, 再多零食又有何用? 两位道友, 中年大汉正在收拾摊位, 似乎准备离去, 看见宁峰和审平走回来, 有些喜出望外。 宁峰问道, 那把刀, 道友说个实在价, 何事便买。 中年大汉笑道, 想必道友也看过其他摊位了, 可有我这把法器品之后, 45块零食, 一块都不能少。 方才宁峰和审平离开, 差不多小半个时辰, 他已经卖了几柄法器出去, 现在也不着急。 宁峰也笑了, 直接回到, 30块零食, 再加两张中品玉峰符, 你若愿意卖就成交, 若不愿意就算了。 这是宁峰对比其他摊位的价格后, 做出的判断, 他的还价, 比目前行情要低一些。 中品玉峰符, 中年大汉面色正重, 仔细在心里敲算了一遍。 如果仅按价值来计算的话, 这笔交易等于没有赚头。 但中品玉峰符, 在此时并不是有临时就能买到, 属于稀缺货。 纠结一番, 中年大汉终于爽快地点头, 成交。 两人交割, 临时服录完毕, 中年大汉就取出这把下瓶法器, 交给宁峰。 道友, 我感觉此刀与你的契合度极高, 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不如你现在滴血, 试试让他认主。 他自幼学习练气, 二十多岁就变成练气师, 不知见过多少法器, 也不知卖出过多少饼。 但第一次触手便能唤起法器意识的, 确实极为罕见。 所以他也想亲眼看看宁峰滴血, 让这柄下瓶法器认主。 宁峰看着中年大汉一脸认真的样子, 不似说谎。 点点了点头, 呛! 一阵水流叮咚, 刚风微起, 刀已出鞘。 宁峰右手提刀, 伸出左手中指, 将指尖轻轻一压刀尖。 皮破, 血珠渗出。 将刀横起, 举起手指, 往刀刃一挤, 一滴血落在刀刃上。 嘶嘶嘶! 刀刃似水, 金血如火。 两者相容交战, 冰火两重天。 刀身就像干柴遇到烈火, 快速地颤抖起来。 宁峰发现, 刀身居然开始变色, 原本暗黑的刀身, 寒银白的刀刃, 似乎蒙上一层淡淡的红色。 这柄法器, 之前握在手中极其寒冻, 而此时, 也开始逐渐升温。 经过三夕, 宁峰便觉得, 右掌有些烫手了。 朗朗朗, 刀身颤抖得愈发严重, 宁峰不得不运气, 勉强控住刀柄。 就在他运起灵力, 直达右手手掌的煞间, 宁峰突然感觉, 刀柄上似乎传递来一些什么。 准确地讲, 这把刀就像突然打开了一扇门, 让宁峰的灵力有门可入。 灵力直接从宁峰的体内 灌入刀身的本体, 刀体内的灵气很快就充盈起来。 隐隐中, 宁峰脑海里似乎也多了一丝 此刀的意识, 那种感觉已无须多言。 人刀已合一, 宁峰已无须用眼睛去看, 他随时随刻都可以感应到 整把刀的状态。 还有朝向, 位置, 刀长二尺六寸三分, 重三十二斤四两九千。 刀尖在锻造之时, 走脆火工艺的过程中 曾经出现过一点瑕疵, 若遇到同级法器, 不可以刀尖抗之。 刀尖, 距离审平约五尺, 距离炼气势约七尺。 叮咚叮咚。 刀此刻也不再颤抖了, 奇吻无比, 再次发出了泉流声。 这次的泉水, 欢快无比, 似乎愉悦至极。 宁峰神念一转, 整把刀顿入体内, 直接消失在手中。 低头, 手中已无刀。 可喜可贺, 恭喜道友。 中年大汉一脸惊奇, 也一脸欣慰, 但也有一丝惆怅。 练气数十载, 他对自己锤炼的法器, 多少有些感情, 这把刀出炉三十余年, 一直在他身边。 此时, 此景, 看到此刀没入宁峰的体内, 中年大汉脸色的表情, 就如同看着女儿出嫁一般。 不, 这简直是亲眼看着女儿被抱进了洞房。 但庆幸的是, 女儿算是找到一个好归宿。 同时, 中年大汉心里也有震惊, 这次的法器认主, 是他见过的法器认主过程中最快的, 也是最顺利的。 这说明, 这把刀盒面前这位少年道友, 契合度极高。 一人一刀, 加上这么高的契合度, 战力便可翻倍。 若是日后这位少年, 蕴养此刀得利, 战斗威力还能提升。 一旁的沈平, 更是羡慕不已。 恭喜宁兄。 第七十四章 张家祺习镇 要知道法器认主, 可没有这么简单。 修士与法器就如夫妻二人。 认主绝非一厢情愿的事情, 双方需要契合度。 整个认主的过程中, 但凡有一方心存见习, 便随时会失败。 就算修士以灵力强行逼迫法器认主, 也不是什么好事。 契合得好, 人器合一, 屈之如弊。 但若是强行合之, 法器极有可能在日后使用之时, 反噬其身。 不说别的, 在战斗中, 法器突然回头给你捅一刀, 就问你怕不怕。 新认主的法器, 需要主人多酝酿。 道友闲暇之时, 可以灵力灌入刀体, 无需拔刀出窍, 维持十息左右便可。 中年大汉给宁峰详细说明了一些, 法器使用上的一些细节。 毕竟女儿嫁了, 交代一生, 自己也放心许多。 随后, 宁峰和沈平告辞中年大汉, 便往灵家城门走去。 沈道友, 你的灵力恢复了几成? 宁峰好奇问道, 从昨日到现在, 已经近十个时辰了。 五成。 沈平苦笑道, 若不是昨晚我打坐了两个时辰, 恐怕只恢复四成。 宁峰不语, 像沈平这样, 为了炼丹将灵力直接消耗见底, 很少有。 多数服饰和丹师, 都不会这么鲁莽行事。 除非特殊情况。 果然, 沈平叹息道, 说出来, 让宁兄见笑了。 其实我前晚之所以不停炼丹, 是想赶在领取月缝之前突破三阶, 这样就能领多一些零食, 谁料最终还是失败了, 还炸了炉。 宁峰恍然明悟, 人才啊, 这完全就是赌一把。 说了, 体内灵力不足, 防身安全都成问题。 赢了, 成功晋升三阶, 领取的零食又多出好几块。 换成宁峰, 若没有金手指的帮助下, 说不定他也会如此做。 宁峰忍不住问道, 突破三阶丹师需要达到什么标准? 沈平道, 炼成一枚上品的二阶丹药, 或者一枚中品的三阶丹, 看来和服饰的晋级标准差不多。 出了凌家城门, 沈平的表情立即焦虑了起来, 牢牢地跟着宁峰走。 今天天气极好, 陈阳之光斜射入城内。 宁峰深吸了一口气, 感觉空气很新鲜, 而且灵气也异常充沛。 比上次来的时候, 似乎还充沛了几分。 凤瑶城的护城阵法, 似乎也有聚灵的功能。 自从上次张通来袭之后, 凤瑶城的护城阵法就一直没有关闭。 而此时的凤瑶城里, 正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 商铺开门, 休市出行, 各行各夜都在准备开始一天的运作。 两人一路无话, 各自警戒, 静止往城东急步走去。 轰, 轰, 轰。 刚刚走出凌家城门不到二十溪, 就听见头顶上方传来巨大的异响声。 二人大惊, 连忙抬头一看, 只见数十只飞兽正在快速往城中央上空飞来。 飞兽身上都骑着修士, 一阵阵炫眼的法术光芒自这些修士手中击出, 直接打在凌家族地上空的位置。 这些法术激发的光芒走到一半就似乎被什么东西给拦下, 仿佛击中一个透明的防护罩。 每当击中这个防护罩的时候, 就会发出巨大的响声。 不好, 有人攻击护城阵法。 由于相隔不远, 凝峰听见凌家城门的护卫大喊起来, 隆隆隆。 与此同时, 街道上的人都能隐约听到地底传来几声低沉的声音。 凝峰也听见了, 还感觉脚底传来了轻微的震动。 这种沉闷地下响声, 他之前就听过, 上次凤摇城阵法启动的时候, 也传来这种声音。 女兄, 我们快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沈平看到天空中这一幕时, 脸色已然大惊, 催促凝峰赶紧回城东那边。 宁峰不发话, 面色沉着, 举步就跑, 沈平跟随其后。 此时街道上已经乱成一片, 四处都响起惊呼声。 反应快地修士, 拔腿就跑。 反应慢地, 也紧紧愣了一息, 随后也是拔腿就跑。 无一人例外, 全部是跑离城中央, 越远越好。 宁峰一边跑, 一边抬头望向天空。 至少四十名修士, 聚集在了凤摇城中央的上空。 而且, 每人都非常有序地, 开始各自站位。 看样子, 似乎是准备摆出了一个阵法。 毫无疑问, 战火已经开燃了。 燕九说, 前几日夜里, 凌家去偷袭了张家的矿场, 导致张家不少修士陨落。 这次应该就是张家的人来复仇了。 一空中这种阵容, 张家很可能是出动了全族之力, 希望一战成功, 一举拿下凌家。 不管谁最终取胜, 凤摇城内恐怕都不再安全了。 尽快回家躲着。 宁峰现在有些庆幸, 当初在城东租房子。 城东始终距离城中心有些距离, 城西则距离凌家的足地更近。 距离太近容易被误伤, 上空的修士如果一箭劈下来, 保不准会落在谁家院子里。 轰,轰,轰。 方才零散的攻击声开始变得整齐, 极有节奏。 空中来袭的修士已经联合了起来, 集中攻击在一处, 那层隐形的防护罩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 挡住那些修士袭击的位置, 肉眼可见地扩大了一些。 地底也不时传来轰鸣声音, 地面的晃动感更强烈了。 快跑! 他们在攻击阵眼, 涌步了多久, 护城阵法就会被摧毁。 乱哄哄的人群中, 突然有人大声叫喊道。 逃跑的众人更慌了, 都加快脚步。 有受宠的早就骑着受宠急迟而去。 那些刚开门准备做生意的店铺, 也是慌乱中匠门一锁, 随后加入了人流中。 凌家修士此时也有所反应了, 数十道身影乘着飞兽自成中心扶摇上, 朝攻击阵法的敌方修士飞去。 城内的护卫队也迅速集结, 骑着受宠飞跃出城门, 朝着各个方向各自急奔而去。 高境界的修士在空中攻击凤摇城护城阵法, 肯定是试图直接袭击凌家的足地, 打凌家一个措手不及。 而低修为的修士也有可能从地面发起进攻。 凌家的部署很明显是让高阶修士去阻止空袭者, 护卫队则守护城内安全。 凌峰司机回头望了一眼, 忍不住摇了摇头。 凌家这一部署, 如果修士进出的话, 足地必定虚空。 对方若是来一招声东击西, 提前派遣修士埋伏在凌家足地周围, 那凌家就会有大麻烦了。 第75章 长府批护卫 凌家修士有近百名修士, 但助击只有一个,家主凌平。 凌平生死未卜, 上次张通席城后, 凌家没有对外公布消息。 而凌家的其余修士中, 炼器九层仅有五人, 炼器八层有二十多人。 除了自家的修士外, 凌家也有一些客亲, 基本都是炼器后期。 方才足地里升起的数十道身影, 凌峰估计都是凌家的重要成员。 这些人是目前凌家的主要战力。 足地里剩下的修士, 战力应该不会太高。 不过, 此时凌峰顾不上想这些, 跑路要紧。 大大大! 一队骑着授骑的护卫队, 大约共有三十人左右, 从凌峰身边飞驰而过。 凌峰和沈平现在所处的位置, 正是凌家内城外门的大路上。 这条街道, 是整座凤窑城里最大的街道, 人流量也是最大的。 凌峰和沈平随着人流, 迅速往街道的尽头跑去。 只要直接跑到这条路的尽头, 再往右边拐入另外一条街道, 就属于城东的范围内了。 跑了许久, 还没跑到街道尽头, 就隐约就听见前面传来激烈的打斗声。 紧接着, 还有人惊呼道, 退! 快退! 张家的人, 已攻入城内了。 前面还在狂奔的人, 开始停了下来, 一些人往后退。 凌峰跑到前面一看, 只见方才从他身旁跑过去的 那一队骑着兽旗的护卫队, 正围着几名修士疯狂进攻。 那几名修士, 看样子应该是张家的人, 为首的修士, 骑着一只黑虎, 外表看上去约四十来岁。 这名修士的法器, 是一把长斧, 只见他面色沉冷, 举起长斧, 斜着劈了下来。 几名凌家的护卫队, 连人带兽旗, 直接被劈成片。 血肉横飞, 空气中腥臭无比。 凌峰远远看着心里吃惊,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么长的斧头。 张家这位修士手中的长斧, 实际上就等于一把大砍刀, 只不过, 刀刃的部分是斧头。 而且, 斧刃非常长, 几乎有二尺多, 看上去非常沉重。 斧头劈出来的同时, 还带着一团团的火焰, 很可能是中平的法器。 凌家护卫队员损了几名, 其余的也有些心计, 攻击一下缓慢了下来。 凌家招收护卫队, 要求颇高, 各个都是炼气中期, 最低也是炼气四层。 张家修士这一服, 就批死几名炼气中期, 可想而知他的境界, 最少是炼气后期了。 看来张家的进攻部署, 也是经过推敲的。 凤瑶城的阵法, 短时间未必能攻破, 提前埋伏人手在城内, 四击四处发起进攻, 绝对会让凌家手忙脚乱。 一旦族内修士被派遣到四处支援, 战力就会被分散。 张家的其余修士似乎也不弱, 几乎都是一人敌几人, 分别和凌家的护卫队站了起来。 为首那个修士又是一幅, 阵阵火焰焚起, 滑向围着他的那些护卫队员。 他坐下的这只黑虎, 看样子似乎是灵兽, 每次主人出手的时候, 他都配合着, 拍出虎掌。 不, 虎掌激起一阵刚风, 被击中的凌家护卫队员不死即伤。 不到五十夕, 三十多名护卫队员几乎全军覆没。 虽然相隔张家那些修士还有数十丈远, 但凌峰看了此景也不禁后背发凉。 张家在城内进攻的修士应该都是炼气后期, 甚至可能是炼气九层。 这等境界的修士只要一俯劈过来, 围观的这群人恐怕全部变成肉炸。 不行, 得赶紧离开。 不过张家的修士在斩杀凌家护卫队以后, 没有对对周围的人进行攻击。 这次他们袭击凤瑶城, 目标是凌家, 灭族, 夺城, 取而代之。 若是拿下凤瑶城, 城内的一切资源都是张家的。 所以张家不可能傻到对城内修士动手, 谁知道城内有没有藏龙卧虎。 万一惹起众目, 受到围攻, 那更是得不偿失。 而周围的修士更不可能对张家动手。 城内定居的修士一般都是炼气中期为主, 只论战力就无法与张家的修士抗衡, 动手无意找死。 更何况, 张家凌家对立这件事根本就与自己无关, 谁赢了, 谁就是凤瑶城的主宰。 没有人傻到要为凌家出头。 所以, 张家几名修士在众目睽睽之下, 驱兽奔驰, 准备直奔向凌家族地。 宁峰相信, 在城内的其他地方, 一定也在上演着同样的一幕。 分散入城, 然后在凌家族地集中, 进攻凌家的大本营。 空中有人分散注意力, 吸引凌家的高端战力。 无论双方怎么斗, 最后的战火势必会烧到城内。 城内或许才是真正决定胜负的战场所在。 宁兄, 我们别看了, 快走吧。 沈平脸色苍白, 嘴唇微微颤抖, 拉了一下宁峰的道袍。 走! 宁峰回过神, 看到街道右侧有一条小巷子, 给沈平使了个眼神。 沈平自然心领神会, 两人准备穿过混乱的人群, 潜入那条小巷子。 从头顶快速掠过, 还有翅膀煽动的声音。 宁峰抬头一看, 只见一只巨大的孔雀, 在这一名女修正越过头顶, 快速往张家修士的位置飞去。 紫语孔雀, 紫衣女修, 一人一雀, 双翅轻摇, 却上人衣媚飘飘, 如仙凌晨。 宁峰只觉得, 一阵淡淡香气, 自空而降, 直扑入鼻中。 不过他看不清却上人的模样, 只知道是一名女修, 孔雀是从林家族地方向飞来的, 料想应该是林家的修士。 方才林家护卫队发现张家修士时, 就有人用传讯符请求支援了。 从族地出发赶到这里, 怎么说都要上百溪? 所以, 支援还是来晚了。 林家那三十名护卫队员被斩杀, 也不过几十溪内发生的事情。 离张家几名修士还有一段距离, 孔雀就已经发起进攻。 接! 孔雀仰手, 一声翠音, 直入云霄。 随后这只紫色孔雀把尾巴抖得哗哗啦啦的响, 尾巴微微翘起, 如扇子般打开。 随即, 她那彩色斑驳的围雨, 渐渐散开来, 在日光的照耀之下, 紫光闪闪, 秀丽十分。 紫雀开屏, 金针如鱼。 数百枚金色的钢针, 自孔雀瓶中击视而出, 如雨如注, 习向那几名张家修士。 街道上围观的修士, 至少有几百人, 谁见过这一幕? 阳光下, 紫雀开屏, 漫天金针, 璀璨夺目。 第七十六章 孔雀紫一仙, 雀上人也没闲着, 在孔雀射出金针的同时, 手掌一抓。 手中赫然多出一件法器, 外形如蛇, 蛇手呈三角形, 顶部锐利无比。 随后紫一女修举起法器, 往下方直接一刺。 秀! 刺间竟射出一条蛇状的悬光出来, 在空中扭动着身躯, 栩栩如生。 蛇手一摆, 双目放垫, 然后张开血盆大口, 紧跟着漫天的金针, 冲向张家的几名修士。 此时街道上的修士, 许多人都还在张大嘴巴看着天空。 只有少部分活得通透一些的修士, 开始四处逃散。 原因无他, 尽快远离战场范围, 否则双方一旦对抗, 随时会被余波挤成肉酱。 其这孔雀的女修, 竟然敢孤身出战。 修为境界, 想必也不会比张家的人差太多。 若是炼气七九层的人物, 随便一击的余波, 在座的修士, 恐怕没有几个能抵挡得住。 毕竟距离太近了。 街道上这些修士, 多少是炼气中期, 此时不跑, 更待何时? 而宁峰和沈平, 已经窜入了那条小巷子里了, 宁峰忍不住回头望。 张家几名修士, 早就乐受备战。 这一切, 其实也仅仅发生在不到三夕的时间内。 散开! 为首的修士, 望着漫天金针, 面色凝重, 手一挥, 令其余几位修士散开站位。 孔雀设下的金针, 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中间, 若是散开来, 就算受到攻击, 也不会受到太多损害。 哦! 张家为首修士那只黑虎, 见到那条狂舞袭来的悬光虚蛇, 怒火中烧, 朝着空中咆哮一声。 一声唬吼, 声传树里, 如晴天霹雳。 震得众人震龙发聩, 修为差一些的人, 身体都有些摇晃起来, 开始站不稳了。 开! 张家为首修士也随着大喝一声, 手中长斧朝空中一批, 气势萧然。 夫人蹦出一道湖泊钢光, 迅速扩散开, 死死护住己方几名修士的上空范围。 擦擦擦! 真如雨, 射在湖泊钢光上, 如雨水击散, 纷纷四箭开来, 落在地上。 可是那条悬光虚蛇, 却似未曾受到任何阻拦, 直接击破湖泊钢光, 只举张家为首修士。 张家为首修士煞间被震落虎背, 口吐鲜血, 倒在了地上。 宁峰在巷子中看了心中暗惊。 张家为首修士这等战力, 竟然敌不过林家女修一击。 看来, 此女修应该是林家的核心人物。 走! 没有迟疑, 宁峰回过头, 直接冲入巷子。 沈平见宁峰动作迟缓, 脸上其实早就焦急万分了, 不过他也不敢催宁峰。 两人绕过两条巷子后, 又回到了方才的大街道上, 这里距离战场很远, 安全了许多。 宁峰又扭头望去, 远远还能看到林家的女修仍骑着孔雀背上, 朝着下方不断攻击。 张家几名修士似乎都倒在地上了。 看来这一战, 林家女修占了上风, 不过之前折了三十多名护卫。 而城内四处都传来喧闹声和售吼声, 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战况如何。 要尽快回家。 宁峰加快脚步, 沈平紧紧跟着身后。 走到大街尽头, 右拐, 刚走进街口, 宁峰就发现有些不对劲了。 街道上, 有尸体。 地板上, 燕红的鲜血还在流动。 虽然也有许多行人, 但各个表情惊慌, 几乎都是小跑着穿过街道。 而且还不时回头张望。 宁峰, 不如我们回头吧。 我们从方才那条小巷子, 绕到城中央, 再从另外一条街道回去。 如何? 沈平一看到街道上的尸体, 脸色顿时发青, 嘴唇也哆嗦了起来。 街道上的尸体, 吓退他了, 他心里已经打起来退堂鼓。 宁峰沉吟道, 不急, 先看看吧。 沈平的意思, 就是直接绕一个大圈, 从另外一条路回到城东。 但, 此时的凤瑶城, 恐怕无论那条街道, 都无法保证百分百安全。 与其求远, 不如求尽。 两人躲在街口角落, 看了一会, 总算看出一些些端倪了。 有一群散修, 在洗劫街道两旁的商铺, 遇到商铺的人反抗的, 直接合理击杀, 然后搜刮财物瓜分。 这让宁峰想起前世, 那些趁着混乱打劫烧抢, 砸商店, 砸柜园机, 抢超市, 砸小汽车的新闻。 城内大乱, 恐已不可免。 或许会有许多散修会趁机浑水摸鱼, 塞满自己的荷包。 平日里, 有邻家护卫队在城内巡逻管辖, 治安自然相安无事。 但现在这等情况, 可能城内四处都在发生。 又观望了一会, 宁峰发现那些散修多数都是各自浑水摸鱼, 最多二三人组队并不是那种有组织的大团队。 他们对于穿街而过的其他修士虽然满怀敌意, 但基本不会主动出手攻击。 求财而已, 搜刮商铺里的财物足够了。 只要你不挡着我发财, 那就各行各道。 走! 宁峰瞄准机会, 看到一对盗旅进入街道, 连忙跟在后面。 这对盗旅看到街道内的尸体, 只是皱了皱眉, 脸色却无太多惊慌。 宁峰感应不到他们身上气息波动, 但凭直觉, 感觉他们的修为境界应该不低。 跟在强者的后面或许会安全一些。 审平无奈, 也只能紧跟其后。 这条街道并不算大路, 但由于靠近主街道, 两侧商铺挺多。 看到两名散修在一家卖领米的商铺里, 疯狂地翻箱倒柜, 宁峰不禁有些感慨。 此时距离张家修士来到凤瑶城上空攻击阵法, 其实并不太久。 但这些散修居然就开始抢上铺了, 可见修仙界之乱。 有人统治的仙城和战乱下的仙城, 差距太大。 别看平时凤瑶城一副安定祥和的样子, 但此时遇到一点动荡, 人心之恶便立即爆发了出来。 众生欲赫难填, 实力永远是这个世界生存的资本。 宁峰神念一转, 刀已握在手中。 前面的那对道旅, 身上穿的也不知道是什么道袍, 似乎有隐匿和轻身的功能。 走着走着, 宁峰和沈平发现他们竟然已经在十多帐之外, 身影忽影忽现。 末一会就消失在事业里了。 莫办法, 二人只能跟着其他修士, 快步急行, 希望尽早走过这条街道。 走着街道中间, 这里的抢劫情况更严重了, 不时看到商铺里有修士在对战。 有些原本打算路过的修士, 看到一些店铺里已经被洗劫过, 店内又没有人, 也忍不住冲进去搜刮一番。 狂浪。 经过一家名为灯仙阁的临时馆时, 砸下一只物品。 不歪不斜, 正好落在宁峰脚下。 物品一砸几碎, 裂开, 散落在地。 第77章, 仙尘第一刀。 宁峰低头一看, 是之瓷瓶。 瓶中还有液体, 瓶碎后, 这些液体流到地面, 成青绿色, 还散发出一股药香气味。 再抬头一看, 二楼有个披头散发的修士, 正低头看向他。 这修士身穿蓝色道袍, 二十来岁的光景, 外表极其英俊, 他嘴角微微勾起, 露出一丝邪笑。 他的眼中满是细血之意。 看到宁峰往上来, 修士将满头散发一撩, 一个侧身跨过护栏, 从二楼直接跃下。 他目光扫过宁峰腰间玉牌, 一股威压迅速升起, 笼罩在二人身上, 瞬间已查探出 沈平和宁峰的境界。 二人都是练气四层。 随即阴森道, 两位道友, 为何如此不小心? 踩碎我的灵液瓶。 青年修士一眼邪笑, 盯着宁峰和沈平。 俄才? 宁峰皱眉, 探查不到对方的境界, 修为应该比自己高。 而沈平身形开始往后退, 表情惊恐万分。 见此景, 青年修士忍不住得意笑了, 又往前一步道。 此为修魂液, 二十五块下瓶零食一瓶, 瓶子是用地火炎制成的, 有保温功能, 光这个瓶子都要七块零食。 灵液一买, 瓶子却难得。 两位道友至少需赔偿四十块零食与我。 宁峰低头看了看地上的碎瓶子, 脸上有些冷然。 这位道友, 你说的可是地上这个瓶子。 青年修士也往地上看了看, 表情一愣后点头道, 自然是此瓶。 宁峰抬眼望着青年修士, 默然道, 道友为何说此瓶是你的? 有何证据? 莫非瓶子上刻有道友的名字? 青年修士文言正了一正, 随后表情有些惊讶, 不怒反笑道, 证据。 我这就送去你去看看, 我的证据。 反手一翻, 一只玉笛呈现在掌心, 随后直接扫向宁峰。 呜呜呜。 玉笛的十二个孔, 立即散出十二道青色的眩光, 笛声大起, 名音如律。 十二道青色, 眩光煞间, 绞成一条刺链, 直接向宁峰脖子袭来。 宁峰早有准备, 双手同时仰起。 左手快速祭出一张符落, 上片。 自从张家修士开始攻击凤瑶城护城大阵的时候, 宁峰左手就一直捏着两张符路, 一张谢力符和一张玉符符, 皆是尚品。 玉符符是为了逃亡准备的, 有任何危险, 宁峰都打算直接走人。 现在宁峰祭出的是尚品谢力符, 能抵挡助击前妻的一击。 这个青年修士不可能是助击, 所以宁峰才有信心祭出这张尚品谢力符。 这符路一扔, 就等于直接扔掉二十多块零食。 只见谢力符在空中开始焚烧起来, 金色的符纹如雾扬起。 这些符纹飞速狂舞, 如蛟龙出渊, 煞间笼罩住对方的十二道青色炫光, 并且开始吞噬那些青色的炫光, 两者相撞, 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 叮咚, 叮咚。 此时, 突然一股泉流水声传来。 声音不大, 但穿透性却很强, 透彻之音骤然响起。 宁峰右手的竹拳段, 几乎在那张上品谢力伏计出的时候, 同时挥出。 灵力去刀, 人刀一体, 如灰几壁。 只见漫天清光和金雾中, 一道绿炼钢光, 如金红乍起。 长红挂天? 斩向青年修士。 青年修士措手不及, 他完全没有想到, 宁峰在受到攻击时, 还能出刀袭击。 自己比宁峰高一个境界, 欲敌这一击, 对方就算挡得住, 也会狼狈不堪。 所以他压根就没有收拾, 更没有防御之心。 他方才看到了宁峰腰间的玉牌, 知道对方是个浮尸, 但怎么也没想到, 宁峰居然寄出一张上品的符录。 这张上品谢力伏完全抵抗住欲敌的攻击, 让刀器直接穿透那十二道青色炫光, 狠狠批来。 青年修士看见了刀光袭来, 下意识左手挥出, 寄出一件物品。 顿时他的身前笼罩起一阵金色光芒, 煞间凝聚成一件马甲形状, 一张下品的防御法器。 但可惜, 没完全挡住。 刀光被挡住了一部分, 但仍有余光掠过马甲, 狠狠披在青年修士的胸口。 鲜血, 立即如泉涌出。 狂浪! 笛子落地, 生如金玉, 长鸣悲戚。 青年修士满脸不可置信, 半截身子缓缓滑落在地上。 另一半, 人稳稳扎在地面, 保持着一动不动的姿势。 一击不忠, 落地成河。 寿命, 三十九分之十六岁。 此刀不负我所望。 宁峰心潮澎湃, 低头看了一眼手中刀。 刀柄仍微热, 鱼颤油不止。 方才那一刀的威力, 远超宁峰自己的想象。 他能感受到这把刀, 在他方才挥出的时候, 似乎产生了一丝必死之心。 那种感觉虽不强烈, 但宁峰作为刀主人, 却能完全感知。 那是一种全力以赴, 宁欲碎不瓦全的意志。 宁兄, 我们, 快走吧。 沈平看到宁峰一击杀了青年修士, 眼瞳都放得极大, 一脸吃惊。 他方才都准备跑路了。 宁峰回过神, 驱刀入体。 走到青年修士尸体旁, 捡起那把玉笛和残破的防御法器, 扔入储物袋。 又迅速在两截尸体上搜摸一番, 摸到一个储物袋。 走。 淡淡说了声, 宁峰就直接快步继续往前面走。 他左手一直捏着上品玉风符, 心中也有打算, 若方才一击不忠, 他就祭出玉风符逃生。 至于沈平, 自然顾不上了。 沈平一开始就往后退, 而且也做了随时跑路的打算, 宁峰自然看见。 不过, 宁峰也不怪他, 换作是他, 也会如此。 各顾各, 遇到事, 只能两头纷飞。 接到上行人自然看到宁峰和青年修士的对战, 但正常修士也不愿多管闲事。 顶多就是路过的时候, 脚步放缓一些, 多看两眼而已。 倒是有几个刚从商铺里翻箱倒柜出来的修士, 表情则有些蠢蠢欲动。 他们自然看见了宁峰捡走那个青年修士的法器和储物袋。 这些东西, 在目前这个时期价值近百块零食。 还有青年修士身上的储物袋, 虽然不知道里面有啥宝贝。 但是一个手持两件法器的修士, 财富怎么说都不会太少。 看到宁峰离开, 这些修士极为眼热。 手中的法器握得死紧死紧, 但最终又缓缓松开。 那一刀, 他们也看见了。 自问, 未必挡得住。 而且, 那个少年似乎还是一名服尸。 扔出的服录, 竟然是上品谢力服。 这些修士心里颠量了一下, 觉得还是算了。 老老实实去翻箱倒柜, 不比玩命箱。 第78章 沈平手中剑。 宁峰和沈平就在这些修士的目光下继续往前走。 其实许多商铺被抢, 多数都是掌柜不在, 店里只留了一些凡人在打理, 或者是一些境界比较低的店员。 这才让那些抢劫的修士心生邪念。 方才那个青年修士敢额宁峰二人, 也是通过观察, 判断出他们的境界不高。 归根到底, 问题还是出在沈平的身上。 他几乎是半弯着腰走路, 脸色苍白。 这是灵力缺乏的明显象征。 而且, 沈平一路上东张西望, 表情慌慌张张张, 像之惊弓之鸟。 随便一个人看到他, 都知道他精神正处于高度绷紧的状态。 这种人, 极易拿捏。 马善背棋, 人善受棋。 宁峰自然也猜出, 是因为沈平的原因, 导致他们成了青年修士的下手目标。 手掌一番, 递过一枚丹丸。 沈道友, 这是傅灵丹, 你先扶下吧。 傅灵丹? 这可是四阶丹丸, 服用一颗, 树溪内就能恢复灵力。 沈平狂喜, 没有想太多, 赶紧接过丹丸塞入口中, 一咕噜吞下。 很快, 一股热流从丹田升起, 之前消耗未来的及恢复的灵力, 重新被唤醒, 迅速集结, 填满整个丹田。 舒畅至极, 谢宁兄。 回家后, 我再给你折算回灵石。 沈平自然明白, 不可能白拿宁峰的复灵丹。 宁峰在这种情况下, 愿意取出一枚卖给他, 已经是极大的恩惠了。 说实话, 就算宁峰现在弃他而去, 沈平也丝毫不会觉得奇怪。 好, 宁峰点了点头, 面无表情, 继续行走。 他也没说不收钱, 天下哪有免费的白赠语。 更何况是傅灵丹这种 急速恢复灵力的好东西。 他这一枚傅灵丹给出去, 更多是为了自身考虑。 沈平恢复灵力后, 宁峰也会更安全一些。 不说别的, 就算再遇到劫匪, 两人合力始终总比一人强。 万一真的打不过, 宁峰就直接来一张预风符, 他相信尚品预风符的顿陶威力。 若真到了那一步, 他这一枚傅灵丹, 就等于偿还了沈平之前给他, 邀他同行的那瓶熔灵丹。 如此一来, 便不会留下因果羁绊。 龙龙龙。 弟弟沉闷声音, 其实一直在响, 只不过这次, 似乎突然大了起来, 还伴随着比之前更强烈的晃动。 不好, 护城大阵很快就要被攻破了。 人群中可能有阵法师, 第一时间感觉到了阵法的不稳。 阵法一旦被破, 空中的张家修士就会大举攻入凤瑶城, 邻家必然全力抵抗。 双方攻守战之下, 在城中心附近肯定是不安全的。 宁峰抬头一看, 只见上空, 张家的修士一直摆出一个阵法, 似乎用阵法在疯狂地攻击。 凤瑶城的护城阵法是六阶大阵, 据说可以在十二个时辰内, 抵挡十数名助击修士的全力合攻。 可现在, 距离张家攻城还不足半个时辰, 阵法却遥遥欲碎。 宁峰估计, 多数是张家的那个攻击阵法, 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张家肯定没有这么多助击修士, 张家有可能是受到高人的指点, 才能迅速找到阵眼的位置, 然后用阵法攻击。 一个阵法, 阵眼就是其灵魂, 如人之大脑。 阵眼承担着整个阵法的运作和功能分配。 若是找到阵眼, 直接全力攻击阵眼, 那阵法被攻破, 就是迟早的事情了。 凌家的修士也在空中剑拔弩张, 只等阵法一破, 立即交战。 在体力上, 张家可能会吃一点亏, 任何法术长时间这样全力出击, 灵力肯定消耗巨大。 凌家等于以一代劳, 占了一点体力上的优势。 再看审平, 服用了副灵丹后, 手掌一拉, 沈平整个人的精神气都似乎有些不一样了。 腰杆都好像挺直了一些。 走吧, 凌兄, 此地不宜久留。 沈平说吧, 静静直往前走去, 语气都笃定许多。 凌风瞄了一眼沈平, 只见他不姿平稳, 脸上也恢复了血气。 沈平手中那把剑刚取出来的稍后, 竟然带有一股寒气, 令周围温度骤减。 凌风在一旁都觉得有些冷嗖嗖。 如无意外, 至少是下平法器。 凌风也翻出竹拳段, 握在手中, 随后左右扫视了一番, 便跟了上去。 两人一前一后, 快速往街道尽头跑去。 这条街道很长, 不过到了街道的尽头, 就算进入了城东范围。 而长生巷又在城东范围的东部比较偏僻的位置。 所以, 还要穿过好几条巷子和街道, 才能抵达长生巷。 一路上混乱无比, 街道上也不时有修饰对战。 甚至一些设了防御阵法的商铺, 也被劫修合力攻击, 冲进去瓜分财物。 一些凡人或者店员没来得及撤退, 直接被杀死, 尸体抛在街道上。 两人一前一后, 差不多走到街道尽头了, 却看见前方有两名修士在恶斗。 一名持着双斧的胖修士和一名剑修, 各自施展法爵, 互相攻击。 浮影重重, 见光漫天, 几乎将整条街道给覆盖。 过路的修士无奈, 境界低的修士只能焦急地站在一旁观战。 这两名修士显示出来的境界并不低。 若是贸然闯过去, 不是被余波所伤, 就是干涉了别人的相争。 搞不好, 影响了别人的发挥, 被他们两人同时转过来对付自己, 那就不划算了。 宁峰走近一看, 地上有个袋子, 零食散落在袋子周围。 看树木, 至少有两百块零食。 这两名修士的身后, 是一家银庄。 银庄是专门置换修仙界的零食的, 类似前世的银行。 宁峰看了一眼便基本了然, 这两修士应该是为了分赃不公, 打起来的。 又或者是其中一人结了银庄, 另外一名剑才起义, 黑赤黑。 宁峰, 如何是好? 沈平淡定的表情又不见了, 只要遇到一点事, 就有些慌。 宁峰道, 先等等吧。 他发现, 那名剑修明显占了上风, 如无意外, 很快就会获胜。 果然, 那名剑修技高一筹, 一剑刺出, 刚风阵阵, 剑光层层, 一下就锁定了对面的胖修士。 吃! 胖修士一声大喝, 脸上长得通红, 似乎激发了什么秘书。 不! 一声巨响, 只见胖修士身形张大了一倍不止, 如一个巨大的胖头驼, 双目通红。 举起双斧, 挡住袭来的剑光, 然后静止回斩过去。 战局突变, 两人一来一去, 竟然一时打了个平手。 周围观战的修士, 焦急万分。 有两名修士看上去似乎是练气前妻, 想趁着双方对招时的剑系从一旁掠过去。 但很遗憾, 在半路上被胖修士的抚银卷中, 身子直接被劈碎在那个银桩的柱子上。 宁峰看见自然也是焦急, 但也没有办法, 只能和沈平干等着。 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双方对战, 宁峰突然觉得后脖子一凉。 那感觉很酸爽, 冰冰凉凉的, 似乎有什么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斜眼一看, 是一把剑。 随后身后响起一个声音, 不要慌, 把刀放到地上, 动作放慢一点。 然后, 把储物袋, 和身上所有的符鲁都取出来, 也放到地上。 不要回头, 不要乱动, 否则必死。 第79章, 一刀金红燕。 宁峰只觉得一股威压自身后席卷而至, 牢牢地锁定了自己。 修士释放出来的威压, 如果境界高出对方很多, 是完全可以压制对方的肉身, 无法动弹的。 但如果境界差距不大, 施放威压制对方, 就只是给对方肉身造成一些阻碍, 延缓对方的行动速度, 但却无法真正完全压制。 宁峰现在能动弹, 他感受到这份威压, 对方应该是高他一两个境界。 若是高出很多, 都无需再拔剑威破了, 只需直接施放威压, 宁峰便动弹不得。 宁峰不敢妄动, 脖子上的剑, 很锋利。 剑体已经灌入灵力, 只要对方意念一动, 随时可以空剑抹向他的脖子。 这么短的距离下, 宁峰没有把握躲开, 若乱动, 对方很可能会下杀手。 身后人说话声音很低沉, 只有宁峰能听见。 再加上那两名修士互斗的动静很大, 和周围嘈杂声。 以至连站在宁峰前面 一仗不到的位置观战的沈平, 都完全没有察觉。 沈平正盯着, 场内那名剑修, 口中嘖嘖称奇, 似乎比宁峰看得还入神。 不仅是沈平, 周围大多数的修士都是如此, 目光都是盯着那两名修士的对战。 轰,轰,轰。 空中袭击阵法的声音越来越响。 宁峰仰头望望空中, 低声道, 道友何必如此? 你将剑放开, 我把储物带给你便是。 别啰嗦, 把刀扔到地上。 身后声音虽有些不耐烦, 但却没有其余动作。 宁峰有些庆幸, 看来对方也害怕惊动周围的人。 仅仅是剑材起义, 抢劫而已。 其实他可以直接偷袭宁峰, 再搜刮储物带的。 但是, 这样会惊动周围的修士。 与其杀人略货, 还不如让宁峰自己把储物带和零食都交出来。 然后直接卷起走人, 来得更安全一些。 宁峰嘴里答道, 道友放心, 我这就把刀放下。 他眼光又瞄了一下空中, 心里默默地计算着。 如无意外, 再过三夕, 阵法又会松动一次。 宁峰提着刀柄, 蹲下来。 身后声音, 慢点慢点。 手中剑紧紧架在宁峰脖子上, 跟着下移。 宁峰只得又缓上了几分。 三吸, 两吸, 一吸。 龙龙龙。 地底一响再起, 地面剧烈晃动。 这次晃动, 连一些商铺上的牌匾都给晃掉了下来。 就是此时, 宁峰感觉到脖子上的剑好像松了些, 身上的微压也松动许多。 身子顺势往右边一滚, 左手迅速甩出一张浮露。 上品御风浮。 金光浮温弥漫, 据汇集向宁峰,宁峰一跃。 Soul! 浮静成灰, 散落空中。 御风浮, 以浮催风, 助使用者逃亡所用。 拍出御风浮, 可以提升速度和缩短横向空间。 简单点说就是, 逃得快, 逃得远。 御风浮是有助力时效的, 下品御风浮, 可以维持五吸。 中品御风浮, 十吸。 上品御风浮, 能维持速度二十吸左右。 宁峰这一跃, 身形煞间已移植在十余杖之外。 若他愿意, 可以继续屈服逃离。 二十吸的时间内, 此服都有效。 二十吸内反复跳跃, 基本能逃到两百张开外。 纵视练气后期的修士, 若没有追踪速度方面的法术, 都难以跟得上这个速度上去追杀。 所以, 宁峰拍出浮路时, 身后那个节修已自知失败, 没有任何迟疑。 身形暴起, 也准备顿逃。 宁峰! 地面晃动不停, 众多修士都自顾不暇, 自然无人留意到宁峰发生的事情。 不过宁峰却发现了, 地面晃动时, 他正好转身, 看到这一幕。 看到宁峰身形居然退到十丈之外, 宁峰以为宁峰被袭, 忍不住惊呼了一声。 随后手一挑, 剑光如电。 一道寒电剑气, 如冰锥般直刺向那名节修身后。 节修大惊, 反手一道剑光, 直接挡住了宁峰的攻击。 宁峰被震退后了几步, 嘴角立即一雪。 宁峰早就开始往回月了。 Soul! 上品御峰服的威力果然惊人, 紧紧半息, 身影已落在节修身下。 叮咚叮咚! 泉水升起, 雨洗竹林。 还没等身形站稳, 宁峰手中刀已出。 基础刀法, 前半券中, 难度最大的招式。 跳! 刚峰裹着刀光, 顺着节修脚地往上掠, 如平地落雁惊起。 节修此时还在空中, 方才与沈平对抗一剑的余势还未收尽, 却眼睁睁地看着宁峰突然出现在脚下, 然后刀光一闪, 又泛起。 呱! 刀光散尽, 刀身游在颤动长鸣。 寿命, 四十分之十六岁。 空中节修的生机几乎是煞间消失, 紧接着两片东西被刀锋卷下, 直接坠落。 节修的尸体一分为二, 整整齐齐掉在地上。 除此, 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物品。 快撞的, 带状的, 弹状的, 散落在四周。 周围一些修饰见状, 忍不住皱眉躲开。 有两名穿着万红阁服饰的女修, 还忍不住扶着商铺柱子, 蹲下来呕吐。 一击急杀, 没有任何的犹豫, 宁峰快速跑到两片尸体边, 忍着恶心, 右手握刀, 左身进节修的道袍下, 搜刮了起来。 法器, 剑, 一柄, 储物袋, 三只, 夏品零食, 两代, 不暇细点, 迅速扔进储物袋。 转身看到沈平坐在地上, 嘴角一出鲜血, 想必是受了伤。 宁峰扶起沈平, 目光扫过四周, 准备四季离开。 原本在恶斗的两名修士, 也在方才愤出了胜负, 胖修士激发了秘书, 一时占了上风, 却没有维持多久。 最终, 被那名剑修斩杀。 不过剑修也受了重伤, 此时正坐在那堆零食旁边, 大口喘着气。 这让围观的一些修士 也起了心思, 有几名修士已经掏出法器, 远远观望着。 毕竟, 地上那些零食怎么点, 都有两百块, 但没有人出手。 这些修士都在等其他人先出手, 自己在最后捡个便宜。 借着众人的注意力 都在那名剑修和零食上。 宁峰扶着沈平, 从人群一侧绕过, 快步走向街道尽头。 没事吧? 等走到人少的地方, 宁峰回头望了望, 没有发现有人跟上来, 这才朝沈平问道。 沈平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看样子应该无大碍。 宁峰点了点头, 方才沈平那一剑, 有点意思。 第八十章, 鹰上红刀客。 以沈平的狗王性格, 竟然敢刺出那一剑, 让宁峰很是意外。 沈平那一剑, 威力虽然不够, 但气势还是很足的。 而且从某种角度上, 沈平这是不顾自己的安危, 有一点为宁峰复仇的意思。 杰修的境界很明显比沈平高。 沈平应该知道这一点, 但他出剑的时候, 没有犹豫。 仿佛这就是他应该做的。 这让宁峰对沈平有些改观。 之前面对青年修士的时候, 沈平一直在退缩。 可恢复灵力后, 手中有剑, 精神气都不一样。 或许, 这就是剑修独特的气质。 一剑在手, 心无挂碍。 生死皆气, 通透纯粹。 想到这些, 宁峰对沈平的戒心, 少了些。 沈平自怀中摸出一枚丹丸, 浮夏, 气色好转了一些。 沈兄, 走哪条路? 出了方才这条街道, 就已经进入城东范围了。 不过, 想回到长生巷, 还要路过好几条街道。 现在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 一个是继续往前走, 通过前面的一条街道, 再左转回到长生巷附近。 另外一条路线, 则是避开街道, 专门钻小巷子。 从左边的小路进去以后, 弯弯拐拐, 经过大大小小的几条巷子, 也能抵达长生巷。 走街道, 行人肯定会多一些。 走巷子, 路远了, 要绕来绕去。 走街道吧。 宁峰稍加思索, 很快做出决定。 巷子路线它不熟, 审凭看样子很少出门, 应该也不熟悉那些密密麻麻的巷子。 城东的巷子特别多, 就如贫民窟, 错综交织。 万一陷入其中, 麻烦更大。 再则, 宁峰觉得巷子也未必见得安全。 巷子这种偏僻的地方, 在宁峰看来更方便杀人越货。 若是遇到几名修士团伙, 专门蹲巷子首点, 逃生都成问题。 巷子都是高高的围墙, 不进则退。 左右有障碍物, 不像街道这样宽敞。 宁峰手中还有八张上品预风符。 这种逃生加速的符路, 在宽敞的地方使用, 效果无疑更好。 逃生几率也会更大。 轰, 轰, 轰。 空中袭击阵法的声音一直没有停过。 而地面的晃动频率更高了, 晃动一次, 现在十多溪就晃一次。 不过这条街西面的建筑都比较高, 再加上角度问题, 宁峰此时无法直接看到天空的情况。 但是他感觉到, 攻击阵法的声音似乎弱了一些。 前面这条街道, 比方才的街还要偏僻一些, 平时人流量不大。 这种街道的商铺都一般都比较小型, 大多都是散修自己租来, 自己看店卖货, 一般没有多余的利润雇人。 所以, 有修士亲自坐镇, 打劫商铺的情况反而少了许多。 故事听见商铺后面的住宅区里, 传来打斗声。 心中有些庆幸, 幸好没有选择钻巷子的路线, 那些巷子都是在那些住宅区里。 不知道长生巷那边如何? 宁峰拖着沈平一路小奔, 心中也有些担忧长生巷。 覆巢之下, 安无完卵。 长生巷也是住宅集中区域。 若有节修有新, 趁机打家结舍, 长生巷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虽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但长生巷小院, 怎么说都是宁峰在这个修仙界的第一个家, 心中多少有些归属感。 如今, 只能寄往于容煞化灵阵的防御功能了。 心中虽然想着, 但对周围的警惕, 宁峰丝毫没有落下。 一路无惊无险, 跑到街道中断。 这里正好有个小广场, 四面都有巷子连通, 极其空旷。 宁峰发现广场上不少修士正驻足, 面带惊讶地仰望着天空。 莫非有什么变故? 宁峰心生纳闷, 扶着沈平朝小广场跑去。 刚跑到小广场边缘, 突然空中传来和之前不一样的响声。 不, 响声过后, 恢复平静。 奇怪的是, 这次地底没有传来阵法受到攻击的沉闷响声。 甚至连之前一直有的低微运转声也没有了。 平静无比, 仿佛阵法根本不存在。 空气中的灵气, 煞间稀薄了一些。 宁峰扫了一眼广场内, 他想观清一下空中, 看看两家的战局。 不过有了方才被杰修用在后面捅一刀的经验, 这次宁峰冷静许多。 他没有第一时间将注意力移至空中, 而是先沿着小广场边缘走到一处角落的墙边。 靠墙站好, 这才抬起头看向空中。 然后宁峰惊讶地发现, 空中的局势完全改变了。 阵法根本没有被攻破, 而是直接关闭了。 张家五十多名修士, 现在只剩下三十多名。 而且被林家修士包围了。 原本宁峰以为, 林家的数十名修士在阵法下面, 等待阵法被攻破后, 立即出手攻击张家。 但事实上, 林家早早就派遣了三十多名修士, 埋伏在城西的上空, 护称阵法之外的地方。 在阵法即将被攻破, 张家修士最拼命攻击的时候, 三十多名林家修士突然横空杀出。 张家修士当时也没有手忙脚乱, 他们也做好了两手准备。 分出十多位修士去抵挡林家的攻击, 其余的修士则继续加厉破阵。 但林家实在太阴了, 在这个关节眼上居然直接关闭护城大阵。 这下可好, 张家不用攻阵了。 但原本在阵法下伺击的四十多名林家修士, 却直接杀了出来。 张家上下被攻, 多少有些措手不及, 直接陨落了十多名修士。 现在空中战局一目了然。 林家七十多名修士, 围着三十多名张家修士, 疯狂递攻击。 张家修士早就筋疲力尽了, 攻击阵法消耗了他们太多的灵力。 战败恐怕是迟早的事情。 但是宁峰观望了一回, 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张家的高阶修士似乎比林家的多一些。 有时, 数量未必是取胜关键所在, 质量才是决定胜负的根本原因。 林家原本只有一名助击修士, 家主林平。 张家却有两名助击, 张通和张茂。 不过张通在上次袭击凤瑶城时, 自暴陨落了。 剩下的另外一名助击, 张茂, 此时就在空中。 他正骑着一只巨大的灰色大鹤, 在高处指挥着张家的其余修士进行防守。 在张茂的指挥下, 张家修士竟然渐渐守住, 和林家斗的平分秋色。 烈! 就在此时, 突然空中响起一声音烈。 声荡长空, 豪情无比。 一道暗红流光滑破天际, 像流星一样直接飞向张家修士。 张茂! 拿命来! 一道烈鹤自空中传来。 随后, 一阵刀光掠起, 席致张茂。 刀光火红, 如林中起火, 雁坟通天。 此情此景, 宁峰觉得十分眼熟。 暗红流光是白头鹰, 火红刀光是狂艳刀。 鹰上人, 持刀客, 正是林家的家主。 林平 第八十一章, 林家无助击。 走! 宁峰强收回观战的心思, 扶着沈平加快行走。 他目光冷然, 向四周扫视。 发现小广场内和街道上的多数人都眼呆呆地看着空中。 此时不溜, 更待何时? 运气好的话, 回到长生巷的时候, 两位助击可能还未能争出胜负。 战局已经全面打开。 助击对战, 对于凤瑶城的众多练棋期修饰而言, 是极难得的观摩机会。 尤其那些当前境界即将圆满地修饰, 在突破之前, 往往会遇到修为上的瓶颈。 瓶颈不破, 修为会长时间停滞, 难以突破到下一层境界。 而打破瓶颈, 只靠努力修炼, 有时未必有用。 打破瓶颈, 需要机缘和资源。 一场高级别的对战, 也算得上是一份机缘。 观摩强者对战, 或许能从中感悟出一份修行心得。 指不定就能水到渠成, 打破当前的瓶颈, 突破至下一个境界。 不过作为刀修, 凝峰感觉到, 凌平方才那一刀, 威力烧训尚此。 烈焰刀是一把中平法器, 出刀时, 刀器会裹挟着火焰, 袭击对方。 上次凌平用烈焰刀斩向张通的时候, 刀势十足。 凌平与张通对战的时候就挥了一刀, 焰火极燃树林。 当时凝峰在院子, 都能感受到皮肤表面有些微微烫。 可是这一次, 明显没有这种感觉。 而且, 这次凌平出刀石的火焰, 也弱了许多。 二人继续往街道尽头跑。 沈平虽然服用了疗伤的丹药, 但始终受了伤, 无法全力奔走。 此时, 商铺后面的住宅区里, 打斗声也减少了许多。 空中的混战声音, 则不时传来。 各种法术攻击的气流声, 还有法器交战的撞击声。 很明显, 不仅是两名住机在交战, 双方的其余修士也在混战。 快接近接到尽头的时候, 凌峰突然觉得, 有雨滴在不停落下来。 日挂高空, 哪来的雨? 有几滴似乎还落在她的头上, 凌峰忍不住伸手摸了摸头顶, 感觉湿溜溜的, 还挺粘稠。 一看, 手掌心红一片, 都是鲜血。 这时, 耳边又传来一阵惊呼声, 是那些观战的修士发出的。 凌峰连忙转头抬起一看, 只见一个黑影飞速从天空划过, 似乎朝着前方落下。 别动。 凌峰一把拉住沈平, 停了下来。 碰。 一声闷响, 那个黑影重重地摔在凌峰前面十来丈远的地方。 顿时泄光渐起, 一片暗红。 凌峰定睛一看, 原来是只兽手。 暗红色的鹰手, 额头处有一撮白毛。 白头红鹰, 这不是凌平的灵兽吗? 只有鹰头, 不见鹰身, 鹰博的伤口整整齐齐。 凌峰连忙抬头, 空中两名助击, 张茂还在, 正提着剑斩向凌家的修士。 而凌平, 却不见了踪迹。 这只白头鹰, 看来被张茂一剑削手。 尸首分离, 尸体不知落到了哪里, 但鹰卢落在此处。 快跑啊! 凌家家主被杀了。 周围修士回过神, 都动了起来, 脚步声立即四处响起。 他们可以全程观看着空中的大战, 亲眼看到张通横批一剑, 直接将凌平和坐下鹰兽, 直接批成两半。 凌平已经陨落, 凌家自此, 再无助击。 凌峰和沈平不敢逗留, 跟随修士的后面迅速奔离。 路过地上鹰兽的时候, 凌峰看到鹰幕瞪着圆圆的, 目光虽已经溃散, 但还有一丝生机气息。 有能看出, 鹰幕中似流露出一丝不甘。 有几名修士路过鹰兽, 起了贪念, 都想拒为己有。 围着鹰兽, 争得面红耳赤。 妖兽的羽毛、 血、 皮, 都值不少零食, 更何况是零兽。 这种鹰兽, 凌峰估计至少百来精重。 若是处理得当, 轻轻松松就能换百来快零食。 就算不卖掉, 自己取血熬汤喝, 对肉体和气血也是极其有益。 不过凌峰也仅是想想而已, 这种好事还轮不到一个炼器四层来掺和。 那几名修士相争不下, 当场就围着鹰兽混战了起来。 有实力, 才有画视权。 多说无益, 谁赢, 鹰兽就归谁。 避开几名准备开战的修士, 凌峰和沈平终于走到街尾。 身形一闪, 钻入了左边的小巷子。 这条巷子名为星园巷。 只要穿过星园巷后, 再过一块空地, 然后再钻一条巷子, 就能抵挡长生巷了。 进入星园巷后, 巷子虽然长, 但是一眼看穿。 巷子里, 空无一人。 这种巷子和长生巷一样, 两边都是私人住宅, 没有商铺。 住宅都是大门紧闭, 这个特殊时期, 也不会有人没事出来瞎晃悠。 凌峰驻足聆听了下, 巷子两边没有听见打斗声。 两人相识点头, 放不及行。 不对。 凌峰刚走两步, 就示意沈平停下。 沈平驻足, 皱眉低声问道, 宁兄, 怎么了? 凌峰问道, 你有没有觉得这里有些热? 刚才进入巷子时, 凌峰就感觉到有一些微微热, 巷子里的温度似乎比外面街道上热一些。 沈平摇了摇头, 他没察觉到有什么不同。 两人提高警惕, 放慢脚步, 走向巷子的中间。 凌峰, 好像确实有些热。 沈平也感觉到不对劲了。 会不会是阵法的原因? 他左右观察了一番, 再次低声朝凌峰道。 有些修炼特殊功法的修饰, 会购买一些可控制温度功能的阵法。 这类阵法可以用来预含, 也可以根据修饰的需要调整周围温度, 配合修饰修炼。 如果周围的院子, 有人开启这种阵法, 那巷子附近的温度是会高一些。 接近巷子中心, 凌峰发现温度似乎更高了些。 左顾右盼, 终于找到了源头。 西面的一户人家墙角处, 插着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形状看不清楚, 因为它时不时地冒出一阵火焰。 火焰, 时影时现。 这些火焰, 毫无疑问, 就是造成巷子里微热的源头。 因为相隔数丈远, 凌峰都能感受到哪些热气, 是从这些火焰的方位传过来的。 远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凌峰和沈平不敢造次, 握紧手中法器。 尽量身子贴着巷子的东门墙身行走。 等走到那户人家对面时, 凌峰终于发现了。 插在墙角处的不是别的东西, 而是一把刀。 刀生烈焰, 如火焰灵。 刀插在墙角的青砖上, 那块青砖似乎都被烤得有些发黑了。 凌峰一愣, 这不是烈焰刀吗? 林家家主林平的随身法器。 烈焰刀 第82章 中品烈焰刀 凌峰没有迟疑, 直接走过去, 拔出刀。 这可是中品法器, 价值绝对超过那只英手。 刀上火焰, 是方才林平注入灵力与人对战时留下来的。 整把刀极其烫手, 凌峰根本不打算细看研究。 手一甩, 直接扔进了厨物袋。 放入厨物袋里后, 巷子里的热气立即消失。 在厨物袋里, 火焰的热气也不会传出来。 刀的焰火会慢慢熄灭。 等下次有时间再看便是。 当务之急事尽快离开。 恭喜宁兄喜获机缘。 沈平一脸羡慕, 低声道贺。 他没有嫉妒, 这是宁峰的机缘, 倒是人家先发现的。 就算是沈平自己先发现, 他也绝对不会去把此斗。 因为没有宁峰方才给的傅林丹, 或许他早就死在前面的街道上了。 修仙, 讲究的是按劳分配。 你可以动手抢, 但是不能乱拿。 和别人相处, 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分清楚谁是主, 谁是客。 在他和宁峰这个暂时搭伙的两人小团队中, 沈平就是客。 这一点他很清楚。 宁峰才是主, 一路上所有的机缘和收获。 按理来说, 本就应全部归宁峰。 换做别人, 也是如此想。 宁峰点头, 笑而不语。 他也很清楚, 没有任何矫情, 烈焰刀, 本就归他。 不过可惜, 这把烈焰刀是火系法器。 与宁峰属性不合。 宁峰和沈平继续沿着巷子走。 两人在保持警惕的同时, 不时低头扫视地面各个角落。 林平被斩杀, 人羽坐下红鹰梨, 都各自被斩成了两截, 落入凤鸟城。 法器和鹰手都落在城东范围。 那林平身上的其他东西, 很可能也是落在附近。 一名铸鸡, 先祖家主, 身上不可能只有一柄法器。 还有储物袋, 功法, 零食, 不知道落在何处。 林平的尸首, 林家肯定迟早会巡回。 但是其他东西, 就看谁能得到了。 谁捡到, 就是谁的资源。 先不说, 林家还有没有经历时间追回这些东西。 就算有时间追寻回来, 也得花零食买。 除非林家连脸皮都不要, 直接抢。 不过零食法器什么的, 林家不缺, 应该不会再寻回这些东西。 但是那些祖传的功法秘籍的, 林家肯定不希望外传的。 至于这把烈焰刀, 宁峰也不可能拿出来的了。 只能日后找机会卖了, 或者与别人置换, 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莫非真的是房子风水所致? 宁峰突然再次想到这个问题。 没有布置荣煞化林阵之前, 他身陷淋雨, 两番面对生死。 可现在, 运气好像明显好多了。 先是在林家领了半年月份, 还免费薅了一些福禄占为己有。 再是方才斩杀两名修士, 收获颇丰。 如今还捡到了一柄中品法器。 现在宁峰的储物袋中, 法器就有四柄了。 若是算上他自己的竹拳段, 就有五柄。 零食, 两袋, 别人的储物袋, 五枝, 这些都是财富。 出一趟门, 还不到医院。 现在距离昨日和沈平出门时, 也不过十多个时辰。 无惊无险, 终于穿过星园巷。 星园巷的尽头, 就是一块圆形的空地。 这块空地大概有十多丈宽, 周围共有八条巷子。 这些巷子皆以星为名。 只需穿过空地对面那条叫星阳巷后, 就能回到长生巷了。 宁峰和沈平站在星园巷观察了一回, 发现虽然空地上也有修士来去匆匆, 但都是各走各的, 看不出异常。 两人跑到空地上, 这里地势似乎有些高, 而且也宽广, 完全可以只是空中的情况。 宁峰抬头一看, 天空中已经没有修士在打斗了。 两家的修士都不见了。 修士生死对决,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双方皆全力出击, 不会拖延太久事件。 当然, 两家的空战也可能变成了地面战。 现在宁峰在城东, 城中心就算有打斗他这里, 也听不见了。 不过宁峰认为, 林家多半是凶多吉少。 如无意外, 这个时候, 张家的修士已在林家族地内涂成。 林平陨落, 但张家还有一名助击。 助击的战斗力又岂是一众练气器修士可比。 张茂就算一人一剑, 这么久也该涂完林家的修士了。 看来以后, 凤瑶城很可能要改姓张。 宁峰摇了摇头, 心中纳闷。 张家如果占领凤瑶城, 岳峰的事以后可能就泡汤了。 噓。 一道破空的气流声, 游远至近。 宁峰只觉得一道耀眼的光芒闪过, 本能地闭上双眼。 紧接着又觉得一阵疾风从面前刮过。 最后听见一声巨响。 碰。 似乎有什么东西落在了空地上。 等宁峰和沈平再次睁开眼, 发现空地上多了一人一手。 一只灰色的大鹤, 血淋淋地躺在空地上, 胸口正剧烈起伏着。 翅膀只剩下一边, 另外一边似乎已经断了。 灰色大鹤旁边还躺着一个人, 血人! 这是张帽! 虽然这个人血淋淋, 但宁峰还是一眼就认出来。 张帽整个腹部多了洞, 似乎被什么刺穿, 血就是从腹部流出来的。 除此之外, 他身上还扎满了针。 金色的针密密麻麻, 至少几百枚金针。 在阳光照耀下, 金光闪闪, 再配上张帽血淋淋的样子, 很是怪异。 不过张帽没有死, 正在大口地喘着气, 只见他用剑撑着地面, 强行盘坐起来。 接着手掌一翻, 手中多出一枚红色的丹丸, 直接塞入口中。 宁峰和沈平见此状, 直接倒吸一口气, 身形击退。 目的地, 星园巷子脸! 塞! 而就在此时, 空中又响起了破空的气流声, 又一道强烈光芒划过。 宁峰和沈平双眼又是一瞎, 不过失明之前的最后一瞬间, 宁峰依稀看到 一条蛇状的眩光从眼前掠过。 宁峰的耳朵没有受到影响, 听力还在。 他只听见一声娇和。 哼! 响自爆! 那命来! 再次睁开眼, 就看到一只巨大的紫色孔雀 在头顶飞来。 这种孔雀, 宁峰方才见过, 正是之前在街道击杀了张家几名修士 那位女修的灵兽。 啪啪啪! 紫色孔雀急速拍动翅膀, 漫天金针再次激发, 向金鱼般朝地上的张帽射来。 那名女修也同时仰起手中的法器, 对准下方一次。 一条蛇状眩光随之攻出, 蛇目放电, 张开血盆大口, 朝张帽吞噬而去。 雀上人仙, 掌中弄蛇! 这一次, 宁峰近距离看到了孔雀背上的女修模样。 第83章, 在遇孔雀仙。 此女, 仅观其外表, 一时之间难断定青年龄。 姿色, 约有八九分。 身材, 凹凸且分明。 她面如满月, 肌如宁密, 双目中静漏风采。 不过, 此女虽然绝美, 却难让人心生亵渎之意。 因为, 她眉宇间隐隐流露出这一股威严, 身上更带着一丝上位者那种不怒自威的气息, 颇让常人感到难以清静。 宁兄, 那是自暴丹! 快走! 沈平此时惊呼了起来。 作为丹师, 沈平方才看到张帽手中那枚血红色丹丸时, 已经心有猜疑。 如今在听到雀上女虽的话, 更是笃定张帽方才服用的, 是自暴丹。 自暴丹是用蕴含巨大灵气的药材炼制而成。 丹成后, 丹内灵力狂暴, 但却无法被正常修饰吸收。 它唯一的作用, 就是可以引爆修饰丹田内的灵力。 若丹田灵力是火药, 自暴丹就是火瘾。 一名助击修饰的丹田灵力, 若被引爆, 威力绝对不可小觑。 别说这片空地, 就连四周的巷子都会受到波及。 女修驾却飞来, 凌空仓促一击, 就是想在张帽自暴之前杀了她。 张帽还在熔炼刚服下的自暴丹, 自暴丹服下后引爆丹田灵力也有一个过程。 此时见蛇光袭来, 张帽自然是焦急万分, 目中流露出不甘和惊慌。 而那只灰色大鹤, 原本已经奄奄一息了, 此时却突然仰手。 长鸣一声, 烈! 声音清脆尖亮, 穿透云霄。 但若细听, 鸣声中还带着些许苍凉与悲愤。 只见他挣扎着拍动剩下的唯一翅膀, 身上血滴被扑得如暴雨四射。 凝峰和沈平此时还没推到星园巷内, 被血滴扑至身上, 竟隐隐作痛。 灰色大鹤煽动着翅膀, 还未等身子立起, 就展开细长的双脚, 直接从地上一蹬。 动作极其神速, 鹤身突然射出, 如同一道灰色闪电。 鹤慧四立剑朝着炫光蛇手飞扑而去。 碰! 蛇手与鹤慧在空中相撞, 如闪电玉鸣雷顿时光影崩爆, 发出巨大响声。 仅半熙, 光影散去, 蛇鹤皆没有了踪迹。 凝峰定睛一看, 空中仅剩下了一团血舞, 为剩下几根羽毛在空中舞荡, 最终缓缓散落在地上。 这只灰色大鹤在临死之前, 选择了与炫蛇同归于尽。 灭身救主! 报! 丹田内的灵力已经蓄力, 只等他引爆。 张茂挺胸, 长吸一口气, 肉身煞肩狂张起来。 却让女修没想到全力一击, 竟然被张茂的座气给挡住。 他全速赶来, 坐下孔雀根本收不住室, 此时还在朝空地急飞行去。 此时要撤退, 根本来不及。 下一息, 孔雀和他就会撞在张茂的身上。 最多一息后, 张茂就会自爆, 届时这周围没有人能逃开。 女修鲜色微怒, 目中也有一丝绝望。 他闭上眉目, 已经准备等死。 大家一起死。 张茂脸上得意万分, 忍不住节节节笑了起来。 此景此情, 正合他意。 临时前, 拉多一个助击垫背。 千算万算, 没有算到林家, 居然也有两位助击。 林家对外谎称, 只有一位助击, 但实际上却是两位, 太阴了, 这样都留了一手。 否则, 今天张家不可能失败。 张茂忌讳, 也写, 一息后, 你们林家也在无助击。 凤瑶城保不了多久了, 迟早会有其他先祖来取。 无命休矣。 沈平一声长叹, 也闭上眼睛, 直接瘫倒在地上。 不跑了, 根本就跑不掉。 从张茂落地至此时, 也不过是四五息之内发生的事。 他和宁峰, 根本来不及跑入星园巷。 但就算跑入星园巷, 又如何? 助击自爆, 就算在星园巷内, 恐怕也躲不开这一劫。 此次, 必死无疑, 千军一发之解。 空中突然掠过一片符纹。 符纹有金色的, 也有红色的, 似乎还有一些蓝色的。 金色的符纹, 看似随风飘荡, 没有目的。 但每个符纹的飞行轨迹及其整齐, 如人为刻意安排过一般。 所有的符纹煞间汇集, 又煞间扩散开, 仅一瞬间便笼罩住整个原形空地。 隔音, 隔离, 隔空, 隔石, 一切似乎变得缓慢, 就连时间都仿佛凝固了下来。 不, 张茂灵力狂暴飙升, 自肉体皮肤毛孔, 煞间弹出, 如天雷披山, 地汗天摇。 血色欲界迅速扩开了, 张茂在这一瞬间化为了一片血影。 血欲炸开, 若无意外, 方圆数十丈都会人畜化成粉尘, 所有建筑都变成废墟。 但, 可惜, 那些百列在空中的各色符纹, 如同三道坚固的墙体, 死死挡住了张茂自暴的冲击力。 自暴的冲击力击碎了第一道符纹墙, 威力已减三成。 第一道符纹粉碎, 自暴余波直接击中了第二道符纹墙上。 不, 又是一声闷响。 第二道符纹墙化为灰烬, 煞间消失在血污之中。 自暴余波又减弱了两层, 但仍然继续攻向最后一道符纹墙。 半熄后, 三道符纹金墙化为乌有, 余波却仍在。 张茂整个人已经完全顿化成血气, 仅存的最后一丝生机也飞快流逝。 没有人能看到他最后一刻, 看到那些金色符纹时, 目中的那种悲弃绝望。 那些符纹不仅笼罩了这片空地上空, 更多是笼罩着张茂的肉体周围。 看到金色符纹, 张茂已知自己白白忙活了。 这是一次相当不值钱的自暴, 几乎没有意义。 因为那些是上品符纹, 除此之外, 还有中品符纹数十章, 似乎还有下品符纹。 但张茂没有来得及去仔细轻点。 而此时, 孔雀在这女修正好撞到张茂原文的位置。 紫色孔雀直接面对最后一层自暴鱼波, 孔雀突然扑起翅膀。 仰头强行拉刀头部, 整个雀身几乎竖起。 碰! 自暴鱼波击在孔雀腹部, 孔雀当场化为碎片。 女修也被自暴的鱼力击中, 狂飙一口鲜血, 身子被击出石鱼杖外, 狠狠地撞在巷子旁边的石墙上。 不过, 索性孔雀在临死前, 为她挡下了自暴鱼波的最致命一击。 进入的冲击力让女修忍不住睁开眉眸, 仅看了一眼便直接晕死了过去。 她方才全程闭眼等死, 但场面情况似乎和想象的不一样。 她最后只看到这片空地上, 除了她, 还有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是沈平, 沈平此时正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生死不明。 第84章 沈平已陨落。 42章之外, 星园向内。 宁峰揉了揉肩部, 从地上爬了起来。 提着刀, 忍着肩部上的剧痛, 迅速跑回空地。 方才张帽自暴的时候, 她可不止甩出所有的谢力符。 还在最后关头拍出了一张上品预风符。 身子直退至几十张开外, 但即便如此, 张帽自暴的鱼波, 依然让她狠狠地摔在巷子墙上。 只是肩部受了点皮肉伤, 不碍事。 那两张上品谢力符, 居然都没能挡住张帽自暴的威力。 跑到空地上一看, 张帽已经化为血水一坨, 沈平面朝地面趴着。 右侧的石墙边, 躺着方才骑着孔雀的那位女修。 女修双目紧闭, 似乎已无知觉。 她的紫色道刨碎了大半, 露出一片白皙的肌肤。 而她坐下的紫色孔雀, 也不见了。 空地上, 原本很平整踏实的地方, 都变得凹凹凸凸, 连土皮都被翻开了。 周围的几条巷子, 倒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建筑基本保持完好。 仅有西面巷子口的一棵树, 腰折开来, 倒下了。 另外, 这些巷子的外围墙边, 几乎都变成了血红色。 张帽自爆炸出的血肉, 建设得极远。 隔壁巷子口, 似乎躺着两名过路的修士, 看那个姿势, 应该是活不成了。 沈道友, 宁峰跑到沈平身旁, 刚蹲下, 便暗呼了声糟糕。 沈平身上, 已然毫无声计。 伸手探了探沈平的鼻孔, 确定了, 沈平已死。 宁峰微探一声, 将沈平手中剑取出, 又翻开沈平的道袍, 摸出一个储物袋。 全部扔入自己储物袋后, 宁峰便走到张帽自爆的位置, 打量了起来。 站在满地, 铺满血肉的地上, 忍着强烈的呕吐欲望。 仔细反复看了好几夕, 宁峰居然什么都没有发现。 自爆之下, 无误能完存。 张帽那把剑都被爆成碎片了, 就连储物袋更是化成了粉机。 倒霉。 宁峰迅速走向新阳巷, 但终究忍不住转身, 回头望了那名女修一眼。 女修闭着眼, 她的身上应该有储物袋。 不过, 宁峰不确定她死没死。 而且, 这里是邻家地盘, 宁峰不想惹麻烦。 算了, 不可冒险。 宁峰铁下心, 转身离去。 呜, 刚走入新阳巷, 就听见身后空中有响声。 宁峰连忙贴在巷子口的墙边, 微微伸出头, 一看, 只见几名修士骑着飞擒正在赶来。 看样子, 应该是邻家的人。 有几名修士看着眼熟, 宁峰记得, 之前在防御张家席镇的时候, 在空中出现过。 几名修士神情交集, 不断往下面探看, 终于发现女修的位置, 驱寿降落。 宁峰暗暗庆幸, 幸好没有去搜刮那位邻家女修。 否则, 巷子深处奔向长生巷。 空地上发生的这些事, 前后实际上不到五十息。 巨大的自爆音和现在飞行修士巨来的响声, 周围居民肯定听得见。 心里大概都能猜想这边有强大的修士在打斗。 住在周围的修士都死死躲在自家屋子里, 根本没有人开门出来凑热闹。 新阳巷也是如此, 空巷, 无人。 宁峰一路狂跑, 畅通无比。 终于回到长生巷, 长生巷各家也是大门紧闭。 宁峰一边走一边左右观察, 巷子里没有异常, 墙身地面都没有战斗痕迹。 看来还没有杰修来这边闹事, 地段偏僻, 这个时候竟然成为了优势。 走到自家门口, 用耳朵贴着大门听了一会, 里面没有动静。 宁峰这才开门进了屋, 院子里看上去没有任何一样, 护院阵法也正常。 把刀放下, 坐在树下, 宁峰心里默念清心咒, 希望借此平复一下情绪。 短短两个时辰不到, 发生太多的事情。 这是他来此届, 收获最大的一天, 但也是最狼狈, 最危险的一天。 公子, 你终于回来了。 自从京城张家席城, 二女就一直躲在屋子里。 此时听到院子里有动静, 从窗户里看到是宁峰, 欣喜万分从屋子里跑出来。 嗯, 家里没什么事吧? 宁峰微微点了点头, 目光扫过二女身上, 衣服整洁干净。 叶银回道, 倒是无事。 不过公子昨晚去了一夜都没回来。 我们担心死了。 二女还算清楚宁峰的性格, 昨夜公子一夜未归, 极为反常。 唯一的可能就是遇到是兽祖, 无法归家。 京城空中大战, 二女全程看在眼中, 更加担忧万分。 这次遇到特殊情况, 下次我给你们留一些传讯符。 宁峰回道, 她其实一直没有画过传讯符, 毕竟之前的符皮用度一直捉襟见肘。 宁峰觉得没必要把零食花费在这些地方。 但经历这次以后, 她觉得还是有必要画一些传讯符。 就算自己不画, 也应该买一些备用, 方便与人互动信息。 不然像昨晚那样, 临时留在林家, 万一家里有什么事, 二女无法通知自己, 很不妥。 秦雪走前两步, 脸上有些担忧。 公子, 如今城内情况如何? 宁峰沉音道, 张家林家胜负不明, 这几日, 你们先不要出屋, 有人敲门也不必理会。 是, 二女神情凝重起来, 他们没想到刚来凤瑶城还不到一个月, 就遇到这种事情。 和凡俗的夺城大战不同, 先借一名修士的攻击余波, 他们亲眼目睹过。 那种威力, 相隔数里都足以摧毁石头做成的桌子。 安全, 难有保障。 宁峰交代他们后, 提刀入屋, 翻开久违的面板。 姓名, 宁峰。 寿命, 四十分之十六岁。 境界, 炼器四层, 武器一百。 弓法, 采灵弓, 精通, 一五百。 巨灵弓, 入门, 二七五五百。 技能, 制服, 清洁服, 入门, 六二一百。 制服, 谢力服, 小乘, 十六斜杠一千。 制服, 隔音服, 精通, 三五五百。 制服, 御风服, 精通, 四八五百。 开山术, 精通, 四二九五百。 制服, 回春服, 入门, 十一斜杠一百。 基础刀法, 精通, 三八七五百。 杀了两名劫修, 得寿员两年。 寿命面板已达到四十。 宁风将道袍脱下, 拿出储物袋, 开始进行清点。 第八十五章, 林家生羁绊。 法器有五件, 一件中品, 四件下品。 玉笛子, 防御马甲, 烈焰刀, 剑两柄。 其中有一柄是审平的。 烈焰刀此时也恢复常温了。 宁风握着刀柄, 颠量了一下, 似乎比自己的竹拳断还要厚重几分。 两袋零食是银庄门口那个杰修身上搜刮出来的。 估计那个杰修也是刚抢了别人的这些零食。 还没来得及放入储物袋内, 所以还用布袋子包裹着。 打开布袋子, 清点了一下, 两个袋内共七十三块下品零食。 宁风将这些零食放入自己储物袋内, 现在他身上就一共有了九十三块零食。 若是平时够花一年了。 宁风心无波澜, 九十多块零食看上去很多。 但若是用起来, 还真顶不了多久。 不过还有其他的收获, 储物袋现在宁风一共有六个。 唐古的储物袋一直没打开。 在零食店门口那个青牛修室有一个储物袋。 银庄门口的杰修身上居然有三个储物袋。 宁风很怀疑这家伙是个惯犯。 这三个储物袋有两个应该也是抢来了。 宁平身上也摸出了一个储物袋。 宁风目前唯一能打开的也就只有宁平的储物袋了。 运起零力灌入袋中, 强行抹去宁平的神识印记。 在以自己的神识注入, 查看了一番袋内乾坤。 零食五十八块。 剑刀秘籍一本。 炼丹心得一本。 丹丸十九平。 炼丹药材一批。 零米二十来斤。 腰瘦肉十五斤左右。 宁风将五十八块零食和其余物资全部取出, 放入自己储物袋内。 宁平这个储物袋看上去比较崭新, 应该还有很久的使用年限。 以后有机会拿到方式卖了, 至少能换回几块零食。 看着宁平的储物袋, 宁风心中不禁有些感慨。 但他没有任何心理包袱。 宁平之死, 顶多算是个意外。 若不是宁风即时抛出上品谢利福, 只怕他自己也会遭殃。 在那种情况下, 能保全自己性命已是侥幸, 实无力估计旁人。 宁平身上这几十块零食, 原本是打算布置阵法的, 他和盐水秋的交易, 只是交了几块零食的定金。 等布置好阵法结账后, 宁平也剩不下几块零食了。 这就是多数低层散修的常态。 其余的五个储物袋, 宁风暂时打不开, 只能先收好, 等日后再看。 将其余的法器, 全部放入自己储物袋内, 拿起那件防御马甲, 仔细研究起来。 这件东西, 宁风觉得自己或许用得上。 这件马甲, 当时几乎扛住宁风那一刀的六成威力。 虽然还是被斩破, 但是能减少炼器四层的六成伤害, 就很不错了。 在生死一线的紧要关头, 少受一分伤害, 说不定就能最终逆袭取胜。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 这件马甲被宁风一刀劈裂了, 防御能力又减少了一分。 但, 聊胜于无。 宁风灌入灵力, 尝试了几遍, 总算掌握了这件防御法器的使用方法。 平时这件防御马甲就是放在除物袋内, 遇到袭击时立即换出, 可以抵挡攻击。 宁风对此很满意。 这算是他的第一件防御法器, 虽然只是残破的下品, 等日后有钱再买件高级的。 咦? 玉牌子呢? 宁风整理了一遍东西, 发现自己腰间的玉牌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 皱起眉头苦思。 仔细回忆一番, 宁风觉得多半是在张帽自爆的时候掉的。 玉牌有可能掉在星园巷子内, 当时张帽自爆的鱼波将他狠狠撞在墙上。 不过现在宁风不打算回去找, 一个玉牌子而已。 改天再去林家外务堂补办一个便是。 只是, 不知道今日过后, 林家尚存否? 一路上的提心吊胆和两场战斗让宁风有些疲乏。 躺上床, 把刀放在身侧, 很快就睡去。 醒来已经是下午了, 到院子里用过饭后, 宁风即再次回屋内。 取出伏笔, 伏墨和伏皮, 这些都是在关闲的地摊上买的。 作为服尸, 宁风早有焰火之心。 另外, 张帽自爆时, 宁风除了扔出身上仅有的两张上品谢力符, 还扔出了所有的中品谢力符。 如今他的身上只剩下15张下品谢力符了。 今天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让宁风发现谢力符的优点。 难怪谢力符会成为方式里的主流硬通货。 几乎整个练器期阶段的修饰, 下至练器前期, 上至练器后期都离不开谢力符。 宁风现在身上还有7张上品玉符符。 不过玉符符逃亡尚可, 对战略显不足。 宁风觉得, 就算是逃亡, 若先扔出谢力符, 再搭配玉符逃跑, 逃生的几率会更大。 关闲卖给他的符皮, 只有300来张。 宁风打算全部化谢力符, 谢力符的库存, 必须任何时候都要保证充足。 因为和自己的安全密切相关。 摊开妖兽符皮, 持起玉符笔。 放松思绪, 默念清心咒。 沾默, 下别。 制符, 谢力符, 熟练度加一。 制符, 谢力符, 熟练度加一。 房内, 浮光闪耀不停, 偶尔金光升起, 实名实案。 邻家足地, 一座古朴楼阁内。 一名女修, 披着紫色道袍, 斜靠主座上。 她容貌美艳, 眉宇略带威严, 只是面色有些苍白。 一双美眸, 也略缺了些神采。 座下立着几名修士, 垂手关鼻, 正等女修发话。 两久, 女修终于清了清嗓子, 抬起眼皮, 问道, 家主仙体可有寻回? 下方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修士, 往前走出一步。 回家母, 半个时辰之前已经寻回, 家主的储物袋, 落在城东的新田巷。 说吧, 手中翻出一个储物袋, 呈了过来, 不过家主的法器烈焰刀, 一直未寻到。 女修接过储物袋, 随后挥了挥手道, 法器不过是些身外物, 寻不到便罢了。 是。 中年修士汗手硬道, 女修身上似乎有伤, 话刚说完, 咳嗽了几声。 场面顿时沉默了下来。 过了几夕, 中年修士瞄了一眼, 发现座上女修脸色好了一些, 这才小心翼翼问道。 家母, 张家如今已被灭, 隐清城无主, 我们凌家何不趁机入主? 女修皱眉摆手, 道, 经此一战, 我们凌家折损了不少人, 如今我又受伤, 此事还是带我闭关出来后再说吧。 是。 女修突然似想到什么, 问道, 张茂自曝的现场, 可曾查到什么线索。 中年修士回道, 从现场遗留下来的痕迹来看, 张茂自曝时, 有人寄出数张上品谢力符, 挡住了自曝的正面攻击, 然后又寄出一张上品的预风符, 逃顿到数十帐外的巷子里。 接着他又掏出一件物品, 递了上去, 此牌是在星园巷内寻到的, 距离张茂自曝处约四十帐。 另外, 现场陨落的修士共有三人, 其中一名单狮正是此人的邻居。 女修接过那件物品, 放在手心。 这是一块玉牌, 大赵先国的官方玉牌。 上面一行字, 宁峰, 炼器四层, 大赵先国, 三接浮尸。 女修微微点点头, 陈阴片刻后道, 此人算是救了我一命, 我被修行, 必愁因果。 等我出关后, 带他来见我吧。 中年修士拱手道, 是。 第八十六章, 夜前邻居家。 夜深, 房内符文散去, 渐渐恢复平静。 宁峰放下伏笔, 看着桌上的成品符录, 心中有些欣慰。 官嫌这批笔和符墨, 质量不错。 还有这支玉符笔, 画符时表现出来的稳定性和流畅程度, 都远超自己之前用的普通符笔。 不过这些东西, 比起林家昨晚提供的, 还是差了许多。 但即便如此, 宁峰这一批符录的成符率, 依然高达近七成。 一共有360张符笔, 但宁峰只画了160张左右。 昨晚才熬夜, 今晚宁峰可不打算继续干。 反正以后, 有的是时间画符。 轻点一番, 最终成符109张。 全部是谢力符。 上品直接出了8张。 中品有35张。 下品66张。 这次画符数量比较多, 成品率更容易算得精准。 小城境界画谢力符, 宁峰估算了一下, 上品的出符率大约是一成。 上次画20张符皮, 就出了三张上品, 极有可能是概率堆积的原因。 不过, 哪怕是一成上品, 也超出宁峰的期望了。 8张上品谢力符, 足够他短期内防身所用。 将符录收好, 宁峰坐在床上修炼其彩灵弓。 境界的进度条, 只有靠修炼弓法, 没有其他捷径可以做。 聚灵弓, 熟练度加1。 聚灵弓, 熟练度加1。 一个时辰过后, 宁峰压掌收工, 打开房门。 此时已是深夜, 二女早就睡了。 宁峰走到院子门处, 站立着不动, 静静听了数十息。 确定外面没有声响以后, 宁峰才开门, 左右观察了一番, 然后静止走向长生巷的35号院子。 35号院子, 正是沈平的家。 走到门前, 直接掏出一把钥匙, 把门打开, 侧身闪入院内, 随后把门关紧。 这把钥匙是在沈平的储物袋里找到的。 沈平已先去, 屋内不知是否还有其他的资源。 若有资源, 与其留给亚航或者下任租客, 宁峰都觉得还不如自己直接取走。 站在漆黑的院子里, 又静静聆听了一会, 没有异常。 沈平这座院子和宁峰的格局差不多, 不过院子小了一些。 中间一间主屋, 主屋东侧是个茅房, 西侧则有个小厢房。 厨房也是设在院子角落。 推门入了主屋, 宁峰借着火折子四处查看了起来。 经过了一番搜找, 宁峰忍不住摇头叹气。 沈平也是落魄之人。 之前东西不多, 主屋的一箱子里翻出九块零食和一把碎零食。 看到这九块零食, 宁峰忍不住心中默默称赞。 沈平虽然狗, 但其实很会过日子, 也很谨慎。 留一些备用零食放在家里, 万一在外面被人结了厨物袋, 也不至于身无分文。 宁峰还在小厢房里找到 一个古色古香的炼丹炉, 还有十来株林草。 宁峰不知道这些东西价格几何。 不过, 想到沈平只是个二截丹师, 这些东西应该都不值钱。 最后, 在厨房的水缸里找到十来斤妖兽肉, 将东西全部放入储物袋, 宁峰走出厨房。 没有惊喜, 也没有失望。 谈不上有收获, 只能算是不枉此行。 其实宁峰来的时候, 是抱着很大期望的。 沈平年纪不小了, 怎么说都是一名丹师? 按理来说储物袋不可能这么少, 资源才对。 而且, 沈平曾和宁峰提及过, 他当初与十多位丹师一起同行, 从其他仙城来奉摇城, 路上其他丹师都陨落了。 宁峰总觉得, 沈平一个炼器四层, 能在那种环境下保全性命, 独自存活下来, 极不简单。 他总觉得, 其余丹师的陨落, 可能和沈平有一些关系。 就算没有关系, 那十多位丹师的储物袋和法器, 宁峰就不信沈平一件都没拿到。 罢了, 一切随缘。 走到院子前, 刚准备推开门, 突然听到门外有声音。 宁峰连忙屏住呼吸, 右耳靠近门板, 仔细聆听。 门外, 似乎有两个声音, 在低声交谈。 廖道友, 你说, 没有护院阵法的, 就是这一家。 我看看, 35号, 对, 就是这家。 你确定这家屋主是炼器四层? 非常确定, 就是一个二阶单师。 他家里, 不会还有其他人吧? 没有, 就他一个人。 那行, 我们一起冲进去, 速战速决, 万一拿不下就赶紧跑。 万道友, 我们两个炼器四层, 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炼器四层? 对, 应该没问题。 万道友可别忘了, 到时候储物带归你, 那柄下平法器和丹炉, 可是要归我的。 行, 走吧。 宁峰听到此, 也明白过来了。 两名劫修? 沈平估计早就被那名新料的修士给盯上了。 如今, 这两名劫修趁着林家自顾不暇, 城中也没有自卫队巡逻, 直接找上门摘果子来了。 杀人越货, 世子挑软地念。 沈平一个人独居, 修为还不高, 又没有布置阵法。 而且还是一名单师。 这自然是劫修最理想的下手目标。 宁峰不禁赶到后背发凉, 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同一类人。 宁峰后退几步, 身子闪在门侧, 他不知道两名劫修打算怎么入院子。 万一对方直接破门而入, 站在门后, 对方一开门就会看到他。 宁峰现在也无法出门, 两方一旦相遇, 必然会直面生死。 侧身利好, 深吸一口气, 握紧手中刀, 左手捏着上品俘虏。 反正都避不开了。 宁峰决心给这两名劫修上一课, 叫他们好好做人。 索。 由于没有阵法阻挡, 门外两名劫修根本没有任何顾忌, 直接越了进来。 长生像这一排院子, 墙高基本都是两丈左右。 练气中气的修士, 只要学过一些轻身, 躲闪类的法术, 要想越过两丈高墙头, 是很简单的事情。 不过, 一般没事也没谁直接蹦墙头。 两名劫修竟然斜飞入院子内, 然后缓缓落向地面。 身形飘逸无比, 潇洒自如。 宁峰在后面看着, 不由心生羡慕。 原生没有学过任何身法, 他接盘这具身体之后, 也没有遇到这方面的机缘。 轻身法觉太实用了, 宁峰决定, 改天要去方氏买一本功法秘籍, 好好修炼一下。 两名劫修脚刚沾地, 就听见身后, 响起水流声。 叮咚, 叮咚, 泉入竹林, 水声微样, 如风中灵响。 第87章, 镇神微沉镇。 宁峰挥刀, 基础刀法中的第五是, 风卷秋叶。 他自己也不清楚, 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招。 刀尖, 距离对方, 一丈一尺。 两名劫修在空中落下的方向, 位置, 让宁峰潜移的时觉得最合适的就是这一招。 所以, 自然而然的就削了一刀出去。 风卷秋叶, 实际上就是削刀, 很简单的一技刀法。 无非就是刀自幼往左, 划过去。 但凡有手, 任何人都能随意挥出这一招。 这一招风卷秋叶, 宁峰挥了无数遍。 最初练习挥刀的时候, 他自己都觉得这一招时在过于儿戏。 不仅是这一招, 基础刀法的其他招式也是一样。 太简单, 太支简, 毫无套路可言。 若不是有熟悉度的进度, 宁峰都怀疑用这种刀法, 可能连鸡都杀不了。 但随着刀法达到精通级别, 这一招风卷秋叶和当初已经有天壤之别了。 出其不意, 再加上背后偷袭。 宁峰觉得这一刀削过去, 十拿九稳。 竹拳断早就被宁峰注入了灵力, 就如见在弦上。 此时得到指令, 全力激发。 刚风未出, 刀光已至。 竹拳断直接朝着两名杰修脖子削过去。 如无意外, 下一秒, 两颗头颅会高高飞起, 再落入院子中。 两名杰修听见身后, 响起风声, 心中大惊, 已知有埋伏。 但他们的双脚, 此时刚刚沾上地面, 根本来不及转身。 戒! 突然一阵符文泛起, 紫光暴闪。 看到符文闪动, 宁峰心中暗道一声不好。 他根本无需细看, 便知对方祭出的是中品于风符。 等符文散去, 宁峰一看, 地上只有一名杰修。 尸体倒在地上, 头颅被萧飞落到了厨房的门口。 而另外一人, 竟然不见了踪迹。 宁峰迅速开门跑到巷子里, 只见一条黑色身影, 正向着长生巷口的方向急速暴退。 仅一息不到, 那身影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大意了, 宁峰惊魂未定, 转身入院关门, 匆匆摸了地上那名杰修的储物袋。 然后, 往尸体和头颅上撒了一些化尸粉, 亲眼看到尸体头颅化成了一滩血水, 这才悄悄回到自己院子中。 站在自家院子, 又仔细聆听了一回。 巷子外, 终究没有再传来声音。 回屋, 举出方才搜刮的储物袋, 抹掉神识印记。 法器? 没有。 凡器, 居然有五柄, 而且全是刀。 不过在宁峰眼里, 这些繁器已与废铁无异。 零食, 十七块。 除此之外, 储物袋里再也没有其他物品了。 这家火方才翻墙的姿势如此潇洒, 修炼的轻身术明显不适的贪货。 宁峰还想着他储物袋里说不定有些轻身类的法术, 可以捡个便宜, 填补一下自己这方面的空白。 但没想到, 居然连功法都没有一本。 穷鬼! 宁峰暗到了一声晦气, 上床倒头直接睡觉。 一日起床, 修炼了一会聚灵工。 换上二女之前, 为他买的新稻袍, 便出了院子。 在家别乱跑, 我去拜访一下隔壁, 唐仙子家。 扔下一句话给二女, 便出门。 二女一脸狐疑, 新稻袍? 去唐仙子家拜访。 宁峰站在三十四号院子前, 整理了一下新稻袍。 二女心里怎么想, 她不知道。 换稻袍, 纯粹是这两日经历了太多血腥。 那件就稻袍, 宁峰觉得也该扔了。 一件盗袍而已, 就顶多两把碎灵石, 又不是买不起。 至于拜访唐音儒, 只不过是因为宁峰不想欠着人情, 特来了, 还下因果。 站在门口, 宁峰感到整座院子隐隐笼罩着一股暗蓝色的光。 稍微靠近一点, 都能受到阵法的强大劲之力, 让人忍不住远离。 宁峰在自己院子时, 就明显没有这种的感觉。 看来唐音儒的护院阵法防御强度, 比容煞化灵阵还要高。 谁啊? 听到敲门声, 里面传来一个女声。 声音听起来还带些稚气, 肯定不是唐音儒。 宁峰记得唐音儒有个女儿, 11岁, 长得挺水灵的一个小姑娘, 而且看上去很聪慧。 隔壁36号宁峰, 拜访唐仙子。 不知唐仙子在家否? 宁峰回道, 随后听见里面院子有交谈声, 接着之一声, 门打开了。 露出一张少女脸, 少女上下打亮了一番宁峰, 面色有些不悦, 请进来吧。 哐! 很轻微的一声细响, 宁峰感觉到院子阵法似乎打开了一条缝, 门口处的静置仿佛人为的减弱了许多。 抬脚跨过门槛, 步入院子内。 这个院子内的灵气密度似乎比宁峰院子弱一些。 唐音儒给自家院子布置的阵法, 很可能以防御为主, 聚灵功能反而被忽略。 见过唐仙子。 宁道友, 请这边坐。 唐音儒的院子里居然有个小亭子。 她此时正坐在亭子内的石桌边饮茶。 白袍如雪, 粉塞桃红, 胜缺万千芙蓉。 见到宁峰, 唐音平静如水的墓中, 溢起了一丝神采。 翘脸上更是堆满笑容, 热情地邀请宁峰坐下。 宁峰坐下, 笑道, 仙子倒是好雅致, 外面乱得像郭州似的, 你却在此闲做饮茶。 唐音儒叹了一口气, 给宁峰蒸了一杯茶。 然后无奈道, 让宁岛有见笑容, 只是我一个炼气二层, 去何处都不安全, 还不如待在家里。 宁峰点头, 她炼气四层都觉得出门不安全, 何况是唐音儒这种炼气前妻。 唐仙子, 我感觉你院中的静置极强, 你这里布置的是何阵法? 宁峰自打一进门, 就觉得唐音儒院中的阵法 不停地释放出一股威压, 让她体内的灵力极为法力。 忍不住有此疑问, 此乃阵神微沉阵。 唐音儒顺口答道, 她没想到宁峰居然对阵法来的兴趣, 美眸瞄了宁峰一眼。 阵神微沉阵。 宁峰点了点头, 又问道, 我看此阵似乎防御力颇强, 不知是几阵阵法。 唐音儒端起茶杯, 放在红唇边轻轻抿了一口, 道, 阵神微沉阵是五阵阵法, 主要的功能便是防御。 此阵若全力开启, 可以抵挡炼气后期修饰至少六个时辰的攻击, 炼气中期修饰十二个时辰的攻击。 另外, 修饰入此阵后, 境界会直接跌落两个小境界。 灵力运行也会比平时延缓许多。 宁峰闻言, 直接一愣。 说! 就在此时, 突然空中传来尖锐的破空声。 似有什么东西, 像流剑般, 往两人的方位袭来。 宁峰还没来得及抬头。 当! 只见石桌上赫然多了一件黑色管型物品。 唐英如不慌不忙, 手握此物直接从桌上拔了出来。 打开一看, 原来是一份卷轴。 卷轴内龙飞凤舞, 寥寥数字。 断屏, 经过数小时的回复, 终于回复完了。 采集到很多有用的建议。 许多建议, 让作者羞愧难当。 另外, 宁峰需要学习一下攻击福禄了。 希望智商高的朋友, 方便的话, 留下福禄名称和福禄的攻击性能。 对了, 还有冷门福禄, 名称和功能作用。 第88章, 陪仙子品名。 试着运行了一下灵力。 果然, 原本丝滑的灵力就如半了蜂蜜一般, 流动异常的缓慢。 如果宁峰现在施展基础刀法, 威力和速度肯定会大大降低。 难怪唐英如现在只是炼器二层, 宁峰怀疑他经常待在此类阵法中, 导致修为长期滞留不前。 没想到, 仙子居然用五阶的阵法, 有些大才小用。 几乎可以作为家族阵法或者护山阵法使用了。 唐英如一个小院子, 居然布置五阶的阵法。 唐英如闻言失效, 没有直接回答宁峰的问题。 继而美目一转, 望向宁峰柔声道, 宁到有今日找我, 莫非是为了来切磋阵法呢? 宁峰脸色一正, 回道, 自然不是。 他没有忘记, 今天过来找唐英如的目的。 手掌一翻, 掏出三张符露, 轻轻放在桌子上。 宁某之前失礼了, 让唐仙子破费布置这么高阶的阵法。 这三张符露全当补回容煞化灵阵的差价。 唐英如看着桌上三张隐隐闪着金色符纹的符露。 红唇微章, 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竟然是三张上品符露。 伸出玉纸, 轻轻夹起三张符露。 唐英如反复端看了几遍符露。 没错, 是上品符露。 三张。 一张上品, 谢力符。 两张上品欲丰符。 此刻唐英如心中, 忍不住再次看高宁峰一眼。 微笑着推唐道, 宁道友, 实在是太客气了。 这三张符露用处极大, 还是宁道友留着吧。 说吧想递过符露给宁峰。 宁峰却摇头, 不必, 这几张符露仙子拿着便是。 宁某做事从不亏欠别人。 唐英如奄然一笑, 她自然明白宁峰的意思不再矫情, 直接将三张符露放入储物袋里。 宁峰的言下之意, 无非是不愿白白受人恩惠。 那就多谢宁道友了。 唐英如客气地笑道, 心下却惊喜万分。 她修为不高, 虽然是阵法师, 但阵法在对敌势颇为受限制。 尤其是在受到突发的袭击 或者其他意外困境时, 阵法能发挥的作用极小。 宁峰送的这三张上品符露, 几乎可以当作为救命法宝使用。 有了这三张符露, 就算是练弃二层。 只要不遇到修为境界高出太多的对手, 要想安全逃遁并不困难。 再方式精英店铺近半年, 唐英如自然也知道这三张符露的价值。 称之为有势无价, 也不为过。 宁峰笑道, 何必言谢, 倒是仙子为我布置的容煞化灵阵, 如今正好派上大用。 四阶阵法, 防御功能强大, 宁峰有些庆幸。 若之前唐英如给她布置的 真的是一阶阵法的话, 宁峰如今也要换掉, 重新布置高阶阵法。 实在太不安全了, 宁峰就是没有护院阵法, 惨遭劫修盯上的。 而宁峰自己那个小院子, 在和平时期, 用四阶护院阵法, 确实显得有些小题大做。 但此等时期, 宁峰巴布的护院阵法越强越好。 经过张陵两家的恶战后, 相信凤瑶城会迎来 很长一段时间的不安稳时期。 以后, 说不定处处都是劫匪出没, 恶霸横行的光景。 一个阵法, 足以让许多普通劫修望而却步。 在凌家外务堂和沈平买阵法的时候, 严水丘曾说过 容煞化临阵售价95块零食。 按目前的行情, 宁峰给唐英如的三张符录, 怎么算都足以抵消之前的差价了。 这份因果, 已然了却。 宁峰顿时感觉心头松宽许多, 正准备起身告辞。 却发现唐英如方才为自己真的茶, 还没喝便端起杯子, 饮了一口。 随即感觉到一股灵气 蕴藏在茶中, 落入腹部, 然后缓缓流入丹田。 灵茶? 宁峰暗暗点头, 唐英如的灵茶品质 似乎比红汝有加厉的 还好上一些。 唐英如端起茶壶, 又给宁峰满上了一杯灵茶。 此乃二品灵茶, 来自大唐仙国, 宁道有若喜欢, 日后不妨尝过来喝茶。 那就先谢过唐仙子了。 宁峰也不客气, 这灵茶是好东西, 喝下以后不仅会增加一丝灵力, 更有一种清新通透的感觉, 令人神清气爽。 唐英如见宁峰如此客气, 忍不住一声轻笑。 不过, 她似乎突然想到什么, 又收起笑容对宁峰道, 宁道有, 助你斜对面的那位丹师, 你见过吧。 自然见过, 唐仙子为何有此疑问? 宁峰清措灵茶, 面不改色。 唐英如美眸闪动, 低声道, 那个丹师我前几日 在巷子口遇到她, 她似乎一副 厄运缠身的模样, 宁道有少些与她来往。 哦? 宁峰心头有些吃惊, 看来唐英如的忘奇数, 有点东西。 不过, 沈平昨日就陨落了, 宁峰想着要不要 告诉唐英如此事。 不过, 终究还是没说, 这种事不是什么好事, 没必要告诉一个 与此事不相关的人。 唐仙子, 来, 你帮我看看, 看看我最近气愈如何。 宁峰挺起腰杆坐着, 脸朝唐英如, 一本正经地道。 若望气数如此神奇, 宁峰还真打算 时不时找唐英如给她看一下。 万事皆有根源, 也有意外。 若真的能做到趋吉避凶, 就算无法事事趁心, 也能避免更多损失。 唐英如笑而不语, 仔仔细细地 给宁峰看了起来。 两酒后, 方道, 宁峰有气色上家, 尤其是财运, 堪称亨通。 准。 宁峰对望气数, 又不禁多了几分幸福。 论起财运, 他自己都有些吃惊, 除代理, 几把法器不说。 光是零食, 就一进两百块。 这放在一个月前, 宁峰根本就不敢想自己会有这么多财富。 唐英如看着宁峰神里神外的样子, 在一旁忍不住浅浅偷笑。 其实宁峰一踏入院子, 他就用望气数探查过了。 方才故意盯着宁峰的脸看了许久, 只是担心宁峰觉得他太敷衍罢了。 知。 主屋门开了, 一个少女撇着嘴从里面走出来。 官慧, 过来见过宁叔叔。 唐英如清脸笑容, 言声低道。 宁峰扭头, 看了看少女, 原来唐英如的女儿叫官慧。 官慧听到母亲如此吩咐, 很不情愿地走过来朝着宁峰说了声, 见过宁叔叔。 他嘴里虽然说着, 但目光却望向他处, 语气颇为不开心。 好, 乖。 宁峰一愣, 最终只说出两个字。 他也没遇到过这种场面, 毕竟他现在这具身体, 也就刚过十六岁而已。 官慧说完, 似乎极不开心, 直接转身走去厨房了。 唐英如有些尴尬, 宁峰端起茶杯, 又戳了一小口灵茶。 不知道为何, 他总感觉这个小姑娘, 对他有些不善。 第八十九章, 窥听母女论。 两人又聊了一会。 宁峰眼看灵茶, 喝得差不多了, 便起身告辞。 官慧, 你太无理了。 等宁峰离开, 唐英如走进厨房, 沉着脸教训其女儿。 见到宁叔叔, 一点礼貌都没有。 以后可不许这样。 官慧已在厨房的门板上, 嘟着嘴, 低着头, 用鞋尖轻轻地踢着地板, 半天没有回话。 等唐英如骂完, 官慧才抬头反驳道, 娘,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之前偷偷找郑婆子说没, 不正是此人吗? 她一脸地不服气。 你…… 唐英如表情僵住, 顿时哑口无言。 当初她找郑媚婆对宁峰说清的事, 是有心瞒着女儿的。 没想到这小丫头早就知道了。 官慧满脸嫌弃, 继续道, 娘, 你也不想想, 她才比我大击碎, 你让我喊她叔叔, 万一日后你与她在一起了, 我岂不是要管她叫电? 娘, 你都快要三十的人了, 怎么整天想着老牛吃嫩草, 咱们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不好吗? 你不要连我还傲呢? 唐英如文言, 气得嘴唇发抖, 举起微颤的手指指着官慧怒道, 你…… 你住嘴。 随后她又意识到自己声音太大, 强忍怒气, 放低了声调道, 小声点, 休要再胡说。 哼, 官慧冷吃一声, 道, 你还怕她在隔壁听见? 价值净百块零食的阵法, 都几乎免费送给她了, 还弄得自己灵力虚脱。 这些你也怕她知道, 你对人好, 又不让人知道, 你到底图的是啥? 唐英如柳梅青树, 称怒道, 谁说免费送的? 你没看见, 今天她送了俘虏过来? 哼, 反正就算你们在一起, 我也不可能喊她爹的。 官慧嘴撇得更高了, 直接双眼一闭, 不再理会唐英如。 唐英如无语, 你现在还小, 很多事不懂。 你可知道, 宁导游早就拒绝我了。 咱们母女俩修为不高, 如今连个乙重的人都没有, 若是有其他人强硬要来说清, 你说娘敢拒绝呢? 听到这里, 官慧嘟着的嘴, 明显松下来了一些。 唐英如又道, 万一又遇到和你那死鬼爹一样的人, 整天不是打你, 就是打我。 你愿意吗? 官慧双眼仍紧闭着, 但眉头悄悄皱起, 眼角泛着微微的湿润。 记住, 以后莫要再提此事。 唐英如低声叮嘱了一声, 不再言语。 院外, 长声响。 宁峰一直面无波澜, 静静在门外站着。 直至此时, 方摇了摇头, 深深呼出一口气, 轻声走回自己院子。 本非有意偷听, 但他实在好奇, 为何官慧对他颇有敌意。 现在, 他总算搞清楚了。 官慧看他不顺眼的原因, 无非就是潜意识里, 将宁峰当成了未来的爹。 而宁峰又大不了他几岁, 他很不服。 仅此而已。 宁峰嘴角微笑, 再次摇了摇头。 想多了, 这个可能性根本不大。 三张上品符录递给唐英如之后, 他就认为彼此之间已无牵扯了。 就算有牵扯, 也只是普通的邻里关系。 偶尔喝喝茶, 聊聊阵法, 交流有无。 这个可以有。 至于收了唐英如, 宁峰压根就没想过。 如今, 他在这个世界, 连站稳脚跟都谈不上。 考虑其他的, 未免太远。 练气四层的他, 始终觉得修行才是正道。 其他事, 等有实力了再说。 打开自己阵法静置, 推开院子。 正好看到二女, 在地上逗那个小鸭子玩耍。 不能出门溜达, 加小夜小, 除了给宁峰煮饭, 二女几乎没有事情可做。 日子甚是无聊。 你们平时是怎么出入阵法的? 宁峰打开阵法静置, 需要使用灵力。 二女是凡人, 没有灵力。 但平时宁峰看到, 他们出入自如。 突然就觉得很好奇, 直接带着秦雪问。 因为, 上次唐英如布置好阵法之后, 交代他如何启动关闭阵法, 也告诉他出入打开静置的方法。 随后, 宁峰就自行琢磨 如何启动阵法去了。 唐英如给二女讲解的时候, 他根本没在一旁听。 秦雪从袖中摸出一根黑色的东西。 公子, 唐仙子, 给我们这个, 只要放入门口那个位置, 再念一段口诀, 就能打开阵法出入了。 原来如此, 宁峰接过那根东西, 看了一下, 形状像把匕首, 上面刻着一些阵纹。 秦雪又道, 唐仙子说过, 这个叫阵池, 上面的阵纹, 与我们院子的阵法是匹配的, 独一无二的。 而且要配合口诀, 才能打开。 如果没有口诀, 就算有阵池, 也无用。 他以为宁峰担心, 他们在外面遗失了阵池, 特意解释了一番。 宁峰点了点头, 将阵池还给了秦雪。 你们自己, 收好便是, 口诀不会很长吗? 他担心口诀太长, 若是遇到紧急情况, 还要站在门口牢牢叨叨, 念一段口诀的话, 就太危险。 容煞化临阵的启动口诀就很长, 宁峰都担心时间久了, 自己会忘记。 叶莹原本蹲在地上逗小鸭子, 此时抱着小鸭子也走了过去。 正好听到宁峰这般问, 直接笑道, 公子, 这口诀就一句话而已。 很简单, 如此便好。 宁峰又与二女聊了一会, 顺便了解一下家里各种用度。 得知伙食储备充足, 各方面无欠缺。 我这几日闭关, 无事不必换我。 宁峰交代一句, 便进屋去了。 唯一遗憾的是, 扶皮的存货有些不足。 宁峰有些后悔, 当时没有在邻家外务堂那里, 囤多一些扶皮扶墨。 当时可不止官闲一家卖扶皮, 宁峰看到不少扶尸都在摆摊。 在官闲摊上买的扶皮, 经过昨晚一夜的消耗, 现在只剩下两百张出头了。 不过这样也好, 少了化妇的负担, 正好可以静下心, 全力修炼巨灵弓。 这次, 不苟到炼器五层, 宁峰不打算再出门。 这两百张扶皮, 若是等到炼器五层再使用, 成福的品质说不定还能提升一些。 盘坐床上, 冥想尽丝半刻后, 宁峰缓缓托起双掌, 引导着丹田的灵力 顺着经脉运行起来。 开始修炼起巨灵弓。 巨灵弓, 熟练度加一。 巨灵弓, 熟练度加一。 第九十章, 长生象夜价。 接连数日, 出了必要的吃喝拉萨。 宁峰几乎没有出屋, 狂修巨灵弓。 这一日, 修炼完巨灵弓, 宁峰压掌收工法, 翻开面板。 巨灵弓。 入门, 六五一百。 速度尚可。 宁峰很满意, 他希望早点突破炼器五层。 若按照目前这个进度, 也许再过十日左右, 就能实现这一目标。 这要是放在以前, 根本不可能这么快。 之前时间都是花在画幅上, 为了几块零食, 宁峰几乎一日都不敢落下。 现在身上的零食充足, 足以应付一段时间的开销。 全天候修炼, 提升自然迅速。 起身活动了下筋骨, 宁峰习惯性往门那边瞄了一眼, 发现门缝有张旨。 他之前曾交代过二女, 闭关的这几日不要敲门, 以免影响他的修炼。 若是有急事, 可以从门缝递纸条, 这样宁峰每次收工的时候, 就可以看见并进行处理。 不过这几日来, 二女一直没有往门缝塞入过纸条。 想必今天是有急事了。 拉起指一看, 应该是秦雪的字迹。 长生象玉立护卫队, 深时在巷子巨翼。 深时? 深时大概就是下午四五点的时候。 宁峰往窗外一看, 此时天色估摸也差不多是 下午三四点光景了。 这是, 按宁峰的估计, 有可能是长生象的一些邻居带头, 想成立一支武装队伍, 保护长生象的安全。 但具体怎么组建, 利益和义务如何分配, 可能就是这次巨翼的目的。 作为长生象里的一员, 宁峰觉得有必要参与进去。 毕竟涉及到自己的安全。 宁峰披上道袍, 直接走出了院子。 发现长生象中间的位置, 已经聚了不少人, 便举步副手走了过去。 宁道友, 好久不见。 见过刘道友, 邻居们在宁峰来拜门时, 已有过一面之交了。 如今再见, 自然少不了一番客套。 宁峰虽不善交际, 但不卑不亢, 把应酬姿态做到十足, 没有半分失礼。 宁道友, 这么早就到了。 宁如友也是刚走过来, 一眼就看见宁峰, 便过来打招呼。 宁峰拱手笑道, 见过宁道友, 闲着无事便顺便出来透透气。 宁如友给宁峰的印象不错, 性格没有什么棱角, 见谁都是一副很随和的样子。 两人客气了几句。 宁如友便问道, 宁道友, 可有打算加入护卫队? 宁峰摇头道, 我只是收到聚意的通知, 至于其他细节尚未知晓。 宁峰觉得宁如友人员不错, 可能会提前知道一些护卫队的事情。 便问道, 不知这个护卫队是何人倡议成立。 宁如友朝向两人对面那个院子, 挪了挪嘴, 给宁峰使了个眼色。 叶佳。 宁峰心灵神会, 他们站的这个位置, 对面那座院子是长生巷18号。 18号院子是长生巷最大的院子。 住在里面的是一个小型仙族, 上下有好几十人。 光是修士就有十多人, 其他的都是凡人女仆。 家主姓叶, 叫叶明, 据说是炼气八层。 不过, 当时宁峰拜门的时候, 叶明没有接见他。 接见宁峰的士族中, 另外一名叫叶盛的修士。 宏如友点点头, 低声道, 叶佳是我们附近最大的仙族了, 这种事情自然是他们带头。 宏如友说着, 脸色也有一丝羡慕。 像叶佳这样的小仙族, 在凤瑶城内, 算是混得极为不错了。 他们在凤瑶城内落户, 也有数十年之久, 无论是人脉, 实力, 都不可小觑。 像宏如友这样的灵直师, 灵根不佳, 修行受限, 是很难走到这一步的。 心生羡慕, 人之常情。 宁峰看到, 洪如友一副神网的样子, 问道, 莫非洪道友想加入护卫队? 加入护卫队有什么好处? 洪如友闻言, 脸色顿时着急了起来, 连盲摆手道, 宁道友莫要开玩笑, 洪某紧练器五层的修为, 何德何能加入护卫队? 加入护卫队自然有许多好处, 不过, 这些好处还是留给别人算了, 洪某实在不愿夺人之美。 宁峰心中暗笑, 看来这个洪如友也是只老狐狸, 听他的口气, 铁定是不打算加入护卫队的了。 护卫队? 在多数人眼中, 就是完命的活。 两人又聊了一会, 巷子中的人越来越大。 除了那些常年无人的人家, 基本上每户邻居都派出了一位修士参与巨艺。 见过洪道友, 见过宁道友。 唐英如不知何时也走过来了, 站在宁峰身边。 哦? 唐仙子也来了。 洪如友看到唐英如, 也热情地打招呼。 哐! 就在这时, 对面一声微响, 门打开了。 走出几名修士, 为首一名老年修士, 虚发揭白。 看上去至少有六七十岁了, 此老便是叶明。 洪如友在一旁低声道。 宁峰其实也猜出来了, 这把年纪, 家主不是他, 还能是谁。 况且上次接待他的叶圣, 也站在这名老修士旁。 看到叶家几名修士出来了, 其他邻居都停止了交谈。 叶家主, 别来无恙。 见过叶老, 一些和叶家比较熟悉的邻居和叶明打起了招呼。 叶明练七七八层, 在长生巷已经是天花板的存在了。 不过他没有摆架子, 而是笑着给依依众人回礼。 接着洪生道, 今日约各位邻居过来, 想必各位也知道原因了。 目前城内局势混乱, 为了保证长生巷的居住安全, 我们叶家提议成立一支护卫队。 成立护卫队对各位邻居只有好处, 没有任何坏处, 希望各位商量一下。 众人听了, 大部分都点头赞同, 当然也有一些人保持沉默。 同意, 支持叶老的畅言。 红如有刚才还说不愿意加入护卫队, 此时却表现得异常永远。 那种表情, 似乎恨不得第一个加入护卫队, 立即扛起护卫队的旗子。 嘖嘖嘖, 这个老狐狸。 宁峰心中暗暗佩服, 红如有座人如此八面玲珑, 难怪他的人缘极好。 他观察了一下周围, 大多数邻居赞同成立护卫队。 毕竟叶明说得没错, 这个队谁都没坏处。 而其余保持沉默的邻居, 境界似乎都不高。 宁峰和一旁的唐英如没有跟着起哄, 像他们这种修为境界, 还是静观事态为宜。 成立不成立, 怎么成立? 肯定都是修为高的, 邻居说了算。 第九十一章, 长生护卫队。 长生像这次聚意商量, 和宁峰之前想得差不多。 邻里之间与城外完全不同, 却有几分抱团取暖的意思。 从这件事上看, 叶家算是有点格局。 因为对于叶家这种 有炼气后期修士坐镇的先祖来说, 在乱局中只要不主动作死, 自保一般没有问题。 成立护卫队, 叶家授意不会太大。 但对宁峰而言就不一样了。 成立护卫队, 对他很有利。 一旦护卫队成立, 在安全方面, 受益最大的, 就是宁峰这些修为低的住户。 这等于将整个长生像的战斗力, 都平探到那些修为低的住户身上。 不过, 既然受益, 那么势必会有一些付出。 叶明看到, 众人都赞同, 也微微点了点头。 接着道, 邻家经此一战, 元气大伤, 城中护卫队根本就不够人手。 这几日城内的劫匪越来越多。 前晚与昨晚, 我们长生像都出现过盗匪。 虽然暂时没有死伤, 但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 长生像居民的安全, 成立护卫队刻不容缓。 既然各位邻居都赞成成立护卫队, 那具体应该如何管理? 各位如果有建议, 不妨说出来, 让大家一起商量。 叶明说完, 在场的三十多位邻居, 便七嘴八舌, 讨论了起来。 原来前几日晚上, 有一户人家, 半夜被杰修攻破了护院阵法, 入室偷了不少值钱的东西。 幸好那户人家, 上个月就去了其他县城走伤, 无人在家中, 这才没有造成伤亡。 从现场的破坏痕迹来看, 杰修的修为比那户人家, 要高出至少两个境界。 还有昨晚, 也发生了一起类似事件。 长生像另外一户人家, 在白日里, 被杰修给盯上了。 晚上几个, 杰修一起过来偷袭, 索性最终没有得手。 不过, 昨晚这件事, 发生在叶家的隔壁, 也就是16号院子。 叶家也受到一些影响, 于是今日才牵头倡议, 成立护卫队。 在吵吵闹闹的讨论声中, 宁峰听到有几名邻居, 似乎提及到邻家护卫队。 他连忙凑过去听了一回, 总算搞明白了当日张灵两家大战的情况。 那日两家大战的最终赢家, 居然是邻家。 张家来袭的修士, 全军覆没。 这个结果, 和双方表面上呈现的战礼, 完全不对等。 原来邻家表面上只有一位助击, 但实际上却有两名助击。 邻屏陨落, 邻家另外一名助击, 趁着张茂灵力虚空的时候偷袭他。 一击得手, 张茂最终陨落。 张家没有了助击坐镇, 全部被邻家斩杀。 宁峰在一旁听了, 暗暗心惊。 这与他亲眼看到的不一样啊。 莫道友, 方才你说张家那位助击是如何陨落的。 宁峰忍不住问了方才那位邻居。 那位莫道友回道, 宁道友你不知道吗? 当时张茂杀了邻家主之后, 邻家的主母陈月灵直接在后面赶来, 一次就直接将张茂肚子捅了一个大洞。 莫道友说的喷脱成猪喋喋不休, 越说越精彩。 最后, 甚至还模仿起双方对战的姿势, 就仿如他亲眼在现场看到整个过程。 多谢莫道友告知。 宁峰听完扎舌不已。 原来那日张茂自爆前, 骑着孔雀飞来的那位女修, 居然就是陈月灵。 陈月灵是林家主母, 也就是林平的道旅。 还是一名助击。 林家对外称只有一名助击, 但谁能想到林家的家母已然悄悄突破, 成为助击大修了。 宁峰后背一阵发凉, 幸好那日没有下手去摸陈月灵的橱带。 她没有死, 她只是被张茂自爆余波震晕了。 可是, 按照莫道友的说法, 根本没有人知道张茂自爆的事情。 更没有人知道陈月灵被张茂自爆震晕的事。 整个凤瑶城, 谁都知道张茂是在空中直接被陈月灵给刺杀的。 会不会是林家怕传出去丢人, 故意隐瞒了这件事? 一时之间, 宁峰有些后怕, 自己好像无意中撞进了一位助击的秘密。 各位邻居, 叶明和叶家几名修士, 方才一直在与其他邻居讨论。 此时, 似乎已经采集到不少邻居的意见, 开始向众人发话。 关于护卫队的成立细节已经商量出结果了, 现在公布, 各位邻居若有意义, 可以私下再找我们商量。 叶明表面话是这样说, 但实际上他与其他邻居早就交换过意见了。 这种事情, 无论在哪里, 都是少数服从多数, 基本没有什么争议的。 宁峰听完叶明公布的护卫队方案, 也默默地点头。 这些邻居给出的护卫队成立方案, 其实也很合理。 第一, 练起前期不用参与, 练起中期, 后期都必须加入护卫队。 练起前期的修饰, 修为太低, 就算加入护卫队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第二, 每户至少派遣一人进入护卫队。 如果家里全部是练起前期的, 则需要缴纳零食。 这个做法也无可厚非, 不出力, 又不出钱, 肯定对别人不公平。 而缴纳的零食, 就相当于给其他护卫队成员发放一些酬陋。 第三, 护卫队主要是负责长生巷里的安全护卫, 全天候巡逻, 按最终人数来分配小队, 实施轮流巡逻。 宁峰很不幸, 炼器四层需要承担护卫队责任。 不过, 按照叶明的说法, 炼器四层这种修为较低的护卫队成员, 就与修为比较高的邻居组成一队, 安全应该不成问题。 护卫队的存在, 其实更多是起到震慑作用。 普通节修看到有护卫队, 脑子正常的话都会绕道, 去其他地方作案。 凤瑶城可不止一条巷子, 没必要非要与一支有组织的护卫队扛上。 接下来就是统计人数。 36户人家经过筛选。 审平允落, 唐英如炼器二层不用参加, 另外还有几家要么没人在家, 要么就是修为不够。 最终确定下来符合条件的, 共有27名护卫队成员。 修为不够的住户, 每月需缴纳7块零食。 唐英如二话不说, 直接缴纳了7块零食就离去了。 等于花钱买了个平安, 在他看来这是非常划算的。 六家没有修饰加入护卫队的住户, 一共缴纳的零食合计42块。 分摊下来, 每个护卫队成员, 每个月仅能分到一块半零食。 不过也没人去计较这些, 说到底, 都是为了自己安全。 第92章。 鸭子长青毛。 在讨论到护卫队名字的时候, 居然绝大多数邻居的看法都出奇的一致。 最终, 这只护卫队名字被敲定, 长生护卫队。 长生护卫队的27名成员被分成6小队。 每只小队4名修饰, 白天夜晚轮流巡逻。 每只小队巡逻6个时辰, 这样三天才会轮到一次。 剩下的3名修饰, 则轮流补充入夜间巡逻的队伍中。 因为大家都觉得夜间会更危险, 这样可以确保夜间的战力更强一些。 宁峰觉得, 这样的安排挺好。 凤瑶城要想恢复到以前那种稳定状态, 肯定需要一段时间。 长生护卫队或许会存在很久。 三天才轮一次, 不会影响到自己的修炼。 而且, 心理上不会觉得很累。 等队伍人员安排好后, 众人各自散去。 而护卫队的第一批成员直接原地上岗。 四个修饰分散站在巷子内, 开始巡逻。 宁峰留意了下队伍安排, 自己的第一次巡逻是明日的白天。 便和其他邻居道别, 准备回自己院中。 宁道友, 请留步。 还没走出几步, 宁峰就听见后面有人唤。 扭头一看, 原来是一名姓方的邻居, 方道友。 有什么事? 这位方道友是长生巷七号院子的, 叫方辰。 宁峰刚才也看到护卫队的名单, 方辰正是第一批被安排巡逻的。 宁峰拜门的时候见过他, 但只记得方辰是炼器四层, 其他就压根没有印象了。 方辰笑道, 宁道友, 你身上还有没有多余的俘虏? 我想买几张。 脸上虽是笑容, 但细看仍能发现他有一些焦虑。 宁峰一听自然明白, 方辰是担心巡逻的时候遇到事, 想买俘虏防身。 说实话, 这次护卫队本不应该接纳炼器四层的修士, 修为太差, 若真的遇到事, 就是送死。 但没办法, 长生巷的高阶修士不多, 大部分都是炼器中期。 总不能让几个高阶修士日夜巡逻, 不公平。 宁峰沉吟了一下道, 不瞒方道友, 我身上俘虏也不多, 不过大家都是街坊, 若方道友需要, 我君几张出来也不碍事。 宁峰身上俘虏其实不少, 但做人不能太高调, 免得让人惦记。 一定要摆出存货不多的姿态, 然后再卖给对方, 让对方念记着自己的好。 人情世故, 无非算计而已。 方辰一听, 脸上一洗, 宁峰这般说话, 就是有的商量。 现在外面的俘虏有些紧缺, 价格高就算了。 想买俘虏, 还要去到方氏那边, 路程有些远。 方氏这几日已经陆续开门营业了, 有大修士作证, 一般节修也不敢去闹事。 能找宁峰买符录, 对于方辰而言, 自然是最理想的。 方辰也不好问宁峰有什么符录, 直接道, 宁道友多有些什么符录, 我今日开始巡逻, 我这等修为境界你也知道, 真要遇到个什么事, 我只能跑。 宁峰点头, 懂了。 手掌一翻摸出五张符录, 方道友, 这几张符录你看看用不用得上? 用得上, 用得上。 方辰目光发亮, 心里一阵狂喜, 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宁峰手中的五张符录, 有一张中品预风符, 仅此一张中品符, 就超出方辰的预期太多。 另外四张符录, 两张夏品预风符, 一张夏品谢力符, 一张夏品回春符。 这简直就是为低层修士, 量身定制的一个应急套餐。 浴室可以抗两下, 抗不了就直接跑路。 宁道友, 一共多少零食? 方辰接过五张符录, 小心塞入兜里, 一块零食便渴。 宁峰早就心中计算过了, 稍微比外面价格低了一些, 又不用找零。 方辰又是一阵欢喜, 连忙对过来一块零食。 那就多谢宁道友了, 我去巡逻去了。 方道友小心, 宁峰接过零食, 走回自己院子。 扑扑扑, 刚推开院子门, 突然一道轻影袭来。 吓了宁峰一跳, 开山朔! 情急之下, 准备抗敌。 宁峰现在已经养成了习惯, 左手捏服录, 右手不是握刀, 就是捏法绝。 任何时候都可以随时出击。 不过开山术刚刚发出, 宁峰就发现这道青色身影, 似乎是只小动物。 只能强行把手指偏移几寸, 一道极光射出。 碰! 院子门前地板上顿时多出了一个小坑。 噗噗噗! 那只小动物在宁峰击出开山术的同时, 居然也拍着翅膀往侧边闪了一下, 然后轻轻落在厨房前的地面上。 宁峰松了口气, 他方才也发现了, 这种小动物就是那只鸭子。 这只鸭子算起来也是二女的小宠物, 似乎是他们在这里的唯一消遣, 没必要杀了。 公子, 发生什么事了? 二女在厨房里忙活, 被开山术动静吓了一跳。 两人一前一后跑出厨房, 直接抬头往天空上看。 他们以为又有什么仙人来袭凤瑶城 发出的法术声。 没事, 到时找个绳子把这只鸭子拴住吧, 宁峰有些。 二女在厨房里忙活, 被开山术动静吓了一跳。 两人一前一后跑出厨房, 直接抬头往天空上看。 他们以为又有什么仙人来袭凤瑶城 发出的法术声。 没事, 有空找个绳子把这只鸭子拴住吧, 免得到处拉屎。 宁峰看着那只鸭子, 脸色有些嫌弃。 他前世就不喜欢养小宠物, 总觉得很烦人。 不过他目光落在小鸭子身上后, 却有些意外。 才几天功夫, 小鸭子身上的毛, 似乎多了许多。 之前抱回来的时候, 就是一只白条鸭, 毛都没张起。 宁峰忍不住蹲下来细看。 好家伙, 不但羽毛多了, 个子也大了一小圈。 青色的羽毛, 很短, 数量也不多, 但羽毛被日光照耀, 竟闪动着青色耀眼的微光。 整个鸭子看上去, 比刚抱回来的时候, 精神许多了。 宁峰想抓起小鸭子, 再仔细看一下。 没想到手刚伸出, 鸭子扑动起小翅膀, 竟急退了几尺之外。 嘎嘎,嘎嘎。 叶银在一旁看见此景, 笑着走过来, 朝小鸭子拍了拍手掌, 嘴里一边喊着。 小鸭子似乎听得懂叶银的意思, 蹬着两条细腿, 咚咚咚跑了过来。 叶银蹲下来, 一把抱起小鸭子, 对宁峰道。 公子, 嘎嘎和你不熟, 我就抱着他在怀里。 来, 你看吧。 第九十三章, 细平冷门符。 小鸭子被叶银紧紧按住, 宁峰凑近一看。 小鸭子的双眼溜溜地转着, 看上去颇具灵气。 脖子处有好几圈金色的毛, 乍一看上去, 像带着几个金箍。 扑扑扑。 小鸭子正拖着, 想从叶银怀中逃走, 但力气不足, 一双小翅膀拍在叶银身上啪啪响。 公子, 你没有留意到吗? 嘎嘎的翅膀好大。 叶银提醒宁峰。 宁峰其实自从抱了这个小鸭子回来, 鸭根就没正眼瞧过。 但秦雪与叶银两人和小鸭子朝夕相对, 自然清楚这只鸭子与寻常鸭子有大不同。 宁峰再次看向小鸭子的翅膀, 果然, 小鸭子的翅膀比一般的鸭子大了许多。 若是双翅完全展开的话, 宁峰怀疑差不多有一尺多。 确实是比一般的大, 那就先不顿了, 再养九点看看。 宁峰交代了一句, 就进屋了。 这只小鸭子, 是十六号院子那位预售师的拜门回礼。 当时那位预售师说过, 死鸭为鸭中极品。 虽然多半是自卖自夸, 但结合目前小鸭子的外形来看, 宁峰觉得未必不可欣赏三四分。 无所谓, 就当投资。 进屋后, 宁峰原本想继续修炼聚灵宫, 但想到很快就开饭了。 修炼一波聚灵宫下来, 至少近半个时辰。 干脆晚上吃完饭再修炼算了。 于是打开浮墨瓶子, 摊开浮皮, 闭上眼睛, 仔细回忆了一番。 随后宁神冥想, 放松思绪, 默念清心咒。 举起玉符笔, 沾墨, 下笔。 那日在邻家外务堂, 他观摩了几名浮师画符, 将他们画符的流程全部记了下来。 这几日虽然一直在修炼聚灵宫, 但宁峰每天都抽时间出来, 回忆那些符录的画法。 画符, 其中的灵力运转, 才是这一门记忆的核心。 既要懂得运笔走向, 又要知晓灵力行止, 方能成功。 二者, 缺一不可。 不过宁峰觉得, 有必要尝试一下, 毕竟他与普通符是不同。 有系统, 只要手法纯熟, 姿势到位, 或许有一丝成功机会。 现在宁峰要模仿的, 是燕酒那日化的符录。 宁峰一直怀疑, 燕酒那张符录, 也是冷门符。 因为他从没有在方式里, 看见过这种符录。 下笔, 笔如刀形, 游走符彼表面。 符墨生龙, 在符彼上藤月。 很快一阵符文泛起, 红光闪闪。 宁峰有些暗息, 现在这等景象, 就如那日在外务堂, 看到燕酒画符的情形差不多。 有机会成功。 宁峰面不改色, 继续运起灵力, 控制着符笔, 学着燕酒那样, 接着画下去。 很快, 笔形之末尾, 符文开始汇集, 准备落入符皮中央。 锁! 一声, 符文突然消逝。 失败了。 宁峰放下符笔, 皱起眉头。 心中肉疼不已, 白白浪费了一张上等符皮。 原本还想接着试一下画金甲符的。 那天, 他也观摩了黄符师绘制金甲符。 但如今尝试失败, 宁峰觉得, 没必要再是金甲符了。 因为符皮存货不多, 得用在关键的地方。 与其用来画这些不知能否成功的符符, 还不如直接画谢力符。 谢力符成功率高, 不会造成浪费。 将桌上那张废品符皮一揉, 扔到了桌下的废物裸里。 随后宁峰陷入沉思, 缺个攻击符符。 半想后, 宁峰摇头叹息。 作为一名符师, 他目前掌握, 能成功画出的符符, 居然全部是防御类的符符。 入门符符制作详解里的六种符符, 宁峰基本都学会了。 在实战中并无太大意义。 不能直接攻敌, 也不能防御, 顶多只能日常使用。 谢力符、御峰符和回春符, 没有一个是攻击类的符符。 这样很不妥, 并不是说防御符符不好。 但有句话说得好, 以进为退, 以攻为首。 进攻, 原本就是最好的防御。 虽然宁峰目前可以用开山术 或基础刀法进行攻击, 但若有攻击型符符的辅助, 战力无疑大大增强。 一刀回出, 再给对方甩个攻击功能的符符, 等于两个人同时进攻。 对方就算不会直接中招, 也一定会手忙脚乱。 那种画面, 宁峰想着都有些暗爽。 一印了片刻, 宁峰突然想起什么, 忙翻开储物袋。 找了一会, 翻出一本书, 放在桌面上。 冷门符符摘要。 这本手抄本秘符, 是关贤那里买的。 当时宁峰看了20戏左右, 就买下了, 之后再也没有翻开过这本秘符。 因为关贤说过, 至少要炼器五层, 才可能学会绘制其中的符符。 宁峰记得, 上面也记载着几个攻击型符符。 虽然还没有达到炼器五层, 但也不会太远了, 有必要先学习。 等熟悉了这些符符, 一旦突破炼器五层, 便可以直接绘制。 宁峰翻开密集, 细细品读了起来。 这本《冷门符符摘要》上面, 一共记载12种符符。 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无一例外, 全是冷门符符, 完全对得起书名。 这些符符, 市面上都难得一见。 有些甚至是闻所未闻。 例如, 有个五感封印符, 一旦对敌人寄出之后, 对方会短暂失去五感。 五感极为行、 生、 闻、 畏、 触。 看不见, 听不到, 闻不出, 舔不了, 摸着没感觉。 虽然这个过程只维持几夕, 但几夕时间足够杀人消失了。 还有一种指人符, 宁峰觉得极为有趣, 而且也有一定的实战价值。 这种符符拍出后, 直接化为一个小指人。 潜入地洞或者潜入水中, 一路上看到的所有景象都可以传给使用符符的人。 这种符符非常适合探路, 或者去一些危险的地理环境中执行勘查任务。 有意思, 宁峰觉得以后有时间, 要好好学一下这个指人符。 他几乎肯定, 指人符若是进入市场, 一定很受欢迎。 需要这种功能符符的潜在客户, 太多了。 不说别的, 就是卖给那些狩猎修士或者上山采药的修士, 绝对不愁销路。 用个小指人代替自己去侦查巡路, 不比亲自面临风险来得香。 不过这本书里记载的符符之中, 最能让宁峰眼前一亮的。 还是隐身符和易容符。 光听这两种符符的名字, 宁峰就觉得自己肯定用得上。 第九十四章 巡逻队失踪 当然, 隐身符并不是真的能隐身, 而是隐秘了自身的气息, 让周围的人难以发觉。 寄出隐身符之后, 使用者身上的气息大大降低, 存在感也会降低。 虽然隐身符也有时间的限制, 但是若达到上品, 气息和存在感几乎能接近零。 这就是说, 上品隐身符与真正的隐身已无太大的差距。 对敌的时候, 若是突然寄出一张上品隐身符, 结局可想而知。 对方一下失去攻击目标, 根本不知道你从哪个方向袭来。 易容符用处也是极大。 拍出一张易容符, 面部和身体的一些明显特征都会被遮挡。 有些类似隐眼法, 就算是被熟人看见, 也认不出来。 宁峰觉得, 要是有一容符, 办很多事情都方便许多。 去那些不愿意露出真容的场所, 绝对用得上。 没有人认出, 就不会有任何后顾之忧。 除此之外, 宁峰还发现, 书中记载了一种控制动物的符录。 玉兽符。 若能化成玉兽符, 投放到方式里销售的话, 应该很抢手。 这种符录专门对动物使用, 而且使用起来不需要灵力。 因为符师在绘制玉兽符的时候, 已在符录内注入了一丝灵力。 哪怕是凡人, 也可以正常操作。 只需将玉兽符贴在动物的额头上, 该动物便对贴符者唯命是从。 不过动物与人之间的境界, 不能相差太大。 如果动物的境界级别高于贴符者太大, 这符录就不起效果。 这个世界, 摇手实在是太多。 宁峰相信, 若是掌握了玉兽符的绘制方法, 就等于打通了一条发财之路。 除此之外, 还有它几种算是比较偏门的符录。 例如专门治疗的羽灵符, 修饰受伤, 寄出羽灵符, 周围就会下一场淋雨。 不过羽浴范围不大, 在羽浴范围内的人, 被羽灵到都能恢复伤势。 这就等于群奶了。 看完整本, 冷门符录摘要。 宁峰发现, 真正属于攻击型的符录, 只有两种。 暴血符, 何地追符? 其实只要是攻击符录, 宁峰都觉得不应该列入冷门之列。 这两种攻击符录之所以被列入这本书, 主要因为它们的使用方法颇为奇葩。 暴血符, 居然要寄出符录的人割肉放血, 以血催浮。 以修饰之血灌露符文, 符文宁会杀伤之力, 以此袭笛。 而且, 符文的攻击时间全靠血气维持。 就是只要你想攻击对方, 就得一直放血, 供应符录的后续威力。 符录是枪, 血就等于子弹。 试问, 谁有这么多子弹? 宁峰摇了摇头, 这个攻击型符录, 太鸡肋了。 尽管威力不小, 但算下来, 未必稳赢。 很可能对方还没倒下, 自己就以失血过多身亡了。 至于的追符, 是一种有五行属性要求的特殊攻击符录。 需要土系修饰, 才能使用。 其他金木、 活水四系的修饰, 根本无法使用。 使用条件如此苟客, 因此的追符也被列为冷门符。 宁峰看到这里的时候, 眼睛一亮。 他自己就是土系, 三菱根之中土系比重最大。 这个符录, 很适合他。 地追符祭出之后, 在符录符文散开的区域, 催影地底的沙土, 形成追刺, 直接刺杀地面上的敌人。 如果初期不被偷袭, 应该很有杀伤力。 但这种符录也有缺陷, 就是敌人必须在地面上, 或者离地面不远, 才可能刺杀成功。 如果敌人跃在空中, 或者空中对战, 就完全没有意义。 因为沙土形成的追刺, 根据品质不同, 高度也不一样。 下屏的追符, 催影出来的追刺, 不过一个正常人的身高而已。 但对宁峰来说, 有攻击服录, 总比没有好。 面对困境时, 或许的追符, 可以当秘密武器使用。 将地追符的绘制流程, 详细看了几遍, 宁峰觉得操作上不难。 只要等突破练器五层, 就可以尝试化。 心下已决, 便将书合上。 吃过晚饭后, 宁峰在院子里, 修炼了一会开山术。 看着开山术的熟悉度, 增加了一些之后。 再次回到屋中, 盘坐于床, 开始修炼聚灵宫。 聚灵宫, 熟悉度加一, 直至天明。 宁峰其实现在生理上, 已经不需要睡觉了。 但心理上, 还是要的。 他早就发现, 修炼聚灵宫所带来的身体功能恢复, 远超睡眠。 不过, 修仙界的修饰, 都是从凡人中出来的。 心理习惯, 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 就如吃饭, 也是如此。 修仙不吃饭, 那叫清修, 苦修。 宁峰觉得, 没有特殊情况, 还是要享受一点美食的, 偶尔也要睡眠。 满足心理上的那种, 劳逸循环的习惯。 这段时间, 几乎全天修炼, 自然是因为, 当下就是特殊时期。 翻开面板, 聚灵宫, 入门, 七三一百。 昨晚一夜修炼, 增加了八个熟悉度进度。 下床, 披上道袍, 整理好应急物资, 检查服录。 准备出门上班。 按照长生护卫队的安排, 今天轮到宁峰巡逻。 宁峰这趟是白班, 巡逻时间, 相当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 共六个时辰。 夜班则是晚八点到第二天八点。 吃过早餐, 坐在树下, 看二女喂了一会小鸭子。 眼看时辰, 差不多了, 宁峰便走出院子。 巡逻队日夜班换班时, 有个交接的流程。 好让接班的人, 知道前面发生过什么事, 有无受到袭击。 这一点, 让宁峰感觉自己, 有点像前世的保安。 交接点, 就是在叶家的门口。 叶家不仅一手推动, 护卫队的成立, 同时还担任着管理调度的工作。 负责交接工作的, 正是叶家修士。 走到叶家门口的时候, 几名修士已经在那里站着了。 有的是昨晚夜班的, 有的和宁峰同一个班。 早啊, 各位道友。 宁峰主动笑着打起招呼。 他修为不高, 若不是挂了个服饰的虚名, 多数邻居未必会看他上演。 长生像住户, 绝多大数都是炼器五层, 有一些炼器六层。 炼器四层的, 几乎一个巴掌就能数得来。 宁道友, 早。 几名修士也很礼貌打招呼, 不过他们脸色皆显得有些沉重。 怎么回事啊? 宁峰觉得气氛不对劲, 连忙问道。 叶家修士是一名叫做叶志文的炼器五层修士。 听到宁峰如此问, 叹了一口气。 昨夜巡逻, 方辰失踪了, 至今未归。 第九十五章, 方辰的尸体。 什么? 方辰失踪了? 宁峰吃了一惊, 方辰昨日还向他买了几张符绿。 好端端的一个人, 怎么会失踪了? 和方辰同一小队的一名修士点头。 昨晚我们约好, 巡逻的时候相互之间别隔得太远, 有事可以互相传唤。 卯食的时候我还看到他在巷子口那边, 没想到天亮, 就不见人影了, 四处找不到人。 长生象其实不长, 一目看尽。 虽说是失踪, 但众人心里都明白, 方辰多数是玉玺陨落了。 若是陨落, 尸体极有可能是在巷子以外的地方。 叶志文沉声道, 一会等人齐了, 我们分头找找吧。 宁峰看了一眼在场修士, 包括他, 一共七个人。 现在还没到交接的时间。 所以, 和自己同一个班的, 还有一人没来到。 很快, 最后一人也匆匆赶来了。 叶志文也回家里, 喊来了两名叶家的修士, 都是练七六层。 我们分两队, 到巷子外找找看, 别走太远, 找不到, 就尽快回来。 叶志文交代众人, 简单分了两队, 便带着一队匆匆出了巷子, 往右边搜寻而去。 宁峰和同班一起巡逻的, 其他三名修士, 则被安排在另一支队中。 带队的也是叶家的一位修士。 叶志江, 练七六层。 走, 我们去左边看看, 注意跟上。 宁峰手捏符路, 跟着几人一起走出巷子外。 长生巷外是一条小街, 不过严格说, 起来的话算不上是街道, 顶多就是一条土路。 这里位置偏僻, 住宅区不多, 相当于郊外。 除了长生巷, 左边就是东面, 右边是西面。 越往东面就越偏僻, 西面则是城内中心的方向。 这条土路往东去的两侧, 还有几条和长生巷 差不多规格的巷子。 但在前走, 就是树林和荒地了。 此时路上也有其他修士在行走, 但除非是心怀恶意, 否则不会直接拔刀相对。 害人之心虽未有,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就是修仙界 多数修士的处事态度。 与人相遇, 大多各自冷眼提防, 保持距离, 相互通过。 几人挨着周围的几条巷子, 里里外外寻了一遍, 并没有发现。 要不要去那边小树林看看? 和凝峰同班的一名修士, 看到半天都在这些巷子里打转, 好心提醒叶志将到。 他担心叶志将没有发现 土路后面还有小树林。 凝峰闻言也是醉了, 差点没忍住甩一大耳光过去。 你没看到大家都很默契, 很努力地在搜查, 就等着回去交差吗? 你非要去树林里干什么? 树林里就一定找得到吗? 提醒叶志文的这位仁兄, 就是昨日吹张铃两家大战的那位末道友。 凝峰记得 名字叫墨周行, 炼气五层的境界。 叶志将闻言, 嘴角微微一抽。 但最终沉生点头道, 既然墨道友提起, 那我们便过去查看查看。 其余的几人, 此刻看向墨周行的目光, 都或多或少带着些鄙夷。 这纯粹就是没事找事。 树林这种地方, 地形多变, 掩护物又多, 视线很容易受阻。 若在林中遭遇埋伏, 极为危险。 几名修士中除了叶志将, 其余人都是炼气五层。 而且队伍中, 还有一个炼气四层。 说实话, 总体战力并不高, 在长生巷里, 巡逻转一转, 还是勉强够看的。 但若是放到外面, 就啥都不是了。 但凡一个炼气后期的, 杰修隐秘在树林中, 很容易就将他们一锅端起。 不过叶志将, 已经举步走向树林了, 众人也只能跟上。 大家都心知肚明, 其实方辰多半是寻不回了。 方辰若还活着, 他有酒, 自己懂得走回来。 但如果方辰陨落, 就算寻到尸体, 又有何用? 之所以在周围搜查一下, 更多是需要给方辰的家人 一个交代而已。 众人都一股闷气, 来到树林边。 就在此时, 叶志将身上的传讯符 似乎传来动静。 叶志将掏出一看, 对众人道, 志文那条队, 在巷子溪找到方辰了。 方辰已确定陨落。 我们先回去吧。 众人无语, 心中不知该背还是该洗。 但都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 马不停蹄感到长生象。 方辰尸体已经被家人 接回自己院子, 隔着几座院子都能听到 他道履撕心裂肺的哭声。 叶志文看到人都回齐了, 便将事情大概说了一下。 尸体是在巷子后的水沟里发现的, 从现场的痕迹判断, 方辰是在巷子口被杀。 然后尸体被拖到巷子后, 杰修搜刮完身上的财物, 就将尸体扔在水沟内。 对方修为应该是炼七六层, 大家巡逻的时候要小心点, 这些杰修明知长生象 有人在巡逻, 还敢下手。 接着叶志文登记了两班交接事宜, 又吩咐了几句, 便离开了。 昨夜巡逻的护卫队 也折腾了半夜, 各自回家休息。 长生象的巡逻任务 就交给剩下的四人。 三男, 一女, 除了宁峰, 另外三人都是炼气五层。 这三名邻居分别是 14号院子的苏亚琴, 21号院子的谢土生 和25号院的墨州行。 队长是苏亚琴。 谢土生和墨州行刚 晋级到炼气五层没多久。 苏亚琴却已经是五层 随时可以准备突破炼气六层了。 凌峰, 你秀为低, 你就在巷子尾这边吧。 墨州行守在巷子入口, 不是我们巷子里的人, 不让他们随便进来。 谢土生在中间巡逻。 苏亚琴能担任领队, 是因为他踏入炼气五层 已经有两年。 他不仅灵力 比其他两位邻居浑厚一些, 而且战斗经验也比较丰富。 因为他也是狩猎为生, 常年与各种妖兽近身搏斗。 身上的威压气息 明显比一般的炼气五层更强。 苏亚琴特意将墨州行 安排到巷子口, 明显是想整衣整塌。 有那么一点 公报丝绸的意思, 方才墨州行 怂恿大家去树林里找方辰, 就连叶家修士都面生不悦。 不过, 墨州行居然也没有一点在意, 点头道, 行, 那我过去了。 随后, 他大大咧咧提着一根棍子, 往巷子口走去。 墨州行是明棍修。 宁峰也朝苏亚琴点了点头, 往自己的位置走去。 第九十六章 刀法下半卷 长生巷的长度, 按宁峰估计大约两百多米。 四个人, 彼此距离五六十米。 白天还好, 一眼望穿整条巷子。 但夜间能见度就极低, 长生巷外根本就没有路灯之类的照明。 夜间虽然有五名修士巡逻, 但若是分开站位, 根本无法看见其他队友。 所以, 方尘被杰修杀的时候, 其他人完全不知道, 也没有听到动静。 杰修, 极有可能是偷袭了方尘, 一击致命。 结合前几晚长生巷里发生的结案。 宁峰怀疑, 杰修原本就是打算进长生巷作案的。 随后, 杰修在巷子口发现了方尘, 索性直接杀了。 接着又发现, 巷子里还有其他护卫队员, 这才停止继续作案。 夜间无疑是作案的最佳时机。 白天应该不可能这么张狂。 护卫队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所以才安排四个人在白天巡逻。 不过长生巷里的住户, 大白天也是大门紧闭, 若无即逝, 也没有人出来外面闲逛。 宁峰负责巡逻的范围, 实际上就是从他自己院子门口, 到25号院子之间的这段距离。 宁峰左手捏着俘路, 右手换出竹拳段, 紧紧握在手, 一直保持着警惕。 不时来回巡逻了几遍, 时不时又驻足停下。 宁道友, 放松些, 你可以搬着凳子出来坐着便是, 白天应该没有什么事的。 苏雅琴走过来, 他看到宁峰似乎一直绷紧着神经, 忍不住笑着道。 他是队长, 没有给自己安排固定的巡逻地点, 属于随意四处走的机动人员。 宁峰点了点头回道, 苏道友说的是, 不过还是小心些好。 苏雅琴笑道, 那行, 若是你要吃饭, 或者需要上茅房, 护我便是, 我随时可以来顶替你。 好, 谢过苏道友。 宁峰哭笑不得, 苏雅琴名字听着挺斯文, 但性格却有些女汉子, 说话很直爽。 这可能与他的职业有关系。 苏雅琴交代了几句, 就转身离去了。 他住在十四号院子, 直接把院子门打开, 搬了张凳子, 放在门前。 没事的时候, 他就是坐在凳子上。 巡逻甚是无聊, 又过了半时辰, 宁峰也放松了下来。 除了有两名邻居出门去买东西之外, 巷子里再也没有任何情况。 站久也有些累了, 宁峰回自己院子里, 搬出一张小竹凳子, 直接坐在门前。 目光扫视巷子内, 宁峰发现墨周形也是一副很随意的样子。 手中挽着那根棍子半眯着眼, 依靠在巷子墙上。 而谢吐生居然在他的巡逻范围, 直接修炼了起来。 他练的是刀法。 原来他也是一名刀修。 只见谢吐生的刀法招式强悍, 虎虎生风。 刀光闪动飞舞, 挥出时迸发出极强的刚风。 他身旁那棵树的枝叶, 都被这阵刚风晃得来回摇摆。 宁峰看了好一会, 平心而论, 仅在招式上, 谢吐生练的这套刀法, 就完爆他的基础刀法。 谢吐生这套刀法, 主打进攻, 刀势凶猛, 几乎招招都是攻击敌人的重要部位。 虽然刀势直接, 但是路数变化却很广, 不像基础刀法那般死板, 简单又粗暴。 宁峰心中羡慕之余, 突然想起来, 自己的储物袋里还有本基础刀法。 这不是在城外小破图物的那本, 那本是原身留下的, 而且不完整, 只有半卷。 宁峰储物袋这本基础刀法, 是完整的。 是前几日拜门的时候, 谢吐生给他的回礼。 基础刀法一共有十试, 现在宁峰只学了半卷, 也就是前面五试。 若是学会后面的五试, 宁峰就算是完全掌握整一套基础刀法。 有空地好好练一下。 宁峰觉得, 若是掌握整套刀法之后, 熟练度的加点速度, 说不定还能进一步提升。 宁峰手掌一番, 从储物袋里掏出那本基础刀法。 反正无所事事, 不如趁机学习一下。 后面的五招也是非常简单。 宁峰看了一遍, 基本就掌握了动作要领。 但这知警士熟悉了理论知识, 若要掌握刀法的实战技巧, 还需不停地挥刀擎练。 后面五试刀法的名字 与前面的五试一样, 也是起得很大气。 秋月无边, 日段西山, 凤角星河, 独舟渡江, 龙系潜水。 但归根到底, 无非就是, 割, 斩, 砍, 刺, 闸, 简简单单, 但宁峰没有嫌弃。 心中墨迹了几遍, 就站起身, 开始练了起来。 基础刀法, 熟练度加一。 练刀, 巡逻鸡圈, 又练刀, 如此循环。 偶尔坐下休息, 或者和苏亚琴 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经过几个时辰的接触, 凌峰发现, 苏亚琴方才虽然公报私仇, 但其实, 人品还算不错。 为人热心, 对待人比较真诚。 属于那种看你顺眼, 就会对你很友好, 把你当做朋友的那种人。 但若是, 他看你不顺眼, 也不会眼着褶着, 直接就给你翻白眼。 再狠一点, 说不定还朝你脸上吐口水。 苏亚琴一直没有寻找道理, 凌峰觉得主要还是她的长相问题。 苏亚琴名字听着很美雅, 但长相真心长得有些对不起观众。 五官虽说还可以, 但身材圆胖, 举止之间没有什么女人该有的胃。 凌道友, 改天我去城外捕猎带上你。 一起挣钱。 苏亚琴很热心地邀请凌峰, 她觉得凌峰年纪轻轻的, 应该很缺钱。 多谢苏道友, 有机会一定跟你去见识一下。 凌峰嘴里很客气地应酬着, 她知道苏亚琴是真的出自好心邀请她, 但去捕杀妖兽? 还是算了。 这一天的巡逻时间一直风平浪静, 啥事都没有发生。 到了晚上交班时, 凌峰收起竹拳断。 她感觉这五招刀式, 明显比刚练的时候娴熟了许多。 翻开面板, 基础刀法, 精通416500。 若是再练的八九日, 基础刀法就能晋级到小城境界了。 凌峰很期待, 不知小城以后的基础刀法会是什么威力。 交完班, 回到家中让二女煮了热水, 泡了一个走后。 凌峰又继续修炼起巨灵弓。 天道酬情。 下一次的巡逻任务是三日后。 凌峰打算在这三日里加紧修炼, 利用空余时间继续干修为。 第97章, 炼器七五层。 转眼, 七八日过去。 凌峰日子如常, 除了三日一次的护卫巡逻, 其余时间都是窝在家里修炼。 这几日, 城内不断传来消息。 凌峰自上次大战后, 元气大伤。 族内修士陨落近半, 而且大多是高阶修士。 护卫队更是几乎全军覆没。 凌峰原本一直严格封锁这些消息, 以防其他先族趁机而入。 但只, 终究包不住火。 明眼人自然一看就明白, 凌峰家家主陨落后, 实力已经大打折扣。 人手方面的严重不足, 令凌峰家有些自顾不暇。 根本分不出精力来整顿城内的各种事物。 这就造成了城内愈发混乱。 没有护卫队, 连城门都没人把守。 原本流窜在城外的修士, 也可随意进入城内。 导致劫修更加猖狂, 治安事件也日益增多。 部分修为高, 有组织的劫修团伙, 几乎毫无例外地把作案目标放在了城西。 毕竟城西是整个凤瑶城除了凌家族地外, 最富裕的地方。 而来城东作案的劫修, 都是一些修为不高的散修。 所以长生巷, 这几日还算安全。 有一支护卫队, 确实起到了震慑劫匪的效果。 这日凌晨, 凌峰一如往常。 盘坐床上, 修炼聚灵宫。 突然, 面板轻轻闪现即逝。 聚灵宫, 熟练度加一。 随后, 丹田一阵涌动。 丹田内的灵力似乎受到某种搅拌, 突然间爆起。 煞间布满身体各处经脉。 而天地间的灵气, 也似乎受到凌峰丹田的牵引, 开始飞速朝着他的天灵盖上落下。 要突破了。 凌峰不慌不忙, 有了上次突破炼气四层的经验。 他很清楚, 这次是要冲击炼气五层了。 体外灵力开始涌入头顶的百慧穴, 进入到凌峰体内, 不断与身体各处经脉的灵力相融合。 片刻后, 凌峰觉得体内的灵力已无处可容, 变得狂躁无比, 开始在经脉中四处乱窜。 凌峰便开始运行巨灵弓, 缓缓引导着灵力归田。 数个大周天之后, 只觉得眼前一花, 面板信息闪过。 虽然凌峰没有细看, 但他知道, 炼气五层一致。 丹田又扩大了许多, 比炼气四层的容量更大了。 以后能容纳的灵力, 也更多了。 不过, 此时刚升级, 丹田扩大, 灵力却不足。 如火上之锅盛着一半水, 水沸腾摇晃, 极不稳定。 需要继续巩固, 让灵力渐渐充盈满这个丹田。 不过, 这并非一天两天的事情, 需要长时间的修炼, 才可能将丹田充盈置满。 凌峰现在需要做的, 是将现在极不稳定的灵力引导梳理, 让其可以安分守己地待在丹田中。 于是, 周而复始的, 凌峰不断引导灵力行走周天。 经过二十多个大周天之后, 体内的灵力才恢复至平和的状态。 就如驯服的野马, 虽然性格依然暴躁, 但却完全受控。 丹田虽然还未充盈满, 但能明显感受到灵力比之前厚重了许多, 凌峰很满意。 鸭手收工, 缓缓睁开眼。 打开面板查看, 巨灵弓, 精通, 一五百。 基础刀法, 精通, 四七三五百。 巨灵弓法, 以晋级至精通级别。 基础刀法还没跟上进度, 巡逻时摸鱼的时间始终有限, 离小城还有些距离。 这段时间日夜修炼, 许久没有睡过觉了。 凌峰顺势往床上一躺, 虽然并不困, 但心里需要放松一下, 就当给自己晋级练弃五层的奖励。 当, 当, 可就在此时, 巷子外似乎传来了一些声音。 凌峰一下警惕起来, 下床披上道袍, 捏着俘虏提着刀, 轻步走到院子外。 站在树下, 仔细聆听外面的动静。 当, 这次能隐约听出来, 似乎是兵器撞击的声音。 还夹杂着一些人声。 有杰修? 打斗声是从巷子前段那边传来的, 相隔凌峰院子有些远。 而且似乎不时有人寄出了隔音符, 将打斗区域给笼罩住。 接下来打斗的声音就偶尔传几声过来。 听了一会, 凌峰判断应该是一群人在混战。 极有可能是杰修与夜间巡逻的护卫队在交战。 莫过多久, 打斗声彻底消失。 宁峰在院子门口站了许久, 再也没听到异常。 他心中猜想杰修应该是被处理掉了。 否则, 若是杰修打赢的话, 应该还有其他动静才对。 一日, 轮到宁峰巡逻。 吃过早饭后, 走出长生巷。 咦? 宁到有炼气五层了? 恭喜恭喜! 宁峰刚走近, 叶志文就露出一丝惊讶。 宁峰身上的气息已然与往日不同, 修为已提升一个境界了。 谢夜道友, 宁峰谦虚回道。 环顾四周, 发现夜间巡逻的护卫队员, 竟然无一人在场。 夜道友, 他们人呢? 平时这个时候, 基本双方人员都到齐了。 叶志文叹了口气, 道, 昨夜巡逻的邻居全陨落了。 什么? 宁峰知道昨夜发生打斗, 也做好了可能会有人受伤的心理准备。 但没有想到, 昨晚的巡逻的护卫队员居然全军覆没。 昨晚护卫队员整体战力不差, 全部都是炼气五层。 叶志文神色愤然地道, 昨夜那几名劫修实力强大, 还使用了不少隔音符, 所以等我们听到声音赶出来后, 已经晚了。 宁峰问道, 那几名劫修呢? 有没有留下他们? 以叶家的实力, 宁峰觉得留下几名劫修应该问题不大。 叶志文摇了摇头, 道, 对方选择在长生巷下手应该是临时起义。 他们没有想到巷子里有人巡逻, 所以杀了几位邻居以后就直接逃走了。 宁峰默然, 长生护卫队只有27人, 人手原本就不够。 现在已经陨落了6人, 仅剩21人了。 待在护卫队的危险性明显增加。 宁峰有心辞去护卫队, 但这样做就等于退群了。 大家初衷就是抱团。 你一个人不出力, 别人自然不会答应。 除非, 搬出长生巷。 但能搬去哪里? 凤瑶城内, 每条巷子都是如此, 随时都有可能遭遇结修的袭击。 至于搬回城外, 城外更乱。 宁峰也明白这个道理, 与其辞去互为对, 一个人面对风险, 目标太大了。 还不如参与抱团, 敏于众人。 有事大家一起扛, 扛不过就跑。 毕竟自己手中还有几张上品浮路, 真遇到危险, 大不了一跑了之。 第98章 队员全陨落。 此时, 苏亚琴和谢吐生、 墨周行也陆续来道。 叶志文看到几人都到齐, 就道, 几位道友, 你们对今日轮值后, 两日后就改成夜班。 为何? 苏亚琴问道, 谢吐生和墨周行也是一脸的不解。 他们几个除了苏亚琴的实力稍微高一些, 其余人都差不多算得上长生象中的垫底人物。 这种战力, 和其他巡逻夜班的邻居相比, 还差了一些。 若是改成夜间巡逻, 自然危险很多。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现在护卫队人手有些不足, 需如此调整方位合理。 况且, 宁道友也晋升炼气五层了。 你们队已全是炼气五层, 战力不比其他夜班队员差多少。 叶志文接着将昨夜发生的事, 和几人简单说了一遍。 除了宁风外, 其余三人听完, 皆是面色凝重。 他们昨夜自然也听到巷子里的打斗声, 但听说夜班巡逻的邻居全军覆没, 也和凝峰一样, 感到有些意外。 行, 苏雅琴没有想太多, 无所谓地道。 墨周行也点头道, 我也没问题。 泄途声虽然不吭声, 但也没有反对。 他们想法和凝峰一样, 其中的利弊都能拎得清。 叶志文扭头, 用询问的眼神望向凝峰, 宁道友, 你也没问题吧? 没问题。 凝峰也点头道, 如此甚好。 我却安排昨晚几位邻居的后事了。 诸位请便, 叶志文见几人都无意见, 便匆匆离开。 恭喜命道友! 多谢各位道友。 三人对凝峰道喜了一番, 便各自回到自己巡逻范围。 凝峰也走回自己的位置, 一边提高警惕, 留意四周, 一边默于修炼基础刀法。 苏雅琴和泄途声, 听到这边刀锋频频响起, 不时扭头望过来。 二人眼中都多了一丝惊奇。 他们离凝峰比较近, 这几日凝峰修炼刀法, 他们自然看在眼里。 苏雅琴倒没觉得什么, 他只是感觉今天凝峰挥刀时, 刀锋比前几日大了一些。 那股刀锋似乎连他身边 这棵树上的叶子 都卷得左右摇晃, 不时哗哗地响。 有几片叶子还落在他周围。 可是谢吐生的感受, 就不一样了。 作为一名刀修, 谢吐生只需一眼就能看出 凝峰练的是基础刀法。 这是修仙界的启蒙刀术, 而且这刀法, 好像还是自己送给凝峰的回礼。 第一次巡逻的时候, 谢吐生就发现凝峰在偷偷练习基础刀法的后面武士。 当时凝峰的刀法招式很生硬, 一看就知道是初学, 而且没有受过刀师的指点。 而后的几次巡逻, 谢吐生却有些惊诧。 因为他发现, 凝峰虽然还是修炼基础刀法的后面武士, 但却明显娴熟了许多。 每一招都有模有样, 虽说威力还比不上自己, 但手法上完全算是入门了。 那时候, 谢吐生还在心中赞叹。 这个年轻人很勤奋。 凝峰应该是手头没有功法资源, 只有一本基础刀法, 但也肯用心勤练。 可是今天, 谢吐生再次看到凝峰出刀, 心中震惊无比。 凝峰手中的刀不时闪出一阵阵悬光, 还有刀气卷起的那股刚风, 都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谢吐生与凝峰相隔七八十米, 都能隐约觉得似乎有刀锋掠过自己脸庞。 这等威力, 就是是自己, 也未必能做到。 此子天赋上家, 八天时间,凝峰居然将一门最基础的刀法, 修炼到这种地步。 普通刀修, 根本不可能有如此速度。 除了用天赋解释, 谢吐生想不出其他理由。 他不知道, 凝峰身上有个熟悉度系统。 他自己当年修炼基础刀法, 差不多花了足足四年时间, 才算勉强精通。 凝峰也发现, 苏雅琴和谢吐生, 时不时看向这边。 但也没有在意。 巡逻这几个时辰, 若不用来修炼, 凝峰觉得很浪费。 无需在意他人目光, 自己进步才是王道。 不过没有参照物的比较, 凝峰并不知道自己的刀法进步速度, 是一般人无法达到的。 基础刀法, 熟炼度加一。 基础刀法, 熟炼度加一。 昨晚晋升到炼气五层之后, 凝峰感觉炼刀的时候, 威力明显增大了。 主要的原因, 可能还是出在手中这把刀上面。 竹拳断, 似乎变得更沉和更重了。 炼气五层, 灌入刀柄的灵力, 比炼气四层多了近两倍。 刀身被灵力蕴养, 似乎终于痛痛快快地吃饱了一次。 而之前炼气四层时, 总感觉只吃了个半饱, 不能尽兴。 所以, 凝峰这次炼刀, 竹拳断本身的威力, 几乎比炼气四层时高出一大截。 再加上凝峰境界提升, 和刀的契合度更高了。 所以, 人刀合一, 战力大大增加。 一直挥刀至中午, 平安无事。 翻开面板一看。 基础刀法, 精通, 483500。 凝峰心中暗喜。 下次巡逻, 再摸一次鱼, 练练刀。 说不定基础刀法, 就能晋级到小城境界了。 苏道友, 我回去吃个饭。 去吧, 我等你吃完我再吃。 和苏雅琴打了声招呼, 凝峰便回屋吃饭。 练习刀法, 体力消耗大, 其实凝峰早就饿得慌了。 而二女, 也早早准备好了饭菜。 公子, 可以开饭了。 两人端上饭菜, 也坐下来一起吃。 扑扑, 扑。 此时小鸭子叫了起来, 似乎看到二女坐在院子里吃饭, 有些不高兴。 凝峰扭头望去, 几日没留意, 那只小鸭子又长出许多绿毛出来。 而且, 体型也大了许多, 再养一段时日, 或许就可以宰了。 鸭子正扑着翅膀, 似乎想跳过围栏, 奈何高度不够, 始终没能跃出围栏。 上次宁峰交代二女看管好这只鸭子, 二女就在厨房里找了些竹子, 搭了个建议的围栏。 平时宁峰快回来的时候, 就提前把鸭子放进去。 叶银听到鸭子叫, 头也不回地喊道, 嘎嘎, 安静点, 别叫, 等会我吃饱再喂你。 嘎嘎似乎也能听懂, 很快叫安静下来。 吃过饭, 宁峰上了的茅房, 准备出巷子外, 换苏雅琴回去吃饭。 却看见叶银拿着一锅米饭, 还有一些肉干, 蹲在那里喂鸭子。 你在干什么? 喂嘎嘎呀, 公子, 嘎嘎也要吃东西的, 一天三顿。 什么? 一天三顿? 宁峰文言无语, 叶银拿着的那锅米饭, 差不多是他们二人的饭量了。 还有这么多肉? 宁峰心如刀割, 问道, 这个小鸭子胃口竟然这般好。 叶银低头看了看手中的锅, 点了点头, 应该差不多了, 一会等他吃完, 我再去厨房打一点米饭。 第九十九章, 秋月漫无边, 没理会这些鸡毛蒜皮的事。 宁峰直接走出巷子, 苏亚琴远远看到宁峰出来。 两人相互点点头, 苏亚琴便转身回家做饭了。 他没有道理, 也没有吓人, 一个人住, 还要自己做饭。 午后的太阳有些大, 宁峰将竹椅搬到墙角阴影处。 刚在竹椅上坐下来没多久, 就听到巷子那边传来吵闹声。 抬头望过去, 只见墨周行那边好像出了一些状况。 有几个人正围着墨周行相互在谈话。 不过距离有些远, 看不清楚几人模样活面上的表情。 谢吐生也发现不对劲了。 转身向宁峰招了招手, 示意一起过去看看。 宁峰握紧竹拳断, 快步走了过去。 宁道友, 我们过去看看。 谢吐生提着刀, 两人一边跑向巷子口, 一边观察那边的状况。 对方共有五名修士, 表情似乎极为不善, 此时正在和墨周行争辩着什么。 那几名修士也发现了, 有两个人正提着刀, 从巷子中往这边跑。 不要废话, 杀他。 其中一名修士喝了一声, 直接动起手来, 只见他手中赫然多出一把剑。 随后手腕挤抖, 几道剑光蹦出, 在太阳照射下光芒闪闪, 直接向墨周行笼罩而来。 但墨周行早有防备, 在对方拔剑的时候, 他的身形就急退机密开腕。 一个转身, 手中棍子横空一扫, 光一声, 棍子甩出无数虫影, 煞间隔绝了向他袭来的那些剑气。 随后, 墨周行扭头大喊, 有杰修, 快来帮忙。 剑修一击不中, 催促其他同伙一起动手, 一起上。 其余的四名同伙没有半点时宜, 几乎同时出击, 看样子, 他们早就配合习惯了。 其中两名杰修身影移动, 一下就封住墨周行的后路, 墨周行根本来不及后退, 瞬间被五名修士围住了, 而其余的两名杰修则在正面开始攻击。 不好, 谢吐生低声到了一声, 此时, 他们离墨周行还有二十多米的距离, 但谢吐生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法术。 居然脚翼蹬地, 身子如流星般急窜出去, 同时挥出手中刀。 一道刀光自空中掠向墨周行身后, 那两名杰修。 那两名杰修不得不转身, 先行抵抗谢吐生的攻击。 墨周行看到身后突然出现了空隙, 连忙左手一挥, 三张浮路寄出, 符文立即泛起, 随后焚尽成灰。 一阵蓝雾自符文中升起, 凝成虚无的盾影, 抗住了另外三名杰修的攻击。 中品的谢立福。 紧接着, 墨周行身形再次退闪, 又往巷子内退了好几米。 而谢吐生已经赶了上来接应, 拔刀直接攻向墨周行身后那两名杰修。 墨周行缓了过来之后, 也转身跃起, 往方才攻击他的杰修一棍劈下, 一切也就发生在三四溪之间。 宁峰没有轻身方面的法术, 此时还有十来米之外。 前几日在城内击杀了两名杰修, 宁峰现在遇到这种情况, 也没有怯场。 一边跑, 一边观察战场形势, 考虑着自己冲过去后, 怎么都要挥一刀。 但这一刀挥向谁, 是个问题。 巷子不宽, 墨周行和谢吐生一前一后, 棍影刀光, 交叉重叠。 一时间, 宁峰发现自己面对这种混战, 竟然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这种情况, 应该是缺乏实战经验。 光是刀法娴熟, 还不够。 战斗讲究技巧与经验。 锁。 一声, 在另外两名杰修的狂攻掩护之中, 突然一道剑光趁机飞快地, 刺向墨周行。 正是方才那位剑修, 他瞄准机会偷袭。 墨周行虽然看见剑光袭来, 但根本无从抵抗。 和他交战的两名杰修实力不弱, 看样子, 一个是炼气五层, 墨周行仅仅是抵挡得住他们进攻而已。 此时不得不就地一滚, 希望躲过这道剑光。 可惜, 剑光是躲过了, 却别另外一名修士一掌劈中臀部。 啊! 墨周行一声惨呼, 顺势滚在刚赶过来的凝峰脚下。 修士练的掌法, 可不是一般的繁俗武技, 是法术。 练得好, 完全可以和法器威力相提并论。 有些散修很会过日子, 很早就开始专修掌法, 直接省下日后买法器的零食。 宁峰正好遇到这一空隙, 没有考虑太多, 灵力一涌而出, 直接灌入手中的竹拳断。 自然而然地, 挥出了一刀。 秋! 月! 吴! 鞭! 这是基础刀法的第六式, 但实际上就是割。 动作类似用镰刀割麦子, 刀刃自外向里收。 这一招虽然很简单, 但其实在动作要领上有一些讲究。 割的时候, 须先及后缓, 前重后倾。 似月光阴忧, 自远而近。 玉缠明未止, 秋月漫无边。 只见刀光如月, 自巷子外绕来。 瞬间, 那名剑修有些一愣。 他自然看到凝风挥刀了, 但似乎, 好像没有什么威力。 啥都没有看见, 也没有声音, 没有刀光。 是一记虚招? 死死! 终于听见声音了, 剑修连忙低头一看, 因为他发现, 声音好像是从自己身上发出来的。 他也看到了刀光, 刀光穿过他的胸膛, 自身后穿过身前。 一道血气, 也自胸口喷射箭出。 如灌满了水的气球, 突然被扎了一个孔, 发出丝丝的声音。 狂狼, 剑修垂手, 剑落地上。 紧接着, 剑修身上的生机飞快流逝。 郭修! 另外几名杰修, 看见这个最后赶过来的少年, 居然一刀霸剑修秒了, 大为吃惊。 剑修就是他们口中的郭修, 也是他们拜霸子的大哥。 练弃五层的境界, 居然被对方一刀秒。 寿命, 四十一分之十六岁, 面板光目如影随形。 寿元, 加一。 击杀剑修之后, 宁峰心中毫无波澜, 手中刀继续挥向另外一名杰修。 还是秋月无边。 不过这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这名杰修有了方才, 剑修的前车之剑。 看见宁峰刀起, 直接一个转身, 飞快祭出法器, 抗住了宁峰这一刀。 碰! 一声巨响, 两人手掌皆隐隐作痛。 方才剑修被他一刀斩杀, 多少有些偷袭的成分。 而且那一招秋月无边, 刀光影会难见, 刀锋影而不发。 再加上宁峰全力出击, 刀光和威力都与他平时摸鱼练刀时大有不同。 所以才造就了这一刀注定攻城。 这就是境界提升到炼气五层的差距。 第100章, 寿元再加二。 宁峰没有停, 继续出刀, 看谁离得近就砍谁。 场面立刻又变成了混战。 墨舟行倒地受伤, 杰修被杀了一个。 相当于双方各少一人。 两个打四个, 自然有些手忙脚乱。 一边打一边后退。 不过, 宁峰很快就发现, 对方剩下的四名劫匪中, 有两个是炼气四层。 谢华生也发现了, 他的混战经验远比宁峰要丰富, 一下就做出了决断。 只见他刀刃一番, 反手劈出一阵刀影, 龙像攻击宁峰的那位炼气五层截修, 然后身形一侧, 斜着插入宁峰的左前方。 宁道友, 我来扛这两个。 谢吐生一声低喝, 随后利用刀法的招式和身形的变换, 硬生生地将两名炼气五层截修逼到了一侧。 他身后, 立即多出一个空档。 宁峰心领神会。 谢华生这是打算脱开两名炼气五层, 让他尽快斩杀那两名炼气四层的截修。 谢华生一个人, 绝对扛不住两个炼气五层。 就算拖一下, 也就几招来回, 几夕时间而已。 速战速决, 事不宜迟。 宁峰快速晃了一记虚招, 直接将其中一名截修逼退了半个身位。 然而, 他的真正目标, 是另外一名炼气四层截修。 刀尖距离敌人六尺四寸, 刀如几臂, 仗粮精准。 宁峰不假思索, 直接凌力暴走, 握紧竹拳断刀柄, 往前一次。 这种距离, 无疑就是这一招最合适, 没有之一。 基础刀法, 第九试, 独舟渡将。 指纹刀声尖锐无比, 如剑响云霄。 对面截修大惊, 两人原本一起攻击宁峰, 还算勉强能敌。 但现在宁峰, 完全不顾另外一名截修, 直接一刀刺向自己, 这是要置自己于死地。 连忙身形闪动, 想避开宁峰这一刀。 而另外一名炼气四层截修, 被逼退之后, 立即明白宁峰这是声东击西。 反手挥剑, 刺向宁峰。 为寒救赵! 宁峰若是继续刺向 另外一名同伙, 那他这一剑也会刺中宁峰。 然后, 此时, 一阵蓝色的符纹突然亮起, 凝聚焚然。 啪! 一张隐隐约约可见的盾影, 拦住了那一剑。 忠品谢利福! 宁峰刀势未改, 依然刺向另外一名截修。 缩! 一声! 那名杰修腹部立即多了一个大洞, 刀器直接穿身而过。 刀身带去的钢峰卷起无数肉血肠肝, 狠狠地拍在了几丈开外的地上。 场面惨不忍睹。 杰修生机消失, 瘫倒地上。 宁峰眼前面板, 闪动了一下。 寿命, 四十二分之十六岁。 寿元, 在天一。 开山朔! 另外一名杰修看见铜火陨落, 脸色大变。 他一直留意宁着宁峰的刀, 没想到宁峰左手居然发出一记法术。 啪! 打了个正仗。 这时宁峰炼器五层后第一次使用开山术。 声音小了许多, 但威力却大了。 最后一名炼器四层的杰修, 投入一下画成肉末, 撒得四处都是。 寿命, 四十三分之十六岁。 寿元, 又加一。 长生有望。 不! 就在宁峰击杀这两名杰修的同时, 泄土生终于也抗不住了, 被对方一掌击中胸部。 身子如断了线的风筝, 往后飞去, 空中还洒落一片鲜艳的红血。 这些血, 既有受伤之处见出的, 也有泄土生口中吐出的。 击中泄土生的这名杰修, 专修掌法。 方才打伤墨舟行的, 也是他。 这名杰修得手, 马不停蹄又反手一掌, 拍向宁峰。 哦! 掌声大作, 掌心似乎还有几道忽闪忽视的雷霆。 宁峰凭着呼吸, 赶紧挥出一刀, 凌峰心中有些吃惊。 对方仅凭掌法, 空手对抗逐拳断, 竟然丝毫没有落下风。 看来以后遇到专修掌法的人, 一定得打起十分精神。 此时, 只剩下两名杰修了, 一名是掌修, 另外一名杰修则是轮锤的。 看到凌峰一刀视镜, 趁机也轮起手中的大锤, 直接往凌峰的头顶砸了下来。 搜! 此时空中, 浮为右脊。 搜! 凌峰的身子煞间, 退出了五六障开外。 甚至比墨周行还要更远一些。 他寄出一张符路, 中品御风符。 对方两名炼器五层, 实力都在他之上。 自己这一边, 墨周行和泄土生两人都受伤。 此时不走, 更待何时? 凌峰准备跑路了。 凌峰有墨花, 我来了。 一声怒喝。 是苏亚琴。 从墨周行与几名杰修争吵, 到凌峰记出御风符。 前后不到百息。 苏亚琴听到打斗声音, 第一时间就冲出来了。 正好看到凌峰被击退这一幕。 别看苏亚琴身材圆胖, 但轻身法似乎比谢华生还要高一些。 凌峰只感觉到一道身影自巷子中掠过来, 朝着追赶他的节修工去。 看招! 苏亚琴的法器居然是一条受炼! 哐啦哐啦! 他又闭一阵。 催动灵力, 受炼立即崩得笔直, 头部尖锐异常, 形入一根长毛。 哗! 炼身荡出十几个光圈, 密密麻麻, 接一个席向那两名杰修。 两名杰修看见同来五人, 如今已去其三, 对方又来了帮手。 这位帮手虽然是个女的, 但看那气势丝毫不输给男人。 而且, 这条巷子里一些住户院子的门也悄悄打开了, 有脑袋伸出来在观察这边的情况。 再不走, 随时会交代在这里。 走! 两名杰修此时已无心恋战, 慌忙中互相使了个眼神, 双双跃起。 直接躲开苏亚琴的攻击, 然后就迅速往西面逃去了。 苏亚琴双脚一震, 身子再次腾空而起, 手中长链如毛, 竟直接追杀了上去。 宁峰嘖嘖称奇, 这苏亚琴实在是大胆。 若是换作他, 绝对不可能再追上去。 目光一转, 地上三名杰修尸体。 两个炼器四层, 一个炼器五层。 忍着恶心走到三人尸体前, 迅速搜刮一遍。 两名炼器四层杰修身上, 各摸出一个储物袋。 那名炼器五层的剑修身上, 竟搜出了三个储物袋。 宁峰之前, 就看出了这件修是这个 结修小团队中的老大。 果然, 这几个储物袋, 很可能是赃物。 谢道友, 莫道友, 你们没事吧。 摸好储物袋, 宁峰也没直接放入自己兜里, 直接扔在一旁的地上。 第101章, 瓜分战利品。 按照修仙者的不成文规则, 这是一次团体作战。 暗宫分赏, 若是独吞, 会惹祸事。 这些储物袋, 一会等苏雅琴回来再分配。 当然前提是苏雅琴回得来再说。 不过, 苏雅琴很快就回来了, 看他一脸咬牙无奈的样子, 是追丢了。 宁峰有些怀疑, 苏雅琴这么拼着老命追上去, 目的可能也是为了储物袋。 因为苏雅琴看到地上的储物袋, 双眼一亮, 脸上又忍不住露出喜色。 但很快他又冷静下来, 眉宇间似乎有些失落。 地上这些储物袋, 没有他多少事, 他甚至都分不到十分之一。 因为地上三具尸体, 几乎全部是宁峰三人的功劳。 苏道友, 快分了吧。 分配战利品这种事, 宁道友不打算沾, 分少了别人有意见。 苏雅琴怎么说都是队长, 而且又是巡逻时间内发生的事情, 交给他就好。 苏雅琴也不搅情, 将手中长链哗啦啦一收, 道, 行。 打开几个储物袋, 迅速将里面的物资都摊在地面上。 墨舟行原本还躺在地上身影, 但此时看到储物袋, 居然也没喊疼了。 泄土生伤势有些重, 碧卓言躺在地上, 此时也睁开了双眼, 若仔细观察, 定会发现他眼中充满欢喜。 他怕苏雅琴后来不清楚当时的情况, 还挣扎了说句, 三人皆是宁道友所杀。 尽早分了战利品, 大家都安心。 如无意外, 周围其他的邻居很快都会出来了。 财路人眼, 向来是修仙者之计。 五个储物袋, 共有夏品零食, 173块。 妖瘦肉, 60多斤, 零米, 35斤。 功法秘籍, 共两本, 一本, 玉兽指南, 一本, 玉刀绝。 还有一些丹药, 不过都是疗伤的常用丹药。 法器三把, 都是夏品, 两柄剑, 一把钩。 苏雅琴在这方面极有经验。 与三人简单沟通了一番, 迅速分配好战利品。 他自认功劳少, 居然只分给自己五块零食, 十斤腰瘦肉和五斤铃米。 三人闻言, 相识, 接摇头。 苏雅琴拿得有些少了, 不合理。 宁峰直接摇头道, 苏道友, 你虽然全程没参与剿匪, 但若不是你及时赶来, 只怕我们三人都会遇难。 谢吐生和墨周行更是连连点头, 他们很是赞同。 宁峰最后寄出一封符, 是准备跑路的节奏。 谢吐生和墨周行看, 在眼里。 他们没有觉得这样做有何不妥, 若是换成他们也会这样做, 这是人之常情。 对方两名节修实力不弱, 一个刚晋级练弃五层的修士, 根本低不过那两个练弃五层。 不跑? 难道留下来送死吗? 幸亏苏雅琴及时出手。 若是苏雅琴没有及时赶来, 宁峰跑步跑地掉仙步说, 他们两个绝对会死在两名节修手下。 苏雅琴见三人皆如此表态, 也不多说。 重新分配了一番, 三人踩满一点头。 墨舟行几乎没有什么功劳, 分到二十块零食, 十斤妖兽肉和十斤灵米。 谢吐生虽然没有击杀节修, 但他为宁峰创造了杀敌机会, 还因此受伤。 分的零食五十块, 法器剑一柄, 还有疗伤丹药, 全部归他。 苏雅琴则取零食三十块, 和二十斤妖兽肉, 十斤灵米。 宁峰功劳自然是最大。 三名节修都是他所杀, 尤其是割杀那名为首的节修。 所以剩下的东西全部归宁峰。 其余人都没有意见。 宁峰更是心安理得, 直接将物资全部放入储物袋内。 那五个空着的储物袋, 现在也是归他的了。 此时, 一些邻居也陆续走出来了, 帮忙打点。 磨多久, 叶志文也匆匆赶来了, 伤势如何? 方才巷子内打斗, 离得不太远的邻居自然都能听见。 不过, 双方都是讲究速战速决, 整个过程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 反应迅速地只有苏雅琴了, 毕竟他也有巡逻植物在身。 无甚大碍。 墨周行回到, 他被那名掌修机中臀部。 幸亏肉多, 虽然也伤及妖骨, 但休养几日应该没事了。 泄土生则要严重一些, 内外伤都有, 被直接击中胸部, 肋骨断了好几根。 就算服用高阶疗伤丹药, 也至少需要卧床一个月才能恢复。 随后, 墨周行和泄土生的家人也陆续赶来了, 将他们扶回家。 泄土生四十多岁, 还有些秃头。 没想到他的道旅, 却是个二十多岁的燕眉女修, 让凝峰很是意外。 叶志文则却安排几位邻居一起清理尸体, 打扫巷子内的肉末和血迹。 您道有, 还有御风符吗? 卖我几张可好。 苏雅琴等众人离开后, 悄悄问凝峰道。 凝峰扔出那张御风符, 身子暴退数丈开外, 妥妥地躲过劫匪用锤子的攻击。 而这一幕正好被苏雅琴看到。 若是有这种俘虏, 平时狩猎时, 面对妖兽的正面袭击会安全许多。 凝峰沉吟了下便道, 有。 手掌一番, 取出三张中品玉封符, 递给苏雅琴。 现在他身上还有二十一张中品玉封符, 卖三张出去也不打紧。 大不了今晚回去, 再画一些便是。 苏雅琴欣喜地接过俘虏, 小心藏好。 接着又从方才分道的战利品中, 摸出三块下品零食, 递给宁峰。 三张中品玉封符, 按照现在行情, 超过两块半零食, 又不到三块零食。 但这只是行情, 别人手上就算是有福禄, 此时也未必肯卖。 不必, 两块即可。 宁峰只取走他掌心中的两块零食, 笑道。 苏雅琴更是欢喜, 对宁峰的欣赏又多了几分, 笑道。 那我就不和宁道有客气了。 笑着将零食放入兜里后, 苏雅琴便转身去找叶志文要人。 队员受伤, 少了两名。 只剩下他和宁峰两个人巡逻, 若遇到是必然会危险。 叶志文只得又从其他班掉来了两名邻居, 凑够四人。 直至交班前都没有再发生其他事。 宁峰回到家中, 没有心思吃饭, 先吩咐二女烧水, 准备泡澡。 今日满身尘埃, 还有对方的肉末和脑浆什么的, 都似乎粘在了盗袍上。 若不泡得早, 吃饭都没有胃口。 泡过澡, 换了身道刨后, 宁峰这才坐下来吃饭。 二女自然知道巷子里的混战, 不过他们当时只是出了院子门远看了一下, 在确认宁峰安全, 有没有受伤后。 他们就回到院子里, 没有跑过去凑热闹。 所以现在逮着机会, 想问宁峰一些细节。 二女对修仙界这些事, 似乎颇为感兴趣。 宁峰敷衍着给他们解释了一番。 吃过饭, 宁峰直接回屋, 翻开身上的储物袋。 从中取出几个储物袋放在桌子上。 炼器五层了, 也是时候开几个盲盒了。 第102章 财富翻两倍, 五个储物袋整齐摆在桌子上。 先打开唐古的, 抹去袋中原有的神石印记, 直接探查里面。 零食不多, 十来块, 零米, 七八斤。 妖兽肉就多了, 目测至少两百多斤。 唐古常年在城外森林区狩猎, 妖兽肉自然囤着不少。 妖兽肉网低了说, 是食材, 但网高了说, 也算是一种货币。 若遇到天灾人祸, 说不定比零食还保值。 另外, 储物袋内还有40多张兽皮, 虽然只是比较低阶的兽皮, 但品质似乎不错, 每一张都比较完整。 有些作坊长期收购兽皮, 因为兽皮是制作法器与服皮的原材料。 这40多张兽皮, 应该是唐古还没来得及售出, 让宁峰捡了个便宜。 除此之外, 宁峰还从储物袋里找到一些止血药物和几瓶丹丸, 都是不太值钱的常用物资。 不过, 想到唐古连把像样的法器都没有, 又住在城外。 宁峰也没有太多失望。 接着拿起桌上另外一个暗紫色的储物袋, 这个储物袋是在灯仙阁门口那个青年修士身上搜的。 抹除印记, 宁峰将神识探入。 好家伙, 这是一个大型储物袋, 比周寡妇的储物袋还要大两倍。 几乎有三丈长宽, 里面塞满了各种零食食材, 还有两百多瓶零酒。 这家伙是将灯仙阁零食馆整个给打包了。 这些食材和零酒开一个小食摊完全没有问题。 零食和零酒比零米和妖兽肉值钱多了。 在修仙界很受欢迎, 修士经常吃食可以巩固修为增加体内的零力。 忍着欣喜, 继续翻查。 最终, 宁峰在储物袋角落找到了零食。 清点了一下, 一百零九块下品零食。 发财了。 宁峰目露喜光, 难难自语。 至此, 他身上就一共有三百七十二块下品零食了。 就算在承熙买下一座院子, 都绰绰有余。 但宁峰很快就冷静下来。 他想起当初林平和张通对战时, 林平前后扔的福禄都不止八百零食。 自己觉得这三百七十二块零食似乎很多, 其实是格局太小。 若到了炼气后期, 这点零食都不够买突破铸鸡的资源。 原生的记忆告诉他, 仅仅是购买一枚铸鸡丹, 至少需上万块零食。 铸鸡丹是炼气器修饰突破铸鸡的辅助丹药。 服用之后可以大大增加突破的成功率。 多少炼气器圆满的修饰, 迟迟不敢突破铸鸡, 就是因为凑不够买一枚铸鸡丹的零食。 没有铸鸡丹, 突破成功率极低。 而且一旦突破失败, 几乎必死无疑。 宁峰摇了摇头, 考虑得有些远了。 继续翻储物袋, 可惜没再找到其他值钱的东西。 再看向桌面, 还有三个储物袋未打开。 这三个储物袋是银庄门口那个截修的。 宁峰尝试了一下, 只能成功打开两个。 有一个储物袋无法抹去上面的神石印记。 看来这个储物袋便是那位截修的, 应该是炼气六层的修尾。 而另外两个储物袋多半是抢来的, 原主是炼气五层。 弱肉强食, 不外如是。 查看两个储物袋里的东西, 零食一块都没有, 也没有妖兽肉灵米。 但是这两个储物袋内都有伏皮伏墨。 可惜没有伏笔和符露秘籍。 宁峰仔细翻遍储物袋, 摇头叹息。 很明显, 这两个储物袋的主人也是浮尸。 而且, 极有可能为了换取林家半年月份, 把值钱的东西都倒卖, 换成了符露上脚。 他们也挺倒霉, 刚领了月份就被劫修抢了。 之前, 在银庄劫修身上发现的那两小袋零食, 多半是这两位浮尸刚领的月份。 宁峰抽出几张浮皮, 仔细抚摸几遍。 品质不高, 比保龄堂买的合成瘦皮制成的浮皮, 还要差许多。 但剩在数量不少, 两个储物袋里的浮皮, 加起来差不多有两千张左右。 足够宁峰花上一段时间了。 他现在身上的浮皮仅剩下两百张不到, 正愁着要不要冒险去方式买一些备用。 没想到这次一下就多出了两千张的存货, 真是瞌睡送枕头。 浮沫也有十瓶, 正好对应的上画两千张浮露的量。 一般浮尸购买浮皮时, 都会顺手买同样用量的浮沫。 清点的差不多了。 宁峰将所有东西重新整理分类, 然后全部放入青年结修那个储物袋里。 这只储物袋看上去很精致, 容量又特别大。 宁峰打算留着自用。 现在宁峰有十一个空的储物袋了。 以后这些储物袋就算用不上, 也能售出换成零食。 今天收获颇丰。 宁峰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 杀人放火, 经腰带。 这话一点都没说错。 晋级炼器五层, 身家数百块零食。 这等牌面, 或许是原生连想都不敢想的吧。 未来可期。 零食的充裕让宁峰很是心安。 如今, 他已不必再为几块零食的房租, 日夜苦恼。 等熬过凤鸟城这一节, 以后的日子可以谋划谋划。 这一夜, 宁峰没有在修炼, 直接躺上床, 几乎秒入睡。 醒来已经是天亮。 呛! 换出竹拳断, 手握刀柄, 拔刀出鞘。 昨日刀斩三人, 刀刃却未留下半点血迹。 刀刃干净如心, 亦如明镜。 宁峰用软布, 将刀身仔仔细细地擦了几遍。 插刀入鞘, 又将刀柄刀鞘擦拭几遍。 便手握刀柄, 缓缓注入灵力。 法器如宠物, 需主人常酝酿。 竹拳断虽然只是下瓶法器, 但若经常酝酿, 会提高宁峰的战力。 修仙界的一些上瓶法器、 灵器, 甚至与主人意念通达, 形如夫妻。 甚至在主人危难之时, 自发唤醒意识, 主动出击救主。 但上瓶法器与灵器, 对于宁峰来说过于遥远。 这把竹拳断如无意外, 宁峰打算用到炼器后期了。 刀柄被注入灵力后, 似从沉睡中被唤醒, 开始微微发热。 随之刀身也似乎打开一道门, 让灵力缓缓流入, 充斥整个刀身。 刀刃开始轻轻颤抖起来, 仿佛许久未曾被喂食过, 让宁峰竟然觉得他有些欢愉的感觉。 实习后, 等到刀身开始泛出微微的光芒, 宁峰才将灵力抽离, 竹拳断恢复原来的平静。 这是那位炼器师教他运养此刀的方法。 经常运养法器, 可以提高主人与法器的契合度。 这也是宁峰第一次运养竹拳断。 运养过后, 宁峰没有收回刀, 而是提刀出了院子。 今天他早就计划好了, 回到基础刀法, 精通483500。 今日泄土生和墨周形受伤, 护卫队人员可能随时会有调整。 宁峰不知道下次巡逻是什么时候, 极有可能是在夜间。 所以, 基础刀法, 今天务必要晋级。 第103章, 刀法一小城。 昨日的混战, 让宁峰觉得自己不仅欠缺实战经验, 在刀法上更少了一些火候。 尤其是基础刀法的后面武士, 虽然现在已经是精通级的娴熟度, 但后面武士在实战中总有些不如人意。 昨日那个炼掌法的杰修一掌拍过来的时候, 潜意识却告诉他, 用后武士中的毒舟渡浆是最合适的。 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 若是使出这一势便可以以攻为首, 占据战斗的主动权。 但最终, 宁峰选择了宁前面武士中的龙卧南山, 去挡了一下。 原因无他, 前面武士, 宁峰更娴熟, 感觉更有把握。 不过这样一来, 就导致右侧露出空荡, 让另外一名劫修得以趁机攻击。 这些, 就是刀法造诣不够, 火候上去。 站在院子中摆好姿势, 诸入灵器入刀, 院子开始刮起一阵阵刚风。 基础刀法, 小城, 千分之一。 进急了。 宁峰此时已是大汗淋漓, 放下刀, 调整了一下呼吸。 待气息稍微平缓了一些, 再次举起刀。 一次而出。 基础刀法, 第九试, 独舟渡江。 一道淋漓霸道的刀器, 自刀尖直接射出。 锁。 如流星般直刺在院墙角上。 喷一声, 院子西南角整个墙角都碎成粉末, 飘散在空中。 嗯, 不错。 宁峰收刀, 暗暗点头。 他方才这一次只用了三成的灵力。 若是全力刺出, 威力和速度度度远超之前的精通级别。 另外, 宁峰还清楚地感觉到, 方才一刀刺出之后, 他对这一招独舟渡江的领悟多了几分。 如果现在再来一次的话, 宁峰有信心在那两个结修的合宫下, 在最合适的方位, 在最佳的时机, 刺出这一招独舟渡江。 扫一下那些碎砖片。 宁峰刚准备转身回屋, 却看见二女在一旁愣愣地看着墙角, 便吩咐了一声。 是, 公子。 二女回过神, 连忙找来扫帚, 打扫方才落在地上的碎片。 宁峰回到屋中, 修炼了一会巨灵弓, 平静了一下方才炼刀的血气余涌。 从储物袋中, 掏出一张传讯符, 打入一丝灵力, 激发符禄。 看见符文开始闪动, 宁峰便对着符禄留言了起来。 喂, 无珠是吗? 问你个诗。 没过多久, 无珠就回复了, 宁道友。 好久不见, 最近可好。 还好, 方氏那边现在什么情况了? 现在哪里都是一团糟, 符禄也快要断货了。 宁道友你手头有没有符禄呀? 可否卖些给我们应急? 我们愿意出高价收。 我现在手头也没有符禄了, 正想画一些符禄, 然后卖给你们赚点零食呢。 无珠那头似乎有些惊喜, 那宁道友赶紧画。 画好以后记得第一时间联系我, 我们可以安排人去你家交易。 哦, 对了, 你方才说要问我什么事? 宁峰回复, 我想趁着现在行情好, 画一些攻击符禄, 但是又没有秘笈, 不知贵堂有没有此类符禄秘笈可受。 秘笈? 你是想要终极符禄秘笈吧? 无珠立即就明白了宁峰的意思, 常用的攻击型符禄都是属于终极符禄。 宁峰这是想找终极符禄方面的秘笈, 不过此类秘笈可不是满大街都有。 这种看家吃饭的东西都被主人视若珍宝, 一般都不会轻易出售。 就算出售也需要签订契约, 立下道士, 保证不传给别人, 一旦违背, 天道灭之。 无珠那边似乎再犹豫, 停了好一会才给宁峰回复。 宁道友, 县城秘笈我们这里也没有, 不过我们知道一些这方面的资源, 我找个时间先征求一下秘笈主人的意见, 以后再回复你。 就算对方同意出售, 价格也肯定不菲, 宁道友需做好准备。 无珠话里话外都表明, 此事不易办成, 得看运气。 浮燃灰烬。 宁峰沉默, 无珠的回复自然在他意料之中。 之前在方氏宁峰就发现了, 其他刀法、剑法、功法秘笈, 那些店铺基本都有卖, 无非就是零食多少的问题。 但炼丹、炼器、阵法、 俘笈这类传授类的秘笈绝少遇到。 主要是持有这类秘笈的人, 几乎都是靠这些秘笈发家立誓。 秘笈, 视为珍宝。 若不是走投无路, 不太可能对外出售。 当然也有例外的, 像关闲这种急着跑路的, 就会贱卖手抄本。 除此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杀人放火金腰带。 若是下次有机会捡到储物带, 里面若是有个基本俘笈秘笈, 那便最好了。 算了, 以后再说。 凝峰摇了摇头, 就算无珠真的能提供俘笈秘笈的资源, 价格也肯定不菲。 自己不能坐着肝等。 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些符皮, 摊放在桌面, 然后摆好符墨。 再拿出那本《冷门俘笈摘要》, 详细看了一遍。 凝峰准备先尝试划地追笈。 如今已经练弃五层, 手头又没有其他秘笈, 没有其他选择。 增加一个攻击手段, 太有必要。 地追笈的缺点很明显, 或者跳跃到空中, 攻击力就大大减少。 优点凝峰认为只有一个, 就是符合自己土系灵根的属性。 虽然有点鸡肋, 但还是可以遗失。 凝峰收回心神, 默念清心咒, 凝神举笔, 沾墨。 下笔。 说说说。 失败。 接连失败了十几章, 凝峰不得不停了下来。 虽然这些符皮是杰修身上摸来的, 但还是会觉得心疼。 又继续翻开那本《冷门俘路摘要》, 反复研究帝追附的绘制流程。 原来如此。 差不多半个时辰后, 凝峰咬着牙狠狠道。 原来观贤这个家伙, 在抄路的时候, 也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 将一个字写错了。 帝追附一共有四十二笔画, 在第三十一笔画中, 有个左折的运笔走向。 观贤居然写成了右折。 难怪方才画的时候, 凝峰总感觉这一笔有些古怪。 运笔方向相反, 前后衔接不上, 画幅自然失败。 将冷门符禄摘要, 往床上一扔, 脱下道袍。 举笔沾末。 再试。 画到第三十一笔时, 凝峰直接往左运笔。 很快, 四十二笔接全数画完。 符文微微泛起, 凝峰眼都不眨一下, 死死盯着那些符文。 这些符文呈现为红色, 红色就是下品符禄。 当然, 符文要成功汇入符禄当中, 才能成符。 第104章, 第追符威力。 只见这些符文泛散在桌面, 又开始聚集在一起, 最终成功地汇入符中。 制符得追符, 熟练度加一。 制符得追符, 入门百分之一。 成功了! 凝峰放下笔, 拿起符禄放置掌心, 轻轻吹干符上的墨。 根据入门符禄制作详解, 内的说明, 土系的修饰寄出地追符之后, 符文会直接催动地底的流沙泥土, 幻化成次形伸出地面, 以此袭击敌人。 凝峰有幸到院子中试一试威力, 但终究忍住。 不着急, 画多几张再说。 弹开下一张符笔, 继续画符。 制符得追符, 熟练度加一。 制符得追符, 熟练度加一。 一口气画了七十多张符笔, 凝峰才放下御符笔, 输了一口气。 美感多画, 画太多会消耗灵力, 虽说影响不是很大。 但凝峰还是觉得, 当下这种混乱形式, 应当时刻要保证身上的灵力充足。 而且, 凝峰担心画太多, 日后卖不出去。 毕竟这玩意的潜在顾客群体并不大, 只有土系灵灯的修饰, 才会买地追符。 至于留着自用的话, 凝峰觉得, 背上十来张应该够了。 乘符率, 有些低。 清点完桌上的成品, 凝峰直摇头。 七十多张符笔, 最终只画成二十六张的追符。 而且全部都是下品, 中品居然一张都没有。 这个成功率也就三成多些, 四成都不到。 如果减去玉符笔的加持, 顶多就是二成多的成符率。 更何况符笔的品质, 也不算差。 凝峰怀疑冷门符路都是如此, 成符率极低, 以至于符师们都不愿花这些符路。 同样成本, 但产生的收益不同, 谁会傻到花这些不挣钱的符路? 这就导致了, 这些符路越来越少出现在市面上, 最终沦为小众的冷门符。 收好地追符, 凝峰走到院子, 对着院子东北角落的那棵树旁边, 直接寄出一张地追符。 测试一下地追符的威力, 了解符路的攻击速度, 还有攻击范围, 是很有必要的。 这叫做知己知彼。 否则临阵对敌时, 寄出一张地追符, 万一把自己也给捅到, 那就亏待了。 不, 红色符纹散开, 凝峰连忙后退, 想站得远远的。 只见符纹3355地汇集成圆圈, 悬浮在不同的位置, 似乎排列成一个小镇, 长宽皆不足一丈之举。 但是变化速度极快, 还莫等凝峰站稳, 也没有看清楚有多少个圆圈符纹。 就听到缩一声, 十多条管状物品, 直接破土而出。 管状物品, 形如锥子。 下宽上肩, 呈现土黄色, 上面还粘着一些沙土泥。 顶部非常尖锐, 像一根根长毛, 突然从地底伸出。 一共有24条, 这等场面, 有些像是猎人设陷阱时, 在底下埋的那种顶部削尖了的木头。 啪! 放在树下的饭桌, 被地上突然伸出的土锥, 直接捅穿, 顿时四分五裂。 凝峰倒吸了一口气。 这个土锥符, 若是用来攻击敌人, 简直可以称作秘密杀器。 从寄出符录, 到桌子碎裂开, 前后不到一息。 这些土锥, 就像是煞间从地底伸出来的, 令人很难防范。 除非对方穿有护甲, 必被捅成马蜂窝。 二女原本在厨房忙活, 又听到院子传来响声。 连忙跑出来一看, 土锥已经消失了。 饭桌也不见了, 但是地上却多了一些碎木片。 饭桌碎了, 收拾一下。 凝峰交代了一句, 准备回屋。 咚咚咚。 然后就在此时, 有人敲门。 踢刀走到院子门前, 凝峰手捏符路, 低声道, 谁? 是我? 名道友。 门外传来女人声音, 声现焦甜。 凝峰皱眉, 这女人声音, 她印象中从未听过。 门外的人, 她绝对不认识。 女生似乎也想到了这层, 立即跟着解释, 我是泄土生的道旅。 蓝铃? 泄土生的道旅? 脑海里浮现出一位二十多岁, 面貌娇好的女修样子。 凝峰想起来了, 昨日泄土生受伤后, 她的道旅也赶了过来, 最后在几个邻居的帮忙下, 将泄土生抬回家了。 难道有, 有什么事吗? 凝峰不知道泄土生的道旅找她有何事, 并没有开门, 得先问清楚。 我家那位这几日都未出门去方式了, 家里的灵米都吃空了。 我道旅说, 宁道有手里可能有些灵米, 让我过来问问。 若是宁道友肯军我们一些, 我们会暗示厂价父亲临时的。 蓝铃在门外解释道, 打开阵法静置, 露出一道口子。 进来吧。 蓝铃走进院子, 略带羞涩地向凝峰行礼。 见过宁道友。 宁峰伸头往院子外看了看, 日间巡逻的几名邻居都在巷子中, 没有异常。 感觉将门关上。 这才正眼望向蓝铃, 蓝铃身材十分高挑, 站在宁峰面前, 居然没有像其他女修般嫌懒。 皮肤非常白, 但却穿着一身黑色道袍。 黑色的V型道袍衣领下露出的脖子, 如玉枝般白嫩。 年龄大概二十五六的样子, 身材风云圆满。 凭宁峰前世三十多年的人生阅历, 很快就回到正式上, 便问道, 谢道友, 今日如何? 可好了些。 蓝铃两弯烟眉微微斜皱起, 随后微笑回道, 谢宁道友关心, 昨天他服用了接骨丹, 情况好许多了。 接骨丹是五接的丹药, 对骨伤非常有疗效。 凭宁峰点了点头, 谢土生断了几条肋骨, 若是服用这等丹药, 应该很快就会痊愈。 不过他还受了内伤, 需要调理一段时。 悄悄感应了一下蓝铃的修为, 炼器三层境界。 谢土生受伤, 家里灵米坐吃山空, 蓝铃修为低, 又不敢去方式购买, 只能来求邻居了。 昨日分战利品的时候, 谢土生知道凝峰分到不少灵米, 所以才叫蓝铃过来问一下。 凝峰沉硬了会问道, 不知道蓝道有需要多少灵米? 他身上的灵米将近五十斤, 全部是在别人的储物袋里, 薅出来的。 凝峰自己很少吃灵米, 因为之前一直没有零食, 根本舍不得买灵米。 每次去方式, 几乎都是买普通大米。 他和二女也是每顿都吃普通大米。 蓝铃想了想, 试探着问道, 若宁道有方便, 君我十五斤可否。 第105章, 邻居的道理, 或者十五斤妖兽肉也可。 蓝铃一边小心翼翼地补了一句, 一边偷偷瞄着夏宁峰的表情。 他担心自己有些狮子大开口, 遭宁峰的嫌弃。 谢土生和他说, 宁峰昨日分的战利瓶里, 就有十五斤灵米, 还有几十斤妖兽肉。 对于修仙者来说, 灵米和妖兽肉对身体的灵力补充都差不多, 无非就是口感上的差异而已。 宁峰却道, 没问题, 十五斤灵米, 我可以均给你。 妖兽肉你想多少? 我之前还囤了一些, 就算均五十斤给你也可以的。 他储物带的妖兽肉, 差不多两百七十多斤了。 留那么多, 实无必要。 目前城内物资价位虚高, 此时将一部分妖兽肉脱手换成零食, 是非常稳妥的理财手段。 这样可以避免日后突然降价造成损失。 在宁峰眼里, 妖兽肉也算是修仙界的为数不多的理财产品。 和前世炒股一样, 完全可以低买高卖。 兰玲听到宁峰这般说, 美目闪亮着, 无比欣喜。 谢过宁导友了。 两人按行勤架计算了一番, 最终兰玲决定向宁峰购买15斤灵米, 30斤妖兽肉。 宁导友, 我还想买几张符露, 因为家里那位受伤了, 我修为又太低。 兰玲将灵米和妖兽肉放入储物袋后, 又期待地望着宁峰。 宁峰拍了拍双手, 清理方才取妖兽肉的时候, 手上沾的粉末, 点头直接道。 谢力服和御风服, 兰道友想要哪种? 兰玲斜着头, 一双凤眼不停转动, 想了一会道, 三张中品谢力服, 三张中品御风服, 可以吗? 自然是可以。 宁峰那日拜门时, 送了三张中品谢力服给谢吐生。 可是, 昨日混战之时, 却没有看见谢吐生使用那些服录。 当时那种紧急情况, 如果谢吐生寄出一张谢力服, 说不定能全身而退。 不过, 宁峰没有当面问兰玲这事, 这几日城内哄哄乱, 也许谢吐生的谢力服早就用完了。 两人又按行勤架商量一番。 最终兰玲付给了宁峰11块零食。 宁峰将11块零食放入储物袋, 取出福录递给兰玲。 顺便替我向谢道友问个好。 这些妖兽肉和灵米卖给兰玲的价格, 比市场价稍微低一些。 昨日谢吐生混战时, 主动独扛两名炼器五层结修, 等于变相地降宁峰的风险。 这次交易, 等于还了些人情给谢吐生。 更何况福录虽说涨价, 但对宁峰来说, 画幅的成本其实并没有增加多少。 便宜点卖给邻居, 总比自己去外门出售来的安全。 您道友有心了, 不打扰了, 告辞。 兰玲接过福录, 很有礼貌地回答。 她声音甜美, 虽然面貌艳丽, 但举止并不轻浮。 在宁峰这个炼器五层面前, 兰玲似乎显得有些拘束。 我送你。 宁峰打开阵法静置, 送兰玲到巷子外, 望着她走向家中。 不得不说, 兰玲这种高挑的身材, 极具诱惑。 长发如墨, 随风微扬, 虽然穿着道袍, 就是那种模特的站台试感, 让人忍不住一直盯着看。 宁峰有些浮想翩翩, 一直目送兰玲开了自家门, 走了进去, 才回过神。 您道友, 宁道友, 身边有人在叫唤。 谁? 宁峰吓了一跳, 定睛望去, 叶志文竟不知道 何时出现在他身边。 只见叶志文看了看兰玲家的方向, 又转过头看看宁峰, 表情有些古怪。 您道友, 那位是泄土生的道律。 叶志文似乎误会了什么, 低声提醒了一句。 宁峰吻言有些尴尬, 笑道, 我自然知道, 方才兰道友过来找我买了几张符络, 我送他出门而已。 嗯, 叶志文其实年纪不算老, 也就三十岁出头。 不过他平时不苟言笑, 整体都是一副很严肃的样子, 给人一种颇为老气的感觉, 下意识忽略了他的年龄。 他的管理能力比较强, 这次是代表叶家, 管理整个长生护卫队的人员调遣工作。 叶志文人品还算不错, 护卫队各种事务安排得都很到位。 所以, 护卫队的邻居们对他都比较认同。 如果没有叶家的参与, 长生巷许多住户都形容散杀, 说不定护卫队还真的能成立起来。 周围的其他巷子, 很多都没有这种自发组织的护卫队, 所以遭遇节修的次数比长生巷要多得多。 叶道友, 巡逻的班次可是有新的安排了。 宁峰估计叶志文找他, 多数就是为此而来。 上次叶志文就说过, 他们这支小队的四个人一起转成夜间巡逻。 但昨日遇袭, 有两人已受伤, 安排上肯定会有变动。 叶志文点了点头, 道, 确实如此。 宁道友如果没有什么事, 你今晚就在夜间巡逻吧。 可以。 宁峰也没有犹豫, 这事之前就决定了, 没有推脱。 如此甚好, 宁道友请自便, 我去通知其他人。 叶志文告别宁峰, 直接走到斜对面敲起了门。 这是沈平的家。 沈平陨落之事, 还没有人发现。 而沈平平日里为人低调, 极少出门, 所以过了这么多天, 都没有发现异常。 叶志文敲了半天门, 无人响应, 最终摇了摇头走了。 然后, 又匆匆走向巷子前方。 但没走多远, 他又停在一户人家门前。 宁峰一看, 那是苏雅琴家。 看来, 苏雅琴也被安排到今晚巡逻, 关门回到院子。 看到二女, 已经把碎桌子收拾起来了, 正站在树下发愁。 看到宁峰进来, 叶银道, 公子, 我们的饭桌到底是招惹什么了? 一个月不到, 就毁了两张。 他似乎有些愤愤不平, 接着略停了一下, 又低声嘀咕道, 以后吃饭, 又得蹲着吃了。 之前刚搬进这个院子没多久, 吃饭的石桌就被张通一箭击碎。 后来二女出去的时候, 买了一张木桌子回来, 还没到一个月, 又被宁峰的地追附给刺成碎片。 宁峰为了炼刀方便, 曾吩咐过二女不要放太多家具在院子里。 树下这张饭桌, 几乎是二女唯一可以消遣闲坐的地方。 没有桌子, 他们连坐着聊天的地方都没有了。 宁峰又望了望秦雪, 秦雪表情也是一副遗憾的模样。 晨阴片刻, 宁峰掏出储物袋。 第106章 银毛寿夜壶。 他记得之前好像在储物袋里看到有一张桌子, 但当时忙于清点零食, 所以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翻了一会, 终于找到了。 一张古朴的饭桌被盗着压在那些零食的下面, 旁边还七横八竖地躺着四张椅子。 想来应该是那位青年节修, 在登仙阁搜刮零食零酒, 看到这张饭桌顺便扔进储物袋。 宁峰将饭桌取出, 抬到树下, 又从储物袋里取出那四张小凳子。 哇, 这桌子好漂亮。 叶银欢呼起来, 他一看到这张桌子, 忍不住跑上前四处敲一下, 又来回抚摸着桌子表面。 秦雪在一旁看着这桌子, 面上也露出微笑, 十分欢喜。 桌子不仅美观, 质量也远比之前那张好。 黑气油亮, 流金相边。 宁峰拉开一张椅子, 大马金刀地坐下, 道, 饿了, 开饭吧。 他是真的饿了。 练完刀又画符, 折腾了一上午都没吃东西。 二女端上饭菜, 三人坐下开吃。 公子, 最近都不能出门, 我们在家挺无聊的。 能不能找点事给我们做? 叶银一边扒饭, 一边说道。 宁峰和秦雪手中的筷子, 同时停了下来, 两人皆望向叶银。 找点事做? 这是闲得慌了? 秦雪忙给叶银食眼色, 示意她住嘴。 闲着再无聊, 也比干活强。 可惜叶银完全没有留意到秦雪, 嘴里巴唧巴唧吃着, 又道, 要不公子, 你叫我们炼气, 如何? 我们也想修仙。 炼气? 修仙? 宁峰没好气地回道, 你们是凡人, 天生没有灵根, 如何修仙? 凡人得先有灵根, 然后修炼功法, 采纳天地灵气入体, 聚会在丹田之处, 方可成为炼气七修士。 自此踏入仙道。 宁峰端起碗, 扒了几口饭, 看到叶银表情似乎有些失落, 只好问道, 你们在凡俗时有没有测过灵根? 叶银摇了摇头, 自然测过, 没有灵根。 你呢? 宁峰转头望向秦雪, 秦雪也摇了摇头, 我也测过, 没有。 宁峰继续扒饭, 没有灵根, 还说什么? 叶银却道, 公子, 你就让我们试试吗? 万一成了呢? 宁峰很无语, 这种东西还要试。 古往今来, 多少没有灵根的凡人挤破脑袋, 只为了寻找一丝飘渺的先缘, 无一人得弃果。 没有灵根, 根本就无法纳气入体, 就算修炼一万年也无用。 旁边的秦雪, 此时居然也无比期待地看着宁峰, 似乎也在等待他的同意。 宁峰想了想, 还是不愿直接打击二女, 便敷衍道, 改日等外面安全些了, 我再去方氏买一本彩灵宫的功法秘笈吧。 你们大可一世。 这种功法秘笈, 满大街都是, 不值钱。 其实, 宁峰也可以口售彩灵宫, 直接交二女, 但宁峰不愿意浪费这个时间。 明知是不可为, 何苦呢? 谢谢公子。 二女得到宁峰的首肯, 喜心于表。 宁峰心中暗摇头。 在他看来, 二女没有灵根, 寿命仅数十年光景, 注定只能成为他修仙生涯中的两名小过客。 练习期修饰寿命百年, 如果突破助击, 至少有两百多年的寿命。 虽然原生是早要的命格, 三十多岁就会横死。 但宁峰穿越过来以后, 在系统的帮助下, 已经突破了原生的寿命限制。 身上这个系统, 他基本摸清楚规律了。 杀一人, 寿命就增加一年。 修仙界很不平安, 日后杀敌的机会相当大。 杀一百人, 长命百岁。 杀一千人, 千年长生。 杀一万人, 万寿无将。 只要中途不遭遇意外陨落, 宁峰觉得自己可以长生不死。 吃饭吧。 看着二女阴切欢喜的表情, 宁峰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三人, 总有分别的一天。 不知道杀凡人或者杀妖兽会不会增加寿命。 宁峰觉得如果有机会可以杀一只妖兽, 看看面板到底有没有变化。 杀妖兽应该不难, 城外其实有很多大树林, 只要有胆量随时可入灵巡兽。 但是杀凡人, 宁峰估计就没有什么机会了。 除非城里有凡人惹到他, 否则要是想杀凡人只能去凡俗。 但是凡俗可不是想去就能去的。 这个世界, 皇朝严格把控仙界和凡俗之间的通道。 仙凡之间, 无法互通有无, 皇朝这么做, 自然是为了保护凡俗的正常发展。 想到皇朝, 宁峰忍不住摸了摸腰间。 服侍玉牌子一世多日, 不知道何时才能去补办一枚。 吃过饭, 回到屋中。 宁峰又继续修炼聚灵功法, 直至晚上巡逻时间才出来。 刚出巷子, 就看到一人一兽在巷子里走来走去。 人穿红袍, 面若桃花。 寿掌银毛, 锦长咸雅。 见过吕道友, 宁峰主动打了个招呼。 这是十六号院子的家主, 吕陶, 炼器六层。 吕陶是一名御寿师, 据说临家城内护卫队的座棋, 有一些就是他提供的。 宁峰院子中的那只小鸭子, 就是他给宁峰拜门的回礼。 宁道友, 别来无恙。 吕陶淡淡地回了句, 没有停下脚步, 继续往前走。 若不是知道, 宁峰是位浮尸, 恐怕他都懒得回答。 他身后跟着的那只银毛兽, 其实是一只长着银毛的狐狸。 这只狐狸体型较大, 若立起, 应该有人高。 看到吕陶不搭不理, 宁峰也不以为然, 唯有一笑了之。 对方境界比他高, 能回他一句, 已是做足了礼仪。 不过他感觉, 吕陶天生就是那种性格高傲之人, 颇有点孤方自赏的味道。 上次去吕陶家拜门, 宁峰就有这种感觉了。 吕陶虽说是家主, 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道理。 家中住的人, 要么是他的弟子, 要么是他的仆人。 弟子似乎还挺多, 有五六个都是跟着吕陶学御兽的。 御兽师在风摇城不是很吃香, 因为林家对城内灵兽管控极为严格。 甚至禁止兽宠坐骑在城内上空飞行。 但在其他仙城, 御兽师是比较有前景的。 饲养训练受宠, 再转买给他人, 获利颇风。 若是运气好, 遇到一两头开了灵智, 那基本就发财了。 看着吕陶的背影, 宁峰再次走神。 此时, 那头狐狸似乎感受到身后有目光在留意这边。 突然回头, 盯了宁峰一眼。 目光中似也有一丝狡黠与不屑。 宁峰被狐狸瞪了一眼, 心神似乎微微一患, 只觉得眼前一正。 再次定睛望去, 却看见狐狸似乎根本没有回头。 妹的, 见鬼了? 还是眼花了? 只见那只狐狸脚步轻盈, 跟随在吕陶身边, 一身银毛, 在夜色中阴阴眉眉眉, 时闪时现。 远看去, 宁峰竟感到有些诡异。 第107章 吕陶的受宠 很快, 一人一胡, 消失在巷子中。 宁峰举步, 准备走去巷子中间交班, 却看见一道身影走近, 原来是苏雅琴。 苏道友, 莫非, 你也是被安排到今晚的夜间巡逻? 宁峰想起, 白日里看见叶志文去苏雅琴家, 主动问道。 苏雅琴点头道, 正是, 我方才已经与叶志文交接过了。 宁道友还是在老位置巡逻便可。 如此甚好, 宁峰也懒得过去交接。 他一直认为, 交接这种事, 其实每支队有一个人在场足矣。 不过夜间巡逻一般是四五人, 不知道其他队员是谁。 宁峰便问苏雅琴, 那谁是队长? 其他队员是哪位邻居呢? 苏雅琴笑道, 队长还是我, 今晚夜间巡逻还是四个人。 你, 我, 还有吕陶宇洪如友。 说吧, 他回头望了望巷子前头的方向。 其道, 难道你没看见吕道友? 他方才就从这边走过去。 哦, 看见了。 宁峰微点头道, 他还以为吕陶是白日巡逻的那一队, 从自己这里走过去是为了去交班。 没想到, 吕陶也是今晚巡逻, 有一名练棋六层的修士作证, 宁峰感到心安了不少。 毕竟, 这是他第一次在夜间巡逻。 结合之前的情况看, 夜间出事的概率挺大。 不过吕陶练棋六层的修为, 居然不是队长, 由苏雅琴这个练棋五层来担任。 这让宁峰有些意外。 但一想到吕陶那种, 对谁都爱理不理的样子, 宁峰也释然了。 队长需要和队员保持良好的关系, 有事的时候, 还需奔走调度。 这种工作并非实力, 高就能胜任的。 吕陶性格孤僻, 不惜与人交流, 相比之下, 苏雅琴的确更合适当队长。 命道友, 小心先, 我过去了, 有事你在喊我。 苏雅琴抬头看了看天色, 和宁峰打过招呼, 就匆匆回到他自己位置上。 他虽然是队长, 但今晚巡逻他负责巷子的中前段位置。 他的位置和红儒友靠得比较近。 红儒友在自己家门口附近, 他住在一号院子, 正是巷子口的第一家。 吕陶则被安排为机动巡逻, 而且比较靠近宁峰。 苏雅琴这样安排, 两组人员的实力就比较均匀。 在他眼中, 宁峰是刚晋级的练器五层, 一个练器六层和宁峰搭配一下, 多少有些关照宁峰的意思。 吕陶对于苏雅琴的安排也没有在意。 他独自带着受宠, 悠悠闲闲地在巷子的后中段走来走去。 宁峰坐在自己院子门前的竹凳子上, 捏好符路, 换出刀, 时刻保持警惕。 吕陶和受宠经过巷子尾时, 吕陶没有正眼看过宁峰, 仿佛根本没有看到他一样。 宁峰自然也不好主动与之搭话。 反倒是那只银狐, 每次走到巷子尾转身后, 总会扭头瞟一眼宁峰。 每次和狐狸目光接触, 宁峰都感到有些异样。 只觉得双眼一花, 心神有些晃荡, 有一种刹那间意识脱离身体的感觉。 这只狐狸, 有古怪。 被狐狸瞪了两次之后, 宁峰终于确定, 这只狐狸可能是有什么魅惑之类的天赋, 或者是被吕陶训练过一些特殊能力。 不能与他目光接触。 接下来, 吕陶几次经过这里, 无论那只狐狸如何挑动宁峰, 宁峰都望向别处, 不去看狐狸的眼睛。 果然, 那种意感不再出现, 狐狸看到宁峰不再看他, 只能信信跟着吕陶转身离去。 狐狸本身就很狡黠, 哪怕还没有开掷, 智商都很高。 若再经过主人的训练, 不仅可以充当做起, 甚至在对敌时都能辅助主人发起攻击。 在刻意不再瞧那只狐狸以后, 宁峰只得把目光投在吕陶的身上。 吕陶姿色还算不错, 就是有些冷漠, 不苟言笑。 身材比不上蓝绫那么风鱼, 个子中等, 不高不矮。 事实上, 他有些瘦靴, 至于吕陶修炼过一些隐匿方面的法术, 因为从他的外表, 根本看不出年龄。 上一次看到陈月灵的时候, 宁峰也有这种感觉。 不过宁峰才行, 吕陶应该不年轻了, 毕竟都收了好几名弟子。 这样的人怎么说, 都应该有很多的人生阅历。 而人生阅历, 又往往需要年岁的堆砌与积累。 今夜明月当空, 事业还算好。 周围建筑都清晰可见。 宁峰一整晚都坐在竹凳上, 偶尔也起身溜达走几圈。 就这样, 一直待到了半夜, 都没有发生任何异常。 直到下半夜的时候, 远处突然传来一些攻击阵法的声音。 宁峰连忙站起身, 手中紧握逐拳断。 长生巷旁边有好几条巷子, 隔壁是云仙巷, 再过去则是永仙巷。 攻击声音, 似乎是从永仙巷那边传来的。 此时, 吕陶正好带着狐狸走到了 沈平隔壁的院子门口前, 听到声响, 也停了下来。 银湖也静静站着不动, 竖起耳朵斜着头, 似乎在聆听。 苏雅琴也提着兽链跑过来, 对吕陶道, 吕陶道友, 你在这边和宁道友一起, 我去红柔友那边看一下。 吕陶微微点头, 没有说话。 苏雅琴是担心 吕陶凭着自己修为高, 独自行事, 特意过来提醒一下他。 说完再次匆匆离开。 其实, 这也是护卫队约好的应对措施, 一旦发现异常, 便两人一组相互照应, 以防杰修偷袭落单者。 若是要直面战斗, 所有人就迅速集结在一起, 免得被敌人各个击破。 远处的攻击声音, 没有持续多久就结束了。 凝峰却将刀柄握得更紧。 没有声音, 极有可能是阵法已被攻破, 涌先向没有护卫队。 若阵法被攻破, 此时杰修必然已经入屋, 然后用不了多久, 杰修就会搜刮完财物离开。 杰修离开的时候, 有可能会经过长生巷, 也有可能在周围巷子继续作案。 凝峰正聚精会神地聆听着, 突然觉得旁边有荧光一闪。 扭头一看, 那只狐狸竟然缩一声, 无声无息地跃到院子墙上。 然后双腿一蹬, 身体骤然拉长, 借着银芒一闪即逝, 霎间如剑般消失在夜色之中。 凝峰冷眼扫了一眼吕头, 只见吕头依然站在原处, 面无表情。 第108章 月下遇见人, 大约过了百余溪左右, 凝峰发现那只狐狸不知何时回来了。 此时正站在吕头身边, 吕头则将手放在狐狸头上, 似乎在和狐狸沟通着什么。 紧接着, 吕头的表情开始变得有些凝重。 只见他手掌一翻, 手中赫然多了一把法器。 是一根长黑鞭子, 看上去极有韧性。 鞭子上缠绕着一丝丝青色的线圈, 在月光照耀下, 泛影着微光。 拿起鞭子, 吕头抬头望向夜空。 凝峰不由顺着他的目光, 看向空中。 那似乎是咏仙像的方向。 不过, 此时虽然夜空清朗, 明月高悬, 但除了有几颗希腊的星星, 凝峰并没有发现什么。 他紧紧握着刀, 不敢有一丝大意。 方才银湖离开, 有可能是受到了吕头的指示, 去咏仙像附近探查情况。 狐狸回来后, 吕头连法器都掏出来了。 凝峰也盯着咏仙像那边的上空, 眼都不眨。 果然几夕后, 空中突然闪过几道剑光。 凝峰在月色中看得分明, 那不是剑光, 而是实打实的剑。 一共四把剑, 划过夜空, 悬浮在半空中。 接着, 几道身影游下而上掠起, 随后稳稳地踏在剑上。 剑与人, 开始在空中移动了起来。 遇剑, 凝峰睁大眼睛, 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 有人遇剑。 遇剑, 乃修式踏剑, 以自身灵力驱动脚下之剑在空中移动。 不过期间需要大量灵力的不停供应, 方能实现持续预剑。 若是灵力足够, 可以一直在空中踏剑而行。 诸击后丹田广大, 远超炼气七修式, 预剑飞行术里不是问题。 但炼气七修式就很难做到了。 因为炼气七修式体内的灵力有限, 不足以长时间预剑而行。 像凝峰这样的炼气五层, 若是修炼过预剑术, 自身的灵力大概也就只能支撑着在空中蹦跌几十丈。 灵力消耗至一定程度, 就会剑停人落, 跌到地面上。 所以炼气七修式一般绝少预剑飞行, 毕竟没有谁闲到去浪费灵力做这种事。 几十丈距离用腿走也花不了什么时间。 但是, 预剑真正的用途是用来逃生, 或者是紧急离开一些特殊场所。 这种关键的时刻, 预剑用处极大。 空中四位预剑的修式, 想必就是方才攻击阵法的劫匪。 抢劫完之后, 想直接预剑快速离开作案现场。 索索索索索。 月色下四道剑光, 摇摇晃晃地向东池去。 看速度, 十有八九就是炼气七的修式。 永仙象的东面就是云仙象和长生象。 永仙象和长生象之间, 恰恰就是几十丈距离。 对方如果灵力不足, 很有可能落在长生象附近。 宁峰这一刻, 真的希望这四位杰修式筑机或者金丹, 直接预剑树里飞得远远的。 最好飞到城外。 可是怕什么, 就来什么。 四把剑在空中没有坚持多久, 就开始编慢了下来。 预剑之人似乎灵力供应不上了, 剑身也开始下沉, 悠悠晃晃地, 剑尖静止向长生象, 准备落下。 而且从距离来看, 多数是落在长生象的中后端。 也就是吕陶和宁峰这个位置。 宁峰倒吸一口冷气, 连忙退到墙角的阴暗处, 贴墙而立。 同时伺机快速瞄了吕陶一眼, 想看看他如何应付。 可是目光扫过, 宁峰发现吕陶和他的兽宠, 居然不见了踪影。 人呢? 跑了? 宁峰还没反应过来, 立即就听到了巷子口那边, 也传来了战斗声音。 这事, 同时出现了两批杰修。 宁峰连忙抬头看着空中, 最多还有五膝, 四柄剑就会落下。 咬了咬牙, 狠下心, 快速唤起灵力, 迅速灌入刀内。 准备随时出手。 四名杰修落地之时, 也就是他们灵力虚无之时。 此时若不出手, 等他们缓过气来, 自己处境会更危险。 见光暗淡, 开始停顿。 杰修皆身穿黑袍, 四道黑影从剑下陆续跃下。 不好。 有。 最先跃下的杰修, 在离地面四五丈的时候, 终于已经发现了宁峰。 他低声喊了起来, 试图提醒其他的同伙。 Soul。 刀光早已经闪动。 这名杰修看到宁峰的时候, 就已经挥刀了。 日断西山。 基础刀法第六十。 杰修刚刚开口喊出声时, 刀已斩制。 基础刀法, 熟练度加一。 与上位严禁, 人已在空中被斩成两片, 稀拉拉地落在地面上。 这名杰修, 第一个从剑上跃下, 修为应该不是很高, 遇见灵力耗尽了。 而且他没有想到, 对方居然一照面就直接出手。 毫无防范的情况下, 就被宁峰一刀斩死。 刀是收尽, 凝峰没有任何停顿, 直接反手又是一刀。 燕流秋江? 刀刃翻转, 直接挑向第二名月下的杰修。 这名杰修脸色大变, 他虽然看到前一名杰修被斩, 但身子还在空中, 无从使力。 戒! 这名杰修墙, 提升起一股灵力, 手一扬, 祭出一张符录。 蓝色符文快速散开, 随后煞间凝成十二道蓝色利剑, 在夜色中闪着幽光。 利剑如剑, 剑间似乎非常寒冰, 丝丝冒着冷气, 在月光下都能依稀看得见。 中品兵剑服! 凝峰只看一眼, 便知道这是练器中期最常用的兵剑服, 是终极服录, 攻击力甚大。 蓝色兵剑如离弦之剑, 聚集了满弓之势, 力大速击, 朝着凝峰射过来。 这名杰修情急之下扔出兵剑服, 也是无奈之举。 他想以弓为首, 逼凝峰收刀。 凝峰若是不收回刀势, 就会被兵剑射中。 除非凝峰不怕死, 否则必然会收回刀势, 先挡力剑的攻势。 但他没有想到, 凝峰也有服录。 只见凝峰根本没有收回刀势, 左手快速一拍, 直接祭出两张服录。 两张上品, 谢力服。 其实一张上品谢力服, 虽然只是初级服录, 但要挡住中品的终极攻击服录, 绰绰有余。 但凝峰没有试过, 不放心, 他绝不拿自己的性命赌, 所以一出手就是两张。 小心使得万年船, 稳重一些, 能活得更久。 不, 金色符文快速铸成了两道盾影, 护住凝峰周身。 手中刀是丝毫未改, 将这名劫修劈个正正。 基础刀法, 熟练度加一。 第二名劫修, 足。 嗖嗖嗖。 利剑也射到凝峰周身的盾影上, 顿时化为水气消失在空中。 啪。 除了兵剑符的攻击, 似乎还有一样东西趁机打在了谢利福化成的盾影上, 发出一声脆响。 若不是早早祭出了谢利福, 宁峰绝对会被偷袭击中。 第109章, 祭法器救主。 宁峰在全神贯注出刀之余, 又分心祭出两张符录, 根本就没有留意到有人偷袭。 偷袭的是另外一名劫修, 此时他还在空中。 不过他越下践的时机, 比前两名劫修稍微迟了点。 所以, 第一名劫修被宁峰斩死的时候, 这名劫修就在空中直接摸出一颗傅灵丹服用下去。 傅灵丹入口, 遇见消耗的灵力顿时恢复。 这名劫修几乎立即抄起空中的剑, 一剑刺向宁峰。 这一剑奔袭的路线极其的阴险, 夹在那些蓝色兵剑中刺过来。 而且剑光灰暗, 虽须确实实在让人防不胜防。 就算心有防备, 也很难发现兵剑服射出的剑里, 居然还夹着一道剑气。 幸亏有谢利福的防护。 否则这一剑, 宁峰就算不死, 恐怕也会重伤。 好小子, 找死。 杰修一击不中, 落地即怒吓, 还未等站稳, 又接连刺出竖剑。 他的出剑速度太快, 肉眼望去, 这几剑似乎是同时刺出。 空中四突然同时出现了七个剑间, 剑间散发着玄黄色的幻光, 幻光似乎组成一个阵法。 月色照应下, 如七星悬空, 七星剑阵。 紧接着, 剑阵如大网一般, 向宁峰头顶笼罩而下。 生死在即。 宁峰这次, 没有再出刀。 潜意识告诉他, 基础刀法里的石势, 没有一势能破对方的剑阵。 这就是功法层次带来的差距。 对方剑阵似乎夹着一股威压, 牢牢地锁定了宁峰。 若是对方境界再高一些, 说不定就能锁死宁峰, 让宁峰无法动弹, 只能眼睁睁受死。 宁峰突然感觉在这一瞬间, 手中的竹拳断有种失联的感觉。 宁峰毫不犹豫, 左手手掌一甩。 符文如暴雨, 再次横空泛出。 他同时, 祭出两张符禄。 一张上品, 一张下品。 金色符文夹裹着一些红色符文, 飞快往前扑去。 金色符文闪动, 宁峰身形随即暴退十来杖之外。 他扔的这张上品符禄, 正是御风符。 挡不住, 也无需挡, 跑就是了。 浮坟成静, 金色符文顿时消散不见。 但那一层红色符文, 在空中飞快幻化成圈形, 继续狂扑向前。 只不过这些红色符圈, 不是攻击向袭击宁峰的这名杰修, 而是只取他身后的那名, 刚刚落地的杰修。 宁峰的攻击目标, 正是第四名杰修。 趁其不备, 攻其不易。 这名杰修, 最后自空中月下, 比其他三人还吃落地。 不过他没有傅灵丹可服, 体内灵力也已经消耗甚多。 身子有些失衡, 软绵绵落了下来。 看到宁峰抛出符路, 符文居然绕过自己的同伙, 像一群蝗虫般往自己身上扑卷而来。 这名杰修脸色大惊。 曹兄, 救我! 他绝望喊了声, 但已经迟了。 缩一声。 红色符文同时四处瞬移, 分布在不同的位置, 迅速也排出了个阵法。 只见二十四条沙泥凝晦而成的长矛, 像锥子一样。 直接破土而出, 占地面积竟一丈长宽。 夏萍的锥符! 嗖嗖嗖! 可怜那名杰修身子刚落地, 几十根尖锐的地锥就从伸出地面, 直接将它捅成了马蜂窝。 它原本就没有什么灵力了, 落下的时候, 身子也是有些倾斜的。 有七八根地锥, 直接捅穿它的身体, 鲜血自地锥肩部, 缓缓流淌而下。 在月光中, 显得非常诡异。 这名杰修张大嘴巴, 瞪着凝峰, 眼神开始涣散。 身上的生机也开始缓缓流失。 四名遇见杰修, 已杀其三。 寿命, 四十六分之十六岁。 方才杀另外两名杰修时, 面板也有闪过, 但凝峰没有细看。 现在远离石杖外, 总算看清楚了, 寿命一加三。 剩下的那名曹姓杰修, 看见剑阵再一次失手击空, 无奈收回剑士。 扭头看了看, 挂在地锥上, 血淋淋的同伙。 表情似乎有些僵硬。 又回头, 看看远在十多帐外的宁峰, 表情更显怪异。 有惊疑, 失望, 还有一些后怕。 这个少年, 不到二十息, 就已经杀了他三名同伙。 而且扔出好几张上品服录了。 他们今晚打劫传的零食, 都不知道够不够买几张上品服录。 这名杰修仅仅是愣了半戏, 手中长剑就往上一炮。 剑光滑破夜色, 悬于半空。 接着他的身子高高跃起, 准备遇见, 再次逃离。 四个伙伴, 仅仅在十余夕之内, 就只剩他一人还活着。 他的斗意, 多少都受到了打击。 此时已经无心恋战, 也没有把握再战。 走人, 叮咚叮咚, 竹林泉水, 幽阴缓流。 秋月无边, 刀从天来。 刀光漫漫, 月印刃寒。 那名杰修身在半空, 突然发现身后出现一道白光。 白光四刀, 无声无息地向他袭来。 凝峰使出的是基础刀法第六诗, 秋月无边。 自从基础刀法晋级至小城境界之后, 基础刀法的后五诗 给凝峰带来的生硬感, 已经完全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手道勤癌的娴熟感。 方才斩死那两名杰修的时候, 凝峰就意识到了。 刀法小城后, 速度和力量, 还有攻击距离, 都已经翻倍增长。 眼见这名杰修要预见而去, 凝峰觉得, 无论如何都要出击, 务必要留下他。 若是让他跑了, 日后他很有可能会回来寻仇。 到时敌岸我明, 很容易吃大亏。 手中竹拳断蠢欲动, 凝峰一边快速往回跑, 一边全力挥出这一招秋月无边。 只求一刀斩杀逃亡的杰修。 杰修刚刚跃上剑身, 眼见着凝峰在地面上挥刀, 刀光居然从另外一边的空中袭来。 而且, 在他发现刀光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做出其他反应了。 距离太近。 杀奸杰修的表情似乎变得有些绝望, 但紧接着牙关一咬, 脸色突然变得极为的决绝。 记! 一声怒吓, 杰修似乎使出了什么秘书。 足下之剑突然变得通红无比, 就如刚从火炉里捞出的一般。 只见剑身一翻, 突然加速, 急飞向那道刀光。 当! 一声清脆声音响起, 红剑被那道刀光击中。 如电玉雷, 一团光芒晾亮起。 光芒散去后, 刀光已然消影不见, 纳柄剑则直接爆开, 成了红色粉末在空中飞扬。 法器被记, 无奈护主。 以剑记住, 记出剑毁。 第110章。 寿元增三年。 由于距离太近, 杰修被刀剑相撞的鱼波 震开了数杖, 吐了一口鲜血, 落在林宁峰前方的地上。 刀尖距离敌人三杖二尺八寸。 宁峰胸有成竹, 直接朝着杰修又挥出一刀。 如无意外, 这一刀绝对能劈中对方, 对方不死也伤。 死。 然后, 就在此时, 宁峰的眼前闪过一道银色的光芒。 似有什么东西, 往自己扑来。 随后宁峰突然感觉意识有些恍惚。 时间变得缓慢了起来, 就像按下了暂停键。 手中的刀, 也因这一下恍惚, 没有挥出去。 不过这种意识离体的感觉, 只维持了一息。 等宁峰回过神来, 在想继续挥刀时, 却发现一只狐狸正站在面前。 是吕陶的那只银狐。 狐狸正用那种不懈的眼神, 看着宁峰。 眼神中充满了细血。 宁峰皱眉, 目光越过狐狸。 看见那名曹姓杰修正在斜跃起。 准备逃断。 然而, 就在此时, 啪, 一声脆响。 一条黑色长边似乎从天而降, 鞭子上的隐隐清光, 突然就像水纹一样散开。 从上往下, 向着杰修直接压了下来。 杰修刚越起到空中, 就被鞭子扫中。 一阵清光闪动, 杰修再次落在地上。 只不过这次, 他已经变身血淋淋。 落地之后, 他就没有动弹了, 生机已然消失。 身上的道袍也似乎被什么绞碎, 无数碎布料片。 这一块, 那一块, 粘在杰修的身上。 接着, 月色下突然现出一道红影, 飘然落在杰修身边。 身穿红袍, 面无表情, 是吕陶。 他举起鞭子, 虚空扫了几鞭子, 似是清理上面的碎肉和血迹。 随后手往这边一挥, 狐狸瞪了宁峰一眼后, 快速跑了过去。 狐狸跑到杰修尸体旁, 伸出爪子, 来回拔动了一会, 然后低头用嘴叼出一个东西, 再跑到吕陶面前仰起头。 吕陶手指轻轻一捏, 再一翻手掌, 那东西便消失不见。 宁峰看得分明, 狐狸嘴上叼着的, 正是杰修的厨袋。 心中怒意不由生起。 若不是狐狸挡了一下, 宁峰有把握斩了这名曹姓杰修。 然后这个厨袋必然是归宁峰的, 这是战利品。 这一瞬间, 宁峰突然怀疑, 方才吕陶可能根本就没有离开现场。 他或许一直隐匿在暗处, 等自己一个人独扛四名劫修。 无论谁输谁赢, 他都等着摘果子。 眼看战斗差不多结束了, 最后一名劫修又受伤了, 这才现身出来。 狐狸很明显是受了吕陶的指示, 在最后关键时刻现身挡住宁峰。 渔翁作立, 宁峰心头怒意升起, 手中握紧刀柄。 狐狸似乎感应到什么, 再次拧头望向宁峰。 宁峰感觉将视线转移, 深吸一口气, 强压心中的怒火。 很快他就冷静了许多。 不可造次。 吕陶练齐六层, 再加上那只诡异的银壶, 若是翻脸, 宁峰觉得自己没有任何把握。 握刀的手稍稍放松。 宁峰快速走过去, 没有理会吕陶陶。 迅速搜刮其余三名截修的橱物袋, 又捡起那三柄剑。 还没等放入自己橱物袋中, 就听见身后传来冷冷的声音。 放下这些东西。 吕陶? 宁峰抬起头, 只见狐狸正盯着他, 而吕陶面色冷漠。 吕道友? 你这是什么意思? 宁峰站起身子, 看着吕陶, 皱眉问道。 吕陶却根本没有正眼看他, 只是冷漠道, 放下橱物袋何见, 莫要我说第三次。 我若不放呢? 竹拳断以微微发烫。 吕陶闻言似乎极为意外, 终于瞄了一眼过来, 冷漠看着宁峰。 表情虽然漠然, 但是多了一些惊讶。 之前宁峰拜门时, 他见对方是浮尸, 还算有一些脸面上的尊重。 浮尸, 的确算是颇受器重, 比玉兽师的待遇要好得多。 但, 现在凌家半死不活, 凤瑶诚如无主之地, 谁还有空管这些? 他不明白, 冥峰这是哪来的勇气? 不放。 吕陶冷笑, 手一扬起。 啪! 翠声响起。 那条长黑鞭子若立刃般, 青光暗闪带着一阵水纹卷了过来。 与此同时, 银湖身形一闪, 迅速扑向宁峰。 一人一兽, 同时出击。 长边如风暴卷动, 银湖立爪发寒。 若不闪开。 缩, 蓝色符文泛出。 左手快速寄出一张下品御风符, 宁峰身子顺退三丈。 他没有寄出上品御风符, 因为那样会退进二十丈距离。 太远了。 退三丈已足够。 因为宁峰需要先避开吕陶的长边。 他打算先对付狐猎。 宁峰方才搜除无带的时候, 就想到这一步了。 若是吕陶发难, 自己要想保命, 必须先解决掉那只狐狸。 狐狸那种诡异诱惑心神的目光, 让宁峰心里很没有底。 但他还是低估了狐狸的速度。 狐狸的速度比鞭子快得多。 宁峰暴退三丈, 狐狸居然也差不多扑置他方才站的位置。 刀尖距离狐手三丈一尺。 凤脚星河! 竹拳断愤然挥出。 一刀只砍向狐狸。 同时也是砍向吕陶。 距离很近, 宁峰早就算好了, 他和狐狸和吕陶正好三点一线。 就算狐狸能躲开, 这一刀也可以砍向吕陶。 以退为进, 换弓为首。 宁峰果然猜得没错, 扑在空中的狐狸居然身子一侧, 避开了这一刀。 小城境界的刀法, 刀势又极简单粗暴。 所以刀素极快, 甚至破空声音都没有, 因为气流变动根本就跟不上刀素。 这一刀, 吕陶脸色有些微变。 手一拖, 长黑鞭子不得不回撤, 卷起一阵清光水纹, 改换方向裹向宁峰袭来的刀光。 不, 符文再次犯出。 还是红色符文? 地追符。 红色符文圆圈, 煞间铺满一丈长宽的范围内, 死死覆盖在 刚刚在空中转移方向的狐狸身上。 看到这些像阵法一样排列的符文红圈, 狐狸原本充满不屑的眼神, 竟然消失。 目中露出浓浓的哀色。 他方才一直在吕陶的身边, 在暗中观看宁峰和那几名遇见者大战。 这些红色符文圆圈形成的时候, 狐狸便已知道 接下来会出现什么了。 接下来, 自然是24条地追, 沙拉拉地, 直接破土而出。 追尖如毛尖, 向上直筒。 第111章 末七少年狗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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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狸的姿势一动不动, 仿佛突然在空中被定格。 他目中的哀怨仍在, 但已没有了之前的生机神采。 因为, 好几条地追刺穿他的身子, 并直接撑着他体, 悬浮在半空离地面二尺多的高度位置上。 就像架在烧烤炉上面的串串烧。 兽血长流, 地追上的沙土被渗红。 宁峰眼前没有闪过寿命增加的面板。 这只银弧并没有开掷, 不过是一只高级的寿宠。 宁峰此时也确定, 击杀寿宠是无法增加寿命的。 接着, 地追缩拉拉地引入土中, 狐狸尸体便落在地上。 吕峰花容失色, 怒声喝道。 月光皎白如日照, 若仔细看, 便能清晰看得出他脸色因愤怒而胀得通红。 续养多年的爱宠死了, 还死得如此难看。 吕峰再也无法保持 之前风轻云淡的优雅表情。 欲望一阵, 长黑鞭子抡起, 鞭声大作。 鞭子在空中飞旋, 带起无数的青色水纹, 如暴雨狂浪向凝峰扑卷而来。 站在水纹面前, 凝峰实实在在地产生了一种 瀑布狂倾而至的感觉。 这些水纹并非虚幻, 而是凝成了水波实物。 吕峰很明显是水系修饰。 凝峰的左手中一直捏着几张浮露, 其中有两张上品预风符。 但他这次没有寄出预风符, 跑得了一时, 跑不了一世。 虽然只是炼气五层, 但是小成刀法, 还有竹拳断的契合度加持。 再加上上品浮露在手。 凝峰觉得, 未必不能越击一战。 左手飞快击出一张上品, 谢力福。 右手狂提凌厉, 急灌入刀中, 竹拳断立即微微颤抖。 紧跟着, 凝峰全力挥出一刀。 基础刀法第四是, 清河戒舟。 一道白色刀影, 穿透谢力福的漫天金光, 立即飘向那些青涩水纹。 刀光如孤舟, 独行入海, 万千狂浪立即拍来。 那孤舟, 虽看似跌跌撞撞, 随时被巨浪翻覆, 但却似乎始终不改旗帜, 一路风雨中前行。 不, 刀光终于在无数青涩水纹中, 撕开一道口子, 然后直接往吕陶劈去。 此时, 吕陶攻击的水波于是未尽, 也继续往凝峰袭来。 那张扔出去的上品谢力福, 正好形成了一堵金色盾影。 青涩水纹狠狠击中盾影上, 哗啦啦, 如瀑布怒泻, 渐向四周。 凝峰自己根本没有去防御那些水纹。 吕陶的攻击, 是继续回到, 叮咚叮咚。 随着泉水声轻轻响起, 又一道微弱刀光, 急驰而出。 独舟渡家? 刺刀! 刀尖击出的这道刀光, 仅会击出一点光芒。 像真一样, 仅跟随着方才那一道孤舟刀光的轨迹, 往吕陶刺去。 啪啪! 吕陶看到刀光穿破水纹, 右手反手收边, 聚会无数水纹, 在面前筑起一道水墙。 紧接着, 左手抛出了一件碧绿色的物品。 哗一声, 这件物品迅速幻化成一件锅盖式的绿色光团, 挡在了吕陶面前。 尽管漫天符文和水纹遮挡了视线, 双方都很难清楚地看到对方姿势, 但吕陶还是看见宁峰似乎发出了两刀。 他心中愤怒无比, 因为宁峰第二刀走向极其阴险, 这分明就是想趁机偷袭。 宁峰第二刀的刀光会成一个点, 跟在第一刀后面。 若是稍微轻敌, 犹豫寄出护身法器, 也就是那个碧绿色的物品。 第一刀光袭来, 重重劈在水墙上, 水墙立即破烂。 水珠顿时再一次四箭开来, 接着第二刀也刺来了。 当! 一声响, 刺在吕陶护身法器上。 哼, 想偷袭? 那命来。 吕陶冷笑一声, 准备月起直扑向冰峰。 他已经想好了, 要用鞭子狠狠抽死这个小服势。 月起需要灵力支持, 提升身体悬空, 拔地而起。 吕陶突然发现自己怎么都跃不起来, 灵力已经到位了, 怎么回事? 他忍不住低头, 看了看自己的脚。 可惜头似乎不太听使欢, 只是微微捶了一下。 不过这一捶手, 也让他看见了, 面前十多根像长毛一样的东西。 这些长毛上还带着一些湿润的黑色泥土, 就像刚刚从地里拔出来的竹笋一般。 很崭新, 是福禄。 吕陶似乎想起来了, 他的银狐受宠, 也是这么死的。 银狐呢? 吕陶突然觉得自己的意识变得极其缓慢, 但是他的听觉却依然灵敏。 锁! 他又听见一道声音, 是刀光泛起的那种声音。 他今晚都听了好几遍了, 绝对错不了。 接着, 吕陶只觉得眼前一道白光突然闪过, 似乎将自己带到了天空。 他看见了夜空, 也看见了明月。 身子似乎变得好轻盈了, 吕陶缓缓闭上眼, 他突然想睡觉了。 宁峰收起刀室, 抬头看着吕陶的头颅被风被吹到巷子外, 嘴角上扬, 他很满意。 这一时秋月无边, 根本就有任何偏差, 非常精准地将吕陶的头颅给割下来。 就如一名行星多年的刽子手, 下刀的位置, 恰到好处。 一刀两断, 干净利落。 回过神, 迅速搜刮吕陶身上的储物袋, 两个储物袋, 还有落在地上的绿色防御法器, 黑长鞭子, 全部放进自己的储物袋, 然后转身往巷子口走去, 那边的战斗似乎结束得更快。 走到巷子口处, 借着月光, 宁峰看到地上有两个人躺着, 一个人坐着。 躺着的是红如有, 还有一名陌生修士。 坐着的人是苏雅琴。 苏雅琴正靠着巷子墙角, 摊坐地上, 瘦链则垂着放在身边。 他脸色苍白, 嘴角一雪, 看到宁峰走来, 道。 宁道友, 有没有宁血丹? 借我一枚。 我都用完了。 宁血丹是三阶丹药, 受伤流血后服用, 有回血的功效, 是很常见的应急疗伤丹药。 宁峰从储物袋里, 摸出一瓶宁血丹, 取出一枚, 递到苏雅琴手中。 宁血丹, 他的储物袋里有好几瓶, 之前拜门时, 不少邻居的回礼, 就是宁血丹。 而最近搜刮的战利品内, 也有一些常用的疗伤丹药。 苏雅琴扶下宁血丹后, 脸色顿时好了许多。 看到宁峰正在探看 红如有的气息, 便道, 红道友没事, 他只是被人敲晕了, 一会就醒过来。 接而他又转头, 看了倒在地上的修士, 道。 宁道友, 你把他储物袋收起来吧, 我先打坐一会。 第112章 五位玉兽女 宁峰点点头, 快速走到那名修士尸体旁蹲下, 仔仔细细摸了一遍。 一个储物袋。 苏雅琴看到宁峰摸出储物袋, 这才闭眼盘坐, 运起灵气疗伤。 过了一会, 周围几个邻居也出来了。 方才巷子里的动静 比上次的打斗要大许多, 战斗时间也更长, 几乎所有邻居都听见了。 但遇到这种事, 诸人自然是个存心思, 大部分人不会出门参与。 就算出门, 更迟一些。 第一时间赶出来的, 一般是当职巡逻队员的家属。 他们心系佳人, 心中焦急, 但奈何自己实力不够。 只能等到战斗结束, 听到巷子里没有动静, 再直接冲了出来。 洪如有的几个道旅, 哭哭啼啼跑出来, 听冥峰说起他只是晕了。 几个道旅脸上表情甚是精彩, 变幻如云。 很快, 他们就一起把洪如有 抬回自家院子了。 叶志文, 也出来了。 他走过来, 将几处现场仔细观看了一遍, 就去安排几名邻居 处理后续去了。 宁道友辛苦了, 不妨回家休息一下, 这里交给我们便可。 离去前, 叶志文对宁峰道了一句。 他看宁峰的眼神 比往时凝重了一些, 言语中也颇有深意。 宁峰点了点头, 我先等一下苏道友吧。 苏亚青没有家属, 自然是无人来接他回家。 他此时还在运气疗伤, 不宜被人打扰, 宁峰打算替他护法。 当然, 最主要的目的并不在此。 宁峰其实是在等。 手中的竹拳段 已筑满灵力, 悬光围绕着刀身, 隐隐在流淌。 随时可以出刀, 但他还不能主动出刀, 需要等一个理由。 宁峰将目光余光 投向巷子中间的位置。 巷子的中段 有五六个女修士, 正站在十六号院子门前, 低声细语。 她们满脸悲愤, 时不时将目光投到宁峰身上。 他们身边 站着几个兽宠, 有狐狸, 有鹤, 也有外表类似野猪一样的野兽。 这几头兽宠 似乎也被主人的情绪所影响, 张牙舞爪, 极为暴躁不安。 十六号院子 是吕陶的家。 那几名女修士 是吕陶的弟子, 跟随吕陶学御寿之术。 巷子里发生的事情, 若是有心人 都能看得明白。 吕陶想坑宁峰, 却被宁峰反杀的前后经过, 许多邻居早就将头 伸出院子墙头, 看得清清楚楚。 吕陶几个弟子 当然也不例外, 师父携银湖出战, 自然是学艺 和领悟的最佳时机。 他们亲眼看到, 这个炼器五层的小浮尸, 挥一刀拍符, 愣是将他们的师父给杀了。 这个仇, 身为弟子, 不能不报。 但是他们的实力, 比起宁峰, 弱了太多。 他们都是炼器 二三层的修为。 这让他们很纠结, 站在院子门前 犹豫甚久, 始终没有商量出一个结果。 谢宁道友, 苏亚琴眼睛缓缓睁开, 经过运气疗伤, 伤势好了大半。 方才与杰修恶斗一场, 虽说最终斩杀杰修, 但苏亚琴也被对方击中背部, 没外伤皆有。 宁峰转身, 见苏亚琴已经没有什么大碍, 便将方才摸出的储物袋 往他怀中一扔。 不客气, 既然苏道友没事, 那我先走了。 宁道友你等我, 我和你一起走。 苏亚琴拿好储物袋, 连忙扶着强占起身。 宁峰却举出手掌制止他, 苏道友不必多事。 苏亚琴见状, 又瞧了眼巷子中, 表情颇为无奈, 微微点了点头。 既是如此, 那宁道有多加小心。 苏亚琴也看出事情的来龙去脉了。 他说和宁峰一起走过去, 其实是打算给宁峰帮忙助阵的意思。 宁峰直接拒绝了他。 一来是不想欠人情, 二来是不想留守伟。 外人介入, 缓缓走向自己院子。 既然吕陶的弟子们都没有出手, 那他决定给他们一次出手的机会。 此时, 除了苏亚琴站在巷子口, 其他邻居都闪身回到自己院子, 将门扣上了。 只要不是傻子, 都知道这件事没有完。 接下来, 不是宁峰被群杀, 那就是宁峰群杀。 最后无非是这两种结果之一, 一会出来, 巷子看就知道了。 不过现在, 得先待在家里。 这种事, 没有人愿意掺和。 就连方才还在巷子里来回忙碌的叶志文, 也突然消失了。 他方才对宁峰说的那句话, 其实也是在提醒宁峰。 12345。 齐了。 宁峰一边走, 一边用眼睛的余光数着。 五位女修士, 身穿统衣红色道袍, 各个风华正貌, 年轻貌美。 宁峰拜门的时候, 也见过他们, 但没有正眼瞧, 所以没有印象。 只知道, 吕陶一共就是五个弟子, 看样子都到齐了。 女修士看到宁峰走向这边, 立刻停止了交谈, 身子微微后退半步, 但脸上怒意依然未消, 美眸如长刀, 盯着宁峰, 看着她一步步走过来。 很快就走到15号院子门前, 宁峰目不斜视, 就像根本没有看到他们一般, 继续往前走。 时间似乎变得缓慢, 巷子里安静地令人窒息。 仅听见宁峰的脚步声, 和一些急促的呼吸声, 还加着受提袍地面的摩擦声音。 月光照进长生相, 宁峰影子微长, 叮叮叮, 就在宁峰走过16号院子后, 一声铃铛响起。 驯兽灵, 武兽公园阵, 一名女修突然喝道。 五道红色身影, 顿时突爆而起, 跃上空中。 地面上的五头兽宠, 则狂奔布阵, 煞间围住了宁峰。 宁峰只觉得身后风声大作, 受提踏地声狂响, 还闻到一股腥味。 他没有转身, 直接反手一刀, 龙系潜水。 左手一拍, 寄出一张下瓶预风符, 身形反退。 刀光掠过, 身子已回到14号院子附近。 五头刚包围着他的低阶兽宠, 有两头正好在他身后, 此时已经被一刀切成四半, 落在地上。 有一头狐狸许事动作灵敏, 被斩断一条腿, 正伏在地上喘气, 惊吓地抬起头寻找自己的主人。 五名女修越道空中, 长边骑出, 结成边阵, 想凭阵法, 直接锁住宁峰。 他们也知道宁峰有预风符, 但几方实力都不高, 没有办法, 只能截阵攻击。 他们的计划很简单, 就是止搏一击, 全力一击, 成败直此一击。 因为宁峰境界比他们高, 五人五兽一起攻击都无法杀掉宁峰的话, 等待他们的必然是反杀。 等他们落到地上, 发现兽阵已被破, 自己五人截得边阵也击空。 宁峰退得实在是太快了, 他出刀也很快。 女修们的计划失败。 一击失手, 目露绝望与惊慌。 第113章, 寿元增五年。 有两个女修表情很决绝, 看样子似有拼死之意。 其余的已经是郊躯颤抖, 眉眸中含有泪光, 神色悲然。 宁峰面不改色, 手中刀举起, 刀身上光溢流动。 道友, 求求你饶了我, 我愿意种下精神契约, 以后为奴为婢。 有两名女修看到宁峰再次举起刀, 自知难逃一死, 连忙扔下法器, 跪下求饶。 Soul! 刀光一滑, 光芒亮起, 直臂秋月。 五颗头颅齐齐飞起, 鲜血如雨落, 飘洒向两边院子。 面板光幕闪动, 基础刀数, 熟练度加一。 寿命, 十六五二岁。 哄! 还有两头兽宠, 看到主人陨落, 怒嚎一声, 震体准备扑过来。 Soul! 又一道刀光低空扫过, 卷起地面上的沙尘, 随刀光涌动。 两头兽宠, 还没奔出, 便直接倒地。 至此, 长生向内鸦雀无声。 两边院子里, 往巷子偷窥的邻居都凭着呼吸, 默默看着这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结束。 没有人会说什么, 此事已到此为止。 日后, 大家也会默契地不提及此事。 在这世界, 没有对错, 只有强弱。 事实上, 他们多数人, 甚至支持宁峰。 就如苏亚琴一样。 因为吕陶在遇见杰修降落的时候, 居然藏匿到一边, 没有参与灭敌。 这种行为, 已经违背了护卫队的初衷, 无形中侵犯了其他邻居的利益。 若他们是宁峰, 他们也会如此做。 宁峰缓缓走到五位女修旁, 蹲下一个个搜查。 一共搜出五个储物袋。 吊在地上的下瓶法器, 仅有三柄。 其中两名女修可能境界比较低, 用的是普通的凡器。 将东西收入自己储物袋, 又找了个空的储物袋, 准备将这些兽宠尸体也装回去。 虽然不是蕴含着灵力的妖兽, 但这些兽宠若制成普通食材, 还是可以吃一段时间的。 没有必要浪费。 还有三头兽宠还未死, 受伤了又逃不开, 只能睁着眼睛无奈地看着宁峰。 宁峰直接击出开山术。 开山术, 熟练度加一。 开山术, 熟练度加一。 开山术, 熟练度加一。 开山术, 精通, 四四八五百。 看到面板信息, 宁峰觉得有必要抽出时间 专门修炼一下开山术了。 刀法从精通晋级至小城, 威力增幅超过了宁峰的想象。 他相信开山术也是如此。 任何功法, 只要练到极致, 直击的威力都不会太差。 将五具受宠尸体放入空储无带, 宁峰直接回到屋中。 公子, 你回来了。 二女早就在院子等候了, 长生巷的动静实在太大, 哪怕他们是凡人都被惊醒。 他们自然不敢爬上墙头张望, 只能躲在院子那棵树下, 仔细听外门发生的事情。 空中四乱的剑光, 水纹, 刀光, 他们都看见了。 甚至听到了地面被捅破的声音。 吕逃的头颅飞到空中时, 吓了他们一跳。 但那些刀光, 让他们始终相信宁峰是平安的。 因为宁峰在院子里练刀的时候, 他们看见过这种刀光。 这种刀光, 几乎持续在整个战斗中出现, 在巷子上空时不时掠过。 直到五颗头颅飞上半空, 还有血滴落入院子里时, 二女才松了一口气。 此时看到宁峰回来, 更是喜极而泣。 烧水, 我要洗个澡。 宁峰方才在外面, 其实已经拍了几张清洁服, 但总觉得, 要洗一下澡才干净。 不过, 身上的那股力气, 其实清洁服和洗澡可以洗净的。 泡澡, 更多是为了放松心神, 让自己冷静, 总结今晚的得失。 杀旅逃的五名徒弟, 宁峰没有任何犹豫。 就算五名女修不主动找他麻烦, 以后宁峰也会找机会, 除了他们。 修仙者, 醉计留下首尾, 斩草须除根。 若因一念之善, 放过他们, 或许日后须以命向长。 躺在木制的浴桶中, 温烫的水让宁峰彻底放松下来。 竟然不知不觉闭上眼, 直接在浴桶中沉沉睡去。 一日, 醒来, 天已大亮。 宁峰从浴桶中起身, 披上道袍, 推开门。 一阵风吹来, 只觉得无比神清气爽。 二女正在桌前闲坐, 看到宁峰出来, 连忙站起身。 秦雪走上前, 将一个袋子递上去。 公子, 方才苏家主过来, 吩咐这个袋子交给你。 苏家主? 宁峰接过袋子, 打开一看, 里面是八块零食。 秦雪解释道, 苏家主就是昨晚护卫队的队长。 他还拿来半只狐狸, 说是昨晚的分裂, 我们放在厨房里了。 宁峰恍然大悟, 是苏雅琴。 走进厨房一看, 地上摆着半边寿尸, 居然是吕陶的那只银狐。 昨晚他没有收走这只狐狸的尸体, 因为感觉有些不妥。 毕竟吕陶也是护卫队成员。 宁峰当时想着, 让叶志文来安排这只狐狸尸体。 可能叶志文最终交给苏雅琴处理了, 苏雅琴自然不会客气。 他将这只狐狸一分为二, 今早直接送了一半过来给宁峰。 另外一半, 他和红乳有分了。 这狐狸肉好臭, 公子, 要怎么处理? 叶银在一旁掩着鼻子问道。 狐狸的骚味极大, 再加上血腥味, 让人闻着都有些反胃。 秦雪也是皱起霉, 远远躲到了厨房外。 宁峰沉阴一会道, 你们把肉洗干净, 切一点出来今天吃, 其他的就咽起来吧。 虽然说只有半只, 但这只狐狸的体型, 远比寻常的狐类要大。 半只也差不多近百斤。 三个人, 两天根本吃不完。 看着二女嫌弃的样子, 宁峰忍不住笑道。 对了, 你们不是让我找点事给你们做吗? 来, 今天给你们找到活了, 跟我过来。 二女表情有些纳闷, 跟着宁峰走到院子里。 走到树下小井旁, 宁峰掏出昨晚那只储物袋, 把五只兽宠的尸体全倒出来。 十几块兽湿, 有的头颅分开, 有的从中间两边被整齐切开。 一下扑在地面上, 血腥味立即扑边来。 这些瘦肉, 你们今天处理一下, 然后全部腌制晒干, 应该够我们吃很久了。 宁峰指着地面这些兽师, 笑着对二女道。 二女只看了一眼, 就齐齐转过身, 扶着树干呕起来。 地上摆着五头野兽尸体, 体型都不小。 有两条狐狸, 黄毛白尾巴, 不过比厨房那条小了许多。 还有一只白鹤, 一条和猪掌相差不多的野兽。 另外, 还有一只飞兽, 外表看上去有些像鸭子。 但是翅膀极长, 通身长着幽脆青绿色的羽毛。 她的脖子上, 还有几圈淡淡的金色毛纹。 嘎嘎, 嘎嘎。 此时, 被围在院子墙角里的小鸭子, 不知为何突然叫了起来。 第114章, 烧烤狐狸肉。 她疯狂拍动着翅膀, 嘴里不停叫着。 围栏不算矮, 前几日, 小鸭子根本就飞不出来。 但现在, 她细长的双足猛的一蹬, 竟然一跃而起, 直接飞出了围栏。 噗噗噗。 小鸭子跃出围栏后, 连扑带跑, 冲到了这头飞兽身边。 她低着头围着飞兽走了一圈, 突然仰起头, 尝嚎了几声, 声音极其悲泣。 嘎嘎, 你怎么了? 快来我这儿。 叶莹听到小鸭子居然跑了出来, 强忍不适, 扭过头伸出手喊道。 可小鸭子似没听到叶莹的叫唤, 站在那里, 仰望着天空就似呆了一样。 只不过, 她的身子一直在微微地颤抖。 秦雪此时也转过头, 她的反应没有夜营那么大。 再凡俗, 二女不是没有见过这种血腥场面。 只不过方才几只野兽一下, 被宁峰倒在院子, 让他们感到一阵恶心罢了。 深呼吸几口气, 便没事了。 秦雪将目光投落在那只飞兽身上, 仔细打量一遍, 又看了看小鸭子, 祈祷。 咦? 公子, 你有没有发现这只飞兽和嘎嘎长得有些像? 宁峰缓缓点了点头, 她早就发现了, 嘎嘎和这只飞兽何止是像? 就算说他俩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也不会有人质疑。 而且, 从小鸭子的反应来看, 这只飞兽极有可能和小鸭子有血缘关系。 小鸭子仰天长豪, 声音中透露出来的那种悲伤, 宁峰能听得出来。 秦雪蹲下来, 轻轻抚摸小鸭子的背脊, 目光联系看着它, 似乎想说什么, 但终于没有开口。 秦雪冰雪聪明和宁峰一样, 也猜出了七八分。 公子, 地上这些兽宠, 是不是十六号院子的? 叶银看到两人的表情终于也响起了, 急忙望着宁峰问道。 宁峰点头, 可怜的嘎嘎。 叶银眼眶立即红润起来, 蹲下来抱起小鸭子, 随后走到自己房间门口, 坐在石阶上。 地上这些兽宠出自十六号院子, 既然从宁峰储物代理取出, 那多半就是宁峰杀死的。 而嘎嘎又偏偏是荡日拜门之时, 十六号院子送的回礼。 宁峰很有可能杀死嘎嘎的母亲。 叶银越想越觉得小鸭子可怜, 忍不住把头埋到双膝里, 低声抽泣。 秦雪在一旁叹气, 宁峰则颇为无奈。 这事实在太巧了。 看着地上的寿师, 宁峰也没有理会二女。 自己挽起了袖子, 从小井中打起了几桶水, 先将寿师上的血水冲洗干净。 然后从储物袋里掏出一把匕首。 这匕首也是邻居回的拜门里, 一共有两把, 只不过都是凡气。 宁峰一直放在储物袋里, 从来没有取出过。 用匕首将寿师进行切割, 分块, 刀光舞动, 上下扶偏。 宁峰精准地从各个受宠的肩胛骨, 前腿骨, 尾骨, 逐个部位下刀。 宁峰前世没怎么宰过家禽, 但不知和刀法, 晋级到小城有没有关系。 宁峰觉得自己分割这些瘦肉特别的娴熟, 仿佛自己干过无数次这样的事。 看宁峰再忙个不停, 晴雪也过来帮忙搬肉了, 将肉块分类。 两人几乎忙了一整个上午, 叶银则抱着小鸭子在门口待坐了将近一个时辰。 终于, 清理好四头, 受宠尸体, 只剩下那只飞兽了。 宁峰刚想下刀, 扑扑。 小鸭子从叶银怀中突然正突而出, 飞了过来, 用翅膀朝着宁峰手中的刀扑过去。 嘎嘎。 晴雪看到宁峰脸色有些冷然, 赶紧过来把小鸭子赶到一旁去。 叶银此时也走过来, 双眼通红道, 公子, 这头飞兽可不可以别宰了吧? 她是嘎嘎的妈妈。 宁峰文言一正, 手中的匕首忍不住抓紧, 不过最终又松开了, 索性将匕首一扔。 你们看着办吧, 剩下的瘦肉交给你们处理。 谢谢公子。 二女表情激动, 公子这已经算是开大恩了。 方才嘎嘎扑向宁峰的那一刻。 他们看得出, 宁峰其实打算一刀宰了嘎嘎。 幸好晴雪及时拦住小鸭子。 他们将带只飞兽拖到嘎嘎的围栏, 准备挖个坑埋了。 二女一边默默地挖着坑, 一边描向一旁用爪子帮忙刨杀土的小鸭子。 他们知道, 嘎嘎也已知道公子是杀母仇人了。 公子也已经对嘎嘎起了杀心。 日后, 他们很难再相处了。 中午, 宁峰吩咐二女在厨房里取出煮饭烧剩的炭, 放到院子树下烧燃, 然后搭了个架子。 准备烧烤, 将那盘银色的狐狸肉切成块, 放在这上面烤。 记得多翻动。 交代二女怎么操作后, 宁峰就坐在一旁, 看着二女饶有兴致的烤肉。 烧烤, 在这个修仙世界, 似乎从未有人试过。 二女一开始还不知道宁峰为什么让他们把肉架在炭上翻来翻去。 直到闻到一股肉香, 才恍然大悟。 公子, 好香! 他们之前吃肉, 无非就是煮熟, 或者放在锅里焖炒。 但没想过肉, 还能这么吃。 烤好肉以后, 秦雪取了一块狐狸腹部的肉, 递给宁峰。 自己则摇起手中的烤肉, 嚼了几口后, 直呼过瘾。 宁峰撕下一条狐狸肉片, 放入口中, 仔细品尝。 有一点点骚味。 可惜这里没有孜然, 不然加点配料烤的话, 味道应该没有那么重。 但即便如此, 味道仍是上家。 事事如其。 宁峰一边吃着狐狸肉, 一边想起那只银狐瞧他时, 那种不屑的眼神。 不禁有些感慨。 昨夜还在狐假虎威, 今日却被包皮上架口, 任人品尝。 咚咚咚。 就在此时, 有人敲门了。 谁? 宁峰举着狐狸肉, 走到门后问道。 宁道友, 是我, 叶志文。 宁峰打开静置, 但没有请叶志文进院。 而是直接问道, 原来是叶道友, 不知我下次巡逻是何时。 他以为叶志文, 是来告诉他巡逻时间安排的。 之前叶志文找他, 每次都是交代完就匆匆离开, 因为他还要去通知其他人。 谁料, 叶志文却罕见地笑道, 今日来找宁道友, 不是为了公事, 而是有些私事。 他目光又落到宁峰手中的烤肉, 又道, 原来宁道友在用饭。 若是不方便, 我改日再来也可。 进来吧, 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宁峰侧身, 请了叶志文进屋。 第115章, 叶家的邀请。 叶志文刚踏入院子, 便闻到一股浓郁的肉香味。 不由其道, 宁道友吃的是什么肉? 闻这竟如此之香。 宁峰请叶志文在桌边坐下, 命儿女取来击串烤好的狐狸肉, 递给了叶志文。 叶道友, 这在我家乡叫做烧口, 别有一番风味, 你可试一试。 叶志文接过狐狸肉, 只见这些肉看上去外焦里嫩, 肉的表面还泛着一层油光, 令人非常有食欲。 又放在鼻前闻了闻, 神情更为奇异。 道, 这是狐狸肉。 狐狸肉的骚心比较大, 一般修士很少吃狐狸肉。 这个世界妖兽, 野兽都极多, 可供选择的范围太大, 时无必要挑狐狸肉来吃。 但叶志文发现手中的狐狸肉, 闻起来和他印象中的狐狸肉, 完全不一样。 这些边缘被烤得焦脆的狐狸肉, 不仅散发着肉的香气, 似乎还有一些炭火的烟味。 叶志文紧紧犹豫了一下, 终究抵不过那股香气。 最终将烤肉放到嘴边, 咬了一块, 表情都变了。 这些狐狸肉块, 入口极其酥嫩, 肉丝分明, 吃起来不仅口感非常好, 味道也极佳。 叶志文的脸上, 由原先的惊奇, 变成有了一副极其享受的样子。 宁道友好口服, 吓人居然有如此手艺。 叶志文连续吃了几串烤肉, 忍不住对二女夸奖一番。 他以为手中的狐狸肉做得如此好吃, 是因为在一旁烤肉的二女, 厨艺了德。 眼看叶志文吃得差不多了。 宁峰才笑问道, 叶道友, 今日来找我有何事, 不妨直言。 对对, 我光顾着吃, 差点把正事给忘了。 叶志文放下烤肉, 抹了抹嘴, 恢复了平时那副严肃作派。 正色对宁峰道, 我今日来找宁道友, 侍奉家主之命, 邀请宁道友, 加入我们叶家, 担任克青之职。 叶志文说完, 便一直看着宁峰的眼睛, 等待宁峰的回答。 很多先祖宗门都有克青, 邻家也有克青。 之前, 在城外小土屋和宁峰发生冲突的那个和松, 正是邻家的克青。 克青有岳缝, 而且还不低, 不过是实力不同, 给出酬劳也不同。 不过, 宁峰之前从没听过, 叶家也有克青。 此时, 听到叶志文邀请自己, 不禁有些意外, 毕竟自己才练气五层。 这种修为, 哪怕是担任一个小先祖的克青, 都难登大雅之堂。 宁峰外表不动声色, 将手上的一串狐狸肉, 咬下一块, 然后道, 叶道友莫不是开玩笑? 宁某晋级练气五层还没两天, 何德何能可以担任克青一职? 叶志文摆了摆手, 笑道, 宁道友太谦虚了, 你年纪轻轻就已是仙国三阶浮尸, 刀法又如此了德, 怎么可能担任不起克青呢? 他身子微侧向宁峰, 又道, 叶家不是什么大先祖, 境界高的我们也请不起, 再者, 别人也未必瞧得上我们。 叶志文对长生像昨夜里发生的事, 非常清楚。 昨夜宁峰刀起扶落, 二十席内连杀几名劫修, 接着又反杀吕陶。 吕陶是什么人? 练气六层修士, 还有一头狐虫。 这头狐狸吕陶养多年, 战斗力差不多相当于练气四层的修士了。 就这样一名带着受宠的练气七六层修士, 竟然敌不过宁峰五个回合。 虽说宁峰有些取巧, 但最后的对战结果无庸置疑, 吕陶被杀, 狐狸肉如今已摆在桌上, 成为美食。 宁峰摇头, 表情略显得有些自嘲笑道, 叶道友, 你们叶家, 实力雄厚, 修士众多, 请一个, 练气五层的修士, 能帮得上什么吗? 叶志文摇了摇头, 叹道, 实不相瞒, 我叶家在凤摇城落户已有七十多年, 这么多年来一直碌碌无为, 仅在城内买办了一些商铺和地产。 如今凤摇城的情况, 想必您道友也知道, 到处都有些不太平, 所以我们想增加多些人手在商铺内作证。 宁峰沉默, 没有说话。 叶家虽然是个小先族, 但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在凤摇城内的产业恐怕不少。 对于一个先族而言, 杀抢掠夺, 永远是最快积累财富的途径。 但是并非所有的先族, 都有掠夺别人的实力和勇气。 买地皮, 买房子, 买商铺, 从各行各业下手去布局长远的商贸图板, 慢慢累积财富与资源, 是大多数小先族的发展模式。 炼器五层又如何? 宁导友你可知道, 林家这么大的一个家族, 炼器后期的修士有好几十个, 但他们请的客亲, 也有许多炼器六层的。 叶志文看到, 宁导不说话, 便继续给解释, 希望能打消宁峰的顾虑。 客亲各有自己擅长之事, 并非修为境界越高越高。 宁峰点点头, 这话, 他极赞同。 就像叶志文, 虽然也是炼器五层, 但他特别擅长调度。 出众的管理能力, 让他在一众叶家修士中脱颖而出, 代表叶家管理, 长生护卫队。 不过, 话虽是这样说, 宁峰根本不考虑叶家的邀请。 所谓的客亲是明面话, 说得好听而已, 实际上就是打手。 没事的时候, 我出临时养你。 有事的时候, 你得上, 而且还要第一个上。 不过要是去城内商铺里坐镇, 宁峰觉得自己炼器五层的境界, 远远不够看。 但凡遇到一个炼器后期的杰修, 都会死得很难看。 想到此, 宁峰沉吟道, 叶道有说的甚是。 不过宁某身为服尸, 话服占用了太多时间, 实在无暇兼顾其他事。 叶志文文言, 笑了。 宁道有大可不必, 急着拒绝。 你可以听听, 我们叶家开出的条件。 条件? 宁峰心中有些好笑, 叶家能开出什么条件? 无非就是零食。 如今宁峰身上的零食不算少了, 短期内完全不用愁生活开销方面的问题。 他需要的不是工作, 而是发育的时间。 安稳地生存, 然后尽快地提升修为, 才是目前宁峰之所需。 不过, 宁峰出于礼貌, 还是顺着叶志文德华问道, 哦, 愿文奇详。 第一, 宁道有若是加盟, 我们叶家成为客亲, 每月月奉十二块零食。 第二, 成为客亲后, 我们可以为宁道有提供 终极服录的功法秘籍。 第三, 叶志文将叶家的福利, 一条条地摆出来在宁峰面前。 宁峰听完沉默, 说不动心是假的。 叶家给他开出 每月十二块零食的月奉, 这, 绝不是小数目。 在凤瑶城, 月入十二块零食, 堪称散修中的精灵。 若是半个月前, 宁峰想都不用想, 就会直接答应下来。 第116章 20条杜多 至于叶家提供的终极服录秘籍, 更不用多说, 这是无数低阶服尸, 梦寐以求的珍贵资源。 如此资源, 就连许多中阶服尸, 都难一遇。 零食一求, 资源却难得。 当然, 叶家的资源也并非白给, 宁峰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需要上交一些服录给叶家。 另外, 宁峰如果愿意上交更多服录, 可免去外派任务。 这一点, 似乎是叶家为宁峰量身定制的 不用去坐镇商铺, 也无需参与其他危险性的任务。 这样一来, 安全方面已然无忧。 叶家这些待遇, 其实本质上和林家差不多, 只不过将待遇提得更高吧了。 宁道友, 其实你无需急于决定, 来日方长, 大可慢慢考虑。 大家邻居一场, 无论你最终如何决定, 叶家都会尊重你的选择。 叶志文临走时, 特意解释了叶家的立场。 招揽不成, 也不会撕破脸皮, 叶家这点格局还是有的。 叶家能避开各种势力, 争斗的漩涡中心, 安稳地在凤瑶城辞服数十年。 凭的是啥, 无非是眼力。 能交好的尽量交好, 不轻易主动去得罪人。 送走叶志文, 宁峰一人坐在桌前, 吃着狐狸肉。 仔细斟叶志文方才的话, 叶家邀请他当客亲, 更多是想提前投资他, 最终招揽他为叶家所用。 昨夜长生象一战, 宁峰表现出来的潜力, 有些抢眼了。 刀法越即杀人, 俘虏可攻可守。 这些, 都落入叶家高层的眼中。 实力如财富, 外露于人眼, 可不是什么好事。 就如身怀一宝, 时刻遭人觊觎。 如今城内一池浑水, 宁峰估计叶家想趁机崛起, 进一步扩张实力。 而扩张, 最终离不开掠夺杀抢。 加入叶家, 日后很可能被动卷入势力对抗当中。 算了, 到时看看无珠那里有没有消息再说。 终极福禄秘籍的诱惑, 的确让人难以抗拒。 但寄人篱下, 始终非宁峰所愿。 之前, 宁峰也找过无珠, 让他帮忙留意福禄秘籍的消息。 若无珠能找到终极福禄秘籍, 宁峰不用依赖叶家, 那就最好不过。 叶家的邀请, 暂时先放一遍。 公子, 这些肉烤好了, 怎么办? 秦雪又端上十多串狐狸肉, 摆在宁峰面前, 表情有些忐忑。 宁峰扭头一看, 才发现烤架旁边, 竟然堆满了肉串。 一眼看去, 至少两百来串, 就算是开个烧烤摊, 恐怕一碗都卖不了这么多。 宁峰不禁皱眉道, 三个人能吃多少, 你心里没有一点数。 为何烤这么多? 秦雪苦笑道, 方才烤着烤着, 就忘记了, 这么多肉, 如何是好。 二女第一次烧烤, 觉得这种烹饪方式颇有趣。 她们一人串肉快, 一人翻烤, 轮流着干, 玩得不亦乐乎。 两人一边烤, 还一边吃, 还在那里聊天, 一下就忘记了数量, 等到吃饱了, 才发现, 一烤出如此多肉串来。 宁峰看着这些烤肉串, 陷入了思索。 从叶志文的反应可以知道, 此间人极可能没有吃过烧烤食品。 若是太平时期, 让二女到巷子口摆个烧烤摊, 说不定一天下来, 还真的能赚不少零食。 不过现在就算了。 宁峰沉吟一会才到, 留下一些我们做晚饭, 其余的送给隔壁, 唐仙子吧。 哦, 对了, 苏家主也送一些去。 宁峰想着, 反正都吃不完, 干脆送人了。 生鲜肉类放储物袋, 可以保存一段时间, 但若是熟食, 放入储物袋, 口味变化甚大。 到了也可惜, 还不如送熟人。 好, 那我们送过去啊。 秦雪和叶盈收拾好百多串烤肉, 就出院子去了。 白天巷子外面有巡逻队, 路程也不远。 宁峰倒是不担心二女的安全。 一个人坐在桌前, 又吃几串狐狸肉后, 宁峰也感觉腻了, 便起身进屋。 手一捞, 取出五个储物袋。 粉红色的储物袋, 款式, 大小, 图案, 全部相同, 都是吕桃的女弟子的。 宁峰面无表情, 一个个深入神识探查。 炼器前期, 能进成拜师学御寿之术, 这些女修绝不是穷人。 零食, 共一百五十五块。 杜兜, 二十六件。 女士道袍, 五十二件。 秘笈, 两本。 一本, 训寿入门心得。 一本, 受宠常识大简。 五个储物袋内, 就只有这些东西了。 五名女修, 只有三柄法器, 都是瘦鞭, 不过比吕桃的那根鞭子, 差得太多, 品质上仅仅比凡奇好一些。 翻开两本秘笈, 粗翻了一遍。 受宠常识大简里, 很详细地记载了, 这个世界存在的各种兽类。 名字, 习性, 级别, 都解释得比较清楚。 宁峰一边看一边点头, 这书对他用处不大, 但空闲的时候可以看看。 对妖兽多一些了解, 并不是坏事。 而那本, 训寿入门心得, 就让宁峰有些吃惊了。 如无意外, 这个应该是属于比较难得的御兽之术了, 虽然只是基础, 但外面根本卖不到。 否则这些女修也没必要拜吕陶, 专门学御兽之术了。 宁峰仔细看了一遍, 发现御兽前期, 全靠人和宠物沟通相处, 这个阶段时, 无需灵力就能实现的。 其实他储物代理还有一本《御兽指南》, 是前几日巷子口那几名截修储物代理的。 不过那本书主要是讲解如何操控受宠行止, 宁峰目前连兽宠都没有, 所以根本就没看那本书。 宁峰向来对宠物不太感兴趣, 觉得没必要专门研究这个, 暂时也不考虑买兽宠。 所以翻了一遍, 就没继续看了。 将灵石和法器放入自己储物袋, 宁峰就将那些女修的杜兜和盗袍, 全部一裹, 拿出院子外。 公子, 我们回来了。 二女面露春风, 看样子极为高兴。 宁峰只看她们的表情, 便知道她们送烤肉过去。 苏雅琴和唐英如肯定给了她们一些好处, 大概就是类似跑腿飞的小打赏。 也不在意, 把那些杜兜和盗袍往桌子上一扔, 又放下那本《训受入门心得》。 然后指着这些东西, 对二女道, 这些衣服, 你们看着处理, 这本书你们可以看一看, 如果能学就尽量学, 如果不想学, 也别把书给我弄丢了。 是。 公子, 二女看到桌上这么多东西, 都是给自己的, 脸色洗衣更浓。 第117章, 冷门饮身符, 再次回到屋中, 继续开储物袋。 昨夜四名遇见人, 有一个是炼器六层, 有三个是炼器五层。 三个储物袋可以开。 翻开, 探入神石。 供得零食, 97块。 腰瘦肉, 12斤。 0米, 3斤。 书籍没有。 穷鬼。 宁峰发现到城东打劫的修士, 似乎日子都过得挺落魄。 几个人加起来才90多块零食, 还不如那几个女秀的钱多。 宁峰都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亏了。 昨夜宁峰开销也不小, 扔出几张上品符录, 价值好几十块零食。 不过好在, 三个杰修的法器都捡了回来。 三柄剑都是下品, 自视在意料之中。 宁峰将零食和他们的法器 重新分类归纳好, 放入自己储物袋。 然后将三名杰修的储物袋 和之前的储物袋放在一起。 不知不觉的, 现在宁峰已经有了19个空储物袋了。 咦, 这是什么? 在整理空储物袋的时候, 突然发现有个东西掉了下来。 落在地面上, 隐隐溢着微光。 宁峰捡起来一看, 原来是一张符录。 这张符录, 也不知道是从哪个储物袋里掉出来的。 刚才探查储物袋的时候, 宁峰只顾着找零食和有用的物资, 根本没有发现还有其他东西。 将符录摊在桌上, 宁峰细细见赏。 作为符师, 见到符录, 总喜欢从各个角度去研究一下, 满足自己的猎器心。 这张符录, 采用的符皮, 很一般, 比目前宁峰再画的符皮好差了许多。 符皮似乎在加工过程中, 被环境影响, 沾了一些杂质, 肉眼清晰可见。 相比符皮, 符墨的品质则要好一些, 但仍是很普通的符墨。 不过在绘制手法上宁峰则自愧不如, 画这张符录的符师, 造诣比他要高。 当看到这张符录的行笔走墨时, 宁峰觉得很眼熟。 上面的行墨走势, 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 思索一会, 终于想起来了。 他在那本《冷门符录摘要》上见过。 从除物袋里摸出《冷门符录摘要》, 宁峰一页一页翻动, 不时对照桌上的符录。 这是隐身符哦! 宁峰狠在书中快找到了这种符录, 对比了一番, 行笔走墨如出一辙。 看来冷门符也是有一定市场的。 宁峰没想到这么快就遇到一张隐身符。 他早就有心一试画一画隐身符, 看看隐身效果有没有想象中那么神奇。 但最近时间有限, 除了画成一个的追伏外, 没再花时间研究其他的冷门符录。 拿起书, 重新看了一遍隐身符这一部分内容。 根据书中记载, 下屏的隐身符可以降低使用者五成的气息存在感大大降低。 书里还特意阐述了这个五成气息的概念, 直接用距离来解释气息感应的程度。 寄出隐身符后, 站在五丈之外, 练气中期修饰都难以察觉出气息。 若是练气前期的修饰三丈之外, 也无法察觉。 不过下屏的隐身符, 只能维持七夕左右的时间。 不过书中, 只提及下屏的隐身符, 对中屏和上屏的隐身符提的不多。 只是简单提了一下上屏隐身符, 上屏隐身符的隐秘效果, 几乎接近物理意义的隐身。 宁峰估计, 冷门符录摘要的作者, 自己也没有亲眼见过中屏或者上屏的隐身符, 所以才没有写太详细。 之前翻看此书之时, 宁峰就觉得这位作者是个画楼。 因为在记录地追伏的那一篇内容里, 这位作者说得极为仔细。 一些琐琐碎碎的, 无关紧要的旁之末节, 也记录在书中占用了大量篇符。 以作者这种尿性, 若是见过中品或者上屏的隐身符, 不可能写得如此敷衍。 拿起桌上的隐身符, 宁峰走到门后, 聆听了一回院子外的动静, 二女似乎没在外面。 打开门左右看了一遍, 最终宁峰发现, 二女的房内传来对话声。 他们应该在房间里。 快步走到二女房前, 看到门是虚掩着, 直接仰手。 祭出隐身符。 隐身符祭出时, 居然没有符文闪动, 这让宁峰有些意外。 不过转念一想, 觉得应该是被发明此符的人, 刻意隐去了符文。 否则祭出一张隐身符, 还犯出漫天的符文, 亮瞎人眼, 就太不着调了。 隐身符祭出后, 符禄便直接消失, 宁峰只觉得一阵神秘的气息 向自己裹来, 迅速布满周身。 宁峰明显能感觉到 自己的气息减弱了大半, 赶紧将二女房门推开一点。 紧接着, 立即闪身而入。 只有七夕的时间, 试一试隐身符的效果再说。 如果练起前期 对隐身符的感应范围是三丈, 那宁峰觉得 二女最多就是一丈。 二女是凡人, 感应气息的范围应该更小。 她们的房间比较大, 保持一丈开外 应该绰绰有余。 秦雪姐姐, 这件粉红色肚豆 好像太大了, 我看就很适合你。 你换上试试。 闪身进了屋内后, 凝风愣住, 室内场面让她很是意外。 满是春意盎然, 以你风光无限。 秦雪和叶莹两人 站在她们房间内的同镜前 对镜子里的自己 品头论足。 她们俩站的位置 离房间一丈多远。 秦雪背对着房门, 叶莹则侧着身子。 旁边的床上堆满了衣服, 正是宁风方才 给她们的几十件盗袍。 还有那二十多件肚兜。 两人似乎正在 是穿这些衣物, 根本没有察觉到 有人进屋。 只见叶莹拿着一件 粉红色的肚兜递给秦雪。 秦雪接过, 很利索地穿上身。 是不是啊? 我都说这件合适你, 因为够大。 秦雪对着镜子 左右转了下身子, 看着铜镜不断摇头道, 不好看, 我不喜欢粉红色的。 叶莹笑道, 肚兜是穿在里面的, 还有谁能看到? 不行不行, 这件你留着, 我不要。 秦雪一边摇头, 一边吞下了这件红色的。 然后又自己 从床边取了一件墨绿色, 袖着一些白色花纹的肚兜 换上, 这才满意点了点头。 叶莹也在一旁 连续试了几件, 竟然皆不满意。 宁风站在后面, 看得心火功脑。 虽说心理上 有几十年的人生阅历, 这些画面 不过内心的矜持和理智 让宁风始终记得七夕的时间。 第六夕, 将近! 直接身形一闪, 宁风退出了房外, 站在外门深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回自己屋中。 咦? 门怎么打开了? 秦雪似乎赶到屋内 刮起一阵风, 回头一看, 发现门打开了大半。 叶莹笑道, 本来是关着的, 方才被风吹开一些, 我早就看到了。 那你为什么不去关门? 关门干嘛? 我们正在换衣服呢? 万一有人进来? 还有, 公子。 妾! 你想多了, 公子怎么可能会来我们房间? 第118章 初恋御刀绝 回到屋中, 宁风端坐床上, 默念一段清心咒。 等心神稳定, 才从储物带中取出一本秘籍。 御刀绝 御刀绝, 顾名思义, 和御剑术之类的法术差不多, 御刀御剑, 其实道理差不多。 只看书名, 宁风觉得这本秘籍, 应该是重点讲解御刀之术。 翻开, 仔细参详了起来。 天地有灵, 万气有形, 天地之灵, 可遇万气。 看了足足半个时辰。 宁风发现, 这本秘籍虽然名曰《御刀绝》, 但就其理论而言, 几乎可遇各种法器。 一通则万通, 万变, 皆不离其宗。 这本《御刀绝》里传授的, 是比较基础的御器方法。 只要掌握这些方法, 不仅能御刀, 能御剑, 也能御其他的法器。 作者或许是一名刀修, 对刀的接触比较多, 所以, 书中关于御刀的篇幅更多。 按照书中说法, 御刀之前, 需要念一道口诀, 然后以自身灵力灌入刀中, 驱动刀身移动。 方法看似很简单, 但宁风知道, 这玩意就像学骑自行车一样。 看着很容易, 我上我也行, 但只有亲身去尝试过, 才知道其难度。 御刀也是如此, 看着步骤很简单, 但需要经过无数次的反复练习, 才能掌握其中的技巧。 而且, 若想御刀长, 距离飞行或者飞行更快, 更是需要大量灵力作为后续供应。 就如汽车行驶一般, 得有油箱, 有足够的燃油供应, 才不会半路掉链子。 如果修为太低, 御刀数就会显得有些鸡肋。 因为, 灵力供应不上, 无法持续长途飞行。 不过, 宁风还是觉得有必要修炼一下, 至少要掌握御刀的方法。 因为目前, 没有轻身步伐方面的秘籍, 在与人对战施很被动。 若学会御刀数, 关键时刻, 哪怕只能飞个十来仗, 说不定就能逃命。 换出竹拳断, 再次出到院子。 二女此时也坐在桌前, 正捧着宁风给的那本《训兽入门心得》, 看得津津有味。 看见宁风出屋, 齐声喊道, 公子。 宁风点了点头, 又想起方才的以你画面, 忍不住扫了一眼过去。 只见二女居然换上了两件统一款式的红色盗袍, 一看就是吕陶那些弟子储物代理的盗袍。 以后不要再穿这种红色盗袍了, 穿其他的吧。 宁风皱眉道, 他记得那几十件盗袍, 什么颜色都有。 莫必要非要穿这些统一制式的红色盗袍。 不知为何, 一看到这种盗袍, 宁风就有种想拔刀的冲动。 吕陶昨晚, 穿的红色盗袍似乎也是这个款式。 宁风有些怀疑, 吕陶和他的五名女弟子是不是某个宗门的人。 不然, 为何穿统一制式的盗袍? 修仙界有些比较大的宗门, 都给门下弟子派发统一制式的盗袍。 若是二女这样穿着, 惹出什么误会可就不好了。 是, 公子, 我们这就回去换。 二女一前一后跑回房内换衣服去了。 宁风摇了摇头, 回忆了一会, 口中念起遇刀口诀, 然后灌入灵力入刀, 随后往空中一抛, 刀便悬在一丈多高的空中。 接着提气, 灵力引体上升, 一跃而起。 啪! 可惜用力过猛, 宁风一跃跳过了头, 从另外一边摔了下来。 再来, 引体上升, 一跃而起, 这次总算踩到刀身上了。 但刀身实在太窄, 一个不小心, 平衡没控制好, 宁风又摔了下来。 二女穿好道袍, 秦雪穿着一身墨绿色的道袍, 夜莹则换上了一件白色的。 两人走出院子, 看到宁风在哪里跳来跳去, 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但又不敢开口问, 只能绕开, 走到桌前坐下, 安安静静地看着宁风在那里蹦。 宁风反复试过几次后, 灵力攻应已经有些跟不上了, 额头微微冒汗。 再试一把, 宁风咬了咬牙, 再次引力身体, 自地面一跃而起。 这次算好了, 成功站在刀面上。 宁风不敢怠慢, 按照密集中的方法, 开始不断输出灵力, 驱动刀身移动。 刀开始慢慢地移动了, 幸好宁风还有前世的骑自行车经验, 总算是稳住了平衡。 站在刀上, 半弯着腰, 缓缓前进。 可惜, 飞行到墙角, 即将要转弯的时候, 灵力没控制好。 啪! 一声, 宁风连人带刀, 撞在了墙上, 直接从空中掉了下来。 二女在一旁, 看得嘖嘖撑奇, 虽然宁风摔倒了, 但这不就是仙家御剑之术吗? 在凡俗, 他们时常听到仙界的事情, 某某修饰遇见百里, 一箭杀敌。 没想到, 来到仙界岳鱼, 总算亲眼见识了, 一次遇见。 公子, 你没事吧? 二女愣了几息, 才反应过来, 赶紧过去扶起宁风。 扶我进屋。 宁风这一摔, 还真的感觉到腰部隐隐疼。 方才灵力就消耗了大部分, 摔下时又有些突然, 完全没有一点防备。 二女连忙捡起刀, 搀扶着宁风回屋休息。 你们去忙吧。 将二女支开后, 宁风盘坐床上, 掏出一瓶副灵丹, 放在一边。 然后就修炼起聚灵弓法。 聚灵弓, 熟练度加一。 一个时辰后, 宁风才缓缓压长, 收工。 御刀, 果然消耗灵力甚多。 自是检查了一番, 发现灵力已恢复了七八层了。 这才将副灵丹, 重新收入储物袋中。 在一边背着副灵丹, 是以防万一。 若是遇到紧急情况, 直接服用, 确保身上灵力充足。 不过, 今日收获不小, 方才短暂的御刀飞行, 让宁风觉得摔了那几跤, 还算值。 若是再练多几遍, 应该能掌握御刀术的基本要领。 宁风打算每天都抽一点时间练习一下御刀术, 不需要练太久, 怕影响灵力储蓄。 一天练个几下足矣, 日积月累, 水到自然渠成。 公子, 护卫队直式方才又过来了, 晚饭后, 秦雪递过宁风一张纸。 宁风打开一看, 上面写着护卫队静气的巡逻安排。 大概是由于宁风昨夜表现出色, 下一次的巡逻安排在后天晚上。 这样, 就等于有了两天的休息时间。 而且后面的班次, 居然还给宁风安排了几个白天巡逻, 又可以苟一段时间了。 宁风看完纸上的巡逻安排, 心中放松了不少。 夜班上太多, 会有压力。 如果遇到节修, 一场战斗下来, 即便是赢了, 也会影响第二天的正常修炼。 毕竟, 开除物带, 清点物资, 整理归类, 总要花费时间不适。 第119章, 炼器七六层。 时间在修炼与巡逻交替中流逝。 一个多月很快过去。 这日清晨, 宁风修炼玩具灵弓法, 纳器归田。 鸭掌, 收工, 缓缓吐了一口浊气之后, 睁开眼睛。 翻开面板, 姓名, 宁风。 寿命, 十六六二岁。 境界, 炼器六层, 十四一百。 功法, 聚灵弓, 小乘, 五三一千。 技能, 制服, 隐身服, 入门, 十二斜杠一百。 制服, 隔音服, 精通, 六五五百。 制服, 谢力服, 小乘, 五二六一千。 制服, 预风服, 精通, 四一七五百。 制服, 地椎服, 入门, 五五一百。 制服, 回春服, 精通, 十九斜杠五百。 开山术, 小乘, 七三一千。 基础刀法, 小乘, 五六三一千。 看完面板上的数字, 宁风面无波澜。 前几日, 他就已经晋升炼器六层了。 功法, 聚灵弓, 小乘, 五三一千。 而这次晋升六层, 依然是聚灵弓的功劳。 聚灵弓晋升的刹那, 宁风的境界, 也跟着突破。 不过, 宁风发现, 如今修炼, 聚灵弓进度条增加的速度, 比之前快了许多。 这样, 他就放心许多, 因为如果进度太缓慢的话, 就得换更高级的功法了。 下床, 看着挂在床尾的道袍, 宁风摇了摇头。 这件道袍, 是暗红色的, 穿在身上有些骚, 不符合宁风的人设。 但没有办法, 因为这是一件法袍。 这件法袍, 是前段时间斩杀结修, 从储物袋翻出来的战利品。 这一个多月来, 宁风在巡逻时, 杀了十多人, 所以寿元也增加了。 披上道袍, 宁风整理整理了衣领和袖子, 推门而出。 这件法袍, 虽然颜色不讨喜, 但宁风不得不穿上。 因为它是一件, 带有隐匿气息属性的法袍。 穿着它, 能降低身上一部分气息, 让别人, 在感应自己境界时, 会觉得低一些。 不过这件法袍, 是下品。 法袍降低气息的功能, 仅对于练气层修饰有效。 若是筑机以上的修饰, 有心探查, 还是能轻易看穿宁风的境界的。 自从晋升练气六层之后, 宁风就一直穿着这件道袍。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一个月就从练气五层突破至六层。 因为普通的练气修饰, 要做到这一点, 少则一两年, 多则三五年。 就算是一些有大量资源支撑的天骄, 也难以如此迅速这般突破。 公子早, 手腕的伤怎么样了? 今日还需要敷药吗? 二女在院子里忙活, 看到宁风出来, 顺口问了声。 他们脸上满是羡慕。 公子这几天穿的这件红色道袍, 很好看。 可惜公子不让他们穿红色道袍。 宁风听到二女如此问, 抬起手, 看了看手腕的伤口, 道, 已无大碍了, 不必再服药。 前几日巡逻时, 遇到一名杰修, 也是用刀的。 手腕上的伤, 正是对战时被对方用刀尖划伤的。 不过经过这几日恢复, 基本痊愈了。 开山术! 一道流光, 从指尖击尸而出, 击在地面上。 扑! 一声, 地面多了个脸盆大的坑。 为了试一试, 手腕有没有受影响, 宁风使出了一记开山术。 这段时间, 开山术也进几小城了, 威力又大了近一倍。 而激发的声音, 则更小了。 这让宁风觉得, 开山术越来越适合近距离偷袭了。 等下有空找点图把这里填一下。 指着地上的坑, 宁风交代二女。 平时她修炼开山术, 都是对着空中发射, 增加熟悉度而已, 极少对着食物攻击。 用完早餐, 宁风便出门来到长生巷中。 今天轮到她日间巡逻。 宁道友早, 见过苏道友。 苏雅琴正在巷子中, 刚和另外一位邻居谈完话, 见到宁风出来, 便远远打了个招呼。 这一个多月, 长生护卫队又陨落五个人, 还有几个伤员无法巡逻。 现在还能正常巡逻的, 也就十个人出头。 苏道友, 今日就咱们两个人。 宁风看到巷子里, 只有几个闲逛的邻居, 没有其他的巡逻队员, 便好奇问苏雅琴。 苏雅琴笑道, 是的, 今日就是我们两个, 而且是最后一次巡逻了。 最后一次, 此话怎讲? 今天咱们轮值完, 长生护卫队就正式解散了。 以后爷也不用巡逻了。 苏雅琴凑过来, 给宁风解释, 前些十日, 林家的护卫队恢复巡逻, 抓了不少结修后, 城内结修就越来越少了。 你没发现最近的几次巡逻, 咱们都没谈上事。 苏雅琴这个月来, 始终和宁风分在一个班。 两人的关系, 也走近了不少。 宁风文言, 没有太多意外, 除了长生护卫队即将解散之外, 其他的事, 他都早已知道。 文言, 便点了点头, 叹道, 那以后咱们, 总算可以过上几天安稳日子了。 林家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调整, 重新组建了城内的护卫队。 护卫队在林家几位练弃后期的带领下, 日夜出动, 抓捕不少作案的劫匪。 抓到的劫匪, 每隔几日都集中拉到城门的空地外, 直接当众活活烧死。 林家此举, 无疑震慑了其他劫修, 近期城内的治安事件直线下降。 除了城西和城外, 偶尔还有一些劫匪的消息传来之外, 凤瑶城内的其他地方, 基本都恢复了以前的样子。 宁道友, 还是老样子, 你负责后段, 我负责巷子前段。 苏亚琴直接给宁峰安排了一句, 就转身走向巷子口那边了。 宁峰穿着法袍, 他不知道宁峰已是练棋六层, 修为其实已经在他之上。 和宁峰一起巡逻的时候, 苏亚琴一直都是如此安排, 尽量让宁峰待在安全的地方。 宁峰知道他是关照自己, 但也从不拒绝。 眼看着苏亚琴走远, 宁峰这才在巷子后段, 开始来回踱步。 俘虏得尽快脱手了。 这一个多月, 宁峰早已将所有的浮皮都化完, 身上有一千多张浮露。 凤瑶城局面开始稳定, 浮露的价格肯定会持续回落。 尽早卖出, 还能换多点零食。 宁导友早上好。 宁导友, 辛苦了。 长生巷的邻居出门, 看到宁峰在巷子里, 都很热情地打起招呼。 宁峰虽然是炼器五层, 但实力强大。 这是经过一个多月的巡逻后, 邻居们对宁峰最直观的印象。 三溪杀练器六层, 一人独占四名劫修。 没有哪位邻居敢在小桥宁峰。 能有这种战绩的人, 理所当然地会受到敬重。 宁峰但凡遇到人打招呼, 也都会热情问候回去。 就这样在巷子中走着, 宁峰还以为今日的巡逻要持续到傍晚。 但中午回家用餐后, 再次出来巷子外时, 却被苏雅琴告知不用继续巡逻了。 宁导友, 方才叶志文找过我了, 巡逻就到此为止, 长生护卫队正式解散了。 苏雅琴笑容满面, 随手给宁峰递过一个小袋子。 这是你的, 叶志文刚刚结算了护卫队的报酬。 如此甚好。 听到不用巡逻, 宁峰也松了一口气。 等苏雅琴离开后, 宁峰打开袋子一看。 三块零食, 不多。 之前成立护卫队时就知道了, 这差不多属于义务劳动。 一个月最多只能分到一两块零食。 这位道友, 请留播。 就在宁峰低头属灵时的时候, 一个温婉逆甜的声音响起。 声音如涓涓细水, 有百般说不出, 言不清的美妙。 第120章, 二女制服皮。 宁峰抬头, 一位穿着灰色道袍的女修, 立在前方两丈远的地方。 外貌温婉闲静, 气质不俗, 看上去非常眼熟。 言道友。 宁峰一正, 想起来了, 这位女修是言水秋。 在邻家外务堂外卖镇法的四街镇法师。 是你? 太好了, 我是来找沈道友的。 言水秋看见宁峰, 双眼也发亮, 他记得宁峰。 当时购买镇法的客户, 就是和这位道友一起同行的。 言水秋连忙道, 当日你和沈道友, 在我处购买了一个镇法。 你可记得? 宁峰点点头道, 自然记得。 那日, 沈平买了一个悬峰会灵阵, 还交了定金, 约好当天下午来布置。 不过后面, 却遇到张家席城, 城内混乱, 沈平被杀。 那种情况下, 言水秋估计也不会出门。 布置镇法的事, 自然就没有了下文。 言水秋又道, 我一直想用传讯符联系沈道友, 但他却从没回话。 所以, 今日才直接过来找他。 言水秋看了看宁峰斜对面, 长生巷35号。 问道, 沈道友是住在这家吧? 他现在在家吗? 地址没错, 接着又扭过头望向宁峰, 希望得到宁峰的确定。 嗨嗨, 言道友, 镇法不用布置了。 沈道友, 其实已经陨落了。 当时言水秋给了几张传讯符给沈平, 沈平放在储物袋内, 最终储物袋落入了宁峰手中。 那些传讯符, 宁峰早就扔了。 啊? 言水秋目光中一阵惊讶, 脸上有些不可置信。 不过很快地, 美眸再次恢复平静。 低层修士命剑如蝼蚁, 在乱世中陨落, 太正常了。 沉吟了下, 他又道, 那他家中还有其他人吗? 我退回定金给他家人吧。 宁峰摇了摇头, 他一人居住, 并无家人。 交易不成, 只是意外。 定金之事, 言道友不必放在心上。 沈平消失多日, 直到前些十日衙行的人上门催租, 才发现沈平已经消失。 衙行便直接找来人, 把沈平留在院子里的私人用品给清理掉了。 还在门口贴了张空房带租的小纸条, 和留下几张传讯符。 言水秋听到宁峰如此说, 也不再纠结。 既然如此, 那就告辞了。 道友走好。 宁峰回了一句, 便不再理会他, 转身便入了自家院子。 看到二女还在桌前忙碌不停, 宁峰皱眉走了过去。 他发现, 二女这几天一直是这样。 整天拿着那两把匕首, 对着一张东西, 不知道在比划什么。 公子, 怎么这么快就下职了? 二女看到宁峰回来, 有些惊奇。 白日巡逻一般, 是到晚间天黑了, 才有人接班的。 长生护卫队解散了, 以后不用巡逻了。 真的? 那是不是可以出门了? 二女放下匕首, 惊喜问道。 他们在家里憋了近两个月, 早就想出门逛一逛了。 凤瑶城最近逐渐恢复安稳的事, 他们多少也听说了一些。 宁峰点了点头道, 无事还是不要出门, 可以在巷子外走走, 别走太远。 现在还不清楚, 外门是什么情况。 是, 公子, 你们在这干什么? 宁峰看到, 桌上摆着一张晒单的兽皮, 二女, 方才似乎在捣顾这些兽皮。 叶银指着桌上的兽皮道, 公子, 我们在研究如何将这些兽皮制成浮皮, 这样你以后就不用花钱买了。 制浮皮? 浮皮岂是如此容易制出的? 宁峰不禁觉得好笑。 秦雪看到宁峰表情似乎不幸, 便解释道, 公子, 那天你给的那本书, 里面有记载浮皮的制作流程。 宁峰文言, 有些无语。 他之前是给过二女一本, 训兽入门心得, 叮嘱他们好好学习一下。 但他的初衷, 是希望二女掌握一些御兽的基础方法, 因为御兽在前期阶段是不需要伶俐的, 凡人也可以学习训兽。 没想到, 他们居然研究起书中的其他东西。 算了,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宁峰懒得说他们, 让他们自个折腾去,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这些兽皮, 都是上次用吕陶弟子那些兽宠皮晒干的, 既不是妖兽, 也不是高阶的野兽。 就算真的制成扶皮, 品质应该也好不到哪里去。 说到扶皮, 宁峰这才想起自己的储物代理, 已经没有扶皮扶墨了。 便对二女道, 我准备去方式办点事, 你们有没有什么要买的? 二女睁大眼睛, 去方式。 公子, 我们可以跟着去吗? 不行。 宁峰毫不犹豫拒绝, 二女被拒, 极为失望。 不过, 他们很快就入戏, 回到婢女的位置上。 公子, 厨房现在只有一个锅, 不够用, 得买多一个。 公子, 盐快用完了, 顺便买几斤盐回来。 哦对了, 还有, 买一根细一点的兽链, 大概有二尺, 来尝就可以了, 我们准备给嘎嘎进行一些基础的训练。 还有, 茅房里的用纸。 宁峰点头, 将二女各项要求记下, 便走出门。 出了长生相, 站在巷子口假装晒太阳, 暗暗观察了一阵。 路上行人颇多, 表情也庸散, 有些小孩也在空地上玩耍。 看样子, 应该不用过于担心安全方面的问题。 宁峰举步, 往城南方向走去, 他的左手一直藏在道袍之下, 他现在早已习惯了不管身在何处, 左手都捏着几张俘虏, 右手则始终凝聚着一丝灵力, 若即若离地与竹拳断保持着联系。 只要需要, 随时可以换刀而出。 穿过了星园巷, 很快到达城中区域, 远远看到街上有一排护卫队正在巡逻。 看到护卫队, 宁峰心里更松了不少。 举步往城南走去, 他今日的计划就是去方市, 速去速回。 一路上看到两边的店铺, 有大部分都已经开门了, 正常营业中。 不过有一些被截修光顾的许多铺子, 门窗都已被破坏的, 都还没来得及修缮。 很快抵达方市, 远远看到许多人围在方市门口, 似乎在观看什么。 宁峰走进一桥, 原来是邻家张贴的攻势。 招聘护卫队员, 要求炼器五层及以上。 月份五块零食, 腰瘦肉十斤, 零米五斤。 有一者请到邻家外务堂报名。 说实话, 这待遇很不错了。 邻家城内护卫队就相当于前世的派出所。 虽说这份职业多少有点危险, 但这样的待遇足以让许多散修, 争先恐后地加入护卫队。 宁峰几乎可以预见, 很快, 凤窑城内就会彻底恢复往日的繁荣安盛。 不再迟疑, 急不走路方式。 吴道友, 别来无恙。 刚走进宝灵堂, 远远看见吴珠正在送客。 宁峰走近, 笑着打了个招呼。 第121章 公子美如玉。 宁峰之前就曾决定, 下次卖福禄, 另外找其他店铺, 避免与宝灵堂接触过多。 但如今城内混乱刚过, 找生不如找熟。 一路衡量下来, 宁峰觉得还是选择熟人更妥当。 宁道友, 吴珠拧过头, 才认出是宁峰。 两月未见, 他瞧得有些眼呆了。 只见面前人, 翩翩公子, 红衣妹妹, 墨眉四刀, 人美如玉。 吴珠只觉得, 宁峰似乎又换了一个人。 宁峰此时身上穿的, 不再是那些普通的布料倒袍了, 而是货真价实的法袍。 再看宁峰的体型, 比上次更为挺拔, 整个人的气场更高了。 最关键的是, 吴珠发现宁峰身上多了一股杀气。 这股杀气, 让宁峰看起来变化甚大。 怎么? 吴道友, 我这件红色道袍, 是不是很难看? 宁峰笑道, 没, 怎么会难看呢? 我觉得挺好看的。 吴珠连忙收起盯着宁峰身上的目光, 看了看周围, 低声道, 咱们进去说话。 宁峰点点头, 直接走入店内。 吴道友, 之前听说方式里有些商家被砸, 你们保龄堂应该没事吧? 进店后, 宁峰环顾四周, 发现店里所有的陈设和之前没有区别。 吴珠跟在宁峰身后, 闻言回道, 宁峰有你太小看, 我们保龄堂的, 我们可是有修饰作证的, 谁没事赶来打我们的主意。 他又瞄了一眼宁峰身上那件红色法袍, 称道, 宁峰有也真是的, 买这么贵的法袍也不找我。 宁峰一正, 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法袍, 回头望向吴珠解释道, 这件法袍是我朋友送的。 很贵吗? 这不是一件下瓶的法袍吗? 他记得下瓶法袍在方式里, 不过十来块零食而已。 若是标准再放低一些, 找一些二手的, 残疚的法袍, 也就八九块零食, 就可以入手。 吴珠闻言失笑, 道, 下瓶法袍又怎么样? 这件法袍, 如果我没看错, 应该带有隐匿功能的, 可以遮掩境界气息, 对不对? 宁道友, 哦? 宁峰心中又是意景, 道, 这个我倒不知了, 我朋友送我的时候没和我提及。 吴珠也不拆穿宁峰的谎言, 又道, 带有隐匿功能的法袍, 价格堪比中平法袍, 你这件法袍啊, 少说, 也要三四十块零食。 宁峰摇了摇了头, 这么贵, 那我可穿不起, 你们收不收法袍, 我卖给你们保龄堂算了。 吴珠吃笑一声, 知道宁峰是开玩笑的, 随即正色道, 今日宁道友过来, 可是卖福来了。 正是, 宁峰掏出几叠福路, 都是他这段时间画的。 除了留给自己防身的之外, 其余的打算全部卖掉。 将福路往吴珠手中一塞, 道, 你拿据点便可。 我在这里看看福皮。 好的, 宁道友请自便。 吴珠拿着福路, 脸上的洗衣根本藏不住, 连忙往后是走去了。 这几叠福路, 每一叠至少三四百张, 这里面起码一千多张福路。 这已经是近两个月保龄堂街道的 最大一笔福路收购交易了。 宁峰之走了吴珠, 却没有看福皮, 而是走到摆放法器的掌柜前仔细观看起来。 保龄堂展示出来的法器都是比较常见的下品。 至于中品法器, 价格往往因人而估价, 自然不会摆在店内直接标价。 看了一遍, 宁峰心中已然有数。 法器的价格比他当时和沈平在凌家外务堂那时 要低了许多, 跌了三成左右。 这些都在意料之中, 城内形势好转, 稍微有点脑子的修饰, 都会将手头多余的资源出售。 市面的资源一旦不断增多, 势必会造成恶性循环。 再过几日, 各种资源的可能还要继续跌下去。 宁峰的除袋里现在有21柄下品法器, 光是剑它就有13柄了。 还有刀、笛子、鞭子。 宁峰决定今天把这些法器处理掉。 法器掌柜的旁边则是挂满了法袍。 几十件法袍什么颜色都有, 不过基本都是下品, 中品只有七八件。 每件法袍都标了品级、功能和价格。 咦? 宁峰发现居然中品法袍中, 居然有一件适合它的土鳞根属性。 凑近一看, 牌子上写着, 中品法袍, 土细, 功能, 轻身, 提速, 42块零食。 宁峰摇头, 有些贵了, 不知道有没有价格。 虽然目前他买得起, 但他目前更需要的是隐秘修行境界的法袍。 如果有合适的法袍, 他不介意换掉身上这件红色的。 法袍, 并不在宁峰的短期购买计划中, 又走到功法秘籍这边展柜, 大致浏览了一遍。 方式内的功法宁峰都有些了解, 对外展示的都是一些比较低级的秘籍, 不太值钱。 高级一些的秘籍, 也不会直接将摆放出来, 只是拿一个牌子写上功法名称, 然后标上价格。 在牌子上找到符录这一行, 粗看过去都是一些入门符录秘籍。 和宁峰之前那本入门符录制作响简差不多, 价格也不贵。 比较适合练器前期的服饰。 至于纳器修炼方面的功法, 倒是有基本级别和距离功法差不多。 不过, 宁峰如今练器六层, 自然更希望学更高级一些的功法。 就在此时, 无珠从后面走出来, 喊了一声, 命道友, 有空了吗? 我们进去里面聊。 宁峰点点头, 便随无珠走入密室内。 我方才点了两遍了, 一共是1363张符录。 谢力符一共459张, 其中夏品325张, 中品134张。 玉峰符560张, 其中夏品392张, 中品168张。 回春符227张, 夏品164张, 中品63张。 地椎符, 共有117张, 全是夏品。 无珠一边说着, 一边眼中泛光。 这次宁峰卖的符录, 中品的占用比例, 比上次更多。 而且, 所有符录的品质都非常好, 尤其是玉峰符和谢力符, 几乎挑不出任何瑕疵。 就算成为同级中的极品, 也不为过。 什么? 的椎符? 宁峰听到地椎符时, 皱起眉头。 他忘记将地椎符, 从里面挑出来了。 第12章, 符录大清仓。 宁峰之前画了不少地椎符, 一直和其他符录叠在一起。 但出门时匆匆忙忙, 没有将地椎符挑出来, 直接全部塞给了乌珠。 大意了。 地椎符, 宁峰视为防身的秘密武器。 除非找到另外一种攻击型符录代替地椎符, 否则短期内, 他根本不打算出售地椎符。 对啊, 你自己画的符录, 你不知道? 乌珠眼珠子一转, 不解地看着宁峰点了点头回道。 知道, 我自然知道, 只是不记得地椎符有如此多把了。 宁峰有些无奈, 只能顺水推舟, 反正的椎符自己身上还有, 这些卖掉也无妨。 乌珠看宁峰没有意见, 又接着道。 现在符录的行情其实已经开始跌了, 不过考虑到宁道友一直和我们交易, 我们愿意提高一些价格回收这批符录。 这些符录一共是235块半零食。 乌珠将每种符录的回收价逐一逐一计算给宁峰看。 地椎符这么便宜, 宁峰皱眉问道。 按乌珠的算法, 地椎符的回收价保龄堂给出的是一块零食四张。 不上中品谢利符。 中品谢利符现在回收价都高达一块零食两张多一些。 乌珠解释道, 宁道友想必也知道, 地椎符属于冷门符录, 要土系修饰才能使用。 我们收了, 估计很长时间都卖不出手。 这其中的压仓费用。 他这么一说, 宁峰就明白了。 地椎符限制太大, 果然不好卖。 那隐身符的价格如何? 宁峰忍不住问道, 他在方式里从未见过有隐身符出售。 隐身符? 宁道友有货。 吴珠文言有些微惊, 道, 隐身符很好卖啊。 这种符录完全没有使用限制, 任谁都可以使用。 他望着宁峰, 目中满是期待。 若宁道友有货, 我们愿意出两块零食收, 每张。 夏萍? 哦, 我只是好奇问问, 没想到夏萍的隐身符, 居然比中品回春符还贵。 宁峰沉吟回道, 他心里寻思着, 这次要买多些符皮, 回去找个时间, 好好学一下隐身符。 若成符律过关, 这可是妥妥的身材之道。 这两个月他为了安全起见, 手头的所有符皮, 几乎全部消耗在御风符和泄力符上面, 其他符录衣章都不敢画。 吴珠笑道, 凡是带有隐秘功能的东西, 一般都比较贵, 宁道友记住这一点错不了。 他又描向宁峰身上那件红色道袍, 就像宁道友身上这件道袍, 可不是便宜货哦? 别说这些没用的。 宁峰美好气地道, 上次问你的事, 有没有什么消息? 吴珠一听, 立即正色低声道, 前段时间城中混乱, 那位符师一直没有回复我们的传讯符, 宁道友莫及, 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呛! 吴珠还没说完, 就看见剑光闪起, 宁峰手中突然多出一把剑, 剑已出鞘! 你, 宁道友, 你要干什么? 吴珠惊慌问道, 宁峰轻轻把剑搁在桌子上, 笑道, 帮我长长眼, 这柄剑值多少钱? 他只是随手从储物袋中掏出一件法器, 想看看宝灵堂给的价格如何。 若是价格合理, 在这里交易几件法器, 也不是不行。 吴珠闻言, 才吐了一口气, 白了宁峰一眼。 随后伸出玉手, 握住剑柄, 举其仔细端向一阵。 一般般, 18块零食。 这么少? 下瓶法器而已, 上个月还指点钱, 现在就…… 看到宁峰沉默不语。 吴珠连忙又解释, 宁道友, 我们若是收的价格太高, 日后将很难出手。 毕竟如今的行情一路在跌。 宁峰没有答话, 手掌一番, 桌上立即又多了两把剑。 再看看这两把。 这几把剑, 是长生向那三名玉剑的劫修落下的。 这三把剑, 款式和品质看上去差不多。 宁峰有点怀疑, 他们是同一个宗门的人。 吴珠举起两把剑, 仔细检验了一番, 才道, 这两把和方才那把一样, 都是18块零食。 宁峰点了点头, 那这三把剑就卖给你们吧, 我还要买一些浮皮和浮沫。 上次我买的那种浮皮, 现在价格如何? 吴珠考虑了一会, 才回到, 浮皮我们还有许多囤货。 既然是宁道友需要, 我们就给个实在价, 一块零食95张。 如何? 宁峰心中算了一下, 上次买浮皮的时候, 一块零食买了110张。 这次吴珠给的价格, 还算能接受。 宁峰不想经常买浮皮浮沫, 宁愿一次买多一些。 买得太少, 来方式的次数必然会增多。 而且, 原材料充足的话, 浮露在分批卖出, 别人就很难估算他的成福率。 吴珠还在望着宁峰, 等待他的回答。 可以, 那就先拿五千张浮皮, 浮沫也给我配上同样的量吧。 吴珠文言自然喜出望外, 他没想到, 宁峰一下买这么多, 连忙道。 那宁道友先在此稍作片刻, 我去办理一下。 说吧便匆匆离去了。 宁峰一人在近视做了一会, 吴珠便带着帐房过来。 宝灵堂的帐房递过一袋子零食, 恭敬道, 一共是185块零食, 请道友务必清点一下。 三把剑卖了48块零食, 浮露223块半零食。 浮皮五千张, 花了52块半零食, 浮沫则45块零食。 宁峰打开袋子, 清点过后, 树木没错, 便收入自己储物袋中。 吴珠也递过一个袋子, 宁道友, 这是浮皮浮沫, 然后告辞无诛。 出了宝灵堂, 宁峰在方氏里, 又买了二女列出的生活用品。 正准备找几家专卖法器的店铺, 分开交易, 将身上的法器清仓。 却突然发现, 前面人流挺多。 一看, 原来前面是地摊区。 方氏内的地摊区, 宁峰很久没有逛过了, 有心想进去瞧一瞧。 四周环顾一番, 发现地摊区周围, 有几名林家护卫队在站岗。 方氏可以说是凤瑶城的经济中心, 为了防止方氏内有人捣乱。 林家以前一直都派护卫队在方氏内巡逻。 看到有护卫队在周围, 宁峰不再犹豫, 顺着人流走入地摊区。 今日方氏里人其实也挺多, 但地摊区却更为密集。 刚走进地摊区的人口, 宁峰就看到一个牌子。 摆摊未租金临时缴交处。 第123章 方氏摆地摊。 牌子旁边还坐着两名女修, 看样子是方氏的办事人员。 今日还有些空位, 要摆摊的赶紧交钱了。 从明日开始, 摆摊费就自己去方氏管理处缴纳了, 费用和以前一样。 其中一名女修大声喊道。 她身边原本围着几名修士, 听到她如此喊, 纷纷掏出零食准备交钱。 宁峰凑过去看了一会, 摆摊的租金不贵, 二十个岁零食即可摆一整天。 看着摆摊区内人流拥挤, 摊主与修士们讨价还价, 争得脸红耳赤的样子。 宁峰决定也试一试摆摊, 看看身上这些物资能否卖出好价格。 实在无人问津的话, 大不了在拿到方氏内卖给那些法器店。 那三把剑卖给保龄堂, 她总感觉亏了。 随着众人排队, 交了碎零食, 宁峰也领到一张摆摊木牌。 有了这个木牌, 放在摊位上, 地摊区内巡逻的护卫队就不会过问。 若是没有牌子, 擅自占用摊位, 一旦抓到, 罚款五倍租金。 拿着牌子进了摆摊区, 一眼望去, 至少几百个摊子。 不过好的位置早让别人站去了, 宁峰找了一会, 才在西北角的角落寻到一个空位。 连忙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张兽皮, 铺在地上, 然后把摆摊牌子搁在上面。 兽皮是从糖谷储物袋里搜出来的, 没想到此时正好派上用场。 宁峰又将身上的法器, 拿了几样出来, 就这样布置好了。 小道友, 你这兽皮怎么骂? 宁峰正低着头, 准备找个东西, 垫在屁股下坐下来, 就听到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 抬起头一看, 只见摊位前蹲着一名年老修士。 这老修士须发洁白, 正用手指捏着宁峰铺在地上的那张兽皮, 表情忽饶有兴致地把玩着。 宁峰一愣, 道, 兽皮? 老修士抬头看了看宁峰, 微微点头。 你这张兽皮卖不卖? 我来个开门红。 宁峰来兴致了, 笑着回道, 道友想买几张。 老修士双眼微微一亮。 哦? 这种兽皮, 小道友还有? 宁峰点头, 多了没有? 三十来张还是有的。 糖谷的储物袋里, 类似这样的兽皮, 宁峰记得有四十张左右。 老修士笑道, 我也用不了这么多, 有十张足矣。 小道友开个价吧? 不然你来开价? 合适, 我就卖了。 宁峰硬着头皮说, 他根本不知道这些兽皮值多少零食。 此时不禁有些后悔, 摆摊之前应该去方市里摸摸兽皮的行情。 有一些出售法器制作材料的店铺, 也有兽皮出售。 宁峰手掌一番, 又从储物袋里摸出一张兽皮, 扔在老修士面前, 道友可以先看看我的兽皮品质, 再开价不迟。 老修士将兽皮摊开, 测开身子, 让阳光直接照到兽皮上, 然后将这张兽皮里外正反。 详细看了一番。 接着老修士微微点头, 陈寅道, 小道友, 若其他兽皮都有这等品质, 我可以出一块零食一掌。 宁峰摇头道, 不行不行, 一块零食少了点, 道友若成心药, 劳烦给个合理价。 他心里其实没有底, 如此说, 也只是为了继续探一下对方的口风。 老修士闻言却直接摇头, 笑道, 一块零食不能再多了。 小道友想必也知道, 这些只是普通的野兽皮, 并非妖兽皮。 虽说品质还算过得去, 小道友若不愿卖, 我去其他摊上买便是。 老修士说罢, 就起身准备离去。 宁峰连忙止住他, 道友且慢, 一块零食就一块零食, 便宜点卖给你, 就当讨个开门红。 如此甚好。 老修士目录喜意, 宁峰又从储物袋中取出九张兽皮, 让老修士检查了一番。 老修士确认品质没有问题之后, 双方迎货两气。 待老修士离去, 宁峰笑着, 把十块零食放入储物袋。 今日运气不错, 第一次摆摊就交易成功, 十块零食入袋, 摆摊租金已经赚回来了。 宁峰心中暗暗算了一下, 现在他储物袋里的零食, 差不多接近一千块了。 今日出门之前, 他身上就已经有七百八十六块零食, 这七百多块零食, 都是这段时间的战利品。 方才宝灵堂卖服, 又收入一百八十五块零食, 加上现在入手的十块, 一共九百八十一块。 千块零食的小目标, 今日很可能实现。 一阵沾沾自洗过后, 宁峰发现相比其他的摊位, 自己摊上的货物实在太少。 又从储物袋中取出几件瘦鞭, 还有两把刀, 和那件破损的马甲。 随后想了想, 一不做二不休, 把所有的法器都拿出来, 整整齐齐地摆在瘦皮上。 道友, 你是炼气师? 隔壁卖灵质的女摊主, 看到宁峰一下掏出这么多法器, 再也忍不住了, 惊讶地问道, 有个朋友是炼气师, 托我顺便卖罢了, 这样能省些摊位租金。 宁峰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 最后把那些空的储物袋, 也全部摆上。 宁峰现在身上的空储物袋, 已经有二十四个了, 留着根本没必要。 周寡妇储物袋里找到的那本, 焚西术, 是兵系功法, 留着也占地方, 干脆也摆到摊位上。 入门俘禄制作详解, 也放在一旁, 这本秘籍是原生留下来的。 不过现在对宁峰已经没有用处了, 因为他早已经全部掌握, 留在身上还不如卖了, 说不定有哪个落魄伞修, 看上这本秘籍, 就能换回灵石。 灵石的流动性, 比功法秘籍高太多。 地摊区人来人往, 不时有人经过宁峰摊位。 道友, 储物袋怎么卖? 有两名女修随着人流闲逛, 远远看到宁峰摊上摆着这么多储物袋, 便走上前问道。 两人都是十六七岁的样子, 看样子境界不高。 宁峰悄悄感应了一下, 两人皆是炼器三层。 这个境界, 一般都是第一次购置储物袋, 而且看他们的样子, 似乎专门是为买储物袋而来。 宁峰指向右边的几个储物袋, 这几个储物袋大约是三尺空间, 四块零食一个。 宁峰也没有开高价, 直接甩出最低价格。 这种最小尺寸的储物袋, 方氏李一般售价是五六块零食。 第124章, 惊鸿搜魂展。 果然, 两名女修之前也了解过储物袋的价格。 听到宁峰的开架后, 两人偷偷相视一眼, 脸上同时浮闪过一丝喜意。 蹲下来挑了半天, 又和宁峰磨了半天价。 宁峰自然死活不让步, 无奈陪着他们磨叽了好一会。 心中不禁感叹, 修仙界的女人和前世那些逛超市的女人, 都是一副德行。 看到宁峰有些不耐烦了, 最终两位女修付给宁峰八块零食, 一人买走一个储物袋。 两位女修走后没多久, 宁峰又卖出了两把剑。 一把卖了22块零食, 一把19块零食。 利润比直接卖给宝灵堂多出不少, 下次可以摆摊卖卖服务。 宁峰看着摊上剩下的八把剑, 心中有些欢喜。 他原本有13柄剑, 宝灵堂收了三把, 如今又卖掉两把, 还剩下八把。 若这八把剑全部卖出, 应该比卖给宝灵堂多挣四五十块零食。 半天功夫, 能上乃挣四五十块零食去? 宁峰甚至有些后悔, 不该把之前那三把剑卖给宝灵堂了。 还有, 那一千多张符录。 若是摆摊的话, 会不会赚得更多? 道友, 想买点什么? 正神念叨叨时, 宁峰发现摊未前来人了, 是为中年修士。 顺着他的目光望下去, 宁峰发现他似乎对那本焚西术感兴趣。 这本焚西术, 适合什么属性? 中年修士抬起眼, 望向宁峰。 宁夕。 宁峰之前看过这本秘籍, 确定是符合宁夕的修士修炼。 法术如果和修士五行相符, 修炼起来就是事半功倍。 但如果不服, 就形如鸡肋。 中年修士文言, 双眼一亮, 宁夕。 可否先看一下? 可以, 二十息内。 二十息是秘籍交易的老规矩。 秘籍都是文字, 并非预检神识传授。 若是看过后, 花钱买, 那买家就亏了。 所以只能看二十息。 中年修士点头道, 自然如此。 说吧, 便拿起这本焚析术, 翻动了起来。 看到他眉毛偶尔跳动的样子, 宁峰估计他多半是冰细菱根。 二十息后, 中年修士放下秘籍, 指示宁峰, 这本秘籍怎么卖? 二十块零食。 宁峰早就已经想好价格了, 直接开价。 中年修士皱皱眉, 迟一了一下才道, 太贵了吧道友, 此法术仅仅适合练器中期修炼, 若是日后晋升到练器后期, 恐怕用处不大。 宁峰笑道, 若是道友日后到了练器后期, 恐怕也不在乎这二十块零食了。 中年修士文言, 居然也笑了笑。 宁峰的话虽是玩笑话, 但也不无道理。 不过他还是继续砍价, 十五块零食。 冰细菱根的人并不多, 道友你就算白两日摊, 这本秘籍也未必能遇到买主。 宁峰摇了摇头, 哦, 笑道, 卖不出我便留着, 反正又不急着等着二十块零食买米。 中年修士无奈, 表情开始有些焦急, 纠结了一下, 又道, 道友, 我拿秘籍与你换。 如何? 宁峰打量了中年修士一番, 只见他身上穿的是普通布料的道袍, 有些地方还打了补丁。 胡子也是稀稀拉拉的, 似乎很久没有修整过, 一看便知是生活不尽如意的落魄散修。 哦? 那你得拿出来我看看, 若是合适, 便换给你又何妨? 若是不合适, 就算你送给我也没有用。 宁峰不紧不慢说道, 法术功法, 讲究的是缘分。 有的人苦密多年, 始终难遇到合适自己五行灵根的功法, 就算遇到, 别人也会刻意掉高胃口。 就如宁峰, 知道中年修士需要兵系功法, 所以价格上丝毫不肯让步。 但这本《焚西术》, 放在宁峰这里, 又一点用处都没有。 中年修士手掌一番, 竟然掏出三本秘籍, 在宁峰眼前晃了晃。 惊鸿刀术, 土盾隐秘法, 搜魂斩。 宁峰仅看上一眼, 便情不自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三本秘籍, 几乎可以肯定, 至少两本都对它有大用。 惊鸿刀术, 不用多说了, 绝对是刀法。 土盾隐秘法, 有个土字, 极有可能是土系的功法。 只有搜魂斩, 从书名上无法直接判断, 应该是神识方面的攻击功法。 宁峰心中虽然震惊, 但表面仍不慌不乱。 笑道, 道友可是想用三本秘籍, 换我这一本焚烯竹。 你想得美。 中年修士只摇头, 一本换一本, 最多我再给你加点零食。 说吧, 他将三本秘籍递过来, 道友可先一关再决定, 每本二十息。 行, 先看看。 宁峰笑着接过秘籍, 直接打开搜魂斩。 快速翻动几页, 心中已然明了。 这本搜魂斩, 居然也是刀法。 一刀斩人, 肉魂皆创。 搜魂斩弱炼成, 不仅能给敌人带来物理上的伤害, 还能同时斩击敌人的神魂。 这种秘籍, 只能说可遇不可求。 又翻开金红刀术, 果然没猜错, 是刀法。 比基础刀术好太多。 仅看两页, 宁峰便知道, 这本金红刀术, 不比泄土生炼的刀法差。 就算, 焚烯术只换这一本金红刀术, 宁峰也觉得超值。 可当宁峰翻开土盾隐秘法, 心中则更加震惊。 虽然这本秘籍不是攻击类的法术, 但绝对称得上逃命秘术。 最关键的是, 土戏专用。 如何? 倒有。 六十戏已过, 中年修士有些焦急, 准备伸手抢回秘籍。 他从宁峰的脸上, 完全看不出宁峰对这三本秘籍有兴趣的意思。 宁峰将秘籍一盒, 笑道, 怕什么, 这就还给你。 说吧, 把三本秘籍递回给中年修士。 中年修士接过秘籍, 脸上尽是失望, 道, 不是吧, 居然没有一本合适。 宁峰指着地上的剑, 笑道, 你看这些剑, 都是我以前用的法器, 我一个用剑的。 你说, 刀法对我合不合适? 而且我是木系的, 土系法术对我实在是无用。 我若收了你这三本秘籍, 还得花时间摆摊卖出去。 我是练剑的, 不是专门来摆摊的。 中年修士低头看了看地上的剑, 表情黯然。 他觉得宁峰说得没错, 也只有剑修, 才会收集如此多剑气了。 道友, 实不相瞒, 我身上只有十块零食, 这本, 焚烯术, 对我太重要了。 要不你在这三本中挑一本, 我再给你加八块零食。 你将, 焚烯术, 换于我。 如何? 中年修士似乎下了极大决心, 几乎是摆出一副苦瓜脸, 与气带着恳求对宁峰道。 道友, 何必如此? 宁峰一副很为难的样子。 沉吟了一会, 才道, 若是你真想换这本《焚烯术》, 一本秘籍可不够。 那几本才够? 中年修士一听, 事情似乎还有转机, 双目顿时发亮, 连忙问道。 第125章 百摊成大神 三本 三本 中年修士听到宁峰如此大胃口, 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愣了会才道, 道友你也太, 太, 嘿, 他想说宁峰太不要脸的, 但人家并没有强买强卖, 说出来终究不妥。 宁峰却正色道, 道友, 我是见你, 实在需要我这本, 焚烯术, 才愿意与你换的, 换不换你, 自行考虑便是。 我方才已说过了, 你这三本秘籍, 就算换于我, 我也用不上, 还不如二十块零食来得实在。 中年修士脸上一阵青, 一阵白, 皱着眉头不说话。 宁峰又道, 你若愿意将三本秘籍换我这本, 焚烯术, 我也无需另外再加零食。 他看中年修士似乎有些异动, 便继续鼓吹。 道友, 这三本秘籍在你手中, 已有不少时日了吧。 中年修士正在纠结, 文言忍不住拧过头望向宁峰, 点头道, 在我手中存了, 已有几年光景了。 道友为何问这个? 宁峰继续问道, 那这三本秘籍, 可曾为你带来任何益处。 中年修士思索了一会, 摇了摇头。 宁峰笑道, 那就是了, 三本秘籍你留着没有任何用处, 若能换一门兵戏功法。 你觉得划算不划算? 中年修士听到宁峰此言, 皱着的眉头缓缓松开了。 眼睛微微亮, 又思索了一会, 似乎下了决心。 换。 不过, 你得送一个除袋给我。 中年修士也不是傻子, 若不是他急需兵戏功法, 是绝不可能用三本秘籍去换一本秘籍的。 他老早就看到宁峰摊位上摆着近二十个储物袋, 怎么都要争取点利益。 可以, 除了这边的几个储物袋, 其余的你, 可以自己挑一个。 宁峰指着那几个空间较大的储物袋, 对中年修士点头道。 一个储物袋而已, 宁峰不想和对方在墨迹太多, 万一他改变主意, 那可就麻烦了。 中年修士蹲下身, 仔细挑了一个看上去比较崭新的储物袋, 文西术递回给他, 两人又翻开秘籍合约了一遍, 这才各自满一点头。 将三本秘籍放入储物袋后, 宁峰心情大好。 这三本秘籍非常符合他目前的境界。 刀法需要升级了, 基础刀法就算练到大圆满, 练到极致, 终究在招式上存在太多不足。 不说别的, 基础刀法是修仙界的散修, 启蒙刀术, 稍微有点阅历地都知道这门刀法。 与人对战时, 对方只要和宁峰过上几招, 便可以摸透宁峰的攻守路线。 刀要砍向哪里, 或者要挡在什么位置, 都提前被敌人洞悉,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 学习新的刀法, 对宁峰而言是迟早的事。 而那本《土盾隐秘法》, 因为是带有五行属性的法术, 就算练到助击后期都没有问题。 这些法术修为境界越高, 法术施展的威力就越大。 不存在升级的问题。 自从那位中年修士离开之后, 挂着微笑。 今日摆摊, 哪怕一件东西都卖不出, 他也觉得写赚了。 但事实证明, 宁峰是想多了。 邻家重新稳住了凤瑶城的局面, 城内修士迎来报复性消费。 今日的地摊区可谓人山人海。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时尘里, 宁峰摊位上的东西几乎受庆。 法器除了一条受鞭, 和那个破损的马甲防御法器, 其他的都卖出去了。 储物袋似乎特别畅销, 宁峰估计自己是不是开价太低了, 因为二十多个储物袋, 最后卖剩下四个。 一直到了最后, 宁峰都有些想脱上身上这件红色法袍, 和取出那本《苍浪玉女心经》摆上去继续卖。 但终于忍住, 法袍的重要性不欲而言。 而那本《苍浪玉女心经》, 宁峰总觉得日后或许用得上。 《苍浪玉女心经》, 也是从周寡妇的储物袋里翻出来的, 这种双修之术迟早都要学。 若是现在卖了, 说不定日后还得花更多的钱去买同类的秘籍。 而且就算有零食, 也不知道能不能买得到。 因为宁峰早就发现了, 无论是宝灵堂, 还是方式里的其他店铺, 都没见过有双修类秘籍出售。 太扎眼了, 下次摆摊, 不能把所有家底都掏出来摆摊。 宁峰在清点摆摊收入后, 后背差点流出冷汗。 摆摊的两个多时辰, 他竟收入372块零食。 这要是被有心人盯上, 绝对有性命之忧。 宁峰想到此, 赶紧将摊位剩下的东西收入储物袋, 准备收摊。 道友的生意, 真是火爆。 一旁卖零食的女摊主看到宁峰在收摊, 忍不住羡慕道。 他比宁峰还要早来一个多时辰, 至今只卖出两株一接零食, 刨开养护成本, 赚了不到一块零食。 他看到宁峰摊位上的法器几乎受空, 自然非常炎热。 这周围十多个摊位, 就数宁峰的生意最好。 周围其他摊主也早就留意到了, 宁峰前前后后至少收了几百块零食。 他们也看得出来, 宁峰的成交率高, 是因为他的价格便宜。 储物袋, 别人都是五块零食起步, 这小子却偏偏卖四块零食。 这种人, 一看就是摆摊菜鸟, 一点规矩都不懂, 迟早会得罪人。 宁峰摊位上好几个储物袋, 其实也是周围一些摊主买下的。 这么便宜, 囤上一两个, 转手摆在自己摊位上, 卖出的话就挣多一两块零食。 反正都是顺便。 侥幸侥幸, 宁峰也老早就感觉到了周围那些不太友善的目光了, 头也不抬地回了女摊主一句。 匆匆收拾好东西, 大步走出摆摊区。 在房市里各大店铺中交叉出入, 又顺着人流左右绕了几圈, 途中还闪身进入公共茅房内站了好一会。 确认没有人尾随后, 这才四级溜出了方式。 刚出房市门口, 宁峰就感觉盗袍被人拉了一下, 随后一双手紧紧挽住自己的左臂。 这一瞬间, 宁峰心中一惊, 下意识就想捏爆一张上品欲丰服。 但随后, 他感觉似乎有个火烫结实的圆球, 紧紧贴了上来, 贴在他的左臂上。 隔着盗袍, 宁峰都能感受到那份柔软和淡静。 紧接着, 一阵令人心神溃散的暗香, 隐隐袭鼻而入, 闻之身心都不禁为之一松。 耳边也传来了一道充满诱惑的魅音, 令人耳根发软, 听着如痴如醉。 道友, 我们望红阁城西殿今晚重新开业, 一律五折优惠, 要不要带你过去玩玩? 宁峰刚准备回头, 眼前却突然一花, 意识如顿入虚空, 差点摔倒在地。 等定睛再望去, 发现面板竟然毫无征兆地浮现在眼前。 面板上, 两行暗蓝色的字幕, 微光流逸。 上面那行, 是小字, 特别鸣谢, 格格不入的方似玉, 打赏大神认证一枚。 下面那行, 四个大字。 万分感谢。 第126章, 万红阁魅术。 万红阁? 宁峰回头一望, 戒心顿时减少了大半。 一位穿着红白相见道袍的女修士, 正挽着她的手臂, 身子紧紧贴上来, 一双射人星魂的大眼睛, 左转右转地看着她。 这种红白相见的道袍, 宁峰在城内见过许多次了, 是万红阁统一地穿着服饰。 在人流中这种道袍很显眼, 让人一眼就知道穿这些道袍的女修, 是出自万红阁。 宁峰每次看到万红阁女修都忍不住赞叹, 她对这款道袍的设计者简直是佩服到极点。 万红阁的道袍看上去重归重矩, 和其他女修穿的普通道袍在工艺上似乎没有太大差异, 但若是细看, 就会发现这件道袍几乎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花了无数的心思。 该路的地方, 你基本看不见, 但不该路的地方, 你只要肯用心都能看得到, 而且还可以看得很清楚。 最关键的是, 这款道袍设计得极为雅致, 穿上身颇有几分仙气, 一点都不落俗套, 色衣而不妖, 太媚而不俗。 设计者对南修心里的那点龌龊想法, 几乎拿捏到了极致。 宁峰觉得这种设计能力, 哪怕放到前世都能称得上大师。 道友, 我有急事, 待他日有空, 再去万红阁寻理论道。 宁峰挣扎, 摆脱女修的纠缠, 善笑道, 一边快步离开。 女修嘴角一勾, 魅力无限, 跟上前再一次挽住宁峰的手臂贴了上来。 他大眼睛闪动, 望着宁峰, 道友择日不如撞日, 今日五折优惠哦。 接着, 他又凑近宁峰耳边, 低声娇, 宁道。 而且今日, 真的是重新开业, 所有的姐妹都守身近两个月了, 过冬前砍的柴火, 都快要晒着火了。 干柴酒晒, 荒田待啃。 谁是有缘人, 能抢占仙街。 他的声音缓缓在耳边传来, 一股清新的气息吹在宁峰的耳边, 只觉得浑身舒畅无比。 那种魅音, 就如天地之间的灵力, 悠悠荡荡地闯入宁峰体内。 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喝了酒似的。 宁峰在这煞间, 居然产生了一种想随他而去的念头。 宁峰准备, 再次甩开对方。 可是却突然发现, 这位万红阁女修死死贴在自己身上, 甩都甩不动。 而且不知道为何, 宁峰发现自己脚步似乎也改变了方向, 竟然往承西方向开始迈步了。 再回头看了女修一眼, 宁峰只觉得她眼神柔软似水, 令人心生欲望。 宁峰运起一丝灵力, 准备暴力挣脱对方的牵扯, 但惊讶地发现, 体内灵力似乎不太听使唤。 灵力就如放慢了速度, 提升得极为缓慢。 不好, 这是魅术。 宁峰急忙低头, 默念了一段清新咒, 终于强行挣脱女修的羁绊。 赶紧拔腿就跑, 等走远十多帐外, 心神才缓缓定了下来。 果然是魅术。 宁峰有些后怕, 后背冷汗直冒。 魅术和双修术差不多, 都属于特殊法术。 修炼过魅术这类法术的女修士, 一言一笑, 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满着无数 让人抵抗不住的诱惑。 男人根本无法抵挡 这种天性上的杀伤力。 魅术若修炼到高深之时, 一瞥一谋, 足以让身边男人失去理智, 自愿为妻赴死。 以后, 再与万红阁女修, 一定要谨慎对待, 第一时间远离。 宁峰暗暗发誓, 方才差点就着了道, 应该是对方的魅术, 还没练到家。 如是遇到的是位魅术高手, 说不定他现在已经躺在万红阁的床板上, 任人宰割了。 宁峰怕那位女修再次跟上自己, 回头望了一眼, 却发现那位女修早就不在远处, 估计是去寻找其他顾客去了。 摸了摸身上, 发现没有缺少什么, 储物袋还在。 宁峰长舒了一口气, 举步往长生巷走去。 一路上无惊无险, 不时看到城内的护卫队在巡逻, 不过很多队员似乎连护卫队的道袍都没有穿上。 邻家护卫队的道袍也是统一的, 想来最近招揽了不少新人, 道袍都没有来得及下发, 就匆匆上岗, 维护城内治安。 一路上, 宁峰还看到许多店铺张挂上了转让或者出售的牌子。 前两个月的变故让许多店家惨遭洗劫, 资金工绩困难, 店铺难以经营下去。 城内虽然已经安稳, 但经济上的受挫, 或许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回到巷子时, 天色已经微微昏烂。 宁峰远远发现, 长生像中间站着几个人, 地上还躺着一个人。 有事发生了? 宁峰走近一看, 只见一个修士正举起鞭子, 狠狠地抽向地上躺着的那个人。 血肉似箭, 地上人哀嚎不止, 声音惊得不少, 邻居都伸出头观看。 宁峰认得这位修士。 二号院子的家主, 忠随, 炼器六层。 不过, 宁峰与忠随没有什么交集, 宁峰在长生像护卫队时, 也没有和忠随一起之过班。 而且, 当初宁峰拜门时, 忠随根本不在家, 是一名下人, 擅自收了宁峰的拜门礼。 事后, 忠随也命下人送过来了一些灵药, 作为拜门的回礼。 忠随看到宁峰走近, 也没有打招呼, 继续鞭打地上之人。 宁峰走过去回头才看清楚, 地上被打的人, 正是当初拜门时那个下人。 这位下人也是凡人, 名字好像叫小桃。 宁峰记得秦雪, 他们提及过。 小桃的脸上身上都是血迹, 身上那件粉红色的道袍也被抽开裂, 露出了背部。 修士随便处理都远大于凡人, 忠随下手也颇重, 莫几下就抽得小桃奄奄一息了。 宁峰面无表情, 默默走了过去。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这是宁峰的处事原则, 无论前世还是今生都是如此。 反倒是其他围观的几位邻居在一旁好心劝忠随。 忠家主, 算了, 惩罚几下就行了。 忠道友, 你再打下去, 他就要死了。 我说忠家主, 你干脆托他到那边空地去打吧, 死在咱们巷子里晦气啊。 凡人如蝼蚁, 邻居们劝忠随, 根本不是为了小桃的生死。 多是担心小桃死在长生巷里不吉利, 怕带来晦气。 走到自己院子前, 凝峰发现, 秦雪和叶盈居然也将脑袋伸出门边, 目不转睛地看着巷子里发生的一切。 他们的表情有些五味沉杂, 都是凡人, 可想而知, 此刻他们多少有些神童感受。 看什么? 回去! 凝峰皱眉低喝道, 天都快黑了, 还开着门凑热闹。 第127章 饮酒须尽欢, 进了院子后, 凝峰披头盖脸, 就直接教训二女。 我之前有没有说过, 我不在家时, 巷子里若发生事, 万万不可随意打开院门。 公子, 你们以为这里是繁琐? 别人若是看你们不顺眼, 直接就一辫子抽死你们。 是这样的, 公子。 住嘴! 以后遇到这种热闹, 你们就当没看见, 明白没有? 你们竟然把我的话当耳边风? 二女不语, 站那里一动不动。 等凝峰讯完, 秦雪才道, 公子, 我们刚刚送完客人出门, 就顺便在巷子里待了一下而已。 没想到就遇到这种事, 我们也没有打算看下去。 刚进院子, 就看到你回到巷子口了, 所以就开着门等你。 凝峰皱起眉头, 客人? 你说什么? 送客人出门? 什么客人? 他想不到, 自己在凤瑶城还有什么熟人。 莫非是牙行过来收租? 可是, 前几天梁高才过来, 收走了两个月的房租。 叶银抢着回道, 公子, 方才有位姑娘, 自称是邻家外务堂的人, 说是来找你有事。 秦雪也点了点头, 他手中一直拿着一张纸函, 此时便递过了凝峰。 那位姑娘说, 让你明天寻个时间到邻家找他, 重新办理服饰的考核认证。 重新考核? 宁峰有些纳闷, 大赵先国的服饰认证不是一年一度的吗? 怎么距离上次认证, 才过去两个多月, 又要重新认证? 宁峰接过纸函打开一看, 上面写着一行小字, 邻家内务堂, 陈灵。 咦, 公子, 怎么最近不见你把玉牌子带上了呢? 叶银惊讶到, 此时说起认证服饰的事, 他才留意到宁峰身上没有那块玉牌子。 秦雪则没有出生, 他老早就发现了, 宁峰的玉牌子两个月没出现过了。 嗯, 早就掉了, 正好明天去邻家补办一款。 宁峰摸了摸腰间, 是时候去补办玉牌子了, 他之前就感受到了先国认证服饰的待遇。 有个牌子在身上, 许多事都好办很多。 上次宁峰在邻家领取月奉时, 外务堂的女修就要求每名服饰都登记在城内的地址。 看来有事实, 邻家的人还会直接登门找人。 不过看着纸函上面写着是内务堂, 宁峰又有些摸不着头脑。 办理服饰认证之前一直是由外务堂负责。 这次由内务堂来处理, 或许与邻家的内部调整有关。 毕竟邻家修士在上次大战时, 云落了不少修士, 人手方面肯定是捉襟见肘。 宁峰从储物袋中掏出二女让买的一些日常用品, 搁在地上, 然后吩咐道, 这些东西你们清点一下, 看看有没有缺精少两。 然后就快点去做饭吧。 今晚煮零米饭, 做多些妖兽肉。 宁峰早就饿了。 摆摊的时候, 宁峰就饿了。 他在储物袋里翻出一些妖兽肉干来冲击。 但是那样吃腥味有些大, 而且口感很不好, 最终嚼了几片, 宁峰就吃不下去了。 是。 二女硬声道, 便钻入了厨房。 平时这个时候, 他们早就做好饭菜了。 只是方才来了客人, 耽误了一些时间。 这次煮饭, 二女比之前更用心了许多。 方才亲眼看到, 小桃被主人抽得死去活来。 如无意外, 小桃现在应该死了。 凡人在这里, 就是如此不值钱, 主人根本不会在意吓人的生死。 二女原本就庆幸自己跟着宁峰, 经过此事, 更加坚定了自己当初抱着宁峰大腿, 求他买下自己的选择, 没有一点错。 若是跟了其他修士, 说不定此时已落得和小桃一样的下场了。 很快, 二女做好饭菜端上桌子, 有宁峰之前的吩咐, 他们也特意做多了几个菜肴。 光是腰瘦肉, 就有四五碟。 看到菜饭都摆上桌了, 宁峰从储物袋里掏出一瓶灵酒。 尽管储物袋里有两百多瓶灵酒, 但宁峰一直都不舍得品尝。 今日在方式里, 宁峰还特意去酒庄问了一下灵酒的价格。 像他手中这一小瓶灵酒, 大概是六两左右, 酒庄里的售价至少要半块零食。 不过今日摆摊收入盛丰, 宁峰打算喝点酒庆祝一下。 刚想拔掉酒瓶的木塞, 突然似想起了什么。 对二女道, 这是灵酒, 你们要不要回避一下? 上次二女闻到灵米, 就直接被熏倒。 这次是灵酒, 宁峰觉得二女应该也抗不住。 谁料二女接摇头, 叶迎道, 应该没事的, 公子, 我们早就习惯了。 秦雪也点头道, 公子, 我们经常洗灵米, 煮灵米, 现在闻到灵米的灵气味, 都没有任何反应了。 我们其实, 偶尔也吃点灵米。 宁峰有时要求他们煮灵米, 二女与灵米接触增多了。 有时甚至还会吃宁峰, 吃剩的灵米饭。 那就好, 宁峰听到他们如此说, 也就放下心来, 拿起筷子一条。 不, 木塞被打开, 一股浓郁的清香, 立即弥漫整个院子内。 这股清香中, 有果味, 也有酒味, 更似乎加着天地之间那种独特又清淡的灵气味。 灵酒一般是用各种灵果酿制而成, 这些灵果中都蕴含着灵力。 果子品种不一样, 其中蕴含的灵力强度也不同。 所以, 用不同灵果酿出的灵酒, 功效与价格都不同。 宁峰闭上眼, 深吸一口, 便知储物袋中这两百多瓶灵酒, 比酒庄那些档次还要高一些。 好酒! 你们要不要来一杯? 宁峰睁开眼, 准备问二女要不要来一杯, 一人喝酒过于疗尽, 却发现二女已经浮在桌上, 晕睡了过去。 宁峰摇了摇头, 没有管他们, 给自己蒸上了一杯酒, 放置鼻前, 再深深嗅了嗅。 香! 宁峰满脸陶醉, 端起杯子, 浅浅戳了一小口。 这酒, 本身并不裂, 柔唇绵细。 但是, 酒中却蕴含了一股狂暴的能量, 如暴雨胶土, 煞间散至身体各处。 很快, 宁峰就感觉到浑身的经脉似乎暴涨, 开始变得火辣辣的, 还隐隐有些疼。 这是酒中灵力冲击经脉, 给他造成的直观感受。 宁峰不敢迟疑, 放下酒杯, 闭上眼。 缓缓提起丹田灵力, 开始引导灵力游走各处经脉。 灵力所到之处, 便融合那些狂暴的酒中灵力, 慢慢地汇集着。 经过数次的运功游走, 那些漫散无主的酒中灵力, 才逐渐融合至宁峰丹田处, 成为他体内能量。 宁峰再次睁开眼, 犹豫着要不要再来一杯。 他没想到酒中的灵力居然如此强。 他有些被震撼到了。 当初第一次喝灵茶的时候, 都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饮酒, 虚敬欢。 最后, 宁峰决定敞开肚皮, 喝一次过瘾的。 前世他吃晚饭时, 总爱喝点小酒, 虽然孤单, 但却不失情趣。 但是来到这个世界, 一次酒都没有喝过。 如今重品酒香, 无需考虑太多。 今朝有酒, 今朝醉。 第128章, 家人陪君醉。 酒过三巡, 人以微醺。 灵酒不像反酒, 可以一杯接一杯的好饮。 可能是由于第一次饮用灵酒, 每喝一口, 宁峰都要运起灵力, 引导酒中灵力归甜。 这般反复操作非常耗时, 时间等于都花在了修炼上, 少了些喝酒的情趣, 远没有饮普通酒那样来得舒畅。 不过收获巨大, 因为喝了几杯灵酒后, 宁峰感觉体内灵力雄厚了一些。 想不到, 修炼还不如饮酒。 宁峰突然有些明白, 为何灵酒如此受欢迎了? 仅仅喝了几杯, 灵力都几乎抵得上一碗的修炼。 他估计饮用一瓶灵酒增加的灵力, 可能比他修炼十天巨灵弓增加的灵力还多。 这就是资源带来的好处, 灵酒也是一种修炼资源。 但宁峰不打算直接靠饮酒来提升体内灵力, 这样做会留下隐患。 靠灵酒提升的修为境界, 根基不稳。 偶尔饮用, 作为辅助修炼的资源, 才是正当。 平时还是要勤奋修炼巨灵弓法, 闲时喝两杯小酒增加修为, 宁峰相信突破炼气七层指日可待。 储物袋中的两百多瓶灵酒, 他决定全部留着自己饮用, 用来提升修为。 一个多时辰过去, 半瓶灵酒已经下肚, 宁峰有些醉眼朦胧。 二女方才也醒过来了, 他们想到自己被灵酒熏晕倒这么久, 有些自责, 连忙起身, 准备给宁峰重新热一下桌上的饭菜。 不过, 宁峰看到他们依然是一副晕陀陀的样子, 站都似乎站不稳。 直接手一挥, 你们回屋休息吧, 晚快明月再收拾。 是, 公子。 二女告罪一声, 相互搀扶着, 回屋睡觉去了。 夜色渐晚, 明月高悬。 宁峰一人独坐院中, 喝一杯灵酒, 就停下来运气引导。 他身体可能是已习惯了灵酒, 现在酒中灵力对他的冲击, 远没有方才那么激烈。 这是好事, 运气消融酒中灵力的时间, 大大减少了。 而灵酒的功效, 却丝毫没有减弱。 咚咚咚。 一瓶灵酒将空之时, 突然听到敲门声。 是谁? 听见敲门声, 宁峰酒意立即清醒了几分。 这个时辰算下来, 都是晚上十一点了。 修签事件, 除了节修, 还有谁跳这种时间灯门? 宁峰放下酒杯, 捏着福禄, 提着刀走到门前, 低声道, 谁? 宁道友, 是我, 唐音儒。 唐音儒的声音从门后传来。 宁峰打开静置, 朝外面看去, 只见唐音儒一个人站在门前, 月光洒在她身上那件白色道袍上, 如霜如雪, 却又映得她一张俏脸, 更显讨厌。 宁峰伸出头往巷子内望了望, 没有其他人影, 一切正常, 安全。 便侧身直接请唐音儒进院, 唐仙子, 先进来再说。 嗯。 唐音儒鸣嘴微笑, 低手修印道, 便举步跨入院中。 经过宁峰身边的时候, 宁峰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那似乎是女人独特的体香, 而且还夹杂着一些花香的味道。 宁峰忍不住偷偷深吸了一口气, 这种若有若无的味道, 淡雅清新, 闻着极是舒坦。 不似那些浓妆艳抹的女人, 全身都是刺鼻的味。 唐仙子这么晚过来找宁某, 可是有要事。 宁峰一边关上院子阵法, 一边问道。 唐音儒在这个时候敲门, 宁峰感到非常意外。 因为唐音儒最近狗得有些令人发指,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自从上次护卫队成立的时候, 宁峰见过他一次之后, 就再没见过他了。 平时宁峰在巷子里巡逻的时候, 也没见过唐音儒出门。 宁峰觉得, 他应该有一个多月没有出过门了, 今晚突然过来, 想必是有事。 谁料唐音儒却眨了眨眼, 回头望向宁峰笑道, 一定得有事, 才能找宁道友。 大家邻居街坊, 难道我就不能过来拉下家常啊? 宁峰闻言一正, 立即又笑道。 唐仙子可是稀客, 快过来这边坐。 邀请唐音儒到桌子前坐下。 唐音儒坐下后看到桌上的韭菜, 低声歌笑道。 我就没猜错, 宁道友果然是在用饭。 难怪我在隔壁一直都闻到酒香。 宁峰叹笑道, 长生护卫队今日解散了, 以后不用再巡逻了, 难得清静一晚, 今晚便喝点小酒罢了。 他拿过一支酒杯, 倒了满满一杯灵酒, 放到唐音儒面前, 道。 唐仙子来得正好, 你可是稀客。 来, 宁某敬唐仙子一杯。 宁峰举起酒杯, 喝了一小口, 一边运转凌厉, 一般望向唐音儒, 示意她也喝一点。 唐音儒嫣然一笑, 美眸中清澈亮透, 我不太会喝酒, 平时也很少喝, 只能浅浅长一点点。 无妨, 唐仙子随意便渴。 宁峰白手笑道, 不怕唐仙子笑话, 其实我今晚也是第一次喝酒, 所以喝了两个时辰, 连这一小瓶都还没喝完。 唐音儒举起酒杯子, 正玉敏一小口, 酒杯还没沾唇, 便又突然停了下来。 只见她将酒杯放在鼻前, 轻轻嗅了嗅。 随后表情有些诧异, 望向宁峰问道, 这似乎是灵酒。 宁峰笑道, 正是, 此酒蕴含的灵力, 似乎也不比你家里的二品灵茶差多少。 她伸出手掌,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唐仙子, 请吧。 唐音儒刚闻了灵酒, 似乎已经吸入了一些灵力, 双甲已经微泛潮红, 在月光下犹如一颗已经熟透了的桃子。 她犹豫了一息, 便笑道, 恭敬不如从命, 那我就舍命陪君子了。 若是我喝多了说胡话, 还请命到有莫见怪。 再次端起酒杯, 贴着红唇, 轻轻饮了一小口, 然后美目半眯。 怎么样? 唐仙子, 酒中灵力甚是霸道, 你可运行灵力, 慢慢引导他们。 宁峰笑道, 唐音儒一看, 就是不经常喝灵酒。 第一次喝灵酒, 灵力会冲击经脉, 将人整得有些手忙脚乱。 她很期待看唐音儒的反应, 是不是和她方才一样。 谁料唐音儒却没有答话。 唐仙子, 唐仙子。 宁峰又唤了两声, 她其实也有些醉意了, 晃了黄脑袋, 睁大眼定睛, 仔细看向唐音儒。 只见她半眯着的眼睛, 似乎开始迷离, 长长的眼睫毛, 微微颤抖着。 她的柳眉, 早已轻轻促述, 翘连此时也愈发地泛红, 红唇微湿待润。 举着酒杯的玉手, 轻轻地摇摆着。 风姿千娇百媚, 举止无比销魂。 此女之美, 不可方误。 宁峰看得心神荡然, 完全没有留意到, 唐音儒的身子早已开始倾斜。 啪! 酒杯落地, 碎成裂片, 酒香味迅速散发在空气中。 紧接着, 噗通! 唐音儒身子终于失去了平衡, 直接倒向后摔在地上不省人事。 宁峰一下愣住, 一阵风吹过, 酒意再次清醒了一些。 第129章 扶他进我屋。 唐仙子? 你怎么了? 宁峰放下酒杯, 赶紧起身走到唐音儒身边叫唤。 可是唐音儒却依然没有任何回忆。 宁峰蹲下一看, 只见他面部仗得通红, 双目紧闭。 他的胸口处起伏甚大, 呼吸似有些不平稳。 宁峰又推了他几下, 没有反应后, 确认唐音儒应该是最晕过去了。 情况和勤雪和夜莹应该差不多。 二女虽说早已适应灵米中的灵力, 但依然抗不住灵酒灵力的强度。 因为灵酒中的灵力竟很大, 一闻就晕倒。 用数种灵果酿成的灵酒, 又岂是灵茶灵米能比? 宁峰苦笑, 他忘记了唐音儒只有炼气二层的修为。 一口灵酒内蕴含的灵力 对全身经脉的冲击, 一个炼气二层的修饰未必能扛得住。 尤其在第一次喝灵酒时, 若无心理防备, 很容易因手忙脚乱而失去分寸, 对灵力失去控制。 就连宁峰这样的炼气六层, 在第一口灵酒入口时, 都被灵力冲击经脉隐隐发疼, 费了好大劲, 才能强行融合酒中的灵力。 唐音儒现在应该就属于这种情况, 灵力突然入体, 还没来得及运气引导, 就被灵力冲击经脉造成的那种胀痛给腾晕了。 宁峰无奈, 只得先将唐音儒的身体扶坐起来, 然后弯着腰栈在她的身后, 用双手撑着她的腋下, 把她移到椅子上。 手握之处, 宁峰发现觉得唐音儒的肌肤奇套无比。 她皱起眉头, 捏着唐音儒的手腕, 运入一丝灵力, 准备灌入她的体内, 帮她消除方才酒中的灵力。 若是置之不顾, 任由那些酒中灵力在体内冲击经脉, 时间长了会造成经脉损伤。 经脉一旦受损, 以后突破大境界的时候, 极难成功, 甚至会经脉寸断, 成为身无修为的废人。 因为突破大境界, 丹田在扩大的那一刻, 灵力自丹田一出, 冲击全身各处经脉, 若经脉受损, 根本就抗不住。 许多修士在突破筑击时, 最终精裂人亡, 正是因为自身经脉天生有缺, 或者后天经脉受损。 宁峰美感注入太强的灵力, 仅一丝灵力自唐音儒的右手腕缓慢灌入, 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这丝灵力, 在唐音儒体内游走。 灵力如吸水, 顺着唐音儒的手臂、 胸膛、腹部一路流淌, 途中不停融合各处经脉的灵力。 这丝灵力逐渐变强, 感觉比一开始粗了不少。 最终, 灵力行走了一个周天之后, 到达唐音儒的腹部。 修士的肚脐往下三寸, 便是丹田之处。 宁峰正欲将灵力引入丹田, 然后急需反复循环几个周天, 帮唐音儒将体内经脉混乱的灵力清理干净。 但他却赫然发现, 那股灵力无论它怎么引导, 都始终无法纳入唐音儒的丹田。 怎么回事啊? 宁峰额头已微微冒汗, 控制灵力在自己体内游走和在别人体内游走, 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劳动强度。 因为灵力一旦出体, 就需要丹田灵力作为后续供应, 需绵绵不断支持, 所好甚大。 宁峰又试了几次, 那股灵力还是紧紧贴在唐音儒丹田外, 来回篡动挤压, 但始终无法融入他的丹田。 宁峰吸了一口气, 再从自己丹田提起一丝灵力, 迅速游走, 抵挡唐音儒丹田。 然后控制着两股灵力, 一同发力, 轻轻撞击唐音儒的丹田。 但是, 连续试了多次, 仍是久攻不下。 嗯…… 正当宁峰一筹莫展, 满头大汗之时, 唐音儒突然柳眉紧皱, 低声娇吟一声。 她似乎醒过来了, 但脸上桃红未退, 而且因为身体发烫, 隐约还看到一些汗珠。 发际垂下的那几缕青丝, 被汗水浸湿, 紧紧贴在脸颊和白皙的脖子上。 月光照在她的脸旁, 温润艳红, 无比较低。 唐仙子, 你感觉怎么样? 您风松了一口气, 连忙问了一声。 若是唐音儒醒来, 能自行运气疏抖, 远比她一个外人如此折腾, 要轻松许多。 您道有, 我感觉瓶颈似乎有些松动了。 但是我, 唐音儒微微睁开眼, 红唇难难语道, 但是话未说完, 头一锤, 又晕倒过去。 唐仙子, 你别睡啊。 醒醒, 唐仙子。 宁风见状, 连忙喊了几声。 此刻她心中, 慌尘一批。 瓶颈松动? 这可是要突破的征兆。 丹田气满, 唐音儒已经是练气二层巅峰了, 如今正卡在瓶颈之处。 只需再修炼一段时间, 或者遇到外力的帮助, 便可打破瓶颈, 直接突破至, 晋级练气七三层。 方才那一口灵酒, 直接让唐音儒的瓶颈松动, 隐隐有突破之势。 宁风现在, 真想给自己一巴掌, 没事给别人喝什么酒。 难怪那股灵力, 迟迟敲不入唐音儒的丹田, 丹田已满, 无处可入。 两股灵力出体, 而且围车这么久, 宁风感觉有些撑不住了。 他如今已是满头大汗, 脑海中飞速搜索记忆, 看看有没有能唤醒人的方法。 一边控制着唐音儒体内的灵力, 一边伸手去按他的人中, 可惜没用。 前世那些晕倒急救的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并不适用。 唐音儒晕倒, 并非醉酒如此简单。 而是瓶颈开裂后, 丹田急带扩大, 但又不主动采取运气突破造成的。 可是唐音儒如今已经晕倒, 根本无法运气进行突破。 除非, 有人能帮助他突破。 若是再拖延下去, 丹田一旦扩散, 灵力煞间溢满全身, 唐音儒最终会甜催人亡。 公子, 发生什么事了? 秦雪不知道是不是准备上茅房, 刚开门看到院子里坐着两个身影, 吓了一跳。 方才他们进屋睡觉时, 院子里明明只剩公子一人在喝酒啊。 宁风听到秦雪声音, 头也不回道, 快点过来帮忙。 秦雪赶紧走上前来, 这才看清另外一个身影, 居然是隔壁的唐家主。 只见宁风满脸大汗, 一只手还搭在唐音儒手腕上。 快, 扶他进我房间。 宁风急到, 他觉得事不宜迟, 再拖下去, 唐音儒随时会陨落在此。 什么? 秦雪听到宁风如此说, 当场愣住。 他睁大眼睛, 半天说不出话来。 公子要扶唐家主进自己房间干什么? 看唐家主不省人事的样子, 似乎是喝醉酒了。 不, 看样子, 应该是被关醉的。 第130章, 修炼双修术。 你愣着干什么? 动作快点。 宁风看到秦雪傻愣愣站着, 也没回话, 怒从心起。 哦, 是, 公子。 秦雪看到宁风脸色难看, 似乎发怒了。 终于缓过神, 慌忙走了过来, 双手扶住唐音儒另外一条手臂。 两人搀扶着唐音儒, 一前一后把他拖到了宁风房内。 给我扶到床上。 宁风的手得一直搭在唐音儒的手腕上, 维持灵力压制他体内混乱的灵力。 是。 秦雪眼中虽充满不可置信, 但没有任何犹豫。 宁风无论怎么做, 他都会绝对地服从。 至于公子为什么要这样做, 原因是什么, 根本不重要, 他也不需要知道。 而且, 他也不想知道。 秦雪小心翼翼地扶着唐音儒到宁风的床边, 等宁风上去了, 这才扶着唐音儒挨着床头坐下。 轻轻地把床边的漫步一放, 秦雪转身就准备离开。 你去哪儿? 回来, 站那儿等着。 啊? 秦雪身形定住, 后退了两步, 这才缓缓转过身, 低着头靠在床头立着。 宁风默念清新皱, 调整了一下呼吸, 灵力持续输出让他有些吃不消了。 快把他的道袍先脱了。 是, 公子。 秦雪听到宁风的吩咐, 虽然不太理解, 但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 毕竟, 他已经知道公子接下来要干什么了。 按照步骤而言, 确实是要把道袍先退去了的。 将唐音儒的道袍退去后, 又等了一息左右。 看到宁风没有说话, 秦雪便继续动手, 将唐音儒缓缓扶倒卧倒。 然后开始除退唐音儒里面那层泄衣。 他是个懂事实实物的人, 根本不用宁风继续吩咐, 就知道该干嘛了。 这个, 公子, 肚都要不要去了? 唐音儒姬, 敷宁白如雪, 经过秦雪的一番熟练操作, 宁风正闭眼运气, 听到秦雪如此问, 不禁睁开眼, 回答了一声。 接着, 他便看到唐音的小肚兜, 太扎眼了。 这件肚兜不仅用了上层的布料, 做工上也是一流。 周围全部用金色线走边, 真功细腻灵巧。 秦雪一边解开唐音儒的肚一兜, 一边心里发慌。 他对唐音儒动手, 没感觉到有何不妥。 但宁风在一旁眼直直看着他动手, 让他很难为情。 这种场面和自己解开自己的肚兜, 没有什么区别。 好在终于松解开来, 秦雪暗暗输了一口气, 低着头看着地板, 走回原来的位置站着。 接下来, 公子应该让我走了吧。 秦雪在等宁风发话让他离开, 他觉得似乎没有什么再需要他帮忙的地方了。 谁料宁风接下来, 说了一句让他无比震撼的话。 你也上来, 包把衣物都脱了。 秦雪惊讶抬头, 心里狂跳。 这一刻, 他甚至都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 这个, 是, 公子。 秦雪咬着牙, 狠心把鞋子一脱, 开始爬上床。 但是他双腿, 不知道为何颤抖得非常厉害。 宁风房里的这张床, 上次被张通一剑劈下来, 剑气阵断床板。 后来虽然经过加固处理, 但是床角处一直有些不太牢固。 此时, 被秦雪在这么一抖, 整张床都摇了起来, 滋滋作响。 秦雪目中情绪混杂。 这一天, 他其实早有心理准备。 在凡俗的时候, 组长的女长老们, 就已经将所有可能发生的事, 一一详述于他, 并告诉他应对的最佳方法。 来到仙界后, 秦雪也早就放下了内心的那点矜持。 精神契约都重了, 没有理由再守着那一点陈旧的东西。 只要公子一声吩咐, 秦雪甚至可以去复死, 更何况是其他事情。 快一点, 磨磨叽叽的, 你今天是怎么回事? 宁风气息急促, 低喝一声, 再慢一些, 他都要虚脱了。 而且此时, 他也不敢服用傅灵丹。 服用傅灵丹后, 有那么几夕的时间里, 丹田的灵力会暴涨恢复, 会切断他目前控制输出的两缕灵力。 唐鹰如美目紧闭, 身上似乎更为烫热了, 全身香焊淋漓。 秦雪终于爬到宁风身边, 强忍着颤抖的手, 为他除去道庞。 继续, 动作要快。 宁风吩咐一声后, 就闭上眼, 开始调整呼吸。 上了床以后, 秦雪看到宁风搭在唐鹰如手腕上的那只手掌, 隐隐泛着悬光。 再结合唐鹰如全身湿透了的样子, 秦雪很快就猜想到, 事情好像不是自己方才想的那样。 公子似乎在给唐家主治疗。 可是, 为什么要把衣服都去掉呢? 秦雪一下子就镇定许多, 很快就帮宁风把身上的衣物都退去。 公子, 好了。 最后, 秦雪脸红得像一颗大红枣, 低声道。 宁风睁开眼, 道, 枕头下面有一本书, 你去取来, 念给我听。 秦雪如大罪的射, 赶紧爬到枕头边, 从下面摸出一本书。 是一本秘籍, 封皮上六个黑色大字, 苍浪玉女心经。 是这本麻公子? 是, 快念。 这是法术秘籍。 秦雪翻开第一页, 只看了一眼, 脸色就变了。 但无奈, 只能按照宁风说的, 一字一句念了起来。 玉女心经乃虚名, 本书原名双修术, 作者苍浪真人。 夫双修一书, 乃大道, 禀日月星辰之礼, 呈阴阳交替之方。 停停停。 宁风突然喊停, 你念这些废话干嘛, 打开第九页那里, 看到一张图没有? 看到了, 公子。 秦雪面红耳赤, 第九页有一张图, 一男一女。 这不是传说中的春宫图吗? 秦雪都不敢仔细看, 目光挣扎着想一道一边。 然后开始念起下面的小字。 双修术第五篇,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此篇功法, 适用道理之间, 互相助力突破境界, 降低道理, 在突破时, 可能遇到的灵力不足, 或者由于, 经脉受损等意外情况, 而引发的有可能发生的可能性。 兰修动作如下, 以身侧位, 自女修身后, 搂, 助对方。 女修则, 抬起左腿, 让, 修以灵力, 从会因, 学之处, 注入, 游走丹田。 秦雪只读了机行, 就完全明白, 是什么回事了。 这些文字描述的极其详细, 就差直接在, 他眼前播放画面了。 一想到那些画面, 他就感觉到一阵窒息, 呼吸变得急促, 竟然开始, 交喘气了起来。 对对对, 就是这里。 宁峰点头道, 你现在过来, 我躺下后, 你就把我们摆弄成书中说那个姿势, 明白了吗? 第131章, 唐家主晋级。 明白。 秦雪回答道, 终于, 在宁峰的帮助下, 唐英如完成了突破。 宁峰交代秦雪一生, 直接盘腿做起, 调整呼吸, 开始修炼。 聚灵弓, 熟练度加一。 聚灵弓, 熟练度加一。 聚灵弓, 熟练度加一。 这就是双X之数的好处。 他虽然方才体力和灵力都消耗了许多, 但唐英如突破之时丹田扩大增加的灵力, 他也吸急了不少。 修护服, 两人受益。 现在宁峰急需运气游走周天, 将方才体内增加的灵力化为己有。 仅仅游走了四个周天, 便将一半增加的灵力纳入了丹田。 宁峰暗暗称奇, 仅此一次, 灵力就超过他平时三晚的通宵修炼。 又修炼了近半个时辰, 宁峰终于将那些灵力收入丹田之中, 这才缓缓睁开眼。 鸭掌, 收工。 公子, 唐家主方才醒了, 他回家了。 秦雪站在床边, 低头道。 知道了, 唐英如走的时候, 宁峰自然知道, 但他方才正在用心修炼, 不宜分心。 而且, 他也不知道如何面对唐英如。 虽说是救人, 但这个法子实在是。 算了, 宁峰不愿多想, 他相信唐英如应该能理解。 他望望望窗外, 天色居然差不多, 微微亮了。 这一晚, 前后竟然折腾了三个多时辰。 祝, 这一章从早上八点发布, 审核一直不通过, 已经修改了两千多字, 无奈姗姗简简。 改了一天? 没想到审核机制如此严格。 这些描述完全是剧情需要, 删除了太可惜了。 所以, 这一章看不看皆可, 因为内容完全跟不上。 你回去休息吧, 辛苦了。 宁峰一把拉过道袍挡在身前, 望向秦雪道。 秦雪低头回道, 是, 公子。 便转身出门, 准备回自己屋。 刚走到房前, 却看到一个人影立在门口, 秦雪吓了一跳。 秦姐姐, 你, 是叶盈, 他正已在门边, 看着秦雪, 表情非常古怪。 秦雪面炯, 抢挤出一丝笑容, 硬着头皮道, 叶妹妹, 怎么今日起床这么早? 你是什么时候醒来的? 叶盈没有答话, 走到秦雪身边, 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秦雪。 接着, 他围着秦雪走了一圈, 才道, 唐家主走出公子房的时候, 我就醒了。 秦雪往后看了一眼, 低声道, 进屋再说,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叶盈点了点头, 两人走进房内, 房内时而低声嘶语, 时而响起叶盈的笑声, 那是一种似乎在刻意强忍, 但又忍不住, 而且还带着一丝羡慕的偷笑声。 而此时, 宁峰则躺在床上, 仔细回味他的第一夜, 看来如此修炼, 对修行很有益。 这一夜, 他不仅体会祈修之乐, 更是收获了不少灵力。 修行, 无外乎踩屡法地, 醒来时已进中午, 推开门, 只见叶盈一个人坐在树下发呆。 秦雪呢? 宁峰顺口问了一句, 叶盈连忙起身, 公子你起床了? 秦姐姐还在睡呢? 他说, 昨晚累坏了。 嗯, 端饭上来, 我饿了。 是。 吃过饭, 宁峰又吩咐叶盈烧了热水, 准备沐浴。 昨夜浑身都是汗, 身上湿黏黏的。 不洗一个澡, 宁峰总感觉不舒服。 洗过澡后, 整理一番后, 宁峰便披上那件红色法袍, 出门往城中心走去。 今天要去凌家, 进行服饰认证, 顺便重新补办一块玉牌子。 走到星园巷外面那块空地时, 宁峰看左右无人, 便换出竹拳断。 默念玉刀法口诀, 将刀一横, 悬空在离地三尺左右的高度上。 随后一跃而起, 踏上刀身, 输入灵力, 便低空玉刀, 朝星园巷中飞去。 玉刀数, 熟练度加一。 娴熟许多, 但仍然停留在入门级别。 除了灵力供应的问题之外, 更多是因为受到场地的限制, 没有足够大场所可以尽情的玉刀。 所以, 玉刀数迟迟都未进击到精通级别。 邻家城内护卫队恢复以后, 再次加强了城内进空的管理。 玉剑或者骑着兽宠, 经过凤摇城上空, 都是被禁止的。 而宁峰那个小院子, 玉刀飞行机里后, 就需转弯或者降落。 不过尽管如此, 宁峰还是在空辖时间将进度调杆到了73。 玉刀数, 入门, 73100。 低空飞行穿过了星园巷, 远远看到前方街道有护卫队在巡逻经过。 宁峰跃下刀背, 收起刀。 现在他已经掌握了更多的玉刀技巧。 玉刀飞完整条巷子, 大约50多丈的距离, 灵力却并未消耗多少。 很快来到邻家族地内城。 守门的护卫队员上前盘查, 宁峰直接出示了那张纸函。 请问道友, 内武堂如何走? 我受邀到内武堂办理服饰认证。 护卫队员接过指寒一看, 便道, 直走右拐, 再往前走到尽头便能看到。 谢! 宁峰副手, 步入邻家内城。 内武堂和外武堂正好相反。 在内城中间大道的另外一边, 宁峰很快就找到。 站在内武堂的大堂下, 宁峰四周打量了一番。 内武堂比外武堂, 简落太多了, 楼阁只有一座。 面积顶多只有外武堂的三分之一, 而且建筑也没有那么恢弘大气, 墙身的白漆都有些脱落了。 而且, 内武堂极其冷清, 不像外武堂人来人往那般热闹。 迈上大堂的台阶, 发现里面只有一位办事的女修。 这位道友, 请问你找谁? 那名女修看到宁峰, 很礼貌地问道, 态度比外武堂那些办事女修好多了。 宁峰再次递过指寒, 我找陈琳。 陈琳? 女修似乎有些惊讶, 有恍然大悟的神色, 随后起身道, 请随我来。 宁峰跟在女修身后, 穿过后门, 走了许久, 来到一座建筑前。 这是什么地方? 宁峰皱起眉, 左手捏紧扶路, 终于忍不住问道。 她心中早已生意, 现在这个位置, 绝对离内武堂很远了。 方才这位女修一路带着她, 穿过好几座楼阁, 还经过一条小溪, 过了桥后, 又绕过了一片草地。 而且, 快到这座楼阁时, 还经过了一个有 护卫队把守的地方。 女修出示了一张牌子, 护卫队才让她带着宁峰进入。 两条长生巷夹起来, 都没有这么长的距离。 女修听到宁峰发问, 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回头微笑道, 劳烦道友, 再次等候一下, 我先进去通报一声。 她也没有理会宁峰答不答话, 静止撩起道袍的下摆, 登上台阶, 走入了楼阁。 宁峰抬起头, 打量起面前的建筑, 这座楼阁看上去似乎有些年代了。 楼阁不是很大, 但处处透着庄严和贵气。 风格上, 古色古香, 简朴又不失雅致。 再望向周围, 宁峰发现周围数十丈内, 居然没有其他的建筑。 好浓郁的灵气。 宁峰很快就感觉到, 她现在所占的这个位置, 灵气极其充沛。 甚至远超灵家族地内的其他地方。 莫非这里是灵脉的中心? 也是灵家族地的中央位置。 正当宁峰纳闷之时, 内务堂那名女修已经走出了楼阁, 快步走到宁峰跟前。 道友, 请进去吧。 说吧, 竟然转身往来时的路, 独自离开了。 宁峰登上台阶, 进入楼阁。 大堂内似乎是一个议事厅, 有好几排座位。 而更高一些的台阶上, 则是一个主座。 主座上, 此时正坐着一名女修。 紫袍垂地, 长发及腰。 宁某见过灵, 陈家主, 陈前辈。 宁峰连忙行礼, 表面从容, 心中却大为吃惊。 他一眼便认出, 主座上的女修正是当日张灵两家大战时, 骑着一只紫色孔雀的那名灵家女修。 也是灵家主母, 陈月灵。 不过现在灵家已经对外宣布了, 陈月灵接替了灵萍, 成为灵家的新家主了。 宁峰想称她为陈家主, 但这个家主之位却是灵家, 最终觉得不妥, 便索性直呼前辈。 宁峰身为恋气期中期, 就算见了恋气后期, 按理都应该成为前辈。 更何况, 陈月灵这种助积极修士, 宁峰强行压住内心的慌乱。 他没想到, 内务堂的女修, 居然直接带她来见陈月灵。 看来那张纸函, 多数也是谎子。 根本没有陈灵这个人, 是陈月灵要找她。 问题来了, 陈月灵为什么要见她呢? 宁峰一边行礼, 脑海里飞速回忆那日的全部过程。 那日张茂被陈月灵刺伤, 落在星园巷子外的空地上。 陈月灵驾着孔雀, 从宁峰和审平头顶飞过, 想赶在张茂自爆前将她击毙。 随后, 张茂自爆, 宁峰寄出福禄, 逃过一劫, 陈月灵由于距离太近, 被震晕过去。 宁峰自问, 从头到尾, 陈月灵不可能和她直接打过照面。 按理来说, 在那种情况下, 陈月灵也不可能去留意两个炼气漆的蝼蚁。 你是浮尸? 回陈家主的话, 是。 几阶? 三阶? 你叫什么名字? 在下宁峰。 这个玉牌子可是你的。 陈月灵美眸一台, 目光如秋水波动, 直投向宁峰。 只见她玉手展开, 掌心上呈现一块玉牌子。 宁峰, 炼气四层, 大照仙国, 三阶浮尸。 书册1-2, 书册3-4, 第133章, 孔雀先报恩。 宁峰走上前一看, 不禁一愣, 陈月灵手中的正是她遗落的浮尸玉牌。 这, 确实是我的。 看到玉牌, 宁峰一下就想通了。 她当时就怀疑这牌子落在星园巷附近, 张茂自爆余波将她甩到墙上, 摔下来时候, 玉牌可能脱落了。 如今玉牌在陈月灵的手中, 那说明林家此番是刻意寻找她。 果然, 陈月灵听到宁峰承认后, 直接问道。 那日在城东, 张家驻姬修氏自爆之时, 是你寄出的福禄。 她一双美眸直视着宁峰。 宁峰距离陈月灵也更近了些, 更能看清楚她的模样。 可惜一身宽大的紫色道袍 和黑如瀑布的急腰长发, 遮挡了陈月灵的身材。 但她的容貌却看得清清楚楚。 陈月灵的肤色没有唐英如那么白皙, 但看上去却更有活力。 这在视觉上, 让宁峰感觉她似乎比唐英如更年轻一些。 论起姿色, 陈月灵比唐英如少了一分娇媚, 但却多了一分清贵。 她眉宇间流露出一丝 只有上位者才有的淡淡威严。 和宁峰目光接触之时, 宁峰居然忍不住想转移自己的视线。 回陈家主, 那日宁某未求自保, 确实寄出一些福禄。 在感受到陈月灵身上 隐隐约约传来的筑基级威压后, 宁峰选择了说实话。 陈月灵文言, 额眉轻力, 小浮尸能扔出什么福禄, 挡得住住机自暴之威。 陈月灵抬头, 眉眸再次投向宁峰, 身上的气息突然再次骤气。 宁峰暗中吃惊, 她手中一直捏着福禄, 但这一次, 她根本就不敢动弹。 事实上, 她也动弹不了, 因为陈月灵释放的威压, 已经死死把她锁定。 但仅仅过了一息, 宁峰就感觉到, 这股威压迅速消失了。 而陈月灵美目略带诧异, 你都已经炼气六层了。 宁峰微微长舒一口气, 沉映了一下方道, 是的, 前几日侥幸突破六层。 她身上那件法袍, 虽说有隐匿气息, 降低境界的功能, 但在住机的探查下, 根本不起作用。 与其闪缩, 还不如大方直言。 侥幸? 陈月灵听完沉默不语。 她手掌中这块玉牌, 在外务堂下发登记的时间, 至今还不到三个月。 三个月内连升两级, 从炼气四层到炼气六层。 灵家天赋最高的子弟, 灵朝元, 晋升一级最高的记录是六个月。 你当时祭出的是何种服录? 沉默半想后, 陈月灵终于又发话, 问出让她感到一直困惑的问题。 两张上品谢利福。 宁峰心中衡量一下, 很快就达到。 接着她又继续补充道, 还有一些中品谢利福和身上其他服录。 上品谢利福? 陈月灵微微点头, 若是上品谢利福还是两张? 说不定真的能抵挡住击自暴一击。 更何况, 当时张茂已经身受重伤了, 流血过多会影响最后的自暴威力。 陈月灵缓缓站起身, 走下台阶, 站在宁峰面前一尺的距离。 宁峰差点平住呼吸, 只觉得一阵清香扑鼻而来。 陈月灵呼出的气都几乎喷到她的脸上了。 她望向陈月灵, 只见对方美目中似乎闪过一丝感激。 宁导友, 幸好你当时及时祭出福录, 否则那日, 我必陨落。 我若陨落, 林家必会覆灭, 凤瑶诚也会一主。 你不仅对我有恩, 对林家也有恩。 第134章 终生领月凤。 陈月灵说完, 静静看着宁峰。 那日张茂自暴时, 她正全力一击, 攻势未尽, 根本无暇分心祭出防御法器来护体。 否则以她的法器,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自救完全没有问题。 在被镇伤晕倒前的那一瞬间, 陈月灵看到面前有大量符文犯出, 她就知当时一定是有人祭出了福录。 而且还不止一张。 福录扛住张茂的大部分攻击, 这才让陈月灵逃过一劫, 最终只是受了些内伤。 事后, 林家搜索了现场, 从各种线索中锁定了当时祭出福录之人, 是宁峰。 宁峰听陈月灵说完这一番话, 左手微微一松, 她心里的那点担忧, 顿时云霄雾散。 她一直担心林家找她, 是因为她除无代理的那把刀, 烈焰刀, 林家前家主林平的法器, 如今看来是自己想多了。 于是便抱拳, 千笑道, 陈前辈严重网, 晚辈那日祭出福录, 完全是为了自救, 何恩之友。 陈月灵看着宁峰, 静默几夕, 目中更多了一丝欣赏之意味, 只见她扑斥一声轻笑, 这一笑, 如夜笑春桃, 百媚千娇。 这是宁峰进来以后, 第一次看到陈月灵笑。 陈月灵给她的印象一直很严肃, 但此刻发现她身上那种威严, 似乎一下消失了。 陈月灵笑的时候, 身子还往前轻了一些, 宁峰都能闻到她头发上那种淡淡的香味。 而且她发现, 陈月灵的身材凹凸分明, 看上去十分年轻, 完全不像城外那些有过娃的女修。 这就让人很纳闷了。 宁峰明明记得林平有儿女的, 不过她无暇想这些, 因为陈月灵又开口说话了。 宁道友, 不必如此谦虚。 有恩报恩。 这是我们林家的办事规则。 随后, 陈月灵的笑容渐渐褪去, 面色正中地道。 说吧, 你有何心愿? 只要林家能办到的, 一定全力以赴。 她说得很直接, 很突然, 宁峰文言愣然, 一时接不上话。 她有什么心愿? 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最大的心愿, 无非就是在此界安安全全, 度过余生。 不, 是安安全全, 度过永生, 千秋万载。 自从知道了自己的金手指, 是杀人的兽之后, 宁峰就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永生, 活到天荒地老。 但是, 这个长生金手指, 和别人的却不太一样。 别人只需要狗活, 就能长生。 可宁峰不同, 她要杀人, 夺兽, 才能实现永生。 这注定, 是一条与众不同的长生之道。 风险和收获并存, 林家能满足自己, 安全地实现长生的心愿? 肯定不能。 陈月灵见宁峰目光泛长, 知道她在考虑思量, 也没有继续说话打扰她。 转过身, 举步轻盈地回到主座上, 一拉到刨下摆, 便坐了下来。 然后, 将头发撩到胸前, 取出一把木梳子, 开始梳起头发来。 宁峰心中快速思索一番, 这种机会可不能错过。 陈月灵找她, 明显就是报恩, 恩怨有相报, 修行方通达。 对一名助基修士有恩, 对一个先祖有恩。 这份人情, 可不轻。 宁峰决定趁此机会, 为自己谋一些实实在在的利益。 不瞒前辈, 整理着头发的玉手顿住, 抬起美目。 哦? 什么心愿? 宁道友不妨说来听听。 宁峰考虑一番后便道, 身为服师, 晚辈一直有心学习终极服录, 可惜苦蜜许久, 终究寻不着门道。 若是前辈有这方面的秘籍, 能借给晚辈一览, 晚辈便感激不尽。 按理说,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宁峰觉得, 这次解决终极服录秘籍的事, 十八九吻。 毕竟一本终极服录秘籍而已, 对于一个雄具异成的先祖而言, 根本不算个事。 扑痴。 陈月灵又是一声轻笑, 好齿明媚, 红唇焦低。 接着又梳理起了头发, 一边缓缓道, 区区一本秘籍, 不足以报此恩。 不足以报此恩。 宁峰文言又是一正。 开价太低了。 那, 要不再加点零食? 宁峰正欲开口, 却发现陈月灵似乎在考虑着什么, 便不再发话。 对宁峰道, 宁道友, 今日特意许你来此, 就是为了了却恩情。 你不妨听听我的意见。 哦? 宁峰连忙回道, 前辈请讲, 晚辈莫不遵从。 陈月灵陈音道, 你可以挂个客亲之名, 无需就认实职, 终身享用林家的乐奉。 林家的藏经楼三层以下, 你可自由出入, 查阅所有功法秘籍。 他微笑着看向宁峰, 宁道友觉得如何? 这个, 无需认实职? 宁峰很意外, 陈月灵开出的条件, 远超他的期望。 挂个卿不就职, 终身发放工资。 这相当于给他养老了。 这么好的事, 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 宁峰现在才16岁, 这得供多少年, 多少零食。 不过宁峰转念一想, 这点钱在一个先祖面前, 或许不值一提。 唯一需要担心的, 是长期领取别人的月奉, 又不干点事。 这一点, 似乎不妥。 每个月白白领月奉, 又不干点事。 几十年下来, 为何要用这种方法来报恩呢? 如果对方仅仅是为了报恩, 完全可以一次性给灵石, 或者给其他资源给宁峰。 这样宁峰反而不会有压力。 为何要用这种方法来报恩呢? 陈月灵看见宁峰犹豫, 似猜到他的想法, 又道, 宁道友不必担心, 你若觉得不认十职过意不去, 那也可以安排当一名十职客亲。 十职客亲? 陈月灵点了点头, 笑道, 你可以认服师客亲, 每月上交一些服录便可。 数量上完全没有要求, 服师客亲比较自由, 根本不用来当职, 也无外派任务, 完全不影响宁道友的生活和修炼。 宁峰一正, 随后恍然大悟。 他明白了。 特么的, 这说来说去, 都是套路。 这套路和叶家差不多, 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陈月灵的手段, 玩得比叶家高明多了。 这叫一箭双雕。 既报了恩, 还顺便将一名服师收在麾下, 牢牢绑在自己的战车上。 第135章 五阶化服师 看到宁峰眉头皱起, 似乎有些纠结的表情, 陈月灵又笑道。 宁道友也不必急于现在决定, 可以先回去考虑, 日后再答复。 他目光一转, 又落在宁峰的右手上, 问道, 你还尖修刀道? 玩被闲暇时, 却有修炼一些简单的刀法。 宁峰回道, 他心里有些忐忑, 在陈月灵面前, 他很不踏实。 仿佛有种时时刻刻被人看穿的感觉。 陈月灵点头, 有些遗憾道, 可惜了, 仙丰那把烈焰刀一直未寻回, 否则倒可以给你当随身法器。 接着他手一翻, 递过一个牌子, 此乃林族内部姓牌, 持有此牌可自由出入林家族地, 也可自由出入藏经楼。 宁峰接过牌子, 只见这是一块铁牌, 黑漆发亮, 上面雕刻着两棵树。 再反过来一看, 背面刻着一个小小的林字。 请问前辈, 那块服饰玉牌呢? 宁峰将牌子收入袋中, 想起陈月灵一直没有将那个玉牌子还给他, 忍不住提醒了一下, 你都已经炼器六层了, 那个玉牌已无用。 陈月灵道, 等一下你出去后, 自然会有人带你去重新认证。 先国认证的玉牌可无法弄虚作假, 认证时你尽量画好一些, 拿个糕点的服饰等阶, 月份或许可以领得更多一些。 他望向宁峰的眼神带着些戏血。 告辞陈月灵后, 宁峰刚走出门, 那个内务堂女秀迎了上来。 宁道友, 请随我来, 我带你去外务堂进行服饰认证。 劳烦了。 宁峰点点头, 方才这个女修明明已经离去, 但现在居然在门外, 似乎专门等着她。 想必, 这也是陈月灵的安排。 走远了一些后, 宁峰忍不住回头再看看这座楼阁。 这才发现上面有个牌匾, 颜色和墙体差不多, 方才来时并没有留意到。 牌匾上, 提着三个翠绿色的字, 灵雀楼。 而此时, 灵雀楼内, 在宁峰离去后, 一道倩影突然从侧厅的微步后闪出。 随后, 陈月灵的身边多了一位十六七岁, 样貌清新脱俗的红袍少女。 姑姑, 红袍少女嘟着嘴, 挽着陈月灵的手臂摇了摇。 道, 那个救了你一命的服尸, 就是方才那个人。 陈月灵皱了皱眉头, 道, 林儿, 你越来越没规矩了, 我们在谈试。 你怎么躲在后面偷听? 红袍少女偷笑了一声, 道, 姑姑莫要冤枉人。 我哪有偷听? 我是过来看你, 正好遇到你们在谈试, 所以才在那边等着呢。 陈月灵白了她一眼, 鼻孔哼了一声, 没有答话。 红袍少女接着又道, 姑姑, 你是不是太大方了? 邀请她当客亲就罢了, 还不认实职? 终身白领月丰, 这不等于把她挤养了起来。 咱们林家哪有这样的先例, 就算她救了你一命, 也不必如此大方吧。 陈月灵扭头看着少女, 与众心肠地道。 林儿, 你还小, 很多事还不懂, 以后不要掺和这些事。 切! 被称作林儿的红袍少女, 脸色有些不满, 又道, 我有什么不懂。 姑姑, 你别老当我是傻子。 你无非就是, 看中了这个小服饰的画服手艺, 想让她为咱们林家效力, 对不对? 陈月灵不理会她, 缓缓坐下, 继续拨弄着胸前的头发。 只是她的眼中, 多了一丝赞赏。 少女接着道, 不过, 姑姑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从练器四层进击到练器六层的人, 真的会看上咱们林家那点岳缝。 陈月灵文言, 御守一顿, 似有所思。 却说宁峰, 此事已经在外务堂。 规则你也知道了, 画服便可。 画你最拿手的服录, 品质越高, 认证的服饰等级便越高。 那名内务堂女修将宁峰带到了外务堂后, 为她办理了登记, 就交给了外务堂接待的工作人员。 现在把宁峰带到近视认证的外务堂女修, 可能也被上面交代过了。 所以很仔细地将认证的规则给宁峰讲解了一遍。 宁峰听完才发现, 修为境界也是判断服饰等级的标准之一。 如果是练器四, 五层的服饰画出中品中级服录, 或者上品的初级服录, 便直接判断为三级服饰。 但如果是练器六七层服饰画出中品中级服录, 或者上品的初级服录, 他只要能像上次那样画出一张上品谢力服, 就会直接成为四级服饰。 可惜宁峰现在还没学会画中级的服录, 如果他能画出一张上品中级服录, 以他目前的修为境界便可以成为五级服饰了。 宁峰将桌上的服皮铺开, 问道, 这位道友, 我若是画地追服, 认证出来的等级是如何划分? 陈月灵已经知道了宁峰的真实修为境界, 在穿着法袍隐秘修为境界, 似乎已经没有意义。 宁峰觉得还不如全力以赴, 争取一个更高阶的服饰等级。 就像陈月灵说的那样, 月缝都能领多一些。 地追服? 外务堂女修愣了一下, 这不是冷门服录吗? 他回忆了一会才到, 地追服属于比较冷门的服种, 按照先国规定, 冷门服录的认证标准等同于终极服录。 宁峰点了点头, 闭眼, 默念清新咒。 沾墨, 下笔, 笔游如龙, 墨水如浆。 刷刷刷。 只见符文泛起, 如潮涌雾起。 是金色符文? 很快, 随着宁峰的收笔启示, 这些金色符文渐渐汇集在一起, 最终落入符录的中央。 上品。 女修表情惊讶, 众所周知, 冷门服录难学, 成功率极低, 若要出优品质, 更是难上加难。 邻家外务堂, 上一次服饰认证出现过的冷门服, 差不多有好几年了。 而且那次还是一张中品符录。 如今, 居然有人画成了一张上品冷门服。 邻家的符笔符墨, 却是不同。 宁峰忍不住赞叹, 他自己心中也是暗暗欣喜。 这一个多月来, 他经常画的追符, 但成符大多是下品。 中品都极少, 更别说上品了。 这是他第一次画成上品的追符, 道友请随我到外堂来。 宁峰放下符笔, 随着女修回到外务堂的大厅。 没过多久, 女修就办完了认证的流程, 随后走了过来, 递给宁峰一块崭新的御牌。 宁峰, 炼气六层, 大赵仙国, 五阶浮尸。 第136章 出入狩猎队, 接过御牌, 告别女修。 宁峰便离开外务堂。 这个新的浮尸御牌, 宁峰暂时不打算挂在腰间了。 他觉得, 没必要这么快暴露出自己的修为。 隐藏自己的实力, 有很多好处。 身上的这件法袍, 还可以用很久。 目前除了陈月灵和方才的女修, 知道他是炼气六层外, 别人并不知道。 尤其是长生相邻居, 还无人知道他已经是炼气六层。 宁峰打算等到突破炼气七层后, 再把御牌挂在腰间。 走出外务堂后, 宁峰便将这块御牌子, 直接放入储物袋。 大赵仙国的五阶认证服尸。 两个月前, 宁峰还羡慕艳久是五阶服尸, 没想到今日, 自己也是五阶的服尸了。 若是按林家的月份领取标准, 每个月可以领取八块零食。 之前城内混乱之时, 有些谣言传出来, 说林家修士陨落过半, 财力也大受打击, 可能要回收大战之前, 提前发出去的那些月份。 这就让很多修士感到恐慌, 毕竟当时林家发放的半年月份, 大家都已经拿到手了。 而且还为此付出许多代价, 谁还愿意退还。 林家当时在听到这些谣言之后, 立即就做了澄清, 在城内各处张贴公告。 公告里解释得很清楚, 林家不仅不会回收之前提前发放的月份, 而且以后的月份也不会降低标准。 公告出来以后, 城内的人心立即就稳了一波。 林家人手不足, 若想维持对凤瑶城的统治, 自然需要笼络人心。 而且, 也需要招揽更多人才, 收入麾下。 宁峰觉得, 方才陈月灵给他开的待遇, 更多是在招揽他。 陈月灵给的待遇就是零食和秘籍, 这是一名修士最基本的资源, 没有哪个修士可以抵抗这种诱惑。 不过, 宁峰有些怀疑, 陈月灵能探查到烈焰刀在他身上。 因为陈月灵再提及了烈焰刀, 这让宁峰感觉他话中有话, 甚至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威胁。 意思大概就是, 你拿了烈焰刀, 我其实知道, 加不加入我们林家, 你看着办吧。 宁峰很怀疑对方身上有什么窥探除物袋的法器。 他若是知道, 今天会被陈月灵接见, 绝对会提前把烈焰刀从除物袋里取出来。 回到长生巷后, 秦雪正在打扫院子, 叶银则在厨房。 公子, 回来了。 看到宁峰回来, 秦雪的脸刷一下就红透了。 昨晚的事, 还历历在目。 嗯。 宁峰应了一声, 郑玉走回房间。 秦雪似乎突然想到什么事, 连忙道。 公子, 苏家主方才过来找你了。 他说明日天亮时在城门口集合。 宁峰文言一正, 随后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他前几日遇到苏雅琴的时候, 答应了参加他们的狩猎。 看来时间已经定下来了, 是明天。 之前一起巡逻的时候, 苏雅琴就邀请了宁峰很多次了。 宁峰一直拒绝, 他觉得狩猎不合适自己, 没有必要冒着生命安全去挣这种零食。 但随着踏入练气六层之后, 宁峰就愈发觉得自己的实战经验不足。 他需要多一些进行实战, 提高自己的战斗水平。 而且, 踏入了练气六层, 宁峰也多了一些底气。 苏雅琴只是练气五层, 都玩了这么多年的狩猎。 宁峰觉得自己未必不如他。 另外, 最关键的是, 宁峰也很想知道, 杀妖兽到底能不能增加面板上的寿命。 这个问题困扰他许久, 也该是时候验证一番了。 如果杀妖兽能够增加寿命的话, 那事情就变得简单了许多。 宁峰以后专门狩猎就可以实现长生的心愿。 杀妖兽比杀人, 应该要简单一些, 人心险恶。 姓名,宁峰。 寿命, 十六六二岁。 经过前段时间巡逻间的杀戮, 宁峰寿命已经增加到六十二岁。 剩余四十六年的寿命, 看似很多, 但远不能让人安心。 人生匆匆, 光阴如梭, 四十六年岁月, 也仅是弹指尖的事。 宁峰还是希望右边的数字, 早点突破三位数, 甚至四位数。 回到房中, 宁峰直接开始画符。 制符得追符, 熟练度加一。 制符得追符, 熟练度加一。 直至半夜。 昨日不小心把之前画的地追符加在一起, 卖给宝灵堂之后, 宁峰身上的地追符已经不多。 他需要更多的地追符, 来应付明日的狩猎。 清点了一番, 共画了五十多张的追符, 中品有十四张。 上品, 却一张都没有。 宁峰描了一下面板。 制符, 地追符, 入门, 八七一百。 还未精通。 或许等禁忌到精通级别后, 上品地追符就会不时出现一些了。 当然, 符笔符墨也是一个原因。 一夜无画。 一日, 天未亮, 凝峰就起床。 我今日出城狩猎, 不知几日才回。 你们在家别乱跑。 看到二女在厨房里忙, 便交代二女。 公子, 一定要小心些啊。 二女有些紧张, 外出狩猎和野兽打交道。 在他们心目中,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而且狩猎需进入森林腹底, 极少当天能回来的, 有的狩猎团伙, 出门一趟少则几日, 多则半个月有余。 凝峰点了点头, 整理好东西, 吃了早餐后, 便出了院子, 往城门方向走去。 黎明前的凤鸟城, 有启程的仙城商队, 有赶早银上的小滩, 还有不断巡逻的护卫队。 街道上人来人往, 完全没有凝峰想象中那么宁静。 来到城门时候, 天已经大亮了。 城门此时居然也有不少人在聚集, 看样子似乎都是在等人。 其中一些, 一看就知道是狩猎的团伙, 因为他们穿的都是猎装。 猎装其实就是短装, 只不过有些部位采用了皮甲包裹, 非常耐磨, 不易破损。 而且, 猎装不像道袍那般宽大, 没有下摆, 行动起来非常轻便。 凝峰正在人群中寻找苏雅琴的身影, 却听见苏雅琴的声音自身后传来。 明道友, 走。 扭头一看, 发现苏雅琴正在才走向城门这边, 看样子自己来得比他早。 苏道友最近气色真不错, 凝峰也回了个招呼。 苏雅琴最近气色确实不错, 自从长生向护卫队解散之后, 他就恢复了正常的狩猎生活。 经常外出狩猎, 而且收获颇风, 一天到晚脸上都是得意洋洋的样子。 苏雅琴也打量了一番凝峰, 表情变得有些怪异, 宁道友你怎么不穿猎装? 凝峰低头一看, 红色法袍, 再一看苏雅琴也是很轻便的猎装。 便笑道, 我第一次受炼, 忘记准备猎装了, 让苏道友见笑了。 苏雅琴笑道, 你穿法袍可能会有些不便, 不过也不算什么大事, 你喜欢就好。 在森林或者一些地方奔走穿梭的时候, 穿着道袍虽然仙气飘飘, 但远没有猎装来的轻便。 苏雅琴以为凝峰年少爱美, 所以不洗着猎装也没有放心里去。 其实凝峰今日随他们狩猎, 也只是想试验一番而已。 若是杀妖兽不能增加寿命, 凝峰以后便不会再参与他们的狩猎了。 第137章 妖兽的等级 苏道友, 今日我们几人一起狩猎。 凝峰看到苏雅琴也是一个人来的, 便顺口问道。 狩猎者一般不会孤军作战, 大多会组成团队, 人多力量大, 互相照应, 分工明确, 会有效率很多, 也会安全很多。 有些妖兽体型巨大, 没有团队的合作, 根本就难与之对抗。 苏雅琴狩猎多年, 经验丰富, 认识许多狩猎的修士。 由于她的性格豪爽, 处事比较公平, 其他的狩猎修士也愿意与她合作。 听见凝峰问起, 苏雅琴便给她简单地说了一下, 今天狩猎队的组成人员。 您道友, 我们的团队包括你我, 一共是六个人, 其余几个都是我的好朋友。 有两名练弃六层, 其他人都是练弃五层。 您道友不必担心, 以我们的实力, 就算遇到二届的妖兽, 也有能力自保。 凝峰点了点头, 原生年龄不大, 才16岁。 对妖兽这一块的认知, 仅仅停留在一些表面上。 所以凝峰记忆里, 没有太多关于妖兽的东西。 不过她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好好请教一下苏雅琴。 经过苏雅琴的一番讲解, 凝峰大致知道了, 这个世界妖兽的一些情况。 妖兽等级, 分九阶。 一阶, 二阶, 三阶, 九阶。 一阶妖兽的实力, 相当于练起前中期的修饰。 二阶妖兽, 实力大致等同于练起后期的修饰。 三阶的妖兽, 就相当于人类的助击修饰了。 苏雅琴他们狩猎, 其实主要目标是一阶妖兽, 或者是高级一些的野兽。 二阶的妖兽, 他们一般不会主动招惹。 不是说惹不起, 而是猎杀的成本太大, 有一定风险。 若是造成己方有伤亡, 宁愿正少一点, 也不轻易让队伍陷入困境之中。 这一点, 和宁峰的想法差不多。 两人又聊了一会, 很快, 其余的四人就来齐了。 三男, 一女。 来, 我给各位介绍一位新人。 这位道友, 是我的邻居, 叫宁峰, 练起五层。 苏雅琴大咧咧地向其他人介绍起宁峰, 接着又向宁峰介绍其他人。 这位老哥叫朱卫, 练起六层。 这位姐妹叫孙悦, 练起六层。 这位陈旺, 练起五层。 这位胡浩江, 练起五层。 这几个人年纪都不小了, 朱卫和陈旺看上去有四十岁了。 孙悦是女修, 三十岁出头的样子。 胡浩江则更年轻一些, 三十岁左右。 宁峰微笑着向几人打过招呼, 在苏雅琴介绍的时候, 他就留意观察了这几人。 看着都还挺面善, 不像阴狠之人。 而那几位修士看到苏雅琴带着一个少年过来, 表情多少有些不悦。 宁峰穿着一身红色道袍, 看上去就像是准备去踏青游玩, 没有一点狩猎者的样子。 而且, 这么年轻的练起五层, 在他们的认知当中, 多半是用资源堆砌起来的修为。 根基不稳, 缺乏经验。 说白了, 这种小年轻容易拖其他人的后腿。 而且, 最关键的, 还占用了一个瓜分战利品的名额。 苏雅琴自然洞悉个人心思, 笑着补充道, 宁道友虽然年轻, 却是一名服尸。 上次军给你们的谢力服, 就是找他买的。 这段时间苏雅琴经常找宁峰买服录, 每次狩猎回来都买, 而且买的数量也不算少。 宁峰之前还有些纳闷, 苏雅琴买这么多服录, 让他觉得狩猎成本挺大。 现在一听, 明白了, 原来苏雅琴买这么多服录, 是转卖给了狩猎队里的其他人。 有服录防身, 面对妖兽时自然更有安全保障。 果然, 几人听到宁峰居然是名服尸, 表情也变了, 热情许多。 走, 我们出城吧。 几人和宁峰一番客套后, 便一起出城。 城外虽然灵气没有城内充沛, 但空气质量却是异常的清新。 宁峰几乎两个多月没出过城了。 此时出城, 不禁心旷神医, 跟着几人一路往东走。 这条路, 宁峰很熟悉, 这是当初他住在城外小土屋, 进城的必经之路。 不过几人没有进入出租区域, 而是绕过去, 最终来到出租区北面的树林边。 这个地方宁峰早就听说过, 凤窑城外最危险的地带, 便是这片大森林了。 这是一片很大的原始森林, 里面各种妖兽无数, 有时甚至会在出租区出没。 诸位原本走在最前面开路, 此时停下问道, 今天还是老地方? 他扭回头望向苏雅琴。 他问的是苏雅琴。 换个地方吧, 老地方好像都没有多少野兽了。 禁灵后, 我们往东走吧。 苏雅琴左右观察了一会, 江寿边一扬, 回答道。 凝峰这才惊讶地发现, 在这个狩猎小团队中, 苏雅琴居然也是队长。 他的性格, 似乎注定了无论在任何团队中, 都能轻易成为领袖。 虽然队伍中有两名练器六层, 但他们人员好像没有苏雅琴好。 而且, 他们和苏雅琴结交多年, 也乐意苏雅琴当队长。 听从苏雅琴的安排, 似乎大家都能省心一些。 一行人进入森林, 大家小心一点, 这块地方我们没有来过。 苏雅琴低声对众人道, 继而他又转头对凝峰说, 林道友, 一会你跟锦在我身边, 尽量不要走散。 凝峰点了点头, 好, 他早就换出了竹拳断, 左手也捏着俘虏。 不过在森林外围, 是没有什么大型野兽的, 最多只有一些小动物, 例如兔子, 小鹿之类。 这些普通的小动物, 但凡一个狩猎队都看不上, 遇见则直接无视。 一行人直接往森林里面走, 约莫走了半个时辰。 前面的诸位突然停下, 蹲了下来, 似乎在看地上的什么东西。 这是血狐的粪便, 这附近应该有血狐。 只看了几眼, 诸位的神色立马就凝重了起来, 低声道。 血狐虽然是一阶妖兽, 但却是一阶妖兽中 实力排名比较靠前的妖兽。 他单打独斗的实力, 几乎接近练起七层巅峰的修饰。 而且血狐天性狡猾, 攻守善变, 非常难对付。 凝峰也跟着上去看了一看那坨粪便, 发现那坨粪便黑中带着些暗红色, 尺寸进入一只面盆般大小。 狐的粪便, 这么大一坨, 凝峰忍不住惊道。 诸位道, 您倒有没有见过血狐吗? 正常成年血狐, 差不多有一丈多长。 一丈多长? 凝峰换算了一下, 三四米的体型比普通的牛还大了许多。 难怪他的粪便都如此大脱。 苏亚琴用手指压了压这狐粪, 放在鼻子前嗅了嗅。 这是半个时辰前的粪便, 血狐可能已经离开了。 不过, 大家还是要小心, 这附近可能有血狐群。 狐类是群居动物, 一旦发现一头血狐, 那附近很可能有一群血狐。 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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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亚琴话音未落, 一旁树从内就传来了一阵异响声。 这是野兽行走时, 身体触刮到树上的枝叶。 枝叶回弹的时候, 响起的那种声音。 第138章 女修杀白虎。 凝峰赶紧转过身, 手中捏紧俘虏, 跟着几人闪到一边去。 苏! 一声, 树丛中, 绿叶狂动。 一道银白色的身影, 突然自从林中掠出。 不用慌, 是银甲虎。 诸位只听风声, 便面露喜意。 银甲虎, 这并不是妖兽, 而是普通的野兽。 凝峰听到银甲虎这个名字, 随后一想, 发现自己前段时间在那本在 《受宠常识大姐》书上 看过银甲虎的介绍。 银甲虎只是普通的野兽, 攻击力在普通野兽中属于中等水平。 对于狩猎对几位修士来说, 银甲虎这种实力, 自然是不放在眼内。 银甲虎越出丛林, 一下立在方才众人站的位置上。 凌峰定睛一看, 只见这头银甲虎, 身长差不多有6米多长。 通体都是银色的毛, 紧额头处有一撮黑毛。 看上去非常的凶猛, 两只大眼睛像铜铃一样盯着猪人。 又一道荧光一闪, 老虎已经跃起, 直接扑向离他最近的孙岳。 孙岳是名剑修, 早就拔剑等着了, 手腕一转, 掌中剑高速飞旋。 一道道肉眼可见的剑光, 自剑身突然闪出, 直袭向空中的这只银甲虎。 银甲虎头一滴, 迅速落地, 居然躲过了那一剑。 宁峰看见此状, 有些暗惊, 没想银甲虎体型如此庞大, 反应却这么灵敏。 银甲虎落地后, 几乎没有停顿, 直接又从地面掠起, 再次扑向了孙岳。 孙岳不慌不忙, 身子急退仗鱼, 同时继续出剑。 我们不上去帮忙。 宁峰看见苏亚琴立在一边, 似乎丝毫不紧张的样子, 忍不住低声问苏亚琴。 苏亚琴摇头笑道, 一只野兽而已, 孙岳随便应付得了。 再望向其余人, 都没有上前帮忙的意思。 宁峰虽然有些蠢蠢欲动, 但还是忍了下来。 杀野兽并不会增加寿命, 不过既然都来了, 他也不想被别人当成废物看。 有机会出手的时候, 宁峰还是打算露一手的。 其余人表面上对他甚是客气, 但宁峰能感觉到, 这些客气仅仅是因为他是名符师。 苏亚琴感觉到宁峰身上有战意生气, 歪着头瞄了宁峰一眼, 有些惊讶, 低声道, 宁峰, 你可千万别出手, 不然别人会误会, 以为你想抢功劳。 宁峰文言一愣, 还有这种说法。 苏亚琴又给他解释, 只有大家集体对付的妖兽, 才是按功劳分立, 像这种一般的野兽, 谁杀了就归谁。 宁峰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多谢苏道友告知。 幸好没动手, 否则恐怕会得罪孙岳。 那只老虎扑高伏低, 不断地和孙岳纠缠, 斗在了一起。 孙岳似乎也不着急, 给人的感觉似乎他在用银甲虎热身。 宁峰也留意到了, 有好几次机会孙岳明明可以直接击杀银甲虎, 但都没有出手。 像猫抓老鼠一样, 孙岳和银甲虎斗了几十息, 这才找了个空荡, 一剑刺中银甲虎的头部。 银甲虎立即软绵绵地倒在地上, 虽然没有死, 但是已经奄奄一息了。 孙岳又走上前, 一剑刺入银甲虎的心脏, 银甲虎身上的生机迅速流逝。 孙岳这才将他的尸体放入了储物袋中。 宁峰看到, 其余几个人的目光中都有些羡慕。 银甲虎虎虽然只是野兽, 但是它的体型比较大, 虎肉算下来起码上千斤。 虎肉可以吃, 也可以拿去卖给肉铺, 虽然没有妖兽肉值钱, 但对于狩猎者而已, 也算是一份收入了。 还有虎皮, 六米多的虎皮, 也可以卖给小作坊, 换一些零食。 所以, 有些实力比较低的狩猎队, 专门扑杀银甲虎, 虽然挣得少, 但比较安全。 苏亚琴这支狩猎队, 目标主要是放在一阶的妖兽身上, 一般不会刻意去寻找银甲虎捕杀。 但是, 如果遇到, 就顺手杀了, 谁杀到就归谁。 不过宁峰发现, 如果遇到这种野兽, 诸位和孙岳得手的概率比较大。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练齐六层, 按照苏亚琴的安排, 诸位在前面开路, 孙岳在队伍后面。 野兽来袭的时候, 多数情况下就是前后来袭, 很大机会与他们直接刚上。 就像那头银甲虎, 扑出来的时候, 正巧离孙岳最近, 因为他就在队伍的后面。 这边的树林其实是原始森林, 树木都很高, 而且很多地方还长着灌丛植物, 所以视线很不好。 诸位一直在前面开路, 他离众人差不多有几十丈的距离。 他不时蹲下来查看地面, 寻找雪狐的脚印。 诸位的个子不高, 据苏亚琴说, 他有神识方面的天赋, 感应的范围比其他人要大一些, 而且很擅长在树林中隐蔽自己。 再加上修为比其他人高, 由他开路是最合适的。 又走了小半个时辰, 诸位突然在一处小山坡前停下, 然后回头, 示意后面的人先不要跟上来, 接着便匍匐着身子绕过那个小山坡。 片刻后, 诸位跑了回来。 山坡后, 有五头血狐。 众人听了诸位的话, 脸上既欢喜又担忧。 欢喜的是这么多血狐, 若能全部捕杀, 那这一趟狩猎收获绝对非常可观。 但他们担忧的是, 一头血狐, 实力就相当于一位炼气七层的修士。 五头血狐, 就是五个炼气七层。 难搞。 狩猎队的实力, 正面刚, 拿不下。 众人都把目光投向苏亚琴, 等待他的决定。 苏亚琴沉引了一会道, 无血狐就无血狐。 将他们一网打尽。 其余人也点头赞同, 来狩猎, 就是为了捕捉妖兽的。 莫道里明知道, 有妖兽, 还没开打, 就直接开溜。 不过狐类狡猾, 而且团队配合作战能力很强, 如果直接群攻的话, 说不定要付出伤亡代价。 几个人商量了一下, 决定退而求其次, 将五头血狐分而击之。 苏亚琴迅速做出部署, 一会我们各自站位, 先让一人又引血狐出来。 诸位和孙悦, 劫杀跑在最后的两头血狐。 陈旺, 你在后面这个地方, 设置一个困兽阵。 血狐一定会经过这里, 你尽量用阵法, 困住剩下的三头血狐。 胡浩江, 你和陈旺组队, 万一阵法被血狐攻破, 你们就尽量拖延时间, 争取拖道, 我们赶回来。 我在中间的路段, 守着, 机动行事, 哪边有麻烦, 我就先帮哪边。 陈旺点头道, 我没问题。 他是一名三阶阵法师, 阵法在面对修士之间的战斗时, 往往会被对方识破, 不会轻易入阵。 但妖兽智商没有人高, 所以阵法在狩猎时能起到奇效。 这就相当于布置了一个陷阱, 节省许多人力。 其余人也点头赞同, 随后所有人都将目光望向凝峰。 第139章, 浮尸又写狐。 凝峰一正, 心中已然明目。 所有任务的细节, 苏亚琴都安排妥当了。 只有这个诱狐的位置, 还没有安排。 看来这个隐狐当诱饵的事, 只能他去做了。 果然, 苏亚琴目光略带着些, 歉意地看着凝峰, 凝道友, 你准备好与丰服, 这个诱狐的事就交给你了。 苏亚琴没有解释太多, 他没有偏袒任何人, 也没有刻意照顾凝峰。 他的所有安排, 都是从团队最终立意出发, 按照最有利的方案去部署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长处, 各就其位, 各司其职。 隐狐的任务, 凝峰未必是最合适的, 但别人却有比尹狐更合适的工作。 凝峰点头道, 没问题, 那我就负责尹狐。 苏亚琴的安排无可厚非, 若换做他来做队长, 一样会如此不熟。 凝峰此时心中对苏亚琴也有了一些改观, 多了一些赞赏。 没想到, 苏亚琴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 但真的遇到事, 尤其是安排起这些, 显得极有经验。 苏亚琴又笑道, 您倒有不必太担心, 我会和你一起先把血壶给引出来。 若诸位他们能拦下两头壶, 我会继续和你引一段路。 只需将剩下的血壶引到阵法附近, 你的任务便完成。 狩猎团队合作向来就是如此, 按攻分配战利品, 只要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便可正常分取收益。 但若任务失败, 就会是情况斟酌分利, 到手的好处就会大打折扣, 有时甚至还没有份。 当然, 如果完成自己任务还多出力, 协助团队完成狩猎, 分利也会更多一些。 苏雅琴安排好之后, 众人立即分头行动。 诸位和孙悦先走在前面, 到了山坡之处便匍匐下来, 慢慢移动身子, 潜伏在自己的任务区域内。 随后, 看见陈旺和胡浩江也就位了。 得到他们的示意后, 宁峰就开始往小山坡上面跑去。 苏雅琴则提着狩链, 紧跟他后面。 除了宁峰与苏雅琴两人, 最终要进入到血壶视线范围, 其余人距离血壶的位置都比较远, 在血壶的感知范围之外。 那五头血壶此时正在山坡后的一片丛林之中栖息, 距离小山坡有150丈左右。 血壶是极其敏感的动物, 凌峰刚跑上山坡, 头紧紧露了一点出来, 就被血壶发现了。 五头血壶立即转过头, 眼睛齐刷刷地地盯着凌峰, 并且竖起耳朵留意四周的情况。 凌峰其实不知道血壶在什么地方, 他只是直接朝着诸位说的那个方向, 一路跑下山坡。 苏雅琴的身影紧接着也出现在山坡上了。 血壶一看到有两个人往这边跑过来, 立即立起身子。 立起身子后的血壶差不多有一丈多高, 在一片绿色的灵液中非常扎眼。 凌峰也终于发现了五头血壶的具体位置。 看到凌峰一直往这边跑, 后面还跟着一个人, 其中一头为首的体型比较大的血壶, 低吼了一声便直接冲出了树林。 其余四头血壶也没有落后, 紧跟在后面冲了出来。 五道红色血影如闪电击驰, 迅速奔向凌峰。 每头血壶身子差不多都是四米多长, 四条长腿张开, 整个身长几乎有六七米。 一脉腿就是两三丈距离。 紧两膝,血壶就奔出了二十丈。 凌峰一眼望去, 只见五头血壶出了两只眼睛 散发出蓝色的光芒外, 几乎全身都是通红色的。 凌道友,赶紧往回跑了。 眼看血壶一下就跨出了几十丈, 苏雅琴连忙在身后提醒, 他自己也转身就跑。 凌峰没有迟疑, 一个转身紧随苏雅琴身后, 卖腿就跑。 但他发现苏雅琴瞬间 已经跃到了几丈之外, 似乎是用了某种轻身的功法, 速度非常惊人。 此时凌峰才想起 自己根本没有修炼过 轻身术之类的功法。 光靠两条腿, 比苏雅琴要慢了许多。 而在山坡顶处, 潜伏在灌木中的孙月和诸位二人, 此时也看愣了。 现在血狐就在身后, 怎么这个小浮尸 还是用两条腿跑? 不要命了吗? 快施展轻身术啊! 凌峰回头一瞄, 五头血狐离自己更近了, 仅仅六十丈左右。 血狐的速度 比自己快太多了。 这样下去, 恐怕还没到诸位二人的埋伏之处, 就被血狐追上。 左后捏好浮露, 双腿不停加速, 凌峰继续狂奔, 等到狐狸差不多 离他四十丈左右的时候。 啪! 符文散出, 一张夏品御风符 自宁峰左手祭出。 身子立即飙出五丈之外, 血狐怒目顶着宁峰, 异常的冷静, 继续追了上来。 为首的血狐体型最大, 速度也最快。 五条血狐在奔跑的过程中, 相互间, 其实多少拉开了一点距离。 宁峰没隔几夕, 就祭出夏品御风符, 差不多甩出三四张御风符之后, 才抵达诸位和孙月的埋伏位置。 从这里开始, 就是下坡路了, 凝峰加速, 朝城望二人的位置狂奔去。 五头血狐在身后狂追。 诸位和孙月的埋伏位置, 其实就是在山坡顶过一些, 选择这样的地形, 自然是可以利用坡顶的优势, 将五头血狐分开, 更利于作战。 前面三头血狐刚跑过, 后面两头血狐, 眼看就要到达坡顶。 就在此时, 当浪, 一声, 一根长长的刺链, 从山顶灌木中横跃而出, 直接截住了最后两条血狐的去路。 第四头抵达山顶的血狐, 双腿被拦住, 腿部被链上的芒刺插伤, 狠狠地摔倒在地上。 最后一头血狐还没跑到坡顶, 眼看有埋伏, 连忙停下。 而此时, 前面三头血狐已经冲过了山坡顶, 看不到身后的这一切。 锁! 一道剑光匹链, 如天降神阀, 直接刺向第五头血狐身上。 孙月就是埋伏在此处, 他的任务就是击杀最后一头血狐, 而诸位则对付第四头。 力求在血狐被拦, 心中慌乱的时候同时出手。 第五头血狐原本被突如其来的变故给吓住,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便被剑光刺中背部。 这头血狐立即哀嚎一声, 血狐身上的血溢于其他妖兽, 精血化体, 淬炼成肉。 血狐中剑后顿时血如泉涌, 自伤口出喷剑而出。 不过这一剑却没有刺中他的要害。 血狐掉过身子, 扑了过去, 在空中直接一爪。 红爪如垫, 爪影重重, 泛着血光水影, 直接往方才出剑的方位袭击过来。 这一爪, 实际上就相当于炼气七七层修士的权力一击。 不, 一阵蓝色的符纹突然泛起, 煞间凝成一片蓝色的幻顿。 幻顿似乎能自主感应附近空间的力量风流变化, 直接飞去, 迅速就笼罩住那只血爪。 这是中品谢力福, 孙悦之前找苏亚琴买的。 第140章 二阶困兽阵 血爪遇到幻顿, 如飞蛾扑火。 爪光瞬间就被幻顿淹没, 无声无息。 而在蓝色符纹泛起之时, 一道剑光隐晦的闪起在符纹当中一串而过。 蓝雾消退后, 剑光赫然插在了这头血壶的颈部。 狐血, 再一次如泉盆涌出。 这头血壶身子抽出了几下, 终于倒了下来, 他身上的生机迅速地飞逝。 孙悦这一剑刺在了他的颈部, 割断了他的喉管。 待谢力福换顿消退引去, 孙悦才收回剑光, 长呼一口气。 若无中品谢力福, 他此次难免会被胡爪所伤。 而诸位那边, 第四个血壶被刺链拦倒以后, 正倒在地上, 还没来得及起身时。 灌木丛中就有一道黄色的利剑射出, 直朝着血壶的头部射去。 诸位的法器是一把土黄色的大弓。 血壶刚开始追赶宁峰时, 他就已经把大弓放在一旁准备好了。 此时渐渐在弦上, 就为了等这一刻, 瞄准血壶, 见识而出。 他这个位置, 距离第四头血壶, 只有五六丈左右的距离。 利剑速度极快, 若无意外, 诸位相信绝对可以击杀成功。 但可惜, 这头血壶经验极为丰富。 刚倒地时, 他便知道是中了埋伏, 早已经提高警惕, 防止对手的后招。 他甚至没有起身, 而是直接低头咬了一下前腿, 将方才被刺链刮到的伤口, 撕得更开, 更大, 更烈。 鲜血立即四箭飞出, 迅速在他身边, 挤结成一层血红色的护甲。 哐! 一声, 诸位偷袭的利剑, 击中血壶身上那层血红色的护甲, 发出了脆量的响声。 然后箭头被错盾, 直接落在地上。 血甲术! 诸位见状, 吃了一惊, 立即将弓往地上一敲, 借着大弓的反弹力, 一跃而起, 必须全身而退, 因为他知道这头血壶, 已经施展了血甲术。 这是血壶的天赋秘术, 一旦血甲术祭出, 战力立马提升一两个小境界。 练气七层的实力, 一下就提到练气八九层。 诸位怎么可能是对手? 不过血甲术祭出之后, 血壶仅能维持三十息左右。 三十息过后, 血壶便会血气耗尽, 虚脱至极, 形如普通狐狸。 而后需要休养一段时间方可恢复原来的境界。 不过三十息, 已经足够他应付目前的局面了。 这头血壶非常果断, 遇到埋伏, 心知已经陷入困境, 毫不犹豫祭出天赋秘术。 拼着血气耗尽, 也要搏一个绝处风声。 这就是狐狸的天性。 果然, 血壶煞间以感知利剑射出的方位, 直接身形抱起, 飞跃扑了过来。 而诸位此时正好跃起, 一壶一人皆在空中。 四目相视, 血壶双眼通红, 看他表情争鸣, 似乎想立即生吞了诸位, 以报偷袭之仇。 只见他血爪一挥, 一波红色的爪影, 若虚若实, 直接扫向空中的诸位。 此时, 山坡的另外一边, 宁峰正被三头血壶一直狂追。 刚奔下了山坡, 距离尘望位置, 还有三十丈左右的距离。 三十丈距离, 对于练气中期的休士, 也就三息左右的时间便可略到。 但宁峰不行, 他完全是平双腿跑, 跑不过时就无奈扔出符路。 扔出的符路都是夏平的, 中品御风符, 宁峰一张都不舍得扔。 苏雅琴没有想到, 宁峰居然没有修炼过 亲身方面的功法。 所以, 在距离安排上, 就出现了一些小失误。 将陈旺和胡浩江的位置 安排得有些靠后了。 怎么这么慢? 陈旺早已经将阵气给插好了, 看到宁峰这样奔跑, 忍不住其道。 他将困兽阵法布置好后, 就和胡浩江在一旁的树上躲着, 只等宁峰带着三头蟹壶经过。 嗖嗖嗖! 三道血红色身影, 飞速掠向宁峰身后。 围首的血壶早已怒火中烧, 瞪着一双阴森森的眼睛, 露出血淋淋的牙齿, 恨不得将宁峰撕成肉碎。 每次眼看就要追上宁峰了, 却被他一张符路就蹦到几丈之外, 每次都是差那么一点。 一个加速, 围首血壶再次赶上宁峰, 距离宁峰仅有一丈之距。 随后突然高高跃起, 让身子在惯例作用下继续保持空中前行。 同时又找一拍, 往宁峰后脑勺抓来。 他已经摸清了宁峰祭符路的规律。 这一次, 他要赶在宁峰祭出符路之前, 将他脑袋敲碎。 宁峰听到后面风声大起, 一股骚味袭来。 不用回头看, 就知道血壶忍不住出手了。 手一挥, 直接挥出两张符路。 一张夏品预风符, 一张中品谢力符, 红色符纹加着蓝色符纹, 飞速凝散。 幻顿隐约献出, 挡住血壶的一击。 而宁峰伏祭出后, 宁峰身子再次往前顺移了数丈。 随后他回头一望, 只见血壶一击被阻, 身子失去平衡, 落在地上。 但这头围首的血壶反应极快, 身子刚触及地面, 立即弹起, 再次向宁峰扑来。 可惜了, 宁峰微微摇头, 他原本打算祭出三张符录了, 地锥符其实完全可以祭出。 血壶落地的位置, 完全在他的预判范围之内。 若是祭出地锥符, 他相信这头血壶, 绝对逃不过地锥符的刺杀。 但宁峰不想破了苏雅琴的计划, 因为他的任务, 就是将血壶引到阵法范围之内。 还没进入阵法, 就先杀了一头血壶, 很有可能发生计划之外的变数。 因为后面紧随着追来的两头血壶, 看到首领被杀, 外两头血壶会合的话, 那这次狩猎基本就失败了。 电光石火,两膝已过。 宁峰已经进入阵法的范围, 身后三头血壶也已追上。 又是一阵符文掠过, 宁峰身子即掠出阵法之外。 阵起。 陈旺早已做好准备, 看好时机, 直接启动了阵法。 24只阵起组成的困兽阵, 立刻形如光网, 罩住三头血壶。 困兽阵有很多阶, 阵法水平越高的阵法师, 布置出来的困兽阵等阶就越高。 陈旺是三阶阵法师, 只能布置出二阶的困兽阵。 困兽阵是以临时催动, 灵气在阵法的范围内结成光网, 困住妖兽。 三头血壶此时奔事未尽, 直接撞在阵法边域的光网上。 啪啪啪。 光网立即散发出如电般的灵力, 烧得血壶皮肤溃烂焦脆。 空气中, 立即可闻到烤肉的味道。 第141章 队友的阴险。 三头血壶被光网燃击, 发出一阵哀嚎声, 连忙后退了几步, 不敢再妄动。 不过二阶困兽阵结成的光网, 没有太大杀伤力, 这三头血壶只是受了皮外伤。 以他们的实力, 若是忍住伤疼, 齐力攻击的话, 很快就可以攻陷这座困兽阵。 三名等同于炼气后期的血壶, 其实不到100息便可摧毁此阵。 明道友, 你也在这里看着, 请量拖延时间, 我去那边帮忙。 苏亚琴看到计划成功, 直接喊了一声, 身子已经向山坡掠了过去。 他准备赶过去, 看看诸位他们要不要帮忙。 按照苏亚琴原本的计划, 是用困兽阵困住三头血壶, 然后集中力量去杀另外两头血壶。 完了, 再回头收拾这三头血壶。 100息内, 三名修士击杀另外两头受伤的血壶并不困难。 但苏亚琴忽略了一点, 他没有考虑到血壶首领的实力和魄力。 这头为首的血壶, 实力远超过其他的血壶, 几乎相当于练其八层的修饰。 而且他异常的果断, 在这种情况下, 展现出了首领的气质和魄力。 只见他撞在光网上后, 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迅速寻找阵法的薄弱之处。 经过三息, 他便发现了左侧光网的颜色更为暗淡, 便命令其余两头血壶一起攻击左侧光网。 啪!啪!啪! 血壶被光网焚得皮胶肉破, 鲜血四剑! 但他们强忍痛楚, 一直全力攻击, 左侧光网迅速变得更暗淡起来。 而整座困兽阵, 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摇晃。 不好, 他们在攻击阵法, 快来帮忙, 一起稳住阵法。 陈望健壮, 吃了一惊, 直接从树上一跃而下。 他原本想着这个困兽阵, 怎么都能困住这几头血壶百来西。 但没想到, 他们竟然如此, 快找到阵法比较薄弱的地方, 开始攻击。 阵法已经开始轻轻摇晃, 若再这样下去, 只怕撑不过三十系阵法, 就会被摧毁。 胡浩江和宁峰也赶了过来, 陈望看到宁峰提着刀, 连忙提醒道, 宁道友, 切不可出手攻击, 若攻击会直接击在阵法上, 阵法会毁得更快。 你们帮我, 一起注入灵力, 保持阵法的平稳。 说吧, 陈望将稳住阵法的方法, 告诉胡浩江和宁峰。 三人各自站开, 从阵法的几个角落, 隔着阵法一找, 就向宁峰抓了过来。 不过困兽阵一旦启动, 内外被隔绝, 就如四面八方设下了阵墙, 从里面也是无法攻击外面的。 无论在里面, 还是在外面攻击, 最终都是直接击在阵法上。 围守血弧这一找, 自然攻击不到宁峰, 狠狠地击打在阵法上。 龙一声, 阵法居然一阵闷响, 摇晃得更厉害。 围守血弧立即就发现了, 原来这个位置, 才是最薄弱的。 回头示意另外两头泄弧上前, 一起攻击方才的位置。 完了, 他们居然找到阵眼。 陈旺目中带着绝望, 几头血弧现在居然是直接攻击阵眼的中心。 阵法响声不断, 摇晃更加激烈, 阵法内光网开始迅速暗淡下来。 加多点灵力, 不然, 他们最多二十息就能击毁阵法了。 陈旺大喝一声, 运起灵力, 继续灌入阵法之中。 他脸部已经有些苍白, 透支的灵力太多了。 胡浩江和宁江相对还好一点。 陈旺是阵法师, 虽然也是炼气五层, 但常年严修阵法, 修为自然有些落下。 而宁峰储物带中还有两瓶附灵丹, 所以也没有藏着眼着, 直接大输灵力, 继续稳住阵法。 其实, 若不是他有金手指, 恐怕情况还不如陈旺。 修真百亿, 总有些取舍, 是难两全都如意。 不过, 纵使三人使尽全力输出灵力, 但始终无法抵得过那三头血狐的攻击。 双方实力差距有些大, 何况围守血狐更是高出陈旺他们近三个境界。 五夕后, 阵法已经开始出现了裂缝。 他们很快就出来了, 怎么办? 陈旺脸色再次苍白, 这次则是因为害怕。 以往的狩猎, 遇到这种局面极少。 一旁的胡浩江也道, 没必要浪费灵力了, 要么离开, 要么备战吧。 苏雅琴之前交代他们, 尽量拖延时间, 但谁能想到血狐实力比预期的高很多。 这个困兽阵, 根本熬不到三十戏。 胡浩江亲眼看到了为首血狐的攻击力, 他自问以三人的实力, 想要拖住血狐几乎没有可能。 搞不好, 拖不了血狐, 自己的命也要丢了。 最好的办法, 就是趁阵法还未被攻破, 赶紧逃离。 大家分头跑, 血狐追谁, 谁就自认倒霉。 只能这样了。 胡浩江也不继续稳住阵法了, 他站起身, 目光望向陈旺。 他询问的是陈旺的意见, 宁峰他则完全忽视了。 一个连轻身术都不会施展的炼气五层, 胡浩江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那就赶紧离开吧。 陈旺其实早就有此意了, 只不过这种话, 不能由自己说出来。 得等别人开口说, 胡浩江说得太合他的心意了。 嗖嗖! 陈旺话音刚落, 两道身影, 竟然齐齐腾起, 迅速往灵中掠去。 宁道友, 快走吧。 陈旺身形已经掠出十来杖之外, 这才回头喊了一声。 宁峰一愣, 随后漠然。 方才陈旺与胡浩江的对话, 他都听见。 两人的眼神沟通, 宁峰也留意到了。 胡浩江的眼神, 就是让陈旺一起逃, 留下宁峰在最后。 血狐摧毁阵法以后, 自然是追落在最后的人。 宁峰连轻身术都不会, 血狐自然会追上他, 然后进行攻击。 这样一来, 就给他们两人争取更多的逃离时间。 牺牲宁峰一人, 保全他们两人。 攻击愈发地猛烈起来。 因为他们发现对方已经逃了两人, 少了灵力灌入, 阵法似乎松动了许多。 空气中的烤肉味更浓郁, 三头血狐的爪子上已经没有了鲜血, 几乎全部被烤焦。 其余两头血狐的眼睛通红怨恨, 阴森森地盯着宁峰, 恨不得将此人撕成碎片。 只有围守血狐目光异常冷静, 一边攻击阵法, 一边看着宁峰。 他的目光中似乎还带着嘲笑, 阵法外的这个红衣人, 在他眼中已经是死人, 因为阵法马上就要被攻破。 而宁峰早已一跃而起, 落地后拔腿就跑。 他逃走的方向也是树林那边, 正是和胡浩江与陈旺逃去的相同方向。 第142章 木陵轻身术 隆隆一声闷响, 阵法已被攻破。 十二只阵旗齐齐折断, 阵法结成的光网崩裂碎开。 三头血狐立即如流星般跃了出来, 直扑宁峰离去的方向。 围守的血狐目光沉冷, 被阵法灼伤爪子的那点皮肉伤, 根本没有影响到他的速度。 只见他后腿一蹬, 瞬间冲出七八丈开外, 立即领先另外两头泻狐。 宁峰此时已奔出了三十多丈远, 身形刚刚引入林中。 而在宁峰前面五十丈处, 陈旺和胡浩江正在展开轻身术, 往前掠去。 快跑, 阵法好似破了。 胡浩江听到身后似乎传来阵法被摧毁的声音, 脸色微惊, 扭头对陈旺道。 陈旺摇头道, 那小子还在后面呢, 就算阵法破了, 血狐出来后第一个肯定是杀他。 有他在, 肯定能拖一会时间, 血狐杀了他, 就算再赶上来, 也未必能找到我们。 胡浩江闻言也点头, 血狐若杀了那小子, 应该也不会追到这来了, 多数是会回去和另外两头血狐会合了。 陈旺道, 正是, 血狐向来群出群入, 他们不会轻易抛下同伙的。 走, 我们往那边去, 别老是跑一个方向。 两人相视一望, 加快展开身形, 稍微改变了一下方向, 准备往左前方奔去。 这个原始森林很茂密, 各种高低植物都有, 潜入林中深处后, 若刻意改变几次方向, 就算是血狐, 一时间也很难再寻到他们的踪迹。 陈道友, 胡道友, 你们等等我啊。 两人刚准备拐向左边, 就听到身后隐约响起了呼叫声。 他们皆是皱起眉头, 这是凝峰的声音。 听距离, 大概就是在身后三十来丈的地方。 不好, 那小子也跟上来了, 快走, 把他甩开。 木灵树! 陈旺听到凝峰声音后, 立即一个闪声, 激发了木灵树。 周围的树木, 竟散发出一些微青色的气流, 似乎托起他的身子, 速度明显加快了。 木灵树是一门青森树, 陈旺是木系林根, 这门青森树与他非常契合。 木灵树在施展的时候, 可以借助周围植物的力量, 让他更少消耗自己的灵力, 移动速度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陈旺是阵法师, 由于实力跟不上, 特意修炼了这门高阶的青森树, 专门用来逃生。 他虽然方才稳定阵法时, 消耗了不少灵力, 但此时施展起此身法, 却是游刃有余。 胡浩江也提速跟了上去, 不过他的身法比起陈旺就差了一些。 两人一前一后, 飞快往左边逃窜。 胡道友! 我看到你们了, 等等我。 凝峰惊呼的声音再次传来, 而且似乎更近了, 在他们身后二十丈不到的位置。 该死! 那小子应该用了服录。 陈旺想起凝峰在之前饮狐之时, 也是不停地用于风符, 这才能保持着速度没被血狐追上。 此时距离突然拉近, 肯定也是用了于风符。 二人不再开口说话, 低头全力狂奔。 又奔出十几丈后, 陈旺和胡浩江已经能听到血狐的呲叫声了。 凝峰和血狐就在身后十丈远了。 咦? 胡浩江落后陈旺一个身位左右, 似乎感觉有一股气息, 自身后袭静, 赶紧回头一看。 但除了看到三头血狐在二十多丈外的地方, 正往这边追来之外, 就什么都没有看见了。 凝峰呢? 怎么突然不见了? 难道是被血狐吃了? 胡浩江来不及细想, 赶紧加速逃奔。 但紧接着, 他又仿佛感觉到方才那股淡淡的气息, 若有若无般地快速从他身边飘过, 一下就顿向前方去了。 而三头血狐望向这边的时候, 也愣了一下。 他们发现, 刚才追着的那个红衣人, 似乎一下消失在丛林中了。 但他们几乎没有犹豫, 继续往这边追来, 这边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 也是方才布置正法困住他们的人, 绝不能放过。 锦武西, 血狐便快追上两人, 紧随在两人身后三丈左右。 陈旺和胡浩江再次感觉身后兽声大动, 知道血狐已追上来。 两人互打个眼神, 心领神会, 各自向两边散开来。 妖兽的体力远比修士要强许多, 继续逃下去只会筋疲力尽, 最终被血狐击杀。 还不如拼死一搏, 看看能不能正的一线生计。 常年在森林里狩猎, 时刻会面对妖兽。 陈旺和胡浩江又怎么会没有一点压箱底的绝活? 只见陈旺闪到左边之后, 突然一个转身,又手臂一挥。 一面青色的大网便随着他的手臂飞出, 整张网掌宽几乎三丈多, 远看似乎是用藤蔓结成。 这是陈旺的贴身法器, 木藤网。 这张木藤网在编造之时, 结合了阵法在内。 对敌人进行攻击时, 一旦成功网住对方, 对方的身体便会被困在。 同时神魄也会被那些结合在藤蔓中的阵法攻击, 战斗力大大下降, 甚至不战而败。 大网撒开, 正好向着方才两人的位置扑盖下来。 若雪妖继续冲过来, 必然会被大网给网住。 而胡浩江闪到右边后, 手中赫然多出一根银色的长毛。 这是他的法器, 比一般的长毛还要长出二尺多, 毛头也比一般的毛要更长, 更尖锐。 此毛名为有龙刺。 是胡浩江专门为狩猎定制的。 非常适合远攻, 尤其是面对身形比较长的妖兽。 只见胡浩江一个回身, 长毛在空中旋转了半圈, 然后横着一次, 毛头竟然分成三片, 分别刺向三头血狐。 胡浩江的攻击几乎和陈旺同时进行。 血狐正好冲了过来, 为首的血狐由于速度过快, 虽然看到陈旺撒开大网, 但已经来不及躲闪, 一头栽入那张大网中。 那些藤蔓立即发出了阵阵清光, 开始紧紧束缚起来。 而胡浩江那三片毛头, 缩缩定在随后刚来的另外两头血狐身上。 还有一片毛头, 刺空了, 那片毛头原本是刺向为首的血狐的, 但可惜被大网拍中偏了一些位置, 最终刺空了。 哈哈, 好, 胡道友, 干得好。 陈旺剑虽然只有一头血狐落网, 但另外两头血狐也被胡浩江刺中。 苍白的脸上竟然有了血色, 目光中更是带着激动欢喜。 他和胡浩江一起狩猎多年, 知道他那根长毛的厉害之处。 那根长毛的毛头, 有毒? 第143章, 笑百双杀局。 毒虽不致死, 但是只要刺中妖兽, 妖兽就会跟喝醉了酒似的, 有力都使不出来。 陈旺手上暗运灵力, 把大网拉紧, 他准备将网中的阵法催动到最高威力, 直接攻击为首血狐的神魄。 只要血狐神魄受伤, 基本就会失去战力了。 陈旺心中非常欢喜, 三头血狐, 这一趟, 转发了。 哦哦! 然而就在此时, 为首血狐却突然仰手一声嚎叫, 接着自己用爪子抓向自己的腹部。 顿时, 狐血狂喷。 不好, 他要施展暴血术! 胡浩江在一旁看到, 大声提醒陈旺。 暴血术也是血狐的天赋秘书, 不过, 并不是每一头血狐都具有这份天赋。 这头血狐之所以成为狐群首领, 正是因为他的天赋超群。 血狐施展暴血术, 和修士自暴差不多,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或者, 同归于尽。 哗, 一声, 血气爆开, 这头血狐目光冷酷, 全然没有任何犹豫。 这就是妖兽的冷血本质。 灵兽有主, 日久或蒙情, 妖兽无主, 冷血乃天生。 为首血狐身体暴涨, 体型肉眼可见得增大了一圈。 然后人力而起, 两只前爪左右, 一撕, 无数血色幻影爪子, 挠向网住他的那些藤蔓。 破, 破, 藤蔓上的清光顿时消暗, 随后藤蔓寸裂破碎。 陈旺目瞪口呆, 他这张曾经无数次网中一接妖兽的法器, 竟然被这头血狐撕毁了。 不过血狐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暴血树一旦激发, 他就算能逃过此劫, 以后就算不死, 也会成为一头废狐。 不过, 妖兽可不会考虑到那些后果, 只见为首血狐自破网暴身跃起, 展开血盆大口, 朝着陈旺扑来。 陈旺已经惊呆,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他猝不及防, 直接被血狐扑倒在地。 血狐用爪子将他死死地钉在地上, 张开口用力尺对他疯狂地撕咬。 血肉横飞, 肢体散裂, 场面惨不忍睹。 此时, 另外两头血狐被胡浩江的矛头刺中, 已经中毒了, 身子软绵绵地, 站着都不稳。 他们的表情依然争鸣, 盯着胡浩江似乎准备扑过来。 奈何四足无力, 摇摇晃晃最终倒在地上。 胡浩江看到血狐似咬陈旺的尸体, 愣了一愣, 但立即意识到此地不宜久留。 跑! 他迅速瞄了一眼前方的环境, 同时用长矛一撑地, 高高跃起, 准备赶紧逃走。 几丈之外, 有一棵大树, 树叶非常茂盛, 而且枝干甚多。 胡浩江打算跃到那棵大树的树干上, 然后利用树叶密集的遮挡优势, 跑上树顶, 再用玉剑术逃开。 因为林中树木太多, 借助长矛的反弹力, 胡浩江这一跃, 轻轻松松正好抵达树干上。 郑玉往上再跃, 却发现树叶后似有个人影。 胡浩江被吓了一跳, 差点从树上掉了下来, 定睛一看更是惊诧无比。 您倒有。 凝峰笑道, 胡道有好厉害的青森树, 这么远都能一跃过来。 你…… 胡浩江又惊又恨, 竟然说不出话来。 三头血狐明明是追着凝峰而来的, 可是半路上凝峰却不见了。 当时胡浩江还以为凝峰已经被血狐杀了, 尸体都撕成了碎片。 没想到他居然站在树上, 血狐被陈旺和他攻击的场面, 他肯定看见了。 陈旺被血狐杀死, 他也肯定看见了。 看着凝峰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 胡浩江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指着凝峰道, 是你? 你故意引血狐来追我们的? 凝峰一笑, 淡淡道, 胡道有说笑, 我自保尚且顾不及, 还有那个心思去饮血狐。 我杀了你这笑子。 胡浩江看到凝峰的表情, 恶向胆边生。 手一晃, 他掌中多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缩一声, 直接向凝峰的胸口撕了过来。 两人距离很近, 不过凝峰早就有防备, 直接侧过身子。 顺势脚步一腿, 从树干上直落向地面。 胡浩江一击不忠, 也往树干上跃下, 同时挥直长矛, 从上而下次向凝峰。 他是练弃五层, 凝峰练弃六层, 但凝峰没有还手, 而是身形闪到一边, 和胡浩江一直周旋着。 胡浩江见几次都差点击中凝峰, 但总是在最后关键时刻被他闪过, 心中怒火更甚。 他攻势愈发地猛烈, 恨不得将凝峰当场击毙再次。 他全然没有留意到, 凝峰闪退的方向, 已经越来越接近三头血狐的位置。 胡浩江举起长矛, 聚集全力, 再一次往凝峰刺去。 此时, 凝峰突然手一挥, 他的动作似乎是在寄出浮露。 可是, 却没有见到浮温泛出。 胡浩江这一瞬间呆了一下, 他感觉凝峰的身影似乎变得有些模糊起来。 哦! 而就在此时, 胡浩江突然听到身后一声唬鸣。 他的心迅速下沉, 还没来得及回头, 就感觉一个血淋淋的大口, 一下笼罩住了自己的影子。 然后胡浩江感觉自己的头颅变得很轻很轻, 似乎进入了一个管道中不停地翻滚, 接着他就失去了意识。 胡浩江仍有意识前的最后一刻, 他看到凝峰的身影似乎变得淡了许多。 若不留意, 很难发现凝峰站立的位置。 那是, 隐身符哦! 为首血狐一口咬掉了胡浩江的头颅, 又准备扑向那个红衣人。 可是, 他突然发现, 那个红衣人似乎消失了。 血狐转头四处看了看, 都没看见红衣人。 但他知道他没离开, 因为他能感觉到他那淡淡的气息仍然在附近。 只不过, 他具体的位置似乎很难判断。 血狐这一瞬间站着没动, 他也有些疑惑。 就在他疑惑的时候, 突然感觉眼前出现了一片红色的圈圈。 这些红色圈圈似乎组成了一个奇怪的图案。 血狐心中有些惧意, 他忍不住想后退几步。 但发现, 自己的脚根本不听实话。 低头一看, 地面上不知道何时长出了一根根尖尖的东西, 插在自己的腿上。 还有身上, 尾巴上, 脖子上。 这头围首血狐, 没有感到任何疼痛与不适。 因为此时, 他激发了暴血术。 在这种天赋秘术的状态下, 是没有任何肉体上的知觉的。 不过在他感觉到自己身体上的生机即将流逝而尽之时, 他再一次看到了那位红衣人。 那位红衣人依然是站在原来的位置, 他的表情似笑非笑。 那种表情就仿佛他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位置。 第144章 杀妖兽天兽 兽命1663岁 兽命加一 杀妖兽, 果然能增加兽缘。 困扰宁峰很久的问题, 有答案了。 他之前杀过普通兽宠, 没有增加兽缘。 但妖兽可以。 宁峰有些兴奋, 金手指对于增加兽命的判断标准, 应该是杀人或者是杀灵质已开的动物。 妖兽和灵兽都属于灵质已开的动物。 宁峰赶紧走到其余两头血狐跟前。 他方才在树上看了陈旺与胡浩江攻击血狐的整个过程。 知道这两头血狐, 应该是失去战斗力了, 便直接伸出手指。 开山术! 搜搜, 两道微弱流光击出, 一前一后, 击在两头血狐的脑袋上。 红血剑射出几丈远, 两头血狐脑袋上多了一个大坑。 头一锤, 一命呜呼了。 寿命, 十六六四岁。 寿命, 十六六五岁。 寿命又多了两年, 长生有望。 宁峰掏出一张清洁符, 准备拍在自己身上。 他低估了血狐的血量, 站的位置距离血狐太近了, 那些狐血都喷到了他身上。 不过转念一想, 宁峰又将清洁符收了起来。 法袍太干净, 不太好。 那些血迹, 暂时先让他留在法袍上。 隐身符, 很好用。 宁峰想到, 方才使用的那几张隐身符, 感到很满意。 这个把月来, 他画不少隐身符了。 但这是他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隐身符。 哪怕只是夏萍的隐身符, 若不刻意去留意跟踪气息, 很难察觉到使用祭符者存在。 宁峰方才在寄出御峰符时, 也寄出一张隐身符。 他瞬移经过胡浩江身边时, 胡浩江由于心绪紧张, 几乎没发现到宁峰。 虽然他仍能感觉到周围有宁峰的气息, 但存在感已大大降低。 走到胡浩江尸体前, 他的头颅被血狐咬掉了, 但储物袋还在身上。 宁峰没有碰他的储物袋, 而是仔细翻搜胡浩江衣物内的其他兜。 找到五块零食, 估计是零食放在兜里方便拿取的。 接着又去搜陈旺, 不过陈旺的尸体已经被血狐咬的破碎之离。 找了一会, 宁峰才终于在旁边的一棵树下, 发现了三块零食, 将这些零食放入自己的兜。 陈旺和胡浩江的法器和储物袋, 宁峰都没有捡走, 现场需要留下这些东西。 检查了一番现场, 确定没有其他疏漏了, 宁峰这才准备离去。 现在距离三头血狐被困, 已经过了差不多三百多夕了。 按照原先的计划, 在百夕之内, 苏亚晴和孙悦他们击杀另外两头血狐, 然后回到困兽镇这里帮忙。 但如今困兽镇被摧毁, 出现了极大意外。 宁峰也不知道苏亚晴他们是否还在山坡顶, 或者是在困兽镇那附近。 现在, 他需要去与苏亚晴会合。 结果宁峰刚动身, 还没奔出二十丈远, 就看到了苏亚晴和孙悦两个人正在焦急地往这边奔来。 宁道友, 你没事吧? 苏亚晴远远就发现了宁峰, 他脸上焦急的表情立即松了下来, 大声喊道。 然后赶紧略伸过来, 上下打量了宁峰一番, 这才满意点了点头, 像是松了一口气。 其余两个人呢? 宁道友, 孙悦也过来了, 看到只有宁峰一人, 让三人能拖延久一点, 但如今看到只有宁峰一人, 心中已有种不祥的感觉。 空气中弥漫着的血腥味, 很远就能闻到, 他们本来就是寻着这些血腥味寻到这里的。 宁峰摇了摇头, 叹道, 出现了一点状况, 阵法二十席内就被血狐攻破。 什么? 苏亚晴和孙悦失声惊呼, 二十席, 超出他们预期太多。 宁峰皱起眉头又道, 阵法攻破后, 我们三人被血狐一路追杀至此, 陈道有与胡道有被血狐群袭, 不幸遇难。 我敌不过血狐, 还好身上还有几张预风符, 这才勉强逃过一剑。 苏亚晴和孙悦看了看宁峰身上的法袍, 全部是狐血。 这是血狐的血, 比人血更加暗黑了一些。 宁峰带着两人回到方才大战的位置, 手一指, 血狐追到这里, 我们便知道再逃也无济于事。 宁峰将事情的经过增山加减, 给苏亚晴和孙悦说了一番。 两人听完, 皆莫然。 苏亚晴和孙悦的脸上, 同时多了一丝愧疚之色。 苏亚晴知道自己的部署, 出现了失误。 这一次狩猎, 虽然五头血狐都拿下, 但只要有一个队友陨落, 便可说是一次失败至极的狩猎。 更何况, 两名队友已经折损。 孙悦之所以愧疚, 是因为他那边拖了不少时间。 若能早一点解决, 说不定能及时赶过来, 救下陈旺和胡浩江。 不过山坡那边的脚狐时间被拖延, 并非全部是孙悦的责任。 孙悦其实已经完美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在很短时间内就击杀了第五头血狐。 出问题的是诸位。 诸位被第四头血狐击伤, 若不是孙悦及时出手, 他很可能已经陨落。 孙悦一个人抵挡了那头血狐, 差不多十来西左右, 苏亚晴才刚来。 两人联手, 最终才杀了那头施展了血甲树天赋秘术的血狐。 血甲树状态中, 那只血狐站立惊人, 两人差不多花了十来西, 才成功击杀。 等给诸位简单治疗, 再赶回困兽镇这边, 已遇百息了。 而此时, 三头血狐已经追着凝峰进入林中深处了。 别想太多了, 赶紧收拾血狐尸体。 孙悦打破沉默, 提醒苏亚晴。 苏亚晴连忙收拾心情, 和孙悦两人迅速收拾现场, 将血狐尸体放入储物袋。 空气中血腥味越来越重, 再不抓紧时间, 这些血腥味极有可能引来更多的妖兽。 又收拾地上陈旺和胡浩江的肢体, 与他们的储物袋。 法器单独放入一个储物袋中。 快走, 我们去山坡顶那边。 三人一前一后, 往山坡顶赶去。 等到了山顶, 三人皆愣然。 诸位, 竟然不在原处。 地上, 多了几滩血迹。 诸位的法器, 那把土黄色的大宫, 在旁边挤杖远的地方。 大宫的卧柄之处, 之外,周围还多了一些脚印。 第145章, 血狐的埋伏。 看到这些脚印, 苏雅琴倒吸了一口冷气, 低声道, 附近还有血狐, 快走。 宁峰也看到了脚印, 这些脚印和方才那几头血狐一样。 看来这个血狐群, 不止五头血狐。 之前这五头血狐在灌木丛中栖息, 极有可能是在等待其他血狐。 而此刻, 其他血狐应该是回来了。 他们看到同伴失踪, 自然寻着气味四处寻找, 然后发现并解决了诸位。 赶紧逃! 三人几乎是同样的想法, 也几乎是一起转身, 开始往来时的方向跑去。 但是, 已经迟了。 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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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 四道血红色的身影, 从三面的灌木丛中掠出, 迅速往三人围了过来。 其中两头血狐, 一直潜伏在前方一点的位置, 现在开始从二十丈左右远的位置, 缓缓走过来。 另外两头, 则在左右两边。 四头血狐, 步步紧逼, 逐渐对三人形成了半包围之势。 这些血狐很聪明, 他们知道诸位受伤, 肯定会有人回来寻他。 就先杀了诸位, 然后便在一旁灌木丛中隐秘, 等其他人回到, 再直接围攻。 已经制动, 非常冷静。 三人中两个炼器六层, 一个炼器五层, 对面, 则相当于四位炼器七层。 哪怕在宁峰眼里, 都觉得双方实力有些悬殊, 难以匹敌。 苏雅琴和孙月脸上更是凝重, 在他们眼中, 三个人就只有一名炼器六层, 根本无法直接与四头血狐抗衡。 狩猎队和妖兽作战, 一般都是依靠团队的配合, 尽量出其不意, 进行偷袭秒杀来获得胜利。 很少会出现这种正面应对应对抗的局面。 不过, 他们都是狩猎多年的修士, 此时并没有方寸大乱, 而是思索应对之策。 四头血狐, 缓缓变换位置, 斜着走近。 他们并不急于进攻, 反而是慎重无比。 正在仔细观察三人的站位, 希望寻找出最大破绽, 力求一击而重。 孙道友, 明道友, 我们先发制人吧, 一起合力攻左边那只血狐吧。 苏亚琴目光迅速扫过四头血狐, 发现左侧那头血狐似乎体型小一点, 战力或许不强。 单挑或者群战, 肯定耗不过对方四头血狐。 唯有合力, 一一击破, 才可能会寻得一线生机。 孙悦皱皱眉头, 没有说话, 不过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他感觉知道苏亚琴这个应战方案非常不合理, 可是他自己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苏亚琴又转过头望着宁峰, 目光中歉意更深, 他原本是好心带着宁峰出来发点小财。 可没想到, 这一次很可能直接成为宁峰的最后一次狩猎。 当然, 也可能是他自己最后一次狩猎了。 宁道友, 福禄别省着, 今天这一关, 咱们希望不大。 宁峰一直在留意四头血狐, 此时听到苏亚琴的话, 方扭过头。 直接问道, 苏道友, 要不你和孙道友, 先挡一挡另外三头血狐, 如何? 我一人去对付左边那头。 什么? 孙岳和苏亚琴差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苏亚琴知道宁峰站立还算可以, 但在他心目中, 宁峰始终是一个小年轻。 在长生巷里一起巡逻的时候, 宁峰一开始表现非常优秀, 让人很惊艳。 但随着时间推移, 很多邻居觉得宁峰也就是那么一回事。 之前杀吕陶, 杀杰修, 不过是他运气好罢了。 苏亚琴不知道宁峰到了后期, 刻意低调了, 他不想过于险于人前, 已经极少主动杀敌。 而孙岳也吃惊, 一个炼器五层居然敢说这种话。 别再犹豫了, 就这样决定吧。 宁峰看到前方的两头血狐已经开始抬起脚了, 似乎准备加速过来。 手一翻, 逐拳断弹出, 直握住刀柄。 经过方才在林中的观战, 宁峰明白了为什么与妖兽对阵时, 狩猎队的几个人都没有御剑或者御刀逃离, 因为根本没有太大作用。 首先炼器七修是御剑速度有限, 根本低不过妖兽的速度。 妖兽移动起来, 实在是太快了。 再者, 御剑的距离限制并不是磕几枚负灵丹就能解决的。 妖兽体力旺盛, 它甚至可以在地面上一路跟着你奔个几十里地, 直到你灵力耗尽落下来。 若是遇到会飞行的妖兽, 那御剑很可能死得更快。 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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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 就在三人目光对视这一瞬间, 四头血狐不约而同地一起行动了。 他们天生强大的战斗基因, 让他们知道此时便是最好的进攻时刻。 四道红色蟹影向四把利剑, 从地面四个方向一起刺了过来。 苏亚琴和孙悦还没来得及拒绝宁峰, 剑状只能按照宁峰说的去做。 他们一人仰起狩链, 一人挽起剑花, 外三头血狐。 而宁峰也朝着左边那头血狐飞跃过去。 人在空中, 刀光已经浮起。 狂! 竹拳段似乎久未逝血, 异常欢快。 秋月无边。 这一招基础刀数, 非常适合现在的战局。 一道刀光, 低空扫出, 带起一路尘土杀碎, 卷向左边那头血狐。 果然, 血狐看到刀光如一根银线, 横着十多杖藏在地面扫过来, 就立马一跃, 准备跃过, 避开这道刀光。 此举, 正中宁峰下怀。 啪一声, 符文泛起。 宁峰用这一招, 就是为了逼这头血狐跃起。 跃起后, 他的身形无法在左右移动了, 而落在的位置, 很容易判断。 符文渐变, 地锥渐成。 红色符文一圈圈, 排成一列列。 说说! 就在雪狼跃起后落地的瞬间, 十二根地锥如竹笋般破土而出, 刺在这头血狐身上。 鲜血四喷, 地面瞬间被染红, 血狐如被定格般, 永久地悬浮在了空中。 不过他仍未死, 只见他似乎憋着一口气, 鲜血开始凝聚起来。 若是诸位在这里, 便能看出这头血狐准备施展血甲树了。 血甲树若施展成功, 说不定他还能强行脱离这些插在体内的地锥。 但宁峰怎么可能如他所愿? 看到血气开始凝聚, 宁峰就心知不妥,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刺出一刀。 刀锋呼啸, 如吹哨子般尖锐。 血狐的脑袋, 被刺了个对穿。 寿命, 十六六六岁。 在看到面板寿命一览闪过之后, 宁峰已经确定血狐死亡。 他头都没回, 直接寄出一张御风符, 身子急退, 冲向另外三头血狐。 因为一息之前, 身后传来了惨叫声。 叫声急促, 虽然宁峰分辨不出是谁。 但可以肯定, 孙月和苏雅琴中, 必有一个人被那三头血狐袭中了。 第146章 69高龄 空气中, 血雾一阵一阵, 被风吹得四处飘散。 宁峰转身, 一阵血雾正好袭来, 扑在他的脸上。 那种欣慰, 让他有些反胃作物。 透过空中的那团血气, 宁峰看到三头血狐 正在疯狂袭击孙月和苏雅琴。 虽然才几夕时间, 但两人皆已经受伤。 三头血狐几乎用尽全力抓向两人。 双拳难敌四手, 何况实力还有如此大差距。 有一头血狐专门攻击苏雅琴, 他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甚至连周旋都弹不上, 只能不停地后退。 他已经被虎爪击中, 整个后背血淋淋的, 有些部位还能看得见骨头, 惨不忍睹。 而远处的孙月则更惨, 因为血狐感知他的攻击力量比较强, 一上来直接就是两头血狐合攻塔。 他身上的猎桩已经被血狐撕破大半, 露出了将近半个身子。 方才发出惨叫声的, 应该是孙月了, 因为他左大腿似乎被扯下来了一大片肉。 那片肉挂在腿上, 随着他的移动而左右晃动, 鞋被甩得到处都是。 啪。 此时, 孙月抬手祭出一张谢力符, 继续挡住血狐的进攻。 凝峰健壮, 心里已经有数, 直接一刀捅向正在攻击刷苏雅琴的那头血狐。 那头血狐此时正扬起爪子, 准备拍向苏雅琴。 眼看苏雅琴是无论如何都躲不过这一击了。 这一刀, 凝峰没有在藏桌, 以炼器六层的实力全力出击。 血狐听到身后, 响起如吹哨子尖锐的风声, 知道有人偷袭, 慌忙侧过身子。 苏雅琴趁此机会, 顺势在地上一滚, 总算捡回一条命。 开山术! 凝峰左手的食指几乎同时弹出, 一道流光飞速即发, 朝着血狐的身体蹦去。 血狐一爪子拍过来, 顿时空中血影重重。 他准备以弓为首, 用蟹爪的攻势去化解宁峰这一招开山术的攻势。 不过小城境界的开山术, 威力又启示他想象。 一波蟹爪接踵袭来, 和开山术的流光相撞, 发出巨大的响声。 空气中, 红色白色, 悬光不断闪耀。 嘣一声。 最终, 血狐仍被震退了两步。 血狐也吃了一惊, 立即转过身子, 开始正面对付宁峰。 他能感觉得到, 这个红衣人, 实力比那个女人高出许多。 而苏雅琴滚到一旁, 缓过气后, 正准备爬起身帮宁峰, 刚好看到这一幕。 他呆了一下, 又扭头看了看左边, 这才发现, 左手边那头血狐已经被地锥插着, 横在地面上。 苏雅琴顿时明白过来, 宁道友, 之前应该是藏桌了。 宁峰的眼睛, 余光看到苏雅琴竟然在这种时候发愣, 低喝道, 还愣着干什么? 你去帮孙道友抗一下, 这里交给我。 苏雅琴这才醒悟过来, 狩链一挺, 直接抽向孙岳右边的血狐。 宁峰继续一刀接一刀, 全力斩向面前的这头血狐。 只要孙岳和苏雅琴那边能顶住, 他有把握将这头血狐斩于刀下。 但这头血狐并不弱。 他挥出一双血爪, 和宁峰站得有来有去。 虽然, 他明显落了下风, 但宁峰若想凭着刀法直接斩杀他, 恐怕短时间内也非一事。 不过很快, 宁峰就找到了一个机会, 虚晃一招, 斩向血狐的右侧, 然后左手迅速甩出地锥幅。 他计划将地锥幅的范围, 设在血狐的左侧。 血狐若要避开, 他这一刀, 只能闪到左边。 这样就正好落入地锥的范围内。 果然, 血狐中计了, 看见宁峰一刀朝着他右边砍来, 便本能地往左边一跃。 而此时, 红色圆圈符文列出, 地锥直接破土而出。 刷刷刷! 落地后, 没有直接落在地锥攻击范围内, 而是落在了地锥范围的边缘。 只有一根地锥, 捅在血狐的身上, 笔直地插在血狐的尾巴中端。 血狐感受到了剧痛, 一声低吼, 然后回头一看。 随即极其果断地挥起利爪, 将自己的尾巴, 齐根抓断。 接着往前一跃, 在空中抡起红爪, 再次疯狂袭来。 宁峰身子暴退, 同时左手一扬, 扔出两张福禄。 这次, 另外一张, 还是地锥符。 方才血狐跃起的力量, 他看在眼里, 这一次, 射下的地锥范围, 宁峰特意放远了一丈多的距离。 空气中, 蓝色符纹与红色符纹同时泛起。 谢力符化成幻盾, 挡住了血狐的攻击, 而十二条地锥, 再一次破土而出。 搜搜搜! 这次, 至少有七八根尖锐的地锥, 插在这头血狐身上。 鲜血顿十四箭, 有了上次的经验, 这一次, 宁峰根本不给机会血狐施斩削甲术。 直接出刀。 刀光斩下, 挂在地锥上的血狐, 立即被一分为二。 基础刀法, 熟练度加一。 寿命, 十六六七岁。 成了。 啊! 此时, 一旁又传来惨叫声。 这次是苏雅琴的声音。 宁峰扭头一看, 只见孙月已经坐在地上了, 不过他手中的剑仍然在不断攻击, 试图挡住血狐上前。 而攻击苏雅琴的那头血狐正在人力而起, 双足称帝, 右掌正扯着苏雅琴的左手臂。 而苏雅琴则用兽链狠抽着血狐, 血狐还在躲闪。 但苏雅琴这种泼妇般的攻击, 根本不会给血狐造成任何伤害。 下一秒, 血狐就会直接撕碎他整条左臂。 宁峰左手继续拍了张符录, 没有符文。 随后身形一闪, 无声无息就跃到那头血狐身边。 回到! 刀光极其晦暗, 远没有平时那么耀眼。 这是隐身符带来的效果。 血狐正欲发力, 撕下苏雅琴的左臂, 完全没有察觉到身边居然多了一个人。 就连苏雅琴也只觉得眼前一晃。 他感觉似乎有个红色身影, 在旁边快速闪过, 还有一把刀, 然后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苏雅琴这一刻, 似乎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力量, 强制自己不再去想这个红色的身影。 刀光一闪即逝, 血狐其腰断为两截, 下半身落在地上, 上半身也开始滑落, 但他依然紧紧扯着苏雅琴的左臂。 而且, 似乎还在用力。 接着, 孙悦也觉得眼前一花, 感觉到一个人在靠近他。 不对, 是在靠近他面前的血狐。 噗! 似乎一道刀光直入, 捅在了他面前血狐的身体内。 接着, 孙悦就看到血狐腹部, 多了一个扁肠的血窟窿。 随后, 孙悦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只觉得眼前竟是一片红色, 还闻到了血腥味。 因为, 他此刻是坐在地上, 胡血狂喷而出, 全部建设在他的脸上。 苏雅琴在一旁看着两头血狐倒地, 愣了一下, 想起来了, 方才的红色身影, 应该是宁峰。 第147章, 狗活与争生。 基础刀法, 熟练度加一。 基础刀法, 熟练度加一。 寿命, 1669岁。 宁峰发现, 隐身符用来在混战中辅助偷袭, 效果非常好。 现在他有些庆幸当初买下这本 冷门符路摘要了。 如今杀敌, 他用地锥符和隐身符的频率 越来越高了。 而这两种符路, 皆出自此书。 若只凭刀法, 与这三头血狐周旋, 宁峰觉得, 今天未必能全身而退。 宁, 道友, 此番多亏有你。 岁月脸上多了一些激动, 他本已经打算, 拼着修为禁尸的风险, 随时使出秘书自救了。 方才那种局面, 能苟活下来, 已是万幸。 岁月从来没想到 还能扭转局面, 而这一切都是宁峰的功劳。 就算说宁峰是他的救命恩人, 也不为过。 苏雅琴则摊在地上, 没有说话。 大恩, 不言线, 你们伤势如何? 我们要收拾东西, 尽快离开了。 宁峰看到他们受伤颇为严重, 目光充满忧虑。 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人还没受伤, 若是还有雪狐继续现身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同时, 他有些后悔, 为何当初不抽时间出来, 画上几张羽灵符呢? 羽灵符是一种治疗体伤的符禄, 也是冷门符禄摘要, 中记载的符禄。 寄出羽灵符后, 周围区域就会下一场淋雨。 淋雨能快速疗伤, 而且还是群疗。 虽然雨狱范围不大, 但只要被雨灵淋到, 雨狱内受伤的人都能恢复于五成伤势。 只不过, 宁峰一直觉得这种符禄的使用机会并不多, 所以一直都没有学化此符。 可如今这种情况, 雨灵符正好能派上用场。 我没有受到什么内伤, 就是后背这些伤。 听到宁峰问起, 苏雅琴赶紧回答道。 不过从他的表情来看, 宁峰觉得他在撒谎。 苏雅琴在血狐面前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肯定多少都受到一些内伤。 只不过他性格好强, 硬撑罢了。 孙月看似伤势严重, 大腿整块肉都被撕开垂下来, 但反而没有受到太大的内伤。 不过孙月和苏雅琴两人经久狩猎, 身上自然被这各种治疗的药物。 他们迅速翻出药丸, 服用下去, 然后互相给对方包扎一下伤口。 整理完毕, 三人将四头血狐收入储物袋, 又将诸位那把大弓收好。 最后将那段血淋淋的残壁包了一下, 也放入储物袋中。 随后三人弯着腰, 迅速躲入了前面的灌木丛林中。 在灌木中俯下身, 又观察了一会小山坡附近的情形。 直到没有发现血狐或者其他妖兽出没, 三人才起身, 准备出灵。 如今这种情况, 自然无法继续狩猎了。 三人目的一致, 尽快回城。 不过由于苏雅琴和孙月受伤, 行动都极为不便。 所以一路上, 凌峰在前面开路, 两人在后面相互扶持着, 绕过许多疑似有妖兽弃身的地方。 差不多花了两个时辰, 终于回到城内。 孙道友, 你这伤势都在脚上, 回家也没人照顾你, 低头看了看自己大腿, 沉默片刻, 点头道, 那就叨扰苏道友了。 他和苏雅琴一样, 在城中一人独居, 也没有家人。 一个女修若是受伤了, 诸多不便。 和苏雅琴一起搭伙, 哪怕是轮流修炼疗伤, 都会安心许多。 天色已尽黄昏, 三人直接往长生巷走回。 一路上的修士, 看到两名女修满身是血, 皆是摇头不已, 再留意到他们身上的猎妆, 却又见怪不怪了。 狩猎, 受伤本是家常便饭, 就算陨落, 也不足为奇。 很快就回到长生巷。 你们先回屋休息吧。 一会我让人送些饭菜过来。 在苏雅琴院子前停下, 凝峰转过身, 对两人道。 那就有劳宁道友了。 孙悦一边道谢, 一边从怀中取出两个储物袋, 交给凝峰。 这些是血狐尸体, 交给凝道友处理吧。 苏雅琴的储物袋装不下这么多血狐尸体, 孙悦帮忙装了几具狐尸。 他认为, 今天若没有凝峰, 整支狩猎队绝对会全军覆没。 所有功劳都应该由凝峰来分配。 苏雅琴也点了点头, 他非常赞同。 他也取出怀中的几个储物袋, 递给凝峰。 这些东西, 宁道友看着处理便可。 储物袋到时候还给我就行。 诸位的残壁和大功, 他则留了下来。 毕竟诸位是有道理的, 苏雅琴打算等伤势好一些了, 便将这些东西还给他的道理。 尸体肯定是没有了, 血狐已经吞噬了诸位大部分身躯, 就剩下一条残壁, 交回他的道理, 或许为他立一个衣冠种时, 有物可入恋。 至于陈旺和胡浩江, 他们加入苏雅琴的狩猎队只有两年, 苏雅琴对他们的情况不是很熟悉, 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 所以, 陈旺和胡浩江的遗物, 苏雅琴也全部交给了凝峰。 结果两人的储物袋, 凝峰也不多言, 转身回到自己院子。 公子,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二女看到凝峰的法袍上全部是血迹, 满脸惊慌, 放下东西跑过来问道。 凝峰这才想起身上满是血糊的血迹。 寄出了一张清洁符, 对法袍清理了一番。 做好饭菜后, 送一些过去十四号院子, 两个人的量。 凝峰吩咐二女做多一些饭菜后, 便一个人坐在桌前。 然后从储物袋中取出一瓶灵酒, 一边独针独饮, 一边感慨万分。 她的第一次狩猎, 原本以为要在林中待个三五天, 没想到竟如此草草收尾。 这只狩猎对入林后不到三个时辰, 便已经舍了三人, 还有两人受伤而归。 狩猎, 果然是危险活。 不过, 凝峰没有后悔加入这一次狩猎。 因为, 她的收获颇丰。 首先, 这次狩猎知道了, 杀妖兽也是可能增加寿命的。 凝峰打算日后就按这个方向去实现自己长生之梦。 其次, 和血妖对战几轮下来, 凝峰感觉自己的临场实战能力, 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能发现自己的不足, 其实就是一种进步。 比待在家里坐紧关天, 墙上许多。 至少可以慢慢修正自己的短板, 提高临场战斗能力。 而且战斗的本身, 也是一种难得的经验。 另外最重要的, 在血狐身上, 凝峰学习到许多东西。 血狐的团队配合, 站位选择, 还有进攻前的谨慎。 以及出手之后的杀法果断, 冷血, 全力而赋, 都给凝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那头为首血狐落入陈旺网中后, 他那种义无反顾, 激发天赋秘术, 力求绝境反击的气魄, 更是让凝峰有所领悟。 修行并非一味狗活, 而是因主动争生, 应该像泄狐那般。 生存机会都是争来的。 那头为首血狐若不是倒霉遇到凝峰, 几乎可以逆转整个战斗局面。 没有凝峰, 最终胜利的一定是血狐区。 长生仙族, 从小服尸开始。 第148章 土盾隐秘法 公子, 我们以为受了要去好几天, 没想到你今天就回来, 所以我们早用过饭了, 你自己慢慢吃吧。 二女很快端上了饭菜, 然后又军出了一部分, 送往苏家去了。 凝峰一天没进食, 早已鸡肠鹿鹿, 一个人在桌前直接就着灵酒开吃, 或许是习惯了灵酒的缘故。 凝峰感觉今晚喝灵酒, 反应没有昨晚那般大了。 酒中的灵力并未减少, 无需刻意停下来运气, 去融合那些酒中灵力。 而是一边饮, 一边微微运气, 进行引导便可。 凝峰一直认为, 酒量其实都是炼出来的, 灵酒也是如此, 喝多了, 身体也就习惯了。 若是唐英如饮多几次灵酒, 想必也不会轻易醉倒。 凝峰不由想起, 唐英如昨夜醉酒的样子, 抬头望了一下隔壁院墙, 不知道今晚唐英如有没有闻到酒味。 就算闻到, 恐怕她也不敢再过来了吧。 饭菜吃足, 一瓶灵酒下肚, 凝峰已经有些飘飘然。 二女送完饭菜去苏家后, 回来立即烧水, 给凝峰泡澡用。 泡完澡后, 凝峰回到自己屋内, 掏出两个储物袋, 是陈旺和胡浩江的。 抹除神识印记, 探入翻查。 两个储物袋加起来, 估计有近百块零食。 凝峰没有仔细清点, 她目标不是零食。 翻了一会, 终于在两个储物袋中 找到三本秘籍。 五周拳法, 镇齐的制作工艺, 木灵术。 简单翻读了一下, 这三本秘籍, 凝峰有些失望。 她今日在林中看到陈旺 与胡浩江二人逃走时, 所施展的身法, 看上去都很不错。 所以, 凝峰就想着, 他们的储物袋里面, 有没有类似的青森术秘籍。 这本, 木灵术, 就是青森术。 陈旺在逃离困兽阵的时候, 施展的就是这门法术。 但很可惜, 是木系的法术, 不服凝峰的土系属性。 经过今天的狩猎, 凝峰觉得自己, 目前最大的短板, 应该就是身法了。 幼狐的时候, 由于没有青森术, 凝峰几乎全程都靠御风符续命。 前后耗了十来张御风符, 其中还有一张中品。 算起来, 这些都是零食。 但若有身法方面的法术, 不仅省许多零食, 安全性和机动性也会大大提高。 毕竟俘虏总有用完的时候。 一个修士不懂轻身术, 在战斗中是很吃亏的。 因为在战斗中需要不停地变换位置, 躲闪敌人的袭击, 甚至移动身形, 出其不意地攻击对方都离不开身法。 缺乏身法的辅助, 就算刀法和俘虏再厉害, 也难以发挥到最高威力。 凝峰想起昨日摆滩时, 收到的那本土细秘籍。 土盾隐秘法, 他一直没有时间详细看过。 当时二世纪的粗粤也只是看个大概, 只知道这是陶盾的法术。 从储物袋中找到那三本秘籍, 摆在桌上。 一共三本, 金红刀术, 土盾隐秘法, 搜魂斩。 凝峰翻开, 土盾隐秘法, 从头到尾, 戏跃一变。 发现这门土盾隐, 和寻常的青森术大不一样。 青森术, 是利用自身灵力, 让身体产生位置变化, 和速度变化。 而这门土盾隐, 不仅需要利用自身灵力, 同时也需要借助外力, 来达到移动和速度的改变。 土盾隐需要借助泥土, 说白了, 离不开地面。 和地追覆一样, 离开地面, 就玩不转。 看上去, 条件颇为狗克, 似乎有局限型, 但在实用性上, 却远超青森术。 青森术施展百来西后, 修饰可能就会出现灵力消耗, 从而导致身法缓慢。 土盾隐却无需太多灵力支持, 就算连续施展一个时辰, 也不会出现灵力不支的情况。 而且土盾隐可以随着修饰的境界提高, 威力不断增强, 几乎可以一直修炼到助击境界。 青森术则不一样, 青森术修炼到某种程度了, 便很难再有进步, 需要更换更高级的青森术。 不过, 土盾隐也有缺点。 它需要长期修炼, 短期内见效不明显, 不像青森术一样, 修炼几天便可以随意上蹦下跳。 算了, 凌峰只觉得困乏无比。 今天不断奔跑, 沙狐, 身体也疲倦不堪了。 将几本秘籍放入厨袋后, 便呼呼入睡。 一日起床, 天已经大亮了。 二女正在桌前忙活, 看到凌峰出来, 叶银便叫道, 公子, 我们做了几张扶皮的成品出来了。 你要不要看看? 扶皮? 凌峰愣了一下。 随后, 想起前日二女在捣过那些兽皮, 说是准备制扶皮, 当时她也没放在心上。 走到桌前, 上摆着一块已加工过的兽皮。 旁边则叠着十来张已经切好的皮, 大小和凌峰平时画的扶皮差不多。 这就是你们制的扶皮。 凌峰皱眉, 用手指夹起一张, 放在掌中, 翻来覆去看了一下。 切得还挺整齐, 不过由于加工流程不够正轨, 这张扶皮的韧性似乎差了些。 回弹性不好, 画幅后, 若存放时间长了, 效果会有轻微下降。 而且扶皮表面的兽皮毛孔, 处理得也不太好。 这种情况会导致画幅时, 墨水的流向会受到一些影响, 有可能发生偏移, 甚至不到位。 凌峰看了几张, 皆是如此。 这种扶皮若是放到方式里, 凌峰不会考虑买, 他如今已经看不上这种档次的扶皮了。 但对于那些收入不高的低阶扶尸而言, 这种扶皮已经算是高端货。 凌峰知道还有很多人, 再用不得料扶纸画扶。 而且, 二女制出的这些扶皮, 其实跟保龄堂那些普通瘦皮制成的扶皮, 卖箱上相差不太大。 凌峰点了点头, 还可以, 能用。 他说的是实话, 因为二女用的原材料, 是他前段时间在长生像杀的那些兽宠的皮。 这些普通瘦皮自然没有妖兽皮, 或者凌峰目前再用的合成兽皮来得高档。 真的吗? 二女眼中立即露出欣喜, 他们很担心弄了两天的扶皮, 最后沦为废品。 凌峰道, 自然是真的, 但这样制扶皮颇废时, 还不如直接去方式买来的方便。 秦雪笑道, 公子, 反正我们闲着也是闲着, 前些十日晒干的兽皮, 估计可以做两千张呢。 什么? 这么多? 凌峰文言吓了一跳, 他记得一共就几只野兽而已, 而且体型也不算特别大。 没想到他们的兽皮, 居然能做这么多扶皮出来。 在保龄堂买的扶皮, 一块零食, 只有一百多张。 第149章, 婢女的扶皮。 你们看一下, 这张兽皮, 能制多少扶皮出来? 凌峰沉吟了一会, 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张兽皮, 放在桌上, 望着二女问道。 二女将兽皮摊开, 认真比划了一番, 两人又嘀咕商量了几句, 这才回道。 一张这样的兽皮, 若是不计较部位, 表皮和理皮都全部制成扶皮, 可以做三百多张。 凌峰听完, 直呼亏了。 她摆摊时, 卖出十张普通兽皮, 一块零食一张。 若是给二女制成扶皮, 这些兽皮产出的扶皮价值, 肯定不止一块零食。 在保龄堂, 若是买三百张这种普通兽皮, 也不止一块零食。 唐古储物袋里, 那四十多张兽皮, 已经卖出十张。 还剩三十张左右。 三十张兽皮, 可以制成一万张扶皮了, 比百摊卖出, 要来的划算。 算下来, 相当于直接赚了十多块零食。 凌峰将储物袋中, 剩下的那三十张兽皮, 全部取出, 放在地上。 这些兽皮, 就交给你们。 空闲的时候, 就制成扶皮。 二女看到凌峰一下, 取出这么多兽皮, 也忍不住择舌。 公子, 这些是昨日狩猎的兽皮? 叶银好奇问道, 一旁的晴雪笑道, 这些兽皮, 一看就是晒干许久的, 怎么可能是昨日狩猎的呢? 对。 凌峰一拍脑门, 昨日狩猎的九头血狐尸体, 全在他的储物袋中。 一阶妖兽的兽皮, 若是制成扶皮, 品质应该不会太差才对。 何况, 血狐体型非常巨大, 一张狐皮, 比地上这些普通兽皮要大许多, 制出的扶皮绝对不止三百张。 我出门一趟, 你们在家待着。 交代二女, 凌峰便准备出门。 她原本就是打算, 今日去处理这些血狐尸体。 方氏里很多兽皮店的门口, 都挂着回收妖兽的牌子。 先去探探行情, 若是价格合适, 就全部处理掉。 否则就卖给妖兽肉店铺, 让他们把皮给包下来, 肉卖掉, 皮拿回来给二女制成扶皮。 出了院子还没走两步, 却听到一旁支的一声。 唐音儒的院子门, 此时正好也打开了。 凌峰扭头, 便看到唐音儒正推开门, 低头脉步准备跨过门槛。 唐仙子, 出门啊。 宁峰笑着, 打了个招呼。 唐音儒一抬头, 发现是宁峰, 赶紧又把头埋了下去, 娇脸上立即飞红饭飞。 宁道友, 早。 我正准备去方氏了, 好久没开门了。 他在方氏的镇法小店, 自从张陵两家开战那日起, 就没有营业过。 那就巧了, 我也正好去方氏, 一起走吧。 嗯, 那好。 两人并肩同行, 往方氏方向慢慢走去。 宁峰身披红色法袍四血, 唐音如一袭白衣如雪。 两人相貌又尤其出众, 虽然年龄上有些小偏差, 但走在街上却是急惹眼。 红尘有句话, 只限鸳鸯不羡险。 但神兴街如此契合的一对仙女, 又如何不叫人羡慕。 两人一路走, 唐音如一直低着头, 全程几乎是宁峰一个人说, 他则时不时恩两声。 眼看方氏就在前头, 宁峰觉得是时候表个态了。 唐仙子, 那晚宁某有些冒犯, 但当时的情况, 唐音如听到宁峰提起前晚的事, 再也忍不住。 他顿住脚步, 身子有些轻颤, 脸上更是红潮狂勇。 前晚之事, 他并不是饮醉酒, 而是被灵力冲击经脉, 全身无法动弹。 灵气不能运转, 肢体不听使欢, 导致他看上去就像晕了过去。 但是, 他并非没有意识, 更非没有知觉。 那晚的事, 从秦雪扶他进屋以后, 所有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 很多细节他甚至比宁峰还要清楚。 宁峰前前后后, 折腾了近半个时辰, 他也知道。 在丹田还没扩散, 体内灵力得到疏导的时候, 唐音儒的肢体就可以动弹了。 但那个时候, 他只能装作晕过去, 动都不能动, 很无奈。 既要忍受境界突破后不稳带来的痛处, 同时也要忍受任人摆布。 说实话, 很难。 但他熬过来了, 最终迎来了突破, 唐音儒自己都感觉有些愉悦。 他已经分不清究竟是突破境界给他带来的愉悦, 还是其他一些东西。 总之, 挺愉悦。 您道友, 我都懂, 此事日后不必再提。 唐音儒最后低声说了一句。 宁峰一愣, 不必再提。 他原本还想问唐音儒, 今晚有没有时间大家约一起修炼的。 如今就不好开这口了。 唐音儒的样子似乎不想提这件事。 您道友, 我到了, 你自便。 两人其实还没到方式, 不过唐音儒匆匆说了一句, 就自己走开了。 唐音儒离开是因为他此时有些激动。 宁峰一提起这件事, 那些画面就会浮现在他的眼前。 他担心再待下去, 会失礼。 那件事, 他不但没有责怪宁峰, 反而心存感激。 没有宁峰的帮忙, 他那天的下场, 必然是单碎人亡。 现在不仅保全了性命, 境界也突破了。 还敢言罪于人吗? 看着唐音儒离去的背影, 宁峰苦密不得缘由, 最终摇了摇头, 也往方式内走去。 唐音儒突破练弃三层以后, 宁峰感觉他和之前不一样了。 似乎年轻了一些。 宁峰觉得自己可能是眼花了。 但唐音儒的气色确实好了许多, 脸上红彤彤的血气非常充沛。 这是身体很健康的表现。 道友, 买房吗? 城西有套院子, 三个房间住二十个人都没问题。 因为房主年纪大了要回老家落叶归根, 所以便宜出售。 仅需130块零食, 非常划算。 道友, 要不要考虑一下, 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宁峰境界提升, 伙食也改善了许多, 营养充足。 再加上穿着一件价值不菲的法袍, 身边又有美卷相伴。 整个人的精神器都非常足, 一看就像个富二代。 老早就被牙型的促销火计给盯上了。 现在看到宁峰一个人, 便上前兜售房屋。 130块零食。 宁峰记得城西的房子, 印象中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 以前觉得高不可攀。 但如今再看起来, 似乎也不是消费不起。 只是, 暂时还不需要罢了, 长生相, 挺好的。 走走走, 一边去。 不耐烦地赶走都受伙计, 宁峰进入方式, 直奔方式的西面。 因为, 法器铺与兽皮铺, 还有妖兽肉铺子, 都在那边。 第150章 谢狐换灵时, 妖兽皮在修仙界的用途甚广。 制服皮, 制法袍, 制法器, 几乎处处可用。 由于妖兽的天赋和性情有差异, 所以不同的妖兽皮, 所携带的功能属性都不一样。 用它们制造出来的法器, 法袍, 所产出的功能也各不相同。 像宁峰身上这件法袍, 是用变色龙的外皮, 融合入布料中, 最终制成法袍。 变色龙是二阶妖兽, 实力不高, 但天生擅长隐秘。 它们的外表, 平时看上去是通红色, 很扎眼。 但激发了隐秘的天赋后, 表皮的颜色, 会立即变成与周围环境一致。 这让它们可迅速隐移到周边环境中, 逃过敌人的追杀。 所以, 变色龙的兽皮制成法袍, 经过特殊加工后, 法袍也会附带上隐秘的功能。 走到方式西面, 一眼望去, 两侧都是大大小小的法器垫和兽皮专卖店铺。 宁峰打算先打听一下血狐尸体的回收价格, 然后再去地摊区那边对比一下。 能出手就出手, 这些妖兽尸体虽说放入储物袋内, 气味不会散出来, 也不会很快变腐烂。 但整天搁在怀中, 心里不舒坦。 老板, 血狐收不收? 直接寻了一个门口, 写着大量回收妖兽牌子的店铺。 宁峰钻进去, 直接就问。 进去后才发现, 这其实是一家专卖瘦肉干的店铺。 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子, 一脸横肉, 看着就像是屠夫。 瘦! 瘦! 怎么不收? 胖子正在整理着一盆已经晒干的妖兽肉干, 准备摆放到货架上, 看到有人进店, 上下打量了宁峰一番, 表情有些不悦。 宁峰衣着鲜亮, 模样年轻, 看上去也就十六七岁。 和平时到他店里售卖妖兽的狩猎修士, 差异甚大。 什么价格? 宁峰直接开门见山, 看货给价。 胖子也是生意人, 话不多。 宁峰掏出一个储物袋, 直接抹出印记, 递给胖子。 你看看, 他都懒得取胡诗出来, 骚位太大了。 胖子失恋气四层, 宁峰一进门就探查出来了, 抹去储物袋的印记, 是方便让胖子直接查探。 还要收着眼着? 怎么不直接取出来? 胖子立即警惕起来, 迅速升起一股气息, 想探查一下宁峰的境界。 但宁峰身上那件法袍, 轻易地将他的探查隔绝住了。 你把储物袋放桌上, 我看看货。 胖子指着一旁的桌子道, 探查不出宁峰的修为, 证明对方修为比自己还高, 他有些紧张。 等宁峰放好储物袋, 胖子这才小心翼翼地 放入一丝神识入袋。 只看一眼, 胖子便面露笑容。 道友, 这袋子内的两条血壶 回收价为四十块零十一条。 如何? 胖子看着宁峰, 双眼发亮。 这位少年储物袋里的两条血壶 体型巨大, 肉量非常多。 而且, 这两头血壶一看就知 刚宰杀梅多久, 肉质非常新鲜。 若能收下这两条血壶, 处理一番, 切出壶肉晒成肉干, 放在店内长期售卖, 利润至少能比成本翻上两倍有余。 行吧, 我先去买点东西, 回来再找你。 宁峰收起储物袋, 头也不回就出店了。 他只是来问价的, 问完就走。 胖子连忙喊道, 道友, 早点回来啊, 价格还可以商量。 宁峰又逛了几家兽皮店和法器店, 似乎价格都差不多。 看来, 妖兽作为这个世界比较大宗的野生资源, 在价格上非常的透明。 只要是卖给方氏里的店铺, 价格可能都相差无几。 绕了一圈, 宁峰来到了摆摊区。 上次他摆摊的时候, 记得这里也有妖兽肉摊。 果然, 很快就在地摊区内, 找到一块生鲜瘦肉零售区域, 横七竖八地摆着十多家肉摊。 因为妖兽的血气味道很大, 为了不影响其他摊位, 方氏便单独化出一小快递, 给这些零售售卖妖兽肉摆摊。 宁峰问了几家摊位, 这里的回收价格比商铺那边 要高出几块零食。 算下来卖给摊位, 可以多赚三十块零食左右。 道友, 怎么这么多血糊? 我零食不够。 和宁峰谈好四十三块零食 回收一头血糊的摊主, 看到宁峰拿出几个除物袋, 居然一共是九头血糊尸体。 他以为宁峰就只有两头, 两头的话才八十六块零食, 他拿得出来。 九头, 就吃不下了。 其他摆摊的摊主 早就一直在留意这边了, 此时健壮都围了过来。 这位道友, 我可以收一头。 我能收三头血糊? 道友, 我零食不够, 可以拿法器换吗? 九头血糊经过简单溢架, 受庆。 宁峰要求他们现场包皮, 糊皮他打算拿回去 给二女做浮皮。 血糊是妖兽, 他相信这种血糊皮制成的浮皮 品质绝对不差。 这些摊主原本就是专门 零兽新鲜的妖兽肉, 狐皮他们也懒得另外处理。 宁峰答应美头血糊绍收两块零食后, 他们也很乐意帮宁峰包下狐皮。 宫多手术, 没一会功夫, 宁峰储物袋中就多了九张新鲜拨开的狐皮。 摊主们各自付的零食, 共计369块。 以后闲时, 可以参加狩猎。 宁峰在离开摆滩区的路上, 心中暗喜。 猎杀妖兽, 可以增加兽源, 还可能增加收入, 这是一举两得的事。 不过宁峰并没有失去理智, 这次狩猎的钱看似来得快, 但付出的却是血淋淋的代价。 苏雅琴当时若是知道这个狐群, 居然有九头血狐这么多, 他肯定不会碰。 这一次意外, 没人能预判得到。 他以前的狩猎, 经常蹲了五六天, 才能寻找到一头妖兽, 运气不好的话, 甚至会猎杀失败。 一头一阶妖兽, 对于这种级别的狩猎队而已, 已经算是很丰厚的收获了。 一头血狐就能换四十块零食, 哪怕除去一些必要的开支, 每个队友还能分到五六块零食。 这在凤瑶城内, 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 难怪这么多修士, 明知狩猎有风险, 仍会选择加入狩猎队。 顺着人流, 宁峰从方式的东门, 出了方式。 附着手, 在方式外的店铺逛了起来。 这些方式周围的店铺, 蹭着方式的人流量, 生意大部分都很火爆。 一路闲逛, 渐渐接近凤瑶城的东城门。 东城门设了护卫队, 专门把守城门, 轮流直岗。 今日在东门直守站岗的护卫队员, 一个叫李道, 一个叫董城。 他们刚加入护卫队没两天, 今日轮到在门口站岗, 几个时辰下来, 两人都有倦意。 董城刚打了个哈欠, 突然感觉有一阵风从城门刮过, 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抬头看了看周围, 他有些纳闷, 这鼓风刮得有些突然。 老董, 对面的李道突然站直了腰, 朝着董方招手喊道。 啥? 董城问道。 方才, 你有没有看到一条红色的身影, 从城门飞过经过? 从城门飞过? 你是白天见鬼了? 哪有什么红色身影? 哦, 莫非是我眼花了? 李道难难道, 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只葫芦, 拔开筛子, 然后往嘴中直接灌几口酒, 接着倒出一些在手上, 擦了擦自己的眼睛。 第151章, 两灵石之筹 此时的凤瑶城外正值四月, 鹰飞草长, 四周翠葱。 城外大道的两边, 竟是绿油油的灵田。 灵田里的灵岁, 此时尚未成熟。 若是细心看, 便能发现有几位灵植夫, 正弯着腰, 在田间各处忙活。 城外的这条大道, 一直通向灵家在城外修建的出租区域。 顺着这条道, 再往前走几里地, 变到一大片树林。 道路两边, 竟是高高低低的树木。 到了这里, 道路便窄了许多。 这条临间路不时有修饰经过, 偶尔也有修饰受宠奔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太阳从天空正中, 终于慢慢地移到西边。 夕阳之下, 树木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而此时, 道上终于又有行人了。 有两道身影, 被夕阳拉得长长地印在地上, 由远而近走来。 他们是从出租屋区域那边方向而来, 似乎要往凤瑶城方向而去。 其中一位, 五十多岁, 身形稍胖, 不乏及其扶须, 一看便知是经常出入烟花柳巷之人。 另外, 一个人身形健壮, 尤其那一双手臂, 明显比常人粗壮了许多。 老河啊, 你给我说句实话, 你是不是搭上了江卫的那个小道旅? 胖胖中年人一脸吟笑, 看着另外一人道。 陈知事, 东西可以乱吃, 但话可不能乱说。 被称为老河的那位文言, 目录不悦, 与众心肠地道。 老江怎么说都是和咱们混了这么多年的老朋友? 他不幸遇难, 我伤心都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去干这种事? 哦, 真是如此。 陈知事故作惊讶, 笑道, 那老河我问你, 你最近为何老爱往老江的家里跑? 而且每次都是晚上去, 直至天亮才出来。 你, 你居然敢跟踪我? 老河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似准备发怒。 没有, 没有。 陈知事赶紧摆手, 嬉皮笑脸地解释, 老河, 你着急个傻。 你太见外了, 咱们是兄弟不? 你放心吧, 这件事, 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我绝对不会给告诉任何人。 再说了, 老江都死了, 兄弟们照顾一下他的小道理, 这不是好事吗? 对不对, 老河? 我是真心替你高兴。 老河脸色稍缓, 哼了一声, 似乎以默认陈知事所说的。 陈知事又将胖脸凑了过来, 猥琐笑着问道, 老河, 那小娘皮子的身材可不赖, 前凹后凸的, 你小子艳浮不浅。 老河没有答话, 但他的眼光泛空, 面前似乎浮现了一些画面, 表情也开始变得玩味起来。 他嘴角也不禁松动, 最终, 嘿嘿笑了几声, 那笑声中, 充满了猥琐与龌龊。 老河, 我说你下次能不能顺便带我一起去, 让兄弟也见识一下。 泽泽, 陈知事, 你这是打算横插一脚? 三块零食, 如何? 三块零食? 哼哼, 三块零食也想去见识。 陈知事, 你怕不是想女人想疯了吧? 三块零食, 你还不如去万红阁。 五块, 怎么样? 五块也少了, 你储物袋里这么多零食。 老河, 你想啥? 这些零食是房租, 一会, 还要上交到内务堂的? 你想都别想, 两人顺着零间小道一路走, 一路猥琐地交谈着。 他们全然没有注意到, 右侧的小树林里, 有一道若隐若现的红色身影, 正迎着夕阳, 飞速往他们的身后掠来。 谁? 老河似乎感觉身后有一场, 猛然回头望去。 然而, 什么都没有。 这条零间小道, 连一个人都没有。 唯有自己的身影, 被夕阳照映, 投射在地面上, 影子被拉得长长。 不, 老河听到一个响声, 那似乎是力气滑破空气造成的风声。 而且听着声位, 应该是从身后传来的。 老河心里有点慌, 想扭头回来看个究竟。 但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头, 好像不听使唤了, 根本转不动。 随后他就惊讶地发现, 自己投射在地面上的影子, 似乎有一个圆形的东西, 在飞速脱离其他部位。 那是自己的头颅。 头颅在空中飞快旋转, 老河的眼睛也跟着旋转。 在生机完全消失之前, 他看到了自己的身体。 他的身体, 还在地面上立得稳稳地, 保持着方才的姿势。 旁边, 则站着一个红衣人, 他的模样, 老河看不清楚。 但感觉, 此人似曾相识。 基础刀法, 熟练度加一。 寿命, 十六七零岁。 宁峰看着何松的头颅, 飞旋着滚入了右侧林中。 然后才回过头, 望着陈直逝, 陈直逝, 别来无恙。 你, 是。 陈直逝此时也看清楚了, 面前这位刀客的模样。 他认出来了, 这是当初城外小土屋子那位少年租客, 当初坑了他两块零石, 是那位废物。 可惜陈直逝忘记了他的名字。 就算记得, 他也喊不出来了。 因为宁峰已经将刀捅入了他的心口。 陈直逝, 你当初有没有想过, 扣了我两块零石, 有一天会用命来还。 这是陈直逝意识模糊之前, 最后一句听到的话。 基础刀法, 熟练度加一。 寿命, 十六七零岁。 陈直逝的尸体还没倒地, 宁峰已经收起竹拳断, 直接将他的尸体和何松的尸体提了起来, 然后飞奔入林中深处。 这片小树林, 他很熟悉。 在这条林中小道, 他曾经遇到杰修, 也曾埋过尸体。 快速将两人的储物袋搜出, 又捡了何松的头颅回来, 放在一起。 随后, 掏出化石粉, 往尸手上倒了小半包。 子吱吱。 粉末遇肉血, 立即焚烧沸腾, 尸体很快就化成一滩黄水, 渗入了地底。 明天日出之后, 这里就会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蹲在林中隐蔽处, 注视着道上, 等到一切无异常后。 宁峰才绕过林间, 从林天区的另外一侧, 往凤窑城城门走去。 此时黄昏将近, 夕阳无比艳红。 而在城门守卫直岗的人, 早就换了。 站在城门岗位的, 也是刚加入城内护卫队的新队员, 鲁山和黄天木。 夕阳照在眼睛上, 黄天木感到有些不适, 真想揉揉眼睛。 突然, 感觉到一阵风, 似乎从身边刮过。 他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随后将刚换上, 还不太合身的护卫队服衣领子, 紧了一紧。 而他对面的鲁山, 则在四处张望, 表情也有些呆然。 半想后, 老黄, 怎么了? 老鲁, 你有没有感觉到, 方才似乎有人经过? 你上岛前, 吃饭没有? 吃了? 你呢? 几个菜? 两个, 不对? 你怎么问这个? 两个菜, 就能喝成这样? 第152章 身家5000块 入了城, 宁峰再次从方式东门进入方式, 又刻意地在方式里绕了一圈。 顺道看了一下唐英如的阵法小店, 发现已经关门了。 这才从方式的北门出来, 直接往长生巷走去。 回到长生巷中, 经过苏雅琴的院子时, 停了下来。 敲门。 很快, 苏雅琴就把门打开了。 宁道友, 快请进来。 看到是宁峰, 苏雅琴有些意外, 连忙请宁峰进入院子。 伤势如何了? 宁峰打量了一下苏雅琴后问道。 苏雅琴今日的气色看上去好多了, 行走似乎也没有太多不便。 苏雅琴回道, 谢宁道友关心, 内伤已无大碍, 不过后背的伤还要休养一段时日。 果然, 现在承认受了内伤了。 孙岳呢? 她在床上躺着呢, 她的腿都伤成那样, 这几日铁定是下不了床了。 我带你去看看。 不必。 宁峰摇头, 她不是来嘘寒问暖的。 从怀中取出几个空橱无袋和一袋灵石递给苏雅琴。 血狐尸体和其他的东西, 我今日处理掉了, 橱无袋还给你。 这一袋灵石是你和孙岳的。 你看着分吧。 虽然苏雅琴和孙岳都认为, 昨日狩猎的所有战利品都应该归宁峰所有, 但宁峰却不这么认为。 狩猎, 毕竟是团队行为, 孙岳和苏雅琴其实也出了不少力。 若不是他们拖住其余三条血狐给宁峰创造了时间优势, 宁峰未必能这么快打开局势。 而且, 他们也因此受伤, 战利品肯定要有他们一份。 昨日的全部战利品, 其实不止九头血狐, 还有陈旺和胡浩江的橱无袋, 法器, 零食都算上, 折合起来将近600块零食。 宁峰取出150块零食, 分给苏雅琴和孙岳。 看到宁峰的态度, 苏雅琴沉默。 他也没有推辞, 最终接过零食和橱无袋。 多消遣, 这几日不用煮饭, 我叫下人顺便做你们的, 给你们送过来便是。 告辞苏雅琴, 经过唐音如院子的时候, 宁峰铸足门外背负其手, 装作欣赏风景。 直到听到里面依稀传来有母女俩的对话声, 这才继续举步。 回到院子, 直接从橱无袋内取出那九张血狐皮, 对二女道。 这几张是妖兽皮, 交给你们, 空闲时可制作成浮皮。 知道了, 公子。 二女眼着鼻子, 走近一看, 这些兽皮全部是血红色的。 而且, 每张都很宽大, 远比之前的兽皮要大得多。 公子, 为什么这几张皮上这么多洞? 叶银留意到好两张狐皮上, 有几个拳头大的洞, 好奇问道。 不要在意这些, 又不影响制浮皮。 宁峰顺着她手指看了一眼, 那两头血狐是被地锥给杀死的, 身上自然有孔。 而秦雪则围着另外两张狐皮, 似乎若有所思。 她仔细地看了好一会后, 才道, 公子, 这两张皮非常完整, 仅仅是额头的地方有个洞, 如果做成浮皮, 就太浪费了。 宁峰转过头, 看了一下秦雪所说的那两张狐皮。 这两头血狐被她的开山树击死, 所以整张皮没有什么瑕疵, 保存得比较完整。 行, 宁峰大手一挥, 你们自己看着处理便可。 吃过晚饭, 泡完澡, 宁峰就回到自己屋内, 拴好门拴, 摸出三个储物袋。 陈执氏身上摸出两个储物袋, 一个是他自己的, 一个是林家的。 和宋的身上只有一个储物袋。 先打开正面绣着一个林子的那个储物袋。 这个储物袋, 是林家专门配给陈执氏收房租用的。 如无意外, 里面装的全是城外出租房, 这个月的房租。 宁峰此时有些紧张。 今天, 是本月的最后一天, 也是陈执氏到城外收租的日子。 陈执氏当初客扣他两块零食的筹, 宁峰从没忘记。 这个筹, 迟早要报。 而且, 要选在陈执氏收租回来的路上报。 宁峰原本计划下个月底, 才去找陈执氏复仇的。 因为他知道, 每到月底这一天, 就是陈执氏收租的日子。 狩猎提前结束, 今日又空闲, 宁峰就干脆先踩踩点。 但没想到, 踩点的时候, 宁峰发现, 之前一直陪同陈执氏收租的另外一名客卿, 江卫, 居然死了。 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 林家客卿只要修为超过炼器八层的, 都直接被安排参与张灵两家的大战。 江卫就是那次大战中战死的。 没有了江卫, 林家人手又不足, 这次只安排了何松一名客卿, 陪同陈执氏一起出城收租。 这么好的机会, 宁峰自然不会错过。 直接将计划推前, 先诸何松, 再杀陈执氏。 最后, 成了, 稠物大小, 该报就报。 打开储物袋, 这个储物袋尺寸非常大, 比宁峰现在用的还大。 里面装着满满一堆零食, 零食堆得像小山一样, 数都数不过来。 但宁峰不着急, 他有的是时间, 将所有零食都倒了出来, 慢慢地, 一块一块仔细清点。 半个时辰后, 终于清点完毕。 宁峰松了一口气, 但随即又皱起眉头。 数目好像不对, 储物袋里的零食只有2625块, 城外出租区域很大, 出租屋至少有千来间, 每月租金至少能收4000块零食以上。 不过这么多户数, 陈知识一般都得两天时间才收得完, 今天可能还没全部收起。 失算了, 应该明天才报仇的。 宁峰摇了摇头, 感觉少挣了许多零食。 不过前段时间混乱的时候, 听说城外死了不少人, 甚至许多人家都死绝了。 他们的房租, 陈知识肯定也收不到, 或许已成了烂涨。 不再计较这些, 宁峰继续打开陈知识身上搜出来的另外一个储物袋。 这个储物袋, 应该是陈知识自己的。 放入神石探查, 其他东西没仔细看, 今天重点是先找零食。 宁峰很快在一堆物品中翻到一个大布袋子。 看布袋子上的凹凸痕迹, 应该是零食了。 取出解开布袋一看, 果然, 满满的一袋, 装的全部是零食。 清点过后, 宁峰目瞪口袋。 下品零食, 329块。 中品零食, 5块。 换算起来, 就是陈知识的储物袋内共有829块小品零食。 有钱人? 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炼器二层, 居然有这么多身家。 不过很快宁峰就明白, 陈知识这些零食应该大部分是贪来的。 他和和松, 姜魏, 三人一起在城外坑了不少散修的房租。 这几年下来, 攒下一点身家, 是很正常的事。 宁峰迫不及待地, 又继续打开和松的储物袋。 和松炼器七层, 在这世界, 实力和赚钱能力基本成正比。 更何况, 他还担任这种肥缺, 油水特别多。 但在清点完和松储物袋内的零食后, 宁峰却有些失望。 只有355块零食, 远比不上陈知识的身家。 将零食都堆在一起, 摆放在地上。 然后宁峰盘腿坐了下来, 看着这堆零食心中思绪万千。 不知不觉, 他的身家已经高达504块零食了。 而且, 这只是零食现货, 还未包括他身上的秘籍, 法器和私房上品服录。 5000块零食, 虽然称不上是天文树木, 但也绝对不是一笔小树木。 第153章, 宅娃小金库。 这么多零食, 戴在身上, 宁峰总感觉不妥。 凤瑶城内有银庄, 若是存入零食, 每个月也可以吃利息。 不过宁峰不打算存入银庄内, 在银庄开户, 是要登记个人信息的。 这些零食的来路, 注定了见不得光。 而且, 以前是35岁高龄的角度来看的话, 宁峰觉得最好的理财方法, 并不是存在银庄, 而是投资。 让钱生钱。 钱囤着, 迟早都会花完。 只有将这些零食拿去投资, 不停地升出利润, 越滚越大, 才能保证自己长生的路上, 不会为柴米油盐而担忧。 不过投资谈何容易? 宁峰前世接触的理财投资方法不多, 无非就是炒房, 要么就是炒股。 5000块零食而已, 差点又飘了。 宁峰突然又想起 林平那日和张通大战, 短短30席之内, 林平就扔出了价值 几百块零食的福禄, 顿时又觉得索然无味。 5000多块零食 也仅仅是一名助击 打几次价的开销, 自己的眼界还是存在问题。 贫穷太久, 限制了想象力。 快速起身, 将地上的零食收起, 分开三个储物袋放入。 其中两个放在自己身上, 另外一个想了半天, 不知道放哪里比较妥当。 最后, 宁峰灵光一闪, 想起之前 在城外小土屋的 那个小金库, 完全可以再弄一个呀。 于是, 把床给挪开。 从储物袋中 掏出一把法器, 在床腿的位置 凿了一个拳头大, 半尺深的小洞, 将那个装着 两千多块零食的储物袋 塞入了这个洞中。 对了, 还有烈焰刀。 宁峰掏出林平那把烈焰刀, 也放入那个储物袋, 再重新放回洞中。 这把烈焰刀 戴在身上, 宁峰总觉得 迟早会出事。 放置妥当后, 又将方才挖出来的泥土 进行回田, 用脚踩踏平整, 尽量恢复到 原来的样子和颜色。 最后才把床给 重新挪了回去。 拍了张清洁服, 清理一下双手, 宁峰再次坐下来, 继续查看那两个储物袋。 方才只顾着 清点零食, 袋中的其他东西 还没有仔细看。 在陈直士的储物袋内 找到一键下屏法器, 是一把暗器。 陈直士只是炼器二层, 如果选用剑 或者刀类的法器, 对它的辅助 都不会很大。 因为它修为不高, 用再好的法器 也是白打。 但暗器就不一样了, 因为暗器的攻击 多数是靠 机械部件的传动来实现。 只需注入一点零力, 就能催动暗器, 直接发出攻击。 若设计的巧妙, 暗器攻击的威力 绝对不低。 这把暗器 外观是圆柱形, 摸着有些冰凉, 触感有些像石头。 最关键是体积不大, 可以放入盗袍的袖兜内 极易拿取。 甚至都不用掏出来, 直接在袖中便可发射。 凝峰握着暗器 仔细研究了一会, 终于找到发射的窍门。 举着暗器, 对着木门, 注入一丝灵力, 击出, 大大大。 几根钢针如寒光般闪出, 打在门板上, 发出了响声。 凝峰上前一看, 只见六根钢针 直没入门板内。 威力不错。 凝峰发射的时候, 距离房门差不多有三四米, 钢针完全没有偏移方向 或者下坠。 就算距离再远一些, 也能精准击中目标。 凝峰突然觉得 后背隐隐发凉, 今天在林子里, 他根本没有把陈直士放在眼内。 杀和松的时候, 他就站在陈直士身边没多远。 如果当时, 陈直士拿着这把暗器 给他来一下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以后切记, 不可小觐任何人。 凝峰提醒自己 要牢记这个教训。 境界低的人, 未必没有杀手锏。 一旦轻敌, 随时可能会丢了小命。 将暗器收好, 放入自己储物袋内。 凝峰打算 有空时研究多几次, 若是操作保养不太麻烦的话, 这暗器 他就留着自用了。 暗器发射出来的钢针, 应该是普通的钢针, 方式里都有卖。 如果在钢针上磨点毒, 那这把暗器的杀伤力 就更大了。 又继续翻成直式的储物袋。 秘籍没有, 女人的解衣倒是有几件, 而且各种颜色都有。 还有一张牌子, 似乎是令牌之类的信物。 凝峰拿起牌子一看, 好家伙。 正面一行小字, 万红阁贵宾身份牌, 背后则刻着万红阁 给贵宾的一些优待条款。 说白了, 这就是前世那些族语店的会员卡。 陈池氏应该是经常光顾万红阁, 所以万红阁 才给他发了这么一个牌子。 凝峰摇了摇头, 可惜了。 这牌子他不但用不上, 还得找个地方销毁掉。 这片牌子, 肯定登记了陈池氏的身份信息。 一旦暴露出来, 极易让人顺藤摸瓜, 查到他的头上。 整个城外出租屋的租金 都在陈池氏身上。 陈池氏失踪后, 邻家人手再怎么不足, 也一定会彻查此事。 凝峰相信, 几千块零食, 就算是邻家, 也不可能视若无睹。 而且据说陈池氏还是陈月灵的远房亲戚, 所以, 纵然修为不高, 也能被安排到这种职位上。 在一个家族或者宗门, 池氏的身份可不低, 相当于骨干人员了。 凝峰只希望, 邻家不会查到自己身上来, 因为击杀陈池氏后, 该做的隐蔽工作, 他都做了。 就连出入城门, 他都用了隐身符, 而且还在方式里走了好几圈。 所有可能会留下线索的痕迹, 凝峰都清除干净了。 接着, 凝峰又翻查和松的除物袋。 和松没有法器, 他专攻拳道。 除物袋里, 有两本拳法秘籍。 一本是冰盾拳, 一本是反武化灵拳。 冰盾拳, 凝峰记忆犹新。 当初在城外小坡土屋子, 凝峰与和松发生矛盾, 和松就是用冰盾拳打伤了凝峰。 那种一拳风吸, 百寒袭身的感觉, 凝峰时不时都会想起。 不过冰盾拳是兵系功法, 凝峰不合适也没打算修炼全道。 天下记忆各有各好, 刀道也好, 剑道也好, 全道也好。 无论选择哪一种, 只要修炼至极致都能超然出众。 将所有东西归类放入除物袋, 凝峰再一次掏出土盾隐秘法。 坐在桌前, 一页一页翻开, 用心参详了起来。 第154章 雁落惊鸿雨 第二天, 天还没亮。 院子中出现了一道身影, 只见这道身影弯着腰, 正在地上不停地挪动。 这道身影所致之处, 地面的泥土便似得到指令一般, 纷纷往两侧退让。 瞬间, 身影的前方便多出一条 凹下去二寸多深的小沟。 待这道身影经过之后, 泥土又似有感应, 在它身后迅速流动, 一刹那间便恢复至原来的模样, 根本看不出这里曾经有一条小沟。 土盾隐秘法, 熟练度加一。 土盾隐秘法, 熟练度加一。 身影来回挪动了半个时辰, 天色才渐渐亮起。 这哪是盾陶法术, 简直就是梨田树。 凝峰看着院子内完整如初的地面, 站起身子, 揉了揉酸疼的腰部, 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土盾隐的修炼进度, 远比他想象中更缓慢。 根据那本《土盾隐秘法》中的记载, 土盾隐这门法术, 可以扭曲和改变土壤空间的紧密程度。 修炼到最后, 威力惊人。 若修炼到后期, 甚至可以蹲入地表下一丈多身, 然后直接预土而行。 但前期, 就只能借助地面的泥土助力, 推动身子在地面上前行。 像凝峰方才运起土盾隐法术的时候, 他身前的泥土就形成一道小沟, 向两边拨开, 给他的身体增加推力。 以后随着他修炼到更高层, 这条小沟就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深。 直至最后, 身体完全没入土壤之中, 才能随心所欲达到书中说的 土隐逃盾效果。 嘴里虽然吐槽, 但凝峰还是感受到了 这门法术的强大之处。 泥土的助推力, 其实很大。 只不过, 由于凝峰刚刚开始修炼, 有些技巧没掌握好。 若是再熟练一下, 速度完全可以提高许多。 最关键的是, 土盾隐施展起来, 确实是很省灵力。 书中没有一句妄言, 尤其是长途奔袭或者逃盾的时候, 不像青森术那般需要大量的灵力攻击。 但是, 这门法术虽然省灵力, 却有些废妖。 施展土盾隐, 须一直弯着腰, 让身体尽量地贴近地面。 凝峰练了半个时辰, 便有些受不了了, 腰酸。 翻开熟悉度面板看了一下, 土盾隐秘法, 入门, 五一百。 半个时辰, 才增加五点熟悉度, 可见修炼进度之缓慢。 坐在桌前, 休息了片刻。 凝峰又取出竹拳断, 酝氧了一会, 然后便开始修炼刀法。 这跃余来, 凝峰每天都会抽一点时间出来, 蕴养一下这把刀。 他能感觉到, 如今竹拳断与他的契合度, 比一开始时增加了不少。 昨天在一刀削向和松的时候, 凝峰感觉到, 竹拳断似乎擅自改变了一下出刀的方位。 刀回出之后, 刀身竟然直接往上抬高了0.4厘米左右。 这就造成了, 这一刀恰好切在和松脖梗的第四片颈椎骨和第五片颈椎骨之间。 落刀精准无比, 一刀完美削手。 若是竹拳断没有变换方位, 按凝峰原来的出刀方位削过去的话, 也能一刀切掉和松的头颅。 但那样, 刀刃会直接砍在第五块颈椎骨上, 整个削手动作就显得有点拖泥带水了。 酝养完毕, 走在院子中, 凝峰开始挥刀。 他打算练金红刀术。 昨晚不但参详了那本《土盾隐秘法》, 也细约了金红刀术。 随着境界的提升, 基础刀术这种小学生刀法, 有些跟不上了。 而且将来的对手, 境界也可能会越来越高, 需要掌握新的攻击技能了。 像狩猎的时候, 用基础刀术去攻击血狐, 凝峰心里多少有些没底。 太简单的招式, 刀往哪个位置走, 血狐这种低阶妖兽, 几乎都能预判得到。 他能刀杀血狐成功, 凭的是刀块。 但这只是熟悉度带来的加持。 刀技功法本身并没有任何优势。 而这门金红刀术就不一样了, 无论哪一世都远比比基础刀术复杂。 金红刀术一共只有三世。 凝峰今天练的是第一世, 望将金红。 随着凝峰手中刀挥出, 只见一道道的流光横着扫出去。 接着刀势突变, 如平地掠起金红, 又化成数十道刀光直刺空中。 随后, 这些刀光又自上而下, 如雨暴降。 直接攻击在地面, 发出了啪啪啪的响声。 凝峰越练越心惊。 这一招, 要是搭配着地锥斧一起使用, 还有谁能逃的了? 上下一起, 全方面进行攻击, 敌人就算避得了上面, 也避不了下面。 避得了下面了, 又会被上面击中。 指挥了两遍。 凝峰便觉得手中的竹拳断, 似乎比以往更为活跃。 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宝刀怎能偿回小学刀法? 望将金红, 刀势果如其名, 寓意深远。 一刀横出, 如孤江横跨长洲。 刀起右落, 惊艳五红金羽落。 这是刀法, 变化极其诡异, 简直让人防不胜防。 一刀横出之后, 刀路立即变化穿插, 继而由上而下, 再次进行攻击。 宫中有弓, 一环接着一环。 无论群战还是单挑, 皆可使用此时刀法。 甚至落刀之时, 可以随意改变刀刃的最终落点, 让敌人防不胜防。 宁峰只练了几遍, 便觉得这一世妄将金红, 起码得练上一个多月, 才能完全熟悉掌握。 因为刀路实在太多遍, 每一个位置都需要不断地演练推敲, 增强熟悉度。 而且还需要推演, 可能会在实战中出现的各种情况。 根据这些情况的不同, 反推刀路的最终走向, 来做出不同的对应。 金红刀数, 熟练度加一。 金红刀数, 熟练度加一。 练了小半个时辰后, 胸膛也在不停地起伏。 死刀数消耗的体力, 似乎比基础刀数还要大一些。 公子, 走。 二女其实早就醒了, 看到宁峰一直在练刀, 没敢走出房间打扰。 直到宁峰停下来了, 才上前。 煮饭吧。 这几天都给苏家送饭过去。 宁峰交代一声, 便坐在桌前休息。 顺便翻开面板一看。 金红刀数, 入门, 八一百。 看来高级一点的功夫, 进度都会慢一些。 不过同样是半个小时, 秘籍中曾经提过, 金红刀数须完全掌握第一试之后, 再开始练第二试。 宁峰不知道为何会有这样的要求, 但他还是打算按照书中说的去做。 先把第一试练熟了再说。 第155章, 出窥搜魂斩。 至于搜魂斩, 宁峰计划将三试金红刀数都学会之后, 再去研究。 他昨晚也翻了一下搜魂斩。 他原本想先修炼搜魂斩的, 毕竟威力看上去更大。 但是只翻了一回那秘籍, 宁峰便隐隐感觉有些头疼。 因为他在看搜魂斩时, 神石也跟着书中的说法运行了一回。 仅仅那么几夕就感觉到头疼欲裂了。 是真的头疼, 因为以目前他的神石强度, 还承载不起这种释放程度。 搜神斩不是弓法, 而是这儿八经的法术, 只不过是借助刀法作为掩护来进行施展。 刀法弓肉身, 神石弓魂魄。 正门搜魂斩在施展刀法的时候, 需要同时注入神石。 神石随着刀路去世的变化, 刺激同时袭击对方的神魂。 说白了, 就是偷袭。 刀法, 只是这门法术的碍眼法, 真正的攻击手段, 是神石攻击。 这有点像是一心两用。 其中的修炼难度, 可想而知。 尤其是宁峰这种炼气中期的修饰, 神石仅仅属于萌发阶段, 根本不足以发起远程攻击。 平时发起神石探查储物袋, 也仅仅是须一丝神石, 持续时间不过半息, 便可完成整个步骤。 但若运行神石进行攻击, 那就如滔滔江水, 需要神石连绵不绝的攻击了。 炼气器的修饰, 耗不起这种玩法。 只有到了注击, 神石倍增以后, 才可以结合法术, 任意发出神石攻击。 但是, 多数神石方面的法术, 都具有反补性。 运用的越多, 神石会得到锻炼, 逐步变强。 搜魂斩里记载了这一点。 随着这门刀术的修炼进步, 刀术进步,则神石同镜。 修炼到最高境界的时候, 已经无需用刀进行攻击了。 锦衣念间, 便可释放神石, 化成刀器, 绞杀敌人。 所以这门刀法, 宁峰计划放在炼气后期再炼。 在注击之前, 增强自己的神石强度, 有很多好处。 一旦注击成功, 它的起点会比别人高。 此时, 二女做好了早餐。 今天的早餐, 是用妖兽肉做成的包子。 二女做了三龙, 每龙十二个, 每个差不多有拳头大小。 给宁峰端上两龙, 然后又将剩下的一龙分开两份, 每分六个。 一份送到苏家去。 剩下的一份, 则是他们自己的早餐。 宁峰双手齐抓, 风卷残云, 很快就吃完两龙包子。 回屋躺下, 休息了一会, 便披上红色发袍出门了。 她是算好时间出门的。 唐英如, 昨日也是这个时候出门。 在长生巷里, 来回夺了几圈布, 始终没遇到唐英如。 宁峰摇了摇头, 便直接往巷子口走去了。 她今天并非无视出门。 林家的邀请, 宁峰始终没有忘记。 这几日, 各种前思后绿, 宁峰最终发现, 找不出任何理由拒绝。 原因无她。 她只要一日还待在凤瑶城, 都绕不开林家。 不只是她, 所有城内的修饰都是如此。 林家本就是凤瑶城的统治者。 两家大战后, 林家虽然战力打折, 但并没有失去对凤瑶城的统治。 既然绕不开, 何不与之何流? 宁峰深知抱大腿的道理。 在自己有足够的实力自保之前, 可以选择先抱一下大腿。 凤瑶城, 除了林家, 还有谁的大腿可以抱? 林家, 可以成为她在这个阶段最大的依仗。 不过, 宁峰还没打算这么快和林家摊牌。 她今日主要是想去林家的藏金阁见识一下。 刀法, 目前有了。 俘虏, 也应该提升一下了。 终极俘虏的秘籍, 无珠那里, 迟迟没有消息。 林家的藏金阁或许可攻一关。 陈月灵那里给了她一块令牌, 持此牌可自由出入藏金阁。 陈月灵的意思, 宁峰明白。 就算宁峰不打算加入林家担任一名客卿, 这枚令牌, 她也可以一直拿着。 相当于让宁峰拥有了自由出入林家族地和藏金阁的权限。 这些就是林家报答她的义服之恩。 这样的机会, 宁峰可不愿白白错过。 资源稀有, 秘籍难求。 陈月灵这样做, 已是诚意十足, 更何况她还愿意为宁峰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 至于如何取舍, 那就是宁峰的事了。 宁道友, 这是上哪去啊? 刚走到巷子口, 便听到一旁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 宁峰回头一看, 是一号院子, 打招呼的是洪如友。 洪道友, 别来无恙。 宁峰有些意外。 洪如友正被两位道旅搀扶着走出院门。 他的气色看起来很不好, 脸上苍白, 整个人受削了许多。 洪如友苦笑一声, 上次巡逻受的伤到现在都没痊愈。 哎, 上次巡逻的时候, 宁峰吃了一惊, 那次的事, 他以为早就过去了。 那晚, 他在巷子的后段, 杀那几名遇见的劫修。 苏亚琴和洪如友则在巷子口这里也遇到劫修。 具体的经过, 宁峰不清楚。 当时后来听苏亚琴说, 洪如友伤的不是很严重, 休养一段时日便可恢复。 没想到一个多月过去了, 还没痊愈。 洪如友点了点头, 正是, 当时以为只是一些皮外伤, 回来后就付了一些药物。 可没想到, 那杰修的法器抹了毒。 如今毒尚未进拔, 首尾难断。 此时, 洪如友的几个下人也牵出了两头受宠。 洪如友在他的两名道理搀扶下, 很艰难地准备爬上受宠。 洪道友, 小心些。 宁峰见他行动极为不便, 连忙上去搭把手。 洪如友骑上受宠后, 额头已经是汗珠遍布, 扭过头朝宁峰道。 宁峰道友, 我去承熙看看仙衣, 你请便。 洪道友, 一路小心。 宁峰拱手回道。 洪如友有好几个道理, 宁峰忘记是三个还是四个了。 上次巡逻洪如友受伤的时候, 几位道理都出来帮忙。 两头受宠, 洪如友的一名道理单独骑着一头。 另外一名道理则和洪如友同乘一头受宠, 坐在他的身后。 随后用双手在后面抱着他, 防止他体力不支往后跌倒。 目送洪如友在道理的陪同下, 骑着受宠缓缓离开。 宁峰这才举步继续往城中走去。 洪如友之前和他提过, 他作为一名灵职师, 因天赋有限, 境界已经停滞在炼气五层多年。 他自己也知道突破铸鸡无望, 所以干脆那多几位道理争取多生一些后代。 如果子女灵根不太差的话, 日后若是有出息, 洪如友老了, 还能有一个依靠。 这是这个世界大部分修饰的想法。 能铸鸡就拼尽全力突破铸鸡。 但若实在无望, 就安安稳稳做过富家翁, 也未曾不是好事。 道理成群, 子女随身, 竟想人生短暂年华, 何不美哉。 第156章 林家藏金阁, 四月方飞, 将近未尽。 红衣少年, 踏春独行。 城内各处都不时出现巡逻队匆匆而过的身影。 这几日, 林家似乎又招收不少护卫队员。 治安一稳, 人心变稳。 一路走下来, 宁峰发现, 现在的凤瑶城似乎已经摆脱了大战后的混乱。 至少, 表面上是如此。 就连街道上的行人, 已不再是行色匆匆。 他们的脸上多了些近期少有的慵懒之意。 你, 干什么的? 宁峰刚刚踏入林家族地内城门的附近区域。 立即人影闪动, 两名护卫队员迅速施展身形, 逼了上来, 言声喝道。 这是我的令牌。 宁峰手一翻, 直接亮出上次陈月灵给他的那块铁牌。 那两名护卫队接过后, 仔细正反面核对了一番。 发现, 这居然是林家内族级别极高的令牌。 一般只有核心高层才能持有这种令牌。 两名护卫队员连忙告罪一声。 恕罪恕罪。 之前来几次林家, 内城护卫队的盘问都没有这次这般严格。 看来林家也加强了足地附近的戒备。 张家虽然被灭了, 但周围其实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仙族。 林家如今修饰陨落近半, 若真的打起来, 一些实力强大的仙族未必会输给林家。 凤瑶城这样的仙城, 税收可关, 资源颇丰, 各大小仙族难保没有觊觎之心。 请问两位道友藏经阁怎么走? 凝瑶朝两位护卫队员问道。 外务堂和内务堂他都来过, 不过藏经阁却从未去过。 林家足地范围不小, 若是自己找寻找, 恐怕两个时辰都未必能找到。 应该在背面那一块。 两名护卫队员互相望了望, 不太确定地回到。 看他们的样子, 似乎也不知道藏经阁在何处。 他们应该刚加入护卫队没几天, 地理位置还不熟。 谢! 凝瑶不再理会两名护卫队员, 背负骑手, 飘然入城。 进去若找不到, 再寻人问便是。 顺着足地内中间的大道走了好一会, 行人不少。 不过看样子, 都是来外务堂办事的。 所以, 凝瑶也没问。 直到遇见一个身穿着林家道袍的修士, 凝瑶才上前打听藏经阁的位置。 按照那位修士说的方向, 绕过许多建筑后, 凝瑶终于来到藏经阁前。 这座建筑, 看起来似乎比上次那座灵阀楼还要残旧。 藏经阁的位置也很偏僻, 凝瑶一路走过来, 明显感觉到这里的灵气, 似乎薄弱了许多。 看到牌匾上写着藏经阁三的大字, 凝瑶没有在犹豫, 直接走向大门。 你是何人? 藏经阁内, 只有一个办事的女修。 看到凝瑶走了进来, 她皱了皱眉头问道。 林家藏经阁, 向来只接待族中的修士, 或者林家的高级客亲。 从未见过有面生人来过这里。 凝瑶取出方才那块铁牌, 道, 在下凝瑶。 我是来借阅秘籍的, 这个是令牌, 请过目。 女修接过令牌, 一看, 愣了。 随后, 将令牌递归给凝瑶, 三层以下, 可以随意观月, 时间不限, 但不可带走。 谢了。 凝瑶笑着问道, 这位道友, 请问三层以下, 包不包括第三层呢? 女修摇头回道, 自然不包括, 那,可以抄路带回去吗? 不可。 凝瑶点头, 明白, 谢过道友, 不必客气。 藏经阁一共有五层, 面积其实不大, 凝瑶目测也就是一百多平方的占地面积。 一楼的陈设有些像图书馆, 女修坐在门前的桌前, 其他位置则摆满了书架子。 一本本秘籍, 摆设在上面。 凝瑶在一楼走马光花地逛了一圈, 发现这一层的秘籍, 基本都是些基础的功法。 适合练气前期的修炼。 不过凝瑶的藏经阁, 收集的秘籍品种比较齐全, 几乎所有五行属性的基础秘籍都有。 甚至还有, 基础刀术和彩灵弓这两本秘籍。 转了一圈以后, 凝瑶默然, 心中也悄然醒悟。 一层既然是练气前期的功法, 那二层应该就是练气中期的功法了。 而且如无意外的话, 三层便是放置练气后期的功法秘籍。 四层, 极有有可能是筑基以上才能修炼的秘籍。 看来, 陈月灵未必有想象中的那么豪爽。 他在这里给凝瑶下了一个诱饵。 他知道凝瑶是练气六层, 下一个境界是练气后期了。 虽然让他自由出入藏经阁, 但只允许查阅一二层的秘籍。 也就是说, 凝瑶在这里最多只能白嫖到练气中期的功法秘籍。 练气后期的秘籍, 如果想查阅, 那应该是要谈条件了。 不过那些都是以后的事, 现在无需考虑。 凝瑶直接从楼梯走上了二层。 二层的空间要比一层大上许多。 密密麻麻地摆满了秘籍书架。 凝瑶究竟找了一个书柜, 也不以本本地翻开书, 而是直接看秘籍侧面的书名。 不枉此行。 看了一行之后, 凝瑶心中忍不住雀远。 果然没错, 全部是练气中期的功法秘籍。 接下来, 就是要仔细寻找, 看看有无终极服录方面的秘籍。 好在, 凌家藏金阁的女修没有偷懒。 所有功法秘籍都归类, 摆放在不同的位置。 凝瑶很快就在西侧靠窗的角落, 找到了一排书架。 书架侧面挂着一个牌子。 修仙百艺。 走上前一看, 这排书架上的秘籍全部是百艺类。 炼丹、 阵法、 玉兽、 俘禄、 仙衣、 制毒、 炼矿、 灵直、 剑宝、 探麦、 占卜、 傀蕾、 欲、 妄器、 灵柱、 制袍、 药膳、 灵酒、 古树。 琳琅满目的秘籍, 看得宁峰眼花缭乱。 其中最多的自然是炼丹秘籍, 差不多近二十本。 而符禄方面的秘籍, 却不多, 只有五本。 陆架中符注解心得。 经典终极符禄。 鬼门灵符。 长仙宗外门符禄随笔。 符语, 将五本符禄秘籍取出, 走到窗边。 窗边有一张小木桌, 地上还放着一个蒲团, 方便到此处阅书的人学习修炼。 宁峰盘腿坐下, 取出前晚喝胜的半壶灵酒, 又从储物袋中找出一些妖兽肉熟片。 一边就着肉片喝酒, 一边翻开秘籍看了起来。 今天, 他打算再次待上一天了。 第157章 精彩评论区 陆家中符注解心得。 这本秘籍是一位信陆的符诗所传。 它出自中灵州的一个符禄世家。 此书中虽然没有留下任何符禄的具体绘制方法, 但却记载了这位陆性符诗对一些终极符禄的见解。 他撰写此书的目的, 是为了帮助那些即将学习终极符禄的符诗, 让他们知道在遇到化终极符遇到瓶颈的时候, 应该如何做出应付。 他的符禄造诣颇深, 很多见解都有独到之处。 若是寻常的符诗, 说不定会将这本秘籍视为珍宝。 前人的经验如言传身教, 对新手极有帮助, 多学习参悟, 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但对于宁峰, 此书却无用。 因为他有金手指, 画符只需勤奋不错, 便能直接晋级。 根本不存在那些瓶颈。 无奈, 继续翻开下一本。 符语。 这本秘籍是这几本秘籍里最薄的一本, 宁峰目测只有十来页, 拿在手中轻飘飘的。 刚看了开篇, 宁峰的目光便微微亮起。 这本秘籍虽然也放在修仙百亿这一类目, 但它却不是画符流程记忆的秘籍, 而是一本法术秘籍。 只不过, 此法术和符路的关系极大, 所以和其他符路秘籍放在一起。 宁峰将手中酒壶放在地上, 双手捧着书, 开始认真看了起来。 符语中, 只记载着一种咒语法术, 这门法术的名字就叫做符语。 这段符语并不长, 但和其他法术一样, 需要经过不停的修炼, 方可施展并增强威力。 书中提到, 若是在祭出符路之时, 失念这段符语, 可以提升符文的排列速度。 符路祭出后, 符文的散据变化、 排列组合直至最后成效, 其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符语这门法术的作用, 就是加快符文的散据变化 和排列组合的这一段时间。 这就相当于提升了速度。 临阵之时, 一瞬的时间足以改变输赢, 决定生死。 凝峰看到这里, 心里很激动。 若是地椎符的计发速度能提高一些, 他觉得威力至少可以翻一倍。 他现在总感觉, 寄出符路后, 地椎破土而出的时间, 有些慢了。 上次狩猎时, 有一头血壶跃起, 如果地椎符速度更快一些, 凝峰相信那头血壶会直接刺死在半空。 不过凝峰没有激动多久, 因为他发现这本书的后面, 有十几段注解。 这些注解的字迹看上去各不相同, 应该不是同一个人留下的。 凝峰仔细看了一下几段注解, 立即明白了。 这是一些看过此书的修士, 在不同的时期, 留下对这个浮语的评论。 这, 相当于前世那种网文小说里的评论区, 一人留一句, 阐述自己的看法。 评论, 自然也有包有贬。 凝峰逐字逐句地看下去, 他对这门法术有些兴趣, 需要了解一下过来人的看法。 第一段留言, 字迹聊草, 似带着无比怨恨。 此咒无用。 老夫修炼三十余年, 未曾成功过一次。 大唐仙国, 谢龙玉绝比。 第二段注解, 字体捐秀, 似乎是一位女子所留。 大赵仙国三万一千五百一十三年, 王夫为号信, 晋升福师七阶后, 获皇室嘉奖, 修炼此咒二十余年, 祭出福禄后, 符文反噬自身, 陨落于皇城内。 雪瑶夫人留。 反噬自身, 陨落。 这一段留言, 宁峰看得触目惊心。 现在是大赵三万五千一百十七年。 雪瑶夫人这段留言, 距今好几千年了。 接着看下去, 这些留言的时间, 应该是从上到下, 时间越来越往后。 第三段留言, 没有留下姓名。 此留言, 仅有九字。 误人子殿, 著书者该死。 宁峰赶紧翻到封面, 此书原本是有作者的, 但作者的名字, 居然不知道被谁用法术给抹了去。 完全看不清楚作者的名字了。 接着看完下面的十几条留言, 宁峰轻轻把书放下, 拿起酒壶, 闷了一口。 郁闷。 至极。 留言评论的十多个人中, 竟然无一人修炼此咒成功。 不过看了这些评论注解, 宁峰也对《浮语》有了更多了解。 这本《浮语》是在数万年前, 一位俘虏大师的传承里发现的。 出土后, 被收藏在大赵先国的藏金宫里。 一开始修炼此浮语的, 都是先国皇室之人, 或者一些能接触到皇室的浮诗大神。 但这些人无一例外, 都没有施放成功。 哪怕一次, 有的人甚至摸索了七八十年, 人无结果。 其中, 还有四个人受到符咒的反噬, 被自己俘虏的符文击毙。 这就有点离谱了。 所以, 当时大赵先国想销毁了这本《浮语》。 但不知道为何, 这本秘籍最终辗转落入了林家手中, 放在藏金阁内。 算了, 此书不看也罢。 宁峰觉得还是不碰为好。 此书不详, 没必要去凑这种热闹。 将《浮语》扔到一旁。 宁峰又拿起另外一本秘籍, 《鬼门灵符》。 翻开。 此书太后, 宁峰简单看了几页, 再次目录金光。 《鬼门灵符》, 相当于冷门符录的诡异版。 里面记载着六种离奇古怪的符录。 无鬼运财符。 骷髅英兵符。 傀儡布阵符。 鬼王抽魂符。 阴差改师符。 孟婆悲伏符。 宁峰早就从原生的记忆中得知, 这个世界是有诡异的。 也就是红尘中人称为的鬼物脏东西。 凤瑶城在大赵先国的偏僻地区, 诡异甚少出没。 但是在大赵先国的其他一些地方, 诡异时有出没。 一些阴气重的地方, 诡异甚至与修士共存。 这本《鬼门灵符》, 极有可能就是从那些地方流入到这边, 最后被灵家收藏。 此书有用。 宁峰沉思片刻, 做出了判断。 他不可能永远待在凤瑶城。 天下之大, 始终要去走一走, 看一看方不负慢慢地长生仙徒, 以后去到那些有诡异的地方。 这本《鬼门灵符》中的符录, 或许就用得上了。 但目前, 暂时不急于学习这些符录, 先解决眼前急需的问题。 翻开另外一本秘籍, 《长仙宗外门符录随笔》。 长仙宗这个名字, 宁峰时不时都听人说起过。 在几万年前, 这个宗门如日中天, 弟子近十万种。 可惜, 在一次大战中, 长仙宗被对手联合偷袭, 开始日渐衰退。 随后一日不如一日, 人才开始凋零, 内斗互相消耗, 外敌虎视眈眈。 最终在一万多年前, 这个曾经的大仙宗, 再次被对手联手围攻, 被消灭在历史长河中。 长仙宗外门符录随笔, 一书, 正是当年长仙宗幸存下来的, 一名外门子弟所住。 这名外门弟子, 也是一名符师, 名叫李仁。 他在大战时受了重伤, 临死之前, 匆促撰写此书。 不过由于当时长仙宗的内外门, 在待遇和资源分配上, 有着天壤之别。 所以, 李仁在书中记下的, 都是当时长仙宗外门非常普通的一些符录。 但即便如此, 这些符录放在今日, 也堪称精品, 终极符录。 宁峰翻开此书看了几页之后, 有些激动。 若能学会此书中的公积符录, 威力应该比地追伏大许多。 可是当他想继续参阅书中的讲解时, 却发现符录绘制的第一页, 只有一段文字。 后来者, 若学此书, 虚仙立下天道契约, 成为我长仙宗弟子, 承担起重建长仙宗之责, 否则天道必诛之。 第158章 经典终极符 太假了。 宁峰直接将书往旁边一扔, 又举起灵酒胡对着嘴, 闭上眼, 虽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寿人之恩本应全力环抱。 但一个外门子弟, 仅仅拿出一本终极符录秘籍, 出口即要求寿恩之人去重建宗门。 这有点狮子大开口了。 如此大的担子, 谁接得起? 而且还要立下天道契约, 在一定限期之内若不对限, 天道降伐诛之。 不值, 绝对不值。 若有人愿意立下道约的话, 这本《长仙宗外门符录》随笔, 早就被收藏起来作为宗门传承了。 也不至于万余年过去了, 依然摆在此处蒙尘带主。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只是重建一个宗门, 其实并不太难。 随便用拟捏个门牌, 然后找个击脚嘎拉处, 将门牌一立, 也算完成契约。 只是这样一来, 相当于瞒天被盗, 道心多少会受损, 影响日后修炼成就。 正常修士, 一般不会这么干。 所以, 凌峰很怀疑, 这位外门符师, 也许留了什么暗手。 只要答应立下道约, 保不准后面还有其他的好处。 否则就凭一本终极符录, 恐怕就连他自己, 都不相信, 会有人愿意承担如此重的担子。 目光扫过最后一本秘籍, 经典终极符录。 凌峰刻意将此书放在最后才看。 因为这本书的书名, 重归重举, 仅看书名就知道, 是正儿八经的符录秘籍。 翻开一看, 果然, 书中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 就和那本《入门符录制作响简》一样。 直接列出了常用的终极符录绘制方法。 虽然只有六种符录, 但都是市面上比较常见的终极符录。 引鹿符, 轻身符, 兵剑符, 火鸟符, 金甲符, 天衣符。 书如其名, 很经典, 该有的, 都有。 攻击, 治疗, 防御, 占卜, 都齐了。 一名修士出门在外, 高低不过准备四样东西。 占卜问疾凶, 预袭有防御, 出手可攻击, 受伤能治疗。 这本, 经典终极符录, 覆盖得也很全面。 引鹿符, 不仅可指引方向, 还能补胸疾。 在荒野迷失, 或者预幻象的时候, 激发此符, 可准确辨别方向。 但辨认方向, 并非是引鹿符的唯一功能。 它最大的用途是指鹿, 借此趋疾避凶。 在分岔路口, 寻人寻物或者逃亡时, 引鹿符可以最大程度地指出 较为正确的方向。 另外, 此符对诡异也有避闪远离的效果。 在一些诡异出现比较频繁的地方, 激发引鹿符后, 可以根据符录的指引, 直接绕开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宁峰从储物袋中取出符皮符墨, 还有符笔, 摆好在桌面上。 林家藏经阁, 只能现场阅书, 但不能带走, 也不能抄录。 想学习这些符录, 要么把整本书背下来, 要么就只能在这里, 直接画符。 宁峰选择了直接开画, 一边画, 一边学, 这样效率应该更高。 不过引鹿符, 宁峰觉得可以往后放一放。 今天肯定学不完书中的所有符录, 宁峰打算先学轻身符。 轻身符用于逃离, 藤月, 或者飞行。 实际上, 就是一次性轻身术。 激发轻身符, 可以施展与符录级别相等的轻身术。 一名练器中期的修士, 若是寄出一张上品轻身符, 它的速度几乎不弱于练器九层大圆满的修士。 不过, 轻身符和御风符一样, 有时间上的限制。 但比起只能朝着一个方向逃顿的御风符, 轻身符则显得更为灵活, 可用的场景也更多。 宁峰目前还没有掌握一门可以用的轻身术。 虽然藏经阁内肯定有轻身术的秘籍, 但轻身术需要时间修炼, 远没有轻身符来的效果快。 在还没有学会轻身术之前, 宁峰觉得自己也可以用轻身符。 而且, 在房市里, 轻身符一直都不愁削露。 将轻身符的画符流程, 反复看了几遍后, 宁峰开始闭上眼。 然后心里默默回忆画符的流程。 终极符录的笔画, 比初级符录多了不少。 而且, 画符的步骤也有所增加。 所以宁峰差不多花了小半个时辰, 才勉强记下轻身符所有落笔运笔的步骤。 占墨, 下笔, 运笔, 刷刷刷, 笔形如蛇。 可惜, 第一章失败了。 因为画到中途时, 有个转符之处, 宁峰忘记了宽度。 他将这个转笔画的太长, 以至于到了后面, 再次运笔至此时, 以没有足够的位置, 可以继续画后面的笔画。 可能与没有念轻心咒有关。 又看了一下书中, 轻身符的绘制步骤。 重新摊开一张笔皮。 这次, 宁峰先默念了一段轻心咒, 然后, 再次运笔。 可惜, 仍然是失败, 一连数章都没能成一笔。 将笔割下, 重新拿起书, 反复戏乐。 直到画到第八章的时候, 笔文清犯过后, 最终凝聚落入笔中。 第一章轻身符, 终于成功了。 制笔, 轻身符, 熟练度加一。 接着, 宁峰又画了几张, 皆是成功。 只不过都是下品的轻身符。 将符录放入储物袋中, 没有再继续画。 而是拿起书来, 继续研究下一个。 兵剑符。 这是修仙界的炼器器修士, 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张攻击符录。 兵剑符的价格, 一般修士都承受得起, 而且攻击的威力可圈可点。 另外, 兵剑符没有境界限制, 低至炼器前期, 高至助击修身, 都可以注入灵力随时寄出。 不像冷门符录那般, 有着灵根方面的五行属性限制。 出路寄出之后, 会迅速射发出一群兵剑, 射向攻击目标。 无论是狩猎, 还是与人对战, 兵剑符都非常好用。 兵剑符的攻击范围, 在一帐左右, 有很大的容错率。 寄出的时候, 攻击方向无需对得太精准, 也可以覆盖较大的范围。 宁峰将书中关于兵剑符的绘制方法, 从头看了一遍。 发现兵剑符在绘制步骤上, 比地锥符还要复杂。 按照之前的默念, 阅读, 强计, 再默念, 反复十多次, 决定下笔了。 沾墨, 运笔, 只画了一半, 宁峰便停了下来。 这幅的运笔走势, 好熟悉。 宁峰想了好一会, 才想起那晚在林家外务堂进室内, 他观摩其他符诗画符时, 有一名符诗画的就是这个符路。 当时宁峰还强计了那名符诗画符的所有步骤和运笔过程, 只不过后来没有尝试过自己绘制。 没想到, 那符诗画的就是兵剑符。 看到桌面画了一半的符路, 宁峰惋惜不已。 符皮, 就这样废了一张。 第159章, 防御金甲符。 无奈, 重新摊开一张新的符皮, 默念清心咒, 调整思绪。 落笔! 刷刷刷! 一阵蓝色符纹如雾巢涌起, 随着他的笔形莫散, 最终汇聚在符路中间。 制符, 冰剑符, 熟练度加一。 符城! 中品的冰剑符! 大概是之前有过一些观摩的经验。 宁峰连续画了12张符皮, 成功率喜人。 只有三张废品, 其余的9张冰剑符, 两张中品, 7张下品。 宁峰很激动, 这是他第一张画成的攻击型中品符路。 地椎符这种有使用限制的符路, 如果按符路级别来划分, 并不足以被列入中级符路内。 有心想试试冰剑符的威力, 但最终还是算了, 此地不移。 将符路放入储物带, 宁峰望了望窗外的天色。 此时距离进入藏经壳, 已过去了两个多时辰。 看外面的光景, 是下午两三点这样的时间。 还可以再学一个。 于是, 继续翻书。 火鸟符也是攻击符路, 但宁峰却没有选择立即学这个符路。 他在金甲符与天一符之间纠结。 经过简单衡量后, 宁峰决定今天先学金甲符。 天一符虽然是治疗伤势的符路, 但治疗远不如预防。 加强自己的防御更为重要。 而金甲符正是防御型的终极符路。 死符和兵剑符一般, 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普通修士的最佳选择。 攻防结合, 多数人都懂这个道理。 所以, 金甲符在方式里, 几乎是和兵剑符一起搭配着出售。 很少有修士买了兵剑符, 却不买金甲符的。 谢力符也是防御符路, 但作为终极防御符路, 金甲符和谢力符有着本质的不同。 谢力符寄出后, 是幻化成光盾, 抵挡和减轻攻击力量。 一旦寄出谢力符之后, 幻盾的位置便不可再更改。 若是敌人改变方向, 或者同时多名敌人再次从其他位置进攻, 谢力符的防御就变得有些鸡肋了。 而金甲符却改善了谢力符的这种缺点。 金甲符寄出之后, 会直接幻化成金色的甲衣, 保护在祭符之人的身体周围。 就如身上穿了一件盔甲, 哪怕遇到群弓或者移动到其他的位置, 这层盔甲都会随着祭符之人移动, 在一定时间内提供连续性保护。 使用金甲符移动位置上也不再受限。 光是这一点就远比谢力符要强许多。 与人对战, 很少一直在同一个位置, 等对方攻击。 对方也不会那么傻, 一直朝着同一个方向进攻。 如果使用谢力符, 每次对方进攻时都要祭出一张。 一场战斗下来, 说不定得耗去几十张谢力符。 仔细看了一遍金甲符绘制的流程, 和一些注意事项。 宁峰发现, 金甲符的画法和谢力符差不多, 尤其在前段部分的笔画。 所以, 这次他记步骤比之前要快了一些。 觉得记得差不多了, 宁峰便摊开符皮, 默念清心咒。 然后沾沫, 下笔, 刷刷刷。 很快, 红色符文泛起, 落入符中。 下笔, 一张。 再画第二张, 所有步骤和运笔都和第一次的一样。 但, 这张却毫无征兆的, 突然就失败了。 宁峰摇了摇头, 这是概率方面的偶然问题, 与运笔步骤无关。 果然, 接着又连续画成数张, 然后, 又出现三张拜符。 轻点了一番, 共画了八张, 失败了四张, 乘符四张。 看上去一半的乘符率, 但这种乘符率没有参考意义。 技术太小, 计算出来的乘符率不准。 宁峰现在, 也不刻意去计算乘符率了。 以前缺少零时, 每张符纸都计算得清清楚楚, 成本控制得极为严格。 现在多少宽裕了一些, 乘符率也不放在心上了。 将符录收好, 宁峰目光落在地上那五本符录秘笈。 其实, 如果从储物袋里取出笔墨, 完全可以将这些秘笈抄录一份。 二层这里, 根本没有藏金阁的工作人员在一旁盯着。 但宁峰不知道, 这里有没有设了流影石之类的东西。 他觉得, 没必要这么做。 有陈月灵给的令牌, 想参详秘笈, 随时来便是了。 能有足够权限来到藏金阁阅书的人, 应该都不至于干出抄书这种事。 还有一点时间, 但继续学符录又感觉不太够。 宁峰便把地上的五本符录秘笈整理好, 放回柜上, 然后逐个逐个书架, 逛了起来。 青森树, 这里肯定有, 说不定能找到一本适合自己的。 走到二层的东侧, 发现有一个实质的阶梯, 藏金阁的第三层应该由此踢而上。 不过石阶的中间处有一道石门, 看来三层只有得到特语, 方能上去查阅。 宁峰摇了摇头, 继续往前走。 来到一个书架之前, 看到侧面挂着牌子, 刀树大拳。 这面摆着的都是刀类秘笈。 宁峰走上前, 顺手抽了一本出来。 书不后, 看上去已经泛黄, 应该有些年份了。 封面是皮革所致, 虽然还算完整, 但皮表上的纹理处已经有些轻微破裂了。 泛黄的封皮上三个深黄色的字, 苍净有力。 刀记论。 这三个字的字体看着非常霸气, 望之似乎感觉到隐隐有一阵刀锋散出。 而且这三个字是凹陷在封皮之下, 看上去仿佛是刻在封皮上。 宁峰端起书仔细看了看, 忍不住用手指在三个字上面摸了一下。 发现这三字果然是刻上去的, 刀痕很明显, 边缘还有皮革微微翻起。 这张封皮并不厚, 在上面刻字, 皮表居然没有被刀链传破。 可见刻字之人深浅都拿捏得极为精准。 不过封皮上并没有作者的署名。 宁峰翻开封皮, 直接看第一页, 发现这本《刀记论》的第一页, 居然和其他书不同。 别的书, 第一页一般是功法的简介。 而这本书, 第一页, 是八个大字。 非修刀者, 物悦此书。 这么狂。 宁峰不禁一愣, 随后, 他的嘴角却微微挂起。 这不正好吗? 他也是修刀之人。 正准备翻开看看, 此书到底说的什么。 却听到身后响起一道声音。 放下那本书, 书中有人留了一道残念。 非修刀之人打开此书后, 残念感应不到你身上的刀器, 便会释放刀器伤了你。 第160章, 林家仙二代。 宁峰回头一看, 身后那个通往藏金阁第三层的墓街上, 不知道何时站着一个人。 而他身后那道石门也不知何时已悄然展开。 阶梯上之人是一名年纪和宁峰差不多的少年。 此人十分的面熟。 他白衣如雪, 墨发披肩。 外貌极为俊朗之鱼, 又带着一丝柔美。 眉宇之间贵气十足, 再加上一身温柔气质, 让人一看就知此人是富二代。 林朝元? 宁峰想起来了。 两个多月前, 因为周寡妇那件事, 林朝元还带着护卫队锁过他的小土屋子。 宁峰微笑着客气道, 见过林队长。 他此时表面虽然平静似水, 但心里有些慌。 心中警惕心不由一下暴涨而起, 左手悄悄捏紧服录, 准备随时祭出。 林朝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可是护卫队的队长, 臣直是昨夜被杀, 不会这么快就查到这里吧。 可林朝元却淡淡道, 我如今已经不是护卫队队长。 接着他目光冷然, 望向宁峰的脸。 你是何人? 为何在此刻出现? 他看着宁峰也觉得有些面熟, 但却想不出在哪里见过。 林家藏经阁直接带族人和高级客亲。 可是林家的客亲, 林朝元全部认识, 未曾见过面前这位红衣少年。 宁峰看到林朝元似乎对自己没有印象, 心中窃喜, 手掌一番。 将那块令牌掏出来, 在下得到特语, 到藏经阁查阅书籍而已。 这是令牌。 特语? 林朝元皱起眉头, 他没有接过令牌, 但目光扫向宁峰的手中。 看清令牌时, 他的脸上似乎浮现出一丝古怪, 不过很快便一闪而逝。 那令牌分明是客亲令牌, 而且级别不低。 若想阅此书, 最好等到炼气后期, 否则抗不住那道残念的刀气。 林朝元似乎也发现宁峰是刀修, 扔下一句话。 没有再多言, 转身走上三层去了。 那道石门, 在林朝元进入之后, 便自动合上。 宁峰愣了一下, 随后收起令牌, 再次端起那本刀记论, 这才发现第一页的纸质比较崭新。 仔细看了一下, 原来是用了一张纸, 护住原来的第一页内容。 而上面那八个字, 应该是林家加上去的, 提醒后来之人需注意此书。 书中既然有残念, 宁峰顿时觉得索然无味, 不打算继续看下去了。 干脆将书放回原处, 便下了二层, 直接出了藏经阁。 其实, 宁峰匆地离开, 更多是不想再和林朝元碰面。 方才林朝元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到。 这种实力上的差距, 让宁峰很是郁闷。 他甚至都不知道, 林朝元是一直在藏经阁内, 还是在他画幅的时候就来了。 画幅的时候, 宁峰的注意力高度集中。 如果林朝元那个时候来了, 他也不会发现。 被人发现他几个时辰内, 就学会了三种终极服录, 那会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一般服师若是无人面授, 仅靠自学, 恐怕十天八天都未必能学会一种终极服录。 何况还是三种? 天色尚早。 在走向林家内城门的路上, 宁峰刻意放慢了脚步。 他甚至还绕到了外务堂, 远远观望了一回。 陈执事挂的职务, 属于外务堂执事。 城外房租收取完毕后, 陈执事一般是直接缴纳回给外务堂。 可昨日, 何松和陈执事卫回来缴纳租金。 如今过去一天了, 应该有人发现他们已失踪了。 不过外务堂里外, 似乎都在忙忙碌碌, 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异常。 宁峰观望片刻后, 这才出了林家族地。 回到长生巷时, 已尽黄昏。 公子, 是这样的, 明日我想和秦雪姐姐去一趟方式, 需要买一点, 东西。 吃饭的时候, 叶莹有些紧张地开口道。 宁峰目光一转, 扫了一眼秦雪, 秦雪低头没有吭声, 但脸上满是期待。 想去就去吧, 现在城里比之前安全许多了, 不过还是要低调些, 别惹事。 若惹出事, 谁都救不了你们。 宁峰说到最后一句时, 特意加重了语气。 二女几个月没有卖出过长生巷了, 早就憋慌了。 女人每个月总要买些东西, 例如贴身之物。 如今城内护卫队似乎比之前更多了, 就算是凡人出行, 只要不主动得罪人, 安全应该没有问题。 二女听见宁峰音韵, 神色很激动。 公子放心, 我们有分寸的, 绝不会去惹事的。 叶莹连忙点头道。 二女来到修仙界, 也待了两三个月了, 对修仙界的大致情况已非常了解。 宁峰虽然是他们的主人, 但他们也知道宁峰这等修为境界, 放在凤瑶城, 根本排不上号。 说白了, 宁峰就是一个比城外散修要稍微好一些的小服尸。 如果他们在外得罪了其他修使, 宁峰还针救不了他们。 宁峰点了点头, 没有答话。 叶莹又问道, 公子, 那我们可以带嘎嘎一起出去吗? 嘎嘎? 宁峰皱眉道, 你们去买东西, 带上那个鸭子做什么? 他目光抬起, 望向院子角落围栏中的那只鸭子。 一个多月未曾留意, 这只死鸭子, 如今居然长得比普通的家额还要大了。 真不知道二女士为啥给他吃, 长得这般快。 不过这只鸭子, 此时却静静地浮在地上, 全然没有了往日的活跃。 丫头也微微垂下, 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叶莹小心翼道, 嘎嘎这几天好像有些不舒服, 我们想带他去看看。 看到凝峰表情有些疑惑, 秦雪莲忙在一旁解释道, 我们觉得嘎嘎有可能是病了, 听说方氏里有给受宠看病的, 所以顺便带他给大夫瞧瞧。 嗯, 你们自己看着办就行。 凝峰也不再搭理他们, 他怀疑二女出门, 就是为了给那鸭子看病。 至于买东西, 只不过是他们的借口。 二女很快就吃完饭退下, 圣凝峰自己坐在桌前。 从储物袋中取出今天未喝完的那壶灵酒, 一边吃饭, 一边闷酒。 这酒, 真是好东西。 凝峰看着手中的酒壶, 忍不住赞叹。 这几日, 灵酒带给他的灵力, 全部被他融合到自己丹田中。 凝峰觉得, 一天喝一小壶灵酒, 足以抵得上好几日的修炼。 他并不喜欢喝酒, 只是这两日没有时间修炼。 唯有一酒代替修行。 而且, 凝峰上次发现, 喝灵酒, 面板上的境界这一栏, 似乎也会增加。 有门下几口酒, 凝峰翻开面板。 姓名, 宁峰。 寿命, 十六七妖碎。 境界, 炼气六层, 二十一斜杠一百。 他每十口灵酒, 境界这一栏, 大约能增加一点。 一小壶酒, 有三十口左右。 换算下来, 一壶酒, 境界就增加三点。 要尽快踏入炼气后期了。 若不是担心喝酒太多, 造成根基不稳。 凝峰都想将储物袋中的灵酒全部取出, 一口气直接喝到炼气七层。 第161章, 炼气七层了。 修行急不来, 须稳打稳扎。 长生有望, 不必节则而鱼。 吃完饭回到屋中, 凝峰没有修炼, 而是取出笔墨。 先将今日在凌家藏经阁学会的三个终极符录的画幅流程记录下来。 他打算每次去凌家, 回来都偷偷记录一份。 时间长了, 就能凑够一本完整的经典终极符录。 然后再改个名字, 顺序调整一下。 每天身上缺钱了, 或许就能密集换零食。 终极符录密集, 肯定值钱。 乌珠那边这么久都没有找到渠道, 此类密集的难得程度可见一般。 陈月灵一块令牌, 等于给凌峰送了一条发财之道。 不过, 凌家不允许抄录, 这种记录下来的密集不能摆在明面上出售。 否则被凌家发现, 只怕没有好果子吃。 记录下轻身符、 兵剑符和金甲符的绘制流程之后, 凌峰便放松心情, 然后开始化符。 这三种符录虽然已经入门了, 但若想提高威力, 还需要不停地增加熟练度。 夜静人参, 游灯闪晃。 制符, 轻身符。 熟练度加一。 一日, 凌峰因昨夜睡得晚, 起床时天色已经大亮, 二女早已经出门了。 不过在桌上给凌峰留了早餐。 凌峰在院子中练了一会土盾饮, 然后又继续练习金红刀术的第一式。 终极符录已经搞到手, 身上的灵石又充足, 而且近期城内无事。 凌峰决定, 好好地苟上一段时间。 虽然有金手指, 但勤奋始终才是提升自我的最根本途径。 转眼, 春去夏至已到了六月末。 这一日, 天刚刚微亮, 院子外树上已文件缠身锅躁。 正盘坐在床上修炼聚灵功法的凌峰, 突然, 微微睁开眼, 目中闪过一丝金芒。 丹田内的灵气有些隐隐躁动, 似乎随时要狂涌而出。 同时, 丹田也有些松动, 并伴随着一阵轻微的撕裂痛感。 炼气后期, 终于要来了。 宁峰不慌不忙, 继续运行锯灵功。 丹田内躁动不安的灵力, 开始被引导, 缓缓顺着经脉流动。 然后游走周天之后, 又归入丹田之中。 经过数次的冲击之后, 丹田终于承受不住, 开始出现了松炼。 不啊。 随着一声沉闷的体内响声, 丹田终于扩长。 宁峰只感到一阵剧痛从腹部传出, 迅速扩散到身体各处。 这是丹田内的灵力无处可去, 唯有冲击体内各处经脉器官。 炼气中期, 晋升炼气后期的冲击力度, 远非常人想象。 比唐英如那晚突破炼气三层的情况, 要严重得多。 宁峰忍着剧痛, 一丝不苟地引导那道一直在游走的灵气, 继续行走周天。 在经过各处经脉时, 便融合那些散落在体内各处的灵力。 经过一次次的引导, 终于丹田扩散成功。 整个丹田的空间瞬间比之前大了三倍有余。 念版一闪而过。 姓名, 宁峰。 寿命, 十六七妖岁。 境界, 炼气七层, 百分之一。 炼气七层了。 轰隆隆。 就在丹田扩成的这一瞬间, 院子的阵法开始有些微微震动。 阵法内的聚集的那点灵气, 如坠入漩涡。 全部疯狂地向着宁峰头顶涌来。 同时, 天地间的灵气也似乎受到了吸引, 源源不断, 挤压了过来。 宁峰不敢怠慢, 忍着丹田刚扩大的不适, 引导一部分灵力到天灵盖处。 然后引导着T外那些疯狂扑来的灵气, 从百会学缓缓带入体内。 半个时辰后, 体内和体外的灵气, 才渐渐融合在一起。 但宁峰没有停下, 他继续稳固刚晋级的境界。 虽然都是炼气期, 但炼气后期相对于炼气前中期是一种量级的蜕变。 体内的灵力存储量已经完全不在一个级别, 不仅需要巩固境界, 还需要疏导一满身体器官中的灵力。 炼气中期, 灵力至多只能散布在血肉、 骨骼和经脉之中。 但到了炼气后期, 灵力已经可以灌注入体内各个器官了, 包括心、肝、胃、肾、肺。 从未接受过灵力酝氧的五脏六腑, 一下子充满躁动不安的灵力, 会带来极大的不适感。 这需要时间去习惯。 宁峰现在继续运行巨灵弓, 就是为了减轻身体器官内的这种不适。 一个多时辰后, 宁峰才缓缓睁开眼睛, 压掌收工。 然后长出一口气, 调整了一番后, 又半眯着眼, 开始自视体内。 丹田, 扩了三倍有余。 而灵力, 仅仅填充不到三分之一。 这需要长时间的修炼, 将丹田填充至满。 下一次将丹田填满时, 便是炼气八层了。 叶家的老祖, 也只是炼气八层而已。 除了丹田扩大, 宁峰感觉到自己身体也出现了极大变化。 心、 丹、 胃、 肾、 肺。 身体的各个器官在充满灵力之后, 变得更加的健康与强壮。 若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 用灵力滋养这些器官之后, 就能百毒不清了。 这便是灵气脆体。 一名修士, 划上分界线。 身体器官有了本质上的变化, 超脱了普通人, 已经不再是凡人之体态。 宁峰睁开眼, 目光如炬。 他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五官更加敏锐了。 院子外, 那棵树上的蝉拍动翅膀打到了叶子上的声音, 他都似乎听见。 另外, 嗅觉也敏锐许多, 宁峰闻到一股意味。 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身上已经是大汗淋漓。 是汗臭味和污垢的臭味。 方才丹田扩散的时候, 那阵剧痛让他出了一身大汗。 而且, 身上到处都是湿溜溜, 黑乎乎的。 这些, 都是从体内各个器官排出的污垢。 体质杂质被灵力排出出来, 身体更纯净了。 端水过来, 我要泡个澡。 宁峰走出院子, 吩咐二女。 他觉得自己进击后, 似乎走路都轻快了许多。 土顿仪! 宁峰忍不住施展开身形。 事事晋升练气后期之后, 能否带来功法上的一些改善? 搜搜! 瞬间, 院子里, 一道沟渠般深浅的凹槽立刻出现。 随后, 一道人影快速掠过。 人影看上去像是蹲在这条沟渠之中, 紧紧露出一小节身子。 而人影经过之后, 伸手那些向两边散开去的泥土, 纷纷笼合回来。 地面就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 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不错, 快了许多, 钩子也伸了许多。 宁峰月起, 拍了拍身上的泥土, 就准备泡澡去了。 土顿影, 又精进了一些。 第162章, 院子的售价。 秦姐姐, 你有没有发现, 公子似乎变好看了许多? 嗯, 发现了, 皮肤比我们还白还难。 等宁峰洗完澡出来, 二女发现, 宁峰明显和之前有些不同了。 整个人, 似乎变得更干净了。 气质无尘, 轻如折仙。 他的皮肤就如羊枝般细白, 头发也更黑了。 一双心目更是清澈无比, 炯炯有神地散发着精芒。 晋升练气后期时, 体内杂志排出了不少, 宁峰的精神器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不过这些, 宁峰并不自知, 他前世今生都不爱照镜子。 长生像这座院子里仅有的一块铜镜, 也是放在二女的房中。 唯一的一次照镜子, 是那次去凤瑶城方氏, 在一家店铺外的铜镜中, 无意看到了自己的模样。 看到宁峰似乎准备出门, 晋雪连忙走上前提醒, 公子, 今天是交租的日子了, 牙行可能会过来收房租。 行, 我给你留下房租吧。 宁峰从储物袋中掏出八块零食给了晋雪。 平时他会给一些备用零食给二女, 方便他们购买家里的物资, 不用老问他拿。 但每次给二女的零食都不超过三块。 宁峰担心他们身上携带太多零食, 会引来际鱼。 长生像的这座院子每月租金八块零食。 这么多零食, 晋雪自然要问宁峰要, 否则他出门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 万一牙行的人来了, 他们手中不够临时交租。 晋雪接过临时, 又问道, 公子, 那牙行的人万一来了, 又问起院子售卖的事, 应该怎么答复他们。 提起此事, 宁峰不由停下脚步, 站在院子中沉思。 上次梁高过来收租的时候, 他当时不在场。 梁高让二女转告宁峰, 说这座院子的房东委托中正牙行, 想将院子挂牌售出。 梁高希望宁峰考虑一下,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直接把院子给买下来。 如果宁峰不想买, 他们中正牙行就会买下, 然后继续租给宁峰。 不过这是, 他们也要征求宁峰的意思。 因为合同内明文说明, 在寄租或者购买这座院子时, 宁峰享有优先权。 二女侍候就告诉宁峰此事了, 不过宁峰一直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如今再提, 不得不考虑一番。 梁高上次说这座院子多少价格来着? 宁峰问秦雪。 88块零食? 88块零食? 宁峰挑了挑眉。 说贵也不算贵, 毕竟房租都需8块零食一个月。 买下这座院子只花了11个月的房租, 怎么看都划算。 而且, 宁峰未来几年可能都会待在凤瑶城, 如果买下这座院子会省下很多房租。 但美中不足的是, 这座院子的风水似乎不太好。 虽说布置了阵法挡煞器, 但宁峰心里始终有个疙瘩。 另外, 成熙的房价似乎在大战过后跌了一些。 上次在方式外, 有亚航伙计给宁峰推销成熙的院子, 差不多同样规格的, 售价是130块零食。 相差了40多块零食, 40多块零食对于现在的宁峰而言, 实在不算什么。 成熙的居住环境肯定比成东要好一些, 不过成东住习惯了, 刚和邻居们有些熟络, 宁峰不想这么快又搬家。 稍微思索片刻便对秦雪道。 衙行若是问起此事, 你就说还价60块零食, 如果他们愿意卖, 那我明日再去衙行和他们办手续。 如果他们不愿意卖, 那就算了, 暂时租着吧。 在成东买房, 除非性价比很高, 否则宁峰情愿花多些零食去成熙买房。 投资房产, 讲究的就是地段与潜力, 并非单纯的比较价格。 成熙无论是灵气充沛程度, 还是商业经济, 甚至交通安全都比成东来得好。 但如果这座院子60块零食能买下, 宁峰还是能接受的。 知道了, 公子。 秦雪应了一声, 宁峰走到院子门前, 整理了一下身上的法袍。 再一次仔细检查, 身上有无不妥之处。 晋升炼气后期之后, 再穿上这件下瓶法袍, 身上的外显气息, 依然是和原来差不多。 炼气期的修饰, 根本无法窥测到宁峰的真实境界。 就算释放气息探查, 也会觉得宁峰就是炼气中期的修为。 但若是助击修饰, 仍然一眼便可看出宁峰的真实境界。 宁峰打算尽快去方式, 找找有没有合适的中平法袍。 中平法袍或许能蒙过助击修饰的探查。 他不希望以后遇到陈月灵的时候, 还是被对方一眼看出自己又晋升了。 短短三四个月就晋升两极, 连宁峰自己都觉得有些快了。 不过十六岁的炼气七层, 真的很逆天吗? 未必。 在一些大仙族或者大宗门, 那些天骄弟子, 十来岁就触及炼气巅峰的并不在手术。 例如林家的林朝元。 林朝元年纪与宁峰相仿, 但修为绝对比宁峰高。 宁峰觉得林朝元至少是炼气八层。 凤瑶城这种天辟仙城, 尚且有如此人物, 更何况那些皇城、大仙城、 甚至大宗门或豪族。 不过,贵为天骄并不是好事。 宁峰自问没有背景, 能低调还需尽量低调。 没必要让别人知道他的真实修为境界。 所以, 那块仙国服饰玉牌, 宁峰决定暂时不炫出来。 这样, 别人就不会发现, 他已经晋升至炼气七层了。 这并不是狗, 而是出于自我保护。 打开阵法静置, 推开门, 不出长生相。 荣煞化灵阵, 如今看起来应该是有效的。 最近几个月来, 宁峰多次化险为夷。 而且, 临时财富翻了几千倍, 修为晋升两级, 浮尸等阶, 直接跳三级。 宁峰突然觉得, 这个院子还不错。 偏僻也是一种优点, 至少足够安静, 可以静下心来修炼。 隔壁的唐音儒, 似乎很久没露过面。 宁峰总觉得, 她好像在刻意避开自己。 倒是官慧, 时不时会过来和二女聊天。 周围没有太多同龄人可以接触。 唐音儒如果去方式看店, 官慧一个人在家里也无聊。 所以, 她这段时间往宁峰家跑得很勤。 她每次见到宁峰都没有什么好脸色, 宁峰也难得搭理她, 一个小屁孩而已。 不过宁峰有些好奇, 不知道官慧知不知道 那晚唐音儒来晋升练器三层的事情。 第163章 念五号院子 宁道友, 早啊。 经过二十五号院子的时候, 宁峰听到有人打招呼。 扭头一看, 原来二十五号的院子门开着的, 和他打招呼的是墨州行。 墨州行似乎正在修炼, 看到宁峰路过, 顺便打了个招呼。 两人在长生护卫队的时候, 曾经是队友。 平时路上遇见都会聊上几句, 彼此也聊得起来。 墨道友走, 又在练棍法。 宁峰笑着回了声, 然后便直接走进他的院子。 墨州行的这座院子, 比宁峰的还要小, 只有两间房。 宁峰的院子空间好歹有四十多平方, 但即便是这样, 宁峰都觉得不太够用, 有时练刀法时, 感觉束手束脚。 墨州行的院子, 目测都不到三十平方。 宁峰都怀疑他练棍法时, 根本施展不开手脚。 墨州行是棍修, 他的法器是一根棍子, 这根棍子很长, 起码一丈开外。 左右抡上一圈, 再加上手臂长度, 至少得十米才够。 练。 我每天都练几个时辰。 墨州行将棍式收起, 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宁道友, 请坐。 墨州行那次和宁峰同队巡逻受伤后, 休养了半个月, 就没有再和宁峰一起巡逻过了。 不过他很倒霉, 没过多久又在一次夜间巡逻中, 被一名劫修击中伤后背。 这次的伤势, 就有些严重了。 墨州行差不多在床上躺了两个月, 等他痊愈的时候, 长生护卫队已经解散了。 很多邻居暗中都说, 墨州行其实是命好, 若他没有受伤, 极有可能死在接下来的巡逻任务中。 因为墨州行受伤之后, 和他同一队的其他邻居, 在接下来的那次巡逻中, 几乎全军覆没, 只剩下一个炼器六层活了下来。 请凝峰到院子角楼的石桌坐下后, 墨州行给凝峰倒了一杯茶。 多谢。 凝峰接过茶杯, 饮了一口, 发现这并不是零茶, 而是是普通的茶叶。 味道也很一般, 并不是什么好茶。 墨州行也给自己倒了一杯, 随后如饮酒般, 仰起脖子, 将茶一饮而尽。 这才抹了抹嘴道, 宁道友, 你这是准备出门去哪? 凝峰笑道, 我准备去方市走走, 买点生活物资之类。 墨州行奇道, 还要你亲自买生活物资? 你不是有两个婢女吗? 我经常看到, 他们去买伙食回来。 凝峰一证, 他其实不是去买什么生活物资, 只是这么随口一说而已。 没有想到, 墨州行问得这么仔细。 便笑道, 我那两婢女是凡人, 又没有灵力, 无法使用储物袋, 有时需要买重一点的东西, 他们搬不动。 原来如此。 对对对, 我咋没想到呢? 墨州行连忙点头, 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随后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继续好奇问道。 宁道友, 我看你那两个凡人婢女, 长得十分貌美。 你是在哪里买的? 你是不是专门买来暖床的? 宁道友, 你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零食? 他一脸羡慕地看着宁峰一连串的问题, 期待得到宁峰的回答。 宁峰很无语, 不过他也看得出, 墨州行并不是对二女起了蟹鱼之心。 只是真的好奇, 想问清楚这些事。 墨州行这个人, 其实什么都好, 就是凡事爱叫真。 说难听点, 有点缺心眼, 很容易得罪人。 宁峰都想不明白这样的性格, 是怎么能在修仙界活到现在的。 苏雅琴的性格也是大大咧咧, 但至少还有脑子, 人情事故完全知晓。 墨州行则似乎一点脑子都没有。 上次巡逻, 七号院子的方尘莫名失踪, 大家一起去寻找方尘。 原本个人都想走个形势, 然后就回来交差, 毕竟当时的局势非常不安全。 可是墨州行居然提议, 让大家一起去偏僻的树林内寻找。 他是真的打算去找方尘,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的那种。 就为这事, 苏雅琴就有些恼火了。 在巡逻的时候, 苏雅琴就直接安排墨州行到巷子口站岗。 巷子口是长生巷的唯一路口, 危险性自然比其他地方大。 所以, 换个角度看的话, 墨州行巡逻时受伤, 是因为他得罪了苏雅琴, 归根到底是他的性格所致。 沉吟了一下, 宁峰没有直接回答墨州行的问题, 而是笑着反问, 怎么? 墨道友也想买几个婢女? 想, 怎么不想? 墨州行放下茶杯, 一拍大腿, 宁道友, 我前段时间受伤卧床的时候, 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 他目光泛空, 嘴角忍不住裂开, 似乎在遐想着什么。 若是身边有几个婢女, 我说不定能痊愈更快一些。 宁峰摇了摇头, 笑道, 墨道友若是想买婢女, 尽管去牙形里挑便是。 方氏外那条路, 不是有大把牙形, 只要有零食, 你想买多少都有。 唉。 墨州行文言, 表情有些暗淡, 给自己又倒了一杯茶, 仰起头, 一饮而尽。 放下茶杯, 这才探道, 望着宁峰无奈道。 宁道友有所不知, 我卧床两个月, 疗伤花了不少零食, 而且连银上都断了。 现在哪里还有零食买婢女? 那段时间, 我一直是花老本, 根本没有收入, 还要交房租, 唉, 一言难尽。 这个巡逻队真是, 真是亏本生意。 宁峰摇头暗笑, 这亏本生意, 还不是你自己找的。 若不得罪苏亚琴, 只怕他不会受伤, 若不受伤, 或许不会调到其他的巡逻队。 说不定就能一直和苏亚琴 和宁峰在一支队伍。 宁峰和苏亚琴, 在这么多次的巡逻任务中, 虽然也出现过险情, 但至少两人都没受过什么大伤。 莫道友, 你之前不是做探麦尸吗? 怎么? 如今不做了? 宁峰记得有一次聊天时, 莫周行说, 他是探麦尸, 受伤卧床这么久, 应该有所影响。 叹个屁。 莫周行咬牙狠狠道, 什么探麦尸? 说白了, 就是一个挖矿的。 上次大战, 矿场也受到影响, 早就关闭了。 宁峰点了点头, 道, 原来如此。 他其实早就知道了, 莫周行就是一个挖矿的修士, 只不过他自己要面子, 和谁聊天都吹嘘自己是探麦尸。 凤瑶城附近有一些山脉, 有些山上会有一些矿石。 在林家的势力范围内, 所有的资源都是林家的, 只不过, 林家将一些地方划分给周围的一些家族。 这些家族可以自由开采自己管区里的矿石, 但要缴纳一定比例的收益给林家。 大量的矿工, 为他们开采矿石。 莫周行, 之前就是给那些家族开采矿石。 林章大战后, 各个矿场都关闭, 害怕受到偷袭。 所以, 莫周行就失业了。 开采矿石有一定危险性, 而且非常辛苦。 但是收入还算可观。 第164章, 叶家的禁矿。 不过, 那些家族招收挖矿修士的要求不低, 起码要炼器四层以上。 而且, 修为境界不同, 领取的报酬也不同。 普通的挖矿是靠体力。 修仙界的挖矿, 不仅需要体力, 也需要灵力。 一片区域之所以被判定为矿产区, 是因为该区域内的矿石产出频率很高。 但矿石深藏在山壁或者地底, 并非每个位置都有。 挖矿的修士, 需要运导灵力探测矿石的搭带位置, 再消耗体力挖出。 有些矿洞常年累月被敲挖, 山体或洞壁已经松动开裂, 随时有塌陷的危险。 所以许多修士都不愿从事这种职业, 愿意挖矿的修士, 多是单身之人, 没有家族的羁绊。 或者是一些亡命之徒, 走投无路的修士。 墨周行没有什么其他特长, 挖矿来前又快, 能维持他在城内生活居住的开销。 所以他选择了挖矿为生。 但是之前矿场被关闭, 他断了收入来源。 墨周行看到宁峰茶杯以饮半空, 又给宁峰针满茶, 皱眉苦脸地道。 宁道友, 你这几天和苏雅琴去狩猎吗? 若是打算去的话, 把尾给烧上, 可以吗? 宁峰和苏雅琴狩猎, 周围有几个邻居都知道。 墨周行自己也知道, 苏雅琴不怎么待见他, 不好意思找苏雅琴, 便开口问宁峰。 宁峰有些诧异, 问道, 狩猎, 那可是危险的活。 你没看到苏道友和他那个朋友, 都因为狩猎受伤了吗? 苏雅琴和孙月的伤, 前两月就好了, 孙月也已经回到他自己家里住了。 墨周行摇头自嘲道, 危险, 现在这世道哪还有安全的营商? 我之前去帮人挖矿, 不也同样是危险的生计? 宁峰点了点头, 他很赞同墨周行这番话。 举起茶杯, 饮了一口道, 墨道友说的甚是, 不过最近苏道友好像没有狩猎计划, 改日我遇到他时, 再帮你问问吧。 苏雅琴最近似乎一直在家里修炼, 也没有再去狩猎。 宁峰估计, 他可能因为上次狩猎的事, 影响了心境。 不过苏雅琴的家底比较丰厚, 就算不去狩猎, 生活方面的开销也无忧。 而宁峰自己, 倒是有去狩猎的心思, 自从上次杀了雪狐兽员增加以后, 宁峰就觉得, 这是一条合适自己的长生之路。 只不过, 狩猎始终是团队行为, 一个人很难孤身作战。 若是没有找到合适的队友, 宁峰也不愿去狩猎。 墨周行连忙抱拳, 那就先谢过宁道友了。 狩猎团队一般极少招收新人, 除非知根知底, 或者有熟人推荐。 否则拖后腿不说, 关键时刻在背后给大家捅一刀, 战利品就相当于为他人做嫁衣了。 宁峰白手谦虚地道, 墨道友客气了, 不过举手之劳罢了。 不过, 你若是想找事情做, 为何要舍尽球员? 城内护卫队不是挺好吗? 他记得在方式外面, 看到林家招护卫员的公告, 待遇并不差。 而且, 墨周行的境界也符合要求。 护卫队? 消息可靠吗? 墨周行文言双目亮起, 忍不住追问。 宁道友, 城内护卫队啥时候又招人了? 我怎么不知道? 宁峰摇头笑道, 你若是不信, 去外面看看便知道了。 林家最近一直在扩充护卫队, 现在城内的护卫队越来越多了。 城东长生巷的位置有些偏僻, 林家张贴公告, 甚至都没有张贴到这边来。 墨周行在床上躺了两个月, 痊愈之后, 很少出行, 经常窝在家里修炼棍法。 所以, 林家招护卫队的事情, 他根本不知道。 那我一会去看看, 若还招人, 我就加入护卫队算了。 宁道友, 我若能成功加入护卫队, 一定请你搓一顿。 墨周行信誓旦旦地朝宁风道, 护卫队对于他这种 没有什么一技之长的修士而言, 其实算是一份相当不错的职业。 轮班制, 巡逻的时候虽然有些辛苦, 但休息的时间很多, 报酬方面也过得去。 而且, 不用轮值的时候, 还可以搞一些副业, 增加收入。 好说, 好说。 和墨周行聊了一会, 喝了几杯茶后, 宁风就告辞。 出了墨家院子, 远远看到一行人正在搬家, 是七号院子。 一位三十岁左右的温如修士, 正指挥着一些下人 把家具抬进院子里。 他们是搬进长生巷, 而非搬出去。 七号院子原本住的是方辰, 方辰陨落后, 他的家人就搬走了。 这套院子空了近两个月, 牙刑才又放租出去。 现在搬进来的, 应该是新的邻居。 这位温如的修士, 看到有人从巷子内走过来, 也猜到凝峰是邻居。 他表情有些犹豫, 似乎想走过来熟络一下。 但凝峰则故意把目光移往他处, 装作没看见, 直接从一旁走了过去。 那位温如修士, 看到凝峰如此, 刚想迈出的脚, 也不禁收了回来。 长生护卫队巡逻期间, 一共有12位邻居陨落, 基本都是被劫修直接击杀, 或者因为伤势过重, 最终无力回天。 这些邻居, 大部分都是家庭里的主心骨。 他们一旦陨落, 家人基本就失去了收入来源, 没有能力承担得起城内的房租。 所以这两个月, 陆陆续续地, 有几户人家已经搬出了长生巷, 空出了几套院子。 而凤瑶城内稳定了以后, 城外的一些散修, 也趁着城内房租比较低, 开始搬进来, 希望在城内谋求发展。 修仙界便是如此, 一场大战, 看似只是两家的纷争, 但影响后果却非常深远, 足以改变许多人家的生活轨迹。 而叶家, 这两个月动作也是比较多, 他们不断买下城内的一些商铺, 同时还四处招揽人。 甚至连长生巷里的几位邻居, 都已经被他们招揽成功, 成为叶家的客亲。 自从那次叶志文和宁峰发出邀请之后, 这几个月里, 他又陆续找过宁峰好几次, 希望能说服宁峰加入叶家, 成为叶家的客亲。 叶志文给宁峰开的条件, 一次比一次高。 到了最后, 叶志文几乎是在暗示宁峰, 若宁峰答应加入叶家, 过两年可以将叶玉莲嫁给他。 叶玉莲不知道这是叶家老祖叶明的意思, 还是叶志文私自做主给他画的大饼。 叶玉莲今年才14岁, 长相出众,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叶玉莲是叶家嫡系, 叶明的嫡孙女。 第165章 初季易戎福 叶家的家主是叶明, 叶明有三个儿子, 老大叶天, 老二叶盛, 老三叶龙。 叶明有个弟弟, 弟弟数十年前已陨落, 但留有两个儿子, 叶浩江, 叶志文, 叶玉莲则是叶天的女儿。 如果叶明突破驻击失败, 那叶天必然就会成为下一任家主。 若取了叶玉莲, 在叶家的地位, 算得上是打入核心高层了。 但宁峰如今, 怎么可能轻易被叶志文化的这个饼打洞? 他早就考虑清楚了, 反正都是当客卿, 为何不选林家? 林家这么大的靠山, 又岂是叶家这种小仙族能笔? 所以, 叶志文好几次登门, 都被宁峰很明确地婉拒了。 吃了几次闭门羹之后, 叶志文就没再来找过宁峰了。 他不知道宁峰已经晋升炼器七层, 若他知道, 他也不可能再来招揽宁峰。 长生巷子里, 三十六户人家, 如今在实力上, 能压宁峰一头的, 只有叶家的老祖叶明。 就算是叶天, 也未必可以, 一路往方氏走去。 走到星园巷附近, 有一个拐角处比较窄, 宽不过三尺。 宁峰眼睛余光微扫过前后, 确定无人, 便一个闪身钻入拐角处。 三西后, 从拐角的另外一端走出一名身穿浅灰色道袍的修士。 他大约是三十五岁左右的光景, 身材较高, 相貌非常普通。 这种相貌, 只要放到人堆里, 都如同石沉大海, 泯然于众人。 无论他和谁站在一起, 都不会让人留意到他, 因为他的外貌, 实在是太普通了。 普通道, 就算你站在他的面前, 也不会刻意去盯着他的脸看, 甚至会下意识地, 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这一绒服, 也不知效果如何。 喃喃自语道。 这位中年修士, 正是他使用了易容服, 暂时改变了外貌的一些特征。 不过他手头并没有镜子, 无法看到自己如今面部的模样如何。 最近宁峰不但将终极服录的熟练度晋级了, 就连冷门服录也抽空学多了几样。 除了之前的地椎服和隐身服, 冷门服录中的御兽服, 易容服, 纸人服, 与灵服, 宁峰街已经在这段时间逐一掌握, 并且面板上的熟练度也都达到了入门。 现在他使用的这张易容服是一张下品, 每次即发出易容服可以维持六个时辰。 六个时辰之后, 五官特征便会恢复为之前的模样。 若想提前恢复模样, 只需默念一段法觉便可直接清除易容服的效用。 易容服只是遮挡外貌上的一些特征, 并非物理上的骨骼易容, 所以使用易容服后的模样在变化上很有限。 远不如易容法术那般灵活, 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外貌、五官、身材、甚至气息。 不过对于宁峰而言, 够用就好。 他现在要去方式里出售一些服录。 易容服足够用了。 这两个多月, 除了备用服录, 他身上又多了两千张服录。 终极服录和冷门服录都有, 这些服录他暂时不想通过保龄堂的渠道售出。 所以,易容交易更安全。 不过宁峰在拐角处也同时换下了那件红色法袍。 如今他穿的是一件普通法袍, 所以,外险的气息就是炼气气七层的了。 一路走向方式, 路过街道旁边一家店时, 宁峰在外面看到这家店里有一块铜镜。 他特意走进去, 洋装要买东西, 顺便照了一下镜子。 然后, 在掌柜略带莫名其妙的目光中, 直接离去, 他很满意。 镜子中的那个中年修士, 连他自己都认不出来。 我要办个摆摊证。 在方式的管理处, 宁峰对着接待的女修直言来意。 临时摆摊, 五十个岁零食一天。 若是办理半年期的摆摊证, 八块零食。 一年期的, 十二块零食。 女修眼睛抬起, 想看着对方报价。 但不知为何, 她的目光刚接触到对方的脸上, 竟不由自主地把目光移到一旁去。 我先办个零食的。 宁峰递上一块零食, 她现在身上根本就没有带碎零食。 钱是, 她也不爱带零钱。 只要是十元以下的, 她都会从钱包内取出, 单独放在家中某处。 宁峰在摆摊区门口办理摆摊证时, 才二十个岁零食。 那次必是邻家战后对方式的一些补偿。 毕竟那段时期, 方式离许多散修都无法营业, 根本没有收入。 降低减免一些租金, 等于变相给一些照顾罢了。 如今城内稳定, 租金自然恢复到战前的水准。 你是准备卖什么货物? 女修又问道。 宁峰沉印一下, 才道, 俘禄、秘籍、 法器。 接待的女修找回五十个岁零食, 然后从一旁的木柜中取出一块木牌, 递给宁峰。 现在摆摊区整顿后, 不可随意挑摊位了。 领到什么牌子, 就在什么位置板。 宁峰接过木牌一看, 正面刻着, 零食摆摊证。 背面则刻着着, 一百三十七号摊位。 拿着木牌走到摆摊区, 一眼望去, 人山人海, 一副繁华荣盛的景象。 这才是方式原本应有的样子。 比上次来的时候, 更为热闹了。 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摊位, 不算很偏僻, 位置比上次还要好一点。 左右看了一下零摊, 宁峰才发现, 这一排摊位, 居然全部是卖秘籍或者俘虏和法器的。 看来, 最近方式也整顿过了, 加强了管理, 摆摊区开始划分货物种类, 卖同类货物的摊位, 都尽量集中在一个区域。 这样方便客人挑选, 也大大节省了双方的时间。 不过这样一来, 就容易出现价格竞争, 对摊主有一些不利。 但整体来讲, 利大于弊, 毕竟人流量集中, 目标客户大量聚集在一个区域, 成交量肯定高一些。 这比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守住待兔, 要好一些。 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块兽皮, 这也是唐古的那批兽皮, 宁峰专门留下一张有瑕疵的, 就是为了摆摊用的。 其余的兽皮, 他早都交给二女, 制成浮皮了。 二女这两个月制出了不少浮皮, 宁峰现在都没有化完。 二女制的浮皮, 质量上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宁峰这两个月花了几千张浮露, 得出的结论。 尤其是那些血浮皮制成的浮皮, 品质极佳出了不少上品浮露。 第166章, 摆摊卖浮露。 兽皮铺开之后, 宁峰便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块木牌。 木牌上只刻着两个字, 浮露。 这块牌子是他闲时用匕首刻的。 经过上次摆摊后, 宁峰觉得有个牌子要方便许多, 别人远远就能看到。 知道这里是卖浮露的摊子, 无需嘴巴解释太多。 然后又取出几张浮露, 用小石块压在兽皮上, 当展示之用。 隐身符, 雨灵符, 指人符, 地锥符, 玉兽符, 兵剑符, 轻身符, 金甲符。 每种放一两张即可。 浮露不必放太多, 有一两张弓那些有意向的买家辨别品质。 足以。 谢力符和玉峰符, 宁峰也各摆上了一张。 则放了五本。 五周拳法, 镇齐的制作工艺, 木灵术, 剑刀秘符, 炼丹心得。 现在宁峰储物带有十多本秘符, 但可以出售的仅仅有这五本。 其他的秘符, 要么就是以后可能用得上, 要么就是暂时见不得光。 例如何松的那两本拳法, 冰盾拳, 与反武化灵拳, 现在就不能摆出来卖。 逛摆滩区的修士中, 万一有人认识何松, 又知道他有这两本秘符, 就会很麻烦。 自从上次在城外小树林里, 杀了何松和陈直氏之后, 林家很快就发现他们失踪了。 和宁峰猜想的一样, 林家果然立即调查此事, 派出大批护卫队, 四处搜寻何松和陈直氏的下落。 当然, 最后找不到。 不过当时凤摇城内有一些留言, 说是一些觊觎林家的先祖, 围杀了两人, 并且截走了房租零石, 想借此打击林家的收入来源。 这些留言, 有人相信, 也有人将信将疑, 大家都没有证据。 最后慢慢地, 这件事也就没有了下文了。 而陈直氏的身份, 经过此事也被扒了出来, 他是陈月灵的远方表哥。 这件事给了林家一个警醒,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 林家直接派出修为更高的客亲, 代替陈直氏来收取城外的房租。 宁峰当时听闻林家追查无结果之后, 也没有特别欣喜, 因为这个结局原本就在他意料之中, 在妄想摊位。 宁峰没有摆上易容符, 他自己现在就在用易容符, 感觉摆出来总有些别扭。 上次摆摊, 有些法器还没卖完, 取出几件摆到兽皮上。 剑, 只摆上两把, 宁峰袋里还有八把, 刀只剩下一把了, 也摆上。 还有那把钩子, 上次也摆过, 但一直没有人看得上, 连问都没人问。 宁峰怀疑, 这把钩子很可能会烂在他的手里, 很难卖出去。 一般法器都需配套着功法修炼, 炼钩的秘籍, 市面上极少, 根本不多。 除非是祖传修钩的, 否则一般的修士宁愿选择剑道, 因为修建的成本低, 剑法秘籍的选择也非常大。 接着又掏出一些药材, 粪出一些样品, 搁在摊位上。 这是在审平院子内找到的那批药材。 这批药材, 数量不少, 但宁峰研究过几次, 发现自己根本用不上。 只有炼丹师, 才需要这些东西。 所以, 留着只是占用储物带空间, 干脆卖了。 当然, 得有人看得上才行。 将东西摆好, 宁峰望了一下其他摊子。 左边摊位是个专门买功法秘籍的, 摊位上摆着上百本秘籍, 几名修士正蹲在地上选秘籍。 宁峰看了一眼, 全是一些炼器前期的大街货, 连适合炼器中期修炼的秘籍都非常少。 再看右边的摊子, 138号摊。 这个摊位, 比左边那个还要大, 简直就是一个摆货店。 一看这种规模, 就知道是固定的摊位。 摊主一般长期摆摊营生, 办理的摆摊证, 不是半年期就是一年期的。 摊位上堆满各种符纸、符皮, 各种等级的符墨, 还有符笔。 看来是专卖福禄耗材的, 许是为了增加营收, 摊主也在空余的位置摆上了一些功法秘籍。 只是, 和左边的摊位一样, 都是一些入门级的功法秘籍。 摊主是位女修, 正在和人讨价还价。 宁峰看了一眼, 总感觉这位摊主似乎有些眼熟。 等女摊主与人交易完, 转过身的时候, 宁峰才发现, 这位摊主居然是她第一次买符纸的那个女摊主。 原生留下的那本入门符录制作详解, 也是在这位女摊主这里买的。 之前女摊主还给宁峰留了几张传讯符, 不过宁峰早就扔了, 一次都没用过。 宁峰差点就想打个招呼, 但猛然想起, 自己现在使用了易容符, 赶紧又把嘴给闭上。 女摊主转身看到宁峰望向这边, 笑着点了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宁峰也点头回礼, 中年修士的人设, 他把控得相当到位, 有经验。 道友, 你这个指人符怎么卖? 就在此时, 第一个潜在客户终于上门问价了。 这个, 宁峰皱起眉头, 指人符, 他还真不知道价格。 凤瑶城方市里, 也没有见过有此符出售。 无珠或许知道, 因为宝灵堂在仙国各大仙城都有分店, 许多货物的价格信息都相互分享。 指人符在凤瑶城或许服饰绘画, 但在其他仙城, 肯定也有。 问价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修士, 头有些秃, 他一看宁峰的表情, 立即就明白过来了。 我在其他地方买的指人符, 价格为一块零十五张。 一块零十五张? 宁峰怀疑这个修士再给他下套, 一块零十五张, 那和地锥符差不多价格了。 地锥符是因为有使用限制, 价格才这么低。 道友, 指人符哪有这么便宜? 起码要一块零十四张。 你可以看看我的符碌品质, 和你之前在其他地方买的, 对比一下。 宁峰淡淡道了一句, 他也准备回套一下对方。 那位修士犹豫了一下, 蹲下来, 拿起那张指人符, 正凡仔细看了一遍, 才道。 道友想必也知道, 指人符与其他符碌不一样, 只看你这张符碌的橙色, 品质应该是不错的, 不过具体的效果如何, 需要实测方能知晓。 宁峰沉吟, 对方这话不错, 指人符有些特殊。 那道友万一测了不满意, 我岂不是亏了一张符碌? 那位修士笑道, 若你的指人符没有问题, 这张测用的我, 自然一起买下, 一般指人符同批次的, 品质都差不多, 除非画符之人存心恶搞。 如果符碌满意, 我就按一块零十四张买下, 如果我觉得不满意, 就按一块零十五张成交。 如何? 宁峰点头, 可以。 你是吧? 第167章 优质指人符 修士也不多言, 他应该也是常用指人符的。 直接夹着那张指人符, 手掌一震, 祭出。 一道蓝色的符纹立即在空中放开, 然后这道符纹迅速变成白色, 接着缓缓落向地面。 落到地面那一瞬间, 这道符纹竟然换顿成一张纸片。 纸片如人形, 有头、 手、 足、 身高仅二十多厘米。 小指人立起身子, 回头望了望那位祭出符录的修士。 指人符寄出之后, 需要念起符诀, 驱动指人中的符文。 指人方会接受指令展开行动。 去! 随着那位修士口中念念有词。 只见那小指片人, 双足一跃, 直接迈出一尺多。 随后如同一道烟斑, 迅速往摆滩区的镜头狂奔去, 仅仅三西不到, 便消失在视野中。 那名修士张大嘴巴, 目瞪口呆, 看着小指人离去的方向。 指人符, 他不是没有用过, 但从未见过速度这么快的下瓶指人符。 道友, 测得如何? 宁峰装作风轻云淡地问道。 小指人一跑就没影完, 宁峰心里也没有底, 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这种效果, 是行还是不行。 指人符化成之后, 他自己一次都没有用过。 这个, 那修士正在感应指人符的方位, 和小指人看到的景象。 听到宁峰问起, 咽了一口口水, 才道, 尚渴。 宁峰点了点头, 那便好, 道友需要几张指人符? 我买二十张, 道友算我一块零十五张可否。 那名修士看着宁峰, 有些担心, 他不知道宁峰身上, 有没有二十张指人符。 这种符录, 无论在哪个仙城, 都不是烂打街的货。 因为能画出指人符的符诗, 也不是傻子。 同样消耗精力和灵力, 还不如画攻击符录或者防御符录。 就算不卖, 也可以自用。 指人符, 说到底只是功能型符录, 本就可有可无, 并非必备之物。 但宁峰没有这方面的顾忌, 他画符的灵力消耗, 比其他符诗要少得多。 宁峰微微皱起眉, 这么少? 你若是买五十张指人符, 我便可按五张一块零十授给你。 可以。 那名修士没想到, 宁峰手头居然有这么多指人符, 大为高兴。 连忙掏出了十块零十, 递了上来。 宁峰则取出四十九张指人符给了他, 方才两人已经说好, 如果测了指人符满意, 那张也算在里面。 宁峰接过符路, 仔细一张一张地进行变剑, 直至发现所有指人符的品质, 都与方才那张所差无几之后, 他才满意地离开。 宁峰这段时间画的指人符, 大概七十来张。 这一下就迈出五十张, 开门变剑红, 收入十块零十, 心情不由愉悦起来。 画指人符的时候, 宁峰特意用二女制的那些普通妖兽符皮, 成本几乎接近零。 好的符皮, 他都是用来画防御符路, 或者进攻符路。 宁峰在附近逛了一轮, 发现只有宁峰这里, 有一些比较冷门的符路出售, 便上前问道。 没有呢。 宁峰直接回道。 那对夫妇闻言脸色有些遗憾, 值得离去, 继续去其他的符路摊位翻找。 暴血符也属于冷门符路。 那本冷门符路摘要, 那就有记载。 不过宁峰根本不打算学这个符路, 因为在他看来, 暴血符简直就是自残。 寄出暴血符的时候, 需要用自己的写作为寄饮, 才能成功寄出暴血符。 而且要一直用灵力维持, 不停地往符温中输入自己的鲜血, 方能让符温凝会杀伤之力, 以此袭笛。 威力虽大, 但形同自暴, 这样搞, 简直就是损人不利。 不到了绝境之处, 宁峰认为根本没有人会用这种符路。 所以, 他一向觉得不会有人买暴血符, 就算有, 肯定也不多。 但没有想到, 今天就遇到有人问此符。 这一排摊位, 也有几名符师在摆摊, 生意似乎也不错。 不过多数都是卖一些比较低级的符路。 例如隔音符, 谢力符, 甚至还有人卖传讯符。 而且, 清一色是夏品, 宁峰虽然看不清他们的符师御牌, 但可以断定这些基本都是二阶的符师。 高阶一些的符师, 就算是摆摊, 一般也不会卖传讯符这种符路了。 因为累死, 赚不了几个零食。 宁峰想了想, 又从储物袋中取出几张中品的谢力符和预风符摆在摊位上。 他之前摆出来的都是夏品, 放上两张中品, 应该能吸引一些修饰的目光。 果然, 中品符路摆上之后, 来询问符路的人明显多了。 这个摊子有中品符路, 说明这位摊主的画符能力要高出其他人。 就算是夏品符路, 品质也会有保证, 能让人买得放心。 所以, 在接下来的大半个时辰内, 宁峰的摊位上也逐渐火爆起来, 交易不绝。 有个剑修原本是蹲下来看法器的, 结果最后看到宁峰的预风符品质不错。 他最后连法器都不看了,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直接掏出买法器的50块零食, 买下110张中品预风符。 宁峰有些怀疑这家伙买这么多, 是不是拿去转卖给别人, 私自赚上一手。 紧这一笔交易, 就比直接售给保龄堂, 多赚了10块零食。 另外, 兵剑符、 金甲符和轻身符摆在地摊上也非常惹人注目。 这片摊位区极少有卖中级符录的。 不过来逛地摊区的修饰, 一般境界也不会太高。 中级符录虽然看着眼热, 但销量上依然是预风符和谢力符拔得头筹。 在许多人眼里, 买下品的中级录不如买中品的入门符录。 原因无它, 省钱。 虽然威力差了一些, 但剩在数量多, 一张不行我就甩多几张, 反正够用就好。 另外, 宁峰发现隐身符虽然是冷门符录, 但似乎挺抢手。 来到宁峰摊位上的修饰, 只要看到隐身符几乎都会出手买一些。 这玩意, 哪怕不用, 也能满足他们的猎奇心理。 所以, 下品隐身符也卖出去了一百来张, 为宁峰带来了三百块零食的收入。 虽然隐身符是功能符录, 但其用途太广泛了。 宁峰搞不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的符录会被列为冷门符。 直到右边摊子的女摊主给他解释了一番, 宁峰才明白过来。 大兆仙国明文规定, 严禁饭寿中品, 上品隐身符, 为者暗律处罚。 第168章, 禁寿隐身符。 宁峰听完一愣, 但随即了然。 这种规定, 是仙国加强统治的手段之一, 无可厚非。 中上品的隐身符, 威力过大, 尤其是上品隐身符, 其隐身效果已然接近真正意义上的隐身。 存在感几乎为零。 这种俘虏若是大面积传播, 被有心人专门制作, 交付一些别有心机的团队使用, 很可能会威胁到仙国的统治。 所以, 禁止贩售。 但是, 并不禁止个人使用。 就是你自己用, 可以, 合理也合法。 只是你不能卖, 卖了就是不合法。 除了中, 上品的隐身符, 还有中, 上品的鬼王抽魂符, 也不能贩卖交易。 因为鬼王抽魂符, 可以将生人之魂, 直接剥离出肉体。 此举过于不人道, 仙国早已经强令禁止售卖。 仙国的许多管理措施, 其实都是大局出发, 旨在维护仙界稳定, 同时也保护凡人。 这些没有影响到宁峰, 而且, 宁峰还感觉到对他有利。 虽然他现在还没成功画出过上品隐身符, 但以后若是成功画出, 或许可以当作绝杀手段使用。 别人买不到, 而他自己却有, 这就明显多了一个优势。 卖符指那个女摊主, 看见宁峰不说话, 又提醒道, 规定是规定, 其实你只要不摆出来卖就没事了。 宁峰朝他点了点头, 多谢道友告知。 女摊主低声道, 私下交易一两张, 其实根本没人管, 大家都是这样。 道友, 我也需要几张中品隐身符, 不知你手头有没有? 没有。 宁峰想都不想, 直接回答。 他储物袋内, 其实有一些中品的隐身符。 上次用隐身符潜出城外, 击杀何松和陈直氏之后, 宁峰就觉得隐身符特好用。 所以, 有这几个月来, 陆续画了几百张。 这几百张隐身符中, 就有二十来张中品, 不过他早已挑出来, 放在储物袋中, 打算留着自用。 现在听闻先国禁止售卖中品的隐身符, 宁峰更也不可能拿出来卖了。 万一对方买了, 转头就去举报他怎么办。 人心如虎, 不得不防。 女摊主文言有些失望, 他好心告诉宁峰这么多东西, 就是希望宁峰懂点人情试骨, 悄悄卖给他几张中品隐身符。 没想到宁峰拒绝起来, 都不带一点犹豫。 隐身符的画幅难度, 其实并不高。 女摊主亲眼看到, 宁峰都成交了上百张中品符录, 他身上一定也有中品的隐身符。 不过他既然不愿意卖, 女摊主也不好再说什么。 宁峰身上没有服饰玉牌, 但他能明显感觉到这个中年人, 境界比他高出许多。 来到隔壁摊子前大声喊道, 还是拿上次那种吐血魔符吧。 女摊主没再继续和宁峰搭话, 转身去招呼客人去了。 而此时宁峰的摊位上, 也来了一个客人。 是一位少年修士。 这位少年修士似乎对沈平那些药材很感兴趣, 蹲下身子, 取了几根药材细细见赏一番。 然后又竹根放在鼻子前闻了闻。 道友,这几位灵药, 你有几斤? 看了一会后, 少年修士才抬起头问宁峰。 宁峰回道, 加起来大概有百来金吧。 少年修士双目发亮, 百来金。 不知价格几何。 宁峰沉吟了吓道, 你开个价吧。 合适的话, 我全部卖给你。 少年修士见宁峰如此说, 低下头看着这些灵药, 皱着眉头计算了好一会, 才道, 心灵草一块零十八斤, 龙尾草一块零十五斤, 双穹花一块零十三斤, 还有这个零金跟一块零十一斤。 这个是方式里的价格, 你摆摊肯定要便宜一点。 每一块零十, 你需给多我一斤方可。 若是道友愿意接受, 咱们就可以交易。 宁峰也不多说, 直接掏出那批药材, 放在地上。 你看看有多少斤, 就按你说的价格结算。 少年修士似乎是某些药房的采办伙计, 竟然直接从储物袋里, 掏出一个秤。 然后, 将各自药材分类整理好, 上秤, 开始计量了起来。 心灵草一共是三十六斤, 龙尾草四十五斤, 双穹花十斤, 零金跟七斤, 一共是二十三块零十。 道友你来过目一下看看对不对? 对对对, 就二十三块零十。 没错。 宁峰也不细看, 两人交接了一番, 付给宁峰二十三块零十后, 少年修士就将这批药材放入储物袋, 笑着离开了。 宁峰知道这笔交易, 肯定有些小亏。 但就算他拿去方式那些药铺里出售, 也卖不了多少零食。 也不计较这些, 审凭这些药材清掉后, 储物袋的空间看起来立即整齐多了。 看了看天色, 差不多中午了。 中午的吃饭时间, 加上六月烈日当空, 摆摊区里的人明显少了一些。 宁峰左右看了看, 各个摊位皆是没有多少人留, 便从储物袋中取出几片妖兽肉干, 盘坐在地上, 嚼了起来。 道友, 我叫田平, 不知道有如何称呼。 右边摊位的女摊主也坐下来, 顺便和宁峰搭起话。 他看见宁峰再吃午饭, 也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竹制的饭盒。 打开饭盒, 一阵肉香味立即四散开来。 宁峰瞄了一眼, 只见他的饭盒内装着零米饭, 和一些炖得发烂的妖兽肉。 在下周松, 宁峰撕下一片妖兽肉干, 放入嘴中一边嚼, 一边回道。 这个名字可不是他现在随口说的, 在学画一荣福的时候, 他其实就已经想好了。 田平用木勺子成了一口零米饭, 塞入嘴里, 然后道。 周道友, 我看你境界也不低, 摆摊这种粗活, 何须亲自到场。 哦? 宁峰淡淡道, 田道友, 你有话不妨直言。 田平笑道, 其实你摊位上的所有货, 都可以放我这里代售。 代售? 宁峰一听就明白了, 自己无需到场, 放在对方的摊子, 让田平帮他卖。 若卖出一件, 就按事先说好的用金, 给对方结算提成。 见宁峰沉默不语, 田平又接着道, 周道友, 你不必担心货的安全问题, 我在凤瑶城摆摊七八年了, 连方式管理处的人都认识我。 我在方式附近, 也买了一座院子, 我可以带你, 去我家看看。 我是不可能拿你的货物跑路的。 宁峰又撕下一片妖兽肉干, 放入嘴中, 他没有表态。 一座院子能有多少钱, 他现在身上剩下的福禄, 都可以买好几座院子了。 不过田平说的这样合作, 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其实, 宁峰选择来摆摊, 更多是乐在其中, 否则他直接将这些俘虏和法器 卖给保龄堂不是更省事。 但以后随着境界提升, 事情很可能会多起来, 宁峰不可能经常在这里摆摊。 经过田平这么一说起, 宁峰也明白了, 他摊位上的东西并不全都是他自己的。 很可能是其他修士让他代售的。 说白了, 田平是一个代售摆摊专业户。 第169章 夜寻斧法袍 和宁峰劳道了半天, 看到他对代售没有很大兴趣, 田平也不再纠缠了。 坐到一旁去, 自顾自吃起饭来。 中午人流量虽然不多, 但陆陆续续都有人经过这一片摊位区。 道友, 这把刀怎么卖? 一个二十多岁, 穿着猎装的修士, 看到宁峰摊子上的那把刀, 蹲下来仔细看了一会。 这种服饰一看就知道是狩猎的修士, 他的法器很有可能在狩猎时遗漏, 或者被妖兽击毁, 所以来摆摊区讨法器来了。 30块零食, 宁峰淡淡回道。 这把刀, 虽然是下瓶法器, 但很一般, 根本没有什么亮点。 宁峰当时收到这把刀时, 也仅仅看了一眼, 就直接扔进储物袋。 他的竹拳断, 要比这把刀好得多, 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 结合最近方式理法器价格的回落幅度, 宁峰这个开价, 其实有些高了。 但他的心理价位是25块零食, 所以稍微的开高一些, 让对方有还价的余地。 果然, 这刀修听到宁峰居然开这样的价出来, 眉头微微皱起, 脸色有一丝怒气。 他似乎有离去之意, 但目光又落在于一旁摆放着的那些俘虏上面, 犹豫了一息后, 这位刀修最终还是拿起刀, 比划了一下。 30块零食, 有些小贵了。 23块零食卖不卖? 在试过这把刀和他有较高的契合度后, 这位刀修直接砍了宁峰7块零食的价。 他对刀似乎也颇有了解, 这个还价非常精准, 因为这把刀最多也就值这个价。 28块, 要就拿走。 25块零食, 再送几张中品付给我, 不然我就去其他他买。 一番末计, 最后26块零食成交, 宁峰还得送出一张下品的隐身符和两张中品谢力符。 看似吃亏, 但实际上符合宁峰的心理预期。 毕竟对于他来说, 画这些符真的没有消耗太多成本。 刀修走了之后, 陆陆续续又卖出了几把剑。 不过, 功法秘笈只卖出了一本, 是那本, 剑刀秘笈被一名剑修买剑的时候顺便买走了。 八块零食成交的, 宁峰感觉这个是真亏了, 不过他也不在意。 因为若不是被那名剑修附带着买走, 这本秘笈估计也不好出手。 剑法秘笈可以说是烂大街, 而且他左边的摊子就是秘笈专卖摊, 宁峰的秘笈卖不出, 很大原因是受到隔壁摊位的影响。 不过即便如此, 宁峰今日的摆摊收入依然高达六百多块零食, 现在一共有五千二百六十四块零食。 每完成一笔交易, 宁峰都默默在心中计算着他的总财富。 这个世界, 除了实力, 零食便是最大的本钱了。 抬头看看天色, 已经是下午三四点的光景了。 宁峰将东西收拾好, 全部放入储物袋, 俘笈他今天不打算全部收出。 储物袋里, 始终留着一部分福禄库存。 反正现在他不缺零食, 随时都可以摆摊。 看到宁峰收拾东西, 田平递过来一张传讯符。 周道友, 这是我的传讯符? 你拿着吧。 如果需要代售, 可以随时联系我的。 行。 宁峰回道。 原神与田平不过紧面之交, 他穿越过来之后, 田平居然两次都给他传讯符, 这也算是一种缘分。 仙徒如过桥独木, 万事有因有果, 萍水相逢, 缘分难得。 接过传讯符, 放入储物袋中收好。 这一次, 宁峰不打算扔了, 或许以后可能有用的上田平的地方。 副手悠行, 一路闲逛。 绕了半圈后来到法袍去。 二十多个摊位, 清一色是卖道袍, 法袍。 各种款式都有, 宁峰开始一家一家仔细找了起来。 他今日来方式并不是为了摆摊, 真正的目的便是为了买一件称心如意的道袍。 练气七层了, 之前那件红色道袍有些不够用, 要换一件更好的, 能够遮挡他的练气后期境界, 不能轻易让别人发现。 可惜逛了一圈下来, 宁峰惊讶地发现, 这些摊位上摆着的都是一些普通的道袍。 道友, 你这有没有那种遮挡气息的道袍? 宁峰终于忍不住带住一个法袍摊的女摊主问。 他怀疑这些摊主和他一样, 只是摆了几件样品出来做展示。 好东西, 很可能都藏在他们的橱袋里。 有! 果然, 这位白白胖胖的女摊主回答得非常爽快, 道友你想要什么品质的? 都有些什么品质? 宁峰问道, 法袍这一块他其实不是很熟。 女摊主不打反问, 道友是什么境界? 随后, 宁峰感觉到他的气息迅速卷来, 想探查自己的境界。 可惜, 宁峰境界比他高, 他完全探查不出。 宁峰也没演着, 实话实说, 练气七层。 女摊主点了点头, 收回外放的气息, 然后, 胖胖的手掌一捞。 他面前的摊位上, 立即多出了两件法袍, 一件白色, 一件粉红色。 法袍, 不仅分等级, 也分功能。 等级分为下品, 中品, 上品, 级品。 功能分的就有些多了, 常见的功能一般是防御, 轻身, 避水, 遇寒, 防火, 聚灵, 增加战力, 隐秘, 夜行这些功能。 宁峰点了点头, 指着他方才取出的两件法袍, 这两件是什么等级? 女摊主答道, 两件都是中品, 只有中品法袍, 才能遮挡练气后期的境界。 你现在多练气七层, 下品法袍遮挡的气息很有限, 对你的用处不太大了。 这两件, 皆是带有隐秘气息的中品法袍, 道友若穿上身, 便是助击前期, 也探查不出你的境界。 宁峰拿起那件白色法袍, 摊开, 立即感觉到这件中品道袍, 散发着一阵奇异的气息, 似乎将周围都隔绝开来。 女摊主在一旁给宁峰讲解, 道友, 这两件虽然都带有隐秘功能, 能遮挡气息, 但它们附带的其他的功能不一样。 这件白色的法袍, 除了有隐秘功能之外, 还带有夜行与轻身的功能。 夜行功能, 就是穿着这件法袍, 在夜间移动时, 不易被发现。 而轻身功能, 就是穿上这件法袍, 施展轻身术, 能增加速度, 行动快很多, 特别适合逃亡。 夜行功能, 这件法袍是白色的, 在夜间穿着, 不是更加显眼吗? 宁峰大为不解, 忍不住问道。 黑夜中穿着一袭白袍, 简直就是给人当靶子。 女摊主将白色法袍翻开, 露出了里面的内衬, 笑道, 道友你有所不知, 你按摸一下这里。 此道袍采用了白顶猫头鹰 与寻天夜服的兽皮, 混访之城。 白顶猫头鹰是一阶妖兽, 而寻天夜服是一种专门在夜间出没的 二阶妖兽。 这两种妖兽, 夜间行动的天赋极高。 女摊主继续道, 白天有光照之时, 此衣呈白色, 可是在夜间, 此衣便显为墨黑色, 在夜间的存在感极低。 因为这件道袍, 不仅吸收了白顶猫头鹰的轻身天赋, 也融合了寻天夜服的夜行天赋。 第170章, 幽桃蛇法袍, 宁峰沉默不语。 这件法袍, 满足他遮掩境界的需求。 而且还有夜行功能, 白天黑夜, 法袍的颜色会自行变换, 夜间出行非常方便。 最关键的是附带的轻身功能。 白顶猫头鹰虽然只是一阶妖兽, 但它的轻身天赋在飞禽类妖兽中非常罕见。 两三只白顶猫头鹰, 甚至可以围列一只二阶的血影白豹。 一阶占二阶, 除了空中优势, 更多平的就是速度取胜。 众所周知, 血影白豹的速度极快, 几乎是陆地上速度最快的野兽。 但比起白顶猫头鹰, 血影白豹还是差了许多。 所以, 采用了白顶猫头鹰兽皮制成的法袍, 一旦附入了它的天赋属性, 就能拥有不俗的轻身功能。 穿上这件法袍, 倒有。 你的速度, 绝不会比注击一层差多少。 因为这件法袍的时候, 运气特别好, 被赋予的轻身属性比平时强二成。 这是女摊主的原话, 肯定有水分, 但也说明了这件白色法袍的轻身属性之强悍。 宁峰没有着急问价, 而是拿起另外一件法袍, 这件是女袍吧。 另外这一件法袍整衣都是桃花般的粉红色, 说实话, 这颜色让宁峰心里很抗拒。 他由一开始就不打算看这件粉红色的法袍, 不过, 他不能表现得太喜欢那件白色法袍, 否则女摊主有可能猜到他的心思, 从而会开个高价坑他。 女摊主又笑道, 这件法袍其实是中款, 男修女修穿都没有问题。 倒有, 买法袍不能只看颜色, 小孩子才那样挑衣服。 法袍的功能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远比等级要重要许多。 再好看的法袍就算是上品, 但若是它的功能你用不上, 穿了就等于没穿。 宁峰点头确实是这个道理。 买东西, 很多时候只需要考虑合适不合适, 而无需纠结好不好, 或者贵不贵。 这件法袍有什么功能? 宁峰拿着这件红色法袍, 感觉触手有些冰凉, 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的。 而且, 法袍的表面丝滑无比, 若不拿紧一些, 这件法袍就很容易从手中滑落。 此袍除了隐秘, 还有闪避功能。 女摊主得意洋洋地道, 她盯着宁峰的脸, 想看看她震惊的表情。 但可惜, 目光每每触及宁峰的脸, 她居然下意识地将目光移到一边去。 而且, 宁峰对闪避功能一知半解, 没有出现她意料中的震惊表情。 闪避? 这似乎是遇到敌人袭击时, 可以避免伤害的一个功能不多见。 感觉到宁峰似乎有些疑惑, 女摊主继续介绍, 闪避功能的法袍非常稀少。 道遥, 你大可在这个方式内找, 若能找出三件有闪避功能的中平法袍, 我这两件法袍都送给你。 我信你个鬼! 宁峰不由腻了她一眼, 说这种话的一般都是奸商, 前世见得多了去。 但女摊主的表情信誓旦旦, 并不像说谎, 似乎非常有把握。 闪避功能的法袍, 可遇不可求。 这件法袍几乎里里外外都是采用了 幽桃菱花蛇的蛇皮, 闪避率极高。 如果和同级对战, 闪避率接近三成。 就算面对助击前期, 至少也有一成的闪避率。 这么逆天? 宁峰脸黑下来。 你试过? 这个。 女摊主没有想到宁峰居然对出来这么一句, 顿时哑口无言。 不过, 她很快就反应过来。 道友, 这些法袍方面的知识, 你们外星人可能不清楚, 但只要是我们这行的都知道, 不幸你大可去其他摊位问一问。 我在这里摆摊十多年了, 没必要坑你一次, 再说你境界比我高, 我若骗你, 不是自己找不自在吗? 幽桃菱花蛇是二阶妖兽, 此蛇体型与普通蛇无异, 常年隐匿在桃菱身泽之中受到桃树灵气所沾染, 所以外皮呈粉红桃花色。 幽桃菱花蛇的闪避天赋, 堪称五阶妖兽之下最强。 难怪这件法袍看起来是粉红色, 原来是采用此蛇的蛇皮制成。 宁峰大概明白了, 法袍的颜色与材料有关, 无法在制作后再改变。 因为对法袍进行染色或者其他加工处理, 会直接影响到这件法袍的功能属性。 闪避功能并不是正面抵挡敌人的攻击, 而是化解敌人的攻击。 也就是敌人攻击过来, 若遇到闪避天赋的激发率, 攻击力量便会被法袍吸入, 化为乌有。 三成闪避率就是被攻击十次, 可以导致对方的攻击失效三次。 只有七次会被成功袭中。 这就很有用了。 虽然三成的闪避率看似不高, 但若是结合谢利福一起使用, 宁峰怀疑自己受伤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不过, 此袍也有缺点。 女摊主画风一转, 缓缓接着道, 闪避功能法袍的耐用度, 没有其他功能的酒, 使用寿命不长。 宁峰一正, 没想到还有这种说法, 便问道, 大概能穿多久? 不会只穿个三两年, 就破损了吧? 普通的道袍, 穿几年都没有问题。 何况这些是妖兽皮制成的法袍。 这些法袍价格, 肯定不便宜。 若是只能穿几年, 就亏大了。 女摊主摇了摇头, 也不至于三两年就失效。 法袍的功能属性, 都会随着使用的时间, 而慢慢下降的。 到最后功能属性归零, 自然就变成了普通道袍。 具体能穿多久, 得看你的生活习惯。 若是你经常与人对战, 估计也只能穿个二三十年就废了。 那白色这件呢? 宁峰又问, 女摊主瞄了一眼那件白色法袍, 道, 白色那件穿一百年没有问题。 可以, 宁峰心中点头, 但表面上却摇了摇头, 叹道, 一件法袍, 只能穿几十年, 不太值。 不知这两件法袍, 售价几何? 女摊主听到宁峰问价, 终于聊到正题上了, 双目立即亮起。 白色这件, 五十五块零食。 红色这件, 九十五块零食。 宁峰不禁望着女摊主, 红色这件为何如此贵? 女摊主摇了摇头道, 你去看多几家便知了, 这个价格根本不贵。 带着隐秘功能的法袍, 本来就贵。 更何况这件是隐秘加闪避。 就算不带隐秘功能, 仅有闪避功能, 这件法袍至少也需八十块零食。 这话无珠似乎也说过, 应该不假。 两件法袍, 一共一百块零食, 卖不卖? 宁峰淡淡道, 不卖。 女摊主想都没想, 直接摇头, 你若是两件一起买, 至少也要一百三十五块零食才够本。 宁峰道, 不卖就算了, 我去其他摊位看看。 第171章 苏雅勤来访, 一百三十五块零食, 可以在承西买一套两房的院子了。 而且这段时间, 法器和服录的价格都在下跌, 宁峰觉得要货比三家才能决定。 方才他随口开价一百块零食, 无非是想找借口溜罢了。 随后, 宁峰在法袍摊位区逛了一下, 在与几个法袍摊位的摊主交涉一番后, 宁峰惊讶地发现, 那位女摊主开的价格, 还算实在。 周围这些摊位, 居然连一件带有闪避功能的法袍都没有。 不过有几位摊主, 从储物袋中取出几件带隐秘功能的中品法袍, 但价格都开得比较高。 宁峰还仔细看过几件, 感觉都没有方才那件白色法袍的品质好。 如此看来, 那位女摊主的幽桃蛇法袍, 售价九十五块零食, 还算合理。 对比一番, 宁峰转头回到那个摊位上。 不料女摊主却笑道, 道友, 若你是回头来买那件蛇袍, 只怕要失望了。 为何? 方才被一位道友收走了。 幸好, 宁峰其实看中的, 其实一直是白色这件。 夜巡浮法袍。 土盾影尚未大成, 轻身术在短期内会成为它的短板。 隐匿功能加上轻身功能。 这件夜巡浮法袍, 简直就像是为宁峰量身定制的。 而且, 颜色重规重矩, 看着舒服, 粉红色那件实在过于骚气。 现在只剩下这件法袍, 道友你要还是不要? 女摊主很热心地提醒她, 这类隐匿功能法袍不是时时都有货, 一直都很抢手, 就算有货, 大家也不会轻易摆出来的, 因为老早就有人预定了。 便宜点, 我买了。 宁峰沉吟了一下便道, 经过方材在各个法袍摊的了解, 宁峰发现这种遮挡气息的法袍, 确实是抢手。 因为这种功能的法袍, 本身市面上就极少, 因为原材料非常稀缺。 如果现在不买, 也许很长一段时间都未必能遇到更合适的。 女摊主也很爽快, 直接给了两块零食的优惠, 最后53块零食成交。 道友, 这件法袍使用时间长了, 若是出现磨损, 找个法袍垫可以修复的。 女摊主地上那件夜巡抚法袍给宁峰, 并告诉了她一些法袍的保养常识。 宁峰接过法袍, 直接放入储物袋中, 便离开网房室入口走去。 路过那排阵法店的时候, 宁峰特意绕去看看唐英如的小店, 没想到居然又是关着门。 抬头看了看天色, 已接近傍晚, 便快步往家里走去。 刚出房室门口, 便有两名修士一左一, 迅速围了过来。 宁峰暗中一惊, 身上的气息立即不由自主地暴动而起。 一阵威压瞬间朝着那两名修士扑盖而去, 震得他们连连后退, 脸上惊恐。 前辈, 我们是天风牙行的, 请前辈恕罪。 两名修士差点想跪下了, 连忙呼道。 宁峰冷哼一声, 牙行, 你们想干什么? 两名修士面面相去, 一个胆大的走向前, 递过来一张纸道。 我们只是想给前辈一份受房月报, 没想到冲撞了前辈。 这是我们牙行最近的房屋租售信息, 前辈若不嫌弃, 可以留一张。 若是想卖房买房, 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上面有我们的传讯符。 原来是卖房的。 宁峰迅速收回释放出去的威压, 接过那张纸, 看都没看便放入了袋中。 一路往家里赶回。 经过新元像那个拐角处, 宁峰迅速念起卸下一绒服的口诀, 然后从储物袋中取出那件法袍。 等从拐角走出来的时候, 中年普通修饰又变成了一位身穿白袍, 外貌俊美, 身材魁梧的少年修饰。 这是宁峰的本尊真实容貌。 只不过他身上穿的, 是刚买下的那件夜巡浮发袍。 此时, 若是有人探查宁峰的修为, 就会发现他身上的气息, 只是稳稳地炼气五层的境界。 此袍尚课! 宁峰有些惊讶, 他穿上这件夜巡浮发袍之后, 感觉整个身子都变得轻飘飘的。 虽说是轻身, 但重心却未失, 异常地稳重。 走路的脚步都仿佛轻快了许多。 感觉就走了几步路, 很快就回到了长生巷子里。 公子, 牙型的梁高说六十块零食太少, 起码要七十五块零食。 秦雪等宁峰坐下, 便上前汇报今天牙型过来收租的情况。 那就算了, 先租着吧。 这些事, 宁峰觉得不必投入太多心思。 一个有风水缺陷的小院子, 还是城东偏僻地段, 给六十块零食, 居然还不愿意出手。 宁峰不知道是原来的房主不肯让步, 还是中正牙型故意卡着价格, 想趁机坑他一笔。 两室为人, 宁峰怎么可能会被他们坑? 如今城内的房价普遍在下跌。 租房虽然成本高, 但也比较省心, 想换到环境的时候, 还随时可以换。 秦雪看到宁峰似乎没有打算买下这座院子, 表情有些失落, 他和叶盈已经在这院子住习惯了。 若是能买下这座院子, 他们会更有一些归属感, 至少有了家的感觉。 不过, 宁峰是主人, 秦雪不敢多言。 他只能接着问, 公子, 饭菜做好了, 要不要端上来? 快端上来, 我早就饿了。 饭菜很快就端上桌子, 宁峰正准备举起筷子开吃, 咚咚咚。 就在此时, 有人敲门。 叶盈此时刚从厨房出来, 听到敲门声, 便走过去开门一看。 见过苏家主, 来者原来是苏雅琴。 宁峰和苏雅琴在狩猎时, 也算是生死之交了。 狩猎之后, 两人关系清静了许多。 苏雅琴没有道理, 这段时间又不去狩猎, 在家闷得慌, 经常会找其他邻居聊天, 有时也会过来找宁峰扯一下牛皮。 快! 给苏家主取一副碗筷来。 宁峰见是苏雅琴, 便邀请他进门坐下。 苏道有来得真好, 我刚准备开饭, 坐下一起吃吧。 苏雅琴一看, 桌上摆满了菜肴, 便直接坐下笑道。 那太好了, 今日又口服了。 等秦雪去厨房给他取来的碗筷, 苏雅琴也不客气, 举块夹了一块红烧腰瘦肉, 放入嘴中, 然后一边鸡巴鸡把嚼了起来, 一边赞叹道。 太好吃了, 秦雪, 你们这个肉到底是怎么做的? 这么好吃? 苏雅琴虽然是女修, 但其实也算是个粗人, 她的厨艺不怎么样? 哎呀, 我说您倒有, 要不我干脆每个月交伙食费给你, 吃饭时就来你家吃算了, 我都懒得下厨了。 她养伤那段时间, 几乎天天都吃到秦雪和叶银做的饭菜, 每次吃完都是赞不绝口。 二女可能是下厨下得多了, 现在的厨艺很不俗。 宁峰文言, 忍不住笑着回道, 交什么伙食费? 你随时过来吃便可。 第172章, 筹剑狩猎队。 您倒有, 我打算重新建立一支狩猎队。 你怎么看? 东扯西扯, 一边聊, 一边吃, 等饭蹭完了, 苏雅琴一抹嘴, 又开始聊起狩猎的事情。 宁峰已经习惯了, 每次和苏雅琴聊天, 无论一开始聊什么, 最终她都会不由自主地回到狩猎的话题上。 这源于她对狩猎, 有着深深的执念。 苏雅琴的父母都是狩猎修士, 在苏雅琴很小的时候, 有一次他们外出狩猎, 被一头二接的妖兽击伤, 最终双双陨落在野外, 连尸骨都寻不回来。 所以, 苏雅琴从小就立志, 做一名狩猎修士, 她要杀光天底下的妖兽。 而且, 她也是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的, 她十多岁便开始学习各种狩猎知识和技能, 然后加入各种狩猎队, 常年在野外生活。 虽然现在长生像有个院子, 但对于苏雅琴来说, 这座院子更像是她的临时补给站。 她甚至没有找到旅的心思, 常年一个人独居。 凝峰怀疑, 她是担心自己不知道, 哪天会陨落在荒外, 干脆不成家, 一个人无牵无挂。 苏道友, 我支持你。 凝峰沉吟一下, 便回道。 苏雅琴双目放光, 真的? 那凝道友, 你能不能加入我的狩猎队? 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凝峰。 自从上次狩猎, 亲眼看到凝峰在短短的三十席之内, 一人杀了四条血壶。 苏雅琴就知道, 凝峰一直在藏桌。 苏雅琴对妖兽的战力太熟悉了, 四条血壶, 就算是两个炼弃六层, 都未必能全身而退。 虽然当时有她和孙岳给凝峰打掩护, 吸引了一部分血壶的火力。 但事后, 苏雅琴和孙岳都做了详细的分析, 最终得出结论。 凝峰当时表现出来的战力, 绝对不在炼弃七层之下。 如果凝峰愿意加入狩猎队, 那狩猎队绝对会稳很多。 凝峰点头道, 那是自然, 我支持你可不是嘴巴说说。 你打算什么时候组建狩猎队? 凝峰其实也想狩猎, 如今已经晋升练起七层了, 只窝在家里修炼, 如闭门造车。 要多参加实战。 狩猎便是最好的实战机会, 与人对战要防止人心阴险, 妖兽至少还好对付一些。 更何况, 狩猎可以增加兽缘。 一举两得的事情。 听到凝峰答应, 苏雅琴忍不住嘎嘎地笑了起来, 嘴巴都合不拢。 凝峰又接着问道, 总不能就只我们两个人就成立狩猎队吧? 其他队友吗? 有了上次, 狩猎陈旺和胡浩将抛弃他跑了的前车之间, 凝峰觉得队友的人选实在太重要了。 若没有合适的队友, 凝峰宁愿自己一人去狩猎。 苏雅琴文言笑容渐渐消失, 脸上也凝重起来, 开始认真思索。 他和凝峰想法一样, 这次如果重建狩猎队, 队友的选人一定要慎重才行。 凝峰, 你实力比我高, 这只狩猎队你来当队长。 你想找什么队员, 我都听你的。 实力为尊, 苏雅琴深知这个道理。 但凝峰摇头, 不, 狩猎你更有经验, 队长还得你来当。 只不过, 你找人组队的慎重些, 免得给大家添麻烦。 苏雅琴点了点头, 凝峰不愿意当队长, 其实在他意料之中。 和凝峰在巡逻队一起共事的时候, 他就发现了, 凝峰比较低调, 不愿意掺和这些琐碎事。 苏雅琴想了一会, 问道, 孙悦如何? 若您倒有没有意见, 我第一个想找的, 就是孙悦。 而且, 他伤势好了以后, 老早就催我尽快组建, 狩猎队了。 凝峰点头, 好, 孙悦自然是很合适的。 孙悦在上次狩猎中的表现, 可圈可点, 绝对是个可靠的队友。 而且, 他练齐六层的修为, 战力不俗。 另外, 我觉得, 25号院子的那个莫周行, 也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宁道有你觉得如何? 苏雅琴用征求的目光, 望向凝峰道。 凝峰一愣, 莫周行。 苏雅琴点了点头。 对, 我看那小子, 好像一直没有事情做。 而且为人, 也比较值, 没有那么多心眼。 与这样的人合作, 我会更放心一些。 所以我想邀请他, 加入狩猎队。 听到此言, 凝峰不禁再一次, 对苏雅琴刮目相看。 莫周行因为性格太直, 特别容易得罪人, 甚至连苏雅琴他都得罪过。 可凝峰没想到, 苏雅琴居然有如此凶怀, 没有揪着之前, 和莫周行的那点, 小过节不放。 说来也巧。 早上凝峰出门的时候, 莫周行还托他和苏雅琴说, 想加入狩猎队。 没想到现在, 苏雅琴自己开口说出来。 好。 凝峰笑道, 莫道有我也有一些接触, 人品尚可。 而且他还和我提起过, 希望加入你的狩猎队。 你若空闲时, 可以亲自去问一下他的意思。 苏雅琴文言也欣喜, 啊, 大家本来就是街坊, 知根知底。 若是在外面找那些狩猎修士, 我反而不大放心。 苏雅琴这些年, 加入过不少狩猎队, 阅历丰富, 什么人都见过。 很多人说的好听是队友, 但真聚在一起了, 就不是那回事了。 阴险的, 斤斤计较的, 甚至背后插刀子的, 苏雅琴都遇过。 这些年, 他吃过不少亏。 若是墨州行也愿意加入, 那我们的狩猎队就有四人了。 不过一般狩猎队的人数, 在六七个会更好一些。 狩猎队这种团队, 分工明确, 讲究的是合作, 各就各位。 人数太少, 在遇到紧急的时候, 容易自乱阵脚。 但如果人数太多, 不当预示的时候, 意见难统一, 在行动上也显得臃肿。 很多细节难以同步, 效率大大降低。 最关键的是, 人多, 战利品瓜分起来, 就会贪薄了许多。 我这几日, 先考虑一下, 看看找一些什么人比较合适。 到时若有进展, 我再告诉宁道友。 宁峰笑道, 你是队长, 我难道还信不过你吗? 这是, 你看着半便可。 两人又聊了一会, 天色已见暗下来, 苏雅琴告辞宁峰, 打着宝阁回自己院子去了。 最近浮皮质得如何了? 看到二女在一旁四立, 宁峰便顺口问道。 第173章 反武化灵拳 二女虽然平时和宁峰一起同桌吃饭, 但在外人面前, 还是分得亲主仆关系的。 但凡有客人来, 他们便完全投入婢女的角色。 苏雅琴过来后, 他们就一直站在一旁, 为主人与客人乘米热菜。 叶莹听到宁峰问起, 便回道, 公子, 这两日, 我们又制出了两百多张浮皮了。 取来我看看。 二女连忙跑回屋子, 将制好的浮皮拿出来, 放在桌上。 宁峰拿起浮露, 随机抽烟了几张, 便满一点头盗。 不错, 这两日若有空闲, 继续制多一些出来。 今日摆摊, 卖出不少浮露, 宁峰要补上一些库存, 虽说他储物代理, 还有不少浮皮。 但这些是日常消耗品, 背上多一些不是坏事。 另外, 从这几张浮皮上看, 二女制浮皮的手艺是越来越好了。 这一批浮皮的品质, 居然和保龄堂那些终端妖兽浮皮, 不相上下。 制浮皮是一件辛苦活, 妖兽的皮质都特别坚韧, 二女身为凡人, 他们每切一张浮皮出来, 其实都要耗上不少时间与力气。 看到浮皮品质越来越好, 冥峰觉得应该奖励一下他们了。 手掌一番, 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本书, 放在桌上。 这本秘籍, 你们可以看一下,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来问我, 若有兴趣也可以学一下, 不过别弄丢了。 说吧, 便拿着浮皮回屋去了。 二女连忙上去一看, 是本秘籍, 封面五个字, 凡武化灵拳。 拳法? 秦姐姐, 你说公子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 夜阴神色有些黯然, 修仙界的拳法, 凡人没有灵力, 如何学得来? 公子送这本拳法给他们, 是让他们拿去换成零食, 然后买稻袍, 或者是买东西吃吗? 秦雪虽然也有些疑惑, 但表情却异常冷静, 公子做事必然有用意, 怎么可能消强我们? 还是先看看再说吧。 他直接拿起秘籍, 翻开, 小声念了起来。 紧紧念了几行字, 便啪一声, 逆急从他手中滑落在地上。 只见秦雪目瞪口呆, 随后眼角湿润, 脸上的神色也变得激动起来。 夜阴见状, 皱眉捡起秘籍, 打开第一页, 大声念叨。 此拳法名为凡武化灵拳, 凡人修炼此拳, 可催生伪灵体, 如修饰般发放灵力, 施展法术。 啪! 逆急, 再一次滑落地上, 透过门缝, 看到二女目瞪口呆, 随后又激动兴奋, 再到最后, 气不成声的样子。 宁峰漠然, 缓缓将门轻轻关上。 他能做的, 只有这么多了。 这本《凡武化灵拳》, 是在何松的储物袋里找到的。 宁峰早就看过, 而且看了好几遍。 这套拳法他根本修炼不了, 因为是凡人的拳法。 凡武化灵拳, 是数万年前, 一名叫天助真人的修士所传。 天助真人, 专为凡人创了此套拳法。 虽说是拳法, 但这套拳法的精髓是戒气, 以拳法辅助凡人那气。 宁峰当时看完这本《凡武化灵拳》的时候, 心里都不禁为天助真人这种天马行空式的 创功胆量大为震惊。 根据秘籍中的说法, 凡人若在有灵气的地方修炼此拳法, 可以不断地利用拳法, 将天地间的灵气吸纳入体, 并长期储存在丹田附近。 虽然这种纳气方式与修仙者的纳气不同, 但若修炼到一定境界, 体内的灵气储到一定的数量, 便可随意收放, 就如修士丹田储蓄灵气一般。 这种灵力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丹田灵力, 而是一种临时存放的灵力。 另外, 需要不停坚持修炼这套拳法, 才能保持储蓄灵力。 而且, 这种灵力也不会如修仙者那般静生炼气一层, 二层, 甚至助基也不会增加寿元。 所以天助真人在此秘籍中将这种状态称之为伪灵体, 连伪灵根都算不上。 不过体内储存了灵力之后, 凡人便可以修炼真正的法术和修仙功法。 因为许多法术功法, 只需要有灵力便可催动。 宁峰其实很想提醒一下二女, 先把秘籍看完, 让她们别高兴太早。 因为后面, 天助真人会说到这套功法的最大缺点, 那就是, 长期修炼此拳, 会折兽。 灵气入凡胎, 以凡人血肉去承载灵力, 强行非凡人之势。 日积月累, 必将损耗血气根基。 所以, 这套全法利弊参半, 二女未必敢修炼。 宁峰不打算干预, 她只是给了她们一份机缘而已。 至于秦雪和叶银如何抉择, 是她们自己的事情。 回到桌前, 铺开浮皮, 默念静心咒。 然后沾沫, 下笔。 宁峰要画一些纸人符, 今日在方式里, 卖出了不少纸人符。 现在储物袋里也只有20张, 感觉不太够, 她想画多一些备用。 苏亚琴的狩猎队若是成功重建, 估计很快就会出去狩猎。 指人符在外出狩猎的时候, 说不定有大用。 至少在危险的地段, 放个指人出去探路, 都比直接放真人要来的安全。 随着笔形没落, 一阵蓝色符纹泛起。 现在画的这张符皮, 是方才二女给宁峰的那些符皮里抽出来的。 可能是因为这张符皮品质比较好。 这张居然是中品。 这是宁峰画的第一张中品指人符。 其实指人符宁峰只画过一次, 而且用的是比较差的符皮, 所以还没有出过中品。 符文汇集落入符中, 然后符皮散发出一阵蓝色光芒, 随后暗面。 成了。 果然是中品。 宁峰拿具符录, 嘴角微微勾起。 她又想起, 今日那个修饰是指人符的时候, 指人行动颇为迅速。 这符其实有点意思。 宁峰自己还没有使用过指人符, 出去狩猎之前, 自己也应该掌握一下指人符的使用技巧。 因为指人符并不像其他符录那样, 寄出就完事了。 指人的行动路线, 方向都需要寄符者发出指令, 并念符诀, 与指人保持联系。 宁峰绝对先试一下, 手中这张中品指人符, 看看效果如何。 走到门前, 手一拍, 一阵符文弹起, 然后落在地面上, 幻化成一张纸片。 纸片迅速又化成一个小指人, 从地面爬起, 然后回头望向宁峰。 该念符诀了, 宁峰这才想起来, 在脑海里搜索半天, 才回忆起那段口诀。 去! 宁峰念起符诀, 口中唠唠有词。 so! 小指人得到了指令, 便一跃而起, 直接侧身从门底缝中溜了出去。 第174章, 指人前灵院。 出了屋门后, 小指人就开始在院子中狂奔了起来。 这张中品指人符, 奔跑的速度比摆摊时那张下品, 还要快上许多, 以至于宁峰的神念, 差点都跟不上。 口中继续念起符诀, 宁峰才勉强感应到, 指人角度传递回来的画面。 这些画面, 其实并非真的被肉眼所看到, 而是通过符诀, 控制了小指人内的符文, 再通过神念, 远程传递到宁峰的意识里。 这种传递方式, 已与肉眼轻视无异, 甚至还能更清晰。 小指人经过什么地方, 周围有什么, 事无巨细, 他都能感应得清清楚楚。 宁峰甚至还感应到 小指人跑过的地方, 地面上的一些尘土 迅速地飞扬了起来。 此时, 小指人从二女的身边狂奔而过, 宁峰都能看到 夜影脸上有三行胃干的泪痕, 两条长一些, 另外一条短一点。 So, 小指人一下就奔到了院子门前。 此时, 被围栏里的那只死鸭子 似乎察觉到异常, 突然转过头, 目光敏锐地往这边扫了过来。 鸭子目光如电, 在漆黑夜色中如两颗大绿灯笼, 很快他就发现了小指人的存在。 扑扑! 几乎是同时, 他拍打翅膀已然跃起, 直接飞出了围栏。 现在这只死鸭子 已经很大了。 那点小围栏 只是象征意义地 给他一个栖身的地方, 其实早就拦不住他了。 鸭子速度极快, 一下就堵住了小指人的去路, 接着伸长脖子 直接咬向了小指人。 去! 宁峰从指人的角度 感应到死鸭子那个嘴巴, 就如一张血盆大口。 再不赶紧溜, 这张中平指人符 就会被鸭子吃了。 连忙催动指人, 一个侧身 直接从院子门缝溜出去。 咚咚! 鸭子差点就咬到了小指人, 他嘴巴最终触碰到门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就如有人在敲门。 嘎嘎, 你怎么了? 回来里去! 叶银听闻到敲门声 回头望了一眼这边 发现是鸭子整出来的动静 大声喝道。 鸭子无奈, 翅膀一拍, 双足一蹬, 跃回围栏内 继续伏下身子气息。 小指人直接从院子门缝中 溜出了长生巷外, 他的身上无气息, 阵法隔绝不了他。 小指人此时就停在巷子中, 一动不动, 因为宁峰没有继续给出指令。 去哪好呢? 宁峰此时正在纠结, 这张中平指人符 就这样浪费了。 不过很快, 他脑子灵光一闪, 继续念起了绝。 小指人接受到了驱动指令, 一个转身往左边跑去, 狂奔了几张之后, 又一个侧身, 从34号院子的门底 奉下钻了进去。 这是唐英如的院子。 今晚并无悦色, 院子内漆黑一片。 但在宁峰的感应视觉, 一切都清晰无比。 院子旁边那棵树, 还有那个亭子, 亭子内有一张石桌, 桌上上摆着一盏 微泛着灵香气的茶杯。 这些, 宁峰都感应得一清二楚。 随着小指人转身的角度, 宁峰赫然发现, 院子的右侧, 还有一个人。 宁峰感应了一下, 是关慧。 而唐英如, 此刻并不在院子中。 关慧独自一人在院子中, 闭着双眼, 一动不动地站在树下, 不知道在想什么。 停。 控制着小指人闪身到一边, 在亭子的柱子脚边停下。 宁峰有心想看看, 关慧是在干什么。 可是, 关慧站了好几膝, 都没有动弹。 但是宁峰发现, 他的胸膛处, 缓慢地高低起伏着。 他似乎在调整呼吸。 走吧。 宁峰看了一会, 发现没有什么看头, 便打算操控小指片人, 准备缓缓从墙角处绕过去。 他方才就发现, 小指片人的移动速度, 其实是可以通过扶绝来控制的。 只不过操控小指人行动的技巧, 需要多次运用方可熟练, 否则速度和方向经常拿捏不准。 就在小指人刚走到墙角时, 关慧却突然动了。 只见他手一挥。 手中瞬间多出一把爪子形状的武器, 在黑夜中闪耀着寒光。 这把爪子, 看样子是金属制成的, 而且工艺精湛, 连手指关节都做得微妙微巧。 爪子寄出手心后, 迅速套在关慧的右手上。 接着, 他右腿往后一退, 扎了个马步, 然后手反向一扫, 找光便横空击出。 其中有两道找影, 擦着小指人的左右两侧掠过, 直接击打在后面的墙面上。 宁峰感应的是小指人的视觉角度, 这两击找光袭过来, 给他的感觉就像是擦着他的耳朵飞过, 吓了他一跳。 不过他只能感应到景象, 却无法听得到周围的声音。 控制着小指人回头一看, 只见墙壁上多了两道清晰的找痕。 关慧方才那一找击出, 可不止只发出两道找光, 至少有十多道。 周围的墙上, 亭子柱子上都留下了他找印, 而且痕迹还挺深。 而此时, 关慧又接着挥舞起爪子, 宁峰看明白了, 他应该是在修炼这门找光。 那把爪子应该是他的法器, 而且肯定不是凡气, 宁峰感觉至少都是下品。 看到关慧又准备往这边袭来, 宁峰连忙驱动小指人往屋子方向狂奔去。 紧一吸, 小指人就跑了房屋前廊内, 这里安全许多了, 关慧不可能对着自家的屋子攻击。 只见关慧接着挥动爪子, 这把爪子就如同长在他手臂上一般, 找引一道接着一道, 向着方才亭子的方向击去。 宁峰看得心惊肉跳, 因为他看得出, 关慧根本没有出尽全力。 他或许是担心机会亭子, 最多只出了三成力, 不过招式有些生硬, 看样子他刚开始修炼这套找法没有多久, 还不够熟练。 莫非这小丫头, 已经炼气三层了? 看了许久, 宁峰心里暗暗吃惊。 关慧完全没有释放全部灵力, 便能催动这把法器在这么远的距离发动攻击, 而且还能在墙壁上留下如此深的痕迹。 没有炼气三层, 难以做到这一点。 宁峰记得, 只是炼气一层而已。 要么天才, 要么开挂。 否则短短几个月, 常人很难晋升这么快。 可惜小指人此时, 无法代替宁峰探查关慧的境界。 宁峰决定, 下次遇见关慧, 一定要好好探查一下他的修为境界。 第175章 唐音如有了。 就在宁峰想这些事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 指人传递回来的画面, 似乎变得模糊起来。 画面在轻微闪动, 情况有点像前世的电视机, 在接收信号不好的时候, 断断续续的花瓶。 不好, 差点失联了。 宁峰如梦初醒, 连忙操控指人, 一个转身, 然后躺了下来, 贴着地面, 直接从正屋幕门底的缝隙间, 窜了进去。 这是唐音如的房间。 指人符寄出后幻化成纸片人, 然后根据指令, 进行各种动作。 这一系列过程, 实际上都是凭着符文在一路支撑。 符文一旦耗尽, 指人将顿为灰镜。 简单点说, 这张指人符就彻底废了。 所以指人符是有使用实现的。 根据那本《冷门符录摘要》里的记载, 下屏的指人符, 符文可以维持100C左右。 也就是, 小指人只能控制着活动100C, 随后符文耗尽便与寄符之人失去联系。 宁峰现在用的这张指人符是中品, 比下屏指人符的时间要长一些, 符文可以支撑300C。 300C过后, 指人也将化为灰镜。 宁峰算了一下时间, 这张指人符自他寄出, 到现在已经过去百来西的时间了。 刚才站在院子里看官慧修炼, 就看了足足百多西了。 方才出现的画面模糊, 其实并非偶然, 也不是指人符的品质出现了问题。 而是宁峰在看官慧修炼的时候, 过于入神, 忘了继续动用神念保持与指人符文的联系。 分心了, 所以导致出现这种情况。 宁峰庆幸自己及时回过神, 否则一旦和指人中断了联系, 距离又太远, 他无法再继续操控小指人了。 小指人失去控制, 就会呆头呆脑地站在最后失联的位置上, 等着接收行动指令。 直至符文耗尽, 小指人才会自动消失。 不过在符文耗尽之前, 若是有人经过并发现了小指人, 那就有可能闹出麻烦。 在野外狩猎, 小指人若被妖兽发现了, 无伤大雅。 可是, 要是在别人家里, 小指人被发现, 那麻烦可就大了。 你放个指人来我家, 想干什么? 像唐英如, 若是在家里发现了小指人, 只怕就算是用脚趾头猜, 都能猜出是宁峰所为。 因为周围除了宁峰, 并没有其他的符石。 而且指人符, 也不是什么稀奇的符路, 大部分修士一看指人, 就知道是这玩意。 他之所以冷门, 只不过是因为使用场合有限, 并非每个修士都需要长备罢了。 小指人贴着地面, 一窜, 便入了房间。 小指人进入房间之后, 宁峰的注意力开始高度集中。 果然, 立即就感应到与小指人之间的联系, 又恢复如初了。 而且, 感应得更清楚了一些。 控制着指人, 环顾房内, 宁峰发现唐英如的房间很大。 房间分里外两层, 外面像是一个前厅, 中央摆着一张桌子。 而桌子上放着一些小镇旗, 这张桌子应该是唐英如的工作台。 卧室, 则在里面那层。 里面有油灯亮着, 唐英如应该还没入睡。 小指人顺着墙边, 捏手捏脚地往卧室里跑去。 在卧室前探头一看, 发现里面家具不多。 中间摆着一张大床, 两侧有一些柜子, 这些柜子估计是唐英如用来放到袍的。 奇怪, 人呢? 难道在茅房? 房间虽然大, 但一眼可望穿。 根本没有人, 床上也是空的。 又控制小指人顺着墙边走了一圈, 这才发现, 原来那张大床后面有一只大木桶。 接着, 宁峰就发现, 唐英如此时就躺在这个大木桶里面。 不过, 小指人只有20厘米高, 站在墙边的地面往上望去, 只能看到唐英如那一头黑如瀑布的乌发 和露出一小节御间。 水雾缭绕, 柔衣弄波, 唐英如这是在沐浴。 宁峰一愣, 准备操控小指人离去。 非礼物事, 这样的离他还是懂的。 控制着小指人悄悄往后退了几步, 但还没走出卧室, 却又停了下来。 不对, 这是指人在看, 并非是我在看。 宁峰很快就想通这个关键的细节, 他此时还在他自己屋里呢, 所以现在感应到的一切 只不过是小指人传递给他的。 看到事物和景象, 也是小指人在看, 与他根本无关。 于是, 小指人又悄悄走回原来的地方, 抬起头, 望着那一头如铺无法。 有些无奈, 这个角度看不清楚。 转过头, 发现旁边有个衣架子, 一层一层的, 上面还摆着几件衣物。 似乎是专门用来放纸, 洗换衣服的。 控制指人, 顺着衣架子, 一层一层往上爬。 架子大概就是五尺多高, 若是爬到最高那层, 再往下看, 应该可以一览全局。 第一次控制指人爬高, 有些难度, 这和在地面跑完全不一样, 前后花了, 差不多十息, 小指人才跌跌撞撞地 爬到了衣架子的最高层。 转身, 往下望去。 这次看得清清楚楚了, 比肉眼观察还要清楚许多, 简直可以说是明察秋毫。 就连木桶上的木材纹路, 凝峰都看得清清楚楚。 坐在自己屋内桌前, 嘴角微微上扬, 凝峰一边看, 一边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过美景不常在, 三百息将至。 此时感应到的画面, 开始出现真正的模糊了, 因为符文消耗将近。 而此时, 唐音儒也似乎正好洗完了, 缓缓从筒中立起, 然后转过身。 就在唐音儒准备抬脚的时候, 符文正好耗尽, 指人开始幻化顿消。 最后的画面, 彻底消失了。 但凝峰的笑容, 却凝固了在脸上。 她的嘴巴张得大大的, 眼睛也睁得大大的。 目光中, 竟是不可思议。 因为方才画面消失前的最后一瞬间, 她才留意到, 唐音儒的腹部有些隆起。 刹那间, 宁峰的心中如万马呼啸, 狂奔而过。 唐音儒怀孕了。 宁峰相信自己, 绝不可能看错。 方才唐音儒在筒中, 她留意的是其他地方。 直到她站起身, 才留意到腹部。 这腹部隆起的程度并不明显, 但宁峰可以肯定, 这绝对不是唐音儒身材发福造成的。 因为这些她非常清楚。 唐音儒的身材均匀得很, 该瘦的地方一点都不胖, 该胖的地方一点都不瘦。 之前晋升练气三层的时候, 她腹部没有任何的隆起, 应该是怀运两三个多月左右了。 平缓了一下心情后, 宁峰低头, 暗暗计算了一下, 如今距离唐音儒饮酒那晚, 差不多三个月了。 时间, 完全对得上。 宁峰一直在避着她, 而且她在房室里的小店 也经常不开门营业, 应该是身子不适受到影响了。 一时间, 宁峰心中不知是喜是忧。 两世为人, 她第一次有现在这种心情。 宁峰一直在桌前, 呆坐至半夜才躺到床上去。 但躺下后, 她依然久久不能入睡, 只是睁着眼睛看着房中的污凉。 这一夜, 她想了许多事。 第176章, 任林家客亲。 那个孩子, 应该是我的吧? 这一整夜, 宁峰脑海里几乎都是这个念头。 这个世界的男女关系, 远比她想象中的混乱, 根本没有前世那么讲究。 何则同床共枕, 不何就分道扬镳。 今日结成道旅, 明日却形如路人。 不说别的, 就说一号院子的红如有。 她上个月身上的伤势刚刚好了, 居然又纳了一位道旅, 对外说是冲冲喜。 宁峰虽然没有见过 她那位心纳的道旅, 但听二女说起, 那个女修是炼气三层, 只有十七八岁。 这些在修仙界都是正常事, 大家见怪不怪了。 所以, 在宁峰搬进城内之前, 唐英如有没有与其他人交往, 她不清楚。 但是自从张陵两家大战之后, 到现在已经四五个月了。 这几个月里, 唐英如一直伸出减入, 城内的秩序恢复正常之后, 她最多也就是去一下方式小店。 其余时间, 唐英如基本都是宅在自己院子里, 这些宁峰是知道的。 尤其上次晋升炼气三层之后, 唐英如愈发的低调了。 宁峰觉得她肚子里这个娃, 十有八九是自己的, 错不了。 一日, 起床后, 宁峰披上那件夜巡抚法袍, 静止出了门。 公子, 你不吃早餐吗? 叶英正在一旁给嘎嘎清理身上的杂毛, 看到宁峰居然连早餐都不吃, 就匆匆出门, 奇怪地提醒道。 宁峰的饮食习惯, 二女非常清楚, 吃饭可以说是她的头等大事。 不吃了, 我又是出去一趟。 宁峰出了院子, 经过唐英如院子时, 她犹豫了片刻, 但最终, 还是举步继续往前走。 走出长生巷, 宁峰便一路往城中心走去。 今天, 她打算去林家, 办理客卿的入职手续。 上次被陈月灵接见后, 那个内务堂女修带宁峰去办理服饰认证的路上, 曾告诉过她, 她的信息, 已经录入登记在林家客卿的花名册中了。 只要宁峰愿意, 随时都可以过来办理客卿的入职, 顺便领取岳奉。 因为给宁峰计算的客卿岳奉, 是从陈月灵接见之日算起的。 这些, 应该都是陈月灵的交代。 宁峰原本并不想这么早就为林家做事, 她之前计划是等到了炼器八层, 有了更多自保之力后, 再去林家挂名那个所谓的永久客卿。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如今唐英如怀了孩子, 宁峰突然就多了一份责任感。 这是一个男人的天性, 家人, 永远是不可逃避的担子。 以前孤家寡人一个不服就干。 生死之事可以看淡, 也可以置之脑后。 但如今, 她已经不再是一个人。 做任何事之前, 都需要先为家人考虑。 考虑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与各种后果。 唐英如怀了孩子, 却没有直接告诉宁峰, 宁峰估计多数是因为之前的事情。 唐英如脱了正媒婆子和宁峰说亲, 可是宁峰却断然拒绝了。 这件事, 几经在唐英如心里留下了的疙瘩。 上次去她家喝茶的时候, 宁峰站在院子外, 听到唐英如母女说起这件事。 从唐英如话中意思来看, 她多半认为宁峰是接受不了他们母女。 所以, 哪怕这次意外怀孕了, 她也不打算和宁峰说。 宁峰觉得, 有必要和唐英如摊牌说清楚, 以前拒绝说亲并不代表现在的想法。 现在, 宁峰练棄后期, 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而且财富也多了。 有灵石在手, 人的想法就会变。 单间独熬的日子, 也是时候结束了。 和唐英如结为道理, 宁峰认为不是坏事。 很快就看到林家足弟的内诚。 向护卫队出示令牌后, 宁峰直接往内务堂走去。 虽然两个月没来这里, 但她依然记得路线。 你好, 我是来办理客亲入职手续的。 在内务堂前台的办事女修面前, 宁峰直言来意。 办事女修抬起头, 看了宁峰一眼, 先是一愣, 随后恍然大悟, 宁浮失。 正是, 倒有记性真好。 宁峰也觉得有些诧异。 这个女修正, 是上次带她去灵雀楼的那位女修。 没想到两三个月未见, 这女修居然仍记得她。 女修却微笑不语, 她怎么可能不记得呢? 整个林家这么多客亲, 但只有宁峰一个人是特礼。 她只需挂之客亲之名就可以, 甚至完全不用干什么, 这相当于免费领取零食, 还是终身。 女修不知道陈月灵为何这样安排。 她不知道宁峰曾无意中救下陈月灵。 她不仅是陈月灵的恩人, 也相当于是林家的恩人。 陈月灵此举相当于偿还恩报。 宁峰师, 主母之前交代过, 你若过来办理入职客亲的时候, 让我问问你, 你是想挂虚职还是服侍客亲? 宁峰文言陈寅, 上次陈月灵确有与她提过这事, 只不过当时说的有些含糊。 不过, 就算陈月灵没有把话点名, 宁峰也不可能真的挂个虚职, 白白领别人的零食。 自然是实职。 宁峰回答道, 任个实职服侍客亲, 领零食的时候会心安理得一些。 这便是名正言顺, 这样做对她有好处, 对林家也好, 避免引发其他客亲的不满。 好的, 稍等一下。 女修在桌后的柜子内翻了一会, 取出一份合约, 递给了宁峰。 宁峰师, 这份是我们客亲合约。 你可以过目一下。 宁峰接过合约, 仔细看了一遍, 这相当于修仙界的劳务合同。 只不过签约并不是化压, 而是在合约中留下一份气息。 有了这份气息, 林家就可以在一些意外情况发生时, 迅速确认客亲的身份。 上次张临两家大战, 林家客亲就死了不少人, 被助击一击群杀, 许多人失手分离, 甚至肢体破离。 若不是凭着当初他们留下的气息, 根本就辨别不出他们的尸骨。 不过, 宁峰看了合约上的内容, 大致就是注明了双方互相认可的条款。 看得出来, 这种合约每个客亲的都不一样。 应该是林家针对每一个客亲单独设立的。 宁峰猜测, 林家很可能是准备了两份合约给他。 而且两份合约的月份标准肯定不一样。 毕竟一个是白拿, 另外一个则是干实事。 现在, 宁峰选择了就任服侍客亲, 所以女修就拿出相应的合约给他。 第177章 强取唐仙子 这份合约上面明文规定了, 宁峰担任林家客亲的有效期限, 是终身制。 至于福利, 在练气中期阶段, 宁峰每个月可以从林家领取13块零食的 客亲月份。 如果他晋级到练气后期, 每个月的月份就自动涨到20块零食。 至于上了住基以后, 每个月的月份是多少零食, 合约上没有注明。 而宁峰的植物旅行范围, 合约上也没有说明。 女修特意给宁峰解释这一条, 你若是就职服侍客亲, 无需每日来内务堂这里报到, 只需每个月过来上交一些服录。 合约里没有注明清楚, 意思就是不规定每个月要上交的服录数量。 至于交多少, 全凭你的心意和能力。 这意思其实也很明白, 零食我给出去了, 你愿意给多少服录? 你看着办。 宁峰点了点头, 又重新看了一遍合约, 确认没有问题后, 这才打入一道气息, 完成签约。 女修接过合约放存妥当, 接着又翻了一下桌上的另外一本册子, 找到了宁峰的身份信息。 然后问道, 宁峰师, 你现在是练气六层, 每个月的月份就是13块零食。 你现在, 一共可以领取三个月的月份, 要不要现在领取? 这还虚问。 宁峰经过考虑, 决定加入林家担任客卿, 其实有多方面的原因, 但这个终身领取月份, 也是一个吸引他的福利。 零, 现在就零。 女修点了点头, 迅速地替宁峰办理领取月份的手续。 她不知道宁峰已经晋升到练气七层了, 所以按照练气中气的月份标准, 给宁峰办理登记。 宁峰自然也不会说明, 虽然练气七层每个月可以领多七块零食, 但她认为过早暴露自己的修为境界, 身怀熟练度系统修为境界晋升的有些快乐, 这些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只要将时间线给拉长, 她的修为境界晋升的速度, 就不会显得那么扎眼了。 结果39块零食后, 宁峰在册子上签名画鸭, 代表自己已经领过了这上个月的月份, 然后就准备离去。 那位女修却笑道, 宁峰师, 您是不是忘了什么? 哦, 对, 福禄。 宁峰一拍脑门, 笑道, 不好意思, 我一时给忘了。 接着从储物袋中取出30张福禄, 轻轻放到桌上。 这些福禄可够上交这三个月。 女修低头一看, 桌子上的福禄全部是中品。 10张中品回春福, 10张中品御风福, 10张中品谢力福。 宁峰师说笑了, 交多少全看你手头宽裕与否, 并不存在够不够一说。 女修很是意外, 因为宁峰这30张中品福禄都是市面上的畅销福禄, 价值十多块零食。 这等于宁峰交回了一个月的月份钱了, 已超出他的想象。 但宁峰却不会这样想, 在他眼里, 几张婢女自制的福皮就能换来近40块零食, 这笔交易划算。 而且, 第一次旅行福尸客卿的义务, 他多少需要拿出一点诚意? 既然决定搭邻家这条船, 那就干脆搭得稳当一些。 宁福尸, 这是你的客卿令牌。 女修又从旁边柜子内取出一块令牌道。 客卿集会, 或者有事情需要通知你时, 我们会通过令牌联系你。 令牌? 之前陈家主给了我一块这个牌子, 你看看能不能用。 宁峰掏出那块黑色令牌递给女修。 女修接过一看, 便直接愣住。 宁峰这块令牌, 分明是林氏族内修士的专属令牌。 而且此牌的级别比克轻令牌还要高。 主母居然将这么高级别的令牌给了一位外人, 这让她很是疑惑。 这位外人不过是炼器六层, 众所周知, 林家的客卿一般只招收炼器后期的修士。 练器中期的客卿只有寥寥几个人, 而且都是破例聘请过来哦, 因为他们多身怀一些特殊才能。 主母, 为何会对这位服饰高看一眼? 莫非是看中她五阶服饰的身份? 可是凤瑶城内的五阶服饰并不少。 女修虽然觉得疑惑, 但她自然不会多言, 连忙降令牌递回给宁峰道。 既然你有这块牌子了, 那就无需客卿令牌了, 你自保管好就行。 告辞女修, 宁峰便出了内务堂, 往家里走回去。 刚拐入长生巷, 正寻思着要不要找唐英如说清楚她的计划。 突然, 一个人正好从巷子里走出来, 差点就和宁峰撞了个满怀。 宁峰是准备走入长生巷, 而此人是从巷子内走出来。 许是双方都在想着是注意力没有放在周围, 加上墙壁挡住双方视线, 所以差点撞上了。 幸好, 宁峰急忙往一旁闪身, 而对方也没有料到突然有人走来, 也往后退了一步。 这才避免了相撞。 宁峰定睛一看, 原来是二号院子的忠随。 此人向来和宁峰没有交集, 不过此时既然这般遇到, 宁峰不得不抢挤出个笑容, 准备和对方打招呼。 可是, 忠随退后一步后, 雀面带怒一瞪了宁峰一眼, 冷道, 你懂不懂走路的。 说吧没有理会宁峰, 继续往巷子外走去。 宁峰一愣, 随后又自嘲地摇了摇头, 继续往自己院子走去。 走到巷子中断时, 就发现巷子尾有三人在站着。 是二女和关慧。 他们站在唐英如院子门前, 似乎低头交谈着什么。 关慧的脸上挂着泪珠, 看样子是刚刚哭过, 此时她的目中还带着一丝怒意。 秦雪则和叶迎在一旁, 正在安慰关慧。 宁峰加快脚步走过去, 关慧突然发现宁峰回来了, 便转身直接进了自己家院子。 啪! 一声, 降门又关上。 宁峰走过去, 皱眉问二女, 发生什么事。 秦雪和叶迎看了看唐英如家院子, 随后低下头, 没有说话。 跟我回家。 宁峰开了院子门, 二女连忙跟上进了院子。 等秦雪将门关上后, 宁峰转身, 面色微冷地看着她。 秦雪被宁峰盯得有些紧张, 一时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 公,公子。 叶迎见状, 忍不住在一旁插话了。 公子, 二号院子那个钟家主很无礼, 方才跑过来找唐家主, 要求唐仙子做他的道理。 他还放言? 说给三日限期, 如果唐家主不答应, 就会让他生不如死。 唐家主自然不肯答应, 可是那个钟家主竟然上前想对他动手动脚, 小慧就冲过去推开他, 却被钟家主扇了一耳光。 第178章, 关慧被打了。 然后呢? 宁峰面无表情问道。 然后, 那个钟家主被关慧这么一闹之后, 也没有继续纠缠, 就走了。 后面公子回来, 应该也看到了, 关慧在那里哭, 我们就去安慰他。 叶莹知道宁峰心里的疑虑, 所以一口气回答完。 不过, 她不敢看宁峰的眼睛, 低着头说完这些话, 就退到了一边去。 公子和唐家主那晚双休的事情, 她早就知道了, 二女同住一屋, 几乎无活不说。 在他们的心目中, 唐音儒已经算是宁峰的道理了, 只不过暂时还没有公开而已。 二女都以为宁峰听到此事后, 必然会震怒。 宁峰闻言后, 又想起那晚在巷子外, 听到唐音儒母女交谈的那些话。 唐音儒当时就对关慧说, 她之所以托正媒婆和宁峰说清, 是想找一个依靠。 否则, 若是有人强行要和她结为道理, 以她的实力, 根本无法拒绝。 若是对方是蛮不讲理, 甚至像前夫那样, 虐打他们母女的人, 母女俩的处境将极其凄惨。 如今, 唐音儒担心的事发生了。 以唐音儒的姿色, 恐怕基于她美色的人不少。 忠随或许只是其中一个。 基于姿色, 强行登门, 结为道理。 这种事在修仙界时有发生, 根本没有法律约束这些行为。 实力不足的无奈, 只有其中之人方能自知。 唐家有护怨阵法, 忠随怎么闯进去的? 宁峰问道, 唐音儒愿子里的阵法是五阶阵法, 阵神微臣阵主防御。 这套阵法可以抵挡炼气后期六个时辰的权力攻击。 若是遭到炼气中气的攻击, 至少也可以抵挡十二个时辰。 忠随是炼气六层, 根本无法短时间攻入唐家的院子。 宁峰猜测是忠随使了诈, 骗了唐音儒或官慧打开了阵法禁止。 秦雪听到宁峰问起, 低声回道, 公子, 我刚想和你说这件事。 忠随能进唐家主的院子, 是因为有人帮忙? 有人帮忙? 是谁? 宁峰眉头一皱。 是四号院子的白家主, 他前两个月搬来长生巷时, 请了唐家主帮他布置护院阵法。 白瑶? 宁峰记起来了, 四号院子原本的家主 在长生护卫队的时候陨落后, 家人也搬走了。 现在住进四号院子的是一名女修, 叫白瑶。 她刚搬过来的时候, 还找唐音儒帮他布置了一个二阶的护院阵法。 有了这层关系, 唐音儒似乎和白瑶的关系还算不错。 你接着说下去。 宁峰朝着秦雪道。 是, 公子。 秦雪又接着道。 新官惠说, 白瑶过来敲门, 说找唐家主问一些阵法上的事情, 然后官惠就开了门。 白瑶进去的时候, 宁随并没有在附近, 但是等白瑶出来时, 宁随就已经在院子门外后着了。 白瑶一出院子, 唐家主都还没来得及关门, 宁随就直接闯入他院子里了。 秦雪说完, 看着宁峰。 他的意思不明而遇, 宁随和白瑶多数是同伙。 他们肯定是先商量好了, 让白瑶借故找理由登门, 随后钟随在乘机冲进院子。 嗯,我知道了, 你们忙去吧。 宁峰挥了挥手, 转身回了自己屋子, 然后降门一关。 秦雪和叶银相识一望, 便无奈去厨房里忙活了。 秦姐姐, 你说公子对这件事会怎么看? 我看他好像都不怎么生气的样子。 怎么可能不生气? 你没看到公子的表情吗? 一点都不生气啊。 不要说这些了, 快点做饭吧。 哦, 三夕后。 嗯? 怎么了? 秦姐姐。 叶银刚切完一条茄子, 准备打一勺水再清洗一遍, 突然听到秦雪嗡了一声, 便抬头望过来问道。 秦雪方才在停止清理灶边的杂物, 此时却停了下来, 只见他凝神静力, 似乎在聆听着什么。 叶妹妹, 我听到院子门好像想了一下。 你去看看是不是有人进来。 随后, 秦雪让叶银去看看, 因为叶银里门口比较近, 而他灶台这边离得比较远。 叶银放下茄子, 三两步就走到厨房门口, 往外面看了一眼, 便笑道, 哪有什么人进来。 秦姐姐, 你听错了吧? 秦雪没有答话, 接着继续干起活来, 只是他的脸上似乎若有所思。 城东, 新田巷。 午后太阳高挂, 巷子空无一人。 新田巷, 比长生巷还要长一些, 共有48户居民。 除了新田巷, 周围还有七条巷子, 一共八条巷子, 围着一块空地。 如果在空中俯视下来, 就会觉得, 这一块区域的布局, 像是一个阵法。 中间是一个圆圈, 八条巷子整齐地排列在圆圈的南北西方向。 这八条巷子, 名为新元巷, 新阳巷, 新明巷, 新田巷, 月清巷, 月空巷, 月落巷, 月经巷。 每一条巷子都是48座院子, 而且长度完全一致。 住在城东的居民, 无论想去凤瑶城的哪个位置, 都要经过这八条巷子中的其中一条。 此时, 宁静的中午, 在圆形空地上, 从东面走过来了一个路人。 来者, 是长生巷二号院子的家主, 中随。 他方才走出长生巷, 准备前去城西处理事务, 此时, 正好走到这里。 中随走过圆形空地后, 便静止步入了新田巷。 他每次去城西, 都是选择这一条路线。 周围的八条巷子, 其实都可以通往城西, 但根据中随这几年的出行经验, 他早就发现选择新田巷这条巷子, 会比其他巷子能更快一些抵达城西。 中随刚走入巷子中, 便立即放轻脚步, 开始暗中留意周围的情况。 虽然无数次走过这条巷子, 但他警惕心丝毫未见。 这是一名修士最基本的生存素养。 巷子中, 一个人都没有。 中随的目光, 不停地扫向巷子两侧的院子。 他还竖起耳朵, 聆听院子门后的动静。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没有任何异常。 直至到巷子中断的时候, 中随才发现了不对劲。 他发现巷子中, 不知何时突然多了一个人。 一个中年修士, 静静地站在他前方实杖的地方, 副手而立。 第179章, 剑起画刀落。 中年修士, 穿着一身灰袍, 看上去非常的普通。 他的相貌, 感觉也很普通。 为什么说是感觉呢?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隔得有些远, 中随竟看不清他的五官。 只是感觉, 他相貌很普通。 中年修士一动不动地站着, 仿佛已在巷子中站了很久一般。 但中随却不这样认为, 他进星天巷的时候, 就仔细看过, 巷子一眼望穿, 根本没有一个人。 这位中年修士, 他完全不知是何时出现的。 中随走上前几步, 想看清对方的容貌, 但不知道为何, 目光一落在中年修士的脸上, 竟不由自主地移到一侧去。 你是何人? 中随眉头一皱, 右手一捞, 法器已握在手, 同时低声喝道。 他感觉到, 这位中年修士, 明显是冲着他来的。 中年修士没有答话, 但却开始动了, 举步慢慢向中随走过来。 中随立即便确定, 此人绝对就是冲着他来的。 他迅速扭头望了身后一眼, 身后无人, 一对一的局面。 中随从来都不是耸祸, 但这一次他不知道为何, 他心里有些胆怯, 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赶紧逃。 对方虽然看起来普普通通, 全身似乎没有露出一点锋芒, 但中随连他什么时候出现在巷子中, 都不知道。 对方的境界, 极有可能是炼气后期。 炼气六层面对炼气后期, 根本没有一战之力。 所有念头仅在一瞬间。 中随没有任何迟疑, 右手一震, 手中的法器立即凝出一阵幽光, 朝着中年修士劈去。 他的法器是一把斧头, 斧光一出, 就算对方要追杀他, 也会被挡上一挡。 中随出手的目的很简单, 一击出手, 立即盾逃。 斧光袭出, 中随立即身形暴退三丈, 然后往左边跃起。 只见他脚尖点了一下巷子墙壁上, 就如一道闪电般往巷子口盾去。 他离巷子口大约有十三四丈的距离, 只要能逃出巷子, 他就有把握全身而退。 救! 中随人还在空中, 就听到一声尖锐声音, 似一声咽啼, 正如平地, 突然掠起惊鸿。 接着枪一声, 中随只觉得手中的法器轻微震动了一下。 很明显, 他方才激出的辅光, 似乎被什么东西击中了。 中随大慌, 全力催动灵力, 继续迅速变动身形, 他现在距离巷子口, 还有武藏。 加油! 但此时, 凝峰突然感觉到, 天上似乎更亮了, 好像多了一些亮光。 这些亮光, 及其刺眼, 哪怕中随身处逃亡中, 都能明显察觉到不正常。 而且这些光在亮起来的时候, 还伴随着尖锐的破空声。 由于角度的问题, 午后的阳光并没有直接照到这条巷子里, 乃来的亮光。 中随忍不住微微抬头一看, 只见空中布满一道一道的白光, 如狂雨般骤降。 那一道道的白光, 应该是某种法器的光芒。 凭着中随数十年的战斗经验, 他一眼就能看出, 那些白光, 应该是剑光。 天空中并没有人, 中年修饰在身后, 这些剑光是从哪里来的? 搜! 搜搜! 还没等中随反应过来, 数十道白色的剑光已然落地, 中随人在空中直接被八道剑光刺穿了身子, 垂直加速落下, 然后被钉死在了地面上。 那种画面就如一只飞在空中的小鸟, 被人从上往下射了一剑。 剑是穿体, 力度却丝毫未减, 直接将小鸟定射在地面上一般。 金红刀数, 熟练度加一。 中随, 足, 寿命, 十六七二岁。 看到面板上的数字跳动, 冥峰才收起了长剑。 他原本想用竹拳断的, 但感觉不太妥当, 星田巷有四十八户院子, 人数不少。 既然用了一戎符, 那就干脆连法器都换了, 做事要做彻底, 绝不能留下一点痕迹。 上次摆摊过后, 他储物袋中还剩下四把剑, 都是下品。 所以他随手在储物袋中拿出一把, 使出了金红刀数的第一式, 望将金红。 以剑带刀, 剑形刀刀, 别有一番风味。 多了一份优雅, 少了一份霸气。 但威力丝毫未减, 这让宁峰有些意外。 剑光落地时, 截杀面积没有刀来得大。 不过, 宁峰还是找出了 以剑带刀的细微差距。 那些剑光落地之时, 攻击的范围比用刀小了一些。 小了有五分之一这样。 虽然这种差距看上去不大, 但若是面对大量敌人时, 这五分之一的差距, 或许就会让自己陷入了危险的处境之中。 幸好这次的攻击对象, 仅有忠随一人。 这一式望将金红, 攻守兼备, 然后刀势变化, 自上而下进行反攻。 先群手, 后群攻。 这是宁峰第一次在实战中运用金红刀术, 效果让他很满意。 这一次出手, 算是练器后期对练器中期的全方面碾压。 这些想法只一念之间, 实际上, 宁峰的行动根本没有任何停满。 他早已经跑到忠随尸体前, 摸出储物袋, 又捡起忠随那把法器, 然后迅速逃离了现场。 从忠随发现宁峰, 到宁峰离开新田巷, 其实前后不过六夕。 等宁峰离开后, 差不多三夕了, 巷子里的一些居民才走到院子门后, 透过门缝, 偷偷往外面瞄。 他们从听到巷子外的异响, 再到看到天空的剑光, 也仅仅是几夕而已。 亏望半想后, 终于有好事之人, 走出自家院子, 看清楚巷子里的一幕。 巷子中, 有一具尸体, 还有, 满地的剑痕。 不, 是满地的剑坑。 尸体似乎被许多剑给扎穿, 流出来的血, 最终流入那些剑坑之中, 红黄相间, 整整齐齐。 快, 报给城内护卫队, 有人杀人了。 两名好事者相互遗忘, 便走去城中找护卫队了。 这种事情, 都是护卫队处理。 尸体, 也是由护卫队来收拾。 这是凤瑶城向来的规矩, 城内禁止打斗, 围者严惩。 有仇有怨, 可以约好时间, 自行去城外解决。 谁这么大的胆子? 第180章 行物堂立案 公子, 可以吃饭了。 饭菜做好以后, 叶银想起宁峰早餐都没吃, 走到宁峰屋前, 低换了一声。 其实, 二女每日都会提前做好饭菜的, 不过今天有些特殊。 为了安慰官会, 耽误了些时间, 所以午饭时间晚了。 嗯, 知道了。 听到屋里传来宁峰的声音, 叶银这才转身回厨房, 准备碗筷去。 宁峰脱下灰色道袍, 念了一段符诀, 恢复了原本的容貌, 推门走出院子。 她也是刚回到屋子中, 方才出门截杀中随。 她趁二女在厨房忙活的时候, 寄了张颖身符悄悄出门, 二女根本没有察觉。 当然, 回来时也是如此。 红烧茄子? 看到放桌子, 摆着的四个小菜中, 居然有一份红烧茄子。 宁峰颇为意外。 她一向不怎么喜欢吃茄子, 二女也知道。 所以他们买菜, 从来都不买茄子。 秦雪一看宁峰的表情, 解释道, 公子, 这茄子可不是我们买的, 是别人送的。 送的? 谁? 宁峰有些好奇。 秦雪继续道, 七号院子今天搬来了一户人家, 早上你出门后, 那个家主就过来拜门。 宁峰皱眉, 什么? 茄子是拜门礼? 搬家当天就来拜门, 说明对方深知规矩, 但用茄子当拜门礼, 就有些失礼了。 说难听点, 这相当于侮辱人, 还不如不送。 不不不, 公子你误会了。 秦雪连忙摆手, 接着从兜里, 掏出一小瓶丹丸, 递了过来。 然后接着道, 那位度假主送的拜门礼, 其实是这个。 茄子只不过是, 顺便送的罢了。 他们家好像, 是做蔬果批发行当的, 每个邻居都送了茄子。 宁峰点点头, 原来如此。 接过那瓶丹丸一看, 上面写了几个小字, 画质丹。 这不是给妖兽服用的丹丸吗? 送给修士有何用处? 宁峰再次皱眉, 若不是秦雪继续解释, 他差点要怀疑这位度姓家主, 是不是存心和他过不去。 公子, 度家主看到咱们家的嘎嘎, 说嘎嘎品质非常好, 所以他送了这瓶画质丹, 说让嘎嘎服用, 看能不能开启他的灵质。 宁峰看了看手中的丹丸, 又看了看角落里的那只鸭子, 沉吟道。 算了, 以后再说吧。 说吧将这瓶画质丹割进自己的储物袋内, 这玩意在房市里好像不便宜。 举起筷子加了一块红烧茄子, 放入嘴中品尝了一下, 宁峰点头道。 不错, 这茄子味道可以, 你们的手艺又提高了。 二女连忙笑着回答, 但他们的表情自然是失落的。 那位度家主告诉他们画质丹的妙用之处, 若是能给嘎嘎服用, 那就好了。 吃过饭, 宁峰交代二女。 我一会要修炼, 最快明日才出来, 晚饭不必换我。 然后回到屋中, 从储物袋中取出斧头。 这是忠隋的随身法器。 方才在新田巷中忠隋举斧劈过来的时候, 宁峰感受到了压力。 不过, 压力并非来自忠隋, 忠隋不可能给宁峰带来任何压力。 压力, 主要是来自这把斧头。 斧头造型怪异, 斧柄和斧身是一体铸成。 其他斧头的斧刃通常比斧背薄一些, 可这把斧头的斧刃居然和斧背一样厚。 宁峰举起斧头, 拎了一下分量, 和竹拳断差不多。 便见了一会后, 宁峰发现这把斧头的品质虽然没有竹拳断好, 但比起储物袋内的那些剑明显好了许多。 可留之自用。 宁峰考虑了一番, 决定留下这把斧头, 有时若不方便暴露自己法器, 这把斧头或许可以代替。 至少, 斧笔剑更接近刀。 用斧使出刀法, 威力应该比剑更好。 将斧头收入除物袋, 宁峰又取出一个黑色的除物袋。 这个除物袋是方才在中随身上摸出来的。 抹去神石, 将里面的东西全部翻出来看了一遍。 零石, 439块。 妖兽肉, 22斤。 0米, 8斤。 法器, 两柄下品剑。 密集, 三本, 斩魔斧术, 百灵剑谱, 天玄剑术。 除此之外, 储物袋内还有中随一些个人用品。 宁峰粗看了一遍后, 便全部塞入自己的储物袋。 密集宁峰没有翻开, 除了刀法, 他不打算生亏其他器械的功法, 接触的路子太多会影响刀法的修炼。 修炼了汇聚灵工法之后, 宁峰便上床睡觉。 就在宁峰藩中随储物袋时。 星田巷中, 十一名城内护卫队正在驱逐围观的居民。 走走, 不要再围过来, 破坏了现场。 拿你们试问。 他们是在附近巡逻的城内护卫队, 接到报案后立即赶来封锁现场。 领队老张已经用传讯符通知了刑务堂, 他们现在要做的是保护现场。 然后等刑务堂的人过来勘察。 在城内杀人属于严重扰乱治安秩序, 罪名不小。 城内斗殴, 双方各自关禁半年, 以示惩罚。 城内杀人则是情节而定, 被迫反击自保者, 罚款了事。 修为逐出城外。 无缘无故劫财杀人者, 直接处死, 贴绑通告, 以示禁忧。 很快, 两名刑务堂的勘察人员骑着条白虎, 步伐轻快地奔入新田巷。 下了白虎, 勘察人员不紧不慢, 开始收集现场证据。 这种工作更像是流水账。 最近城内的斗殴杀人事件, 虽然不多, 但人力有限。 所以, 点到为止。 但是, 该记录的, 还是要记录一下, 因为这是工作。 两名勘察人员查看一番后, 便将这起治安事件记录在案。 大赵先国35127年6月29日, 午后, 城东, 新田巷, 发现尸体一具。 死者中随, 炼其六层, 自东往西路过新田巷, 被人以剑一招刺杀于巷内。 根据目击者线索, 凶手是一名身穿灰色盗袍的中年剑修, 大概33岁, 相貌极其普通。 杀人后搜尸夺物, 经判断, 此案为劫财凶杀案。 从现场留下的剑锋痕迹来看, 凶手至少练齐八层, 身安剑道, 剑法不俗。 第181章, 万红阁妖兵。 嘟嘟。 凝峰刚躺下没多久, 突然感觉身上传来震动, 吃了一惊, 连忙坐起身。 四下搜找了一遍, 才发现是陈月灵给他的那块令牌, 发出了动静。 掏出来一看, 只见令牌上隐隐有个小光圈, 上面呈现了一行小字。 凝峰将上面的文字仔细看了一遍, 顿时愕然。 城东, 新田巷, 发现尸体一具。 从现场留下的剑锋痕迹来看, 凶手至少练齐八层, 身安剑道, 剑法不俗。 这是…… 稍加思索, 凝峰便明白。 令牌上的通报内容, 说的应该就是自己, 方才击杀中随的事。 杀中随时的动静不小, 肯定会有人报给护卫队。 令牌上的通报, 应是刑务堂勘查现场后得到的结论。 将重大案件内容, 以简短暗中的形式发布到令牌, 通知各位客卿或者邻家高层。 这种管理手段颇为高效, 让族内修士和各位客卿 清楚重大案件的进展情况。 族内人人心中有数, 如果遇到凶手, 就出手击拿或者直接击杀。 内务堂女修和她说过, 客卿令牌, 有接收通知信息的功能。 之前这块令牌从未有过这种动静, 应该是还未激活。 今日去内务堂办理入职, 成为了邻家客卿, 算是名正言顺的自己人了。 她的令牌才被激活, 所以能收到这些内部通告。 城内发生凶杀案件, 这不是小事, 肯定要在内部令牌发出通知。 看到令牌上的内容, 行务堂似乎将这件 设定为劫彩凶杀, 凶手也被断定为 练起八层的剑修。 这让凝峰放心许多, 如无意外, 这件事已经翻篇了。 练起八层的中年剑修, 行务堂上拿找凶手去。 此案就算有后续, 令牌上也会有提示, 知己知彼, 凌峰自问无需担心。 放下令牌, 继续睡觉。 待醒来时, 已经是傍晚时分, 天色昏暗。 此时, 二女刚吃完饭, 正在厨房收拾东西。 她们完全没有发现, 一道淡淡的灰色身影, 如幽灵般, 缓缓从院子中经过。 随后, 院子门悄悄被打开, 又悄悄被合上, 没有发出一点动静。 夜晚的凤瑶城, 颇为繁荣昌盛。 城内人影绰绰, 处处灯笼高挂。 而城中心附近一带的区域, 更是灯火通明, 亮如白昼。 道友, 今晚我们万红阁城西分店, 有个年终大酬兵。 二十八位角色美极灯台表演, 大唐酒水, 一律弃者优惠。 要不要带您过去享受享受? 街边, 不少衣着清凉的美艳女修, 三三两两地, 分散在各个路口, 拦着那些独自一人漫步的修士, 魅笑撒娇地追闹着。 被拦的修士, 有的黑脸言俱, 有的笑着婉拒。 还有的, 一边故作白手姿态, 一边左右环顾四周, 最终假装半推半就底, 跟着那些美艳女修步入巷子深处。 万红阁的那些女修当中, 有一名美艳的年轻女修, 与其他人似乎格格不入, 动作与笑容都显得略为生意。 或许是不太会撒娇, 又或许是魅笑得不够浪荡。 她一连问了数名修士, 竟无一人搭理她, 不由得有些气馁。 但很快, 她的眼睛再次发亮, 往前方小跑过去。 因为她发现, 前面有一位穿着灰色道袍的中年修士, 相貌极其普通。 最关键的是, 她是独自一人, 在街边漫步。 根据女修的经验, 她知道, 这种外貌普普通通的单身修士, 一般都是潜在客户。 这位道友, 我们万红阁城西分店, 今晚有个非常划算的年终活动, 价格比平时优惠许多, 有没有兴趣, 过去玩一下。 女修走到中年修士身边, 很生硬地用手臂挽住中年修士, 然后在她耳边戏声道。 可惜, 虽美艳有余, 媚态却稍训。 她只能使尽全身劲, 紧紧地将对方手臂贴自己胸前蹭着, 生怕这位修士挣扎离去。 但这位中年修士, 却没有像其他修士般推开她, 只是淡淡一笑。 比平时优惠? 道友你可不要信口开河。 你们这种伎俩我见得多了, 想骗我去你们店里, 然后像杀猪一样地载我。 女修文言又挽着对方的手臂用了蹭了一下, 然后解释道, 道友, 这怎么可能? 万红阁的招牌在凤瑶城里都挂了四千多年了, 我们做的可是长久生意, 怎么可能自毁口碑呢? 我不会坑你的, 只要你跟我过去, 我会尽量帮你争取最大的优惠。 如果你看中我, 就连我, 我的用金都可以返回给你。 她一晚没懒到一个客, 其他一起出来的同事现在走路都带风。 有的同事甚至都带回去好几拨客人了。 再这样下去, 今晚很可能无法开张, 回去肯定会被责骂, 说不定还会被万红阁解雇。 所以, 她索性豁出去, 连用金都不要了, 先拉成一个客人再说。 女修期待阴阴地看向中年修士的脸, 希望能得到她的同意。 但可惜, 她的目光触及对方脸庞时, 目光竟然不由自主地闪避开去。 你的用金? 有多少? 中年修士听到女修居然把自己的用金都让利出来, 似乎更来兴趣了。 这不是相当于白条吗? 女修犹豫了一下, 便道, 一个客人用金只有一块零食。 只有一块零食? 中年修士文言有些愣, 要是一晚拉上十个客人, 岂不是日入十块零食? 她记得城内护卫队的月份, 也不过是五块零食而已。 这一行, 收入这么高的吗? 不过想来也正常, 青楼向来都是烧金窑, 挥金如土的场所。 一个客人, 一夜或许就能消费数十块零食。 这么一比较起来, 一块零食的用金其实并不算高。 而且, 大头都让万红阁给赚去了, 这些女修只是赚了点血汗钱。 哦, 不, 是血肉钱? 女修发现中年修士似乎在犹豫了, 她有些着急地问道, 怎么样? 道友, 我带您去看看。 你不必担心, 若是你看不上我, 店里还有上百个固定住店的女修, 随便你挑。 中年修士笑道, 行吧, 我给你去看看。 第182章 夜赐凤摇城, 但你可不要骗我, 若我最终看中你, 你可要返回那半块零食的用金给我。 道友请放心, 我绝不食言。 女修已经有些激动了, 楼紧中年修士的手臂直接往承西走去。 这里是城中心附近, 距离承西, 还有一端路程, 万红阁地处承西正阳街, 从这里出发, 需要先穿过几条巷子, 然后再进入一条较大的街道后, 最后方能抵达万红阁。 两人穿入了一条巷子, 此处灯光昏暗, 女修怕修士寄疗, 便搭起话来。 看到有的样子, 似乎之前没有光顾过我们万红阁。 中年修士淡淡回道, 没有, 我刚来凤摇城, 对这里还不熟。 女修文言有些诧异, 但随后笑道, 原来道友是外地人, 那可就太巧了, 道友, 我也是外地人, 刚搬来凤摇城不到两个月。 哦? 中年修士笑道, 如此说来, 你再望红阁, 也没干多久。 女修哥哥笑道, 正是, 满打满算, 也就刚满一个月而已。 他忍不住再次妄想中年修士, 但中年修士的脸上, 总似带着一些扑朔迷离, 让人很难看得起他的模样。 不过, 借着昏暗的灯光, 女修还是能感觉出对方的脸上, 有一丝隐晦的笑意。 这条巷子叫风鲲巷, 比方才那条巷子更长, 也更暗。 此时风鲲巷中, 空无一人。 不知道有如何称呼? 女修继续搭话, 这算是一种职业素养。 上岗前, 万红阁都会给女修们进行专业的培训。 中年修士回道, 姓周, 你呢? 如何称呼? 女修笑着回道, 我姓白, 白瑶。 他生怕对方听不明白, 还特意解释一番, 白色的白, 瑶芳的瑶。 中年修士微微点头, 脸上笑意却更甚。 走到了巷子中段, 这里更暗了。 白瑶再次趁机, 将身子贴紧中年修士。 道友, 你怎么了? 就在此时, 白瑶感觉到中年修士突然停了下来, 惊诧地问道。 只见中年修士缓缓转过身子, 望着白瑶, 那张普通的脸显得诡异迷离。 脸上, 笑意渐退。 目光, 韩瑞渐了。 你, 你要干什么? 白瑶发现不对劲了。 他感受到了, 中年修士身上爆发出一股微压, 迅速地锁定他。 碰。 巨大的微压, 压得白瑶无法动弹, 接着将他的身子甩在了巷子墙上。 一阵剧痛立即传来, 那是墙壁上凌乱不平的青砖块, 隔得他的后背发疼。 你和中随是什么关系? 中年修士冷冷地道。 白瑶霜此时整个人似乎被压在墙壁上, 根本连气都透不过来。 我…… 中随。 中年修士见状, 微压烧脸。 白瑶这才勉强松了一口气, 惊道, 道友, 中随是我的邻居。 你若是和他有仇。 争。 一声剑鸣, 中年修士手中立即多出了一把长剑。 随后剑光一闪, 寒韧如霜, 剑尖瞬间就顶在了白瑶的喉咙上。 他能感觉到, 自己喉咙处的皮肤已经被剑尖划破。 鲜血甚至已经渗出, 缓缓流到了脖子上, 有种热乎乎的感觉。 你为何帮中随, 进入唐英儒的院子? 中年修士淡淡地道。 我。 听到此言, 白瑶目光充满了惊恐, 他瞬间明白了, 对方是为了此事而来。 周道友, 我, 我其实是被逼的。 白瑶正想解释, 但他已无法继续说下去了, 因为剑尖已经刺穿了他的喉咙, 他致死才突然醒悟。 这位道友, 方才在城中心街边, 根本就不是漫无目的的闲逛, 他根本就是故意的, 故意出现在他的面前, 故意让他上前揽课。 出现的距离, 甚至出现的时机, 他早就计算好了。 他就像是一位猎人, 从白瑶看见他的时候开始, 他就已经踏入对方的圈套之中, 然后穿街走向, 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在这里杀死他。 宁峰没有听下去, 一剑就解决了白瑶。 他只是确认他的承认而已, 至于过程如何, 并不需要知道。 白瑶的尸体, 还被长剑挂在墙壁上, 迅速摸出他的储物袋, 然后将剑一把, 掏出化尸粉, 往白瑶的伤口处倒了一些。 吱吱吱, 紧紧几夕, 尸体就化为一滩黄水。 明日此处, 最多就留下一些黄色的水渍。 没有人会发现, 这里曾死过一名望红阁女修。 左右望去, 巷子中寂静依然。 宁峰趁着夜色, 继续举步往前, 穿过风昆巷进入了街道, 又绕到林家足地那边。 在林家足地旁边的街道上, 左右闲逛了一会, 才窜入一条人比较多巷子里, 往长生巷方向走回去。 到了长生巷外, 甩了一张隐身符, 直接前回到自家院子中。 二女此时, 正在院子中闲坐, 突然觉得一阵清风刮过。 随后门似乎响了一下, 他们以为是风吹门晃, 站起身子望向几间房子的门。 然而, 一切无异常。 于是, 继续坐下闲聊。 而宁峰回到屋内, 念符诀, 清理易容符在自己身上的腹效, 随后脱去灰色道袍。 这才坐在桌子前, 将令牌取出, 放在桌面上。 等候许久, 令牌并没有传来动静。 看来方才在风昆像中发生的事, 还无人知道。 杀了白瑶, 钟随抢取唐音儒这件事, 应该就彻底解决了。 这不仅仅是帮唐音儒解决问题, 也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道理, 怎容他人染指。 钟随和白瑶, 必须要死。 不过今晚为了找白瑶, 宁峰耗了不少时间。 他在一个月前加入万红阁当女修, 这个事, 周围不少邻居都知道。 因为, 他每晚都穿着万红阁那身服饰出门, 天亮才会长生巷。 二女也早就将这件事当成八卦, 告诉过宁峰。 万红阁有个规矩, 新来的女修每晚都要去接上揽课, 这算是锤炼女修们的职业心态。 所以, 宁峰在街上四处找白瑶, 索性最终在城中新街道口, 找到了她。 第183章 怒海炸惊鸿 白瑶只是万红阁的一位新人。 这样的新人, 万红阁至少有数百个, 消失一个根本不算是。 甚至短期内, 根本不会有人发现白瑶失踪。 就算发现, 也无从下手调查。 因为所有可循的线索已被宁峰切断, 但有一个痕迹, 却无法用人力抹去。 那就是钟隋和白瑶都是长生巷的居民。 若有人将这两人联想在一起, 或许能查到一些什么。 但宁峰不担心, 因为从白瑶最后说的话来看, 他应该和钟隋有一腿不可告人的关系。 若真了到那一步, 他们这层关系或许就成为最后的烟雾弹, 要么查无可查, 要么死无对证。 取出白瑶的储物袋, 粉红色的储物袋, 非常少见。 上面有一个万字, 这是万红阁统一派发给女修们的储物袋。 零食, 一十三块。 法器, 没有。 秘籍, 没有。 白瑶的贫穷在宁峰的意料之中。 若不是走投无路, 谁愿意沦为青楼女子, 流连于烟花柳巷之中。 储物袋里还有六瓶丹丸, 宁峰拿起一看, 是状元丹, 逛窑子必备之物。 不过白瑶储物袋里装着这些药丸, 肯定不是出于善心, 免费给客户服用。 备着这么多状元丹, 应该是出售给客人。 在关键时刻, 掏出来卖高价, 能狠狠敲上一杠, 利润说不定比本质还要高。 除了状元丹, 储物袋中还有一把匕首般的东西, 上面刻着一些阵纹。 这是阵法的阵池。 如果配合口诀, 可以用阵池打开白瑶院子的阵法, 进入他家里。 不过宁峰不打算这样做, 白瑶家里估计也没什么财物。 而且, 他院子的阵法是唐英如布置的, 口诀只有唐英如和白瑶指导。 潜入白瑶家里, 若被人发现得不偿失。 忠随则不一样, 宁峰估计他家里肯定还有其他财物。 但要潜入忠随的家中, 只能硬攻阵法, 傻子才干这事。 何况忠随家里还有其他人, 他虽没有道理, 但是买了好几个凡女, 供日常盈乐。 忠随对下人颇为苟客, 经常鞭打下人。 有一次还在巷子中, 抽打自家的下人凡女, 当时宁峰就在一旁看到。 也不知道, 那个叫小桃的凡人, 最终有没有被忠随打死。 将所有东西收好, 翻开面板。 寿命, 十六七三岁。 看到增加了一年寿命, 宁峰没有意外。 杀了白瑶后, 面板闪现了一下, 不过当时没有仔细看。 只要是杀修士或者杀妖兽, 面板上的寿命一栏都会增加。 所以宁峰早就习惯了。 七十三岁的寿命, 哪怕放在凡俗, 也算是高龄了。 宁峰不打算为了续命, 而刻意去杀人, 除非对方与他有仇。 再者, 若只是为增寿, 还不如去杀低阶妖兽。 解决了中随和白瑶, 宁峰这一夜睡得还算踏实。 一日, 天微亮, 宁峰就醒来, 推开门, 站在院子中调整了一会呼吸, 便换出竹拳段, 不停挥动了起来。 金红刀数, 熟练度加一。 他现在练习的, 是金红刀数的第二试。 怒海金红。 这一试, 宁峰是初学, 尚未完全掌握。 第一试, 妄将金红, 他则基本领悟了。 在秒杀中随之后, 宁峰感受到了金红刀数的威力。 基本刀数, 根本无法与之比肩。 虽然这招怒海金红, 他还没有完全领悟, 但依然能感觉到, 这第二试与第一试, 大向停静。 妄将金红是群手, 群弓, 刀光波及的范围比较大。 可是这一招怒海金红, 刀光虽重, 但百须一时。 就似若水三千, 最终只取一瓢, 也如万马千军中, 只取一人手机。 随着宁峰手中的刀挥出, 只见数十道刀光横着劈出, 如怒海茫茫, 几乎覆盖近半个院子。 但很快, 这数十道刀光尽数顿尸, 仅剩下一道刀器。 这道刀器, 无声无息, 却偏偏如虹掠起, 直接斩向院门旁边的墙壁上。 蹦! 墙壁上的青砖, 立即崩了一小块。 若是宁峰全力出击, 以他练弃后期的实力, 这面墙, 绝对会倒塌半边。 这一时怒海金红, 一开始劈出去的刀光, 几乎全是虚招。 而真正攻击敌人的, 其实是那刀刀器。 刀器无声, 无色, 又无息, 阴险至极, 让人防不胜防。 这一招有点像正面偷袭, 数十道虚刀, 足以让敌人眼花缭乱, 措手不及。 但谁能猜到, 真正袭击而来的, 只有一道刀器呢? 而且, 这道刀器, 夹杂在那些耀眼的刀光之中, 根本就看不见, 因为它完全没有光芒。 敌人在手忙脚乱地对付那些刀光时, 等到发现这道刀器, 已经来不及躲闪了。 而且, 这一式刀法, 尚不止于此。 它真正厉害之处, 就是那道刀器, 可以随意变换位置积出。 可以夹在那数十道刀光中的任意一个位置, 进行多角度偷袭, 每次都可以不一样。 这就是此式刀法的神妙之处。 与同一个敌人过招, 若是反复用同样的招数, 那么对方肯定发有所防范。 但这时怒海惊鸿, 却可以反复对同一敌人积出, 因为对方完全无法进行预判, 更无法有效躲避。 练了半个时辰, 宁峰翻开面板。 玉刀数, 精通, 123500。 土盾隐秘法, 入门, 67100。 金红刀数, 入门, 93100。 金红刀数现在进度是93。 再练几天, 刀数就能进入精通级别了。 宁峰有些欣喜, 其实这段时间, 他练刀数挺勤奋。 但是这个金红刀数的熟悉度, 提升的比基础刀数要慢许多。 宁峰猜测, 这大概是刀数级别高的缘故。 土盾隐同样如此, 进展极为缓慢。 这些需要长期修炼的法术, 皆是如此, 需要长时间修炼, 作弊不得。 不过宁峰有金手指, 所以他比一般人修炼起来, 还是要快上许多。 随着宁峰学的功法, 和掌握的画幅品种越来越多, 现在面板上已经是密密麻麻。 不过宁峰也很少去一一想看了。 需要了解哪一个技能的进度, 便直接翻开这一条查找, 方便许多。 第184章 唐仙子被查 天色已经大亮, 二女一起床, 准备做早餐。 宁峰回到屋中, 修炼聚灵宫。 聚灵宫法 熟练度加一 小半时辰之后, 鸭掌收工。 然后缓缓披上道袍, 出了院子。 宁峰现在身上这件, 是日常穿的夜巡浮法袍。 昨晚沙中随雨白摇时, 他穿的都是那件灰色普通道袍。 灰色道袍, 是宁峰专门在义戎时穿的。 义戎伪装后的衣物, 与自己平时的衣物, 彻底分开, 是出于谨慎。 其实宁峰有些后悔, 当初应该将那件幽桃蛇法袍一起买下。 在义戎城中年修饰的时候, 穿上夜巡浮法袍, 效率肯定高很多。 至于之前那件红色带隐秘气息的夏瓶法袍, 已沦为闲置物品, 扔在储物带的角落。 晋升练气后期之后, 那件夏瓶的法袍, 招呼。 宁峰点头坐下, 刚准备吃早餐, 却听到巷子外传来一些嘈杂声。 去看看怎么回事啊? 别走太近。 宁峰将一只馒头撕开, 塞了半只入嘴, 然后对夜莹吩咐道。 是。 夜莹连忙小跑过去, 将门打开一条缝, 紧紧往外面, 叹了一眼, 便立即关上门, 跑了回来。 公子, 隔壁有几个城内护卫队员。 隔壁? 哪个隔壁? 就是唐家主的院子。 只见唐英如的院子门前, 站着几位护卫队员。 而唐英如也站在门边, 似乎在和围首的护卫队员 在解释着什么。 官慧, 则站在唐英如身后, 鼓着塞子, 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还有一些邻居, 远远站着, 正在往这边看过来。 围首的护卫队员, 是个小胡子, 表情看上去很嚣张。 宁峰隔着老远, 就听见他, 正在质问唐英如。 忠随来你这里, 都干了些什么? 老实交代。 忠随的事, 督查到这里来了。 宁峰不由皱眉, 直接走过去问道, 发生什么事。 他不是问唐英如, 而是问那个小胡子。 小胡子扭头, 上下打量了宁峰一番, 大声喝道, 护卫队办案, 无关人员请回避。 说吧, 他朝着身后几名护卫队员, 使了个眼色。 那几名护卫队连忙上前, 拦住宁峰。 宁道友, 这个, 不好意思啊。 一名推搡着宁峰的护卫队员, 第一声道。 宁峰一看, 愣了。 说话的这位护卫队员, 居然是墨周行。 只见他穿着一身, 崭新的护卫队服, 正一脸歉意地看着宁峰。 前天才和墨周行, 提起护卫队招人。 宁峰没想到他这么快, 今日就已是护卫队员了。 不过此时, 不是寒暄的时候。 宁峰手一翻, 令牌在手。 举起令牌, 晃了一下。 看到这块令牌, 除了墨周行, 其余几名护卫队, 立即后退, 拱手道, 见过客青。 他们在城内, 护卫队已有一段时日, 一眼就认出宁峰手中这块, 是林家的客青令牌。 在凤瑶城管理阶层等级中, 客青的等级, 远比比护卫队的高, 见到客青, 护卫队员是要行礼的。 墨周行看到别人都后退, 连忙放开手, 也跟着后退了几步。 为首的那个小胡子, 看到令牌, 城东护卫队, 第十四支队队长张望, 见过客青, 接着他又堆满笑容, 一脸恭维模样, 凑过来低声道, 不知客青如何称呼。 凤瑶城内各种势力纵横交错, 能混到护卫队, 小队长这种职位上的, 多少都有一些, 见风使舵的本领。 张望前后态度, 判若两人。 宁峰收起令牌, 淡淡道, 宁峰, 原来是宁客青, 刚才多有冒犯, 还请宁客青见谅。 张望连忙道歉几声, 接着又解释方才宁峰的问话, 宁客青, 昨日在城东发生一起凶杀案, 凶手无视城内规定, 在光天化日之下, 杀人暴尸, 影响非常恶劣。 因为死者是长生巷居民, 我们城东护卫队有责任追查此案, 所以今日我便带几个新人过来, 看看能否找到一些线索。 接着他又指向那几名护卫队员, 对宁峰道, 顺便让他们熟悉一些办案的流程。 城内护卫队, 其实是城东护卫队, 城南护卫队, 城西护卫队和城北护卫队的统称。 除此之外, 还有专门驻守林家内城的城中护卫队。 每一支护卫队都负责自己区域内发生的治安事件, 下面有多支小队伍, 每一支小队伍又各自划分管辖区域, 分工极其明细。 张望负责的城东护卫队第十四支队, 正是负责长生巷和新元巷这一片区域的。 宁峰问道, 上面已经将此案定为劫财凶杀。 你查这些街坊有什么用? 张望连忙陪笑道, 宁克卿, 这案子是发生在我们城东区域, 我们总得做点什么, 不然不好交代啊。 他又妄想唐英如, 死者昨日被杀之前最后一个见到的人就是这个小娘们, 所以我们…… 住嘴! 宁峰还未等张望说完, 便喝停了他。 随后冷道, 张队长, 你嘴巴放干净一些。 那是我道理。 道理? 张望看了看唐英如, 张大嘴巴半想说不出话来。 几名护卫队文言也直接愣住, 随后脸上一阵清一阵白, 目光中竟是遮掩不住的惶恐。 没想到这次查案, 竟然查到了客卿的道理家里, 刚才张队长还给人家甩脸色。 他们其实看得出, 这个案子中的死者和这位女修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张望却明显有故意为难他的意思, 这分明想敲人家一杠, 拿点好处。 这件事明摆着, 已经得罪了这位宁克卿。 而唐英如听到宁峰此言, 美谋也不由争得大大。 他的表情显得不可思议。 宁峰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 说自己是他的道理。 但很快, 他又反应了过来。 道理? 这个称呼, 或许只是宁峰的权衣之计, 帮助他脱困罢了。 免得这些护卫队员再找他的麻烦。 第185章, 那娃是谁的? 这个, 宁克卿。 张某不知道这位仙子竟然是您的道理, 最该万死。 还请宁克卿大人不计小人过。 张望缓过神, 脸色已有些苍白。 啪, 啪。 接着, 他竟举起右掌, 狠狠扇了自己两耳光。 宁峰一挥手, 面色稍缓道, 罢了, 不知者无罪。 你们若想查什么, 想问什么, 我和我道理自然会配合你。 张望这才如释重负, 连连摆手, 宁克卿说的什么话? 咱们一家人, 还查什么? 他左右望了一下周围, 又低声对宁峰道, 宁克卿, 这种劫裁案, 其实不可能查得到什么。 我们今天过来, 也只不过是走走行事罢了。 宁峰点了点头, 行, 你自己看着办。 明白。 张望拱了拱手, 宁克卿, 那就不饶你了, 我们去别墅查查。 接着他又向唐英如告了生罪, 然后带着几名护卫队员匆匆离去。 走, 咱们进去说话。 宁峰看到唐英如向他走过来, 连忙对他点了下头, 示意有什么话进去再说。 等进了院子, 关上门。 两人在亭子内的茶桌边坐下, 唐英如这才道, 刚才多亏您倒有帮忙, 否则还真有些麻烦。 哦? 宁峰想起, 方才张望与唐英如说话时的语气颇为嚣张。 唐英如话中似乎还有下文, 不由皱眉问道。 那个张望之前和你说了些什么? 唐英如端起茶壶给宁峰倒了一杯灵茶。 道, 方才那位张队长, 反复在套我的话, 似乎想把我扯到中随这件案子上去。 他们可能调查道中随想, 强闹我为道理, 便拿这个说示, 说我涉嫌串通他人, 合伙谋害中随。 真是冤枉。 我根本都不知道中随昨日被人杀了。 唐英如说的有些愤愤然, 他的修为境界低, 又是寡妇孤女。 在这个实力未尊的世界, 很容易遭受到别人的欺负。 宁峰听完莫然, 他知道张望此举, 无非就是为了谋点外宽。 护卫队这些人与城外收房租的陈职是差不多, 以权谋丝,柿子专挑软的捏。 宁峰沉吟一下道, 不必理会他, 若他还敢来找你麻烦, 你尽管告诉我。 宁峰举起杯子, 缓缓饮了一口灵茶。 他已向张望表明了自己的客亲身份, 若张望还敢来呢? 宁峰不介意让城东护卫队第十四支队的小队长, 职位空缺出来。 唐英如低声道, 方才, 宁道有为了帮我, 说我是你的道旅, 真是为难你了。 宁峰笑道, 这有什么为难呢? 莫非经过那晚之事后, 你觉得我们还不是道旅? 他目光轻轻落在唐英如的腹部, 脸色正重地道, 你别忘了, 我们也有道旅之时, 不论你承认不承认, 我都已当你是道旅。 唐英如的腹部此时看上去, 完全不像是有怀孕了的迹象。 他应该是为了故意掩饰身材, 特意选了一条非常宽松的素色道袍。 所以哪怕是坐着, 都看不出他的腹部有任何隆起。 一听到宁峰又提起那晚的事, 唐英如顿时红霞扑面。 接着他又发现宁峰居然在盯着他的腹部看, 不由心中大慌, 连忙往外拉了拉道袍的衣摆。 宁,道友, 这个, 你开玩笑吧。 他不敢相信宁峰的此番话, 上次找媒婆说清, 宁峰是断然拒绝了的。 如今事情紧过大半年, 转变这么快。 宁峰将目光上移, 看着唐英如的双眼认真地道。 莫非唐仙子, 不愿意与我结成道旅? 唐英如低着头, 他自然是吉祥。 但宁峰曾拒绝过他, 双方其实心里都有个疙瘩。 他自己有, 他相信宁峰也有。 宁峰若不嫌弃他, 当初怎么会连见面一谈的机会都不给, 就断然拒绝他的求亲呢? 所以这件事一直成为了他与宁峰之间的隔膜。 直到那晚, 在宁峰的屋中, 宁峰助他进击道练弃三层之后, 这层隔膜才消失了一些。 宁峰见唐英如不发话, 陈英半想, 才叹了一口道, 道理, 我也绝不勉强。 但是, 你可否给我一句实话? 唐英如闻言一愣, 什么实话? 你腹中那个, 是不是宁某的血肉? 啊! 此话如晴天霹雳, 让唐英如又惊又气。 他讹眉微数, 一张白嫩的俏脸, 瞬间占红了起来。 他惊得是, 宁峰方才只瞄了一眼他的腹部, 居然就发现他怀孕了。 气得是! 宁峰居然问腹中的娃娃, 是不是他的血肉? 这是什么话? 腹中血肉如果不是你的, 那还能是谁的? 我唐英如, 是那么水性洋花的女人吗? 除了前夫和宁峰, 唐英如压根就没有被其他男修碰过一下手指。 前夫打骂他多于疼爱他, 这些年, 唐英如几乎是为了女儿, 才撑着活下来。 那晚在宁峰屋中发生的事, 唐英如一直在自责。 他这些天很少出门, 并非是身体不适, 更多是心理层次的原因。 还没结成道理, 就云发生关系, 寡妇最怕背上这种名声。 他万万没想到, 宁峰会问出这样的话。 这样问, 等同于宁峰认为唐英如与其他男修交往, 所以腹中血肉有可能是其他人的。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宁峰的话, 就如同一把利剑, 深深地扎入了唐英如的心窝。 唐英如立即眼眶一红, 泪水顿时如泉涌, 迅速从面颊两旁流了下来。 多年来的卑微和此刻受到的极大委屈, 让唐英如再也无法控制自己, 忍不住抽泣起来。 你, 你怎么了? 宁峰看到唐英如突然哭起来, 吃了一惊。 他只不过是想确定一下, 唐英如腹中的血肉是不是他的而已。 若是他的, 他无论如何都要与唐英如结成道理。 根据前世被灌输的教育理念, 宁峰非常确信, 娃娃不能没有母爱。 但唐英如腹中那位如果与他无关, 宁峰也不会继续纠缠。 因为, 他也不愿头上顶着一片绿草地。 第186章 第一位道理, 呜, 呜, 就在此时, 宁峰只觉得后脑勺一阵凉嗖嗖, 背入芒刺, 似乎有东西吸向他的身后。 来不及回头, 直接往身后寄出一张中品谢力符。 符文瞬间射出, 幻化成虚盾, 直接挡在宁峰身后。 蹦, 一声, 宁峰回头一看, 只见十几道爪影击在了虚盾上, 发出巨大的响声。 代符文与爪影散去, 宁峰这才看清, 攻击他的居然是观慧。 观慧正带着那只铁爪, 站在门廊处怒视着他。 小慧, 你是疯了吗? 唐英如看到这一幕, 又惊又怒, 朝着观慧那边喊一声, 悲, 气, 恨, 怒, 各种情绪混杂交集。 唐英如竟觉得心口突然一阵堵, 随后双眼一黑, 便失去了知觉, 身子软绵绵地往后倒去。 娘! 观慧见状, 惊叫起来, 连忙扑过来。 但宁峰比他近, 速度也比他快得多, 一下就冲过去, 抱住了唐英如的身子, 这才没有让他摔在地上。 否则以他怀孕之身, 若是摔倒, 伤了腹中猪胎, 或许会留下暗患。 你放开我娘! 娘! 你为什么要欺负她? 观慧朝着宁峰怒喊道。 他冲过来, 想扶唐英如时, 已经将法器收了起来。 现在看到宁峰抱着母亲, 只得用手推着宁峰。 张望上门找麻烦, 宁峰出手相助, 观慧并非不明事理之人, 他对宁峰其实很感激。 但他方才远远坐在门廊那边, 看到唐英如和宁峰在谈话, 但听不清二人说话的内容。 只是看到自己母亲突然就哭了起来, 观慧误以为宁峰在欺负他母亲, 所以担心母亲会受到伤害, 情急之下直接出手。 宁峰没有理会他, 直接释放出一股气息, 将他震到一边去, 然后抱唐英如入屋。 将他放在床上后, 以掌压掌, 直接输入一丝灵力。 很快, 唐英如便悠悠睁开眼。 娘! 你怎么了? 观慧心系母亲也跟着冲了进来, 她明知自己拿宁峰眉法子, 便守在一旁盯着。 如今, 看到唐英如苏醒过来, 观慧这才放下心来。 唐英如长舒一口气, 皱起眉头, 手指颤颤地指着他道, 让我再教训你。 观慧一愣, 母亲居然叫自己出去, 她发现事情, 好像并不是像自己想的那般。 不过, 她此时多少也明白过来, 方才也许是自己鲁莽了, 指得道, 娘, 那我出去了, 你有什么事在喊我? 待观慧出了屋子后, 唐英如才向宁峰道, 对不起, 这孩子真是胆大妄为, 竟然对你出手。 她从小经常被父亲打骂, 性格有些孤僻, 和其他孩子不一样, 遇到事情总喜欢往坏的地方下。 宁峰点了点头, 她明白观慧的这种感受。 唐英如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和依靠, 她自然要维护自己母亲。 现在宁峰也意识到, 自己方才那样问唐英如, 实在过于无礼, 甚至可以说是侮辱人。 难怪唐英如如此生气, 还哭了起来。 你放心, 我怎么可能和一个孩子计较? 她望着唐英如的眼睛, 很真诚地道。 这个承诺, 算是她之前说错话的一些弥补了。 唐英如看着宁峰, 又想起方才宁峰的问话。 现在她的心里, 也没有方才那么激动了。 恢复了冷静后, 她的思维更为理智。 其实自己一直以来, 不就是希望有一个靠谱的道理吗? 让自己和女儿, 有一个安全的依靠。 宁峰既然已经名言, 愿意与自己结成道理, 自己又何必再矫情? 自己早就不是什么少女了, 没必要继续遮掩妆的。 大家都是成年人, 有些事, 还是敞开了天窗说比较好。 否则一旦引起什么误会, 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想到此, 唐英如决定和宁峰坦白。 她很平静地道。 方才你问我的话, 我现在如实回答你, 我腹中怀的是你的血肉。 我前腹陨落之后, 我没有接触过其他男人。 你若不嫌弃我和小慧, 我很愿意与你结为道理。 宁峰闻言不语, 只是将她缓缓抱在怀中。 屋外, 夏日炎炎, 屋内, 春光乍起, 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光亮。 两人不断地交织, 如眠, 各述心中的所想。 半个时辰后, 宁峰才缓缓披上那件夜巡浮法袍, 她现在感觉整个人精神无比地抖擞。 丹田之中的灵力, 又浑厚了一些。 双修, 比她自己一个人呆做修炼, 要好得多。 而唐英如看上去, 气色更好了, 如酒汗的土壤, 秃临暴雨。 就连皮肤都更显得娇嫩。 她的双颊, 如抹了胭脂般, 粉艳若桃, 留意着无限的神采。 以后你就搬过来我这边住吧。 唐英如风情万种, 望着宁峰道。 记忆结成道旅, 分在两座院子居住, 数为不妥。 宁峰打量了一下唐英如的屋子。 上一次用指人符的时候, 她就发现这个屋子挺大, 里外两层, 不仅有大床, 还有浴桶。 唐英如院子和她那边的布局差不多, 都是三间屋子。 不过每间屋子比宁峰的都要大一点。 如果搬过来, 二女住一间, 关会自己一间, 宁峰和唐英如一间, 正好够用。 而这个院子的厨房旁边, 也有一个小厢房, 可以做画幅的工作室。 虽然住得下, 但宁峰感觉, 还是有些急。 这个院子, 虽然比宁峰那边大, 但宁峰平时修炼土盾影, 或者刀法的时候, 二女都懂得自行回避, 尽量不靠近, 怕干扰到宁峰。 但如果搬来唐英, 如这边, 五个人住在一个院子里, 宁峰若是修炼, 其余人就没有地方可去。 因为宁峰现在的刀术, 已经和炼器前妻那时的水平, 不可同日而语。 一朝怒海惊鸿挥出, 刀光至少覆盖半个院子, 别人若是站在院子里, 必然会受到影响。 而且, 唐英如和官慧也是修士, 他们肯定也会修炼。 宁峰笑道, 此事不急, 待我再想想吧, 我感觉这座院子不够重。 唐英如闻言, 额眉轻皱, 其实这一点, 她之前也有考虑到。 要么我们换个院子。 第187章, 富婆的身家。 换个大典的院子, 宁峰闻言, 不由沉吟。 唐英如这个想法, 让宁峰又升起了买房的念头。 自从牙行拒绝了宁峰的还价后, 她压根就没再想过这事。 如今看来, 幸好没买下那座小院子, 否则, 现在就变成了烫手芋头。 不过话说回来, 与其每月交房租, 不如买下一座院子。 而且, 还得买足够大的院子才行, 因为人口一下多出了两个。 不, 是充足, 买房对于宁峰来说, 早已不是问题。 唐英如看宁峰不说话, 以为她是在为临时发愁。 便道, 我手头还有一些积蓄, 若是需要, 你随时拿走便是。 哦? 你手头有多少积蓄? 宁峰有些诧异, 她一直很好奇唐英如的身价。 当初在城外小破土屋的时候, 唐英如托正婆子过来说亲, 直接给宁峰摆出了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中, 有两个可谓豪气至极。 第一, 和宁峰搬到城里住。 第二, 宁峰在住击之前所有的修炼资源, 唐英如全部供应。 要知道宁峰当时只不过是炼气三层。 普通修士从炼气三层到最终突破住击, 少说也需数十年光阴。 这数十年里的资源需求量, 是极其恐怖的。 功法秘籍, 法器, 法袍, 丹丸, 这些都是主要资源, 缺一不可。 身家得丰厚到什么程度, 才敢开出这样的条件。 当初的唐英如, 也只不过是一个炼气二层的小镇法师, 怎么会有这么多灵石? 看到宁峰表情有些疑惑, 唐英如沉思了一会, 御守一番。 手中, 立即多出一个除物袋。 他望着宁峰, 郑重地道, 这是我的全部身家, 如今既然与你结成道理, 就交给你保管吧。 你保管我也更放心。 宁峰看着唐英如, 倍感意外。 他没想到唐英如竟然如此信任他, 把全部身家都交给他保管。 来人有钱则坏, 就不怕我拿去外面祸祸。 不过他最终还是接过了除物袋, 平心而论, 临时放在他这里, 确实比放在唐英如身上安全许多。 明面上他有邻家客亲的身份, 暗地里, 他是炼气后期的修为。 将神石探入除物袋后, 还莫等探查完, 宁峰就到吸一口冷气。 除物袋差点就从手中掉了下来。 你, 哪来这么多灵石? 唐英如就算被称为富婆, 也不为过。 因为他的除物袋里, 少说也有一万多块灵石。 这么多灵石, 莫非是前夫的遗产? 他前夫也不过是一个炼气五层的小伞修而已。 而且正婆子说过他吃喝嫖赌样样拳。 绝不可能有这么多灵石, 否则也不能住在城外澎湖区了。 唐英如回道, 我之前在方氏的时候不是与你说过。 我祖上是镇法师, 到了我这代就只剩我一个独女。 这些家产, 其实都是家族留下来的。 就连我手上的县城镇法, 也是祖上留下来的。 不然方氏那个小店, 我一个炼气二层的镇法师, 怎么撑得起来? 宁峰低下头, 看着手中的储物袋眉头皱起。 这只储物袋, 此时似乎变得更为沉甸甸了。 唐英如将这一万多块祖上留的灵石交给他, 意思很明显, 就是将自己和光慧完完全全托付给宁峰了。 他这是豪助一致, 完全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退路。 这份责任太重大了。 沉思片刻, 宁峰抬起头, 望着唐英如正色道, 你放心, 只要我在, 必将护你们母女周全。 唐英如闻言, 美眸中露出一丝激动, 泪花在眼眶里闪动转意。 他等的正是宁峰这句话。 全部身家交出去, 就是为了博一句母女周全。 这是一次投资, 既是对道理的投资, 更是对自己的投资。 有望气数的相助, 唐英如一直都没有怀疑过宁峰的人品。 如今, 听到宁峰亲口音语, 又怎么不激动? 他忍不住又扑入宁峰怀里, 再次抽气起来。 只是, 这一次不是悲气, 而是找到归宿的喜气。 宁峰伸出右掌, 缓缓拍着唐英如的后背。 他何曾不明白, 对方此时的感受。 两世为人, 他一直都没有对象。 唐英如, 算是他的第一个老婆。 虽然年纪比宁峰大, 但若是和前世年龄相比的话, 其实挺般配的。 毕竟宁峰前世, 可是35岁的油腻大叔了。 而唐英如, 如今不过29岁而已。 而且宁峰深知, 修仙世界压根就没有这种年龄的差距对比性。 修士们, 真正关注的是何时筑基。 筑基时的年龄, 才是这个世界的年龄衡量标准。 打个比方, 两名修士, 一个30岁, 一个15岁, 两人同时修炼。 30岁的修士在50岁时完成筑基, 而15岁的修士在60岁完成筑基。 那么, 用这个修仙世界的角度去看, 这位30岁的修士, 就比15岁那个修士要年轻许多。 因为他突破筑基时的年龄, 比那位15岁修士的要低。 炼气期修士一旦突破筑基, 受缘增加至200余岁。 而且血气、筋骨、肉身皆更为纯净, 整个人的身体状况会随之发生质变。 内在的质变就导致了筑基修士的外在容貌, 也随着变化。 容貌远比筑基之前的时候要年轻许多。 这种年轻并非流于表象, 而是实实在在的变年轻了。 白发变污, 皱纹退隐, 皮肤更有弹性, 也更有光泽。 所以, 50岁筑基, 筑基之后的容颜, 看上去就如30岁相差无几。 而60岁筑基的修士, 筑基之后, 或许看上去已于40。 唐音如如今29, 宁峰16, 两人虽然相差了13岁。 但万一, 唐音如筑基的时间比宁峰早, 两人在外貌上的年龄差距将直接反转。 所以修仙界, 时常出现妇女同龄, 又或者是母那儿老的情况。 修仙之人, 对这些, 早已看通透。 修士们挑选道理, 往往只在乎实力强不强, 仙徒前景如何, 根本无人在意年龄上的差距。 或许只有凡俗中人, 才会稀释若惊, 在乎那短短匆匆的十几年光阴吧。 第188章 两家并一家, 新婚燕儿, 雨水自欢。 这些时日, 宁峰白天就在自家院子里, 修炼刀树或者土盾影。 一到晚上, 便潜入唐音如院子, 直接钻入她房内。 唐音如院子正法静置的开启方法, 早已告诉了宁峰。 两人一夜三两次双修, 修炼配合愈发默契。 宁峰以前晚上不是画符, 就是修炼巨灵弓, 但如今, 多了一个选择。 她觉得双修, 其实可以替代巨灵弓法的修炼。 唯一遗憾的是, 唐音如对那本《苍浪玉女心经》, 参悟的还不够透。 很多动作辅助运气的技巧, 她未完全掌握。 这就导致了, 宁峰在双修之时, 总有些意犹未尽。 若是唐音如的技术再娴熟一些, 她觉得, 效果能更上一层楼。 因为双修术不仅讲究动作, 更讲究灵力运转配合, 动作与运气需相辅相成, 方能达到修炼的目的。 而唐音如在施展动作时, 常常忘记了灵力运转。 事后, 宁峰曾问过她是怎么回事。 唐音如红着脸, 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身心舒畅之时, 实难分心二用。 宁峰默认, 她能理解, 这是人之常情。 宫多手术, 修炼多几次, 唐音如或许能完全掌握那些技巧。 宁峰每晚去隔壁, 天亮才回自己屋里, 二女看在眼中并不觉得奇怪。 在凡俗, 这些是再正常不过了。 普通人家的家主都有好几个妻妾, 何况修仙者。 唐音如如今在他们的眼里, 就相当于主母了, 因为她是宁峰目前唯一的道理。 但是他们也知道, 修仙界和凡俗, 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凡俗观念中, 一般认为第一位妻子是原配正妻, 其他后来者只能当小三小四。 但在修仙界, 道理并没有什么原配的说法, 谁大谁小, 全是家主说了算。 不过一般来讲, 家主都会默认 实力最强的道理为主妻。 所以说到底, 修仙界的一切等级分配, 其实都是实力说了算。 至于观慧, 本就是修仙者, 虽然他的年纪还小, 但这些事多少都懂一些。 经过母亲的解释之后, 观慧对宁峰已经没有敌意。 因为, 他老早就知道自己母亲托人去给宁峰说过亲。 如今这般结局, 母亲也算是得愿以偿。 只是宁峰每晚潜入唐英如院子时, 都会遇到观慧在院子中修炼。 观慧顶多就哼一声, 算是打招呼。 宁峰自己也觉得挺尴尬。 这种感觉, 就有点像是翻墙偷情, 还每次都遇见对方的女儿。 唐英如其实有一次征求过宁峰的意见, 说要让观慧给他行一次任父之礼。 而且他还告诉宁峰, 只要他高兴, 观慧随时可以改跟他姓, 叫宁慧。 这句话让宁峰醒悟过来, 当初唐英如拖正婆子传递给他的三个条件, 居然全部实现了。 莫非, 这就是忘记术的奇妙之处, 搬到城内同居, 供应修炼资源, 女儿改跟他姓。 这些承诺, 唐英如如今全部都已做到。 不过宁峰觉得, 没必要操之过急。 他摇头对唐英如道, 小慧还小, 他肯定不愿意行我为父亲, 此事不急, 过几年再说吧。 母女当时在院子中的对话, 宁峰一直记得, 观慧曾经说过, 无论如何, 都不会喊宁峰为父亲。 宁峰无所谓, 他不愿意勉强别人, 他关注的是唐英如腹中那位。 其实他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甚至备用明都想了好几个, 只不过他没告诉唐英如而已。 如果是男孩, 宁峰打算就给他改名叫宁泽。 如果是女孩, 就叫做宁秋。 至于宁宇林, 宁山, 宁刀, 宁玉, 宁研研这些备用名。 宁峰还没想好, 等到时再和唐英如商量。 两家结合为一家, 最大的问题, 还是院子问题。 宁峰原本有心计划买房, 但后来才发现, 唐英如在搬进城内的时候, 一开始是租下这座院子。 但他发现, 宁峰也搬到长生巷之后, 便去找了牙行, 提出要买下了这座院子。 牙行那边说, 房东不愿意出售。 唐英如居然花了近两倍价格, 愣是高价把院子买了下来。 宁峰听到这里, 目瞪口呆, 这得是多败家啊。 我这不是怕牙行那边边挂吗? 万一他们不肯继续租给我了? 那怎么办? 所以我干脆直接买了下来, 这样离你也近一些。 听完唐英如的解释, 宁峰又是一阵无语。 买房计划, 只得暂时搁浅。 因为若是将唐英如这座院子出售, 按目前的行情, 立刻得亏三分之二的零食。 而且这座院子, 已经被唐英如布置了五阶护院阵法, 这是他祖上留下来的县城阵法。 唐英如一个炼器三层小修士, 光是拆除和布置这个阵法, 就极好精力灵力。 另外, 就算买了新的院子, 肯定比这现在的院子大, 再重新布置一个五阶阵法的话, 唐英如身体吃不消。 考虑到他目前游戏, 不适宜操劳过度。 宁峰最终决定, 买房的事, 等唐英如做完月子, 看情况再说。 两座院子出入始终不变。 于是, 宁峰用竹拳断直接在两家院子的隔墙上, 砍出一个门大的孔。 从此, 两座院子互通, 只不过经过此门, 仍需开启各自的阵法。 不过这样, 已经方便了许多, 至少不用再走出长生巷子外, 从院子门处出入。 二女负责做饭, 到了饭点, 一家人就在宁峰院子里开饭。 自从唐英如过来一起吃饭之后, 二女立即恢复了婢女的人设, 再也没有上过桌一同吃饭了。 一家三口吃饭的时候, 他们就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 给三人盛饭上菜。 不过, 关慧与二女的关系特别好, 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知心小伙伴, 三人经常一起聊天。 最后, 关慧还来找宁峰, 说她想搬过来和二女一起住, 让宁峰搬去和唐英如住在一起。 宁峰文言一愣, 自此, 她对关慧有些改观。 这丫头, 年纪虽小, 做事也冲动, 但其实, 她挺懂事。 她这样做, 并不是真的想与二女一起住, 而是想给宁峰和唐英如更多的私人空间。 第189章, 靠谱的队友。 最后, 宁峰还是答应了关慧的请求, 让她搬到自己屋中来。 但搬到唐英如那边去, 宁峰却有些犹豫。 随着唐英如腹部一日日的建隆起, 宁峰需要避开与她接触太多。 若住在同一屋内, 难免会起双修的心思。 怀孕期间, 时不宜多行双修之事。 这一点, 在前世早已经过科学验证。 许多新婚夫妇在妻子怀孕期间分房而住, 就是为了避免在一起擦枪走火。 宁峰自问定力足够, 但她担心唐英如缺乏自治力。 这些时日, 她能感觉到唐英如就像九汉缝甘铃, 修炼起来完全不懂节制。 还是身子要紧。 你们两个, 从今夜起, 轮流夜间去主母屋中照顾一下吧。 宁峰吩咐二女道, 是, 公子, 明白宁峰的用意。 唐英如怀孕已经有三个月, 虽然是修仙者, 但临盘之前恐怕都需要专人照顾。 二女即为婢女, 这些服侍之事自然是避免不了。 而宁峰自己最终搬到了唐英如屋子旁边那个厢房。 在唐英如做完月子之前, 她打算都在这里独住。 转眼半月又过去, 城东护卫队的张望居然带了近三十斤妖兽肉, 亲自送过来给宁峰。 她上次说改日登门请罪, 竟没有食言, 结果还真的来了。 宁峰也不觉得意外, 像张望这种老油条, 自然懂得轻重, 不可能因为一点小事, 去得罪一位邻家客亲。 三十斤妖兽肉, 相当于五块零食了, 这可是普通护卫队员整整一个月的月份钱。 所以, 宁峰也看得出张望此举, 并非纯粹地过来道个歉, 更多是加着一点想与他结交的意思。 但宁峰怎会轻易与他拉近距离, 只是淡淡地寒暄几句, 便直接让二女送客了。 张望那日带护卫队员来查案之时, 有些邻居远远围观, 不少人人亲眼看到, 宁峰亮出了邻家客亲令牌。 再加上墨周行这个大嘴巴, 添油加醋的四处渲染, 宁峰的邻家客亲身份, 早已不是秘密了, 长生向内人人皆知。 墨周行加入城内护卫队后, 这段时间似乎格外的卖力。 有次宁峰看见他匆匆出门, 便喊住了他。 因为当时墨周行身上穿着的是便服, 城内护卫队管理极为严格, 上岗轮值必须穿上统一的护卫服饰。 但休息日则不能穿护卫队的服装, 这是规定。 宁峰看见墨周行穿着便服, 便知他是休息日, 但看他形色匆匆的样子, 似乎有急事, 便问他去哪里。 终随那件案子有不少疑点, 我想趁着休日去走访一下新田巷的居民, 看看能否找到新的线索。 宁峰闻言心里咯噔了一下, 连忙反问墨周行, 此案不是已经定案? 莫非上面又下令, 让你们翻案重查? 这段时间, 宁峰的客亲令牌没有传来任何动静。 宁峰猜测终随一案, 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后续了。 如今听墨周行一说, 他心中有些不踏实。 谁料墨周行却摇头道, 此案却已结案, 但我觉得终随不像是被劫裁的。 一个练气后气的劫修, 怎么可能会蹲守在新田巷那种地方? 抢劫一位路人。 当时是白天, 周围居民大多在家, 但凡有点惊艳的劫修都不至于干这种蠢事。 我曾去现场反复勘察, 先出手的其实并非劫匪, 而是忠随。 我估计忠随应该与凶手有仇。 还有, 根据新田巷第29号院子目击者的说法, 那名劫修为了挡住忠随的攻击用剑横扫出去。 剑法中很少有这种霸气招式。 所以, 我认为那劫修应该是卫刀修。 他为了遮人耳目, 故意改刀为剑。 如果是劫彩, 何必遮人耳目? 这就是我认为这件案子必须重查的原因。 莫周行一脸正义愤然, 牢牢叨叨地给凝峰分析了一番。 他当凝峰是朋友, 所以推心致富将自己的观点说出来。 他全然没有留意到, 凝峰盯着他的眼神中已经多了一份恶然与冷意。 陈寅扮想, 凝峰皱眉问道, 这么说来, 去翻查此案, 是你一个人的意思。 莫周行不知道凝峰为何这么问, 点了点头, 对啊, 我之前有将这些疑点上报给队长, 可是他们都不相信, 全部把我当一回事。 接着他又咬牙切齿地道, 但我身为护卫队员, 此案无论如何, 我都会要查个水落石出。 凝峰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最终只是拍了拍莫周行的肩膀。 莫道友, 凡事不必较真, 否则我怕你在护卫队混不了多久。 说吧, 凝峰便转身离去。 凡事不必较真。 莫周行看着凝峰离去的背影, 摸着后脑勺, 他一脸猛逼, 不知道凝峰这话是何意。 凝峰觉得, 莫周行这种直来直去的钢铁性格, 迟早会在护卫队这种错综复杂的人际网中碰壁。 莫周行这种性格, 其实更适合去狩猎。 但可惜, 莫周行选择了护卫队。 当时莫周行前脚刚加入护卫队, 苏亚琴后脚就上门, 邀请他加入狩猎队。 莫周行衡量再三, 最终决定留在护卫队发展。 这让凝峰和苏亚琴都觉得挺遗憾。 莫周行若加入狩猎队, 两人会心安许多。 选可靠的队友并非易事。 所以, 抱着这种凝缺无烂的原则, 苏亚琴这段时间一直在物色新队友。 宁道友, 你觉得谢土生这个人如何? 有一次, 苏亚琴找凝峰问道。 狩猎队迟迟迟建立不起来, 苏亚琴其实挺头疼。 休闲的日子, 他一点都不习惯, 一日不予妖兽厮杀, 他就会疲养。 在家里闲附近两三个月, 人早就腻了。 谢土生? 宁峰沉吟, 他对谢土生的了解, 仅仅停留在那次巡逻。 那是宁峰的第一次巡逻, 他和苏亚琴、 莫周行和谢土生同一对。 谁料第一次巡逻便遇到劫匪攻击, 莫周行和谢土生就是在那次战斗中受伤的。 而且, 谢土生的伤势更为严重一些。 不过从整个战斗的过程来看, 谢土生绝对是靠谱人。 第190章 鬼公子杜剑, 人品尚可。 你想邀请他加入狩猎队。 宁峰反问苏亚琴。 苏亚琴点了点头。 你若觉得他合适, 改天我就去问问他。 他狩猎多年, 看人还算准。 谢土生的战斗力和人品, 其实都不错。 谢土生为人比较低调, 平时在长生巷中默默无闻, 但预视从不怂。 最关键的是, 他实力不弱, 算是练器五层中战力比较强的那一波。 而且他和墨周行情况差不多, 伤势好了以后, 似乎也断了收入来源。 人品好, 有实力, 缺零食。 谢土生几乎符合苏亚琴挑选队友的所有标准。 苏亚琴见宁峰没意见, 便兴冲冲地跑去问谢土生了。 果然, 谢土生根本没有考虑, 就直接同意加入狩猎队。 因为在他的眼中, 宁峰和苏亚琴同样也是很靠谱的队友。 这样一来, 狩猎队就有了四人了, 宁峰、 苏亚琴、 谢土生和孙悦。 但狩猎队最理想的队员人数, 其实是六人。 至少不得低于五人, 否则都撑不起狩猎中的各种工作分配。 而且, 在面对一些未知困境的时候, 人数多更有优势。 就如上一次遇到血狐埋伏, 四头血狐攻击三个队友, 实力差距太大了。 宁峰建议在邻居中物色多两名新队员, 但苏亚琴却摇头。 我再想想看, 之前许多老邻居都陨落, 新搬来的邻居我不熟悉。 长生巷里, 最近又陆续搬入了几户人家。 有些是从城外搬进来的, 有些是其他先城的修士。 这些人宁峰都见过, 这段时间他收到的拜门里可不少。 新邻居也打听到宁峰是名服师, 而且还是邻家的客亲, 所以在送拜门里的时候都花了心思, 出手颇为阔绰。 宁峰也没让对方吃亏, 回礼基本都是服录, 在价值上尽量与对方的礼物相等。 他不愿欠下这些人情。 之前七号院子的杜家主送来画质单的时候, 宁峰没有在家。 后来, 宁峰就找了个时间亲自回访, 给对方递回去了几张谢力符, 还与他聊了一会。 这位杜家主, 叫杜剑, 练气七层。 不过让宁峰没有想到的是, 他居然也是一名刀修。 杜剑为人温和, 看上去很儒雅, 和普通的刀修在气质有很大不同。 杜剑其实并不是家主, 他的家族很大, 是专门经营输果批发生意的。 杜家在许多仙城都有铸点, 如同连锁店一般。 而杜剑, 只是被家族派遣到凤瑶城, 准备在此筹办铸点, 扩大家族的商行。 要不是看到杜剑一身的贵公子做派, 宁峰都想邀请, 他进狩猎队了。 狩猎队若是有两个炼器七层坐镇, 直接去捕杀二阶妖兽都没问题。 不过杜剑一看就是富二代, 养尊处又惯了, 一双手与女人差不多, 白白嫩嫩的。 这种不缺零食的人, 怎么可能会去参与狩猎? 何况, 他还有家族任务在身。 我方氏那个镇法店, 之前交了好几个月的租金, 过几天就到期了。 这一天晚上, 叶银正在帮唐英如洗脚, 准备服侍他睡觉。 唐英如突然抬头, 对躺在床上的宁峰道。 如果还要继续租的话, 这两天就要去方氏管理处续交租金。 如果不打算租了, 也得去办个手续。 宁峰沉淫了片刻, 道, 退了吧, 明天我去帮你办理手续。 他压根都忘记这件事了。 唐英如自从怀孕之后, 就没再去过镇法店营业了。 而且, 他以后生了娃, 多数要留在家里带娃。 宁峰不可能让他再去方氏里开店。 二女倒是可以看店, 但镇法与其他货物不一样, 并非收到零食, 然后就直接交货这么简单。 镇法, 需要镇法师去现场布置。 这个家, 现在除了唐英如和光慧, 其余人都不会布置镇法。 所以方氏小店若是继续租下去, 只是浪费零食, 还不如退租。 退了也好, 不过方氏的店铺位置可不好租。 你不打算用来卖福禄吗? 唐英如比宁峰更熟悉方氏内的情况。 现在城内太平, 方氏这种繁华商业区可谓一铺难求。 这个小店现在若是退了, 日后想再租就不容易了。 卖什么福禄, 我哪有这么多福禄可卖。 宁峰皱眉摇头道, 想卖福禄去摆个摊便可。 邻家那里, 每个月都要上交一些福禄。 以后狩猎队若是成立起来, 福禄的需求量肯定也很大。 再加上小宝宝出生, 事情铁定会多起来。 宁峰不想自己沦为画幅机器。 福禄这玩意, 够用就可以了, 反正目前并不缺零食。 现在它重点还是放在修炼上, 尽快提升修为才是正道。 那行吧, 你是家主你决定, 这是我的瀑器, 明天你去方式退了吧。 我店里还有一些东西, 顺便帮我全部带回来。 还有, 当时我交了三十块零食的租铺押金, 记得取回。 宁峰接过瀑器, 点点头, 便回院亭内的茶桌旁坐了下来。 这个点, 差不多是晚上十点左右, 唐音儒要睡觉了, 没办法, 怀孕期的人都是睡。 但宁峰向来晚睡, 这个点根本就睡不着。 从怀中掏出一瓶灵酒, 倒在茶杯里, 就喝了起来。 双休短期内都无法进行, 宁峰只得喝点灵酒, 借此辅助修炼。 明天去方式办完事, 顺便去灵家藏金阁一趟。 一口灵酒下肚, 宁峰开始考虑明日的安排, 和唐音儒摊牌之后的这一个多月里, 他几乎没有出过长生巷。 明日是时候, 去一次灵家藏金阁了。 上次去藏金阁, 还是四个月之前的事, 轻身符, 兵剑符和金甲符, 宁峰已经全部干到了精通级别。 这段时间, 他画轻身符画得最轻。 除物袋中, 有二十多张上品轻身符。 不过灵家藏金阁中的那本, 经典终极符录中, 还有三样符录, 宁峰上次没有学。 分别是引鹿符, 火鸟符和天衣符。 宁峰打算明天去把这三样也给学了, 这样终极常用符录, 他就全部学会了。 呼,呼呼。 宁峰又闷了一口零酒下肚, 突然听到隔壁院子传来一阵声音。 第191章, 秦雪的来历。 声音似乎是从隔壁老院子发来的。 宁峰连忙起身走到隔墙中间那个门, 打开静置走了过去。 往院中一看, 只见秦雪正背对着他, 眨马出拳, 看样子应是在练拳法。 随着他的身子缓慢转动, 拳头挥出时竟生出了一丝拳风。 方才那些呜呜声音正是他挥拳时发出的拳风声。 反武划灵拳。 看到秦雪比划的姿势, 宁峰一眼就认出, 这是反武划灵拳的招数。 他将这本秘籍给二女不过跃鱼, 没想到秦雪已经开始修炼了。 而且, 看他打得有眼有板的样子, 似乎已经有些上到。 反武划灵拳的拳路招式并不是大开大合, 而是偏向于柔缓。 宁峰当时在翻看秘籍的时候, 就发现这套拳法, 有些像前世的太极拳。 两者都是以运气为主, 动作只是作为运气的辅助。 秦雪正全神贯注地练着拳, 完全没有留意到宁峰站在他的身后。 直到他练到需要转身出拳的招式, 这才发现宁峰。 公子, 秦雪吓了一跳, 连忙收拳归气, 停了下来。 宁峰微微点点头, 问道, 打得不错, 练多久了? 秦雪回道, 有半个月了, 我和叶妹妹一起开始练的。 半个月能练到这种程度, 很不错了。 宁峰闻言有些意外, 秦雪方才练拳时, 姿势标准, 动作极为到位, 看上去并不像初学者。 更何况, 他出拳还隐隐生出拳风。 要知道, 反武化灵拳的出拳是比较缓慢的, 如此缓慢的动作还能生出拳风, 很不简单。 秦雪掏出一条小手帕, 抹了妈脸上的汗水, 笑道, 公子, 我从小就习武呢, 所以有些基础。 这套反武化灵拳, 其实拳法的套路很简单, 学起来一点都不难, 难得是那气不重。 宁峰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祈道, 你在反俗, 居然还习过武。 秦雪平时看上去丝丝纹纹的, 不像夜莹那般好动, 宁峰没想到他还习过武。 前身在反俗只待过八九年, 十岁左右就随人来到修仙界了。 所以, 在他的记忆里, 关于反俗的内容, 寥寥无几。 不过宁峰记得反俗中, 却有武道一说, 修仙者修炼的是灵力, 反俗武道练的则是尽力。 秦雪点点头, 回道, 我的家族本就是武道世家, 族人不分男女, 皆是自幼习武。 宁峰文言顿时来兴趣了, 指着树下的桌子道, 来来, 坐下, 好好给我说一说反俗中事。 秦雪没想到, 宁峰一个修仙者, 居然也会对反俗武道感兴趣, 便笑着坐下, 和宁峰聊了起来。 原来反俗武道, 也是按实力划分等级。 武道等级分为, 后天境界, 先天境界, 宗师境界, 大宗师境界, 五帝境界, 五圣境界, 一共六个境界。 每个境界和修仙者等级一样, 分为初、 中、 后三期。 武道一图, 先修体, 再练气。 这个气, 并非修仙者的那种灵力之气, 而是体内境气。 在凡俗中, 这种体内境气被称为内气。 宁峰听秦雪详细解说了武道的知识之后, 就明白过来了。 方才秦雪练拳产生的拳风, 应该就是武道中的内气了。 内气外放, 至少得先天境的后期, 才能做到。 你在凡俗武道中, 是何等境界? 宁峰忍不住问秦雪。 秦雪笑道, 我是宗师境界。 宗师境界? 宁峰愣住。 若按修仙界等级去对比的话, 武道的宗师境界, 就相当于修仙者的筑基级别了。 秦雪, 在凡俗中这么厉害的吗? 叶莹啊, 她是什么境界? 叶妹妹啊, 她的武道天赋极好, 已经踏入大宗师境界了。 大宗师在凡俗, 多不多? 一个家族, 只要出一位大宗师, 足以称霸一周。 红尘凡俗, 一周十成。 一位大宗师, 足以占据十成。 看来武道大宗师, 就等同于修仙界的金丹修士, 是天花板的存在。 叶莹那小丫头, 这要牛逼的? 如此说来, 自己说的这两位婢女凡人, 算是武道天骄。 宁峰不禁问道, 你们武道实力不俗, 为何不好好在凡俗待着? 来修仙界做什么? 秦雪文言表情顿时有一丝黯然, 微叹了一声后, 才娓娓道出他们来修仙界的一些缘由。 因为我们, 背负家族振兴的希望。 在凡俗中, 资源的争夺厮杀, 丝毫不比修仙界少, 甚至还有过知。 秦雪是大赵先国凡俗界, 青阳州秦家的次女。 秦家数百年前出了一位武帝, 秦家由此迅速崛起。 秦家这位武帝, 以一人之力, 最终取得胜利。 从此, 秦家就成为青阳州的主人, 势头一时无两。 但舞者的寿源有限, 武帝之寿不过百余年, 秦家这位武帝老祖离世后, 秦家就再没有出过武帝。 所以, 近两三百年来, 秦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不断遭受到四周其他大宗师家族的挑战。 到了秦雪这一代, 秦家的家主秦成, 也就是秦雪的父亲, 武道修为不过宗师境界。 家族整体战力不足, 自然难以继续称霸青阳州。 在另外一个武帝家族的强势威胁之下, 秦家无奈交出青阳州的管理权。 但万万没想到, 虽然交出了管理权, 对方却仍没打算放过秦家。 多年来, 一直姿势扰乱, 想寻机会将秦家斩草除根。 秦成担心秦家被灭族, 无奈之下将族人化整为零, 分成三批。 秦峰, 也就是秦雪的哥哥, 带领一批人离开青阳州去另寻新的根据地。 秦雷, 也就是秦雪的弟弟, 带领另外一批人回到数百年去的秦家祖地。 而秦成就带着秦雪留在青阳州, 忍辱苟且地与其他家族周旋。 秦成受到高人的指点, 决定再步一局。 在征得秦雪的同意后, 便寻了个机会, 脱了不少关系, 让衙行的人带了秦雪到修仙界来。 我爹没有强迫我, 他只是让我自己选择。 修仙界机缘无数, 若能到此寻得些机缘再回繁俗, 局面便可完全扭转。 第192章, 沈平的院子。 公子, 我和叶妹妹, 都是经过家族的安排, 才到修仙界来的。 若不是家里托关系, 给了许多钱财, 衙行早叫我们卖了。 宁峰文言愣然。 不对, 我记得在衙行时, 我是付了零食把你们买下的。 宁峰记得, 承西衙行那个女掌柜虽然开价极低, 但最终还是要付出零食。 这两个婢女可不是免费的, 是真金白银买下来的。 秦雪奄然一笑, 那是因为我们与掌柜说好了, 若有遇到合适的仙爷时, 我们才出手。 你们, 这是给我设局? 宁峰觉得不可思议, 自己当时不过是个炼器四层的小散修, 何德何能, 被二女视为合适人选。 怎么可能? 公子, 你若迟来两日, 那掌柜说不定就会将我们送走了, 因为我们在那里待得太久了。 秦雪脸上似乎有些后怕, 接着道, 我们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仙爷, 掌柜早就不耐烦了, 他也不可能一直养着我们。 他咬着牙, 坚决地道, 我和叶妹妹早已商量好了, 如果掌柜将我们卖给那些不正经修士, 我们就一起自尽。 不过秦雪和叶莹庆幸运自己的选择, 遇到宁峰, 真是他们的运气。 宁峰无语, 他没想到自己居然还反转成了别人的猎物, 但这些事已过去, 多提无意。 宁峰想起秦雪方才的话, 便问道, 你方才说的机缘, 是什么机缘? 秦雪望向宁峰, 目光中充满了感激, 他语气激动。 公子, 你就是我们的机缘, 那本凡武化灵拳, 也是机缘。 凡武化灵拳? 看到宁峰似乎不解, 秦雪继续解释, 此拳法若修炼有成, 体内能储蓄灵力, 就算面对凡俗的武帝境界, 我也敢一战。 听他这么一解释, 宁峰顿时恍然大悟。 凡武化灵拳正是利用武道中的内气, 引导修仙界的天地灵气入体, 并长期储存在武者体内。 这种灵力, 若积累到一定程度, 就可以向修仙者那般施放法术。 修仙界的法术, 在凡俗中便是仙人之术。 寻常血肉之躯, 如何与仙术为敌? 哪怕是武帝之流, 也无法与之抗衡。 不过很快, 宁峰就皱起眉头。 他想起这本《凡武化灵拳》的最后, 作者天助真人提过, 修炼此拳, 会折兽。 你们看过秘籍最后的内容了吧? 他忍不住问秦雪。 秦雪点了点头, 他明白宁峰问此话的意思。 自然看过, 但若能炼成, 折兽又何妨。 宁峰文言不由有些佩服, 这要是换作他, 绝对做不到如此通通。 行, 你们好自为之。 抛下一句话后, 宁峰便回屋去了。 二女的选择, 她已知晓, 但不会去干扰他们。 仙凡有别, 人各有志。 一日起床, 天还没亮。 这段时间少了双修之泪, 宁峰的精神充沛至极, 简直是无处安放。 所以, 每天都是睡得早, 起得也早。 在亭子内冲了一壶灵茶, 还没开始喝, 又听到隔壁传来呜呜作响的声音。 应该是晴雪在练拳。 宁峰摇了摇头, 这么卷, 不会是通宵在练吧? 还要不要命啊? 匆匆喝了两杯灵茶后, 宁峰也开始身形闪动。 土盾营! 休! 院子中顿时多出一条深沟, 宁峰一晃, 直接盾入沟中。 土盾营! 熟练度加一。 这一次, 宁峰足足修炼了近一个时辰的土盾营, 才停下来休息。 连婢女都这么卷了, 她自然也感觉到了压力。 道理, 还有未出世的宝宝都需要她的保护。 炼器七层, 在凤窑城内仅仅是中等阶层, 保护家人所需的实力还远远不够。 翻开面板, 土盾营秘法, 精通, 27500。 前几日, 土盾营已经踏入了精通级别, 今日宁峰特意再试了一下。 身形移动的速度, 明显快了。 宁峰觉得, 差不多可以在实战中使用土盾营了。 之前击杀中随的时候, 宁峰都不敢施展土盾营。 她可不想拿自己的小命去赌, 万一身形太慢, 被对方反杀, 那就吃大亏。 不过现在土盾营的速度虽然加快, 但那条土沟的深度, 并没有加深多少。 目前施展土盾营时, 身前的那条小土沟, 也只是到大腿的位置。 要想修炼到, 整个人都埋入土中, 都不知道何年何月。 这门秘术, 果然进展缓慢。 坐在亭子内休息了一会, 宁峰又喝了好几杯灵茶, 这才起身到隔壁院子。 公子, 早餐做好了。 方才修炼土盾营的时候, 隔壁的秦雪早就停下练习拳法。 叶银不在, 她得准时做早餐。 叶银昨晚在唐音儒房中照顾, 秦雪只得一个人下厨, 做五个人的早餐分量。 今日我要出门办事, 晚上才回。 你小心点看家, 误乱开门。 吃完早餐交代了秦雪一句, 宁峰便出门了。 自从上次中随闯入唐音儒的院子, 宁峰的警惕性再次升级, 严格勒令二女管好自己的振持。 而且特意交代过, 如果她不在家的时候, 若有人敲门, 直接隔着院子门和对方口头传讯便可。 如实在虚开门, 必须再三反复确认。 宁导友, 早。 刚出道长生巷, 宁峰就听到对面有人打招呼。 抬头一看, 当场就吃了一惊。 打招呼的, 居然是盐水秋。 他穿着一身糯米黄色道袍, 鞋靠在对面院子门前, 似乎在等人。 他的脚下, 还有一个小箱子。 盐导友, 你怎么又来这里? 他记得上次盐水秋来的时候, 就告诉过他沈平已经陨落, 阵法无需再布置了。 不知道这次来是什么原因。 目光扫过盐水秋脚旁那个小箱子, 宁峰点点头。 莫非长生巷中, 有人请你来此布置阵法? 应该是这样了。 那个小箱子, 宁峰猜测可能装着一些布置阵法所需的物件。 长生巷中最近搬来不少户新人家, 或许有人买了盐水秋的阵法也不一定。 毕竟他是一名阵法师。 盐水秋微微一笑, 不是, 我打算租下了这座院子, 在这等牙刑的人过来开门呢。 第193章, 转租阵法店。 他用手指指向身后的院子。 我上次过来的时候, 发现门口有招租纸条和传讯符, 便拿了一张回去。 现在我租的屋子到期了, 便打算看看这座院子。 他指的是沈平的院子。 沈平允落后, 牙刑清理了院子内的东西。 然后, 在门上贴了招租启事, 还留了数张传讯符。 不过不知为何, 这座院子一直都没租出去。 宁峰猜测, 主要是因为地段不太好。 而且还在胡同里头, 所以无人问津。 宁峰笑道, 原来如此, 沿道友若是打算租这里, 可要考虑清楚, 城东的灵气可没有其他地方的充沛。 沿水丘摇了摇头, 灵气倒无所谓, 布置个阵法就行了。 我是看中这边比较安静, 而且房租也便宜。 宁峰点点头, 灵气对于阵法师来说, 确实不算是。 布置一个距灵阵法, 灵力的充沛程度 也不会比城西那边差多少。 但是沿水丘说到这边房租便宜, 就让宁峰有些意外了。 沿水丘可是四街镇法师, 收入应该不低, 按理说不会在意这点房租钱才对。 不过自从上次奉摇城大乱之后, 许多人都断了迎圣门路, 沿水丘或许也受到一些影响。 沿道友问过牙刑了吗? 这院子他们开价多少? 问了, 说是九块零食, 我之前在城西那边, 十二块零食只能租一个单间。 沿水丘接着又道, 这座院子看上去挺大, 修炼起来方便多了。 宁峰笑道, 现在空院子比较多, 沿道友或许可以砍砍价, 实在不行前面还有好几座空院子呢。 他的院子, 砍价之后每月八块零食的租金, 宁峰都觉得有些贵了。 长生巷还有几座空院子, 中随的二号院子, 白窑的四号院子, 以人去楼空。 沿水丘摇了摇头, 道, 你说的可是四号院子。 我前几日看过了, 那边离巷子口太近, 没有这边安静。 就在此时, 有头一看, 只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修, 目光焦急地望向巷子两边的门牌, 正往这边小跑过来。 宁峰拱手便道, 看来是衙行的人过来了, 沿道友, 我先告辞了。 宁道友慢走。 宁峰差不多走到巷子口, 回头一望, 那衙行女修已经打开那座院子的门, 正在请沿水丘进院。 沿水丘若是租下, 审平那座院子, 宁峰觉得不是坏事。 毕竟, 他是一位先国认证的阵法师, 而且修为不低, 练齐六层。 宁峰虽与颜水丘接触不多, 但从他时隔两月依然实现诺言, 过来帮沿平布置阵法的事来看, 人品应该不差。 远清不如静灵, 与人品优秀, 实力强大的人为灵, 自然没有坏处。 穿着这件附带清深属性的法袍, 步伐轻快, 很快就到方室。 宁峰没有直接去方室管理处, 而是直奔唐英如的阵法小店。 因为一会退租时, 得交回店门的钥匙, 唐英如在店里, 还有一些货物, 给先取走。 八平方米左右的小店, 货物其实不多。 一些阵法的示意模型, 还有价格表, 另外还有一些 布置阵法的零散物品。 将所有东西收入储物袋后, 宁峰又仔细检查一遍, 确认了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这才把门锁上准备去管理处退租。 道友,请留步。 就在此时, 突然听到有人叫唤, 宁峰回头一看, 只见一位少年修士, 道友可是换我。 宁峰左右看看, 周围店还没开门, 这边只有他一个人, 少年修士应该是叫他。 正是,正是。 少年修士很快就走到了阵法店前, 问道, 道友, 这家阵法店是你的? 宁峰左手捏紧服录, 微微皱眉反问道, 不错, 道友有何指教? 他瞄了这少年修士一眼, 只见对方的年纪看上去与自己相仿。 不过他的个子不高, 而且身材较肥胖,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宽大道袍, 但依然遮不住腹部的那堆奶肉。 方才跑过来的时候, 腹部就如凸起一个圆球, 上上下下地随着步伐晃动着。 少年修士笑了, 笑起来的时候只看见牙齿, 看不到眼睛, 因为他的眼睛被脸上的横肉挤成了一条缝。 他解释道, 是这样的, 道友, 我见你这家店好久没开门做生意了, 想问问你的店面要不要转租啊? 原来如此, 宁峰捏着福禄的左手稍稍放松了一些。 我这店确实是没时间继续经营了, 去退租。 怎么? 道友有兴趣? 上次城内大乱, 有些店面遭受到破坏, 甚至有一部分店主在城内其他地方被杀。 所以, 前一段时间, 方氏其实有很多空铺子, 因为相当一部分的店面资金链都断裂了。 不过自从林家重新整顿城内秩序之后, 方氏也加强了管理, 甚至还开出了一些针对商家的补贴。 许多有经商眼光的修饰都嗅到了其中的深意, 城内稳定, 商机无限。 大批的散修和商家纷纷入住方氏。 仅两个月不到, 方氏内的那些空铺子几乎全部租出去了。 如今的方氏可以说是一铺难求。 少年修饰听到宁峰如此问道, 连连点头。 自然有兴趣。 我最近一直在找房市找铺子, 但其他的空铺子太大, 我租不起。 道友, 我看你这家小店大小比较合适。 你有没有兴趣转租于我? 宁峰沉音片刻, 道, 我先开门给你看看, 合适再说吧。 说吧, 又把小店的门打开, 让少年进去查看。 唐英如昨晚和他也提过这个问题, 此时退租肯定不划算。 因为以后再租, 可就不是一样的价格了。 但是, 转租就不一样, 店面依然在唐英如名下, 以后随时可以自用。 而且转租, 还可以将租金提高一些, 每个月赚一点。 少年只进去看了几眼, 发现后面居然还带着一个卫生间, 顿时面露洗衣。 道友, 你开个价吧, 合适的话我就租了。 宁峰问道, 你是想转让, 还是转租? 第194章, 藏金阁倩影。 转让, 少年修士双眼一下, 发亮起来。 但很快, 他目中的神采又颓了下去。 目前, 转让个屁。 转租无非交点押金, 之后, 逐月交零食给原店主。 转让则完全不一样了, 相当于对方把店铺过户到自己名下了。 以后交租金失去管理储交, 和原来店主再没有任何关系。 方氏里, 空谱转让费几乎接近天价, 少年早就打听过。 道友, 我零食不够, 只能转租。 少年是耿直人, 说话从不拐弯抹角, 没钱就直接说没钱。 宁峰道, 转租, 押金30块零食, 月租5块零食。 唐一如的契约上明文写着, 这个小店租金是4块零食。 宁峰只加了一块零食的润水。 他目的并不是赚钱, 而是保住小店的使用权。 留一条后路, 万一日后需要, 还有周旋的余地。 行, 我做。 少年修士的脸上, 洗衣在线。 宁峰这个价格开出来, 让他多少有些意外, 比他知道的行情要低一些。 他原以为, 宁峰至少开口, 7块零食的。 毕竟是转租, 他也明白对方肯定要赚一点, 否则谁愿意转租给别人。 30块零食的押金, 好像贵了, 倒有。 20块零食, 可以了吧。 毕竟你是空扑转租, 店里也没有啥值钱的东西。 而且, 我刚开始做生意, 你得留一点零食给我周转。 少年看着宁峰, 很真诚地将他的难处摆出来。 宁峰点了点头, 行, 那就收你20块零食的押金。 他看到对方颇为爽快, 自己也让一步。 唐英如交给方氏的押金, 是30块零食, 虽说少了10块, 但这些押金将来都是需要退还的。 两人商量好, 少年看了一遍那份契约, 发现宁峰在月租上, 只赚多一块零食, 更为高兴。 他甚至连落款人名字都没有仔细看, 就准备和宁峰另外签订一份契约。 你打算用此店经营些什么? 签订契约之前, 宁峰很谨慎地问道。 方氏好像限制一些行业的入住, 万一对方无心违规, 受到方氏罚款的话, 交钱的可是宁峰。 少年修士笑道, 我是打铁的, 自然是开炼器铺, 原来是炼器师。 宁峰有些诧异, 炼器, 那这个店这么小点地方, 如何够用? 据他所知, 炼器的家当可不少, 而且还挺大, 这个店不过八平方, 加上后面的那个小卫生间, 顶多也就十二平方不到。 够了够了, 少年脸上也有些无奈, 苦笑道, 我就一个人, 能用多少地方, 太大的地方也租不起。 两人再无异议, 少年居然随身带了纸盒笔, 当场签订了契约。 宁峰看契约, 才知道这位胖胖的少年修士, 名叫楚高。 楚高取出二十块零食的押金费用, 提前交了三个月电租, 一共是三十五块零食递给宁峰。 将对方递过来的零食放入储物袋中, 宁峰心里忍不住暗笑, 楚高应该没有什么做生意的经验。 何方是管理处的契约上, 是唐英如的签字。 但楚高的契约上, 却是宁峰自己签字。 若是宁峰昧着良心, 吃了他这三十五零食, 他哭都没找不到地。 当然, 宁峰不会这样做。 一个月一块零食, 一百年就是一千两百块零食, 细水长流不香。 反正我长生。 这是我的传讯符, 如果方式有什么钥匙, 需要我处理。 你可传讯我。 将钥匙和传讯符地给楚高后, 宁峰便走向管理处。 我来缴纳电租。 管理处桌子前, 宁峰对办事的女修道, 几号电变? 女修一句话将宁峰问道, 连忙掏出契约, 照着念方式东六行丙列一百三十五号电。 女修取出一本厚厚的册子, 迅速翻动, 查了一回便道, 电租至少半年起交。 你的电月租是四块零食, 半年就是二十四块零食。 当然, 交一年或者两年最好, 这样能减少你们来此的次数。 好个屁。 宁峰掏出二十四块零食, 道, 我先交半年。 一下交得太多, 万一又遇到意外, 或者方式倒闭, 岂不是亏了? 女修接过零食, 给宁峰开了一张收条, 手续便办完。 方式都这样, 交钱的手续, 办理起来向来都很快。 但如果要退钱时, 就没有那么迅速了, 要出事这个那个, 还要这里签名, 那里签名, 一大堆手续。 走出方式前, 宁峰顺手在道袍店买了两件普通的道袍, 一件黑色, 一件深绿色。 他总感觉每次易容都穿同一件灰色道袍, 有些单一了。 贝多两件, 下次可以轮流换着穿。 而且易容, 也不能每次都是同一张脸。 尽量搞多几款人设, 这样会更保险一些。 出了方式, 便往林家族地走去。 有了克青令牌, 几乎一路无阻, 直至藏金阁。 宁克青, 走。 女修看到宁峰进门, 居然站起来打了声招呼。 宁峰感到很意外, 但表面仍是平静地点了点头道, 道有走。 我来观月书籍, 这女修正是上次她来藏金阁时的那位女修。 没想到几个月不见, 女修依然记得她, 而且态度明显比上次尊敬许多。 看来林家内部的沟通非常到位, 上一次宁峰来之时, 还没有办理克青手续。 而这一次, 她已经是林家名正言顺的克青了。 这位女修作为藏金阁的办事人员, 应该也接收到通知, 故而知道宁峰是克青, 所以态度也不一样了。 上了楼梯, 直奔二楼。 今天到此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学习那本经典终极符录中, 剩下的另外三样终极符录。 宁峰估计要在藏金阁里待上一整天。 因为她上次翻看这本秘籍的时候, 发现这三中符录在绘制流程上, 要比青身符和兵剑符复杂一些。 尤其是火鸟符光是笔画, 就比其他符录多了十多笔。 引路符还算简单, 火鸟符和天一符, 宁峰都有些怀疑今天未必能掌握。 登上二楼, 却发现楼中有人。 一道红色倩影正坐在窗边 唯一的桌子前似乎在阅书。 第195章 陈琳的试探 红色倩影侧对着楼街看不到她的五官。 但看身材, 应是比较年轻的女修。 她一身红袍, 艳烈似火。 宁峰一震, 停了下来, 她没料到这还有其他人。 林家族内的修士现在已不多, 客亲人数也大不如前, 藏金阁似乎极冷清。 就连接待的女修也只有一人。 上次宁峰在藏金阁待了一天, 除了林朝元没见过其他人。 女修此时也听到楼梯传来的动静, 一扭头, 一双大眼睛望了过来。 这次宁峰看清她的面貌了, 很年轻, 十六七岁的样子。 外表长得不算特别美貌, 但却异常地清新。 看到对方望了过来, 宁峰只得微笑点头, 算是打个招呼。 然后继续登上楼街, 准备走去修仙百艺那一排书架。 宁峰就有些惊讶。 接着她露出一丝细血的神色, 轻笑一声。 随后身形突然暴起, 直扑宁峰而来。 红袍如血, 硬红两侧书架。 藏金阁二层摆满了书架, 书架前仅仅留着容易人位置的过道。 这位女修身形极快, 如闪电般穿过两侧书架, 瞬间已扑至宁峰面前。 随即她右手中闪起一道寒光, 手中多了把短剑。 女修致月起, 到手中寄出短剑, 前后不过眨眼的功夫。 宁峰被吓了一跳, 等她抬眼时, 才发现对方的短剑, 正刺向她的眉心。 那把短剑的剑尖, 不偏不倚的, 离她眉心不到三寸之距。 若不躲闪, 这把短剑, 只怕要刺穿她的脑瓜子。 来不及多想, 左手手指, 直接弹出一直捏着的符路。 符文泛蓝, 刹尖又转为金光, 凝成了一件金色的甲衣。 紧接着, 金甲如瘦到某种犀利般, 瞬间覆盖在宁峰的身边。 呛! 剑尖刺道, 直接钉在那件金甲之上, 发出的声音, 竟如金属在相互碰撞。 金甲符, 甲衣如金。 疯子! 宁峰急忙闪到一旁, 脸上有些怒气。 她从未见过这位红袍女修, 两人素不相识, 对方竟然一上来就职工要害。 若不是宁峰及时祭出金甲符, 那一件或许会让她受伤。 中品金甲符在百滩区售价三块零食一张, 来到藏经阁还想薅点羊毛回去, 可刚进门就亏了三块零食。 这就让宁峰很恼火。 不过最终, 她的理智战胜了怒火, 冷冷问道, 你是谁? 女修一击不中, 已缓缓落在过岛中央, 正睁着一双大眼睛, 饶有兴致地看着那层覆盖在宁峰身边的金甲。 宁峰的发问, 她进步回答, 就似完全没有听见一般。 宁峰见她不回话, 一甩袍袖便走到一旁的书架去。 她感觉到对方方才那一剑并未出全力, 似乎只是想和她过过招, 并非真的想置她于死地。 而且, 这位女修脸上的表情, 也似没有怨恨之意。 或许是她在藏经阁里, 刚学了什么新的剑法, 找自己试验一番。 对方身上的气息, 宁峰能察觉到是练气六层。 若是宁峰出手, 穿着夜巡服发袍对外显露的气息, 只是炼气五层。 若是与人再次相斗, 一不小心, 很容易暴露出自己的真实修为。 而且身为客卿, 她不想在林家藏经阁内搞事。 当下心意已决, 能忍就忍。 可是女修似乎对她的护身金甲极为感兴趣, 一路跟在宁峰后面。 宁峰手里再次捏出一张金甲符, 侧身而立, 冷眼留意女修的举动。 这一次, 她捏的是夏萍的金甲符。 对付这个炼气六层的女修, 夏萍足够了。 金甲符是终极服录, 夏萍金甲符的防御能力, 比中品谢力符还要高显。 金甲符和谢力符一样, 有使用的时效。 到了一定时间, 幻化出来的金色甲衣便会消失, 防御力也随之消散。 看剑, 就在宁峰身边甲衣消散的瞬间, 女修一挥短剑, 又扑了上来。 剑尖直刺向宁峰的胸口处。 疯子! 宁峰早有防备, 这次他没有再寄出金甲符。 能省则省! 手掌展开, 竹拳断立即现出。 刀尖距离对方五尺二寸一分。 随后宁峰举刀, 也往前直接一次。 独舟度家! 这是基础刀术的第九试。 不过宁峰只往刀身中灌入了六成灵力, 这样寄出的刀势, 就与他练弃五层的伪装境界相符。 但即便如此, 刀身仍微颤, 迅速发出一道细白刀光, 直奔对方而去。 答案! 刀尖不歪不斜, 正好刺中对方的剑尖。 一声脆响过后, 两人皆被法器地撞击力震退。 女修退三步, 宁峰退五步。 这位道友, 我乃克卿宁峰, 不知何时得罪过你。 还请言明。 宁峰决定先礼后兵, 沉着气冷道。 先把克卿身份亮出来, 看能否让对方有所顾忌。 能入藏经阁, 只有邻家克卿与族人。 但对方年纪与他差不多, 又敢在藏经阁中大打出手。 宁峰怀疑他多半不是可亲, 极有可能是邻家族人。 宁峰此时可不愿与邻家人结下梁子。 谁料女修哥哥笑一声, 随后道, 废话少说, 拿出你的看家本领出来。 今天我要和你决一胜负。 接着他脚尖一点, 身形再次邪非暴起, 又是一剑刺了过来。 看剑。 这一剑, 画风已骤变极转, 公式与之前那两剑完全不同。 只听见那剑声羞羞作响。 一道剑光, 如长月挂夜空, 耀眼夺目。 宁峰暗暗皱眉, 对方这一剑分明以尽全力, 这是使出看家本事了。 若是使用炼器五层的境界, 恐怕抵挡不住。 无奈之下, 宁峰甩出那张下品金甲符, 红色符文弥漫, 迅速凝成金甲, 罩住全身。 甲衣凝成的那一刹间, 女修剑士正好赶到, 击中在金甲上。 呛! 宁峰立即借剑力, 顺势往后一跃。 他身后正好是窗户, 这一跃身子直穿过窗户, 往外急飞而出。 窗外便是藏金阁前的空地。 土盾影! 人在半空, 以施展土盾影。 地面, 立即多出一条深沟。 落入沟后, 鸣峰腰一弯, 直接走人。 藏金阁, 改日再来。 第196章, 朝起催花落。 不得不说, 土盾影在实战中, 确实挺适合盾投。 羞羞, 羞羞, 土沟不停翻开, 就像是背离之田。 宁峰弯着腰, 心情无比愉悦。 他此时, 就如被九头牛拉着, 飞快地往藏金阁外盾去。 人虽在沟中, 但宁峰心中, 其实早已制定好了逃走路线。 他打算先盾到外面的主路, 然后顺着主路旁边的绿化区, 一直盾到内城门口。 因为邻家族地内的主干道, 全部是青砖地面, 只有路旁的绿化区, 才是泥土层。 青砖属于石类, 宁峰目前的土盾饮水平, 根本盾不了石头。 土盾饮的前妻, 玉金, 木, 火, 水, 石, 皆不可穿盾, 仅能盾土。 邻家族地内所有主干道, 两侧都是绿化区, 宁峰来的时候, 就观察过了。 顺着绿化区, 几乎可以一直盾到城门, 在内城门处, 再甩一张预风符。 就算是炼气后期, 都拿它没办法。 中途万一那个女修追上来, 也可以随时寄出预风符。 现在宁峰储物代理的预风符, 多的是。 但可惜, 他小瞧了这个世界的青森术, 还没等他盾出藏金阁前面的黄土空地, 上空已经传来一阵宛如夜音般的笑声。 哈哈, 你学啥不好? 偏要学老鼠钻地洞? 笑死我了。 接着, 一抹红袍身影, 已迅速掠到了前方上空。 女修还未落地, 便挥一剑横空斩下, 只见剑光一闪, 直接击在宁峰身前的土沟中。 土沟顿时被从中切断。 宁峰施展土盾影, 全凭土沟的助推力, 土沟被断, 就相当于逃跑的路线, 被硬生生地截断了。 无奈, 宁峰只得自土沟中跃身而起, 随后甩出一张兵剑符。 其实现在这个局面, 用地锥符无疑是最合适的。 但地锥符一出, 对方时有八九, 会被地锥刺穿, 原地到消身死。 这样一来, 后果不堪设想。 夏萍的兵剑符, 宁峰相信对方应该有能力抵挡。 不过, 其实他心里也没有底,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使用兵剑符。 红色符文泛出, 迅速扩散至仪仗范围, 然后煞间凝成十二道符剑, 朝着前方急射西出。 宇修此时刚刚落地, 见符剑射来, 微笑着, 手中短剑迅速在空中滑了几下, 似乎画出一个图案。 不, 剑光如影, 层层叠叠, 相互交织如网, 挡住了宁峰的十二道利剑。 刷! 伏剑遇到那层剑网, 竟然化为了虚无! 剑阵! 这绝不是大路货, 算是比较高阶的剑道功法。 宁峰没想到, 对方一个练器中期, 施展的法术似乎都不差。 而且, 方才女修自窗外掠出后, 一下就越过她的上空, 迟来, 却先到。 速度比她的土盾影还要快许多。 可见这位女修的轻身术, 也极不简单。 这就是功法带来的等级差距。 女修哥哥嘲笑道, 下品兵剑符, 也好意思扔出来丢人现眼。 有本事, 你来一张上品的兵剑符, 我看看。 上品兵剑符, 宁峰手里确实有几张, 但那是留着玩命时候用的, 怎么可能在你身上糟蹋? 宁峰冷冷一笑, 手中竹拳断一阵。 道, 你我无冤无仇, 道有何故苦苦相逼? 继续来啊, 难道你怕了? 女修又一声嘲笑, 接着他手中剑飞快无起, 剑光凝成一朵朵桃花状的幻影。 看见, 女修手一顿, 空中那数十朵剑花立即铺天盖地, 往宁峰头顶卷压而至。 桃花虽看似柔美, 其中却暗藏剑气, 桃花未至, 剑气已袭来。 宁峰立即觉得脑袋一阵凉嗖嗖。 对方这是剑法, 无论攻击点数量, 还是攻击威力, 都完全不在他方才祭出的兵剑符之下。 甚至, 还有过之, 刀尖距离桃花二丈四寸。 此时, 竹拳断突然传来一阵轻颤, 他似乎嗅到了桃花芬芳, 竟蠢蠢欲动。 这段时日, 宁峰每天都酝养这把刀, 刀身那一丝意识, 似乎越来越强了。 宁峰有时甚至刻意在练刀的时候, 主动去配合竹拳断, 尽量满足他的欲望。 此时刀身的颤抖传入掌心, 宁峰竟然也下意识地直接挥刀而出。 竹拳断似乎感受到了那些桃花剑气的威力, 疯狂地吸纳宁峰宁在掌心的灵力。 瞬间, 刀身柱满灵力, 竹拳断倾尽全力挥出。 怒海惊鸿! 惊鸿刀术的第二时, 满极出击。 数十道刀光, 须须换换, 直接展开空中数十朵桃花剑气。 这一时怒海惊鸿, 有了竹拳断自主的加成, 刀是远比宁峰平时练刀时要来的凶猛。 碰! 一声巨响后, 桃花瓣如雨分落。 空中怒海茫茫, 似无限潮生。 而满天飞舞的花瓣剑气与潮雾中, 又突然惊起一红。 一道阴险无比的刀气, 如咽起丛林, 无声无息奔向女修。 是那道隐藏在刀光中的刀气, 怒海惊鸿真正的杀招。 无声无息, 却如电几尺。 宁峰道吸一口冷气, 背后一阵发凉。 他已经完全来不及收起刀石了。 大意了, 都是法器弃合度惹的祸。 眼看对面的女修, 马上就要被刀气击中。 女修甚至还没察觉到, 那道无声无息偷袭而来的刀气。 他此时仰起头, 嘴角微笑, 呆呆望着天空, 似乎在欣赏那漫天飞舞的桃花落伴。 还有弥漫在空中水雾细潮, 在风中不断狂涌, 甚是好看。 不过下一个瞬间, 他将被刀气一分为二。 死无全是! 宁峰捏出四张上品预风符, 他准备随时开溜了。 从藏经阁里跃出窗外, 到此时也不过树膝而已。 说不定还没有人发现这里的事。 然而, 就在此时, 一件黑色的东西从上而下, 飞驰而来。 当! 狠狠击中宁峰那一道刀气, 随后这件黑色东西斜着插入了地中。 宁峰惊魂未定, 定睛一看, 原来是一把刀。 黑刀, 刀柄漆黑, 刀身漆黑, 刀刃, 也是黑如烧炭。 正! 刀身虽一半入泥, 但刀柄仍晃动不已, 发出一阵金属鸣声。 声音虽听着四份炕, 但却滴如卧龙沉吟。 余音, 久久不绝。 第197章 林朝元的刀。 宁峰抬头, 循着黑刀飞来的方向望去。 只见藏经阁的第三层, 窗正开着。 窗前, 冷然立着一人。 白衣墨发, 公子气轻。 居然是林朝元? 只见林朝元手一抬, 插在地上的那把黑刀, 发出的响鸣声, 戛然而止。 随后这把黑刀如受到了召唤般, 一下被拔出了地面。 接着, 刀柄在前, 刀刃在后, 闪电般飞往藏经阁三层的窗户。 瞬间, 刀柄便落入了林朝元手中。 林朝元手掌一番, 刀刃划出一道黑色刀光, 整把刀便凭空顿消不见。 你若是再在此闹事, 休怪我不客气。 林朝元目光冷冷投下来, 语调不高, 但语气却凌厉无比。 宁峰一震, 他感觉林朝元这话, 似乎不是对他说的。 于是妄想那名女修, 却见他还愣在原地, 目中又惊又怒。 他现在才发现, 宁峰那一式刀法, 看似挥出数十道刀光, 令人眼花缭乱。 但真正夺命的, 是最后那道无声无息的刀器。 他根本没有发现那道隐藏着的刀器。 这家伙, 太阴险了。 若不是黑刀横空飞来, 拦下宁峰那道刀器, 只怕他此刻已经陨落。 你…… 女修盯着宁峰狠狠道, 似乎想开口骂他, 但最终, 嘴巴张了张, 半字都未曾出口。 气不如人, 骂街, 于是何博。 接着, 他气急败坏地抬起头, 瞪了林朝元一眼, 多管闲事。 随后, 他一跺脚, 短剑一收, 红袍舞动, 身子斜跃至半空中。 如一只红色麻雀般, 直接掠过藏经阁左侧的那堵高墙, 随后身影便消失不见了。 宁峰望着红袍远去的方向, 缓缓松了一口气。 他也抬头望向林朝元, 但藏经阁三层的窗户, 竟已经关闭上。 待了一息后, 宁峰决定, 还是先回家。 匆匆出了林家族地, 一路留一身后, 找个空荡, 闪身进入最近的一条街道上。 多少有些心结? 方才那一刀, 若不是林朝元及时拦住, 后骨不堪设想。 林朝元救了那个女修, 可女修临走前, 好像还骂了林朝元一句, 两人之间似乎有些不对付。 林朝元是什么人? 在凤瑶城外的租户区, 或许很多人都不清楚。 但在凤瑶城内, 无人不知, 林朝元是林家的第一天骄。 在大战之前, 许多人都认为, 林家下一任家主, 必定是林朝元。 因为他是家主林平三个儿子中, 天赋最好的一个。 据说是双灵根。 不过林朝元的修为境界一直扑朔迷离, 从不对外公开。 但没有人会认为, 林朝元的修为低于炼气后气。 因为这些年, 林家在他身上砸了无数的修炼资源。 各种天才地宝, 丹药密集。 甚至不少人都猜测, 林朝元已经达到炼气九层圆满, 巨筑机, 锦衣不知遥。 这样的家族天骄, 那位女修居然都敢单面骂他。 可见, 他的身份也不简单。 就算他不能与林朝元平起平坐, 至少, 在林家族内也有着地位超然的身份。 凌峰若是失手杀了他, 林家人不可能放过他。 藏经阁以后还是少去为妙。 凌峰短期内不打算去藏经阁了, 甚至连林家的族地都要尽量少去。 每个月过去交一些福禄, 顺便领回月缝, 足矣。 他和红袍女修肯定是结下梁子了。 凌峰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人, 一言不发就直接开干。 这种疯子, 绝不能与他再次碰面。 凌峰抬头望了一下天色, 大概是十一点左右的光景。 他原本今日在藏经阁待一天的, 可是经这么一闹, 福禄没学成。 穿过街道, 正准备进入左侧巷子, 然后直奔长生巷。 却听到旁边有人叫唤, 道友,请留步。 凌峰一扭头, 是位年约二十岁左右的女修, 站在街口处笑盈盈地与他点头打招呼。 万红阁? 凌峰第一个反应, 对方可能是万红阁的懒客女修。 但现在分明是白天, 按理说万红阁还未开始营业。 凌峰带着疑惑, 上下打量了那女修一遍。 蓝色普通道袍, 练弃三层境界。 道袍重归重举, 遮盖得秘密实实, 绝对不可能是万红阁的女修。 不过他高耸胸前, 道袍衣领处扣着一个小木牌。 凌峰走上去一瞄, 上面刻着四个小字, 仙府衙行。 不禁问道, 衙行? 这位道友, 有何事? 女修露出一脸银河的笑容, 道, 道友, 有兴趣买房吗? 我们在城西有几座院子, 也有少量单间, 可足可受, 道友要不要去看一下? 买房? 凌峰之前确实有心思想着换个大的院子, 但后来发现唐英如已经买下了那座院子了, 这个时候换房实在是没必要, 于是便摇了摇头, 不好意思, 最近没有买房的计划。 说吧, 转身就走, 道友等等, 莫急着走。 女修连忙跟上凌峰, 在后面急到, 城西, 三层院子, 十八个房间, 一百块零食。 凌峰文言顿时停下脚步。 看到凌峰停下, 女修忍不住微笑起来, 脸上浮起了一丝得意。 这短短十六个字, 只要是城内的修士, 听完就没有一个不动心的。 而且, 听完之后还立即停下来的, 不但动心, 多半手头还有闲钱。 这样的人, 就是业内所说的潜在客户。 可进一步促进城郊的重点对象, 凌峰转身, 黑下脸扬怒道, 你想着骗我去看房? 不敢不敢! 女修慌忙白手解释, 道友, 我们先辅, 牙形是正规牙形, 怎么可能骗人? 我已道心发誓, 绝无半字虚言, 若有, 天道随意罚我。 凌峰沉吟, 已道心发誓, 若假必遭雷劈。 对方话都说到这份上, 应该不至于撒谎。 可是城西的三层院子, 怎么可能才一百块零食? 这个价格, 相比行情而言, 太便宜了。 女修看出凌峰的疑虑, 小心翼翼地道, 这座院子售价这么便宜, 是因为房东有一些附带要求。 凌峰不由一正, 问道, 什么附带要求? 房屋买卖, 无非你请我愿的事。 卖个房, 还得买家提条件, 房东有病。 第198章, 三阶养魂竹。 牙行女修娓娓道来, 这座院子里, 栽种着一株三阶养魂竹。 房东要求, 买房的人, 需将这株养魂竹一起买下。 接下来, 女修就是一通解释。 原来房主是一名单师, 来自大赵仙国其他仙城的一个小仙族, 多年前来到凤瑶城定居, 买下了那座院子。 但上个月, 她的家族突然传信过来, 令她迅速赶回族, 接管族中的事务。 所以这些单师, 近期就要动身。 但她这些年来, 在凤瑶城已治下了不少产业。 这些产业, 临走前, 需要进行变卖处理。 而她委托仙府牙行出售的这座院子中, 栽种着一株养魂竹。 这株养魂竹并非单师所栽植, 而是她当年买下这座院子的时候就有了。 养魂竹是三阶灵植, 具有养神魄, 强神石的功效。 宅院中若种植养魂竹, 长期居住在此院的修士, 魂魄会得到韵养。 若是上了筑基之后, 在养魂竹的韵养之下, 修士的神石感应范围更是会得到增强。 但养魂竹的习性颇为娇气, 一旦入土扎根, 再进行二次移植或者搬运, 极易枯萎凋零。 养魂竹种植要求极高, 对环境、气候、温度、空气都非常挑剔。 由于路途过于遥远, 根本无法用储物袋进行搬运。 所以, 房东虽然舍不得这株养魂竹, 但却无法带走, 只能一起售出了。 宁风听完, 不由陈吟。 三阶灵植价格不菲, 那位丹师自然不愿拱手送人, 但他自己又无法运到其他仙城。 所以, 将院子和灵植捆绑着销售。 说白了, 这些可能都是套路。 院子虽然较价便宜, 但一起买的话, 说不定比分开买还要高。 城西的三层院子, 18个房间, 怎么算, 售价都至少应在300零食以上。 若是那株养魂竹的售价高益, 对方保不准还有转头。 而且, 养魂竹如果有隐患, 买的时候没发现, 但若是没多久就枯萎或者失效, 买价吃大亏。 那株养魂竹, 售价几何? 宁风直接问出关键所在。 女修笑道, 目前房东的开价是300块零食, 道有, 这个还有得商量的。 宁风也不由笑了, 开价天花板, 还价木地板, 但凡是交易, 价格都有商量。 三街的养魂竹, 市面上根本没有参考价, 可谓是一株一价。 虽然每一株临殖, 在幼苗之时, 售价都一样。 但随着种植环境, 灵气变化, 还有土壤, 雨水, 打理, 各方面的差异, 后期成竹的品质与功效, 极有可能有天壤之别。 对方开出的300块零食, 单独看, 确实很贵。 但若是和院子放在一起, 售价400块零食的话, 就显得很实在了。 毕竟房子本身价值就接近300块零食, 相当于这株养魂竹仅售100块零食。 100块的三街零食, 绝对不贵。 况且, 还是养魂竹这种具备运养神石功效的零食。 在修仙界, 所有法术, 单要, 法器道袍零食, 但凡和神石沾点边, 求, 零食却难得。 宁峰有些心动, 道友, 说多无意, 还不如去现场看一看, 不合适就不买呗。 女修看出宁峰的心思, 继续笑道, 她是一位懂得察言观色的雅行人。 这座院子的佣金, 比以往任何一座, 都来得多。 其实, 她今早一直蹲守在林家内城对面的街口, 等着物色合适客户。 方才宁峰从林家族地走出来的时候, 她就留意到宁峰, 并一直跟着了。 在凤瑶城, 能自由出入林家族地的人都不简单。 更何况, 她还留意到宁峰身上那件价值不菲的法头。 如今, 在看宁峰的表情, 女修更坚定了自己的猜测。 没有钱的人, 根本不会问这么多, 早就走了。 道友, 那座院子地段极佳, 坐拥繁华地段却又不失宁静, 而且前后都带院子。 一家十多口人, 都完全住得下。 凤瑶城内, 这种中型院子, 卖一座, 便是少一座。 错过这次机会, 也许要等几年才会再遇到。 道友, 我和你说句内行话, 若是你手头有足够的闲钱, 赶紧买下这座院子, 全当投资。 哪怕你哥那里不入住, 日后都能翻上两倍价格。 因为这座院子, 在中阳街。 中阳街? 这几乎是距离林家族地最近的那几条街道了。 众所周知, 林家族地就建在林脉中心之上, 整个凤瑶城的林气充沛, 是从中心到四周, 逐渐薄弱。 中阳街离林家族地如此近, 林气自然比其他地方要充沛得多了。 不过打动宁峰的并不是林气的问题。 林气不足, 布这个阵法就完事了, 无非每个月要消耗几块零食。 那我便随你去看看, 带路吧。 真正让宁峰动心的, 是女修那句所谓的内行话。 如今宁峰身上的零食不少, 早有心思布局一下投资。 买院子, 或许是一个比较稳当的选择。 道友, 请随我来。 女修听到宁峰愿意去现场看房, 自然欢喜无比。 这就证明了对方不仅有零食, 也有异象。 中阳街其实很近, 穿过街口, 绕过两条巷子, 没意会就到了。 道友, 就是这一座。 女修指着前方那座院子, 回头对宁峰道。 宁峰抬头一看, 院子占地颇为宽阔, 目测至少有五百平方以上。 远远站在院子墙外, 只能看到房子的二层和三层。 外墙古朴古色, 还算雅致。 发现这座院子的巢像, 还真如女修所说, 地处于繁华, 却不失宁静。 在这么热闹的街道上, 这座院子居然能独占一偶, 可谓出择闹市, 入择安居。 周围也有几座类似的院子, 但是巢像, 位置, 角度都比不上这一座。 这座院子是房东的别院, 专用来招待朋友的, 平时就只有几位下人在此。 道友你稍等, 我让他们开门, 再与你进去戏关。 很快, 在羽羞敲门后, 一位下人便开门, 请了二人入院。 他们早已被主人知会, 需配合衙行带人来看房。 第199章, 承熙看院子。 一踏入院子, 凝峰就感觉到一阵清爽喜来, 内心静不自主地平和下来。 脑海中涌起了一阵灵明, 仿佛有一种无形力量, 在轻浮着他那微弱的神识。 练气七的修士, 其实已经具备了神识, 只不过较为微弱, 远未能达到以神识探悟的地步。 但平时用来打开一下除物袋, 还是没有问题的。 随着修为境界的提升, 修士的神识也会逐步增强。 所以, 境界低的修士, 往往打不开境界高修士的除物袋。 因为对方留下的神识印记, 比自己的神识要强, 如同上了一把锁, 力不达, 不能挤也。 在突破助击以后, 神识会和丹田一样, 增阔数倍。 这个时期的修士, 就可以神识查探许多东西了。 助击修士的神识感应范围也会增大, 远超练习七修士。 大境界上的神识强度差异, 后天很难去改变, 但是, 可以通过练习达到神识增强的目的。 练习七修士在突破助击之前, 提前刻意练习自己的神识, 在突破助击之后, 神识的感应范围会比别人大, 也比别人强。 只不过这个练习过程, 需要神识方面的功法秘籍支持。 又或者, 有灵直的运养。 养魂竹正是这样的灵直。 凝峰一眼, 就看到院子右侧的那株绿色植物。 道友, 这便是我们方才说的养魂竹了。 女修介绍道, 养魂竹通体翠绿色, 高达一丈有余。 竹子主干, 如碗口大, 竹叶甚多, 葱葱绿绿, 看着就无比舒适。 凝峰走近细细感应, 果然, 方才那阵清爽凌鸣, 正是由此竹散发出来的。 围着养魂竹查看了一圈,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不过就算有问题, 他也发现不了, 毕竟他不是灵直尸。 但仅从方才入院, 便能感受到养魂竹的功效上看。 这株养魂竹, 应该没有什么大毛病。 养魂竹没有毛病, 那院子就可以看一看了。 凝峰在女修的引领下, 参观整座院子。 院子实际上是一个二进院, 占地约五百平方。 整座院子共有三个独庭院。 主人与下人的居住房间, 完全划分开。 下人在前面干活做事, 完全干扰不到主人后院的起居。 除了四周的一些厢房, 还有一栋主建筑, 这里是主人家眷居住的地方。 主建筑共三层, 占地一百五十平方左右。 这放在前世, 已经比很多农村自建房大许多了。 而在主建筑二楼三楼的正面处, 各有一条长廊。 若站在长廊处, 可以清楚地看到院子内的任意角楼, 也可以眺望附近几条主要街道, 街面上的情况皆可一目了然。 道友, 这座院子你也看到了, 无论是大小, 布局, 都十分理想。 而且, 风水更是上家。 牙型的女修, 看到宁峰站在三楼长廊, 久久不举步, 便回过身, 继续促进城郊。 你若认识风水师, 大可传讯她, 现在过来看看。 这座院子, 可是难得的三阳风水局。 这种简陋良机, 万不可失。 道友, 我建议你立刻买下来。 宁峰副手而立, 望向远方。 半想, 才道, 你说个实在价格吧。 女修恭维, 却不失礼貌地笑道, 道友, 难道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吗? 凤瑶城目前的行情应该也知道, 仅是这座院子都值三百块零食了。 接着她眼睛一转, 又道, 不过我之前和道友说过, 价格还有得商量, 如果道友有诚意买下这座院子的话, 我可以传讯回鸭行, 帮你争取十块零食的优惠。 宁峰淡淡一笑, 转身望向女修, 问道, 你私自将这座院子的售价提高, 抑郁中宝私囊, 你们雅行知道吗? 女修文言脸色笑容顿了一下, 娇躯也微微一晃。 随后她目中迅速闪过一丝惊慌之色, 但她却仍故作镇定, 问道, 道友, 此话不可以乱讲。 哪有这种事? 雅行伙计私自哄抬价格, 将多出的零食摊入自己袋中。 这种行为, 多为雅行所不容。 若是雅行发现属下的伙计这样做, 不仅没收所得, 罚款加倍, 还有可能开除出雅行。 宁峰租下长生巷那座小院子时, 梁高和她讲过的。 宁峰敢这样说, 是因为她猜测, 房东不可能将宅院和零食分开报价。 任谁, 都不会这样做。 既然一起捆绑售出, 分开报价岂不是自找麻烦? 更何况, 就算分开报价, 这座院子也不可能报出一百块零食这样的价格。 这分明是是雅行女修自己擅自做主, 以此为噱头, 希望增加成交几率。 所以, 养魂竹的价格, 女修很有可能也顺便报告了一点, 想趁机捞一笔外快。 宁峰不过是出言试探一下, 如今看到女修的反应, 便明白过来了。 对方, 肯定还留了一手。 若真想买下这座院子, 价格上, 肯定还有砍的空间。 你先给我留一张传讯符, 我明日带人过来看看风水。 道友, 还等什么明日, 现在直接买下不好吗? 万一被别人节足先登? 我今天出门, 没带零食。 女修看见宁峰如此说, 只得掏出几张传讯符, 递了过来。 随后, 又问宁峰要了两张他的传讯符。 没有马上成交, 他也很无奈, 不过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毕竟, 买房不是买菜, 不是三言两语就能立刻成交的。 多数客户从看房到最终成交, 前后差不多花一个多月的时间。 宁峰能主动问他要传讯符, 说明他对这座院子是有兴趣的。 而宁峰到此女修后, 也将他的传讯符小心放入储物袋中。 这座院子在他看来还算不错, 但对方说起风水的问题也提醒了宁峰。 买宅院, 风水之事绝非小事, 不可不查。 宁峰当初租下长生巷那座院子的时候, 就没有事先请风水师上门宴一番, 导致院子的风水格局影响到了宁峰, 给他带来一些困扰。 所以, 这座院子就算要买, 也得找唐英如来宴一宴, 确认没有任何风水方面的缺陷, 再买不迟。 第二百章, 官惠的境界。 三阳及三望, 三阳风水局, 望运, 望寿, 望身。 此局很简单, 极易辨认, 只是我这几日身子有些不适, 明日你不妨带上小慧, 过去瞧上一眼便知。 唐英如斜握在床上, 倾壳了几声道。 宁峰回到长生巷, 便将方才承熄看院子的事告诉了唐英如, 想听听他的看法。 换院子这种事情, 还是要征求一下道理意见的。 不过唐英如这几日有些不适, 日间试睡, 偶尔还感觉到恶心。 宁峰知道, 这些都是孕期内的正常反应。 这样的身体状况, 自然不宜出门。 不过官惠居然也懂风水, 就让宁峰有些意外了。 他忍不住问道, 那座院子看上去可不算小, 小慧行不行呢? 唐英如笑了, 怎么不行? 风水, 望气, 正法, 小慧自幼就跟我学这些。 宅院风水, 小道而已, 你不必担心, 太应付得来。 宁峰点了点头, 既是如此, 那你明日便留在家中吧。 唐英如又道, 一会儿如果开饭了, 就让他们送到房间里给我吧, 今天不想吹到风。 行, 你先休息吧。 宁峰走出屋, 在亭子坐下, 冲了一壶灵茶后, 便换出竹拳段, 轻轻握着手中。 每日的刀身韵养, 他从未听过。 刀长二尺六寸三分, 重三十二斤四两九钱。 很快时息过去, 韵养完毕。 宁峰没有将刀收起, 而是轻轻搁在石桌上。 望着眼前的刀, 他想起藏金阁的事情, 眉头不由轻皱。 那个女修以剑气凝成桃花袭来的时候, 宁峰挥出金红刀术的第二时。 当时他其实只打算使用七成灵力的。 但竹拳段竟然自主将它凝在掌心的灵力, 全部吸入刀体内。 以至于刀气的威力, 达到了十成。 超出宁峰的预判。 宁峰觉得竹拳段那一缕意识, 有些宣兵夺主了。 或许, 是时候换法器了。 竹拳段, 都可以踏为随身法器。 当初卖刀的练气师, 曾说宁峰与此刀的契合度非常高。 宁峰很怀疑, 他是不是平时过于放纵这把刀, 以至于他有些反客为主了。 之前宁峰练习刀法的时候, 竹拳段最多就是利用契合度的沟通, 让宁峰感知到他的欲望。 只有在得到宁峰的允许, 并做出配合后, 竹拳段才会去主动实施。 而宁峰有时能感觉到, 竹拳段很多时候的判断都比他准确。 他能自动修正错误的出刀方向。 尤其是在出刀时机的选择上, 宁峰觉得竹拳段判断的时机更为精准。 所以经常放手, 让他自行去把握出刀时机。 上次在城外斩杀何松, 就是竹拳岛自己把握了出刀的时机, 才能精准地将何松的头颅给切了下来。 眉头紧锁一会后, 徒弟又松开。 宁峰拿起刀, 翻过来看了一下刀尖之处。 在藏金阁内, 那位女修一剑刺过来, 他用竹拳段的刀尖也刺了回去。 刀尖刺中剑剑。 此时, 他突然想起卖刀的炼器师曾经对他说过一句话。 刀尖在锻造之时, 走脆火工艺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点瑕疵, 若遇到同级法器, 不可以刀尖抗之。 不可以刀尖抗之。 果然, 只见刀尖之处已微泛起黑色。 此刀以后慎用。 宁峰看着刀尖已经出现异常, 忍不住再次皱眉。 虽然他不懂制刀的脆火工艺, 但他相信那位炼器师的话。 竹拳段应该是出现问题了。 这一次的反客为主, 心虚与刀尖出现缺陷有关系。 有了缺陷的法器, 随时可能在对战中失去控制。 一旦失守, 极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安全。 公子, 可以开饭了。 叶银从隔壁走过来, 看到宁峰坐在亭子中, 便唤了一声。 宁峰将刀收起, 直接放入储物袋内, 这才起身去隔壁。 桌前, 官慧已经坐下等开饭了。 宁峰交代叶银送一份饭菜, 去唐英如房间, 便在官慧的对面坐下。 官慧朝着他点了点头, 算是打招呼了。 自从明白, 母亲与宁峰结成道理后, 这个小妮子对宁峰没有什么恶意了。 但是, 从没叫过一声爹。 宁峰也无所谓。 明早你与我去一趟承溪, 要办点事。 他一边对官慧道, 一边偷偷释放出气息, 悄无声息地往对面探查过去。 锦衣瞬间, 宁峰便吃了一惊。 上次猜得没错, 这小妮子, 真的达到了练气三层境界了。 和他母亲一样, 官慧刚捧起碗准备开干, 突然将碗又放下。 接着眉头一挑, 朝宁峰横了一眼过来。 你竟然偷窥我。 尽管宁峰刻意压制, 但他仍发现宁峰的探查气息了。 宁峰忍不住笑道, 大家都是一家人,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想看看, 你修炼到什么程度了? 修行上的事, 法器缺不缺? 功法有没有? 有什么需求, 尽管找我哈。 遇到什么不懂的, 也可以找我问。 官慧冷吃了一声, 哼, 小脸上竟生起一些鄙夷之色。 随后, 他嘀嘀咕咕道了一句, 还不都是我妈的钱? 宁峰笑容顿住, 嘴角忍不住一抽。 最终, 他伸出手, 在桌子上敲了几下, 严肃地道。 吃饭时不能说话, 你乱说啥呢? 官慧也不管他, 自个儿捧起碗继续吃饭。 他如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不得不说, 修仙界的孩子, 可能由于灵气充沛的原因, 发育似乎特别地快。 也特别地早。 十一二岁, 竟然差不多有一米六三的身高了。 而且他的脸型, 也开始有些轻微变化。 与之前宁峰住在城外时看到他的样子, 已大有不同。 当初官慧也就十岁左右, 还和个小奶娃一般。 如今, 坐在官慧对面, 近距离看, 宁峰才发现这小丫头, 都有些美人呸的模样了。 乍一看, 就像是一个年轻版的唐音儒。 唐音儒不仅美貌, 气质更是独得天后。 而官慧, 比起唐音儒, 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她眉宇间, 多了一股唐音儒没有的傲气。 就在此时, 储物带似乎传来了动静。